先借战神秦征修炼出错而死 死后却穿成现代娱乐圈的坐金小花 黑粉每天叫嚣着让他滚出娱乐圈 直到秦征参加一档野外求生的直播综艺 徒手批数 碧眼射大雕 勇闯荒芜并手撕女鬼 算怪看向 帮队友避险 多日猎羊无语 还能开谈做法求语 网友们震惊傻眼 纷纷黑转粉 哭喊着让秦征帮他们算命 后来 他们还发现明星导演争抢着给秦征送钱 豪门大佬将他奉为座上宾 悬门大师恭敬地叫他祖宗 某位病奄奄的当红顶流 还是豪门小少爷 出了名的高冷不好惹 可是在秦征面前却超级听话 乖巧温柔 别人问及他们的关系 秦征侄女发言 过命的好兄弟交情 江瑶眼眸偏执 我的命归你 你归我好不好 第一章 穿越城杀人犯 今日头条 秦征杀人进橘子 秦征睁开眼时 发现不远处是一面铁栅栏 他整个人蜷缩在房间的墙角 浑身冰冷 脑袋一阵昏沉晕眩 他伸手揉了揉太阳穴 缓慢地站起身 看向外面 拘留室外面 站着两名警察 这是什么地方 这些人穿的衣服 怎么这么奇怪 脑海里突然闪现许多记忆 他不由感到一阵头痛欲裂 扶着墙才能站稳 过了许久 他才捋清脑海中的记忆 没想到是魂穿意见 借尸还魂了 秦征本是仙剑的战神 修炼出意外而死 他现在的这具身体 名字也叫做秦征 是个小有名气的艺人 眼下他会在警局 是因为他今天去公司的时候 有个叫洛诗的艺人跳楼 正好掉在了原主的脚边 而在洛诗跳楼之前 原主和洛诗还发生过争执 警方调查到洛诗不是普通自杀 秦征作为嫌疑人之一 暂时被拘留了下来 秦征用手指点了点双目 指尖闪现一道金光 他的视线重新看向拘留室外的走廊 可以看到一道透明的魂魄飘过 过来 秦征轻难一声 将那道魂魄招到了身边 你 你能看到我 洛诗的魂魄震惊地看着秦征 秦征微微点头 到底是谁杀了你 我可以帮你 听到这话 洛诗想起了自己死前的遭遇 忍不住痛哭了起来 呜呜杜红泉那个人渣 是他推我下来的 秦征走过去对警察说 我想起了一些和案件有关的事情 警察们又带他去了审讯室 秦征把洛诗所说的事情 转告给了他们 警察本来还不知道 洛诗和杜红泉有关系 立马开始调查这个人 没多久 秦征的经纪人过来保释他 秦征只是和洛诗发生过矛盾 没有直接杀死洛诗的嫌疑 所以保释成功 他顺利从警察局离开了 你也真够倒霉的 他偏偏掉在你的脚边 经纪人逃完想到网上的那些谣言 就觉得一阵头大 方熙宁那个耸祸 知道你出事之后 直接和你撇清关系 还说什么绯闻里的照片 都是你故意骚扰他 我真是去他骂的 都说了 让你不要盗天那个狗男人 看上去就是个狼心狗肺的家伙 你还不相信 逃完转头看了眼秦征 一脸恨铁不成钢 我看看 秦征打了个哈欠 慵懒的靠在副驾十椅背上看手机 方熙宁V 我和秦征小姐没有任何关系 她对我的纠缠 让我困扰了很久 但我觉得 说出来有伤女孩子的自尊 所以才没解释 秦征V 把钱还我 园主倒追了方熙宁很久 还在他身上 花了很多钱 不仅如此 方熙宁还总是借钱不还 前几天 两人刚确定情侣关系 结果就出了落实跳楼的事情 方熙宁本来就没打算公开 眼见着秦征出事 反而上赶着和秦征撇清关系 生怕别人说 他找杀人犯当女朋友 杀人犯还好意思问别人要钱 你要不要脸 我们家哥哥 怎么可能花你的钱 别在这里乱说 真服了 秦征怎么还没死 你能不能快点去死啊 秦征刚在网上发言 瞬间受到了群嘲唾骂 所有人都觉得 他是个喜欢骚扰男演员 恬不知耻 心狠手辣的杀人犯 方熙宁紧跟着 又发了一条微博 方熙宁V 首先我不可能花女人的钱 其次我不可能和杀人犯 有什么亲密接触 除了他平时骚扰我 我们私底下没什么联系 秦征V 等我把账单晒出来 就知道 你有没有花我的钱 每个月说自己没钱 问我借钱又不还的人是谁 以保留证据 后续我会起诉 至于我有没有杀人 警察自会查明真相 如果这件事和我没关系 你作为公众人物 却带节奏造谣 希望你和我道歉 不然还是那句话 我会起诉你 发完这段话 网上又是一群人谩骂秦征 秦征没有理会 先把原主给方熙宁买东西的账单 以及转账记录整理了一下 他直接把这些截图 发到了微博上 方熙宁看到他的微博 顿时变了脸色 完全没想到 他会对自己这么无情 直接放证据捶他 经纪人先送秦征回了家里 刚到小区没多久 方熙宁就开车赶了过来 蒸蒸 他看到秦征走进单元楼 焦急地跑过来 你怎么真把截图放上去了 我是为了事业着想 才会在网上这么说 其实我心里不是这么想的 你这个事的负面影响很严重 我现在正式上升期 不能有任何差错 秦征好整以侠地看着他 贪了贪手 还钱 方熙宁脸色铁青 你是不是想毁了我 这就是你说的爱我吗 如果你真的爱我 能不能多为我的事业考虑考虑 我爱个锤子 还钱 方熙宁惊诧地看着他 完全不明白 他怎么这么不留情面 以前只要他随便说点好话 哄一哄就好了呀 方熙宁的眸光渐渐变冷 秦征 你最好快点删掉截图 并且解释这些事都是假的 要不然的话 别怪我不客气 威胁我 他漫不经心地挑了下眉梢 视线落在方熙宁的脸上 只见他的命功一片黑尘 隐约有几缕妖野的粉光浮现 你这么喜欢脚踏好几条船 怪不得会沾上桃花煞 如果你公开向我道歉 把钱都还我 说不定我能考虑救你一条狗命 我向你道歉 你在做什么梦 方熙宁不屑地说 明明是你非要缠着我 给我送东西送钱 怪的了谁 你看看他那副嘴脸 经纪人淘安冷笑道 你给他的钱 还不如拿去喂狗 秦征点了点头 可不是喂了狗 你们给我等着 方熙宁恨恨地瞪了眼秦征 怒气冲冲地转身离开 你现在能看清他的真面目就好 以后也不会被骗了 陶安欣慰地说 但脸上还是带着几分担忧的神色 不知道警察什么时候能破案 网友们还是认定 你是杀人凶手 很快了 秦征倒是淡定 他已经算到警察很快会破案 第二章 最好离江遥远一点 陶安翻看着手机 方熙宁吃软饭的新闻 已经上了热搜 这事倒是挽回了一些秦征的名声 而秦征环顾着四周 还是有点没习惯现代的这些环境 咕噜咕噜 他的肚子不合时宜地叫了起来 陶安 秦征伸手抓了抓头发 这才想起 自己现在是肉体繁胎 需要吃东西 我们晚饭吃什么 我给你做顿好吃的 你家有没有菜 秦征这个恋爱脑 终于认清现实 倒是让陶安心情不错 准备奖励他一顿大餐 应该有 秦征带着陶安回家 冰箱里果然有不少食材 可以吃了 看到陶安端上来的菜肴 秦征的眼眸就是一亮 其实他已经很久 没吃过人间的食物了 闭谷后就不需要进食 但是陶安做的菜 闻着也太香了吧 而且都是秦征没见过的菜 咖喱牛肉 芝士焗土豆 奥尔良鸡腿披萨 陶安给他撕了一块披萨 这些应该够你吃了吧 嗯 陶安在吃饭的时候 顺带又看了一下网上的评论 真不要脸 陶安愤愤地咬了口披萨 张口闭口说 你是杀人犯 警察都没说 你是凶手 再这么下去 这些负面新闻 对你的工作也会有影响 前段时间 我给你报名了 巅峰挑战 希望他们不会因为这件事 把你刷下来 这期还有当红顶流江摇 看点爆满 咱们进去混个眼熟也好啊 哥 对了 你被上个公司坑了 还欠着两千万的违约金吧 现在还了多少了 摆脱方欣宁那个渣男之后 你可得把心思放在工作上 好好赚钱还债 要是运气好的话 说不定还能报复呢 哥 好 听到秦征的打嗝声 陶安这才从手机一开视线 他一看桌子 顿时傻眼 这些菜快要被秦征吃完了 他才连忙抓起筷子干饭 吃完饭之后 陶安就先回去了 一日清晨 秦征是被恶醒的 正要下楼去找点吃的 然后就接到了陶安的电话 郑郑 今天记得来公司啊 上次帮你报名的那个野外求生综艺选上了 我们要和节目组谈一下合作细节 昨天陶安说过这个节目 秦征没想起细节 就记得挺火的 给的钱挺多 知道了 陶安先去了公司等他 不过等到中午 还是没见秦征过来 他从会议室走出来 准备开车去秦征家看看 刚到楼梯附近 他就看到了秦征 秦征拉着一个男人的手 神神叨叨地说 兄弟 你浑身都是死气 看上去命不久矣 不仅如此 命格缺失 红有恶鬼缠身的风险 陶安看清那个男人的容貌 顿时倒吸一口凉气 只见那人五官精致 宛如上帝的完美造物 肌肤比女生还要白几分 他低头看向秦征的时候 狭长的桃花眸泛着冷力 眼角有一颗鲜红的肋质 让那张俊美的容颜 多了些妖野的感觉 江瑶 这位可是个不好惹的主 陶安连忙冲过来 一把将秦征从江瑶身边拉开 江少 不好意思啊 秦征他 他就是和你开个玩笑 说完这番话 陶安拉着秦征 就躲进了不远处的休息室 江瑶站在原地 望着秦征拉过的那只手 玩味地眯起了眼眸 他怎么会知道 命不久矣 命格缺失 哼 这就是他们对他做的事吗 墨黑的碎发微微垂下 遮住了眼中的冷色 烟红的唇 扯了一抹讽刺的弧度 冷白修长的手指 抵着唇 压住了喉间涌上的血腥味 俊美妖野的脸上 多了些病态的苍白 休息室里面 秦征 你不要命了呀 对江瑶说那种话 他的粉丝 可比方熙宁的疯狂多了 要是让他的粉丝听见 你等着被套麻袋打死吧 而且 江瑶还是江家的小少爷 你这样诅咒他 江家人也饶不了你 陶安的语气满是后怕 江瑶这个人 性格阴晴不定 牙子必爆 你最好离他远一点 以后上了那个 巅峰挑战的节目 你也要和他保持距离 有江瑶在这个节目 节目的热度肯定会很高 但咱们不能去招惹他 默默地蹭个节目的热度就可以了 他看上去快不行了 所以我帮他缓解了一下不适 情争淡淡地解释一句 至于拉江瑶的手 那是因为他发现 他可以吸取江瑶身上的死气 这种死气 还能转化成他体内的能量 情争低头看向自己的双手 只见指尖闪现的金光 比之前浓郁了不少 真好用啊 他感慨了一句 还想问那个男人 要点死气 要是有江瑶身上的死气加持 他就能尽快飞升回到仙界 可不能让他的同僚们发现 他修炼出岔子挂了 多丢脸啊 看在死气的份上 他可以帮那个男人 解决命格缺失的事情 反正你以后离他远点 陶安见他心不在焉 又提醒了一遍 巅峰挑战的工作人员 给陶安打了电话 陶安这才带着秦征 过去签合同 除了酬劳和保密合同之外 秦征还要签一份 人身安全协议 他在节目中出现意外 节目组需要尽力 对他采取救治 要是救治不成功 导致身亡 节目组不负责任 这个安全协议有没有问题 节目组有专业的医疗团队 和救援团队 一般也不会出现什么大事 往期的节目中 也没发生什么人员伤亡 制片人对秦征说道 没什么问题 秦征倒是不觉得自己会出事 他反而盯着制片人看了许久 这家伙是个短命像啊 他张了张纯 本想说点什么 但是感觉自己说了 可能会失去这份工作 这个节目给的酬金 还是蛮多的 参加一期有三百万呢 这点钱对于大明星不算什么 但对于秦征这种 十八线小狐咖 却很不错 毕竟他还欠着 上千万的违约金 如果表现出色 以个人的能力让节目出圈 还有额外的奖金 我们的节目是以直播的形式 来展现明星的真实面目 所以 沙青燕那天就能知道自己 能不能拿奖金 最高能拿到一千万的奖金 制片人又解释了一句 秦征当时眼眸一亮 要是能拿到奖金 他就可以尽快把违约金还完 第三章 公开澄清道歉 签完合同之后 秦征就能回家了 淘安还有其他的事情 所以秦征是打车回家 坐在出租车上 他翻看了下微博 只见方西宁吃软饭的热搜没了 热搜话题里面出现了一个新的名字 留下证明 秦征诬陷 留下方西宁交往 秦征上赶着当小三 留下V 秦征截图里面的微信 确实不是西宁 我和西宁已经交往三个月 他不可能背着我说别的女人的东西 更何况 我从来没在西宁家里 看到过秦征买的那些东西 我和西宁交往的时候 秦征就造假我和别人的暧昧聊天记录 想要破坏我们感情 如今也能造假转账记录 故意诬陷 西宁他连杀人的事情都干得出来 还有什么事干不出来 留下女神说的对 秦征可是个杀人犯 他什么事情做不出来 哇去 秦征知道你们在交往 还要缠着方西宁 他是上赶着当小三 我真是服了 娱乐圈怎么有这样的人 能不能赶紧把他抓起来 add地督警察 秦征 看到这些内容的秦征 头上就冒出三个问号 你们有事吗 造谣全靠一张嘴 园主根本不知道 柳下和方西宁交往 肯定是方西宁这个花心渣男 脚踏好几条船 吊着园主的同时 又勾搭上了柳下 除了柳下和园主 秦征看面相 看出他还有其他烂桃花 而且还招惹了邪碎 身上有桃花煞的气息 秦征思考片刻 又发了一条微博 秦征V 帮着花心渣男说谎 有意思吗 add柳下 说不定你 只是他鱼塘的一条鱼 自以为是真爱 其实啥也不是 柳下V 我看你是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 不就是 想破坏我和西宁的感情 秦征V 哦 祝你们永远所死吧 瞧瞧某人的酸黄瓜样 到现在还想造谣呢 柳下女神和我家哥哥绝配 自然会所死 不需要你操心 我家哥哥从初到开始 就洁身自好 要不是你这种小人 甜不知耻地纠缠他 他都不可能有花边绯闻 秦征没有理会网上的谩骂 他闭着眼睛 回想方西宁的面相 掐指算了算 咦 桃花煞好像有动静了 秦征打车 来到了方西宁的住处 柳下并没有和他住在一个公寓 但是秦征解开密码所进去的时候 却听到了一阵少儿不移的声音 娇媚的声音从卧室传来 由女人咯咯咯的笑声传出来 秦征走进卧室 就见地上扔着他们的衣服 除了方西宁的衣服之后 只剩下了一件鲜红的戏服 秦征的视线下 戏服上面覆盖着一层浓郁诡异的黑色音器 女人的咯咯咯笑声 顿时变得阴森无比 好夫君 你可得永远陪着我 方西宁只见身上缠着她的胶软女人 眼里突然闪现诡异的红光 放在她肩上的双手指尖 变得鲜红锋利 女人的身体变得半透明 她通过女人的身体 还能看到床边的橱柜 你 你是什么东西 方西宁想要推开她 但是根本碰不到她 哥哥哥 我是你娘子啊 还能是什么东西 不 你是鬼 鬼啊呀 方西宁爆发出一阵凄厉的惨叫 极力想要挣扎 可惜没什么用 女鬼将手按在她的头上 畅快地吸取她体内的阳气 方西宁的容颜 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衰老 脸上长满了皱纹 头发变得花白 等她快被吸干的时候 秦征这才慢吞吞地出手 金色的灵力打在了女鬼身上 导致女鬼从方西宁身上掉了下来 她又凭空画了一道符 打向女鬼 将她束缚在金色的符咒里面 秦征 你怎么在这里 方西宁愣愣地看着她 反应过来后 她从床的另一侧滚下来 离那只女鬼远了点 我的手 还有我的脸 怎么回事 滚下来的时候 方西宁终于注意到了 自己身上的变化 她的皮肤都变得奇皱无比 像个糟老头子 你被吸干了阳气 阳寿将近 自然呈现一副老像 不 我还不想死 秦征 秦征你救救我 方西宁痛哭着爬向秦征 想要抱住她的大腿 但是被秦征踢开了 救你可以 秦征低头逆着她 公开向我道歉 并澄清所有事情 除此之外 还得支付给我八百万的 救命手续费 八百万 这是我的所有积蓄 你这是狮子大开口 方西宁往后退了一步 舍不得钱 那你可以永远顶着这个样子 说不定她还会来吸你 秦征指了指 被困住的女鬼 方西宁心里一颤 只能咬牙道 行 我给 先公开道歉和澄清 秦征踹了她一脚 她颤颤巍巍地爬过去 捡起自己的手机 方西宁V 我对不起大家 之前一直撒谎骗了你们 那些礼物 确实是秦征买的 我也都收下了 还借了她不少钱 不过这些东西和钱 我都会还给她 我在这里 公开向秦征道歉 柳下V 你疯了 哈 哥哥 你是不是被盗号了 柳下刚帮你解释完 结果你就自爆了 这让柳下怎么做人 柳下 我真的是拴Q 居然被猪队友卖了 方西宁V 没有被盗号 确实是我欺骗你们 我对不起你们 也对不起秦征 希望大家可以原谅我 这样可以吗 方西宁抬头看向秦征 还有你和柳下 我 同时交往的事情 方西宁娜娜的说 承认这个的话 我的事业就毁了 粉丝们会集体脱粉 看在我们以往的情分上 你能不能给我留一条活路啊 我可以 现在就让你去见阎王 秦征瞥了眼桃花煞女鬼 方西宁脸色一白 他不敢讨价还价 只能继续发微博解释 脚踏两条船的事情 方西宁V 另外 秦征没有故意插足我和柳下的感情 是我想和他保持暧昧 贪图他 给我带来的好处 我只是犯了一个 男人都会犯的错误 请大家原谅 方西宁想了想 最后还是加了这么一句 希望自己还能救第四章 江瑶不可能理你 不过 方西宁把那条微博发出去之后 最后的那句话 却成了引入网友的爆发点 简直把大家给恶心的不要不要的 柳下看到方西宁发的这些微博 脸都绿了 脸色和吃了一只苍蝇一样难看 他好心好意地帮方西宁解释 结果现在 他成了那个小丑 方西宁那边 根本没心思管网上对他的谩骂 他看到镜子里的糟老头子 心态就崩溃了 他可是靠脸吃饭的爱豆啊 要是一直这样 他活着还不如死了 方西宁差点跪下 求秦征帮他复原 现在也不在乎钱了 爽快地给秦征赚了八百万 并且把之前欠的钱都还了 收到钱之后 秦征才用灵力帮他还原容貌 方西宁自报之后 网上还是有不少人 不肯相信事情真相 而且 秦征的杀人犯形象 让网友们直接脑补了一步 他用特殊手段 威胁强迫方西宁 发出这些微博的影像 确实是强迫方西宁发的 但发的都是真相 直到晚上 大导演杜洪泉被抓的消息 冲上热搜 洛师自杀有黑幕 名导演竟是幕后黑手 帝都警方简直是在网上闹得比较大 就用官方号公布了案件结果 洛师委身杜洪泉 但是没有拿到自己想要的资源 导致双方发生争执 杜洪泉失去理智 把洛师推下了高楼 而两人的关系一直保密 杜洪泉还是偷偷来公司找洛师 事后处理干净痕迹 导致警察没注意到他 一日清晨 秦征起床的时候 他就看到微博私信 有不少路人网友发来的道歉 但还是有不少方西宁的脑残粉丝来骂他 他没有理会 不值得搭理他们 过几天要上巅峰挑战 这次的求生地点 是没人居住的深山树林 陶安让秦征 先准备一点户外求生的东西带过去 比如食物和水 户外穿的衣服 用的工具等等 依照节目组的套路 很有可能开局 只给一个打火机 秦征打车出门买东西 他打算先去买点制作俘虏的符纸和朱纱 还有一些可以配合施法的玄学道具 他坐在出租车上面 无聊地望着窗外 有一辆低调奢华的麦巴赫 从旁边开过 他看到了后座的男人 江瑶戴着黑色口罩和鸭舌帽 全副武装遮盖了容貌 但秦征还是通过车身上浓郁的灰色死器 认出了他的身份 灰色的死器中 一条新红的东西一闪而过 缠上了江瑶的脖子 还不等秦征看清那是什么鬼物 那辆麦巴赫就急迟而过 远离了出租车附近 叮咚叮咚 手机响起好几道消息 签完合同之后 巅峰挑战的制片人 把他拉进了嘉宾群聊 秦征本想问问陶安 知不知道江瑶的联系方式 结果就在群里看到了江瑶 制片人 这是江瑶 Eddie江瑶 他是我们这期节目的特邀嘉宾 听说江瑶的野外生存能力也很强哦 到时候肯定看见满满 柳夏 真的吗 江鼎流真是全能啊 长子川 长得帅 有才华 连野外求存都会 简直让其他男人没活路 肖辰宇 一群马屁鲸 小爷单手吊打江瑶 江瑶没理会肖辰宇 其他人也不敢发话 肖辰宇是个知名的摇滚歌手 也是年少出名 家里贼 有钱那一挂的 而且他本来就和江瑶认识 所以能这样开玩笑 其他人可不敢这么对江瑶说话 群辽瞬间陷入了寂静 秦征偷摸摸地给江瑶发了好友验证 但是他一直没通过 然后 秦征就在群里 Ed了一下江瑶 秦征 帅哥 等到你缠绵病榻 骨瘦如柴 只剩下最后一口气 每晚 还要受到恶鬼骚扰 你肯定会后悔 今天没点开我的头像 给我发一句美女灾吗 Ed江瑶 制片人 柳夏 秦征你脑子没事吧 难道你觉得江瑶会理你 笑死了 长子川 不会是被方西宁伤狠了 以为自己能入江顶流的眼 建议你拿个镜子 看看自己是什么货色 萧陈宇 那狗东西连我都不理 小姐姐 你勾搭他干啥 很无趣的啦 群里面果然没什么动静 江瑶也没有理会秦征 柳夏看着秦征发的那段话 眼里不由带了几分嘲讽 转念想到 秦征也会参加这个节目 他拿着手机的手微微收紧 目光略显狠辣 虽然他现在和方西宁分手了 但秦征却让他成了全网的笑话 这次的真人秀宗义 他绝对不会让秦征好过 江瑶没在群里回复秦征 但是通过了他的好友申请 江瑶 在吗 秦征 不在 江瑶 秦征 你没叫我美女 江瑶 呵呵 秦征 走 刚才在车上是不是睡着了 有没有梦到什么东西 比如 有个长舌头的鬼 缠住了你的脖子 江瑶望着秦征发过来的内容 眼眸微暗 他不由伸手摸了摸自己的颈帛 俊美苍白的脸上 带着一丝不正常的飞红之色 因为刚才喘不过气 呼吸过重所导致 转眸看了看四周 车上只有他和司机 并没有什么异样 可是刚才在睡梦中 他确实梦到了一个 青年獠牙的奇怪东西 吐着舌头 想要用长舌头 把他给馋死 江瑶 你怎么知道 秦征 你的车路过 我看见了呀 秦征 他现在还在你的车里 我和他打了个招呼 秦征 嘻嘻 江瑶 麦巴赫遇到了红灯停下 秦征的出租车 正好赶了上来 他看到车里的江瑶 注意到了自己 就笑着朝他招了招手 还伸手指了下他的旁边 那个长舌头的恶鬼 正坐在那里 江瑶转头看了下 这次倒是看到了 一道半透明的鬼影 狭长的桃花眸 闪过一丝阴冷 他一把扯住恶鬼甩过来的长舌头 身上浓郁的死气 渐渐地转变成了恐怖的煞气 恶鬼惊恐地盯着他 张牙舞爪地想要逃跑 江瑶身上的那骨子煞气 让他感觉到一阵阵不适 靠边停 江瑶冷冷地吩咐司机 麦巴赫在路边停下 秦征也让出租车停了下来 下车朝江瑶的方向走去 第五章 方兴按许个屁 你还挺凶啊 秦征没想到江瑶看到了恶鬼 居然一点都不害怕 那只恶鬼烧成灰烬 上次那个桃花煞 也被秦征这样烧死了 处理掉这种作恶多端的恶鬼 还能增长他的功德 江瑶从车里出来 站在他的身边 你会抓鬼驱邪 随着他的靠近 他身上的死气 也包围了秦征 秦征从他身周 吸取了一些死气过来 早上制作 几张俘虏所耗费的能量 当时全数都补充了回来 比他独自修炼有效多了 对啊 秦征反应过来之后 才笑眯眯地对他说 不仅会抓鬼驱邪 还会看向算命 你的身体从十岁开始就出问题 之后汤要不断 有人断言说 你活不过二十五岁 眼下已经是二十四岁 马上就要到大县之日 江瑶看着他的视线 带了几分深意 他身上的这些事 可是江家的禁忌 外人都不得而知 秦征却知道这么详细 难道真是靠算命算出来的 刚开始他以为秦征 只会点皮毛 所以能看出他身上的异样 可是现在这番话 却让他知道 他有几分本事 你的身体出问题 是因为命格缺失 我可以帮你 但是有个条件 什么 我需要你身上的死气 江瑶身上的死气很古怪 还交织着极其强大的气韵 只是死气过重 又缺失命格 导致那股强大气韵被压制 减少你身上的死气 还可以延长你的寿命 我们有更多的时间 去找回你缺失的那个关键命格 秦征拍了拍他的肩膀 这可是双赢啊兄弟 江瑶皱了下眉心 看着他按在自己肩膀上的手 众所周知 江鼎流有严重洁癖 别人都不能碰他身上的任何地方 特别是沾染着胭脂素粉的女人 可是秦征两次碰到他 他都没有想把他掀出去的冲动 微寒的秋风吹过来 鼻尖似有他淡淡的幽香 江瑶神色一正 还是把秦征的手拿开了 我要考虑一下 他缓缓说道 可以啊 秦征欣然同意 反正他们过几天还得见面 大不了 他就偷偷蹭江瑶身上的宝贝死气 这个平安符给你 可以让你这几天不遇到脏东西 出租车还在旁边等着秦征 他给完平安符之后 就坐着出租车走了 江瑶看着他离开的方向许久 随后视线看向手里的平安符 桃花眸微微眯起 眼里带了几分思寸之色 刚回到家 秦征就接到了桃安的电话 秦征 你要死了 我都说了 让你离江瑶远一点 你还去勾搭他干什么 难不成你真的看上了江瑶 桃安暴怒的语气中 带着些心泪 有人把群里的聊天记录放到了网上 你又上热搜了 这次是被江瑶的粉丝骂上去的 我感觉给你洗白的道路 真是任重道远 热搜难得 但是秦征的名声也黑成了锅底 我没看上他啊 秦征一脸猛逼 他只是看上了江瑶身上的宝贝死气 你对他没意思 在群里发那种话干什么 你先去微博看看吧 秦征打开微博 热搜榜前一又是他的名字 秦征勾引江瑶遭剧 点开话题 里面置顶的内容是个小号 发的聊天截图 截图内容就是群里的聊天 秦征发的一连串骚话 并且Eddie江瑶的那段 自然还有柳夏等人对他的嘲讽 节目组不是有保密协议吗 对于这段内容会流出 秦征表示很不解 群里都是节目组请来的嘉宾 还有高层工作人员 大家都知道保密协议的存在 要是查到谁放出去的截图 可是要赔付违约金 直到秦征看到下面几条热搜话题 顿时明白了 江瑶参加巅峰挑战 秦征芳芳心按许 秦征参加巅峰挑战 巅峰挑战还没开播 秦征和柳夏就开思了 我草狗比节目组 故意用他的骚话来炒热度 实在没忍住 秦征还是发了个微博 秦征V 芳心按许个屁 只是想给他算个命 还真是又当又利 自己先勾引 现在又死不承认 呵呵 你会算命吗 不过是 为了引起江瑶注意的手段罢了 你这种人 我可见多了 江瑶绝对不可能理你 满嘴胡话 也不知道你这种人 为什么能被巅峰挑战 选上 我警告你 录节目的时候 离我们江仔远一点 不然老子撕了你 希望秦征死在野外求生 这样世界就安静了 秦征的这条微博 直接给他拉满了仇恨 之前向他道歉的网友 很多都是江瑶的死忠粉 又反过头狠狠地骂了他一顿 江瑶的粉丝体量 可不是方希宁能比的 他们还集结了一波 打算在巅峰挑战 开播的时候 组团去节目的弹幕刷屏 骂死秦征 这么一轮骂站下来 导致巅峰挑战 这个节目开播之前 每天都挂在热搜榜上 热度一直都没有下来过 网上粉丝叫嚣着 让节目组把秦征踢出去 不想让他和江瑶同框 结果导演 却给秦征发了几句安慰的话 还给他发了的大红包 导演简直要笑死了 免费一礼拜的热搜头条 哪个节目能做到 节目组也没想到 秦征和江瑶 能碰撞出这么激烈的话题 买热搜 可是得花不少钱 秦征那波仇恨 拉得太妙了好吗 没几天 巅峰挑战要开始直播了 节目的网上热度很高 刚开播没几分钟 就冲上了各大平台的播放第一 郑郑 我让你准备的食物和水 还有一些户外求生的工具 你都准备了吗 节目组很可能啥都不给 你可得多带一点 保姆车上 陶安看着秦征的黑色双肩包 感觉很干瘤很轻 担心他准备不充足 忍不住又问了一遍 要是带的不多 等一下我们上飞机之前去买一点 现在 他们要前往集合的地方 秦征会和另外七个队友一起 上节目组的飞机 飞机会把他们送到一处深山树林 把他们随便丢在山林里的一个地方 让他们自己找出路出来 对了 还有消炎药 感冒药什么的 也得准备一些 陶安操心的说 顺便打开了秦征的双肩包 看到里面的东西 他顿时傻眼了 第六章 野外求生带俘虏和法器 这些都是什么啊 我说的那些 你怎么都没准备 秦征的双肩包里面有一大叠 他自己画的符露 还有几件奇怪的法器 比如八卦镜 桃木匕首 罗盘等等 不需要啊 秦征淡淡的开口 反正去的是深山树林 里面都是吃的喝的 还带什么食物和水 至于药物的话 更加没有必要 山间多是一些草药 到时候摘点来使用就好了 实在不行 他还会疗伤的法术 根本不需要担心这种问题 我看过之前的节目 深山树林里面 有很多有毒的东西 你怎么敢吃啊 河水里面也有不少寄生虫 不能直接喝的 桃安顿时有些焦急 祖宗 你想的太天真了 我能分辨 而且我还有饮水符 饮水符放出来的水 可以直接喝的 不行 你这样肯定完蛋 桃安看到秦征包里的这些符露 只觉得他在搞笑 哪有去野外求生 带一堆符露和法器的呀 难道去节目上装神棍 博取眼球吗 可是再怎么样 还是小命要紧 等到了集合的地方 桃安对秦征说 你和节目组说一声 让他们晚点出发 我去帮你采买一些东西 马上就回来 还不等秦征反应过来 桃安就让保姆车司机 开车前往最近的超市 秦征 那些东西很重啊 真没必要带啊 想吃东西的话 随便逮只动物 来吃就好了呀 秦征背上双肩包 转眸环顾四周 其他人都到了 江瑶就站在不远处 身边围着不少工作人员 他穿着深黑色的冲锋衣 五官精致绝伦 眉眼冷峻 墨黑的碎发落在额间 眼眸里是一片寡淡的深色 今天的太阳很不错 照在江瑶的身上 却衬得他的肌肤特别白 整个人有一种病态 腿迷的感觉 节目的开播镜头 都在江瑶身上 弹幕全是粉丝疯狂的 导演宣布准备上飞机 工作人员才离开 秦征朝他走过来 笑眯眯地问道 你想好了吗 江瑶懒淡地抬了下眼帘 看到他眼里的期待 他的眼中带了几分玩味 你猜 秦征 江瑶扔下那两个字 转身就上了飞机 秦征紧跟着上去 迅速地站了江瑶身边的位置 小姐姐 我想坐这脸 萧陈宇站在座位旁边 挠着后脑勺说 他和江瑶本来就是好友 也是他拖着江瑶 来参加这个节目 所以刚才上来 就直奔着江瑶身边的位置 但是被秦征给迅速站了 可是我也想坐这脸 因为坐在江瑶的身边 他才能偷偷地取用他的死气 秦征私存着说 江瑶看上去身体不好 我会一点医术 如果他在飞机上不舒服 江瑶和他又不熟 他缠着江瑶干什么 让萧陈宇坐这里 人家萧陈宇是江瑶的好兄弟 你算什么东西 哎呀 烦死了 这个秦征好讨厌 能不能让他退出 这个画面被直播了出去 秦征又收获了满瓶的谩骂 不过他暂时看不到 而萧陈宇听到他这话 倒是觉得有点道理 江瑶那家伙 确实是个病秧子 从小到大就身体不好 不过秦征真会医术 这家伙不就是花瓶座精美人吗 还会这种东西 很长的看了眼秦征 转身坐到了两人后面的位置 等到所有人坐下之后 飞机起飞了 主持人走进来 开始采访参加节目的几个嘉宾 主要采访内容是想看看 他们带了什么东西 以及为这个节目准备了什么 并且预测一下自己能走到哪一步 如果过程中 有人无法承受想离开 可以用对讲机呼叫救援人员 把他们带走 但中途突然退出 需要赔偿为约金 大家基本都是信心满满 表示一定会成功走出深山树林 采访来到秦征这边 秦征 你的包里带了什么东西 当秦征把自己的背包打开 节目的弹幕顿时飘过一阵问号 X 他带的是什么鬼 这位姐是来搞笑的吗 野外求生带俘虏和法器 所以肚子饿的时候 可以靠做法来填饱肚子是吧 好无语 节目组怎么会挑这种人 谢谢 有被秀到 坐等秦征第一个喊退出 等着赴为约金吧傻子 不仅是观众不理解 节目组也感觉他们受到了侮辱 秦征就带这些东西 是对自己太自信 还是看不起他们这个野外求生 主持人心想 秦征估计是得第一个退出节目 所以开口问他 对于这次的野外求生 你有没有信心呀 你觉得你能坚持多少天 什么时候离开深山树林 就坚持到什么时候 主持人沉默了一会儿 身后传来柳下的嘲笑声 你带这些破玩意 还想坚持到离开 我看你连一天都坚持不下去 别到时候问我们要吃的喝的 那就看谁坚持久了 秦征靠在座椅上散漫地开口 哼 柳下又是一声不懈的冷嘲 虽然柳下是个女明星 但却被网友称为综艺女王 参加过很多类型的综艺 之前也参加过野外求生类型的 所以柳下这次参加节目 可谓是准备很充分 主持人采访他的时候 他的包里都是一些很实用的求生用具 和柳下对比起来 秦征就像是个白痴 我也是服了 这节目都播了这么久 秦征不能做下攻略 我赌一包辣条 柳下肯定能坚持到最后 姜瑶看着秦征包里的东西 也是诧异地挑了下眉梢 他带这些东西 第一天打算怎么过 难不成饿着 姜瑶 可以看一下你包里的东西吗 姜瑶背的是黑色的登山包 里面有换洗的衣物 还有便携式的食物和水 但是食物和水都不多 占了半个背包的是工具和武器 飞机已经起飞一段时间 陶安买了一堆物资 回来找秦征 结果现场都没人了 完了完了 不会要赔钱了吧 陶安忧心忡忡地望着天际 感觉还不如不给秦征 报名制的综艺 他连忙给秦征打了电话 好在现在电话还能打通 秦征听到他的一阵担忧抱怨 最后还是先把电话给挂了 解释不明白 还是不解释比较好 第七章 争抢队长徒手批数 大概两个小时抵达山脉 光是从上空看下去 这条山脉一望无际 根本看不到尽头在哪里 直升机降落在山林中间的 一片空地上 等到嘉宾们下去 主持人递给他们一人一个打火机 还是和之前一样的老套路 开局只给一个打火机 第一期的时候 那些节目嘉宾被打个措手不及 不过那时候的求生环境 只是物资匮乏的野外 并不是危险重重的深山树林 后来参加节目的嘉宾 或多或少都会自己准备一些东西 而节目组选择的求生环境 也越来越恶劣 主持人开口对他们说道 我这里还有一张山林的地图 你们可以根据地图找到位置 然后规划路线离开 不过地图只有一张 只能给一个人 你们可以选出一名队长 我把地图交给他 让他带领你们离开 日后的行动中 队长也可以起到引领的作用 现场总共有八个嘉宾 四个男的 四个女的 除了江瑶 萧晨宇 秦征和柳夏这四个明星之外 还有四个素人嘉宾 分别是医生 地质学家 户外求生博主 以及野生动植物研究学家 听到主持人的话 众人面面相觑 不知道该选谁当队长 江瑶认为一瓶矿泉水 和一包压缩饼干给秦征 要是不行的话 早点求救 免得死在里面 江瑶腻了他一眼 你签过安全协议吧 如果你没有提出退出 因为意外死亡 节目组不负责任 秦征 他这事又被看不起了 真是忍者听了都忍不了 作为仙界战斗力最强的女仙 仙帝都得给他几分面子 上辈子 他去山脉历练 都是小辈们抱大腿的存在好吗 不远处 刘夏开口说道 我可以当队长 之前我参加过野外求生的综艺 和当时的队长一起苟到了结束 参加这个节目之前 我还查了不少关于这个山林的资料 如果我拿到地图 肯定会规划好路线 尽快带大家离开 我觉得柳夏不错爱 毕竟他有经验 可是他是女生 我觉得还是那个户外求生博主 当队长比较好 反正不是秦征当队长就行 其他人都挺靠谱的 等等 秦征在柳夏后面干什么 他这个姿势 是想徒手批树吗 笑死了 这树干一个人都抱不过来 用电锯剧断都费力吧 希望秦征能把手劈骨折 然后退出这个节目 砰的一声 柳夏刚说完 秦征和江瑶身边的一棵大树 硬生倒地 萧辰宇站在旁边 震惊地长大了嘴巴 那嘴巴像是能吞下一个鹅蛋 卧槽 刚才秦征是徒手把树劈裂了吗 他没看错吧 秦征一脚踩着树干 冷冷地看着柳夏 我要当队长 凭什么 你又不会野外求生 我能徒手批树 就能保证大家的安全 你能吗 其他人瞬间陷入了沉默 包括节目主持人 也是一脸呆滞地 望着那棵倒地的大树 救命 这节目是不是搞特效了 卧槽卧槽 我是不是瞎了 真有人能徒手批树 假的 肯定是假的 节目组故意做的效果 节目直播中 又是满屏的问号 大家都不相信 秦征能徒手批树 正常人都不可能做得好吗 肯定是节目组 先剧断了树木 让秦征来搞笑的 柳下脸色难看的 询问主持人不是 我们没有啊 主持人一脸茫然 他们做什么了 他们什么都没做啊 所以 秦征到底是怎么做到 徒手批树的 至于江瑶 他望着地上的那棵大树 表情有裂开的趋势 秦征批断之前 他还在这棵树上靠过 这棵树根本没什么问题 也不存在节目组 先砍断做效果的情况 如果选我当队长 我可以保证你们所有人 能安全无损地 离开深山树林 秦征又说道 他刚说完 柳下讥讽地反驳 第二天就求救离开吗 半途而废 也算安全无损地离开 你别在这里说大话 我指的是 带领所有人 走出深山树林 秦征瞥了他一眼 如果所有人都能成功离开 大家都会分到一笔丰厚的奖金 至于秦征这个队长 表现如此出众 自然能拿到最高额的那个奖金 那我也能保证 柳下见有人动摇 连忙说道 而且我有经验 秦征完全没有参加过这类节目 他什么都不懂 你们别信他呀 地图这么重要的东西 交到他手里 就是把命交给了他 万一中途出现意外 后悔都来不及 我不同意柳下当队长 江瑶突然开口 俊脸上是一片冷漠之色 他上次参加的野外求生节目 根本没什么难度 这次的山脉 充满了未知的危险 我不认为他能够应付 江瑶 你 你怎么 江瑶突然问他 天快黑了 你觉得 我们今晚在哪里过夜 比较安全 这里就很不错 柳下看了眼附近的空地 空地很适合扎帐 我们第一天见面 大家都不认识 也可以先互相认识一下 不能在这里扎营 秦征出声反驳 你懂什么 柳下不耐烦地看向他 不在这里扎营 还能去哪里 要是天黑之后 我们被困在树林里面 很有可能遇到野兽 这里的树边长满了血红色的小花 这种是血蛇跟草 不仅本身含有剧毒 晚上还会散发一种 吸引蛇类的香味 除非能找到蛇类厌恶的植物 放在营地的旁边 要不然 我们在这里扎营 晚上很有可能被毒蛇咬伤 秦征指了指他刚才批倒的那棵树旁边 附近有一大片的血红色小花 队伍里面正好有野生动植物学家 是个女孩子 叫做宋妙妙 她顺着秦征手指的方向看过去 确实是血蛇跟草 有些蛇还喜欢在血蛇跟草的附近住学 说不定附近就有蛇类的洞穴 哇 秦征是怎么认出来的 好神奇啊 对啊 秦征怎么会知道 这是开外挂了吧 她包里有个深山树林动植物科普书 看书知道的 肯定是狗屎运 正好让她在书上看到了这个血蛇跟草 第八章 只要没有道德 就不会被绑架 秦征的包里 确实有个动植物科普书 前几天买的 她翻阅了一遍 基本就记住了 里面的所有动植物修为没了 神识还在 秦征的记忆自然比普通人强大 江瑶没想到 秦征也能认出来 诧异地看了她一眼 你知不知道 那个是什么 江瑶又指了一个植物 询问秦征 毕麻 也有毒 江瑶微微点头 我觉得秦征当队长比较合适 我也投秦征一票 宋妙妙跟着说道 刚才她看到了秦征徒手批树 现在又发现 她能认识这些有毒的植物 说明她不仅有强大的力量 对深山树林 还有一定的了解 这样的队长 肯定比柳夏靠谱 肖辰宇看了看江瑶 又看了看宋妙妙 既然你们都选秦征 那我也选秦征嘛 总共八个人 已经有三个人 选择让秦征当队长 主持人询问其他人的意见 只有两个人选了柳夏当队长 而唯一剩下的那位 地质学家刘七元 则是想自己当队长 谁也没选 既然秦征的票数最多 暂时就让她当队长 主持人对他们说道 我先把地图交给秦征 如果探险过程中 她的能力没法胜任队长 你们内部也可以另外协调 她走到秦征面前 把地图拿给了秦征 江瑶站在秦征的旁边 先拿过地图看了一会儿 然后还给了她 等到秦征看地图的时候 主持人已经坐着直升飞机走了 柳夏几人站在不远处 突然有哭声传来 呜呜 怎么真让她当队长 只会认几个毒草 能说明什么呀 要是秦征带着我们 往危险的地方走怎么办 呜呜 我可不想死在深山树林 柳夏没拿到地图 越想越委屈 居然哭了起来 秦征收起地图 朝柳夏走了过来 你怎么哭了 秦征看着她歪了下脑袋 还不是因为你 柳夏身边的一个女队员 瞪了眼秦征 秦征就拍了拍柳夏的肩膀 耐心地跟她说 那你说说看 你遇到什么麻烦 我这个新队长 肯定会帮你解决的 柳夏 其他人 柳夏咬牙说道 让我当队长 我不相信你 让你当队长 秦征摇了摇头 悠悠说道 那可不行 你连血蛇跟草都认不出来 这事简直鳄鱼听了 都要做噩梦 柳夏 秦征自然不可能 把队长的位置让出去 但其他人有权看地图 所以他还是把地图 递给了他们看一眼 只是没多久 柳夏还回来的时候 地图却少了一个角落 怎么破了 秦征皱了皱眉心 眼神冷了几分 刚才他们也想先看 我们就抢了起来 不小心撕破了 然后有一阵风吹过来 撕破的那一脚 掉进了血蛇跟草的草丛里面 那个草丛里面 可能有蛇窝 我们不敢去捡 柳夏扯了下唇 朝秦征解释 他的眼里 闪过一丝讽刺 既然当不成队长 他也不会让秦征 这个队长好过 柳夏可怜巴巴地 看着秦征 队长 你这么厉害 要不你去捡吧 我从小就怕蛇 不敢去那个草丛 秦征一眼就看出 他眼中的算计 冷笑道 连蛇都怕 你还敢消想队长的位置 谁给你的勇气 废物 柳夏表情一僵 垂在身侧的手 死死地捏紧 秦征这小贱人 敢骂他 希望他等一下 就被蛇给咬死 地图这么重要 队长你 还是赶快去捡回来吧 不用捡 秦征把破碎的地图 往包里一塞 没了就没了吧 我也怕蛇 不行 柳夏激动地反驳 那一脚地图 正好是出去的位置 要是不去捡回来 我们怎么离开深山树林 怕什么 我人行导航 看到秦征自信的模样 柳夏的嘴角抽了一下 其实 地图根本没有掉进 血蛇跟草丛 而是被柳夏藏了起来 他就是想引秦征过去 然后被毒蛇咬伤 哪料柳夏说破了嘴皮子 秦征就是不肯去 柳夏又说动了 其他几个和他关系 比较好的队员 过来怂恿秦征去捡地图 秦征 你是队长 你就要对地图负责 也得对我们负责 刚才你对主持人 是怎么说的 你说会带我们安全离开 现在连地图都残缺了 还怎么带我们安全离开 秦征淡淡地看了他们一眼 刚才我是在画大饼 见他们一脸呆滞 他又问道 难道你们 没被领导画过大饼吗 队长也是小领导 画大饼那是鸡操啊 柳夏 姜瑶 其他人 哈哈哈哈操 我要被秦征笑死了 救命 哈哈哈哈 当领导这事 可算是被秦征莫明白了 那什么 秦征这么不着调 真能带他们安全离开 其实我觉得 捡地图这事 有点道德绑架 既然是柳夏他们弄坏的 他们怎么不自己 去草丛里面捡啊 我也觉得 这个柳夏看上去就很心机 秦征 只要我没有道德 就不会被绑架 其他人看地图的时候 宋妙妙去附近的树林 转了一圈 过了会儿 她回来对秦征说 我找到了蛆蛇草 现在天快黑了 我们可能来不及找其他营地 可以暂时在这里扎营 好 我和你一起去 秦征和宋妙妙 把蛆蛇草摘回来 告知其他人要在这里扎营 什么吗 还不是要在这里扎营 那柳夏说的没错 为什么还让秦征当队长 秦征这个队长 一点都不合格 柳夏身边的那个女孩 吐槽说 秦征听到之后 对她说 为什么不分给我们 秦征贪了贪手 冷干的说道 刚好分完了 你让你们的柳夏队长去摘啊 我只帮我的队友摘 你 对方不满的瞪了她一眼 自己摘就自己摘 下下我们去摘吧 他们和那名户外求生博主的关系也很不错 户外求生博主也认识去蛇草 所以他们三个人一起进了树林 等到他们回来 太阳准备下山 空地上落了一片金黄的余晖 户外求生博主带了小型锅具 柳夏他们开始煮起了泡面 那种锅看上去好好使 萧陈瑜咬了口手里的压缩饼干 顿时感觉味如嚼辣 秦征手里也拿着压缩饼干 他没带吃的 这块饼干是将咬给他的 柳夏端着一碗香喷喷的泡面 故意走到秦征面前来吃 看到他手里的压缩饼干 不屑地说道 连吃的都没带 只知道蹭吃蹭喝 你这个队长就是这么当的 真不知道 你哪来的脸和我争队长 如果我是队长 我肯定 让大家都吃上热腾腾的泡面 秦征 泡面有什么好吃的 可把你牛的 第九章 不会吧 不会吧 不会还有人吃不上肉吧 他转头问身边啃饼干的萧陈瑜 你想吃泡面 萧陈瑜看了看秦征 又看了看柳夏手里的泡面 虽然他明智的没有说话 但是却浅浅地咽了一下口水 秦征又问江瑶 你也想吃泡面 我有泡面 只是没锅 哦 借一下你的刀 秦征从江瑶包里翻出一把中型砍刀 然后徒手从倒地的大树上面 掰了一根枝叉 江瑶盯着秦征看了会儿 他这是 打算抢锅 队长 你是不是想干票打的 萧陈瑜看到秦征的动作 兴奋地问他 这小子完全是看热闹 不嫌是大 江瑶凉嗖嗖地看了他一眼 萧陈瑜才倾咳一声 收敛了一下兴奋的姿态 并且把手里的木棍放下 直接抢 太野蛮了 江瑶沉映着说 有什么野蛮呢 看他们那嘚瑟样 萧陈瑜愤愤地轻横 江瑶没说话 萧长冷白的手中 把玩着两枚深黑色的飞镖 狭长冷漠的桃花眸 微微眯起 看了眼无人机摄像头的方向 秀 嘎 还不等江瑶出手 弄回某个犯罪记录仪器 见识破空的声音传来 还伴随着一种猛琴的惨叫声 地面上掉落了一只大雁 我去 秦征是自己做了个弓箭 把大雁射下来了吗 那什么 他刚才好像是闭着眼睛射的大雁 这女人怎么这么强 所以他以前都是在隐藏实力 我觉得这射击水平比职业选手还强啊 而且 他做弓箭的手法好熟练 看上去经常做这种武器一样 节目直播 正好完整记录了 秦征做弓箭和射大雁的全过程 秦征过去把大雁捡了起来 这才看向江瑶和萧陈宇 你们刚才说什么 江瑶 萧陈宇 附近树林里有小溪流 秦征拎着大雁去处理了一下 等到他回来的时候 手里又多了一只野兔 哪来的兔子 河边捡的 我看他有点中暑了 就把他带了回来 放下处理好的野兔 秦征从衣服里面掏出一个用塑料袋 包着的处理好的豚鼠 然后开始架火烧烤 萧陈宇一脸呆滞 这又是啥 豚鼠啊 你 你抓的 这才离开没几分钟啊 怎么又抓了这么多东西 他自己撞我腿上 然后晕了 我信你个鬼 有的人还在问东问西 有的人已经非常自觉地 帮秦征串野位 架火堆了 萧陈宇看到江瑶的动作 表情和见鬼了一样 这位还会帮人做这种事情 他见江瑶在帮忙 也连忙过去帮着烧烤 队长 能不能给我吃点 萧陈宇眼巴巴地问 能啊 就是给你们吃的 不然他抓那么多干什么 秦征盯着江瑶那双冷白如玉的双手 慢条丝里地翻转着手里的野味 越翻转 散出来的味道越香 他又看了眼江瑶那张俊眉冷漠的脸蛋 肌肤比正常人苍白几分 姿态漫不经心 看上去带着几分病气又金贵的感觉 他想到还会烤野味 还烤得这么香 其实江瑶也想过抓野味这件事 他的包里还带了不少烧烤调料 这些野味烤好之后 自然粉一洒 隔壁小孩都得馋哭 可以吃了 江瑶把先烤好的野兔递给了秦征 秦征发现萧陈宇目不转睛地盯着自己 就给他撕了一个兔腿 萧陈宇这家伙就特别浅 他拎着烤兔腿 走到了柳下那几个人的身边 一边吃 一边见兮兮地说 不会吧 不会吧 不会还有人吃不上肉吧 泡面那种素食产品少吃点 对身体不好 随着萧陈宇走过来 烧烤的香味越发的明显 柳下等人就感觉泡面吃了个寂寞 肚子又开始饿了 你能不能别在这里吃 柳下忍无可忍 对萧陈宇说道 萧陈宇偏步 就要在他们旁边啃兔腿 秦征也走了过来 还搬了个小木墩 坐在他们旁边吃 豚鼠也好吃 肉质特别嫩 肥而不腻 给我尝尝 大雁的肉更有劲道 翅膀比鸡翅好吃一百倍 还有一个翅膀 给我吃给我吃 没了 给姜瑶了 我真的会伤心 秦征分了个兔头给萧陈宇 他又喜滋滋的 开始啃兔头 柳下的鹅脚秃了秃 你们两个能不能死圆点 这地方是你家的 谁规定的 我们不能坐在这里吃东西 秦征淡淡的开口 他起身给宋妙妙和刘七元 分了一点烧口 然后坐回来继续吃 其他人都有的吃 就柳下和他身边的两个人没有 夏夏 别理他 晚点我给你抓 那位户外求生博主长子川 明显对柳下有好感 他见柳下如此生气 体贴地安慰他 吃完晚饭之后 众人开始搭帐篷 另外 晚上需要有人守夜 地质学家刘七元表示 今晚他可以守夜 秦征连帐篷都没有带 他嫌那晚一麻烦 所以直接躺在那棵倒地的大树上 眼睛上面盖了一片叶子遮月光 队长 晚上你就睡在这里啊 萧陈宇好奇地问他 嗯 秦征鼻音轻浅地应了一声 那晚上下雨怎么办 今晚不会下雨 万一下雨了呢 之前 我看天气预报 最近有雨的 我说不会就不会 为什么 因为我和雨神打过招呼了 秦征拿掉叶子 拧眉盯着繁星点点的星空 这个世界是仙界的下属繁界之一 会受到仙界神仙们的管束 只是秦征目前修为不够 没办法沟通仙界的神仙 他观天象所知 今晚不会下雨 要是下雨了 那肯定是雨神风波发神经 秦征眯了眯眼眸 盖上叶子继续睡觉 如果有神仙不听话 揍一顿就好了 队长 如果下雨了 你就来我的帐篷躲一躲吧 萧陈宇没把秦征的话放在心上 对他说道 孤男寡女共处一室 不合适 秦征拒绝了 他对住帐篷没什么兴趣 空地的另一边 长子川低声对柳下说 我发现了一窝蛇蛋 我们可以把蛇蛋放在秦征旁边 到时候 蛇妈妈肯定会以为 秦征偷走了蛇蛋 柳下看了眼秦征的方向 眼里带了几分狠毒 可是他摘了驱蛇草 蛇类是厌恶驱蛇草的味道 但是蛇蛋对蛇妈妈很重要 要是有人偷了 蛇妈妈肯定会 不管不顾的发起攻击 柳下这才点了点头 他好像睡着了 等下你偷偷放过去 第十章 秦征还会算命 过了半个小时 首夜的刘七元去小捡 长子川从帐篷出来 捡了几颗蛇蛋 放到了秦征躺着的树边 因为担心秦征发现 他的动作比较仓促 还导致蛇蛋碎了两颗 长子川离开之后 秦征眼睛上的叶片动了动 夜色越来越深 云层挡住了月亮空地上 陷入一片漆黑 嘶嘶 嘶 旁边的草丛 传来了嘻嘻嘻嘻的声音 云层一开 月光又照了下来 青绿色的蛇 出现在倒地的树边 他看到地上碎裂的蛇蛋 土性子的动作更加快速 整个舌头竖了起来 凶残地盯着躺着的秦征 他张开獠牙 正要朝秦征的脖子咬去 拿料秦征迅速出手 一把捏住了蛇的七寸 而他脸上的叶片 都没拿下来 随后潇洒地往柳下的帐篷扔了过去 正好砸进帐篷的天窗 那条青绿色的蛇掉进了柳下的帐篷 几分钟之后 营地响起柳下的惊恐尖叫 哎呀 有蛇 有毒蛇 救命啊 乌云退散 月光乍亮 秦征从柳下的帐篷收回视线 突然发现江瑶的帐篷外有点异样 他的神情略显凝重 起身钻进了江瑶的帐篷里 江瑶睁开眼眸 桃花眸中闪过一丝危险之色 正要出手 鼻尖却闻到了一股熟悉的清幽淡香 他猛地将它按回地上 秦征捂住他的唇 低声说 别动 有东西盯上你了 听到他的声音 江瑶的身体渐渐地放松下来 他看着他 疑惑地眨了眨眼眸 秦征思寸地说 我能不能和你一起睡 他刚才路过发现 江瑶的帐篷外面 有个冒着鬼气的血手印 江瑶 秦征松开了捂着江瑶的手 躺在了他的身边 帐篷里面的光线很暗 江瑶只能看清他的轮廓 身边那边清幽的味道越发清晰 莫名让他的心里有一丝的不平静 他轻声问 什么东西 不知道 秦征只看到了血手印 没看到那个东西 所以他也不确定是什么东西 听到他随意的语气 江瑶莫名觉得他在敷衍自己 他沉默片刻 唇角精密 秦征躺下之后 深周就被江瑶的死气包围了 让他觉得很舒服 整个人克制不住的 想要往他身边贴近一点 好在他还是克制住了 第二天清晨 江瑶醒来的时候 秦征像的八爪鱼一样缠在他身上 他的眼眸微暗 用力将秦征扒拉开 结果刚拉开没多久 他又贴过来抱住了他 江瑶任命地躺在地上 瞪着帐篷的顶部陷入了沉思 昨天秦征说 有不干净的东西盯上他了 可是昨晚却没有发生什么意外 除了柳下尖叫说 有蛇跑进了他的帐篷 难道秦征是乱说的 江瑶鹅脚秃了秦征 还想伸手把秦征拉开 这么一拉扯 秦征反而抱得越紧 秦征那力气能把大树劈断 岂是江瑶能拉开的 直到秦征醒了 看到江瑶略显阴沉的俊脸 他才连忙放开 他一本正经地对他说 我怕我一不留神 你就被恶鬼拖走了 所以才会抱着你 呵呵 江瑶扔下这两个字 起身离开了帐篷 出来的时候 白皙的耳间红红的节目直播中的观众 正在八卦江瑶的耳朵怎么这么红 然后就看到秦征从江瑶的帐篷出来 弹幕顿时刷满了屏幕 他俩怎么睡一个帐篷 哎呀 秦征是不是非离我们家江瑶 我的刀呢 我要杀了秦征 哎呀 秦征你居然敢骚扰我男神 江瑶去小溪边洗了把脸 秦征拉着他 回来看帐篷上的血手印 我没骗你 昨晚真有脏东西 刚说完 却发现帐篷上什么都没有 血手印消失了 江瑶的脸色也更凝沉了 啊 秦征与玩味的看着他们 队长 你不会喜欢江瑶吧 昨天我让你来我的帐篷 你还说孤男寡共处一事不合适 不是 秦征的嘴角抽了一下 他的帐篷上有个血手印 我和他住一起 是为了保护他的安危 顺便偷偷吸取一点死气 什么血手印 有鬼 秦征与倒吸一口气 咱们在荒郊野外呢 你别说鬼故事 怪吓人的 这世上哪有鬼啊 估计是你看错了 我不仅能看到鬼 还会算卦 要不要我给你算一卦 秦征盯着肖辰宇 神色有点凝重 哈 你还会算卦 肖辰宇以为他在开玩笑 你最近有水货 不要靠近有活水的地方 嗯 肖辰宇神色怪异 如果靠近活水 会怎么样 会有性命之忧 哈哈哈哈 我没听错吧 秦征还会算命 这女人绝对是爱搞笑的 还什么水货 满口胡话 要是靠近活水 是指游泳的话 确实会有点危险 但是小朋友都知道 在水里游泳 可能会淹死 秦征在说什么屁话 节目弹幕 一阵嘲讽秦征 莫名觉得 他神神叨叨的 像个江湖骗子 秦征 柳下的声音突然传来 昨晚 是不是你把蛇 扔进我的帐篷 我差点被蛇咬了 秦征转头看向他 一脸无辜 你说什么 哪来的蛇 这个 柳下踹了一下地上的死蛇 昨晚这条蛇 突然掉进他的帐篷里面 吓得他到处乱窜 好在长子川帮他把蛇抓住 他才没有被咬到 你有证据吗 没证据就别乱说 秦征还没说话 萧陈宇不满地开口 就是了 秦征玩味地看着他 你看见我扔了 还是怎么样 柳下脸色一僵 没有说话 昨天让长子川 去扔蛇淡影蛇 他们故意挑了一个 乌云遮挡月光的时间 这样节目组的摄像头 也拍不到他们的罪证 可是他完全没想到 这条蛇会掉进他的帐篷 当时天色这么黑 根本没人能看见 秦征做了什么 众人休息了一晚上 精神抖擞地收拾东西 准备进入森林找出路 走了一上午 遇到了一处碧蓝的湖泊 我们休息会儿 吃点东西吧 有人提议道 其他人也表示想休息 哇 这里的谁好轻车啊 萧承宇兴奋地朝湖边跑去 但是被秦征拉了回来 你忘了我早上说的 他挠了挠后脑勺 我就去洗个脸 应该没事吧 也不行 秦征一脸严肃 不要靠近水边 此时秦征的眼中 碧蓝清澈的湖水上方 笼罩了一层黑色的薄雾 黑色薄雾中 还有一缕缕淡淡的血色 这是从水中溢出来的鬼气 第十一章 湖里有水鬼 萧承宇 你别听他胡说八道 柳下听到两人的对话 鄙夷的看了眼秦征 神神叨叨的 怕不是脑子有问题 我们又不下去游泳 能有什么问题 萧承宇盯着湖边看了看 湖边的水很浅 应该没事吧 他还是想去洗把脸 走了一早上 身上都是汗 好难受啊 其他人先把行李 放在湖边的空地上 纷纷朝湖泊走去 难受也得忍着 秦征拉住萧承宇 要是被拖进水里 我可懒得救你 萧承宇一愣 水里有什么呀 还不等秦征回答 柳夏的尖叫声突然传来 啊 救命 拉我一下 救救我 只见柳夏歪倒在湖边的潜水滩 清澈的湖水 下方有一滩黑影 柳夏的腰上 缠着一圈类似水草一般的东西 把它往湖水深处拖去 吓吓 长子川就在柳夏身边 眼疾手快 一把拉住他的手 其他人看到了 也连忙过来帮忙拉柳夏 不行啊 他的力气好大 我也要被拉下去了 秦征 你们两个站在那里干什么 过来帮忙啊 我 我不会游泳 快救救我 柳夏的大半个身体 被拽进了水里 好几个人合力都没能把他拉出水面 反而连累着其他人 被拉进湖水中 都说了不要过去 秦征翻了个白眼 这才甩出一张驱邪符 黄色的福禄飞到柳夏身边 金色的光芒突然亮起 湖底的黑影 感受到驱邪符的光芒 像是遇到了什么克星一般 慌乱地收起触手 消失在了湖水之中 腰间的拖拽力量终于消失 长子川等人 把柳夏从湖水中拽了出来 众人摊坐在地上 心有余悸地望着平静的湖面 那个 到底是什么 柳夏想到水底下的阴冷气息 浑身发抖地靠在长子川身上 脸色惨白 水鬼啊 还能是什么 勤征淡淡地开口 怎么可能 这世上哪有鬼 柳夏一脸惊魂未定 但还是忍不住反驳勤征 估计是水怪什么的 他转头看向宋妙妙 这个野外动植物研究学家 求证地问道 妙妙 你说是不是野外 应该也有这种奇怪的动物吧 宋妙妙皱着眉心 我看不出来 感觉不像是水里的动物 缠住宋妙妙的东西 看上去像是触手 可是淡水湖泊中 不可能存在这么巨型的触手类生物 而且 那个东西收回去的时候 他看到触手是很多纤细的丝线缠成的一股 看材质有点像 女人的头发 勤征剑柳夏还是不幸 也懒得搭理他 他淡定地去树边摘了几个野果 还去湖边用水洗了洗 水中的东西 却没有攻击他 怎么可能是鬼 别搞封建迷信那一头 估计就是个水怪 秦征刚才扔出去的是什么 电灯泡 怎么还会发光 感觉像是什么符咒 难道这女人真会算命抓鬼 咦 她不就是个十八线小狐咖吗 靠着和男明星炒作才火的 怎么还会有这种稀奇古怪的东西 秦征也去湖边洗东西了 水鬼怎么没攻击他 水鬼的事情不仅吓到了队员们 也让看直播的观众吓了一跳 秦征啃着野果 望着湖面远处的连绵山峰 那是他们离开这里的必经之路 想要离开 必须要翻过那几座山 可是在他的眼中 那几座山上阴云笼罩 血气漫天 湖泊上的这点阴气 好像只是那边的延伸罢了 这条山脉里面藏了不少脏东西 节目组还真是会选地方 哪是野外求生 根本就是绝境求生 普通人怎么可能是这些鬼屋的对手 恐怕都要折在里头 江瑶呢 江瑶怎么不见了 萧尘于缓过神 突然发现少了一个人 他在附近找了找 都没找到江瑶的踪迷 秦征从远处山峰收回视线 转头看向乱转的萧尘于 你说什么 江瑶不见了 我用对讲机联系他 也联系不上 秦征皱了皱眉心 想到了那家伙的吸鬼体质 不会是被鬼抓走了吧 你们在这里别乱走 我去找他 秦征思考了会儿 又往萧尘于的手里 塞了两张符录 一张驱邪符 另一张是传讯符 山里没有信号 手机根本不能用 对讲机有距离限制 秦征觉得 还是他制作的传讯符比较好用 要是遇到了危险 对着这张符 喊我的名字 萧尘于点点头 宝贝式的握着两张符 本来他和柳夏一样 觉得秦征说有鬼 是在胡说八道 可是经历刚才的那一幕 他才明白秦征根本没乱说 要是不想出事 就得听秦征的 其实秦征也不知道 江瑶去了哪里 只能在附近找找看 之前他把平安符给过江瑶 如果江瑶遇到危险 平安符被启动 他就能感觉到 秦征离开没多久 湖泊上方乌云汇聚 哗啦一声 倾盆大雨瞬间落下 刚才还开着大太阳 怎么突然下雨了 众人一阵措手不及 连忙用背包顶在头上挡雨 四处寻找可以避雨的地方 那边好像有个山洞 我们进去避一避 长子穿眼间 率先看到了 隐藏在灌木丛后面的山洞 快走 我的衣服都湿了 雨越下越大 萧尘于也没办法 继续留在原地等人 先跟着其他人一起 朝不远处的山洞跑过去 好在这个山洞比较大 容纳了他们一行人之后 还有不少空地 只是外面有繁茂的大树遮挡 山洞里面的光线不怎么好 萧尘于跑进山洞 拿出包里的毛巾 擦了下脸上的雨水 突然停下动作 听到暴雨声中 夹杂着怪异的哭声 他仔细听了一下 这哭声似乎消失了 只剩下了雨声 难道是他听错了 可是过了几秒 哭声又传来 声音响亮 像是小孩的哭声 是不是有人在哭 萧尘于看向他的队友们 询问道 谁哭了 没有啊 其他人一脸疑惑 好像都没听到哭声 第十二章 大哥哥 吃爪爪不 秦征进了树林找江瑶 湖泊边大雨倾盆 奇怪的是 树林里却没有下雨 江瑶 秦征用对讲机联系江瑶 但没什么用 直到 不远处亮起一阵金光 秦征仔细辨认之后 发现那是平安符散发的光芒 他连忙赶了过去 只见江瑶躺在树边 昏迷了过去 平安符绑在他的手腕上 已经烧成了灰烬 江瑶必定是遇到了脏东西 才会激发平安符的力量 除此之外 江瑶身上的T恤出现了破损 像是有什么动物 用力找撕坏了他的衣摆 腰腹处渗出了一些血液 江瑶 秦征蹲下身 拍了拍他的脸 江瑶没什么反应 俊美的脸庞更为苍白 难道是谁鬼 秦征低头看向他的腰腹处 伤口冒着鬼气 他伸手按在江瑶的腰腹上 帮他清除身上的鬼气 而他身上的死气 也涌入他的体内 他的手贴着江瑶的腹部 多按了一会儿 又是不少死气 涌入他的体内 江瑶腰上的伤痕 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恢复 纤长漠黑的睫毛颤了颤 他终于睁开了眼眸 你 在干什么 江瑶睁开眼睛 就见秦征的小手 在他腰间一阵乱摸 他脸色微沉 反应过来后 连忙抓住了秦征的手腕 你受伤了 我帮你疗伤 秦征的表情有点尴尬 他治好江瑶之后 又偷偷吸取了一些死气 然后注意到 男人静瘦的腰身上 都是肌肉 很具有爆发力 完全不符合他病弱的人设 好奇之下 他就摸了摸 看看这是真肌肉 还是假的结果可扎实了 受伤 江瑶看了看自己的腰间 没看到伤口 只是衣服有些破碎 黑色的T恤上 还沾着血迹 对啊 伤口上有鬼气 你是不是遇到鬼了 秦征问他 嗯 应该是鬼 江瑶想到了昏迷前的事情 他看到了一个小孩 长得和他小时候一样 说是带他去个什么地方 要让他看一个很重要的东西 鬼使神差的 他就跟了过来 没多久 他就失去了意识 隐约间还听到了 那个小孩的惨叫声 他把这事 简单地和秦征说了一下 这是鬼的幻术 秦征刚解释完 他的传讯符 突然想了起来 秦征 秦征 有鬼啊 传讯符里面 传来了萧辰宇的 哇哇大叫 简短的一句话之后 传讯就终止了 秦征神色微宁 转头看向湖泊的方向 就见乌云密布 雷云震震 而且只有湖泊旁边的一片地方在下雨 这明显是邪物在作祟 他们出事了 我们赶紧回去 秦征和江瑶说了一声 两人朝湖泊边赶去 他猜测 湖泊中藏着的是水鬼 本以为让队友们在岸上会没事 水鬼在水中会力大无比 啃食血肉 但离开了水 就会变得浑身无力 可是没想到 从湖水中跑出来作乱 十分钟之前 萧尘宇和其他人在山洞中避雨 外面的雨越下越大 还泛起浓郁的白雾 白雾飘进山洞 山洞的可见度越来越低 众人就用随身带的装备 支起了火堆 火堆能照亮山洞 也能烘干他们身上的湿衣服 萧尘宇坐在火堆边烤火 大概是暖洋洋的火源太舒服 他变得有些昏昏欲睡 然后就抱着背包睡着了 其他人也和他差不多 无缘无故地睡了过去 可是没睡几分钟 萧尘宇被咔嚓咔嚓地啃食声给吵醒 他睁开眼眸 就见山洞的火堆熄灭了 昏暗的光线下 可以看到一团小小的黑影 坐在他旁边 看着像的孩子 巴唧巴唧地在啃着什么东西 巴唧巴唧 稀溜稀溜 这小孩啃得可香了 手里吃的东西 看着像是鸡爪 萧尘宇盯着他看了会儿 莫名觉得有点饿 小孩似乎是察觉有人看着他 他停下动作 转头看向萧尘宇 奶呼呼地问他 大哥哥 你也想吃爪杂吗 萧尘宇刚睡醒有点迷糊 完全没意识到 深山树林的无人山洞里 出现一个小孩 是多么诡异的事情 他咽了下口水 问那小孩 好吃不 好吃呀 小孩歪了下脑袋 可香了 给我吃一个 只有一个 小孩皱了皱脸 万分不舍地 给他递过来一个吃剩的爪杂 萧尘宇定睛一看 这才发现 小孩递过来的是 半个吃剩的人手颜色 惨白清灰 看着是死了很久的那种 还带着血 他瞬间瞪大了眼眸 过了三秒 鬼呀 萧尘宇瞬间原地蹦起 从口袋里 拿出勤征留给他的福禄 手舞足蹈地 朝小孩扔了过去 还拿着一根树枝乱灰 别过来 你别过来 勤征 勤征 有鬼呀 驱邪幅的光芒 在山洞亮起 那小孩凄惨地叫了一声 从洞口跑了出去 无故昏睡的其他人 渐渐地醒来 啊 鬼呀 萧尘宇吓得不轻 还在乱灰树枝 啪击 萧尘宇一把打在了柳夏的头上 萧尘宇 你发什么神经 柳夏捂住被打的脑袋 愤怒地瞪着他 我 不好意思 看到大家都醒了 萧尘宇这才停下乱灰树枝 刚才 有个吃人手的小孩 在山洞里面 难道你们没看见 这深山里头 怎么可能会有小孩啊 而且他还吃人手 肯定是鬼 我们快离开这里 赶紧去找秦政 找他干什么 柳夏冷笑 谁让他和江瑶乱跑 死了也活该 湖边下暴雨之后 节目组的无人机 都无法进行拍摄 山洞里面没有直播摄像头 所以柳夏说话 也变得肆无忌惮 什么小孩 我们可没看见 要走你自己走 柳夏被萧尘宇打得烦躁 感觉他和秦政相处一段时间后 也变得疯疯癫癫 这火怎么灭了 怪不得这么冷 长子川发现火堆灭了 起身准备重新点火 他听到萧尘宇的那些话完全没反应 显然也是不相信 可是他正要点起火堆 外头突然吹进来一阵阴风 把刚点的火给熄灭了 连这三次都是这样的结果 怎么点不着 你们把洞口挡着 别让风吹进来 长子川对柳夏几人说 柳夏率先站起身 帮他挡住了山洞的风口 呼呼 阴冷的风直接吹在他身上 让他感到一阵背脊发凉 突然间柳夏感觉到脚腕发紧 他低头一看 地上突然出现一只惨白的手 死死地抓住了他的脚腕 柳夏的尖叫声瞬间响破天际 第十三章 想和你睡一个帐篷 救命 有东西抓住我了 救命啊 柳夏慌乱的声音传来 长子川等人也看到了他脚上的手 什么东西 快把他拉过来 众人一阵手忙脚乱 都没能把柳夏拉进来 那只手紧紧地抓着柳夏的脚腕 随着他们把柳夏拉进山洞 这只手的主人也被拉进了山洞里面 乌黑的头发如绸缎一般 从地上延伸过来 哼 诡异的冷笑声传来 满身雨水的长发女人 从地上匍匐进来 阴瑟瑟地说 就是你们伤了我的孩子 那就用你们的命来偿还 惨白忧怨的脸上 眼眸心红 柳夏转头看到水鬼的模样 顿时又是一阵尖叫 哗啦啦的雨水 越下越大 瓢泼大雨 还从山洞外面泼了进来 整个山洞的地面 都是一片潮湿 水鬼趴伏在地上 浑身浸透在雨水中 黑色的头发顺着雨水蔓延 捆住了柳夏的腰 你们别碰到那些雨水 站在干燥的地方 宋妙妙突然大喊 她站在最里面 仔细观察之后 发现水鬼的头发 只缠住了柳夏和她身边的人 那些人的身上 或多或少都沾了一些雨水 不 我不想死 你们救救我 拉住我呀 长子川拉住了柳夏 但是水鬼的头发缠住她 将她一把先飞了出去 眼见着柳夏要被水鬼拉走 山洞外闪过一道金光 浮露从雨水中飞过来 紧接着炸开一道雷光 雷火符被启用 碰到雨水之后 形成噼里啪啦的电网 包裹了水鬼 水鬼的身上 还燃起了一阵火焰 啊 水鬼发出一声惨叫 瞬间把头发收了回去 她转头看向洞外 看到两道身影过来 眼里闪过一丝忌惮 趁着秦征赶回来之前 她飞快地钻入大雨中 消失在雪白的迷雾里 队长 萧辰宇看到秦征和江瑶一起回来 顿时松了一口气 跑得真快 秦征来到洞里 只见地上有一片烧焦的头发 水鬼逃走后 洞外的暴雨也停了 没想到这世上真有鬼 萧辰宇脸色惨白 想到刚才那个水鬼 还有一阵心有余悸 其他人都没有说话 脸色都很难看 刚才让你们拉我一下 为什么不拉我 是不是想让那个水鬼把我吃了 柳下颤抖着声音 质问萧辰宇和宋妙妙 她被水鬼缠上的时候 宋妙妙发现站在干燥的地方 不会给水鬼的头发缠上 下意识就大声告诉了其他人 听到宋妙妙的话 生死关头 萧辰宇直接就躲在了 干燥的山洞里侧 此时听到柳下的质问 萧辰宇冷漠道 你不是没事 先前说这儿有鬼 柳下还不相信 她想去找秦真和江瑶 柳下还嘲讽她 她为什么要救她 如果晚一点 我就被拖出去了 柳下恨恨地瞪着萧辰宇 我要是死在这里 变成鬼都不会放过你们 吵什么 江瑶用毛巾擦了擦头发上的雨水 冷冰冰地看着柳下 俊眉寡白的脸上 带着些不耐烦 柳下瞬间没声了 她看了眼摆弄俘虏的秦真 咬了咬唇 眼里带着些不干 给你弄个新的平安符 秦真走到江瑶身边 把平安符给他们回来的时候 外面大雨倾盆 两人的衣服都淋湿了 江瑶这会儿正在擦头发 身上还是湿的 但秦真身上却是干的 她怎么做到的 江瑶诧异地盯着她看了看 没有说话 怎么了 你的衣服 秦真低头看了眼自己的衣服 又看了看江瑶的湿衣服 笑眯眯地对她说 我也可以帮你烘干哦 江瑶挑了下眉梢 好 有一个条件 什么 今晚我想和你睡一个帐篷 江瑶的表情僵了一下 她可怜兮兮地说 我没带帐篷 那好吧 兮兮 秦真一把抓住她的手腕 用灵力烘干了江瑶身上的雨水 身上瞬间干爽 江瑶满意地穿上冲锋衣外套 视线落在手中的平安符上 她的眼里闪过一抹深思 转眸看向秦真 只见她在翻背包 里头有一堆稀奇古怪的东西 她望着那些俘虏和法器 有些愣神 为什么 要和她睡一个帐篷 江瑶本想问她 但看到节目组的无人机飞进来 还是决定不问了 刚才的暴雨好奇怪啊 为什么只有湖边这一片游 我好像在雨里 看到了一个长发黑影 我去 不会真有水鬼吧 可是水鬼不是在水里吗 楼上傻了 怎么听情争片啊 山里下局部雨是很正常的 有什么奇怪的 黑影应该是队伍里的人 可是他们看上去惊魂未定的样子 是不是遇到了什么事情 对啊 所有人的脸色都好凝重的感觉 我们先离开这里吧 长子川开口 打破了山洞中的寂静气氛 队长 你觉得呢 萧陈宇看向秦真 晚点吧 秦真在干燥的地上摆了些黄纸 正在用珠笔画符 我要抓鬼 那个水鬼有点厉害 对于他们神仙来说 抓鬼长功德大 功德越多 修为恢复越快 你有病吧 柳下怒不可遏的骂道 那个东西这么厉害 你还想抓它 是不是想让我们把命都搭进去 对啊 刚才吓死我了 我还以为我要死在这里 柳下身边的那个女医生 也有点不满 还是赶紧走吧 长子川说 这种东西 不是我们能招惹的 有点厉害 但是不代表我对付不了 秦真对他们说道 你以为你会点三脚猫的功夫 还真能抓鬼 柳下吃笑 如果刚才被绑住的人是你 估计你也跑不了 让你打跑 只是你运气好 可我还是救了你啊 你就这么对救命恩人 秦真歪了下脑袋 看笑话似的看着他 自己不行 别带入到别人身上 等一下我就可以让你看看 到底是运气还是实力 柳下张了张唇 想要反驳 可是却不知道怎么反驳 秦真救了他的事情 可是事实 以至于他的脸色憋得通红 心里全是不满 却拿秦真没办法 咔嚓咔嚓 突然间 安静的山洞外面传来声音 萧尘宇瞬间变了脸色 他认得这个声音 是那个小鬼啃人手的声音 难道那个鬼又回来了 第十四章 给鬼拔牙 萧尘宇惨白着脸色 看向其他人 你们有没有听到什么声音 听到了 秦真点了点头 朝山洞外面走去 其他人面面相去 不敢出去 只有江瑶跟着秦真出来 咔嚓咔嚓 巴唧巴唧 草丛里面 有个小朋友在啃爪扎 只是一口下去 手里的爪爪 连骨头都碎了 小朋友看到他们出来 也没有要逃跑的意思 眼神直勾勾地看着江瑶 江瑶皱了下眉心 怎么有个小孩 还是个偷东西的小孩 秦真看着小朋友手里的爪爪 眼神玩味 这个爪爪 是他昨天抓的大咽爪爪 昨天的野味 有部分没吃完 他都用保鲜袋装起来 放在包里 但是刚才回来翻看包包 却发现野味都不见了 小朋友把爪爪啃完 恋恋不舍地看了眼江瑶 这才转身准备起来 刚要走 就被秦真给滴溜了起来 放开我 小朋友蹬了蹬小端腿 我这里还有其他吃的 你想不想吃 他咽了下口水 歪着脑袋看秦真 有什么 这个吃不吃 秦真递了一块压缩饼干给他 小朋友抱着压缩饼干 又巴唧巴唧地吃了起来 你妈妈呢 睡觉觉 小朋友咬着压缩饼干 含糊地说 在哪里睡觉觉 那个狐狸 小朋友指了指不远处的湖泊 秦真了然 这小孩估计就是水鬼的儿子 刚才看到这小孩 他就知道他不是人 不过这小孩可真好骗 一点吃的 就把所有事情都交代了 水鬼被他打伤之后 估计是跑到了湖底下休养 如果水鬼一直在湖底部出来 秦真也拿他没办法 虽然他会游泳 但是现在修为还没恢复 在水中也不一定是水鬼的对手 只能想办法把他引出来 眼前这个水鬼的儿子 自然是最好的影子 你叫什么名字 安安 小朋友看着和普通的三岁小孩差不多 只是比较瘦弱 脸上没有血色 秦真带着安安回到山洞 其他人都愣了一下 哪来的小孩 秦真 这小孩怎么回事 深山里头 为什么会有个小孩啊 只有萧尘与刃的这个孩子 差点原地跳起来 队长 踏踏踏 吃活人啊 看到萧尘与这么大反应 秦真对他说 怕什么有我在 他之前吃过人的手 还问我吃不吃 安安鄙夷的看了眼萧尘与 骗你大 傻子 他又掏出莫肯完的大燕爪扎 咬一口大燕爪扎 又咬一口压缩饼干 吃得可香了 那是大燕爪扎 我会变法说哦 萧尘与 此时的节目观众 也都是好奇不已 哪找的小孩 他们不是在深山里面吗 为什么会有小孩 是不是山里村民走丢的孩子 不对 我怎么觉得 这个小孩的眼神特别诡异 他还老是盯着江瑶 有一种 看食物的感觉 而且 他们刚才一直说 遇到了那个东西 那个东西到底是什么 好像是鬼 秦真不是说他要抓鬼吗 那场雨就很奇怪 楼上别传播封建迷信 现代社会乃有鬼 而且 秦真这个疯婆子的话 怎么能信 我觉得 他们是遇到了野兽 别吵了 你们看那个小孩 他没有影子 我草 他在阳光下的时候 确实没有影子 啊 他到底是个什么东西 赶紧把他送走啊 山洞中 柳下见秦真 没理他们的询问 他越看这个小孩 越觉得古怪 秦真 你说话呀 他到底从哪来的 是谁的孩子 秦真从包里掏出几个野果 分给安安吃 要是说出小朋友的真实身份 不得把他们全吓死 我和江瑶的 有问题 秦真漫不经心的 来了这么一句 江瑶 其他人 你可真敢说啊 不怕江瑶撕了你 看节目的粉丝 瞬间弹幕刷屏 全是骂秦真不要脸的 让他离江瑶远一点 江瑶轻咳了一声 倒是没说什么 他低声问秦真 这孩子是不是和水鬼有关 嗯 江瑶猜到小朋友不寻常 也没计较秦真万说 这个时候 长子川也发现了 安安站在阳光底下 没应付的事情 他盯着安安看了许久 安安就和他对视了一眼 小朋友的眼神特别阴沉 长子川莫名感觉脚底心 有一阵寒意窜上来 他 他没有影子 而且我刚才听到肖辰宇说 他会吃人什么的 长子川凑在柳夏身边 惨白着脸低声说 什么 柳夏震惊地瞪大了眼眸 倒吸一口凉气 他看向安安的时候 安安已经走到了阴凉的地方 靠在秦真身边啃野果 秦真 你必须把他送走 柳夏突然间声叫道 赶紧把他送走 不然别怪我们不客气 你能怎么不客气 我 柳夏表情一僵 我是为了队员们的安危考虑 这个小孩出现在深山里面 明显有古怪 我都说了 他不会伤人 而且有秦真看着 他也不敢伤人 那也不行 他就是个定时炸弹 对啊 而且小孩不见了 他父母也得着急吧 长子川江这脸 有些语重心长地说 还是送回去比较好 众人争论之间 安安偷偷摸摸地 蹭到了江瑶身边 望着他露出来的半截手臂 咽了下口水 然后张嘴一口咬在江瑶的手臂上 刚咬上 秦真就给了他的脑袋一个暴力 悠悠地说道 还敢咬人 我就把你的牙齿全拔了 安安捂着脑袋 委屈地松开了江瑶 江瑶的手臂上 多了个漆黑的齿印 上头冒着诡异的黑气 他瞇了瞇眼眸 眼神略暗 秦真拉过他的手 先用灵力把鬼气吸了出来 然后帮他包扎伤口 顺便把小屁孩踢流了过来 冷着脸说 道歉 啊 哼 两分钟后 山洞里响起了小屁孩的惨叫声 啊 不要 秦真用开了光的老虎钱 给他拔牙 第十五章 可是他没有影子 安安求救的看向江瑶 爸爸 救命啊 救救我 江瑶的鹅脚秃了秃 俊脸微沉 我不是你爸爸 爸爸救救我 妈妈虐待小孩 江瑶扯了下唇 多把几颗吧 秦真用老虎钱拔了一颗牙 警告的看着他 还咬不咬人 道歉 安安哭唧唧地扯着一摆 看着江瑶 对不起 江瑶看了看委屈巴巴的安安 又看了看秦真 神色有点复杂 给鬼拔牙这事 他估计是第一人 虽然咬人不对 但是秦真上手拔牙这事 是不是虐待儿童啊 你们没发现 秦真拔了一颗牙 这小孩都没流血吗 卧槽 楼上的话 让人细思极恐 所以是 给鬼拔牙 救命啊 想想就好恐怖 别乱猜了 秦真肯定是假拔牙 吓唬吓唬那个小孩 怎么可能真的给他拔牙 这是我占秦真 小屁孩上来就乱咬人 感觉不是什么好货 就是啊 江瑶的手臂都流血了 秦真干得漂亮 不能惯着熊孩子 我去采点草药 秦真看着江瑶手上的伤口 已经没有鬼气了 但是安安咬得很深 他的灵力都没法让伤口 马上愈合 留下了一个鲜红的齿印 我和你一起 江瑶想着 坐在这也没事干 打算和秦真一起去采药 不过 他转念又想到 你还能变人药材 小意思了 两人正要出去 萧尘宇连忙拦住他们 你们去哪 他 他怎么办 萧尘宇看了眼哭唧唧的安安 还是觉得他很恐怖 要是秦真走了 谁能压得住这个小鬼 你过来 秦真对安安说 他打算带着安安一起出去 顺便找机会把水鬼引出来 不要 小朋友蹭的一下窜起来 躲到了柳下身边 漂亮姐姐 我不要跟她走 安安可怜兮兮的对柳下说 她是个坏女人 她会欺负我 呜呜 姐姐你这么好看 肯定是好人 帮帮我好不好 柳下见安安夸自己 顿时没了之前的恐惧 想到秦真刚才把小孩弄哭的事情 他冷笑道 连个孩子都要欺负 你好意思吗 秦真懒得搭理柳下 只是对安安说 你过不过来 我不要 我要和这个漂亮姐姐一起 柳下还把安安护到了身后 姐姐保护你 你要是不想离开 没人能强迫你 秦真看着柳下身后的小鬼头 只见他看上去可怜兮兮 语气委屈 但是那一双漆黑的眼里 闪过几丝诡异的红光 你想保护他 秦真玩味地看着柳下 那你就好好护着吧 小朋友一个人在山里迷路 已经很可怜了好吗 你还欺负他 柳下的身上 突然笼罩了一股圣母的光环 你刚才那种虐待小孩的行为 在外面是犯法的 你知道吗 因为柳下在秦真这里处处吃瘪 此时见秦真带回来的小孩亲近自己 不喜欢秦真 他的心里得意异常 他不是普通小孩 肖尘宇帮秦真反驳道 你还可怜他 到时候怎么死的都不知道 姐姐 安安拽了拽柳下的衣服 眼泪汪汪地对他说 安安不是坏孩子 不会做坏事的 我相信你 柳下冷哼一声 对肖尘宇说 就算他不普通 但他只是个孩子 能做什么 说完之后 柳下又问安安 你父母吗 姐姐带你去找他们 妈妈在附近休闲 等一下我可以自己去找他 你妈妈是来山里探险的 他住在山里 听到这话 柳下就以为 安安和他妈妈 是山里小村落的原住民 那你留在这里 最好别给我弄出什么事情 秦真冷冷地看了眼安安 然后又给肖尘宇塞了几张符绿 安安接收到他的视线 往柳下身后躲了躲 等到秦真和江瑶离开之后 长子川盯着安安看了会儿 低声提醒柳下 下下 他 他没有影子 什么没有影子啊 安安听到了他们的话 歪着脑袋 好奇地问道 柳下尴尬一笑 脑子飞快转了转 解释道 哥哥姐姐是想和你玩游戏 我们来玩彩影子的游戏怎么样 好啊好啊怎么玩 我们都站到太阳下面 然后谁的影子被别人踩到了 就算是输了 柳下和长子川带着安安来到山洞外面 现在大概是下午两三点 正是太阳最猛烈的时候 他们出来后 柳下和长子川站在原地没动 哈哈哈哈 我踩到你们的影子了 安安很轻松就踩到了他们的影子 而他们也看到了安安的影子 可能是山洞里光线不好 那个角度看不太出来影子 柳下输了一口气 对长子川说 是我们想太多了 他牵过安安的手 阳光下跑了许久 安安的手还是一片冰冷 柳下的心里有一瞬的奇怪 但也没多想 安安真厉害 姐姐带你去吃东西 听到吃东西 安安的眼眸一亮 好呀 漂亮姐姐你真好 比刚才那个姐姐好多了 柳下弯了下眼眸 你不是说他们是你爸爸妈妈吗 怎么又叫姐姐了 他说我是他的孩子 我就配合演戏一下嘛 安安的眼珠子转了转 我自己有妈妈的呀 妈妈在休息 我才跑出来玩一会儿 其实我一点都不喜欢那个姐姐 她好凶的 还是漂亮姐姐 你最好了 陪我玩 还请我吃东西 听到安安的彩虹屁夸奖 柳下更高兴了 姐姐请你吃泡面怎么样 你吃过泡面吗 没有 那是什么 等一下你就知道了 很好吃的 柳下牵着安安回到山洞 节目直播拍到了一大一小两道声音 哇 柳下好好啊 还陪小朋友玩 就是啊 不像那个秦政 绝虐待小孩 说小孩有问题的出来看看 明明有影子 安安就是个普通小孩 他应该是山里村民的孩子 别危言耸听了好吗 小朋友嘴巴甜 又可爱 能有什么问题 柳下煮泡面的时候 耳边突然传来数数的声音 一个 两个 三个 四个 他转头看向小朋友 安安 你在数什么呀 我在数有几个人 安安数完 脸上带着心满意足的笑容 柳下以为小朋友只是在练习数数 所以也没放在心上 第十六章 带安安去找妈妈 柳下煮了一碗泡面给安安 还给他放了一个鸡蛋 安安没吃过这种东西 稀溜稀溜的很快吃完 大概两分钟 就吃完了一碗 姐姐 好好吃 还有吗 安安端着碗 眼巴巴的看着柳下 还有 柳下又给他弄了一碗 结果还没吃饱 最后吃掉了八包泡面才饱 柳下和长子川的脸色都变了 他们来野外求生的 带的食物本就有限 安安一下子吃掉八包泡面 他们手上都没剩下几包能吃了 哥 吃饱了 安安打了个宝格 柳下将这脸色 娜娜的说 吃饱了就好 她现在有点饭愁 到时候食物不够怎么办 难道也去打猎 见她一脸愁眉苦脸 安安从口袋里 掏出一个色泽极好的蓝宝石 塞到了柳下手里 姐姐 这个送给你 看到手里的宝石 柳下惊了一下 这个从哪里来的 作为知名女星 柳下的收入很高 所以也有收集珠宝的习惯 她一看这个蓝宝石 就知道品项极好 放到外面 能卖上百万 这是安安捡来的 安安眨巴眨巴眼 我和妈妈住的地方 有很多这样的漂亮石头 你们住在哪里 柳下的眼睛 瞬间狂热了起来 难道附近有宝石矿 那个湖的旁边 你们要去看看吗 安安垂下眼帘 遮住了眼底的诡异红光 我可以带你们去 好啊 柳下连忙硬道 她的手上把玩着安安 给她的蓝宝石 越开越心惊 这个蓝宝石的品项 也太好了吧 她收藏的蓝宝石里面 都没有这么好的品项 要是拿出去卖了 估计能赚一大笔 如果能拿到更多的宝石 她靠着卖宝石 就能成为富婆 还拍什么戏啊 那里还有多少这样的石头呀 柳下试探地询问安安 除了你和妈妈 还有没有其他人知道这件事 没有了 安安摇了摇头 只有我和妈妈住在这里附近 柳下思考半天 转头把这件事告诉了长子川 你看这个蓝宝石 估计能卖好几百万 不过 安安和他妈妈这种山里人 根本就不识货 据说 他们住的地方还有很多 要是我们能拿到这些宝石 绝对能大赚一笔 长子川看到柳下手中的蓝宝石 也是一阵眼热 说不定是个没人发现的宝石矿 对 柳下也是这么想的 我们别告诉其他人 让安安带我们过去 也不能让剧组的摄像头拍到 长子川点了点头 要是让其他人知道 都要奋一杯羹 安安 你吃饱了吗 没吃饱的话 姐姐这里还有其他好吃的哦 柳下从包里拿出几个面包 笑容满面地看着安安安 这些面包可好吃了 你吃过吗 没有 安安眼巴巴地望着那些面包 那 给你吃一个 柳下递给他一个面包 又说道 你妈妈是不是也没吃过 我们送你回去 顺便给你妈妈送一点怎么样 好呀 安安咬着面包 漆黑的眼里闪现兴奋的红光 他意味深长地说 妈妈还没吃东西 他都快饿死了 那我们赶紧给你妈妈送去 柳下和长子穿战起身 牵着安安准备离开山洞 萧尘宇看到 忍不住问道 你们去哪 和你没关系 柳下没好气地回道 什么和我没关系 我们是一个队伍的 等下队长回来 发现你们没在这里 肯定会问我们啊 而且 安安是队长带回来的孩子 你们不能随便带他离开 安安说 他想妈妈了 让我们送他回去 萧尘宇当时惊恐地瞪大了眼眸 安安可是个鬼 他妈妈 不就是那个很凶的水鬼吗 他们要带安安去找妈妈 那不是去找死 不行 你们不能带他回去 萧尘宇冲到洞口 伸手拦住了他们 为什么不行 小孩子想妈妈 我们当然要送他回去 安安一点都不喜欢秦征 说不定秦征 是强迫把他带回来 你们这是找死 你知道他妈妈 是什么东西吗 萧尘宇一脸恨铁不成钢地说道 刚说完 安安抬眸看向他 稚嫩的脸上漆黑的 泛着森森鬼气 阴冷诡诀 其中还有血红色的光芒闪过 萧尘宇低头对上他的视线 心中一惊 他的全身陡然变得冰冷 站在原地无法动弹 漂亮姐姐 我想妈妈了 安安脸眸 遮住眼底的诡异光芒 可怜兮兮地对柳下说 你们送我回去吧 本来我想回家的 那个坏姐姐 非要带我过来 好 我们这就送你回去 长子川和柳下对视了一眼 柳下抱起安安 长子川一把推开前面挡着的萧尘宇 萧尘宇被安安看了一眼之后 傻呆呆地在原地站了很久 长子川把他推开 他就一脸木然地靠着墙壁 过了好一会儿 他回神看向山洞外 柳下和长子川的身影已经不见 完了 这两个傻子 萧尘宇咬了咬牙 一脸无语 他连忙用传讯符联系秦征 说了这件事 山洞外面 安安趴在柳下的肩头 看着越来越远的山洞 眼里带着几分不似孩童的遗憾 只有两个 他转头看向柳下和前面的长子川 小声嘟囔了一句 什么只有两个 柳下疑惑地问他 只有两个面包 我怕妈妈不够吃 安安解释道 我拿了三个面包呀 你妈妈肯定够吃了 这样啊 那是安安数错了 按照安安的指路 大概十多分钟 他们就到了地方 这个地方在湖泊的另一端 随着他们走近 可以听到哗啦啦的流水声 附近的山岩上寸草不生 还蔓延着淡灰色的雾气 雾气越来越浓 有些看不清前方的道路 这里的雾怎么这么重 长子川疑惑地问道 从这里走出去 就是安安的家了 安安开口说道 这里的路真不好走 地上全是石子 特别的脚 柳下抱怨着 然后朝地上看去 幽蓝色的光芒穿透雾气 映入他的眼中 他觉得有点不对劲 就把安安放了下来 弯身捡了一颗石子着 这是宝石 柳下定睛 看向手中的石头 竟是比安安给他的那个宝石还要大 而且地上还有很多这样的宝石 他又在地上抓了一把 光芒闪耀的蓝宝石中 只有几个是普通石子 全是宝石 长子川 我们发财了 他颤抖着声音叫道 你看看 都是蓝宝石 长子川接过他手里的东西 仔细辨认了一下 还真是宝石 他的脸上也带了几分狂热 两人蹲下身子 开始飞快地捡宝石 放进随身携带的胯包里面 突然间柳下被什么东西绊抖 栽倒在地上 什么东西 他疑惑地看过去 看到了一地乌黑的长发 长发的镜头 一双星红诡异的眼眸 悠悠地盯着他 银森的声音传来 喜欢吗 呵呵 第十七章 召唤天雷 震惊全望 此时的节目直播上 出现了几行大字 柳下和长子川 擅自离开队伍 他们想去干什么 为了不让其他人发现宝石 柳下和长子川 特意避开摄像头 带着安安从山洞离开 但节目组还是发现了 他们安置了不少微型摄像头 隐藏在树林里 正好拍到他们离开 阎山流水边满是雾气 画面变得模糊 观众们只见柳下和长子川 走进了一片浓雾 随后传来柳下和长子川的 兴奋笑声 紧接着笑声陡然变成了 惊惧的惨叫 啊 鬼啊 救命 快跑 子川 等等我 两人跌跌撞撞地 从雾气中跑出来 附近的流水哗啦声 越来越响 暴雨接踵而至 柳下和长子川的衣服 又被淋湿了 天上有乌云的遮挡 光线昏暗无比 柳下和长子川 终于从雾气中跑了出来 可是下一秒 无数根黑线 从雾气中窜了出来 像是有意识一样 迅速地捆住了 他们的四肢和腰腹 要将他们拖回雾里 我去 这是什么情况 好恐怖 鬼 这山里真有鬼啊 那个黑线好像是头发 雾里有两双红色的眼睛 其中一个是刚才那个小孩 他肯定不是人 哪有人的眼睛是红色的 啊 快跑啊 秦征和江瑶过来了 他们不要命了吗 赶紧走啊 别救了 等下全得被吃了 快走啊 秦征这个傻兔 怎么还拿了一把头目剑 真以为他能抓鬼啊 我真服了 秦征想要送死 别拉上 我们江瑶行不行 柳下和长子川被捆住的瞬间 秦征和江瑶出现在了镜头的画面中 秦征收到消息 回山洞拿了法器就赶了过来 他想用安安引出水鬼 所以在安安的身上留下了印记 哪怕安安离开山洞 他也能找到他在哪雾气笼罩的地方 有不少高低不平的岩石 地上还分布着碎石 道路很不好走 但秦征却如履平地 柳下和长子川那边 他们抱住了一块大岩山 苦苦地坚持着 才没被水鬼的头发拉进浓雾中 漂亮姐姐 你不是想见我妈妈吗 我妈妈就在里面 你们进来啊 安安从雾气中走出来 惨白的小脸上 眼眸闪着诡异的红光 不 不要 你快走开 柳下看到他这模样 简直快吓哭了 哼 小朋友冷笑一声 走到了柳下的旁边 手里举起一把匕首 那我就把你的手砍下来好了 反正是要被吃掉的 不 眼见着匕首贴近自己的手臂 柳下疯狂尖叫 砰的一声 匕首碰到了什么硬物 被挡了下来 又是你 秦征突然出现 安安变了脸色 他看到秦征就感到一阵牙疼 转头就逃进了浓雾里 小兔崽子 心眼挺多 秦征看到他逃跑 冷哼了一声 他手中的桃木剑转了一圈 轻而易举地割断了水鬼的长发 柳下和长子川得救 慌不择路地朝阎山外跑去 秦征转头看了他们一眼 秦泽都不知道说谢谢 没礼貌 那两人跑了 秦征却没有要离开的意思 江瑶倒是追了上来 诧异地看着他 你怎么跑这么快 秦征瞥了他一眼 那是你不行 江瑶 哈哈哈哈 江瑶是被鄙视了吗 秦征怎么能跑这么快 这里的路看着不好走啊 秦征乡下来的 走这种路当然快啊 哪像我们江瑶 可是首都江家的小少爷 又不常去山里 话说 能不能别在这里废话 赶紧跑啊 我看到他们跑出去了 我们也走吧 江瑶对秦征说 我要进去 你可以先回去 江瑶皱起眉心 你要对付那个鬼 这个物理都看不清路 太危险了 没事 我有桃木剑 秦征手里的桃木剑和匕首差不多长 剑柄上还镶嵌着一个塑料黄宝石 看着有点像小孩的玩具 只见秦征按了下黄宝石 桃木剑像儿童玩具一样 搜的一下伸长了一倍 江瑶的嘴角抽了一下 你在哪买的这个 自己做的 这年头 想买法器都没地方买 所以秦征就买了桃木自己做 参考了一下儿童玩具的伸缩键 这样放在包里 比较容易携带呢 秦征是来搞笑的吧 拿个玩具剑抓鬼 你确定是自己做的 不是玩具店买的 赶紧回去吧 免得死在这里 江瑶别管他 他想送死就让他去 你快离开 节目弹幕对秦征又是一阵谩骂 有些人还觉得 他的精神有问题 你在这里等我吧 秦征对江瑶说完 用桃木剑针对着浓雾的方向 口中念念有词 天地自然 挥裂分散 洞中玄虚 黄莽太原 急急如律令 天雷 响 随着他一声低喝 手中的桃木剑闪烁出雷光 笑死了 秦征真是病得不轻 他以为他谁啊 他说有雷就有雷 好好的一个美女 就这样疯了 实在是太惨了 网友们刚嘲笑完 镜头中突然响起一阵雷声 只是刚开始 这雷声不太明显 众人疑惑之间 紧接着就是一道剧烈的雷响 轰隆 轰隆 天上乌云汇聚 雷光乍现 将天地照得煞白 轰隆隆 雷电直接从天上劈了下来 劈进了浓雾中 秦征提着桃木剑闯进了浓雾 天雷降下 观众们傻眼了 弹幕是一排问号 好半天 才有人反应过来 卧槽 我要瞎了 第一次见这么猛的雷 这真是秦征引来的 还是偶然啊 肯定是秦征运气比较好 今天正好是雷雨天 当然是巧合啊 等着看吧 秦征去送死了 妈妈 妈妈你别走 你不要丢下我一个人 秦征闯进龙屋 很快就找到了水鬼母子 水鬼奄奄一息地趴在水边 安安跪在她的身边 哭得伤心欲绝 她看到秦征过来 小小的身子 把水鬼挡在了身后 不 不要杀我妈妈 是我把他们骗过来的 你把我杀了吧 水鬼拉了下安安 把她拉到另一边 她那心红的眼眸 不甘地看着秦征 天师大人 如果不是走投无路 我也不会想伤人 我一生良善 自从冤死之后 也从未害过无辜的人 为什么连报仇这么微小的愿望 都不能实现 如果不是我阻止 你早就犯下了杀念 秦征冷漠地望着母子两鬼 这两只鬼还没吃人 却凶愿异常 日后要是吃了人 将会变得越发凶残 后果不堪设想 我只是想离开这个地方 让害死我的人得到报应 水鬼的眼神越发不甘 一出浓浓的怨气 第十八章 和鬼做交易 都说善有善报 恶有恶报 上辈子我没做过坏事 却在读大学的时候 被人拐到这深山里面 受了五年的屈辱虐待 终于找到机会逃跑 老天爷却不长眼 让那些人失手将我推入湖里 连带着我没出事的孩子 也一并死了 我想报仇怎么了 老天不开眼 我就自己来 被雷劈的虚弱的水鬼 谈及往事 身上的怨气越来越重 安安静默地跪在水鬼边上 小脸惨白惨白的 没有说话 秦征看着水鬼 掐指算了算她的命格 知道她并没有说谎 这女人确实死得凄惨 阴间是归地府馆 若是你有冤情 可以告知阎王 秦征打算召唤阴差 带水鬼母子去地府投胎 对于没有作恶伤人的鬼魂 他们神仙也不能随随便便抹除 结果念咒念了半天 愣是没有一个阴差过来 地府倒闭了 秦征挠了挠头 有点无语 不过她上辈子没死前 倒是听仙界的同僚说过 冥界出了一些事情 掌管冥界的丰都大帝 也有多年没来天庭树植 或许是冥界出了乱子 导致这些阴差 玩忽职守 但没有阴差来这边隐魂 水鬼母子去不了地府投胎 投胎 我不想投胎 水鬼趴在岸边 尖利的指甲挠着石头 有些歇斯底里的喊着 我不甘心 我不能就这么算了 我忘不了这一切 别叫了 秦征烦躁地看了她一眼 你说 你是被拐到了深山 也就是说 这山里有村落 她点了点头 畏惧地看着秦征手里的桃木剑 那把桃木剑上面 附着了雷霆之力 让水鬼有些忌惮 有个很偏僻的小村 进去的路上 还有一处天倩所道 那天下大雨 我好不容易跑到了天倩所道 过了所道 就能去盘山公路 那些人却追了上来 他们失手 把我推下了所道 想到死时的事情 流露出浓重的悲伤 那你还记不记得 村子在哪 我记得 我就算是死 也不可能忘了那些人渣的住处 秦征点了点头 打算带水鬼去报仇 节目组给的地图上 没有标注天倩所道 这种关键地方 说不定 他们可以顺着水鬼所说的 天倩所道 提前离开深山 而且报完仇 能消除水鬼身上的怨气 联系上英差 就可以送他去投胎 我带你去报仇 到时候 你把离山的路线告诉我 真的吗 水鬼激动无比地看着秦征 好 谢谢天师大人 下一瞬 他又有些犹豫 可是我惨死在这个湖中 根本无法离开 要是能离开 他早就自己去报仇了 随着修为渐渐变强 最多只能在湖泊附近徘徊 但离开需要制造出暴雨 防止魂魄被太阳晒伤 只要将你的尸骨取出来 就可以离开了 秦征自然知道 他被困在这湖里 他有的是办法带水鬼离开 天色见黑 秦征打算天亮再进湖里 帮水鬼取尸骨 这个尸骨 只有外人能打捞上来 魂魄自己是没办法弄出来的 他和水鬼说了一声 水鬼先带着安安回到了湖中 阎山附近常有雾气缭绕 遮挡阳光 旁边还有个瀑布小水潭 这里头的水 是从上方的湖泊流下来 所以水鬼受伤后 躲在这里休养 秦征 江瑶见秦征迟迟不出来 走进农屋找他 我在这儿 两人从雾中出来 外面的天色 已经全黑了那个鬼呢 听到他的询问 秦征简单地说了一下水鬼的遭遇 和自己的打算 如果那个村子真有路出去 这个野外求生节目 岂不是要早早完结 江瑶哑然失笑 没想到秦征还能和鬼做交易 希望没什么意外 秦征停下脚步 看向了阎山上方 那上头是水鬼长居的湖泊 更上头是连绵的群山 此刻天色漆黑 但依旧能看到群山上方 笼罩着诡异的血色雾气 而水鬼所说的小村 也在那个方向 秦征居然安全出来了 没有被鬼吃掉 有两把刷子 难道刚才的天雷 真是他引来的 不得不承认 女人宁起了我的注意 所以迷雾里面发生了什么 节目组的垃圾摄像头 怎么什么都拍不到 我还没见过鬼长什么样 节目直播间 有不少观众在蹲守 就想看看秦征的后果 本以为他会被水鬼撕碎 没想到他却毫发无伤 煞时间 众人对秦征的看法 有些改观 连带着他手上的 那把玩具样式的陶木剑 似乎也多了点神圣的光芒 呵呵 漆黑寂静的树林中 突然传来怪异的喘气声 附近有瀑布的流水声 所以这个喘气声不怎么明显 看节目的观众都没注意 秦征和江瑶却停下脚步 齐齐地看向了一个方向 树林里闪过一抹忧虑的光芒 一道黑影猛地窜了出来 朝秦征扑过来 小心 江瑶瞬间反应过来 下意识把秦征拉到了身后 草丛中窜出来的野狼 扑在了江瑶的身上 他被扑倒在地后 野狼张开血盆大口 直接朝他的脖子咬过来 秦征正要出手 但下一秒 凶猛的野狼却趴在江瑶身上 一动不动 他走上去 轻而易举将那只狼踹开 江瑶面无表情地躺在地上 满身是血 手上握着一把锋利的匕首 看位置是及时刺入了野狼的心脏之中 你没事吧 秦征连忙伸手去拉他 正好对上江瑶那双漂亮狭长的桃花眸 可以看到里头还未散去的阴狠和戾气 那一瞬间 江瑶身上的淡灰色死气 也被汹涌的煞气所取代 秦征望着他愣了一会儿 别人的煞气都是黑色的 江瑶的煞气是血红色 好家伙 这家伙的煞气 比作恶多端的凶鬼都厉害 他是上辈子做了什么呢 嗨嗨 没事 江瑶被浓重的血腥味呛了一下 握住了秦征的手 秦征将他拉了起来 他低头看着身上的鲜血 狠狠地皱了下眉心 这么多鲜血 估计很难洗干净 可是他就带了这一件外套 没受伤吧 秦征担忧地问他 江瑶摇了摇头 但是看着他有点欲言又止 怎么了 我想洗澡 江瑶有轻微的洁癖 平时在家里很爱干净 但是这次来拍摄野外求生 不得不改变一些生活习惯 要不在那个水潭里面洗 秦征想到了刚才水鬼呆着的水潭 那里的水很清澈 也比较浅 他说完又小声嘟囔 水鬼应该不会偷看洗澡吧 江瑶 秦征的奇葩脑回路 顺利让江瑶的表情僵了一下 嗷嗷 嗷 两人正要返回那个小水潭 耳边却传来接连不断的狼叫声 前面的树林里 还传来许多动物奔跑的声音 狼群 江瑶变了脸色 连忙拉着秦征 往反方向跑 夺到了一处岩石的上方 第十九章 你们被我包围了 十多双幽绿色的眼睛 在黑暗中出现 狼群嗅着血腥味而来 看到地上同伴的尸体 顿时变得狂躁愤怒 嗷嗷 狼群的嚎叫声持续传来 还有几只狼 用钱找刨着地面 凶残地打量四周 想要找出那个 杀害他们同伴的东西 有一只狼 在狼尸体旁边转了一圈 绿色的眼睛 陡然看向秦征 和江瑶躲藏的地方 这头狼看上去 比其他狼要壮瘦许多 獠牙也更尖利 头上还有一束雪白的毛发 估计是狼群的首领 完了 他们发现江瑶杀了狼 赶紧跑啊 江瑶身上都是血 狼群的嗅觉很敏锐 肯定会被发现 别躲在那里了 从岩石爬上去逃跑比较好 看节目的观众 看到狼群出现 不由为他们捏了一把汗 江瑶转头看了看 身后高耸的岩山 眼下只有这一个出路 比较合适 只是岩山陡峭 旁边还有瀑布 不好攀爬 我们爬上去吧 江瑶压低声音 对秦征说 他想到秦征的伸手 他应该能爬上去 而这陡峭的岩山 对他来说 也不是什么问题 不用 秦征刚说完 江瑶就见他跳了下去 正好被过来的狼群包围住 他看向为首的那头野狼 对上他那凶狠的目光 觉得他有几分灵性 你们已经被我包围了 秦征大发慈悲地对他说 要是还不走 别怪我不客气 头狼 江瑶 节目观众 妈的 秦征发什么神经啊 到底谁包围谁啊 有病吧沙比 你怎么想送死就去死 别害了我们江瑶 你以为你是谁啊 要不是江瑶救了你 你早就被那头狼咬死了 现在这么多狼 还敢说这种话 秦征这种傻缺能活到现在 简直是世界奇迹 建议找个精神科医生 先帮秦征看看脑子 看到秦征的做死行为 所有的观众都坐不住了 疯狂发弹幕骂他 江瑶躲在岩石后面 看着秦征的后脑勺 嘴角抽了一下 哦 头狼看着眼前这个女人嚣张的模样 顿时感觉自己受到了侮辱 他发出命令 身边的狼群朝秦征扑了过来 秦征的身影如一片残影闪过 等到狼群反应过来 他已经坐到了头狼的背上 一只手抓着他的毛发 哦 哦 头狼发出愤怒的叫声 疯狂甩动身体 想要把秦征甩下来 但秦征却稳如泰山 只是不小心揪了几根狼毛下来 其他狼扑上来围攻秦征 只见他一手按着头狼的后背 身体飞起 利落地将那些狼踹飞 秦征的动作看着轻飘飘 但一脚踹到扑过来的狼 那些狼直接飞出去好几米 还有几只砸到了树上 直接晕了 江瑶跳下来准备帮忙的时候 地上已经躺了一片受伤的野狼 野狼们呜呜叫着 看向头狼的眼神有点委屈 哦 头狼的叫声变得有些悲愤 秦征安稳地坐在他的后背上 揪了一束狼毛 不耐烦地道 叫什么叫 我都说了 让你们赶紧走 你们飞不走 怪得了谁 头狼又悲伤地叫了一声 他心疼他的毛 只有这么几簇白的 再揪就秃了 秦征看到江瑶 这才放过这只差点秃头的狼首领 从他的后背跳下来 你不是要洗澡吗 去洗吧 秦征指了指不远处的水潭 江瑶看了看秦征 又看了看他脚边的那只大灰狼 头狼脑袋上的白毛少了一些 目光呆滞地趴在地上 颇有些怀疑狼声的感觉 他爬起来想偷偷离开 秦征抬腿 就是一脚踹在他身上 头狼又委屈巴巴地趴在地上 前掌护着自己的脑袋 江瑶沉默了许久 才缓缓开口 我的衣服还在山洞的包里 先回去拿衣服 你先洗 我帮你去拿 秦征转头对头狼说 让你的小弟帮我保护他 哦哦 头狼护着脑袋 叫了两声 其他狼从地上爬起来 恐惧地远离秦征好几步 我们去拿衣服吧 秦征坐到狼背上 让头狼驮着他走 这只头狼长得特别高大 当坐驾勉勉强强吧 他以前的坐驾 可都是神兽 驾 头狼驮着他 飞快地跑远了 留下了一脸复杂的江瑶 以及一群风中凌乱的网友 网友们看着秦征 骑着头狼离开 久久没反应过来 我想破了脑袋 也没想明白 秦征为什么有这样的身手 卧槽 秦征是不是会武术 刚才揍群狼的动作 明显是炼家子的 我妈了 第一次见野外求生 逮了一只头狼当坐驾的 有一只头狼当宠物 超酷的好骂 秦征对不起 我承认我刚才说话 太大声了一点 秦征很快拿了衣服回来 狼群就在水潭的附近守着 江瑶喜好走 他才对头狼说 你们可以走了 那群狼撒鸭子就跑 比来的时候 跑得还要快几倍 两人步行回山洞 江瑶忍不住好奇地问他 你以前练过武术 练过一点 刚才秦征在狼背上 撑着手的打斗动作 他也看到了 很多专门练家子的保镖 都不一定有这样的身手 回到山洞 柳夏和长子川 还惊魂未定地靠坐在一起 看到他们进来 柳夏张了张纯 想问点什么 不过秦征根本没注意他 他咬了咬唇 不甘心地 看向怀里的包包 柳夏和长子川 捡回来的那些宝石 都变成了普通石子 还有安安给他的那个蓝宝石 也变成了石头 为了拿到更多的宝石 柳夏可是给安安吃了不少东西 八包方便面 和四五个面包 这些粮食 可以让他们在深山里吃好几天 想到这里 柳夏心里那叫一个悔恨 第二天 秦征很早就起了 他想早点去把水鬼的尸骨捞上来 醒来的时候 他发现自己像八爪鱼一样 缠在江瑶的身上 顿时有点尴尬 连忙悄悄地放开他 从帐篷里出去 因为江瑶身上的死气很诱人 所以他睡着了 就喜欢往他身边捻 秦征刚离开帐篷 江瑶就睁开了眼眸 狭长腰野的桃花眸中 有几分无奈之色 清贵英俊的眉宇间 还带着些疲惫 秦征缠着他一晚上 他能睡好才怪 他又多睡了会儿 等到起来 秦征已经把水鬼的尸骨 打捞上来 顺便用烈火符 把水鬼的尸骨火化了 为了防止下刀队友 秦征没和他们说这件事 他把水鬼和安安的魂魄 装在养魂服中 然后才带着他们的骨灰上路 徒步大半天 他们翻过了一座小山 那座山的半山腰上 有个房子 是不是有人啊 长子川兴奋地指着不远处 第二十章 离那个女孩远一点 那里的半山腰 是有一个房子 只是山上树木浓密 只能看到房子尖尖 看不清房子的全貌是什么样 附近都没什么 适合扎营的地方 我们可以过去看看 可能是山里猎户 说不定那户人家 知道怎么离开这座山脉 队友们开心地讨论着 因为看到了房子 说明这附近有人烟 说不定距离出去也不远了 快到那个村子了 养魂服中 水鬼对秦征说 今天的路线 基本是水鬼给秦征指路 队伍是由秦征来带路 其他人暂时也没发现 他们的路线有轻微的改动 深山里没有专门上山的道路 所以只能通过树林 来到半山腰 没多久 众人能看到青石板搭气的房屋 青石上面长了一些青苔 房前有大片的空地 空地上有几个架子 晒着衣服和药材 房门开着 可以看到里头的厨房 有身影在忙碌 正要走出树林 有一道瘦小的身影 从另一个方向拐过来 朝房子走去 小妹妹 那是你家吗 留下拦住女孩问道 小女孩大概十五六岁 扎着双马尾 看到这么多人出现在树林 小女孩往后退了一步 漆黑的眼眸 看着她们没说话 似乎是有点害怕陌生人 留下语气柔和地说 小妹妹你别害怕 我们不是坏人 我们是来山里探险的 不小心迷路了 所以想问问你爸妈 怎么从这山里出去 哦 小女孩冷淡地应了一声 转身继续朝房子走去 她的手里 还领着两只包了皮的野兔 留下站在原地 看了眼其他人 我们过去问问 而且天快黑了 她家门前的这片空地 正好适合扎营 好 我们可以和她的家人商量一下 我没意见 说不定她们知道 怎么离开这个坡地方 和柳下关系比较好的队友 纷纷表示同意 而秦征却没说话 只是意味深长地 看着小女孩领着野兔 走进了家门 秦征的眼中 小女孩的每一个步子 都没踩到地上 她是凭空走在空气上 有些人死了 魂魄会以为自己没死 一直保留着做人的习惯 走吧 我们过去问问 柳下等人都没征求 秦征这个队长的意见 擅自朝女孩的家走去 只有江瑶注意到了秦征的表情不对劲 有一种看戏的感觉 她不又问道 这里有什么问题吗 离那个女孩远一点 秦征收回视线 看向身边的几人 不管她说什么 做什么 你们都不要离婚 听到秦征的话 其他人脸色微变 除了萧陈宇和江瑶 宋妙妙和那名地质学家 也跟着秦征 水鬼的事情之后 他们显然也更信任秦征的能力 要不还是换个地方扎营吧 萧陈宇提议道 秦征的话 莫名让她觉得 这个山中小屋特别甚人 你觉得他们会同意 秦征朝柳夏等人的方向 抬了抬下巴 而且确实只有这里适合扎营 附近都是树林 在树林里过夜更不安全 过去吧 只要你们听我的 就不会有意外 他们一起来到了房子前的空地 你好 有人在里面吗 柳夏率先问道 什么事 微胖的中年妇女 从房子里面走出来 面无表情地看着外面的人 她的手里拿着锅铲 房间里传出来一阵香味 这香味 像是在炸肉 柳夏几人闻到了 不自觉地咽了下口水 这两天来到深山里头 他们都是吃饼干和泡面 还没吃过肉 秦征他们倒是顿顿 有烤肉吃 他们拉不下面子 问秦征药 只能眼睁睁地看着 柳夏收回视线 对中年妇女说 我们是来山里探险的 今天没找到扎营的地方 可以借用一下你家的空地吗 随便 中年妇女的态度不怎么好 显得有些不耐烦 她说完这么一句 房子里传来了小朋友 叫妈妈的声音 她转身就走了进去 妈妈 我好饿啊 什么时候可以吃饭 马上就可以了 好香好香 我想先吃一块 吃吧 秦征往房子里面看了看 除了女孩 还看到了一个四五岁的小男孩 中年妇女在用大锅炸肉 小男孩时不时 用手抓起盘子里的炸肉 放进嘴里 女孩就站在旁边羡慕地看着 她看了看那盘炸肉 中年妇女却瞪了她一眼 她说随便 应该是同意了吧 长子川对柳夏说道 嗯 我们今晚在这里扎营 他们放下东西 从背包里面 拿出了扎帐篷的工具 这炸肉的味道也太香了 柳夏身边的女医生 感慨了一句 等一下我去附近转转 应该能打到一些野味 长子川说 众人在搭帐篷 秦征则是坐在树林边的 一个大石头上 询问养魂服中的水鬼 这里原来住了什么人 我记得有个猎户住在这里 她媳妇生了五个孩子 五个孩子 看上去只有两个 因为前几个都是女孩 猎户想要个儿子 所以前两个生的女儿 扔进湖里淹死了 还有个女儿小时候生病 让人得活活打死 后来又生了一个女儿 村里有人说 猎户夫妻害死这么多孩子 欠下因债 到时候死了去地府得受罚 他们才留下了她 女孩出世没多久 猎户老婆一直没怀孕 等到女孩十多岁了 终于生了个儿子 水鬼的声音有些悲弃 山里都是些老旧的坏思想 我被拐来后 好几次跑不出去 都要认病了 可我怀孕的时候 他们说必须生个儿子 要是生了的女儿 会把她淹死 我不知道 我怀的是男士女 如果真是女孩 我绝不能让他们淹死我的孩子 我都已经这么可怜了 凭什么还要这样对我的孩子 所以 我想尽一切办法 还是想要离开这个地方 只是可惜 天色逐渐昏暗 房子周边却寂静的可怕 连细微的虫鸣鸟叫声都没有 营地留下几人守着 其他人去打野位了 秦真和江瑶一起去的 找了好久才找到两只山鸡 啊 回来的路上 凄厉的惨叫声从房子里面传来 第21章 身上没有伤 妈妈 我就吃了一块 你别打了 别打我了 呜呜呜呜 啊 好疼 好疼 房子里面传来了女孩的痛哭和惨叫声 哭声不断传来 还伴随着鞭打声 其他人也陆陆续续回来 都听到了这些声音 只是房子的门关着 让人看不清里面到底是什么情况 这是家暴吧 女孩的哭声听着很惨烈 萧陈宇从帐篷里面钻出来 想要去看看 江瑶拉住了她 你忘了秦真说的 别多管闲事 两人转头看向秦真所在的方向 只见她面不改色的处理着手里的野山鸡 像是没听到这哭喊声似的 啪 啪 啪 鞭打声还在继续 伴随着中年妇女的谩骂声 你个赔钱货 也配吃肉 你再吃 老娘打死你 萧陈宇听到这骂声 纠结无比地皱着脸 我们去阻止她 柳夏看了眼节目尽头的方向 义正言辞地对其他人说 虽然这是他们的家务事 但虐打小孩是犯法的 要是孩子被打出什么问题 这辈子可就毁了 对啊对啊 既然让我们遇上了 必须去阻止她 柳夏小天使 那个小女孩好可怜啊 快点去救救她 遇上重男轻女的家长真是倒霉 听那个女人骂的 好像女孩只是吃了一口肉 吃口肉怎么了 快把她救出来 呜呜呜 她哭得好惨 秦真怎么一点反应都没有 其他人都很关心这件事 就她还在那里处理野位 真是没同情心 我真是服了 秦真怎么还吃得下去 这女人连鬼都不怕 估计也没把人命当回事 还是我们下下好 这个世界 就是需要下下这样善良的人 看到柳夏等人要去敲门 秦真才开口 这地方是不错 就是晚上有点吵 她说完 姜瑶坐在了她的旁边 秦真在处理野山鸡 她在架火堆准备烤肉 你怎么一点都不好奇 秦真问她 除了她之外 最淡定的就是姜瑶 萧辰宇和宋妙妙 虽然没去敲门 但也很担心地 注意着房子的方向 只有姜瑶一脸冷漠 事不关己的模样 姜瑶淡淡地开口 如果真有人在你面前被打 你也不在乎 姜瑶停下手里的动作 桃花毛微微眯起 盯着秦真看了会儿 所以你的意思是 今晚根本没人被打 秦真眨了眨眼 或许被打得不是人哦 你怕不怕 见她没说话 秦真又说 我就知道你害怕 那我今晚就勉为其难 和你一起睡吧 可以让你睡得安心一点 姜瑶挑了下眉梢 我是不是还得谢谢你 秦真 不客气 姜瑶沉默片刻 节目的摄像头会拍到 我们每天睡一个帐篷 你觉得外面的人会怎么想 放心吧 他们都看不到 秦真进出帐篷的时候 会用灵力干扰磁场 节目组的摄像机 啥也拍不到 你是不是 为了那个东西 姜瑶低头看向柴火 微锤的眼帘 遮住她的眸光 啥 死窃 谁说的 我明明是为了保护你 秦真大意凛然地说道 她轻轻地笑了一声 倒也没再说什么 房子的门打开了 中年妇女的手里拿着藤条 但女孩的身影不见了 柳夏往屋里张望了一下 对她说 大姐 孩子就算做错了什么 都是你的亲生孩子 你怎么能这么对她 我家的事情 和你有什么关系 中年妇女冷冷地看着她们 可是 话没说完 中年妇女就砰的一声 关上了房门 也不知道那个女孩伤得怎么样 我们给她送点药吧 柳夏身边的女队员提议道 她是队里的医生 只好带了不少药物 好 我看看她在哪 柳夏绕着房子走了走 想要通过窗户 查看女孩在哪 秦真对她说道 毕竟是别人的家 你乱看什么 我是想帮助她 她才十几岁 被打得这么惨 她妈妈看起来 也不会给她上药 我给她送点药怎么了 柳夏痛心疾首地看着秦真 你怎么这么没有同情心 随便你 秦真懒得在搭理她 视线转向 江窑手中的烤山鸡 马上就可以吃了 烤肉的香味散了出来 柳夏闻到这股味道 羡慕地看了看 江窑手中的烤山鸡 但她还是转开了视线 对着摄像头说 别人被打得这么惨 他们还有心情吃东西 我实在是不理解 是啊 秦真他们也太冷漠了 一直都是无动于衷的样子 特别是秦真 像是没看到有人被打一样 希望你以后被人欺负 旁边的人看到了 也没人愿意帮你 秦真自己不想帮忙就算了 还阻止柳夏是几个意思 他能有什么同情心 眼里都是利益 还是我们下下最善良 柳夏知道节目播出之后 观众们肯定会对秦真有意见 有秦真的衬托 他就可以借着这个机会 树立善良美好的形象 但房子的窗户都是很粗糙的玻璃 屋里黑漆漆的 有些看不清里面的情况 房子的后面还有个小院 院里养着一只老牛 小院的味道有点难闻 地上落着一大坨的牛粪 柳夏看见女孩蹲在老牛的旁边 你没事吧 他走过去拍了拍女孩的肩膀 女孩转头看向他 面无表情 你是谁 我们在树林里见过 你忘记了吗 柳夏笑着对他说 你身体有没有不舒服 如果有不舒服 记得和姐姐说 女孩没有理他 用铲子铲了不少牛粪 放到罐子里面 然后抱着罐子朝房子走去 牛粪的味道不太好闻 柳夏往后退了几步 脸上的表情有点嫌恶 他盯着女孩看了一会儿 脸上没有伤痕 露出的手臂和小腿上 也没有伤痕 难道中年妇女就是虚张声势 其实没用力打他 可他怎么哭得这么凄惨 柳夏心中带了些疑惑 转身回到营地 江瑶 我给你讲个饭后小故事怎么样 秦征一边啃着鸡腿 一边对江瑶说 还没吃好 江瑶慢条斯理地 用匕首踢着烤肉吃 没吃好 我也要讲 江瑶轻笑 好 你讲吧 秦征开始对他讲道 以前我们村里有个百岁老人 活了将近两百岁 很多人都来问他长寿的秘诀 但是他都不告诉别人 其他人听了 也好奇地看向他 然后 江瑶非常配合地看向他 然后有一天 我也去问他 他就把长寿的秘诀告诉了我 第二十二章 召唤水龙 秘诀是什么 他说 看到柳夏回来 秦征才吐出剩下的话 少管贤士 柳夏正好听见这句话 发现其他人看他的表情不对 就知道秦征在说自己 你是不是背后说我坏话 有本事当面说 柳夏不满地开口 秦征呕了一声 当着他的面说 我说 你喜欢多管贤士 容易短命 你 柳夏怒不可遏地瞪着他 你自己没同情心就算了 嘲讽别人行善是几个意思 你的心里得多阴暗啊 如果是寻常生活中 柳夏也不会管这些事 可现在是在拍摄综艺 有摄像头对着他 他才会故作善良 而且通过他对别人的关心 还能衬托出秦征的恶毒和冷漠 那他需要 你给他上药吗 秦征勾了下唇 玩味地看着他 那个小女孩的身上 根本没有任何伤口 或许以前有 但现在 不过是一抹怨气未消的冤魂 你 你怎么知道 柳夏有些震惊地看着他 秦征都没见到 他怎么会知道 女孩身上没有伤痕我知道的 不得比你多点 秦征啃完手里的鸡腿 打了个宝格 他提醒其他人 你们带耳塞了吗 有带了的 等一下睡觉带个耳塞 要是没带 不管听到什么声音 都别钻出帐篷 队长 晚上会有什么声音啊 萧陈宇有点害怕地问他 没什么 晚上山里经常会有野兽的叫声 我怕你们睡不好 至于那个女孩的异样 他没打算告诉其他人 要是告诉他们 估计今晚都睡不着 依照秦征对这个魂魄的观察 只要他们不去主动招惹他 他也不会来伤害他们 在这儿住一晚离开就行 也是 昨晚我就听到了狼叫声 萧陈宇都闹道 秦征这边的几人 吃完了烤山鸡 柳下等人吃的是压缩饼干 长子川也去打野味了 但是啥也没抓到 这片地方连虫鸣鸟叫都少有 也就是说动物不常过来 这儿有东西 让他们畏惧 秦征和江瑶 本来还想多抓几只 只找到两只野山鸡 烤肉的香味散去之后 可以闻到空气中 还弥漫着淡淡的牛粪的味道 柳下越发觉得 手中的压缩饼干不是滋味 地图给我看看 江瑶吃完对秦征说道 你要干嘛 他把地图递给他 快要没水了 明天找找山里有没有山泉 秦征没有带食物和矿泉水 这几天他吃的基本都是野味 顺便在江瑶那边 再蹭点小饼干什么的 喝的则是江瑶给他的矿泉水 江瑶带的矿泉水 足以让他在山中撑好几天 但是分给秦征后 才三天就快喝完了 这还是江瑶省着点喝的结果 秦征基本是渴了就喝 完全没有节省水资源的意思 还忽悠江瑶说 他有喝不完的水 江瑶倒是让他喝了 但没把他的话放在心上 如果明天能到那个村子 村里应该有水 秦征对江瑶说 剩下的水 可能不够 我们明天喝 那这个给你 秦征拿了一张饮水符给他 笑眯眯地说 算是这几天的水费吧 这是什么 饮水符 只要念完咒语 就会有干净的水 节目组的镜头 正好拍到了两人的互动 饮水符 什么玩意 秦征自己什么都不带 每天喝江瑶的水 好不要脸啊 导致我们江瑶没水喝了 给个饮水符 有什么用 故意忽悠江瑶 瑶仔怎么这么傻呀 为什么要把矿泉水 这么重要的物资 分给秦征 上次的天雷 就是雷雨天的正常现象 秦征还真以为自己会法术 他这个符路要是能流出水 我直接把头砍下来当凳子 秦征从包里 又拿出一张饮水符 神色有点苦恼 可能出水量会比较多 拿什么煎呢 我有个水壶 江瑶将水壶递过来 那我念一遍咒语 给你示范一下 你要记住这个咒语 嗯 秦征两指捏着符路 放慢速度念了一遍咒语 他手中的符路突然飘了起来 飞在半空 然后亮起一阵蓝色的光芒 哗啦啦的声音传来 一条水龙从符路里钻出来 然后撞在了江瑶的脑袋上 江瑶全身都被淋湿了 手中抱着的水壶也装满了 他抹了把脸上的水 我觉得我应该带个大水桶 秦征轻咳一声 抱歉啊 法力还没恢复 我还不能精准地操控水龙 江瑶想到 刚才突然出现的水龙 好半天才回神 没事 反正今天还没洗澡 那 那是什么 水龙 卧槽卧槽 我刚才看到了水龙 龙 我也看到了 那真是龙 撞到江瑶的时候 还吓了我一跳 这不可能是变系法吧 哪有变系法 能召唤水龙的 所以秦征真会法术 我的天 我错了 我真的错了 我刚才不该骂得这么大声 秦征 能不能教教我 我也想召唤水龙 你们都在关注水龙 只有我对江瑶的身材感兴趣 本来以为江瑶是个病秧子 没想到临时之后 身材看上去这么好啊 对哇对哇 没人注意到 江瑶的身材好到诈吗 秦征的这一手操作 直接点爆了观众的好奇 众人对他的身份猜测纷纭 完全不像刚开始那样 各种质疑 这个片段播出没多久 秦征和 巅峰挑战 又上了热搜 很多不看综艺的人 都对召唤水龙的事情好奇不已 纷纷进来看节目直播 秦征不小心把江瑶弄湿了 所以 他用灵力帮他把身上的水烘干 江瑶抱着水壶 可惜的 看着地上的一大滩水 浪费的比街道的多 下次去村里找个水缸 先把水放到水缸里面 再让大家用水壶装 不过 那个村里 要是有干净的水资源 也不需要用饮水服 听到秦征的话 江瑶微微点头 我念的咒语 你记住了吗 嗯 江瑶张唇就要念咒语 让秦征听听看 以免自己记错了 但是他刚张唇 秦征就扑了过来 伸手捂住他的唇 鲜软微凉的贴在脸上 明艳精致的五官近在咫尺 秦征身上那股好闻的清幽味道 包围了他 江瑶瞬间将在原地 愣愣地看着他 你别念 你要是念了 那张饮水服不就又开起了 哦 他目着俊脸 将秦征的手拿下来 抱着水壶钻进了帐篷里 秦征还在帐篷外面 和萧陈宇等人唠嗑 萧陈宇在问他 怎么搞出的水龙 刚才他也看到了那一幕 他也想学 但秦征手里 已经没饮水服了 暂时没法给萧陈宇 改天可以再画几张 夜色越来越深 秦征也进了帐篷 他进来就见江瑶蒙着薄背 似乎睡着了 或许是怕他又抱着他睡 他整个人缩在帐篷的最边上 给他留了一大片的地方 今晚首夜的是长子川 小孩的哭泣声顺着风传来 江瑶瞬间就醒了 拉下被子问秦征 你收的那个小鬼在哭 秦征收了水鬼和小鬼安安 准备带着他们去报仇 这件事只有江瑶知道 不是他 秦征打了个哈欠 你带着耳塞睡吗 别理就行 第二十三章 诡异的一家人 江瑶起身从背包里拿了耳塞 带上准备继续睡 只是看到身边的秦征没盖被子 他犹豫了会儿 还是把自己的被子分了一点给他 外头 首夜的长子川也听到了 他不仅听到了哭声 还看到旁边的房子里亮起了灯 好像是房子里的孩子在哭 没多久 房子里面又传来有人哄孩子的声音 身上好烫啊 是不是生病了 不哭不哭 很快就治好 夜风震震 顺着风传来的 是越来越重的牛粪味 长子川干呕了一下 有点被恶心到 差点把晚饭吐出来 怎么这么臭 他吐槽了一句 视线看向其他地方 没发现有什么异样 他闭上眼睛 准备小气一会儿 孩子的哭声又传来 这回是嚎啕大哭 声音特别的响亮 柳下没带耳塞 也听到了这哭声 本以为很快就会结束 但是哭声却越来越剧烈 只有带着耳塞睡觉的几个人 才没有受到影响 他从帐篷里出来 对长子川说 要不要去问问怎么回事 一直这样哭下去 我们还怎么睡觉啊 长子川点点头 我去问问 除了柳下 和他关系比较好的女医生 也钻出了帐篷 也有其他人醒了 但他们都想到了秦征的提醒 不敢从帐篷里出来 长子川走到房子的门前 本想敲门 却发现房门扮演着 根本没有关事 他向征兴地敲了敲 然后就推门进去了 迎面来是一股刺鼻的臭味 好臭 走在长子川后面的柳下 连忙用手捂住了鼻子 两人看到屋里的画面 顿时瞪大了眼睛 呜呜呜 不要 放开我 我没有病 小孩的尖叫声和哭声传来 只见李侧的房间里面 女孩的弟弟躺在地上 双手双脚被绑着绳索 女孩往他的全身涂满了牛粪 你生病了 姐姐给你治病 女孩按着挣扎的男孩 惨白的脸上 带着诡异的满足笑容 把这些都吃下去 吃下去就好了 不 不要 呜呜呜 我不要 吃 给我吃下去 女孩脸上的表情 瞬间变得阴森无比 强迫地往男孩嘴里塞满了牛粪 导致男孩再也叫不出声音 住手 柳下和长子川同时出声 想要阻止疯狂的女孩 你怎么能对你弟弟做这样的事情 听到他们的声音 女孩这才停下手中的动作 慢悠悠地转头看向他们 他生病了 身上很烫 我是在给他治病 哪有这样治病的 柳下的脸上浮现出一阵嫌恶 但还是说道 我们队伍里有医生 可以帮他看看 你赶紧放开他 女孩突然嘀嘀地笑了起来 笑声在黑夜中格外渗人 他没有理会柳下 站起身去了另一个屋里 拖着一个被五花大绑的人出来 按照刚才的样子给他治疗 而女孩的弟弟 则是躺在地上一动不动 妈妈也生病了 也要给妈妈治病 女孩的嘴里嘟囔着 然后给中年妇女的身上 涂抹牛粪 放开我 小剑蹄子 你是不是要造反 中年妇女一边挣扎 一边骂骂女孩 女孩听了 眉心微微骤起 妈妈 你生病了 乖乖吃药 才能好起来啊 她的脸上扯出一抹笑容 然后掏出罐子里的那些牛粪 强硬地想要往中年妇女的嘴巴里面塞进去 都说了 让你住手 长子川手里拿着一根木棍 横在了女孩身前 阻止了她的动作 他们是你的亲人 你怎么能对他们做这种事 而且我说了 我们这里有医生 可以帮你们治病 柳夏还站在外面 大声对女孩说 因为这房子里面实在太臭了 她不想进来 但是为了树立自己乐于助人的形象 她就让长子川进来阻止女孩 女孩转头看向他们 漆黑的眼睛陡然变得英质 滚 她将手里的牛粪砸在了长子川的脚边 长子川有些恶心 连忙躲开了 女孩就又掏了一坨牛粪 塞进她妈妈的嘴里 没多久 她妈妈也不动了 快 快救人啊 这小孩疯了 柳夏见长子川 也不想去碰那些满身牛粪的人 转身跑去叫其他人 秦征 江瑶 萧陈宇 你们快起来啊 这小孩杀人了 快去阻止他 有人杀人了 你们快起来啊 柳夏一阵乱叫 把所有人都吵醒了 晚上山中鬼魅会幻化熟人的声音勾魂 秦征的声音从帐篷里传来 你们可别上当了 安心睡觉 其他人听到秦征这话 立即停下动作 回去继续睡觉 秦征能对付水鬼 说明他对鬼怪的事情最清楚 他们还是听他的比较好 秦征 柳夏咬了咬牙 你这是见死不救 你有时间在这里废话 早就把人救起来了 而且 你朋友是医生 我们又不是医生 怎么救人 秦征冷淡地说道 然后翻个身继续睡觉 你这么冷血 迟早会有暴眼 柳夏看了眼摄像头 呃狠狠地说 你快去救人吧 大善人 柳夏文言 脸色一阵清一阵白 他来叫秦征几人 不就是自己不想出面 那一家人身上都是牛粪 恶心都恶心死了 他可不想碰到 不过 柳夏想到节目摄像头还在拍 他只能硬着头皮朝房子走去 我们先阻止那个女孩 然后帮他们清洗一下 女医生跟着柳夏进了房子 但脸上的表情也是一言难尽 柳夏推了推女医生 你去帮他们看看 我 女医生有点犹豫 他们都一动不动了 你快去看看呀 你不是医生吗 柳夏着急地对女医生说 好吧 女医生捏着鼻子 正要走上前查看 却见离开的小女孩 又从另一个房间 拖过来一个五花大榜的男人 还是和刚才的那一幕差不多 男人咒骂喊叫 女孩往他身上涂牛粪 这男的什么时候来的 刚才怎么没看到 柳夏几人愣了一下 下午他们过来 只看到房子里面 有中年妇女和小女孩 还有女孩弟弟 根本没看到这个男人 你有完没完 恶作剧也不是这么搞的 长子川率先反应过来 用手里的木棍把女孩推倒在地 真是个熊孩子 居然这样对她父母和弟弟 这已经不是熊孩子了 我感觉她是在报复她的家人 对哦 她妈妈有点重男轻女 下午女孩吃口肉 都要一直打她 说明她平时在家里经常会受到虐待 那也不能这样对父母 实在是太恶劣了 不对劲啊 这个小女孩才十几岁 看上去这么瘦 她哪来的能力制服她父母和弟弟 你们不觉得很有问题吗 可能是下药 小小年纪就知道下药对付别人 好恐怖啊 她爸爸又高又壮 起码有两百斤 她刚才拖着她爸爸过来的时候 可以看出来很轻松 她哪来这么大力气 太古怪了 凌晨时分 本来看节目直播的人就少 但是女孩家的事情 充满了各种诡异的疑点 瞬间让观众们精神了 你们要救她 女孩跌坐在地上 冷冷地望着长子川 对啊 你赶紧停下 不然别怪我们不客气 女孩垂下脑袋 长发遮住了大半张脸 她滴滴地笑了很久 笑声阴森 冰冷 最后变得有些尖利 原来你们也是坏人 女孩抬头看向他们 长子川等人看到她的模样 当时吓了一跳 脸上血色迅速消退 三个人争先恐后地 从房子里跑出来 啊呀 接连不断的尖叫声 刺破天际 观看节目直播的观众们 也看到了女孩的样子 全都被吓了一跳 还有人吓得 直接把手里的手机扔出去 第24章 这是困住她的执念 女孩的半张脸上 血肉模糊 像是被什么东西烫伤了 还有一只眼珠 从眼眶里面掉了出来 漆黑的眼睛冒着黑气 你们都是坏人 她慢慢地从地上站起来 其他人疯狂往外冲 啊 鬼啊 救命 长子川最靠近女孩 她看到女孩的样子 当场下傻了 过了好久才转身逃跑 但没跑几步路 脚上像是灌了签一样重 她的身体不受控制地停在原地 地上有一片黑影 朝她靠近过来 女孩捡起地上的木棍 敲在了长子川的后脑勺上 不 长子川硬生倒地 转头看到女孩 脸上布满了惊恐之色 她好想跑 可是身体却怎么都动不了 你们都是坏人 女孩又说了一遍 悠悠地看着她 她的脸蛋恢复成了正常模样 但眼睛上却还是有怪异的黑色气体一出 让她整个人都显得阴森无比 那就都去死吧 女孩滴滴地笑了起来 手上凭空出现绳子 把长子川绑了起来 长子川看到她抱起那个装了牛粪的罐子 不由瞪大眼眸 满脸都是抗拒 救命 救救我 她大叫着 就算是真要死 也不想死得这么恶心 柳下像是没听到她的呼喊一样 钻进帐篷收拾东西 似乎是想要跑路 砰的一声 女孩手中的陶罐突然掉落在地上 长子川抬头看去 就见门外飞进来一张符露 贴在了女孩的额头上 符露散发出一阵金色的光芒 诡异的小女孩站在地上一动不动 忌惮地看着门外 既然你已经报仇 那就当个安分鬼 秦正的身影出现在门口 她朝长子川的方向打了个响指 长子川突然就可以动了 连忙爬起来往外跑 要不然 别怪我不客气 秦正看着女孩 眼神冰冷 哪怕她什么都不做 身上都有一种 让鬼怪感到畏惧的强大威压 让她们不敢造次 我 女孩身上的凶煞气息渐渐消散 眼神委屈 我没有欺负她们 是她们非要阻止我报仇 你已经报完仇了 现在这些都只是你的执念 女孩额头上的符露飞了起来 金色的光芒渐渐扩散 照亮了整个屋子 队友们都在屋外 看到这一幕 才觉得安心不少 但是下一瞬 她们的后背 却感到一阵毛骨悚然 金光笼罩房子之后 这个青石搭建的屋子 就发生了变化 地面上长满了杂草 青石砖上满是厚厚的青苔 还有不少 藤蔓爬到了屋顶 而房子的里面 也都是半人高的杂草 没有任何家具 门窗破损不堪 一看就是多年没有人居住 这 这个房子怎么变成这样了 我的天 这就是个鬼屋 他妈和弟弟的尸体不见了 所以这一切都是假的吗 众人交谈着 不由感到身上一阵冰凉 秦征叹了一口气 对女孩说道 他们早就死了 只是你的执念太深 所以魂魄一直在这里循环这些事 她走上前 只尖点在女孩的眉心处 这个女孩也是个可怜人 她被亲生母亲用热油泼死 只因为吃了一块炸肉 而这些肉都是母亲留给她弟弟的 不准她吃 女孩死后化作了厉鬼 回家把父母和弟弟全杀了 由于她对家人的怨恨太深了 他们的魂魄 但还是被执念困在了这个地方 每天都会经历一遍自己死时的痛苦 然后开展她对他们的报复 你可以离开这儿了 秦征解除了困住她的执念 本想找英差带她去地府 却发现还是无法召唤英差 难道是她重生之后 法力太弱了 以后不准伤害无辜的人 女孩乖巧地点了点头 她眼里的鬼气淡趣 变得清澈很多 只是视线看向房子外面的柳下 眼底多了些怨气 她的身影变得透明 飘出破败的房子 穿过人群的时候 她朝柳下吐了一口口水 坏女孩 女孩哼哼两声 这才飘走了 秦征从房子里走出去 其他人都戒备地盯着她的身后 生怕那个女孩窜出来 队长 那个小女孩 萧陈宇大着胆子问她 她是被困在这里的冤魂 你们看到的 一切都是鬼术幻化的 我已经制服她了 她不会再作乱 如果不是柳下等人 打扰到了女孩的魂魄 女孩会一直沉浸在 自己报仇的幻境中 不会搭理外面的人 秦征早就知道这一点 所以才让他们别多管闲事 结果柳下就和圣母上身了一样 秦征让她别管 她非要管 自讨苦吃 怪得了谁 听到秦征的解释 柳下身边的女医生 情绪有点崩溃 又是鬼 这个破地方 我不要呆了 我要回家 我不拍了 她从包里 拿出节目组的信号器 发射了退出信号 这里根本不是普通山脉 我以前也去过山里探险 没遇到过这种事 我劝你们也都别拍了 什么时候把命丢了都不知道 女医生脸色苍白地说 这两天 她已经被吓惨了 继续待在这里 就算她没死在鬼的手里 也会被吓死 这里确实不寻常 我也要退出 长子川颤抖着唇说道 队伍里的大部分人 都萌生了退役 而综艺直播的那个频道 也出现了一些问题 因为今晚拍摄到的画面 过于恐怖 节目暂时被平台封了 所以 女医生联系节目组之后 节目组在两个小时内 就派了直升飞机过来 除了飞行员 还有导演也来了 秦征 我想和你了解一下情况 导演直接找到秦征 把他拉到了空地的角落 你们这几天 真遇到鬼了 对啊 不过是小问题 我能带他们安全离开 秦征没有隐瞒 毕竟摄像头也拍到了 他说完之后 却见导演一脸愁色 导演盯着秦征看了许久 忍不住问他 你有几分把握 百分百的把握 如果连这些小鬼都对付不了 他不得让仙界同僚笑死 这些人间的鬼怪 对他来说 就和摁死一只蚂蚁差不多 你从哪儿学的 我家世世代代都是学这个的 导演没说话 陷入了沉思 他显然在考虑什么事情 今晚这个突发意外 导致节目暂时被封了 但是明天就能恢复正常 现在的主要问题 不是节目被封 而是不少队员被吓到 大部分都想退出 不想退出的 只有三个人 那就是秦征 江瑶和肖晨宇 导演思考良久 朝秦征抛出了一个诱人的条件 第25章 这可不能吃 要是你能安全带队友出来 除了原定的规则奖励 节目组再奖励你2000万 你觉得怎么样 秦征的眼眸一亮 没问题 包在我身上 虽然节目被短暂的封了一下 但因为这期的怪异事情比较多 所以节目看点也很足 吸引了越来越多的观众 这片山脉是有问题 可是因此终止拍摄 节目组估计得亏几十个亿 导演都没法对投资方交代 后期继续播放 他们节目组才能赚得播满盆满 导演继续去游说其他人 秦征要保护其他人的安全 所以有2000万奖金 而其他人只需要继续拍摄 跟着秦征在山里探险 也会有奖金 其他人的奖金 在200万到800万不等 毕竟每个人的身份地位也不同 重金之下 必有永夫 除了刚才情绪崩溃的女医生 和一名地质学家 执意要退出 其他人都留了下来 导演带着这两人先走了 节目组还连夜发出了一个通告 通告的大概意思是 今晚镜头中的诡异小女孩 是他们特意安排的演员 为了给野外求生增加难度 也为了给节目增加看点 除此之外 他们还在后续过程中 安排了其他惊喜 这节目组也太狗了吧 但是不得不说 画面太真实了 比一些电影还有感觉 这节目做得不错 我就说 秦征是故弄玄虚博眼球吧 怎么可能有人能召唤水龙 估计是节目特效 还有傻子相信 所以秦征会抓鬼也是假的 他是不是按剧本演的 肯定是啊 以前怎么没见秦征会这些 他要是会算命抓鬼 早就大红大紫了 怎么不给自己算算 我觉得秦征的胆子好大 他一直都很淡定 节目组不是说了吗 队伍里的人都不知道 这些是特意布置的惊喜 走了两个人之后 队伍里就剩下了六个人 天色渐亮 秦征很早就醒了过来 去树林里摘了几个野果当早饭 回来的时候 其他人也醒了 他们看到不远处的荒废青石屋 脸上的神色都有些复杂 吃早饭了吗 秦征看到宋妙妙 给他扔了一个野果过去 谢谢队长 秦征环视四周 没看到江瑶 而且其他人都开始收帐篷了 江瑶的帐篷还立着 估计人还在里面 他钻进帐篷一看 发现江瑶还在睡觉 你怎么还没起 你是猪吗 秦征过去叫他 拉了拉他的被子 你才是猪 江瑶有气无力的声音传来 睁开眼眸看向秦征 俊美白皙的脸上 泛着不正常的飞红 鹅角甚至细汗 眼下的那颗泪质鲜红如血 莫名让他多了些妖野的玉气 秦征看着他 愣了一会儿 他不得不承认 这男人真是好看的要死 他活了上千年 见过不少俊美的神仙 也没他的样貌好看 江瑶抿了抿苍白的唇 继续裹着被子 蜷缩在地上 秦征这才发现 他有点不对劲 上前戳了戳他 你怎么了 好像发烧了 江瑶闷闷的声音传来 我已经吃了退烧药 退烧是不是要好久 见他这副样子 秦征觉得 今天估计是不能上路了 先休息一早上 好 秦征找了个毛巾弄尸 搭在了江瑶的脑门上 好娇贵啊 进山才几天 这就生病了 他望着身边这个俊美雷弱的男人 心中一阵感慨 我先和他们说一声 嗯 江瑶微弱的声音传来 眼眸紧闭着 似乎是睡着了 他来到外面 正要把江瑶生病的事情 告诉其他人 长子川却过来对他说 队长 柳下发烧了 身体很不舒服 我们在这里休息一上午 再出发吧 昨晚秦征救了长子川 他现在对秦征的态度好了不少 没有之前那样指高气昂的 他也发烧了 我去看看 长子川带秦征去找柳下 他靠在帐篷边的大石头上 身上滚烫 脸色却苍白无比 眼睛紧紧地闭着 身体时不时抖动 像是做噩梦了一样 不 不 柳下 柳下你没事吧 起来把退烧药吃了 长子川拍了拍柳下的脸 试图叫醒他 啊 居然尖叫了一声 这才睁开眼睛 眼睛里面全是红血丝下下 吃药 见他终于醒了 长子川把退烧药递给他 不要 你是不是要害我 柳下的脸色一阵扭曲 直接把长子川的手打开了 还猛地推开了他 我怎么可能害你 长子川不敢置信地看着他 不明白他为什么会这么说 柳下却看着他冷冷地笑了一声 我自己会治病 不需要你 他费力地站起来 朝那片长满杂草的荒芜走去 低头寻找着什么 秦珍望着柳下的脸 只见苍白的脸上 笼罩一层淡淡的阴气 阴气上的气息 和昨晚的女孩魂魄有点像 秦珍提醒长子川道 他好像中邪了 什么 长子川惊恐地瞪大了眼眸 难道是昨天那个 先看看他想干什么 秦珍用眼神示意他 跟上乱转的柳下 这个时候 节目的直播也恢复了 观众们看到了行为奇怪的柳下 柳下在干什么 好奇怪 看着挺像中邪的 你们就听秦珍乱说吧 节目组都说了 这些事都是演的 我也觉得 秦珍最多会一点变戏法 然后借着节目装神弄鬼 我要治病 我要治病 柳下的嘴里喃喃着 朝荒芜的后院走去 后院的地上长满了杂草 但不是很茂盛 只是时常会有山里的野兽 从这里跑过 地上有不少动物的粪便 柳下走过去之后 不小心踩到了 牛粪 牛粪 吃掉牛粪就会好起来了 秦珍 长子川 节目观众们 长子川愣了好一会儿 本以为自己听错了 结果发现 柳下蹲在地上 伸手就要去地上 挖动物的粪便 可把他给吓一跳 吓吓 你在干什么呀 他冲上前 一把将柳下拽了回来 你放开我 放开我 柳下拼命地挣扎起来 我要吃 柳下 这可不行吃 秦珍一脸玩味 有些明白原因了 估计是昨天柳下带人 打扰到了女孩的魂魄 结果 让女孩记恨上了 女孩朝柳下吐了一口口水 恶鬼的口水 其实就是鬼气 会让人类神志错乱 完全意识不到 自己在做什么 俗称中邪 我要吃 我要吃 见柳下挣扎得厉害 长子川求助地 看向秦珍 队长 你救救他 看在两千万的面子上 秦珍还是出手 帮了下柳下 后续想要安全离开山脉 他们也不能一直 带着一个中邪的人 要不然的话 他才懒得管他 驱邪浮燃成灰烬 落在了碗中 秦珍又倒了一些水进去 把这碗浮水给他喝了 封建迷信 我见过一些神棍 弄这种浮水 根本没什么用 秦珍能不能别乱来 柳下这情况 是精神出问题了吧 我觉得还是带他 去看医生比较好 不要再继续拍了 柳下到底怎么了 他这样子 看起来也不是眼的 让他退出去看医生吧 秦珍这种歪门邪道 只会害死人 第26章 力量对抗 命格孱弱 柳下闹得厉害 几个队友的帮忙下 他们才制服他 让他喝下浮水 他们没给他吃退烧药 喝下秦珍的浮水之后 很快就没发烧了 柳下苍白的脸色恢复正常 眼神变得清明起来 他靠在石头边 茫然地看着四周 好嘞啊 我刚才怎么了 你刚才非要吃牛粪 好在我们拉着你 萧辰宇本来就不喜欢柳下 这会儿幸灾乐祸地说道 怎么可能 柳下的表情一阵扭曲 我就算脑子有问题 都不可能吃这种东西 那你问其他人 柳下转头 看向自己最信任的长子川 只见长子川一脸复杂 呵呵 你也帮着他们诋毁我 我没有 长子川心仪柳下 担心惹他生气 只好配合地说道 他们确实是乱说的 你别放在心上 切 萧辰宇不懈地轻斥 等到节目结束 你自己去看直播回放 你就知道谁在乱说 多亏了队长不计前嫌 救了你一命 我需要勤征救 反正柳下打死都不 相信自己会做出这样的行为 他还朝萧辰宇冷冷一笑 转身就进了帐篷 这一幕 让观众们看得不明所以 所以柳下这是好了 勤征的腹水 还挺有用啊 大家别被勤征骗了呀 这些肯定是演的 昨晚那个鬼都是演的 说不定柳下中邪 就是一场戏而已 虽然是演的 但是柳下想吃牛粪这事 真的好好笑 这些探险队员的演技真好 都比得上专业的演员了 谁说勤征没演技 这次演神棍片子 不是演得很像 哈哈哈哈 期待节目组后面 还安排了什么惊喜 勤征给完腹水之后 他就进了帐篷 看江瑶的情况 江瑶倒是没中邪 只是发烧 但是这发烧的原因也不寻常 他睡着了 勤征盯着他看了许久 只见江瑶身上的灰色死气 疯狂涌动 夹杂着浓郁的煞气 像是受到了什么召唤一样 比以前浓郁了好几倍 勤征将手指搭在他的脉搏上 能感受到 他体内有两股强大的力量在对撞 其中一股力量 就是死气的来源 这股力量 让勤征都有些心惊 另一股力量 像是什么封印 不断地压制死气 虽然他封印了大部分强大的死气 但也算是间接地救了江瑶 因为江瑶的命格被人给换了 导致他的命格和身体脆弱不堪 根本无法承受死气中蕴含的强大力量 这股力量被放出来 江瑶就会率先暴体而亡 不知道是不是受到山中诡异阴气的影响 江瑶体内的死气溢出越来越多 那股封印的力量 有松动的趋势 只能便宜我了 勤征收回手 若有所思地说道 他没办法出手压制 现代这具身体太弱了 但是他可以吸取多余的死气 让死气保持在不会伤害江瑶的浓度 眼睛一闭一睁 就是好几个小时 正午时分 江瑶的身体渐渐恢复正常 你有没有感受到 你体内存在的那股力量 勤征把他生病的原因告诉他 江瑶这才知道他不是普通发烧 力量对抗 江瑶皱了皱眉心 低头看向自己的双手 所以你的意思是 我身上这个古怪的死气 我自己也可以使用 对 但是你的命格被换 身体孱弱 暂时承受不住这么强大的力量 怎么样才能知道 是谁换了我的命格 那要等这个节目结束 好 其实江瑶心中有一些猜测 也有怀疑的人选 只是以前他一直以为 对方是给他下了什么慢性毒药 没想到竟是偷换命格 柳下的帐篷中 长子穿过来帮他一起收拾东西 他担忧地询问道 身体没有其他不舒服吧 你刚才吓死我了 柳下没说话 陷入了沉思 他能感觉到自己中邪了 但是意识很模糊 内心感到很恐惧 好像有些东西 把他的魂魄 关在黑屋子里面 有时候能听到长子穿在和自己说话 可他的嘴巴却像是被封了一样 没办法讲话 意识也无法离开那个黑屋子 真是秦正的腹水救了我 长子穿微微点头 我觉得秦正还是有几分本事 导演说他会护着我们安全离开山脉 只有所有人安全离开山脉 才能拿到奖金 听到长子穿夸奖秦正 柳下心中莫名有些不舒服 有一种被背叛的感觉 你夸他干什么 难道不知道我最讨厌他吗 可是秦正会抓鬼是事实啊 你以为他是真心实意的救我 不过就是在镜头面前作秀罢了 如果真遇到对付不了的危险 他肯定不会管我们的死活 这才开拍三天 我们就两次遇到了女鬼 后面估计更危险 那怎么办 我们还是退出吧 不行 不能退出 导演也承诺了奖金给他们 柳下大概能拿到五百万 他可设不得放弃这些钱 我们只能靠自己 柳下把长子穿拉到自己身边 低声对他说 秦正不是带了很多俘虏和法器 估计是他找某个大师要的 我们可以拿一点来防身 长子穿没说话 柳下又说道 就算秦正为了奖金愿意救我们 但是后面我们又遇到鬼 秦正正好不在我们旁边怎么办 那不是原地等死 长子穿神色微动 对死亡的恐惧 战胜了他的良知 你说的对 我们也得有服录防身才行 而且都是队员 秦正分给肖陈宇好几张服录 都没给过我们 那我们怎么拿他的服录 晚点找找机会 两人商量半天 这才从帐篷里出来 其他人都收拾好东西 准备出发离开了 他们也赶紧收拾起来 只是收拾的时候 柳下的目光 时不时地打亮秦正的背包 耽误一早上 感觉今天还是到不了那个村子 秦正走在江瑶身边 对他说道 路上注意一下 有没有适合扎营的地方 大概走了三个小时 还真让他们看到了 一处河边的空地 我们在这里休息一晚 秦正对其他人说 他看了眼江瑶 就见他脸色苍白 额角有薄汗 你没事吧 没事 就是有点头晕 江瑶喝了口水 感觉好了一点 他也不知道为什么 越往山里走 身上越提不起劲 我们快要到最危险的地方了 水鬼所说的村子 在山里较深处 距离那片笼罩着 血红色阴云的山峰不远 今天一路走过来 秦正能感觉到 磁场越来越乱 希望帮水鬼报仇完之后 离开的路线 不会经过那个诡异的山峰 秦正翻了翻包 把包里的几张平安符 都翻了出来 这些都给你 你待在身上 江瑶的命格很弱 容易被鬼怪纠缠 所以越到阴气重的地方 他会越不舒服 这么多 你自己留点 我不需要 见他磨磨叽叽的 秦正就挨个把平安符 挂在了他的脖子上 挂了七八个 不远处 柳下和长子川看见了 忍不住一阵眼红 秦正的这些符录 关键时候能保命 他也不给他们一个 居然给江瑶这么多 我去附近转转 看看这里 扎阴安不安全 你们在这里别乱走 秦正叮嘱其他人说道 他从包里拿了锣盘 和几个小旗子 打算在周围布个阵法 通过阵法探究一下 这座山脉的磁场 为什么会这么奇怪 为什么有这么多邪碎 而且还无法联系 地府的那些阴柴 秦正在河边的树林里 找到了一个 合适的布阵地方 结果没布置一会儿 听到了一阵古怪的声音 哼哼哼 他转头朝声音 传来的方向看去 只见茂密的灌木 从后面出现一个 巨大的黑影 第27章 表演一分钟抓野猪 灌木从后面的野猪 用后腿刨着地面 准备朝秦正冲过来 正好有个无人机摄像头 跟着秦正 他站直身体 看向了节目摄像头的方向 给大家表演个一分钟 抓野猪 他从口袋里 拿出了一把匕首 匕首在手里转了一圈 哼哼哼 野猪的嚎叫声传来 他慢慢地从草丛走出来 要冲向秦正 节目摄像头对准了野猪 观众们可以看到 这个野猪体型巨大 肌肉结实 朝秦正做着俯冲的姿势 一分钟抓野猪 秦正在开什么玩笑 这头野猪的体型这么大 还有獠牙 看上去就能轻而易举 把人给拱飞 别到时候死在野猪脚下 秦正这人真是吹牛不打草狗 这么大的野猪 三四个成年男人来抓都够呛 他一个女人还想抓到 赶紧跑吧 你们难道忘了 秦正打赢过狼群吗 就算他会一点武术 那也不可能一分钟抓野猪 这么大的野猪 起码得大半个小时才能拿下吧 观众们听到秦正的那句话 基本上都觉得 他在大言不惭 只有少部分人 想到了秦正之前 打败狼群的身手 有些期待他这次的表现 轰的巨像突然传来 野猪朝秦正冲了过来 凶狠的眼睛盯着他 似乎是把他当成了猎物 秦正却淡定地站在原地没动 他看着跑过来的野猪 将手里的匕首甩了出来 匕首正中野猪的一只眼睛 基本全数没入 可以看出他的力道极大 野猪发出一声淒厉的惨叫 轰然倒地 看节目直播的观众 直接给看傻了 都忘了发弹幕 上一秒 还是野猪冲过来的画面 下一秒 这个撞瘦的野猪 就倒在了地上抽搐 秦正出手到野猪死亡 连一分钟都没到 过了好久 等到秦正布置好阵法 观众们的弹幕才疯狂涌现 我去 他是怎么做到的 刚才就看到 他甩了一把刀出去 那把刀怎么不见了 那把刀全扎进了野猪的眼睛里面 这个力道非常恐怖 哪怕是从小练武的人 不一定有这样的准度和力道 秦正是不是师从 哪个鼓舞世家 这也太帅了 假的 肯定是假的 节目组能找演员办鬼 这估计也是让人在旁边开枪打死 然后秦正在假装扔匕首 大部分人都不相信 秦正在短短几秒钟内 随便扔个匕首 就能把野猪杀死 直到秦正布置好阵法 准备回营地 他走到野猪的旁边 抓起野猪的一只后腿 单手托着野猪 就往河边空地走去 这只野猪起码有上百斤吧 他一个人就能拖走 今天直接刷新我的认知 秦正看着高挑先兽 怎么力大如牛啊 震惊一百年 四五个男人拖着野猪回去 才勉勉强强 他居然一个人还这么轻松 他还是人吗 秦正不仅能拖着野猪走 还能拖着野猪跑 江瑶 江瑶 他跑回营地 吃席了 吃席了 江瑶靠在树边小气 突然感觉一阵地动山摇 他疑惑地睁开眼眸 就见秦正兴奋地拖着一只野猪跑回来 其他队友听到了动静 都是一脸目瞪口呆地盯着他 野 野猪 这么大 萧尘宇惊讶地长大了嘴巴 说话都不利索了 队长 你怎么抓到的 我在那边布阵 随手抓的 秦正那轻松无比的语气 好像他是随手 逮了一只野兔一样 这可是上百斤的野猪啊 过来帮忙处理 今天的晚饭有着落了 别说是今天 他们这些人 后面几天也能不愁吃的 好嘞 萧尘宇兴奋地上前 接过野猪的后腿 准备像秦正那样 把野猪拖到河边处理 结果尴尬的事情发生了 他没拖动 秦正问他 你行不行啊 萧尘宇吸了一口气 行啊 男人不能说不行 他咬着牙 继续用力拖野猪 然后更尴尬了 还是没有拖动野猪 这野猪估计有上百斤 你怎么可能一个人拖得动 江瑶走过来帮忙 可是刚才队长就一个人 秦正看到江瑶要拖野猪 他就把野猪的后腿抢了过来 算了 还是我拖过去吧 你们俩不行的 被鄙视的两个大男人 萧尘宇用手肘撞了下江瑶 他说你不行 江瑶面无表情 滚 秦正拎着野猪后腿 轻轻松松就把野猪拖到了河水边 队长 剩下的让我来处理 萧尘宇跑过去 准备表现一下自己 行 交给你吧 等下让江瑶来烤野猪 他烤的野猪比较好吃 这几天 基本都是秦正打野猪 然后由江瑶来烤 江瑶的手艺特别好 他甚至还带了各种烧烤调料 萧尘宇在处理的时候 宋妙妙也过去帮他 而柳夏和长子川 则是坐在树荫下 古怪的看着秦正拖回来的野猪 我怎么觉得 他好像变了一个人一样 以前没听方熙宁说 他会抓鬼 而且力气也没有这么大 不会是被鬼上身了吧 柳夏酸溜溜的说道 应该不是吧 鬼怎么会抓鬼呢 长子川之前不认识秦正 也没发现他有什么不同 可秦正的那些手段 以及古怪的蛮力 确实有点没法理解 秦正坐到了江瑶 刚才坐着的地方 把手里的罗盘和小旗子 放进包里 放好之后 他觉得有点不对劲 他的包里放了一打符露 明显少了三分之一 有人偷他东西 江瑶走过来 秦正就问他 刚才谁动过我的包 怎么了 符露少了好几张 江瑶皱了皱眉心 回忆了一下 刚才你去检查附近 我把我们的包放在这里 去河边洗了个脸 洗完回来 江瑶的视线 看向柳夏的方向 眼眸带了几分冷色 只有他站在附近 我回来看到 包的拉链都拉着 也没多想 我就猜到是他 秦正冷笑一声 其实很好猜 因为江瑶 萧辰宇和宋妙妙 都不需要拿他的符露 他之前主动给过他们 几张用来保命 只有和柳夏玩的 好的几个人 秦正不想给他们 那个女医生退出了 只剩下了柳夏 长子川两人和他不对付 秦正直接走了过去问他 你是不是拿了 不该拿的东西 你说什么 柳夏一脸疑惑地望着秦正 我说 你拿了不该拿的东西 你的意思是 我偷东西 你有病吧 柳夏的脸上浮现怒容 骂道 谁要偷你的那些破玩意 真把自己当回事 长子川也配合地说道 秦正 没有证据的话 不要乱污蔑别人 大家都是队友 后面的日子 还要共度难关 没必要这样 江瑶走了过来 是我先提出的怀疑 江瑶 我和你无冤无仇 你为什么这样陷害我 柳夏不敢置信地看着他 眼眶通红 一副快要哭了的模样 第二十八章 偷东西 就是自讨苦吃 见他这副模样 江瑶的眼里 闪过一丝厌恶 不是故意陷害 我只是表达我的猜测 好 你们非要说是我拿的是吧 那我拿了什么 放在了哪里 你们说清楚 要是说不清楚 我也和你们没完 秦正说道 你拿了我的符录 大概有五六章 我拿了 放在了哪里 那我怎么知道 把你的包给我看看 你放在哪里都不知道 怎么能断定 是我拿的 你这不是陷害是什么 柳夏的眼里 忍不住流出眼泪 秦正 我早就知道 你不喜欢我 但是你也没必要 这样针对我吧 节目镜头拍到柳夏哭了 观众们也觉得 秦正和江瑶 有点咄咄逼人 江瑶怎么了呀 怎么帮着秦正 陷害柳夏 江瑶 你不要帮秦正说话 他可不是什么好货 你离他远点啊呀 柳夏说的有道理 他们又没亲眼看到 凭什么说柳夏偷东西 好无语 刚才还对秦正有点好感 现在就看到他欺负人 这算是仗着自己有本事 故意欺负队友吗 江瑶作为圈内顶流 演过不少电影电视剧 还拿了很多大奖 他一看柳夏这样子 就知道他在演戏 他有些不耐地说 那就把你的包打开 让我们看看 这是我的私人物品 凭什么给你看 你这是心虚 柳夏咬了咬唇 一副委屈极了的模样 我根本没拿你们的东西 有什么好心虚的 我可以把我的包给你们查看 如果没有找到你们丢的符路 怎么办 江瑶皱了皱眉心 正要说点什么 秦正去拉了他一下 这个时候 长子川说道 如果没找到丢失的符路 你们给下下道歉 节目的摄像头还在拍呢 你们不能这样随便欺负人 秦正没说话 江瑶也没说话 而秦正看着柳夏 则是手上掐绝算了一挂 他的挂像显示 就是柳夏偷的符路 江瑶没有猜错 前提不应该是 他的包里没符路 而是他真没偷 秦正皮笑若不笑地说 如果真没偷 我可以和你道歉 但你要是偷了 你也得对我道歉 并且把那个锅 给我作为赔礼 他指了指 他们用来煮泡面的那个锅 秦正看上 这个锅好久了 要是有这个锅 他们还可以炖肉吃 或者让江瑶做点 红烧排骨什么的硬菜 可以 柳夏抬了抬下巴 自信地说道 他料定秦正和江瑶 绝对找不到丢失的符路 柳夏把自己的背包递了过来 秦正打开翻找了一阵 确实没找到符路 我就说我没拿 赶紧给我道歉 柳夏冷哼一声 节目摄像头可在拍着 要是你不给我道歉 全世界的人都会知道 你们俩故意欺负人 我又没说 符路肯定在你的包里 我就带了这一个包 不放在包里 还能放在什么地方 江瑶看着柳夏 狭长的桃花眸微微眯起 把你的外套口袋翻出来看看 给你看就给你看 柳夏直接把外套脱了下来 里里外外翻出来给他们看 不过这次 还是没看到丢失的那些符路 阿者 我觉得这次秦正和江瑶 有点过分了 我也觉得 不能因为关系不好 就非要怀疑柳夏吧 柳夏不可能偷东西的 他不是这样的人 秦正赶紧道歉 我就说 秦正不是什么好货吧 江瑶都被他带坏了 给柳夏道歉 只有你们能欺负人 真以为我们柳夏没粉丝啊 观众们看到这一幕 越发觉得 秦正和江瑶的行为很过分 难道真不是他 江瑶低头靠近秦正 轻声询问他 不好意思 多怪我没看好你的东西 他皱了皱眉心 有点自责 不 你没错 秦正安慰他 看向柳夏的视线更冷了一分 我们先想想 他会把东西藏在哪里 嗯 秦正上下打量了下柳夏 又看了看长子川 看什么看 赶紧道歉啊 柳夏朝秦正抬了抬下巴 眼里带着几分蔑视 秦正的视线又回到了柳夏身上 看着他许久没说话 突然间 他注意到一个有点不同的地方 你 你看我这里干什么 秦正的目光盯着柳夏的胸口 让他忍不住伸手捂住了胸口 秦正 你变态啊 柳夏把外套脱掉之后 里面是较为修身的黑色体恤 秦正观察他许久发现 柳夏的身材有一些不一样 秦正冷冷一笑 我丢失的服录里面 有一张平安符 这个平安符遇到邪气 将会自动启动保护 他伸手掐绝 调用了这山脉 不远处的一些阴气 包围了柳夏 刚开始 是一团黑雾围着柳夏 结果没多久 黑雾里面亮起一阵金色光芒 这股光芒 则是从柳夏的胸口散发出来 怎么会这样 柳夏震惊不已 没想到秦正还有这招 他极力的想要伸手捂住胸口 可是金光根本捂不住 还说不是你拿的 秦正嘲讽地看着他 你还拿了雷暴符和烈火符 只要我现在念一句咒语 那些符录就会在 你的衣服里炸开 你猜你会不会被炸成肉泥 不 你别念 柳夏脸色涨红 这才知道怕了 他连忙从胸衣里面 掏出藏起来的那些符录 尴尬地塞到秦正手里 对不起 我也是这几天遇到鬼之后 太害怕了 想给自己留点保命的东西 你要是真害怕 你可以选择退出 秦正说 柳夏神色一僵 没有说话 神反转啊 原来真是柳夏偷了东西 亏我刚才一直帮柳夏说话 没想到真是他偷的 实在让我这个老粉太失望了 以后我还是脱粉吧 想想柳夏刚才的行为 好能演啊 都把我们骗过去了 他这种行为 不是妥妥的绿茶表吗 我悠了 那柳夏的人品 也太恶劣了 以前完全不知道 好了 从现在开始 我要粉秦正 谁能拒绝一个单挑狼裙 一分钟 宰野猪的帅气小姐姐呢 还会抓鬼 我真的会爱 江瑶剑秦正盯着手里的符录 一直没收回包里 忍不住问他 怎么了 有什么不对劲吗 少了一张 柳夏总共偷走了六张符录 刚才有一张平安符用掉了 应该还剩下五张才对 而现在 秦正的手里 却只有四张 再找他问问 不用 为什么 因为那张符录有点特殊 不是驱邪的 而是 第二十九章 大凶大恶之辈 秦正的眼神带了几分玩味 那张符不是驱邪的 而是招邪 缺少的那张符 叫招魂符 顾名思义 就是用来召唤鬼魂的 秦正还有点担心 柳夏不会用 要不要啥时候 教他用一下 希希 招邪 还有这样的符录 江瑶有些好奇 因为有时候 天师调查一些事情 需要找魂魄问话 只要使用招魂符 就可以把附近的鬼魂引过来 还有更高级的招魂符 可以定向寻找魂魄 原来是这样 江瑶复杂地看着秦正 只觉得 他给自己所展示的世界 和他原来认知中的世界 完全不一样 秦正把符录放好之后 又朝柳夏走了过去 那个锅给我们 先前可是说好了 要是秦正找到符录在柳夏那里 长子川就得把那个煮锅送给他 长子川有些不舍地抱着那个煮锅 柳夏看了他一眼 说道 给他就给他 反正我们也不怎么用 他们的泡面已经吃完 也不需要用煮锅煮面 秦正拿到煮锅 然后和萧辰宇他们一起 处理那个大野猪 没有专门的砍刀 猪的骨头不好砍 萧辰宇遗憾地望着大野猪 我还想吃个盾排骨呢 砰的一声传来 只见秦正举着江瑶 带来的西瓜刀 利落地砍下了一块猪脊骨 你说什么 他疑惑地看向萧辰宇 萧辰宇表情纳纳 没什么 太强了吧 刀在秦正手里 怎么感觉什么都能砍 由于野猪的体型很大 所以秦正 只是把最好几个部位的肉踢了下来 除了今天要吃的 他把剩下的肉分给了大家 每个人都用袋子包着 放在背包里 明后天还能吃顿好的 秦正在分肉的时候 柳下和长子川 只能在远处看着 其他人都分到了野猪肉 就他们两个没有 没多久 炖肉烤肉的香味渐渐传来 柳下几次移开目光 不想看着他们大快朵頤 但还是忍不住偷偷看几眼 手里的压缩饼干 变得索然无味 你想不想吃 我去问他们要一点 看在同队的面子上 秦正应该会分我们一些 长子川问柳下 我不吃 柳下瞪了他一眼 我最近刚好在减肥 肉有什么好吃的 那我去给你摘点野果 河边附近的树林里 有一棵树上 长满了红彤彤的野果 先前萧陈宇就去摘了一些 宋妙妙说无毒可以吃 我和你一起去 柳下站起身 不想在这里 看着他们吃野猪肉 等到他们吃完晚饭 天色也黑了 秦正用烈火符 把剩下的野猪遗孩 给烧成了灰烬 免得血腥味在晚上引来野兽 影响到他和队友们休息 今晚没发生意外 众人难得睡了一个好觉 第二天清晨 队伍继续上路 按照水鬼的指引 他们翻过一座小山 终于看到了村落的影子 快到了 我们今晚可以借住在村民家里 萧陈宇兴奋地说道 好几天没睡床了 我真想躺在床上 好好睡一觉 其他人看到村落 疲惫的脸上也多了些笑意 而且秦正还说过 那个小村有道路 可以离开这片山脉 他们找到小村 说明离开这里也不久了 只是那村子看着虽静 走过去却要不少时间 等到他们步行到村子附近 已经是黄昏 又一天时间过去了 山脉上方 漂浮着层层叠叠的乌云 夕阳的余晖 只有些许穿透云层 照射到山脉中 以至于光线异常昏暗 秦正眯了眯眼眸 视线看向远处的村落 脸色有点凝重 随着他们靠近 能够明显感觉到 阴气越来越重 而这个村落 距离山脉深处也更加近 秦正等人来到了村口 阵阵阴冷的风吹过来 突然天黑了 好奇怪啊 萧陈宇摸了摸手臂 冷风吹得他手臂上起鸡皮疙瘩 阴森森的 不会又有鬼吧 萧陈宇的嘟囔声传来 其他人的表情一阵怪异 戒备地看着四周 显然是前几天 被鬼给吓出阴影了 特别是柳夏和长子川两人 柳夏往长子川身边靠近了一点 对其他人说 我们走快一点 赶紧进村子 恐怕走不过去了 秦正悠悠地说道 什么意思 那个东西已经来了 秦正意味深长地看着柳夏 可以看到柳夏瞬间变了脸色 他勾了勾唇 转头看向身边的江瑶 我教你用驱邪符怎么样 免得我不在的时候 你被女鬼拖走当压寨夫君 江瑶的嘴角抽了一下 还不等他同意 秦正就塞了一张符录到他手里 你拿着这张驱邪符 然后念一句咒语 秦正准备把咒语告诉江瑶的时候 柳夏就紧紧地盯着他 本来他走在长子川身边 你过来干什么 秦正转头看了眼柳夏 你说什么东西来了 我害怕不行吗 柳夏脸色惨白 但语气理直气壮 他的视线撇过江瑶的驱邪符 感觉和他手中留下的那张 符录长得差不多 所以那张也是驱邪符 行吧 秦正对江瑶念了一遍咒语 故意念得比较大声 江瑶手中的符录 发出一阵金色的光芒 照亮了昏暗的村口 呼呼 阴风吹来 众人顺着光亮 看到地上出现一道诡异的黑影 朝他们飞快地爬过来 砰 砰 随着黑影靠近 这才看清那东西 用双手撑在地面上爬行 乌黑长长的头发 凌乱地缠在身上 腰间像是被人砍了一刀 只有上半身 他爬过来的时候 地面上留下了一道长长的血痕 鬼 鬼 有人惊叫道 听到声音 只有半个身子的女鬼异常兴奋 更加快速地朝他们靠近 江瑶手中的符录光芒已经没了 但秦正却在江瑶的遮挡下 伸手掐了一道驱邪咒 打向不远处的女鬼 啊 女鬼惨叫一声 转了个方向 快速地爬行离开 随着她离开 地面上的血迹 也消失了 其他人松了一口气 萧承宇说道 队长 你的驱邪符可真好用 只是那个咒语 上次遇到水鬼 秦正也把驱邪符的咒语告诉过她 感觉和秦正这次念的不太一样 忘了这个咒语 记得我之前告诉你那个就可以了 秦正低声对萧承宇说 没让柳夏听到 为什么啊 这个咒语你把握不住 刚才她用的是一张招魂符 把附近的女鬼招了过来 然后又用法术驱走了她 目的就是为了让柳夏学会招魂符怎么用 她不是喜欢偷服录吗 那秦正就让她知道 有些东西不是她能把控的 柳夏听到了秦正念的咒语 连忙从他们身边走开 慢吞吞地走在最后面 用笔把咒语写在了一张小纸条上 免得自己忘记 她看着自己写下的咒语 神色有些得意 有这张驱邪符 那她就不怕遇到什么鬼怪了 也不用指望秦正救她 落过几个房子也都是房门紧闭 看不到房子里的情况 怎么没人啊 刚疑惑 远处的小道上走过来一个男人 男人看到这么多人进村 脚步停了一下 才朝他们走来 她神色戒备地问道 你们是什么人 我们是来山里探险的 能不能在这里借住一晚 男人挨个打量过他们 脸上露出思索的表情 过了许久 她才点了点头 那你们住我家吧 但是晚上不能出来乱走 为什么 好奇宝宝萧晨语追问道 深山里面多鬼怪 晚上会发生很邪门的事 男人一脸凝重 警告地说道 你们要是不想死 那就听我的 好好 我们保证不出门 前几次遇到鬼的经历 让队员们都长教训了 连声答应男人 男人带着他们 朝自己的房子走去 路上 秦正一直盯着她的背影 她眯了眯眼眸 神色微浪 第一眼看到这个男人 她就觉得 她的面相不对 这可是大凶大恶之人的面相 身上起码背了 好几条人命的那种 第三十章 秦正夸她好看 没几步路就到了男人的家里 刚进门 众人就闻到了一阵炖肉的香味 但这个香味不是很好闻 空气中还弥漫着 淡淡的血腥味和酸味 院子的侵蚀地面上 还有干涸的血迹 男人见秦正注意到了血迹 对他解释道 我是村里的猎户 靠着打猎过火 前几天刚在山上 补了一只野猪 锅里正炖着野猪肉 你们吃晚饭了吗 要不要一起吃点 我们还没吃 但是我们自己带着吃的 没事 和我一起吃吧 男人朝他们咧嘴笑着 热情地邀请道 我抓的那只野猪有上百斤 一个人哪里吃得完 你们帮着我吃点 秦正意味深长地问道 那你可以卖点给别人 或者送点给村民啊 村民 他们都不在了 男人表情一僵 屋里的气氛顿时诡异了起来 队员们面面相去 心里咯噔一下 什么意思 留下颤抖着声音问道 没什么 大部分人觉得山里穷 所以搬出去了呗 至于留下的一些老人 下午去隔壁村看电影了 我们这山里连电视机都没有 大家都没看过电影 隔壁村从外面找了个人放电影 所以大家都想去凑凑热闹 那他们什么时候会回来 今晚不会回来 晚上走山路不安全 所以那边的村长准备了地方 让他们可以在那边住一晚上 原来是这样 听完男人的解释 众人才松了一口气 他说村民们不在了 他们还以为是死了呢 这个男人叫做于启飞 他先带秦正等人去了房间里面放东西 家里就我一个人 这些房间没人住 所以都是回 空房间并没有想象中干净 哪怕有床铺 床铺上也都是灰尘 像是很久都没有人住过和打理过 没关系 我们可以自己打扫一下 秦正放好背包 询问他 你知道怎么去山脉外面吗 出去大概要多久 三个小时就好了 前几年那边修了盘山公路 可以开车出去 水鬼告诉秦正的那个路线 是山中村民步行出去的道路 大部分村民没有车 走危险的所到 可以省下不少时间 你有车 留下眼睛一亮 追问道 可以麻烦你送我们出去吗 这 于启飞有点为难的说 我最近没空 还得去山上捕猎 过几天出去卖 你不是捕了一头野猪 那些肉可以卖给我 留下继续说道 我还可以另外给你一笔钱 当做是路费 那可以 留下的心情一阵逾越 终于可以离开这个鬼地方了 而且还可以坐车出去 不用像这几天爬山这么累 你真要买的话 冰箱里的肉都可以给你 于启飞对留下说 你们还没吃晚饭 今晚这餐炖肉 就当是我请你们 好啊 谢谢你 留下和长子川互视一眼 眼中都有些期待 虽然离开城市没几天 但是他们这几天 都是吃饼干和方便面 还得看着秦征等人 吃各种烤肉炖肉 别提有多羡慕了 今天终于能吃上肉 两人都不自觉地咽了下口水 众人来到客厅 于启飞端了一大盆的炖肉 放在了桌上 米饭有点不够 他笑着说 我给你们再煮点 没事没事 我们吃肉就好 留下和长子川迫不及待地坐下 眼巴巴地望着那盆炖肉 其他人看着炖肉 倒是没有他们这么期待 毕竟昨天已经吃过大餐 而且于启飞做的炖肉 看起来没姜瑶做的好吃 炖肉的香味中 还带着一丝丝酸味 像是变质的肉一样 你们要不要来点 于启飞见秦征没动筷子 主动帮他盛了一碗 秦征微微摇头 我不想吃肉 前几天有点吃腻了 姜瑶也拒绝了于启飞的款待 表示他更想吃自己做的东西 萧陈宇和宋妙妙两人 本来也不是很想吃 但于启飞一直盛情邀请他们 说是今天炖的肉比较多 担心吃不完 那我们坐下吃点吧 萧陈宇说着 准备坐下 秦征却拉了他一下 朝他微微摇头 宋妙妙注意到秦征的动作 果断转身回了房间 我也不吃了 我先去收拾房间 秦征趁着于启飞和柳夏两人再吃晚饭 到外面走了走 那些肉有问题 姜瑶跟着他出来 皱着没说道 闻着一股酸味 正常的炖肉不是这样的味道 估计不是新鲜的肉 不然他也不会这么大方地请陌生人吃 他们昨晚刚吃过炖野猪肉 姜瑶仔细观察了一下 发现于启飞那盘炖肉的肉质和味道 都和昨天他们吃的不一样 确实有问题 他这个人也有问题 秦征的眼底闪过一丝冷意 这个村子很古怪 姜瑶私喘着说 哪有去看电影 全村的人都过去的 隔壁村子住得下吗 他应该隐瞒了一些事情 你先回去 我在外面转转 秦征转头看向姜瑶 只见他俊美的脸庞 还是有点苍白 他歪了下脑袋 问他 你身体好点了吗 感受到秦征的视线 落在自己身上 姜瑶神色微顿 嗯 秦征盯着他看了许久 再看他身上的死气变化 姜瑶却被他 看得有些不自在 周梅问道 你看着我干什么 他笑了一下 看你好看呀 姜瑶 秦征又说 你快回去吧 外面阴气重 对你身体不好 那你 小心一点 秦征点了点头 然后拿出口袋里的养魂服 把水鬼放了出来 那家人就在前面 看到熟悉的场景 水鬼有些激动 身上的怨气也越来越重 我们去看看 那户人家和其他人家一样 都是大门紧闭 秦征在窗外打量了许久 水鬼还飘进了屋里查看 最后却湿落地飘出来 家具上面都是灰 像是很久没人住了 他紧握着手 满脸都是不甘心 难道他们搬家了 那我要怎么去找他们 秦征轻轻地推了一下房门 发现房门没锁 他走进去转了一圈 也没发现什么异样 怪不得阴气这么重 难道是个死村 人都搬走了 秦征皱了皱眉 有些搞不懂 或许只有于启飞 知道事情的真相 他把水鬼收回养魂服 打算回去找于启飞套话 秦征刚回来 就在院子里遇到了于启飞 男人的脸上满是阴沉 冷嗖嗖地问他 你去哪了 不是和你说了吗 晚上不要出去乱走 要是被鬼怪吃了 可别怪我没提醒你 秦征挑了下眉梢 问道 所以村子里的其他人 都是被鬼怪吃了 于启飞扯了下唇角 皮笑肉不笑 你这女人还真是聪明 既然你发现了 我也不用瞒着你 这可是个死村 没剩下多少活人了 其他人都死在了 女鬼的手里 那个女鬼最喜欢 吃活生生的人 晚上有人在路上走 都会被他抓去吃了 秦征好征已挟地问他 那你怎么没被吃掉 第31章 女鬼提醒 快走 于启飞定定地盯着秦征 看了许久 这才古怪地笑了一声 我运气比较好 而且从来不再晚上出门 所以你们必须听我的 不能再晚上出去 看到秦征走进来 把门关了起来 咔嚓一声 秦征看到门后 扣上了一个大锁 走进客厅 其他人都坐在客厅休息 只有江瑶梅在 妹子 我看你连晚饭都没吃 不饿吗 不如先喝口热茶吧 于启飞走进来 准备给秦征倒茶 其他人的手里 都捧着一个纸杯 里面是于启飞泡的茶 看到秦征盯着纸杯没动 于启飞又解释道 这茶也是我自己种的 品质不是很好 你别介意啊 谢谢 秦征接过了于启飞 他就把纸杯里的茶水 倒在了窗户外面 江瑶正好在房间里休息 看到了他的动作 出去转了一圈 有什么发现吗 没有人 都死完了 秦征放下纸杯 转头看向江瑶 而且那个于启飞这么热情 估计另有目的 今晚不会太安宁 江瑶的脸色有点凝重 都死了 怎么死的 不知道 于启飞说 是被女鬼吃了 今天下午遇到的那个女鬼 秦征没有说话 只是若有所思的 望着外面浓黑的夜色 他想到了自己 昨天布阵得到的结果 这座山脉 已经成了一个吉凶之地 斜碎横生 但并非自然形成 这个死村 难道和山脉深处的斜碎有关 今天这顿肉不怎么好吃 但是好几天没吃了 勉强解解馋 等到回首都 我一定要去吃顿好的 长子川的声音从门外传来 柳夏和他一起上楼了 我也觉得一般 但比没有好 大家走山路走了一整天 都已经很累了 所以没多久 其他人也都上楼了 洗漱之后 准备睡觉休息 总共有三个空房间 勤征和宋妙妙一起住 江瑶和肖晨宇一起 而柳夏自然是和长子 穿住一个房间 勤征离开江瑶的房间之前 在房间的门上贴了一张符录 晚安 江瑶 他对他说 看到他的动作 江瑶勾了勾唇 声音浅淡 晚安 节目直播还特地给了 江瑶一个特写镜头 江瑶的粉丝们看见 顿时疯了 啊啊啊啊啊 江瑶笑起来也太好看了 他居然会对别人说晚安 谁不知道江大少爷高不可攀 对着投资方动门一张冷脸 他对秦征居然这么温柔 我好酸啊 秦征别勾引我们江瑶 他才不会喜欢你这种 十八线小胡卡 就是 秦征能不能离江瑶远一点 秦征回到了房间 他和宋妙妙 把房间简单地收拾了一下 两人都有睡袋 所以直接套着睡 带睡在床上 闭上眼睛没睡多久 楼下传来一阵敲打的动静 砰 砰 像是有人用大菜刀在砍什么 秦征把睡袋拉开一点 看向身边的宋妙妙 一点反应都没有 他的耳力比其他人好 所以能听到这道声音 其他人都没什么反应 也可能是这几天太累了 大家都睡得很死 秦征本想出门看看 结果门外传来了开门声 柳下迷迷糊糊地开门出来 打开了楼梯道上的灯 他想去上厕所 而于其非家里的厕所 建在院子的棚屋 必须得下楼 随着柳下走下楼梯 他也听到了砍东西的声音 可是楼下的灯都关着 客厅里面一个人都没有 砍砍砍 砍东西的声音又传来 夜晚显得格外渗人 柳下一个机灵 顿时清醒了许多 他攥紧了手里的符禄 没事没事 有符禄 他自言自语地说 也算是安慰自己 实在是太想上厕所了 所以柳下就壮着胆子 走出了客厅 砍砍砍 砍东西的声音 更加清晰了一点 外头院子 还有微弱的月光洒下来 让柳下可以面前 看清一些环境 突然间 他看到院子的棚屋前 有黑影闪过 啊 柳下吓得往后退了一步 他捏紧手中的符禄 直接举到眼前 念起了那句招魂符咒 下一秒 柳下的叫声 顿时更加惊恐了 啊 有鬼啊 他手中的符禄 是发散出了一阵金光 但院子外面 却爬进来了那只半身女鬼 双手撑地 快速地朝他爬过来 柳下转身想要跑 那只女鬼瞬间出现在他身边 一把抓住他的脚腕 救命 啊 救救我呜呜 柳下被他 拽得跌坐在地上 疯狂尖叫 眼睛紧紧地闭着 完全不敢看身边的女鬼 差点吓得尿出来 直到客厅里亮起灯光 长子川朝他跑了过来 抱住了他 夏夏 你没事吧 呜 有鬼 有鬼 柳下吓得泪流满面 在长子川的怀里 不断地发抖情争 也下来了 看到柳下的反应 他的眼里多了几分嘲弄 就这点胆子 也敢偷他的俘虏 夏夏 没事了 那个鬼不见了 我们都在这里 长子川拍着柳下的背 耐心地安慰他 柳下的情绪 这才缓和了一下 渐渐地睁开了眼睛 他睁眼就看到 地上有一滩鲜血 顿时吓得又是一声尖叫 啊 血 秦征走上前一看 院子的地面上 不仅有一滩鲜血 这滩鲜血的旁边 还写着血淋淋的两个字 快走 鲜血里面携带着些鬼气 应该是刚才那只女鬼写下的 他是想提醒他们 快离开这里 为什么呢 秦征正想把那个女鬼招回来 详细问一下 说不定他知道什么 结果院子传来一道阴冷的声音 你们怎么还没睡觉 于启飞从棚屋的房间走出来 面无表情地看着他们 他不小心撞鬼了 影响到你睡觉不好意思 长子川面带歉意地对他说 于启飞冷冷地说 我都说了 晚上不要出来 赶紧回去睡觉 好 好的 长子川打来的哈欠 感觉困得厉害 他本来都已经睡死了 留下的尖叫太大声 才会被吵醒 长子川扶着柳下起来 去洗手间 在外面帮他守着 等到上完洗手间 两人才一起 回到了楼上房间睡觉 秦征则是先回去了 站在自己房间的窗边往下望 他的房间窗户 刚好可以看到院子 只见他们上楼没多久 于启飞站在原地 盯着地上的鲜血 看了许久 于启飞没有清理鲜血 也没疑惑 为什么有血 然后转身 回到了棚屋的房间 他住在搭建的棚屋 没有住在房子里 大约过了三四个小时 期间没再发生什么 各个房间寂静一片 大家都睡死了 只有秦征没睡觉 盘腿坐在床上打坐修炼 夜色越来越深 到了凌晨 秦征突然睁开眼睛 门外有轻微的上楼梯脚步声 隔壁姜摇的房间 随后传来咔嚓咔嚓的撬锁声 第32章 看起来病样样 其实打架很厉害 于启飞撬开门锁 朝床边走去 秦征的驱邪符 能够挡住鬼 却挡不住居心叵测的人 她的手里拿着一块毛巾 先靠近了江瑶的那一侧 今天下午 她在茶水中下了昏睡的药 只有这个看起来病样样的男人 没喝 所以于启飞打算先把她处理了 江瑶看上去身体不好 于启飞觉得自己 肯定能轻松应对她 来到床边 于启飞拿出了一瓶蒙汗药 倒在毛巾上 准备把毛巾捂在江瑶的脸上 毛巾即将碰到江瑶的那一刻 床上的人陡然睁开眼睛 幽冷的桃花毛直视于启飞 眼里是一片清明冰冷之色 于启飞一惊 伸手想要按住江瑶 江瑶却反手抓住了她的手腕 利落地抬起一脚 踹在了于启飞的肚子上 于启飞直接被踹飞了出去 砸到了墙角 你 于启飞震惊地望着江瑶 没想到她看起来病样样的 伸手却这么好 你想干什么 江瑶慢条丝理地从床上起来 居高临下地望着她 发现自己不是江瑶的对手 于启飞绞尽脑汁想出一个借口 我来这里检查一下 免得晚上有鬼闯进来 她慢慢地从地上爬起来 从口袋里拿出一卷绳子 试图靠近江瑶 我看是你心里有鬼 江瑶冷笑一声 早就注意到了她的动作 还不等于启飞靠近她 江瑶又是一脚狠狠地踹在她的胸口 然后抢过于启飞手中的那卷绳子 把她绑了个结实 江瑶 你没事吧 秦征在隔壁听到打斗的动静 连忙赶了过来 本来还担心江瑶被欺负 结果就看到她将于启飞捆成了一团 秦征愣了一下 她刚才想干什么 江瑶捡起地上掉落的毛巾 递给了秦征 上面是门汗药 于启飞在地上挣扎着 叫喊道 快放开我 我收了你们 请你们吃晚饭 你们就这样对我吗 还有没有良心 视线接触到江瑶的冰冷眼神 于启飞莫名觉得身上的伤更痛了 善善说道 我是怕你们晚上醒了 看到鬼会被吓到 所以想让你们睡得死一点 我信你个鬼 秦征直接一脚踹向于启飞 你这个糟老头子坏得很 先是在茶水里下药 又是大半夜撬锁 到底想干什么 要是不说实话 我就打死你 别冲动 江瑶拦住生气的秦征 顺便松了松手腕 我来就好 还不等秦征反应 江瑶就是一拳打在了于启飞的脸上 江瑶下手可比秦征很多了 这一拳就让于启飞半张脸都肿了起来 你敢打我 于启飞咬着牙 憎恨的等着江瑶 你别以为这是山里就没人能管 小心我报警 你给我等着 你报警试试 江瑶眯了眯眼眸 完全不在乎他的威胁 哼 秦征却像是听到了什么好笑的笑话 玩味的看着于启飞 你应该比我们更怕报警吧 毕竟身上还背了几条人命 于启飞表情一僵 不敢置信的看着秦征 没想到他居然会知道 你到底是什么人 难道是 警察 刚才的问题 你还没回答我 江瑶不耐烦的开口 左手漫不经心的揉着右手的手腕 看到他这个动作 于启飞担心他又揍自己 连忙说 我 我就是想偷点东西 山里的日子太苦了 村里的人还都死了 我捕来的猎物也卖不出去 江瑶和秦征看着他没说话 见他们不太相信 于启飞又说 他没喝我的茶 我怕他中途醒过来 所以才想给他用上蒙汗药 等到拿了东西 我就会开车离开这个坡地方 在外面也能好过一点 啊 就 隔壁房间传来宋妙妙的叫声 他的声音戛然而止 像是被人突然捂住了嘴巴 秦征神色威宁 连忙跑到了隔壁房间 只见床上空空如也 宋妙妙不见了 而且 他在第一时间跑过来 也没看到是什么东西 带走了宋妙妙 于启飞 秦征折回江瑶的房间 把他给拖了过来 他指着空房间 眼里带了些怒意 我朋友去哪了 是不是你搞的鬼 要是他有什么意外 信不信我弄死你 肯定是鬼 那个鬼来过 于启飞望着空房间 一脸惊恐 那个鬼把村子里的人都吃完了 你们今天刚好过来 他就盯上了你们 秦征望着他们的房间 却没有感受到 阴气和鬼气 如果真是那只女鬼所为 他来过的地方 肯定会留下痕迹 秦征不可能看不出来 好在秦征之前 把平安符给过送妙妙 如果他遇到危险 使用了平安符 秦征就能够锁定他的踪迹 他在房间里转了一圈 终于发现了一个不同的地方 窗户被开了一条拳头宽的缝隙 今晚柳下被鬼魂吓到之后 秦征站在窗口许久 观察于起飞的反应 所以他清楚地记得 窗户是关时的 这一发现 让秦征仔细查看了一下窗台 果然让他发现了问题 铝合金窗框上 有一排立爪的划痕 不像是人类的指甲印 而像是野兽的爪印 估计是抓走宋妙妙的那个东西 留下的痕迹 普通野兽不可能跳上二楼 有意识地掳走一个人 难道是深山中跑出来的怪物 除了女鬼 你们村里 还有没有遇到什么奇怪的东西 秦征转身询问于起飞 没有 他摇了摇头 只有那个女鬼 他常年徘徊在村子里吃人 那个女鬼身上没有血沙之气 说明他根本没吃过人 秦征面无表情地看着他 如果你再说谎 我不介意割了你的舌头 我没有说谎 你不相信就算了 于起飞瘫倒在地上 一副自暴自弃的样子 除了女鬼 其他人哪有本事 在你的眼皮子底下辱人 反正我是做不到 你就算割了我的舌头 我也是这么说 你的舌头先留着 有的是机会割 秦征冷笑一声 从包里拿了一张招魂符 既然于起飞这里 问不出有用的信息 他打算找刚才那个女鬼问问 他用咒语启用招魂符的时候 金光闪耀 于起飞看向秦征的目光 多了些忌惮 表情明暗不定 不知道又在谋算什么 啪 啪 啪 楼梯口传来了双手拍击地面的声音 那个只有半个身子的女鬼 撑着双手从楼梯上爬过来 他抬起一张苍白的脸 有些畏惧地看着秦征 视线又注意到地上的于起飞 他猛地瞪大眼睛 快速地退到角落缩着 第33章 找到宋妙妙 但怪物跑了 你这鬼怎么这么怂 秦征感慨了一句 对他招了招手 过来 我不会伤害你 女鬼纠结半上 才慢吞吞地朝秦征爬过来 只是过来的时候 特意贴着墙角 绕开了房间中央的于起飞 江瑶和秦征突然发现 女鬼并不是害怕秦征 好像是在害怕于起飞 我朋友不见了 这个村里是不是有什么怪物 秦征从于起飞身上收回视线 询问女鬼 女鬼却没说话 只是摊在地上不动 魂魄微微地颤抖 江瑶 你把她带到你房间去吧 秦征感觉到女鬼的异常 和于起飞有关 对江瑶说道 好 江瑶点了点头 拖着被五花大绑的于起飞 回到了隔壁房间 现在可以回答我了吗 秦征又问女鬼 女鬼抬头看向她 微微地张开了嘴巴 女鬼用手指了指自己的嘴巴里侧 发出啊哈的声音 秦征才发现 她的嘴巴里没有舌头 你的舌头被人拔了 听到秦征的询问 女鬼的脸上露出悲戏的神色 朝她点了点头 女鬼死前被人拔了舌头 所以她死后也说不了话 秦征看着她 神情有些复杂 那我问你一些问题 你用点头和摇头来回复吧 方才你提醒我们离开 想来心地善良 我不会伤害你 女鬼朝秦征微微点头 这村里是不是有怪物 听到怪物两个字 女鬼微微张大了眼睛 眼里可以看到恐惧 随后 她朝秦征点了点头 那个怪物 是不是和于启飞有关 女鬼又点了点头 每次秦征提到于启飞的名字 女鬼的身体都会抖一下 想到于启飞身上背负的命案 秦征不由又问她 你的死 是不是和于启飞有关 哇呀 女鬼趴在地上 拽着秦征的裤腿 呜呜地哭了起来 秦征看着她这模样 隐约能猜出 她是怎么死的 惨死的魂魄 基本会保持死亡时的模样 看着特别甚人 往往背后有着 让人揪心的真相 你别哭了 我会给你个交代 不会让那个人渣逍遥法外 哇呀 女鬼拽着秦征的裤腿 朝她一阵磕头 秦征伸手阻止她 又问道 你知不知道 那个怪物在哪里 当务之急 还是要先确保宋妙妙的安危 女鬼抬起脸看向她 惨白的脸色 似乎更白了一些 显然有点害怕那个怪物 过了好一会儿 她才慢慢地点头 她又伸手比划了一下 指向窗外的一个方向 你带我过去 我会保护你 离开之前 秦征去了隔壁房间找江瑶 我要去找那个怪物 你在这里看着雨起飞 江瑶转头看了下 睡死过去的萧陈雨 这边确实需要有人守着 她又看了眼地上的女鬼 对秦征说道 那你小心点 小问题啦 秦征跟着女鬼出门 刚出来就感觉到了 平安符的气息 宋妙妙肯定是遇到了危险 她的平安符才会启动 平安符启动之后 秦征很快就锁定了 宋妙妙的位置 她在村委的位置 那里有一大片的竹林 接壤着深山 秦征来到了竹林里 今晚的月光本就微弱 竹林显得越发阴暗 没走多久 她看到了一阵火光 还有些烟雾从那边飘过来 秦征打开手电筒 赶了过去 手电筒的光亮 照到了竹林里的东西 那竟是一个巨大的蒸笼 起码能放在下一个成年男人 蒸笼的下面有个木架 点着火堆 秦征发现 蒸笼里面有人 还透着一些金光出来 她先用饮水符咒 蒸笼推开 宋妙妙就在蒸笼里面 双手双脚都被绑了起来 嘴巴上塞了一块布 她的脸色和女鬼一样惨白 眼里还有没散去的惊恐 秦征把她从蒸笼上抱了下来 因为有平安符护着 所以她没受伤 要是没有平安符 估计要被烟熏死了 那个东西呢 秦征朝四周看了看 什么都没发现 难道是察觉她找过来了 所以提前跑了 你看到她了吗 秦征询问宋妙妙 宋妙妙被救下来之后 还有点腿软 靠着秦征才能勉强站立 她虚弱地点了点头 颤声说道 是 是怪物 长什么样 想到那个怪物的样子 宋妙妙的身体抖了一下 她紧紧地拽着秦征的衣服 哆哆嗦嗦地说 脸上 脸上有好多眼睛 女鬼也突然出声 像是在肯定宋妙妙的描述 宋妙妙看到这个半身女鬼 差点下晕过去 秦征连忙和她解释 这是个好鬼 被别人害死才成这样 秦征又对女鬼说 多谢你帮忙 我先带她回去 如果你发现那个怪物的踪影 可以来告诉我 我去抓她 宋妙妙的情况有些糟糕 秦征打算先送她回去 再去找那个跑掉的怪物 回到房子 剩下的人倒是没出事 只是他们喝了加料的茶水 今晚睡得特别死 一点都没有要醒来的意思 秦征从包里拿了几根银针 扎学把他们都唤醒了 你们都去江瑶的那个房间 不要一个人离开房间 必须都聚在一起 秦征担心有人落单 又被那个怪物掳走 柳夏和长子川也被叫醒了 秦征 大晚上不让人好好睡觉 你发什么疯啊 柳夏不满地说 他遇鬼之后 好不容易睡着 这会儿被秦征弄醒 就感到很恼火 刚才有怪物辱人 秦征瞥了他一眼 你要是不想和我们待在一块 你可以在那个房间继续睡 听到怪物两个字 柳夏的心里一个咯噔 他嘟囔着 都被你吵醒了 怎么可能还睡得着 最后 柳夏和长子川 也乖乖地去了江瑶的那个房间 队友们都聚在一起 这个时候 直播才恢复正常 晚上又被封了一段时间 因为拍到了半个身子的女鬼 画面过于恐怖 平台就暂时把节目给封了 直播恢复之后 观众就看到 队员们满脸凝重地聚在一个房间 这个房子的主人 还被五花大绑地扔在地上 脸上全是伤口 我再问你一遍 你是不是知道 那个东西躲在哪里 秦征踹了脚地上的于启飞 我都不知道 这里有什么怪物 你就算打死我 我还是不知道 于启飞大叫道 看节目的观众 正好看到了这一幕 这是在干什么 房子的主人 怎么被打了 再怎么样 也不能随便打人吧 秦征脑子有病吧 这个人可真惨 给秦征他们提供住的地方 还请他们吃晚饭 结果他们恩将仇报 我真服了 警察快来 把秦征这个疯子抓走 第34章 幽冥帝宴 观众们不知道之前发生了什么 以为秦征无故打人 对他感到一阵不满 秦征不知道 观众对他的谩骂 就算他知道了 估计也不在乎 队长 这时候 宋妙妙叫了他一声 他坐在秦陈宇的身边 手里捧着一个水壶 回来休息了一阵 他才从刚才的意外缓过神 我觉得 在那个厕所旁边的屋子里 那里面有个暗道 暗道 对 怪物把我掳走之后 就进了那个棚屋 然后从暗道离开的 怪不得我没看见 秦征冷眼 看向地上的雨起飞 你就住在厕所边的棚屋 怪物连你房间的暗道都知道 你还说 你不知道怪物的存在 你们根本就是一伙的 我 我确实不知道 这一回 雨起飞的雨气弱了一些 避开了秦征的目光 你们在这里等我 秦征打算亲自去棚屋暗道 把那个怪物带到 秦征 我和你一起 这里有萧辰宇 江瑶见他又要出门 打算和他一起 秦征本来想拒绝 但是想到江瑶对付雨起飞的身手 最后还是什么都没说 两人一起下楼 秦征好拯以侠地问他 你担心我呀 江瑶脚步微顿 我只是好奇 按照宋妙妙的描述 可吓人了呢 你等下别被吓哭 江瑶好笑地看了他一眼 他当他是三岁小孩 要是真吓哭了 那你哄我吧 秦征惊讶地看着他 原来你胆子这么小 还会哭啊 江瑶那张俊美妖也的脸庞 表情有一瞬间的凝滞 我只是开玩笑 别解释了 不丢人 秦征拍拍他的肩膀 我不会告诉别人的 江瑶的嘴角抽了一下 嘎吱一声 秦征推开了铁锈斑斑的门 两人没在说话 用手电筒照亮了漆黑的房间 宋妙妙说 那个暗道在衣柜的后面 他们来到衣柜附近 可以看到衣柜的位置明显不对 本来应该贴着墙放的 但是现在却歪出来许多 衣柜上面 还有好几道力找的抓痕 江瑶轻而易举地移开了衣柜 他们看到了衣柜后面的铁门 铁门没有上锁 扮演着 江瑶走在秦征前面 他就伸手推开了铁门 漆黑的暗道中 突然伸出来一只长满毛发的手臂 上面长着一只人手 但是指甲特别长 特别锋利 那只手 直接朝江瑶的脸上挠过来 眼见着要破相 江瑶仙一把推开身边的秦征 自己迅速躲开了利爪 砰的一声 铁门被那个东西从里面推开 一道人影走了出来 不错 他是个人 只是四肢的毛发特别长 宛如野人 而那张脸上 长了五只眼睛 五只眼睛齐刷刷地看向江瑶 诡异邪恶 漆黑的眼眸里 时不时闪现红光 江瑶看到这么一张脸 心里咯噔了一下 饶是他胆子再大 也没想到会看到这种怪物 这是什么东西 刚问了一句 眼前的怪物动了 只见他弹跳而起 整个人几乎可以跳到天花板 然后挥起一拳 朝江瑶狠狠砸过来 江瑶的伸手是专门练过 就地一滚堪堪 避开怪物的凶猛一击 怪物一拳打在了侵蚀地面上 地面上瞬间出现了一个大坑 他转头看向江瑶和秦征 脸上的那些眼睛露出了残忍而不懈的目光 秦征 他这是被一个杂种鄙视了 不是 秦征有点无语 在你爹面前牛什么呢 他一把按住按道的铁门 直接把铁门掰了下来 然后追着怪物狂砸 你刚才不是很牛吗 你再跑 你给我站住 你不是很牛吗 你再给我牛一个 怪物在房间里乱窜 还是被秦征砸到了好几下 脑袋上全是血 秦征还趁机耍鹰招 刺下了他的两只眼睛 哼 哼 啊 你找死 怪物一阵愤怒的吼叫 居然蹦出了人眼 他满头是血 脸上的那些眼睛瞬间都变得赤红 秦征手上的铁门又砸了过来 怪物用双拳猛地打在了铁门上 铁门出现了凹陷 他又挥动力爪朝秦征挠过来 找死 我要吃了你 怪物含糊不清地说 脸上的眼睛越发凶狠诡异 秦征扔掉手中的铁门狠狠一脚踹在怪物身上 直接把他踹飞了怪物砸在了墙上 墙上出现了人形的凹陷 不用武器 我也是你爹 秦征露了露袖子 把怪物从墙上拽了下来 按在地上狂揍 江瑶看着他的行为 突然觉得自己好像是多余的那个 没多久 怪物摊在地上 气息很微弱 秦征这才停手 慢条斯理地站起来 切 这就不行了 还是妖界的老妖怪 揍起来得劲 不会这么快隔屁 秦征转身 要去找江瑶 结果却见漆飞的暗道 突然冲出来一道身影 那道身影 比地上的怪物小一点 但是却速度极快 眨眼就到了江瑶眼前 把他给扑倒在地上 尖利的指甲 刺进了江瑶的肩膀 还有第二只怪物 江瑶闷哼一声 被撞的视线有点模糊 隐约间 他看到这只怪物 举起另一只利爪 对准了他的头颅 江瑶 那只怪物的动作太快了 琴针都没反应过来 他赶过去的时候 就见怪物的利爪 已经对着江瑶的脑袋 挠了下去 这一爪子下去 江瑶必定脑浆蹦 千针一发的时候 江瑶身上的死气 陡然浓郁 甚至还从灰色 转变成了黑紫色 疯狂缠绕在了怪物身上 而江瑶的那双桃花眸 渐渐地变成了幽暗的降紫色 尊贵 神秘 射人心魄 并且具有极大的压迫感 放肆 沉冷冰寒的声音 从他唇中吐出 黑紫色的死气 变成了一片降紫色的火焰 将怪物燃烧成了灰烬 这事 秦征看着地上的江瑶 震惊地瞪大了眼睛 幽冥帝燕 天哪 这小子身上的死气 是什么来头啊 为什么会变成幽冥帝燕 这可是明界最强的火焰 过了好久 秦征才回过神 伸手揉了揉自己的脸蛋 不对 肯定是认错了 他蹲下身 查看江瑶的情况 他已经晕了过去 喂 秦征戳了戳他的脸 没反应 他又戳了戳他 喂 还是没反应 没办法 只能先带他出去 秦征就给江瑶来了个公主抱 刚把人抱起来 楼上却传来了一阵阵 兵荒马乱的惨叫声 哎呀 怪物啊 怪物吃人了 快跑 第35章 你们也吃了人 楼上房间 那个被秦征打伤的怪物 趁机跑出了棚屋 从地面跳到了二楼的窗户 他打开窗户跳进去 用爪子挠开了 鱼起飞身上的绳子 众人看到 脸上血肉模糊的怪物 惊叫连连 给我吃了他们 鱼起飞看到怪物跳上楼 以为秦征和江瑶 都死在了怪物的手中 他冷冷地笑道 本来想用个温和的方式 让你们死得窍无声息 没想到你们察觉了 还敢对我动手 那就别怪我不客气 这 这是什么东西 看到怪物虎视 单单地盯着他们 众人聚成一团 见他们害怕 鱼起飞畅快地笑了起来 现在知道怕了 晚了 他摸了摸脸上的伤 眼神凶狠 如果你们跪下 听那两个人向我道歉 说不定我还能饶了你们 要不是那两个人死得走 我肯定要好好折磨他们 你放屁 队长和江瑶才不会死 萧承宇捏紧了手里的俘虏 大声反驳他 不会死 难道你没看到我儿子的厉害 鱼起飞呵呵呵地笑了起来 人类根本不是他们的对手 你们加起来都不够撒牙缝的 萧承宇死死地瞪着他 村子里没人 原来都是你杀的 你这个杀人犯 我要报警把你抓起来 我会怕警察 鱼起飞冷吃一声 欣赏着这些人死前的恐惧 他就喜欢看到他们害怕的样子 然后在害怕中被杀死 以至于 他根本没注意到怪物身上都是伤 并且有点体力不支 鱼起飞皮笑若不笑地 对他们又说道 今晚的炖肉好吃吧 你们这辈子 估计都没吃过这种肉 多亏我让你们长健身 那可是人肉 人肉的滋味怎么样 鱼起飞古怪地笑着 你们也吃了人 和怪物没什么两样 队员们 看节目的观众 下一秒 柳下和长子川 就扶着衣柜吐了起来 哦 想到那锅肉的味道 确实和普通猪肉不太一样 带着古怪的酸味 两人越回想 越觉得恶心 几乎把没消化的晚饭都吐了 萧辰宇和宋妙妙 也是脸色惨白 如果不是情争的阻拦 他们也差点吃了那些人肉 不仅是队员们被吓得够呛 看节目直播的观众们 又被吓了一遭 我的天 这个东西长得好像一形 他脸上的都是什么 我好像看到了五个眼球 还会动 原来这男人不怀好意 收留他们 就是为了喂怪物 还吃人肉 怪不得秦征打他 应该把他打死才对 秦征和江瑶被怪物杀了吗 我 不要啊 虽然我一直黑秦征 但是他在节目的表现 真的很不错 救了大家好几次 千万不要死在怪物手里啊 这个怪物是节目组安排的吧 肯定是的吧 有反转 一定会有反转的 听到于启飞的这番话 观众们都有点接受不了 他们没想到 就这么一会儿 秦征和江瑶就遭遇了不测 而眼前这个可怖的怪物 也不是剩下的人能对付的 说不定他们也得死了 不少观众开始疯狂骂节目组 选了一个破地方 让队员们送死 去 吃了他们 于启飞指挥怪物 正好当夜宵 你试试 冷淡压迫的声音从门口传来 秦征扛着江瑶走上二楼 因为江瑶长得太高了 秦征感觉公主抱很麻烦 所以扛麻袋一样 把她扛了上来 秦征 是秦征的声音 他们没有死 我就知道 他们会没事 妈的 小垃圾还敢在我征姐面前避避刀 找死的是你才对 没事就好 没事就好 不过她怎么扛着江瑶 M看上去好为何 征姐力气真大 拜托 秦征连一头野猪都能拖得动 何况是个男人 突然好想磕CP 冷咽欲解和她的病弱交夫 哈哈哈哈 是我看错了吗 那个怪物看到秦征 脸上居然露出了害怕的表情 秦征在楼下对她做了什么 房间中怪物看到秦征的身影 瞳孔微缩 眼里不自觉地流露出惊恐 她一把按住于启飞的肩膀 带着她从窗户跳了下去 跑什么 给我吃了他们 于启飞大叫着 怪物没有理会她 拎着她朝后村竹林狂奔 秦征扛着江瑶回来 有点耽误了时间 好在于启飞以为他们死了 得意地想要刷一下存在感 所以没让怪物动手 帮我照顾好她 秦征把昏迷的江瑶 推进了萧尘与怀里 然后也从窗户跳了下去 秦征 萧尘与和宋妙妙 担忧地看向窗外 就见她安全落地 然后身影飞快地跑了出去 除了村子 怪物最熟悉的地方 就是后村树林 其实她最怕的人不是秦征 而是秦征扛着的江瑶 她的修复能力很强 就算被暴打一顿 过几天就能恢复原样 但是那个男人身上 爆发的黑紫色火焰 却能将她的同伴烧成灰烬 突然间 漆黑的竹林 亮起金色的光芒 恍如白昼 怪物和宇起飞脚下的地面 出现一个阵法 把他们困在了原地 秦征的身影 从后方缓缓走过来 嘲弄地看着他们 刚才救下宋妙妙的时候 她在这里留下了阵法 没想到这么快就用上了 秦征冷眼望着他们 村里的人都是 你们杀的吧 怪物是怎么来的 如果你老实交代 我可以让你死得痛快一点 你居然没死 这个时候 宇起飞才注意到 怪物很忌惮秦征 她看了眼身边的阵法 开口说道 我来的时候 村里的人就死了大半 剩下的人也是半死不活 我见他们活得难受 才会让怪物把他们吃了 哦 你觉得我会相信你这话 这次我真没有骗你 怪物出生的时候 我被村子里的人排挤 只能带着怪物住到深山里面 很久没回村里 后来怪物大了 我想带他们回来 看看出生的地方 所以才会回来 回来却根本没看到熟悉的村民 基本都死了 剩下的人也都疾病缠身 宇起飞确实没撒谎 只是隐瞒了部分真相 比如她带着怪物下山 是为了把村民都吃了 让他们以前排挤她 她要报仇 可是下山却发现人都死了 报仇都没处找人 剩下的几个老弱病残 才是真死在了她和怪物的手里 秦征盯着他们看了一会儿 判断她的话是真是假 那你觉得是什么东西做的 而且 你还没回答我的另外一个问题 怪物怎么来的 怪物是 是我儿子 宇起飞犹豫了很久 我们这山里很偏偏 女人也少 不好找老婆 所以 家里如果有女孩的话 舅 就会直接娶了当老婆 后来有人和我们说 近亲结婚会生出怪物 他们就不这么搞了 家里有点钱的 都找人从外面买老婆 我家里没钱 但是有个妹妹 秦征也知道 近亲结婚会导致一些疾病 但大部分不会这么离谱 生出这种四人非人的强悍怪物 她觉得 是这片山脉的风水磁场有问题 有些磁场有问题的地方 就很容易诞生邪碎怪物 砰的一声 怪物砸碎一块地皮 带着雨起飞 钻进了地下暗道 棚屋的暗道出口就在竹林 刚好还为于秦征设立的阵法中 趁着秦征在思索事情 怪物又带着雨起飞跑了 地下暗道 是雨起飞以前让怪物挖的 为的是方便带怪物回村吃人 除了通向那个房子 还有道路通向他们之前居住的深山 呼 钻出地道之后 雨起飞松了一口气 那个女人还真有点本事 她看向身边的怪物 你弟弟呢 死了 怪物说话不是很流利 声音含糊不清 雨起飞的表情僵了一下 零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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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零 漆黑的深山中 传来一阵阵清脆的铃铛声 雨起飞和怪物 朝声音传来的方向看去 看到了一个红影 从山上走下来 本来是个很小的红色点点 下一秒 红影在他们视线中放大 这里又找到两个 还差三个 苍老诡异的呢喃声传来 第三十六章 还有更恐怖的存在 怪物一把抓住雨起飞 转身想要逃跑 她从这个红衣女人的身上 感受到了极强的压迫感 呵呵 她嘀嘀地笑起来 我最讨厌男人跑了 刹那间 她出现在雨起飞身后 徒手扎穿她的后背 逃出了她的心脏 哪怕是肉身坚硬的怪物 也不例外 都被她拿走了心脏 纤细的手腕上 铃铛作响 宛如催命之音 地上留下了两具 没有心脏的尸体 红影消失了 大约十分钟之后 秦征在怪物的身上 留下了印记 找到了这个地方 她看着地上的两具尸体 脸色有点凝重 视线看向 朦胧不清的深山远处 眼里带了几分思索 难道她说的是真的 雨起飞一直强调 不是她杀了全村的人 她只是杀了部分 到底是什么东西杀的 而雨起飞和怪物 也是那个东西杀的吗 秦征的心里 有很多的疑问 让她很想把这个谜团解开 月光的照耀下 山脉深处戎罩的阴云中 血色越发诡异 让她也不敢贸然进去 她还担心自己 进山脉探寻真相 村里的同伴们 毫无反抗之力 被暗中的鬼物给一锅端了 那可是得不偿失 江瑶还昏迷着 回到房子队员们都安然无恙 江瑶躺在床上 还没醒 秦征 那个怪物呢 看到她回来 其他人都聚了过来 死了 你杀的 萧辰宇压低声音问她 担心节目组的摄像头录道 不是 被山里更厉害的鬼怪杀了 秦征说 啊 所有人都受到了惊吓 本以为那个怪物已经够恐怖了 结果山里还有更厉害的怪物 秦征没有详细解释 只是对他们说 我看到村里有车 明天我们坐车离开 这个山脉有很多问题 我们别去山脉深处就行 好好 你说的对 柳下和长子川听到秦征的话 也是跟着点头 你们先休息会儿吧 不要离开我的视线 秦征又嘱咐他们一句 这么折腾下来 天也快亮了 大家都坐在房间的地上 互相靠着身边的队友 简单地补了一个觉 但也睡得不怎么安稳 清晨天亮 将摇采缓缓醒来 他醒来就感到疲惫异常 本想用手撑着从床上坐起来 但是手上力道一软 整个人差点从床上摔下来 好在秦征就站在他旁边 伸手过来扶住了他 看到身边的人 将摇制才一点点想起昨晚的事情 我昨晚怎么回事 他就记得 自己身上爆发了一股很强大的能量 还有一个奇怪的紫色火焰 把他身上的怪物给烧成了灰 之后的事情 他就没有意识了 应该是体内的力量 感觉到你有生命危险 短暂地觉醒了一下 短暂地觉醒 秦征微微点头 你现在不能召唤幽冥火吧 我感觉不到任何力量 昨晚的时候 有点像是在做梦 所以我说是 短暂地觉醒了一下 秦征摸了摸下巴 仔细打量着他 如果你想完全掌握那种力量 只能尽快把你的命格换回来 你现在的命格 承受不住这么强大的幽冥火 原来那个叫幽冥火 江瑶喃喃了一句 思绪回到了昨晚 那种强大神秘的力量 莫名让他觉得自己可以掌控一切 毁灭一切 甚至是成为这个世界的主宰 简直让人着迷不已 秦征的脑海里 也想着昨晚的火焰 他才见过一次 所以也无法判断 是幽冥火 还是幽冥地焰 这两种火焰 都是冥界之火 区别是地府的打工人 有个别能使用幽冥火 但能使用幽冥地焰的 却只有一个人 那就是 风都大帝 秦征转眸看向江瑶 俊脸苍白 浑身无力地靠在他怀里 这菜鸡 连个野猪都拖不动 能是风都大帝 打死他都不屑 所以 昨晚那火焰 肯定是普通的幽冥火 秦征 你要不要吃点东西 宋妙妙给秦征递了个面包 好 秦征放开江瑶 他差点身体不稳 又从床上倒下去 他只好回来继续扶着他 无奈地问道 你身体怎么样 先吃点东西 就是使不上力气 江瑶有些虚弱地说 我想喝点水 是不是昨天被怪物吓坏了 萧陈宇递了水壶过来 笑嘻嘻地又说 江瑶 你胆子真小 我昨晚还直面那个怪物 和他说过话呢 江瑶靠在秦征的肩膀上 慢条丝里地喝着水 他眼帘青苔 逆了眼萧陈宇 你和怪物说了什么 我说报警抓他 萧陈宇非常自豪地插腰 宋妙妙压低声音提醒 你那是和于启飞说的 这样吗 可是那个怪物也在啊 萧陈宇又问江瑶 你是不是被吓晕了 昨晚还是秦征扛着你回来的 江瑶面无表情 没有 那你怎么昏迷了 承认吧 我又不会嘲笑你 江瑶依旧面无表情地看着他 漆黑狭长的桃花眸 没有任何波动 这目光莫名让萧陈宇 一阵头皮发麻 好了 你别打扰他休闲 秦征对萧陈宇说 小心他把你烧成灰 他又在心里补充了一句 江瑶刚才那眼神怪甚人的 他能使用幽冥火 身份肯定不简单 而且他身上的死气 还能给他提供 源源不断的修炼能量 这让秦征对他的身世很好奇 由于江瑶身体不舒服 他们休息了一早上才出发 离开的时候 江瑶已经能下地走路了 但是脸色还是很苍白 秦征在雨起飞家里找到了车钥匙 他的面包车就停在不远处的土路上 是个运输东西用的小面包车 队伍里有六个人 正好能容下 萧陈宇来开车 秦征坐在副驾驶上指挥方向 先是开了一大段的山中土路 他们才找到盘山公路的入口 只是没开多久 萧陈宇就发现没剩下多少油了 估计要让好几座山才能出去 这点油根本不够 萧陈宇担忧地说道 这深山里头 上哪里找汽油 秦征的话语落下 面包车拐了个弯 看到前方的那片场景 其他人顿时崩溃的大叹一口气 完了 第37章 没安好心的两兄弟 眼前的盘山公路上 有一大片的山体滑坡 泥石堆积在道路上 有一座小山高 连人都不好爬过去 车辆更是无法通过 好不容易找到车 结果路却堵了 萧陈宇从驾驶坐下来 郁闷地看着眼前的泥石堆 那怎么办 我们要另外找路了吗 是啊 这也没法过去 又得爬山了 从那边绕过去 秦征看了看四周 附近有个小道 可以爬上山 然后绕一圈去泥石坡那边的公路 他们可以绕一圈过去 车子却不行 剩下的路要不行 只是他们没开多久 也不知道离开深山 还需要多少时间 大家下车吧 趁着天亮 先去探探路 就算没有山体滑坡阻挡道路 车子很快就会没油了 他们照样得不行 众人很快接受了这个现实 纷纷拿着东西 从面包车上下来 秦征先从山道走了上去 一边走一边看地图 这个盘山公路所在的山脉中部 有一个石家村的地方 石家村距离盘山公路不远 村子另一头又接壤着更深的山脉 今天肯定走不出大山 他们可以先去石家村 或许石家村那边能够借到车子 我们直接去石家村吧 秦征对队友们说 那边有路抵达盘山公路 村子面积比上的村子大 村里应该能借到车子 我们也可以在那里休息一晚 可以 好 这一次没有人提出反对的意见 即便是柳下和长子川 也没有说什么 经历了这么多之后 两人也终于意识到 秦征的能力是多么强 要是想活着离开山脉 只能听从秦征的安排 秦征带着众人爬上了山顶 从山顶往下看 可以看到群山围绕的村落 他站在岩石边 望着石家村的另一头 微微眯起眼眸 那一座山 就是鱼起飞和怪物死亡的那座山 原来从竹林那座山翻过来 也能到石家村 这里的山都长得差不多 除了有盘山公路的山 但秦征不可能认错 那座山在秦征的眼中 有一个很明显的特征 那就是山顶围着一圈浓重的阴气 黑色的阴气里 还有雪光乍现 鱼起飞和怪物死亡的那个晚上 那座山的深处 更是弥漫着一股血色的雾气 视线看向山谷的村落 秦征隐约能看到 道路上有人在走动 还有人赶着牛 可是整个村子的上方 却笼罩着一层淡淡的阴云 还有活人 村子里也能看到 几辆拖拉机和面包车 你在看什么 江瑶走过来 手上拿着水壶 他本来想自己喝口水 但秦征以为他是给他拿的 自然而然地接了过去 看看村里有没有车子 他说完 就这水壶喝了一口水 秦征把水壶递给江瑶的时候 就见他一脸呆滞 干嘛 江瑶的鹅脚拖了拖 那是我的水壶 我喝过的 哦 秦征一脸冷淡的表情 并且疑惑地看着他 他似乎觉得 喝一口他的水没什么 所以 没什么 江瑶从包里翻出一包湿巾 擦了擦水壶的瓶口 秦征 他现在知道了 这家伙闲 气 他 秦征也没注意 那是江瑶的水壶 还以为他是贴心地给他送水 而且 他只是不小心喝了一口水 又不是清了他一口 有必要吗 村里有车子吗 江瑶把水壶放好 这才问他 有啊 还有好几辆 所以 就算石家村有问题 他们也不得不过去 秦征看向其他人 对他们说道 你们休息好了吗 我们从这边下山 最好在日落前抵达石家村 大家纷纷起身 继续赶路去石家村 晚上遇到的邪门是太多了 他们可不想留在山林里 没走多久 树林里传来一阵对话 哥 这几个野兔真肥 估计能去镇上卖个好价钱 等到我们筹够钱 就可以找李麻子买个媳妇了 两万块这么多 什么时候才能筹够 我都不想这事了 那个石林家里以前这么穷 现在却造了贼大的新房子 还买了个拖拉机 据说还想花大价钱 他是在山上找到了黄金 一下子报复了 好想知道他在哪里找到的 我也想去找 这样我们兄弟俩都能娶上媳妇 我也想知道 他之前还带了几个兄弟上山去找 都挖到了不少黄金 他家的那几个表兄弟 直接搬到了镇上生活 日子可潇洒了 怪不得我很久没见到 他那几个表兄弟了 较为瘦小的男人 看了眼手里的野兔 对身边人说 哥 我们把这几只野兔 送给石林怎么样 给他说些好话 让他带我们去山上挖黄金 食言思考片刻 根本挖不完 想要带着村里人一起致富 我们和他好好说说 他肯定会带上我们 说到这里 食言看到不远处 有一群人走过来 等到那些人走近了 可以看清他们的装扮 和随身背包 而且一个个长得贼好看 眉清目秀 皮肤白皙 肯定不是山里的人 你们好 你们是石家村的人吗 秦征走在最前面 过来问他们 看清秦征的那张明艳小脸 兄弟俩一下子没说话 愣愣地看着他 山里女人少 即便是有几个女人 都是拉里拉搭 黑不溜秋的 他们从小到大 都没见过这么漂亮美艳的女人 他们看着秦征 脸上扬起灿烂的笑脸 有些谄媚的样子 我们是石家村的人 你们是外面来的 对 我们爱山里探险 怪不得都长得这么好看 我们山里可没这么好看的美女 石磊盯着秦征 眼珠子转了转 你们打算去石家村 我们去村里休息一晚 明天就会离开 兄弟俩意味深长地交换了一下眼神 石磊对秦征说道 可以住我家 我家里就我们兄弟俩 多的是空房间 对 哥哥食言也附和道 祝我们家里好了 谢谢 秦征朝他们笑了笑 但眼神却很冷淡 眼里没笑意 刚才兄弟俩的眼神互动 都落在了他的眼里 这俩人 没安好心的样子呢 你们这样进去 会引起其他人的注意 有些村民很排外的 不喜欢外人进来 我可以带你们进去 说你们是我朋友 好 进村的路上 石磊像个画牢一样 一直找话题和秦征说话 秦征的反应却很冷淡 后面石磊询问一些关键问题 比如 他们从哪来的 为什么要来山里探险之类 他都没有回答 大概是感觉到他没兴趣说 石磊这才闭嘴 兄弟俩带着队伍的人 进到石家村 路上确实引起不少人注意 路上走过来 可以发现 村里没有年轻女性 基本都是男性 和几个年老的女性 那些男性看到队伍里 三个青春靓丽的小姑娘 一个劲地打量他们 让人不适的目光 没有任何遮掩 还有一个头发花白 衣服破烂的老头子 看着他们黑黑黑的笑 突然把衣服脱了 脱完还不够 又开始解裤腰带 秦征 其他人 卧槽 好变态啊 能不能报警 把他抓起来 大山里面哪来的警察 就算警察过来 也不会管的 这些男的看上去 像是一百年没见过女的 这个村子好奇怪 还是别在这里过夜吧 我也觉得 还不如住在树林里 第38章 被妖怪吃了心脏 死老头 鬼远点 哥哥石磊对老头呵斥道 弟弟石磊上前赶走老头子 老头子站在原地没动 依旧黑黑黑的笑着 直勾勾的看着 秦征几个女孩子的方向 猥琐的眼神 让人很不舒服 滚滚滚 石磊捡了一个棍子过来 做事要打人 老头才领起裤子跑了 你们别害怕呀 他就是个老疯子 石岩看着老头跑远 对秦征等人说道 其实说起来 他也是个可怜人 而媳妇自杀死了 儿子上山打猎也死了 据说是被妖怪吃了心脏 被妖怪吃了心脏 听到这句话 秦征来了点兴趣 追问道 到底是怎么回事 同村的人在山上 发现他儿子的尸体 尸体的胸口有一个大洞 心脏被人活生生地掏出来 说到这里 石岩指了一个方向 就是那座山 后来又死了几个人 大家都觉得山上有妖怪 秦征顺着他手指的方向看过去 正是阴云笼罩的那座山 老头的儿子 和于启飞的死法差不多 难道就是杀死于启飞的东西做的 看来这个村子真有问题 前面就是我家 石岩在前面带路 很快就到了地方 他们家的房子看上去很旧 但面积挺大的 走到这边之后 倒是没有奇怪的村民看着他们了 但几个女队员还是感觉浑身不舒服 心里还隐约有种不安的感觉 他们进到石家兄弟的房子中 只有一个空房间 兄弟俩表示 他们可以住一个房间 让出来一个房间给他们住 我们两个人挤一挤没事 你们别和我客气 六个人挤一个房间 肯定住得不舒服 我觉得 女的一个房间 男的一个房间比较好 石磊一副为他们着想的表情 可是视线却流连在三名女队员身上 目光有点猥琐 肖成瑜感激地说 真是太谢谢你了 我们会给你支付房租的 他嘿嘿一笑 你们随便给点就行 其他人先去房间里面放东西 秦征则是在附近转了转 结果却看到后院外面的一棵大树后面 有一道鬼鬼祟祟的身影 秦征盯着那边看了看 过了片刻 他看到一张猥琐的老脸探出来 正是村口遇到的那个老疯子 嘿嘿嘿 注意到秦征的视线 老疯子从大树后面走过来 站在后院篱笆外面 神神秘秘地对他说 姑娘 你跟我去我家 我给你看个宝贝 什么宝贝 你跟我过去就知道了 他又嘿嘿一笑 指着那座有问题的大山说 我们那个山上有宝藏 我挖到了宝贝 给你看看 哦 秦征的眼里闪过一丝玩味 给我看看能怎么样 还能送我不成 可以送你玩玩 那行 秦征从拉开篱笆出去 对他说道 那你带我去看看 好嘞 老疯子的猥琐老脸上 扯出一抹笑容 搓着手走在秦征旁边带路 你走快点 别让十家兄弟发现 那两人不是什么好东西 知道了会抢我的宝贝 哦 秦征加快脚步 跟着他来到了一处 轻石搭建的矮房 矮房的门还开着 空气中弥漫着一阵阵恶臭 秦征在干什么呀 这老头明显不是好人 小心被他害了 别一个人出去乱走 秦征的武力值这么强 应该会没事吧 这山里真有宝藏 进去啊 宝贝就在里面 老疯子在他身后催促 秦征走进去一看 里面的东西很简陋 只有一张床板和一张木板桌子 地上铺着稻草 不过奇怪的是 床边的墙面上 焊着一根很粗的铁链 砰的一声 身后传来锁门声 秦征转头看去 就见老疯子的脸上一阵兴奋 开始对着他脱裤子 吃笑着靠近他 这就给你看宝贝 嘿嘿嘿 老疯子的裤子掉了下来 秦征淡定地看了一眼他的下身 真小 老疯子的动作一顿 紧接着面色一阵扭曲 小贱人 怎么说话的 等下有你好受的 呵呵 还不到老疯子靠近他 秦征直接一脚 把他踹飞了出去 他整个人砸在木桌子上 将桌子砸塌了 在地上哀悠哀悠地叫个不停 你 你别想离开 老疯子死死地 瞪着秦征的方向 我儿子死了 你给我留下来生儿子 再给我生一个 秦征走到门口一看 房门被一个贼大的锁给锁了起来 哈哈哈哈 老疯子痴痴地笑起来 你出不去 你跑不出去 给我留下生儿子 秦征依旧面无表情 转身走到了他的身边 淡定地一脚踩在他的小兄弟上 啊 痛苦至极的惨叫声响起 老东西 你儿媳妇是你害死的吧 你因债缠身 报应马上就要来了 秦征冷冷一笑 收起脚在地上稻草上擦了擦 啊 你这个贱人 贱人 你和他一样 都是贱人 老疯子大喊大叫着 秦征又一脚踹在他的下身 那酸爽的痛感 让他猛地瞪大了眼睛 最后一口气没喘上来晕了过去 就这 秦征轻则一声 一点都不禁完吗 紧接着 秦征一把捏碎大锁 直接走出了轻蚀矮房 无人机摄像头在外面 见他安全出来 飞进去拍到了老疯子的惨样 我去 秦征这女人好狠啊 看来我刚才白担心了 虽然打马了 但还是能感觉血肉模糊了 看得我下身一紧 等会儿 房子里好像还有东西 啥 那个老头旁边的稻草下面 我看见有东西在那里动 卧槽卧槽 你们看老头的胸口 有鲜血流出来 衣服还往里面凹陷了 摄像头中 出现了诡异的一幕 本来只是下身受伤的老头 胸口的衣服往下凹陷 衣服上有一大滩的血迹蔓延出来 而他的五官 也不断有鲜血流出来 蹊跷流血 秦征准备回去 可是敏锐地闻到 血腥味越来越重 他的脚步顿了一下 转身往回来到房子里面 这才看到老头身上的异样 死了 秦征上前一把掀开老头的衣服 正好看到他的胸口 有一个碗口大的血洞 心脏没了 他又转头环顾四周 可是什么东西都没发现 只在老头胸口的血洞上 察觉到了一丝丝的邪气 有意思 能在他的眼皮子底下杀完人逃走 算是有点本事 秦征眼中的腥味越来越浓郁 起身先回到石家兄弟的住处 下午在房间休息了会儿 然后出来洗脸 突然间 秦征听到门外 传来一阵女人的惨叫声和哭喊声 第39章 带铃铛的红衣女人 李麻子 这就是你找的货 一点都不好看 石炎和石磊两兄弟在门外 有个满脸麻子的男人 拿着一个女人过来 那时没洗干净 麻子脸拽着女人 往他嘴里塞了一块抹布 阻止了他的喊叫 你们不买 有其他人买 秦征从院子里走出来 正好看到这一幕 女人的嘴巴被堵上 不能再发出声音 那个被绑的女人 直勾勾地盯着秦征 眼里带了几分求救的神色 女人朝着秦征疯狂地摇头 眼里都急出了眼泪 叫什么叫 跟我回家 麻子脸瞪了他一眼 每天在外面乱跑 什么时候被野兽吃了都不知道 我把你带回来 是为了你好 李麻子和女人离开的方向 有一处两层楼的房子 房子看上去很新 应该是刚造的 没多久 有人出来给他们开门 他突然开口询问石炎 那里是他的家 石炎听到秦征的话 吓了一跳 这女人怎么走路没声音 是 是啊 他回头看向秦征 结结巴巴地回答 刚才那个女人是谁 李麻子的老婆 秦征一看就知道 他撒谎了 那不是李麻子的家 那个女人 也不是李麻子的老婆 他冷眼望着两兄弟 意味深长地说 山里多鬼怪 你们村里的人 难道不怕亏心事做多了 晚上遇到鬼敲门 石炎和石垒面色大变 你乱说什么 石垒恼怒地呵斥秦征 秦征淡淡一笑 我们打得毒怎么样 什么 兄弟俩愣愣地看着他 有点不明白他想干什么 那个李麻子 今晚就会死 听到秦征说的话 两兄弟莫名心里一个咯噔 你和他熟都不熟 你怎么乱咒别人 石垒有些不满地说道 不仅是他们 你们也一样 秦征的视线扫过他们 都是命不久矣的短命想 刚才进村的时候 秦征发现他遇到过的所有人 都有血光之灾 过不了多久 这个村子也会成为一个死村 你这个小姑娘 长得挺好看 嘴巴怎么这么恶多 我们给你们提供住的地方 你却诅咒我们 秦征笑了笑 没有再多说什么 他转身回到了屋子 有点不想管他们的事 善有善报 恶有恶报 中了什么阴 就会得什么果 神神叨叨的 有毛病 石垒对着秦征的背影 呸了一声 门口的这一幕 正好也被节目组的摄像头拍到了 秦征那话是什么意思 真会死人吗 他肯定是乱说的 又不是第一次神神叨叨的 可是秦征会抓鬼驱邪 那他肯定也会算命看向吧 这次我相信秦征 说不定这几个人真会出事 那我们来打个赌 相信秦征的扣一 不相信的扣二 二二二二二二 秦征又不是阎王 难道他说 谁死 谁就会死 两万两千二百二十二 我也不相信 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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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到二这么多 我勉强扣个一吧 因为秦征的话 观众们开始压住 不少人都有些期待 今晚会发生什么意外 除此之外 还有不少人发现 李麻子和他带来的女人有问题 这个村子有问题 刚才那个人拉着的女人 一点都不像疯子 而且 那个麻子脸的人都这么老了 老婆看上去才二十几岁 对啊 那个女人的衣服材质也蛮好的 不像是山里的人 不会是被拐的吧 希望秦征他们能发现问题 帮小姐姐报个警啊 这村里要是真有人贩子 那秦征他们不是也很危险 还是快离开这里吧 感觉就是个狼窝 房间里面 江瑶看到秦征回来 开口问他发生什么事了 看到一个人贩子 你要去救人 去看看 江瑶沉默片刻 我和你一起 好呀 秦征想了想 又说道 怪不得我看那些人的面相 一个个都不是好货 做过不少损应得的事情 看来这些事都是报应 什么报应 秦征古怪地笑了一声 因果循环 种什么因得什么果 有时候做坏事不是没报应 只是报应还没来 就算活着没事 死了去地府也会清算 江瑶文言 眼眸暗了暗 真会下地狱 是啊 江瑶垂眸脸下神色 自嘲地笑了一声 下地狱又能怎么样呢 他说得很轻 秦征没有听见 只是秦征站在江瑶身边 明显在他身上 感觉到了一股煞气涌动 咦 这个也可以吸 秦征眼眸一亮 把江瑶身上的煞气也吸了 正常人身上的煞气多了 会影响身体 除非命格特别硬 才能够扛住 江瑶的命格被人换了 自然扛不住很重的煞气 秦征帮他吸了 他有点疑惑江瑶身上的煞气 怎么这么浓 死气 煞气 还有古怪的封印 这家伙到底什么来头 秦征盯着江瑶的面相看了看 但是却看不出个所以然 江瑶从自己的回忆中脱离 发现秦征一直盯着自己 他就开口问道 你的意思是 他们会死 因为那个杀死与起飞的东西吗 我感觉这个村里的人都活不长 秦征摸着下巴 思考良久 不过到现在 我都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 躲在哪里 或许躲在那片有浓雾的山脉上 他说完 正好看到石岩和石磊走回来 秦征一把拉过江瑶 带他进到屋里 然后把门反锁了 我们从这个窗户跳出去 好 为了防止石岩和石磊 发现他们突然离开 秦征不打算走正门出去 这个房子只有一层 从窗户跳出去之后 就是后院 秦征带江瑶来到了那栋新房子 房子外面的院子很大 院墙很高 秦征往后退了几步 然后加速朝院墙跑去 轻而易举地踩着墙面 爬到了院墙上 他蹲在墙头 伸手去拉下方的江瑶 江瑶长得比较高 将近一米九 稍稍伸手 就握住了秦征的手 握住的那一瞬 感受到他掌心的温度 他震愣了片刻 上来啊 哦 听到秦征的声音 他才回神 江瑶借着秦征的拽力 也轻松地爬上了院墙 上次把怪物烧成灰烬之后 他明显感觉到自己的身体力量 更强了一些 放我出去 让我出去呜呜 我不要嫁给他 我不要 我要回家呜呜 爸爸妈妈 我要我爸妈呜呜呜 爬进院墙之后 两人就听到了一阵 撕心裂肺的哭喊声 还有女人不断地拍门 用身体撞门的声音 秦征和江瑶互视一眼 眼里都染上了一层冷意 他们锁定了传来声音的那个房间 好在这个房间是在一楼 如果是二楼的话 不太方便爬上去 秦征靠近那个房间的窗户 可以看到窗户从外面 用木条封上了 他轻而易举地 把木条给掰了下来 然后翻进了窗户 你们 屋里的女人看到他们 震惊地瞪大了眼睛 噓 秦征示意他别说话 走过去要帮他解开绳索 这个时候 门口传来一阵开锁的声音 江瑶连忙关好打开的窗户 拉着秦征 先躲进了窗边的衣柜里面 零零零零零零零 随着一阵阵细碎的铃铛声传来 有人开门进来 先吃点东西吧 秦征和江瑶躲在衣柜里面 通过缝隙可以看到 送饭的是一个红衣服的人 准确地说 他身上披着红色的斗篷 斗篷有帽子 遮住了他的容貌 他拿着餐盘的那双手 很纤细白皙 上面还戴着一串红绳铃铛 看着像是个年轻的女人 我不会伤害你 红斗篷说 你最好安静一点 秦征本以为红斗篷是个年轻的女人 可奇怪的是 他的声音却异常苍老低呀 红斗篷微微抬起头 秦征看到他帽子下的样子 大半张脸缠着黑纱 上半张脸竟然没有眼睛 而是两个红褐色的凹陷 第四十章 想和江瑶睡一个房间 这家伙到底是人 还是怪物 秦征看到红斗篷的半张脸 有点心惊 本以为他是鬼怪 可是又没在他身上感受到邪气 没一会儿 红斗篷准备离开 只是转身的瞬间 脚步顿了一下 斗篷下的目光扫过房间的窗户 紧接着 他的目光移动到了窗边的衣柜上 秦征和江瑶 见他一直站在门口不动 他们躲在衣柜里也不敢动 好在最后 红斗篷还是走了 呼 秦征松了一口气 倒不是他怕这个奇怪的红斗篷 只是不想让人知道 他救了这个被拐的女人 以免村里的人都来找他麻烦 从石岩和石磊两兄弟 帮着李麻子隐瞒这事就能看出 石家村里的人都不觉得 拐卖是什么不对的事情 江瑶正要推开衣柜出去 秦征却突然拉住他 啊 秦征低呼一声 从衣柜一脚捡起一个东西 扔进江瑶的怀里 这里有个人手 不会是被杀人分尸了吧 听到他的话 江瑶差点把手里的东西砸出去 他的鹅脚秃了秃 声陷低哑 你扔我怀里干什么 嘻嘻 秦征朝他一笑 怕不怕 那怎么办 江瑶有些咬牙切齿的说 手里拿着那个 秦征扔过来的断手 突然感觉触感有点不对劲 你再仔细看看 他推开衣柜 这才看清手里的东西 那不是个手臂 而是一个木头消成的人偶 木头人偶的脑袋上 用刀刻了两个大大的 X代表他的眼睛 嘴巴是呈现半圆弧度的微笑 秦 征 江瑶磨了磨牙 你故意吓我 哪有 我也没看清啊 秦征朝他眨了眨眼 然后伸手捂住他的唇 别说话 你想被发现吗 江瑶那双漆黑妖野的桃花眸 不悦地瞪着他 他勾了勾唇 这才放开他 走出衣柜 去帮那个女人解开绳索 我带了隐身符 直接用这个出去 秦征把隐身符塞到了江瑶的手里 拿走他手里的木头人偶 他盯着木偶看了会儿 若有所思地收了起来 真能隐身 江瑶看着手中发散着淡淡光芒的浮露 有些狐疑地说 你怀疑我的能力 江瑶挑了下眉梢 先从窗户爬了出去 秦征帮助那个女人也爬了出来 询问之下 他们知道 这个女人叫做于韵 刚从大学毕业没多久 不小心被李麻子从城里拐了过来 你拿好这个东西 不要发出任何声音 跟着我们走出去 秦征对于韵说 真的可以吗 我怕 既然我们能来救你 肯定会把你安全带出去 好吧 于韵捏紧了隐身符 跟着他们朝大门走去 大门扮演着 江瑶先大摇大摆地走过去 把门打开了 他还朝房子方向看了一眼 看到红斗篷女人坐在客厅 除了他之外 客厅还有一个表情木讷的男人 江瑶把大门打开了一些 客厅的人没有任何反应 随后 秦征带着于韵走过来 顺利地离开了这户人家 秦征看到客厅的两人 没发现李麻子的踪影 就知道自己的猜测没错 那个李麻子 就是一个人贩子 离开没多久 秦征突然停下脚步 不对啊 那个红衣服的女人 不是他老婆吗 他都有老婆了 为什么还要买一个 那不是他老婆 是他的远方表姐 于韵说 这样啊 秦征转头看了于韵一眼 这才和他们 回到了石岩的家里 他们翻窗进去的 刚进去 就听到了萧辰宇在外面敲门 江瑶 队长 你们在里面干什么 为什么要把门锁起来 队长 你们开门啊 别躲在里面不出声 我知道你们在里面 听到萧辰宇的叫声 江瑶皱了皱眉心 我去开门 他问秦征 嗯 隐身符还有用 他和江瑶 先把隐身符拿掉了 让于韵继续留着 江瑶去开门 不耐烦地看着萧辰宇 我们有事要商量 你干什么 什么重要的事情 需要背着我们商量吗 萧辰宇看了江瑶一眼 又看了看屋里的秦征 眼神暧昧 你们俩躲在屋里 不会是背着我们 江瑶面无表情 滚你的 他手上用力 正要把门关上 懒得搭理萧辰宇这个傻缺 秦征的声音突然传来 今晚我想和江瑶 一起睡在这个房间 你们剩下的人 住一个房间可以吗 江瑶 萧辰宇 他更大了眼睛 视线在江瑶 和秦征的身上打转 你俩之前就住一个帐篷 现在还要住一个房间 还说没什么 萧辰宇一阵轻责 摇头说道 江瑶 你真不是人啊 你们俩住一个房间 让我们四个人挤一个房间 好了别解释了 作为好兄弟 我肯定要帮你的吗 萧辰宇笑嘻嘻的说 反正我们更艰苦的环境都住过 四个人挤一个房间 也没什么的 那就这样吧 你去和他们说 秦征说 好嘞 萧辰宇朝江瑶眨眨眼 这才转身离开 江瑶的舌尖抵了抵后草牙 转头看向秦征 语气不悦 我什么时候 同意和你住一个房间了 那总不能我一个人住一个房间 你们五个人挤一个吧 如果让其他人住过来 鱼韵肯定会被发现的 房间里进进出出的人多了 石炎兄弟也有可能会发现古怪 我们两个先是住一个帐篷 现在又住一个房间 你让其他人怎么想 还有外面看节目的那些人 哎呀 你吵死了 秦征义把江江瑶推了出去 你要是不乐意 那你和他们五个一起住吧 江瑶 萧辰宇刚好和其他人说完 走出隔壁房间 就看见江瑶被赶了出来 你是不是惹队长生气了 萧辰宇一副过来人的模样 拍着他的肩膀说道 江瑶 不是我说 赚钱方面我比不上你 但是谈恋爱你 没我在行 毕竟这家伙是个母胎单身狗 女朋友是要哄的 不要老是对女人冷着个脸 好像别人欠你钱一样 你长得这么帅 你多朝队长笑一笑 他肯定就原谅你了 江瑶咬了咬牙 对他说 他又不是我女朋友 那你和他住一个账吧 萧辰宇一脸小爷 早就看透一切的表情 你去哄哄他 滚 江瑶一把推开萧辰宇 走进了隔壁房间 刚走进去 就听到了柳下不满的声音 说好女的一个房间 男的一个房间 他们俩凭什么睡一个房间 情侣了不起 情侣就能在野外求生 享受特权 我真是服了 秦征这个队长 就是这么当的 他在那里勾引男人 霸占最好的房间 让我们四个人挤一队 第41章 要不要上山挖金矿 听到柳下的话 江瑶的脸色就冷了下来 秦征救了你们这么多次 他想单独住一个房间怎么了 而且这个住处 也是秦征和石岩他们联系的 和你有什么关系 柳下看到江瑶进来 表情愣了一下 过了片刻 他才撇了撇嘴说 他是队长 那都是他该做的 江瑶一言不发 又转身去了秦征的房间 想到今晚要和柳下这种人 住在一个房间 他就有点隔音 他敲了敲门 秦征开门 干嘛 他开门了 探出个小脑袋 看他江瑶的俊脸上满是烦躁 我和你一起住 刚才不是还不愿意吗 他没说话 直接推开秦征 走进了房间 他们说什么了 秦征听到了隔壁房间 有柳下的说话声 猜到他估计会不满 柳下说 你勾引我 哦 江瑶的视线 一直看着秦征 就见他呕了一声 然后就没下闻了 表情认真地摆弄着手里的 那个木头人偶 他抿了抿唇 感觉自己有点不对劲 刚才柳下这么说秦征 他那么生气干什么 而且秦征这人 看着没心没肺的 估计都不会放在心上 秦征确实没放在心上 注意力都在木头人偶上 因为他发现 这不是一个普通的木偶 上面有法术的痕迹 木偶的后背上 还刻着鲜红的古怪符文 秦征想起那个红斗篷的女人 感觉他身上的气息 也有点古怪 是不是和他有关 秦征刚想到这里 外面传来了食言的声音 秦姑娘 我们做了点炖兔肉 请你们吃晚饭吧 秦征收好木头人偶 从包里拿了一块压缩饼干 给鱼韵 你就在这个房间别出去 鱼韵乖巧地点了点头 秦征和江瑶先出了房间 闻到了一阵香味 食言端着一个大盆 里面装着炖兔肉 还挺香的 我没有吃的 之前在山上补了一头野猪 到现在都没把肉吃完 今天要是再不吃掉的话 肉就要坏了 秦征对食言说 算是拒绝了他的好意 我们也不吃 萧尘鱼紧跟着说道 柳夏和长子川也拒绝了 昨晚于起 非请他们吃人肉的事情 属实让他们有了心理阴影 这样啊 食言又劝说道 我们特意为你们宰的 还是吃点吧 我们做了这么多 两个人也吃不晚 不用 我不喜欢吃兔肉 食言剑劝说没用 只好把那盆兔肉放到了一边 他看了眼秦征身边的江瑶 又看了看另一边的萧尘鱼 突然压低声音 有点神秘地询问他们 你们在山上探险 有没有发现什么不同的地方 什么意思 我们这村子附近的山上有宝藏 食言对他们说 刚才进来的时候 你们看到那个两层楼的房子了吗 那家人就是挖到了山上的黄金 一下子报复了 他家不仅造了新房子 还买了拖拉机 家里其他人还搬到了城里 明天我和我弟也要去山上挖黄金 你们要不要和我们一起去 秦征和江瑶的表现都很冷淡 萧尘鱼倒是有点兴趣 还有这种好事 山上是有金矿吗 对 就是金矿 我想让那家人带我和我弟去挖 但是他们不肯 所以我们只能自己去找了呗 我们就兄弟两人 人手不够 所以想多叫点人 山上的地方这么大 人多才能快点找到金矿的位置 可以爱 我还没见过金矿 萧尘鱼看向秦征 队长 我们明天要去看看吗 反正石家村有车 过几天再坐车离开也可以啊 秦征还没回答 石研又说道 有金矿的那座山路不好走 可能还会遇到野兽 我们经常在山里打猎 应付野兽倒是没问题 只是带着女人的话 估计会很难照顾到他们 所以我们不想带女人一起去 到时候遇到危险不方便 啊 那你是想邀请我们三个男的一起去 对啊 挖金矿这种事 当然是男人一起去比较好 石研笑了一下 你们和我们进山的时候 他们可以住我家 村子里又没什么危险 他们放心住就行 我们要商量一下 江瑶突然开口 脸上没什么表情 我们本来只打算在村里留一天 要是去山上找金矿的话 会改变我们的计划 行 那你们先好好商量一下 石研理解的说道 如果想去的话 明天告诉我也来得及 他准备离开 手里端起那盘兔肉 这兔肉 你们真不吃 见他们还是摇头 石研就拿着兔肉走了 清真管好鱼韵所在的 那个房间的门 先和他们去了隔壁房间 刚进门 萧陈宇就问他 队长 我们要去挖金矿吗 说不定真能找到 到时候还能报复一把 你真信他的话 江瑶腻了他一眼 唇角笑容讽刺 那他为什么要骗我们 我们和他们无冤无仇的 总不能骗我们去山上 然后把我们给谋杀了吧 江瑶这才有些欣慰地看着他 原来你还长了点脑子 江瑶 萧陈宇瞪了他一眼 你别阴阳怪气的 信不信我今晚跑你们房间睡 让你们俩过不了二人世界 江瑶冷笑 随便 萧陈宇 你确实猜得不错 秦征也开口说道 这世上根本没有天上掉馅饼的好事 特别是那些和我们没有任何关系的人 他们这么做 自然有他们的图谋 联想到石岩 石磊和李麻子认识 现在又想把队伍里的男性引走 秦征觉得他们的目标 估计是他们三个女人 引走男的杀了 然后把女的卖了 那种毫无人性的人贩子 很有可能做出这种事 那我们明天不去 直接坐车离开吗 萧陈宇询问道 看情况吧 秦征说 今晚休息的时候我来守夜 他也希望明天能够顺利离开 但这个村子不寻常 今晚可能会出点事情 大家随便吃了点东西 然后都回房间休息了 夜色渐深 秦征盘腿坐在地上修炼 江瑶睡在他的旁边 于晕睡的是床 而他们的身下铺的 是江瑶在帐篷里用的垫子 晚上倒是没发生什么 石岩和石磊没在做什么事情 只是到了清晨 村子里出事了 村口有一阵浓烟生气 还发现了一具尸体 第42章 人贩子惨死 哥 哥 村口死人了 李麻子死得好惨 秦征刚从房间出来 就看见石磊从外面跑进来 脸上还有些 没散去的惊恐之色 什么 昨天他不是好端端的 怎么突然死了 食言差一极了 我去看看 坐在车里被烧死的 好不容易才认出是李麻子 石磊说完 脸上的神色有点古怪 见他欲言又止 石磊便问道 谁放的火 懂车的人说是车里着的火 不是外面放的火 而且李麻子的尸体 想到尸体的惨状 石磊咽了下口水 身上起了一层鸡皮疙瘩 过了好久 他才继续说道 李麻子的心脏不见了 胸口有个大洞 村里的老人 都说他这是遭了报应 死去的鬼魂 找他来报仇的 心脏不见了 食言瞪大了眼睛 像是听到了什么 不得了的事情 这不是和那个 那个人死得差不多 是啊 所以他们 才说是遭报应 秦征听到他们的对话 忍不住问道 之前村里还死过人 兄弟俩转头看向他 没有说话 阿雷 你带哥去看看 食言像是没听到秦征的话 拉着石磊走出了屋子 之前确实死过人 而且死的也是个人贩子 除了李麻子外 山里还有个人 和他一起做这种 确得的事情 不少家庭的男性 迟迟找不到老婆 就会筹集一笔钱 请他们帮忙找个货 可是今年的某一天 那个人被人发现 死在山上 死的时候 身上没有任何伤痕 唯独心脏被人掏走了 死法和老疯子的儿子一样 村里人都怀疑 那座山上有脏东西 打猎什么的都不敢去那座山 不过 还是有胆子大的人 后来在那座山上 发现了黄金 这个人就是石磊 那个买了鱼韵的男人 石磊挖到黄金的事情传出去 村里人也渐渐地忘了 那座山上的诡异 节目直播也拍到了兄弟俩的对话 看到兄弟俩对秦征的问话 表现出讳莫如深的表情 观众们不免觉得 石家村透着一股奇怪的气氛 他们为什么不告诉秦征啊 总觉得这个村子有点不祥 我也觉得 住了一晚就死了一个人 他们说的李麻子 是昨天那个拐女人的麻子脸吗 有可能真是遭了报应 这个山脉这么邪乎 众人猜测纷纭 秦征索性跟着兄弟俩一起去了村口 还没到地方 远远地可以看到村口处 冲天漫起一阵浓烟 空气中还能闻到一阵 什么东西烧焦的味道 等到了村口附近 不少村民站在旁边张望 除此之外 还能听到几个人的哭声 这些人的车子也被烧掉了 龙烟挡住了烧毁的车辆 石磊对食言说 李麻子的尸体就在烧掉的车里 他的面包车被烧了之后 连带着其他人的车也烧了 石磊的胆子比较大 之前去浓烟里看过 秦征看到浓烟下的车辆残骸 忍不住骤起了眉心 昨天靖村看到的车子居然全烧了 那他们该怎么离开 他昨天看面相知道李麻子必死 可是没想到他死亡的同时 车子也会被烧掉 趁着没人注意自己 秦征走进了浓烟里面 他观察了一下 每辆被烧毁的车 只有一辆面包车里面 有一具被烧毁的尸体 尸体脸部的表情很猙獰 嘴巴大大的长着 死前似乎再费力地用嘴呼吸 或者是大声呼救 可以看出死得很痛苦 而尸体的胸口 有一个碗口大的洞 通过这个洞 可以看到烧毁的驾驶座椅背 整个胸口都被什么东西给冻穿了 秦征盯着这个洞 微微眯起眼眸 李麻子胸口的这个洞 和鱼起飞 老疯子胸口的洞差不多 难道他们 是死在同一个东西的手里 可是那个东西杀了李麻子 为什么还要把车子烧了 为了阻止他们离开 秦征的眼里 带上了几分狐疑 这个时候 有一队人从一个路口走过来 好了好了 别哭了 不就是一辆车 昨天石林说了 可以带我们全村的人去挖黄金 那山里可是有个金矿 只要能挖到黄金 十辆车都能买得起 这群人过来 就把那些痛哭的村民围了起来 我知道大家心里不好受 这是我的一点心意 为了我们村子的发展 我和村长商量过了 打算今天就带大家上山挖黄金 石林给那些车子 被烧毁的村民 递了几个红包过去 看到里面的红钞票 这些人才停止痛哭 石林真是个大善人啊 不仅自己挖到了黄金 还要带我们致富 是啊 怪不得他能找到黄金 别人找不到 我们去问问他 能不能带上我们 石岩和石磊兄弟俩对视一眼 也朝石林走去 秦征听到动静 从农物中走了出来 他在人群中 看到了那个穿着高档 带着一个大金链子的木讷男人 昨天他还见过这个男人 就在红斗篷的客厅 好像叫做石林 石林跟着村长过来的 两人说是要组织村民 一起上山挖黄金 大家都激动无比 纷纷想要奋一杯羹 石磊 我们这么多人 山上的黄金会不会不够分啊 有人担忧地问道 不会 那可是有一个大金矿 到时候我来组织你们挖金矿 大家都有份 只要你们都给我分点就行 那肯定啊 我们啥时候去山上 今天就可以 我先带你们去探探路 众人兴高采烈地商量着 有些人恨不得立马上山 可是 那个山上不是死过人吗 我也说山上有鬼 哪个山上没死过人 以前还有人在山上被野兽咬死 石林反驳说 有鬼都是谣言 那个人死得很奇怪啊 和李麻子一样 心脏都丢了 提到这事 众人才想起不远处的尸体 背脊染上了一层寒意 有鬼也不怕 石林的脸上没什么表情 但嘴唇却扯出了一抹笑容 以至于这笑容 显得有些僵硬诡异 我表姐认识大师 找她求了几个护身人偶 到时候 我把人偶带上 可以阻止鬼怪靠近我们 上次我去山里就带了这个人偶 什么事都没有 那就好 听到石林这么说 其他人这才放心 秦征想起了自己 在石林家里找的那个人偶 那个人偶浑身上下 都透着一股子邪气 绝对不可能是什么 大师打造的护身法器 这个石林 绝对另有图谋 或许跟着他们上山 就能知道 石林在搞什么鬼 第43章 和江瑶穿情侣装 秦征准备和他们一起去山上 反正车子都被烧了 今天没法离开石家村 另一边 村长又让他们 把家里的壮年男人都叫了出来 说是今天就要带他们上山 有几个强壮的中年妇女 表示想去 可是石林却不准 他们怕女人添麻烦 所以只带男人上山 石岩和石磊兄弟俩也报名了 随后兴冲冲地回家准备 哥 我们之前和李麻子计划的那事 是不是得泡汤了 回家的路上 石磊小声问石岩 我们两个人不好对付他们三个男的 而且没有李麻子 我们也没渠道卖人 还是先跟着石林去找黄金好了 要是真能找到黄金 根本不愁找不到媳妇 哪有那女的好看 我从来没见过这么好看的女人 和天仙似的 石磊想到秦征的样貌 有些不甘心 昨天 他们是打算用黄金做幌子 引走那三个男的 然后剩下的三个女的 卖给李麻子 或者留两个给自己当媳妇 可是却没想到 李麻子今早突然死了 石林还主动提出 带他们去挖黄金 所以他们不得不改变计划 石岩一边走 一边想着什么 突然间 他停下脚步对石磊说 昨天我就问他们 要不要一起去找黄金 如果他们也想一起去 那我们就带他们一起 李麻子死了 我们可以找其他人帮忙 找个偏僻的地方 把他们推下山坡摔死 谁也发现不了 只要那三个男的死了 家里剩下的三个女的 不是随便我们摆布 村里的男人难找老婆 还剩下很多光棍 就算李麻子死了 石岩觉得他们自己也可以卖 主要还是因为 那几个女的长得好看 比李麻子以前拐来的都好看 他们舍不得让这样的女人离开队 我们喊上他们一起 石磊的脸上露出不怀好意的笑容 兄弟俩加快脚步回家 身上贴着隐身符 听到一切的清真 两个大傻缺 他们不会觉得自己隐藏得很好吧 只要有点脑子的 都能发现他们另有图谋 清真跟着他们回去 刚进门 石岩石磊俩兄弟看到江瑶站在院子里面 石磊轻壳一声 收敛神色朝江瑶走去 兄弟 我们等下就跟着石磊去山上挖黄金了 你们想好了吗 石磊刚才可是说了 那些黄金 让我们每个人买十辆车都没问题 江瑶冷漠地瞥了他一眼 不去 冰冷的语气带着一丝不耐烦 颇有一种 搭理你就是施舍你的错觉 石磊咬了咬牙 对于江瑶这种高高在上的态度很不爽 但为了哄骗江瑶同意 他又浮夸地说道 那你是没看到石磊 他身上带着的那个大金链子 据说能卖两万 他能造新房子 买拖拉机 也都是因为那个金矿 你知道这些要多少钱吗 能让人少奋斗大半辈子 江瑶听到这话 这才又可悲地看了他一眼 很多吗 江瑶轻吃一声 一件外套的钱而已 啊 石磊傻愣愣地看着他 有点不明白他的意思 江瑶懒地和他解释 转身就进了屋里 不过萧陈宇在旁边 好心对石磊说 你说的那个面包车 买十辆也就几十万 石磊的那些东西 加起来也是这点钱 江瑶身上的那件冲锋衣外套 是欧洲高奢品牌 PreE定制 最低配的一套 都要二十几万 你觉得他看得上那个金矿 石磊 石磊 两人很久没说话 甚至觉得萧陈宇 在故意消遣他们 怎么可能有外套这么贵 比房子 车子还贵 兄弟俩苦思冥想 还思索着 怎么劝他们去山里 秦征进了屋里 找到了江瑶 江瑶 我们去挖金矿吧 江瑶看了眼 他手上的隐身符 沉映了片刻 理由 那个石磊有问题 而且车子都被烧了 我们暂时不能离开这里 秦征说完 又皱起了眉心 不过他们 不让女人一起去 难道我贴着隐身符跟着你们 那就要重新化隐身符 灵力会不够用 之前制作的隐身符 已经被秦征用完了 如果现在绘制隐身符 消耗的灵力 要一晚上才能恢复 他怕上山遇到什么意外 灵力不够用 就很麻烦 我就假装是难的和你们一起 让萧承宇留在村里 萧承宇的手里 还有我给的福禄 也能照应其他人 江瑶的神色有点无奈 随你 秦征抬头望着他 眨巴眨巴眼 那 我能穿你的衣服吗 他记得江瑶身上的这种冲锋衣外套 有两件来着 都是黑色的 长得差不多 因为他每天都要换衣服 他的声音带了点无语 随便 秦征嘻嘻一笑 进屋去翻了他的衣服 还借了萧承宇的鸭舌帽 他把头发都盘了起来 然后戴上鸭舌帽 穿上冲锋衣之后 他又把冲锋衣的帽子给戴上了 滴着脑袋 让人看不出性别 秦征的身高 有171厘米 只是在队伍里的几个男人里贤矮 和村里的其他男人比起来 就是正常身高 只是江瑶的外套有点太长了 他要在里面夹几个夹子 你们俩怎么还穿情侣装啊 萧承宇看到后 大叫道 江瑶的鹅脚秃了秃 走到他旁边 一把咕住他的脖子 拖过来捂住了他的嘴 他低眸看向他 声音冰冷 你不说话 没人觉得你是哑巴 萧承宇 实话还不让人说了 节目的摄像头 也拍到了秦征的模样 弹幕全是问号 我去 秦征怎么穿江瑶的衣服 他怎么敢的 震惊我一整年 洁痞狂江顶流 居然会让别人碰他的东西 之前有个女明星 不小心碰了江瑶的西装 她可是 直接把西装扔了 那个西装 据说是上百万的定制款 啊 他俩不会有一腿吧 我不信我不信 秦征配不上我家江瑶啊 有多远滚多远啊 那什么 他俩好像还住一个房间 草 对于秦征假装萧承宇的事情 石言和石磊表示了疑惑 秦征解释说他没有经过金矿 想要去见世面 如果不能带他一起 我们就不去了 江瑶面无表情地说 那好吧 兄弟俩只能妥协 帮着隐瞒这件事 家里就剩下一个男的 他们回来也能对付 而且剩下那个叫萧承宇的 虽然长得挺高 但是傻乎乎的 很好骗 没多久 石磊那边的人过来通知 说是现在就要上山 众人准备一番 去了村口集合 秦征大概看了一下 村口集合的人 有二十多个人 都是青壮年 他拽着江瑶后面的衣服 躲在他背后 所以也没人注意到他 江瑶能感觉到 秦征在自己身后探头探脑 他的眉心微微皱着 但也没说他什么 几分钟后 石磊带着众人 去了那座血雾绕顶的山脉 大家都是常在山里走的人 所以很快就来到了山脉深处 大白天的 光线却越来越暗 山上稀稀粒粒地下的小雨 渐渐地起了雾气 嘎吱一声 秦征的脚下传来动静 像是踩到了什么东西 他低头一看 清晰地看到了森森白骨 这块骨头明显是手臂的骨头 因为连接着手 人类手部的骨头很好认 这绝对是人骨 而不是动物的骨头 第四十四章 秦征受伤 江瑶不自觉地关心 地上有骨头 突然有人叫了一声 停下脚步开口说道 这山上的野兽挺多的 大家小心一点 是不是被鬼杀死的 有人害怕地问 这句话 让雾气朦胧的山林中 多了一丝诡异凝重的气息 我带了护身宝贝 你们不用害怕 石灵的手里提着一个布包 他把布包打开 里面装着好几个木头人偶 你们拿着 我特意让我解去多求了几个 这是大师开过光的 要是遇上了鬼魂 会帮我们把鬼魂打跑 好嘞 你准备得真充分啊 拿到石灵给的木头人偶 大家都放心了一些 不过石灵带的木头人偶不多 并不是每人都能分到一个 秦征这边 只有石炎拿到了木头人偶 他看了几眼 发现这个木头人偶 和他在石灵家捡到的场一样 我们加快速度吧 要是下雨了 就得回去了 石灵催促道 众人想到刚才的小雨 担心一会儿下大雨 所以加快速度跟上他 大概过了一个小时 他们来到了一片松树林 附近还有不少岩石 山面很陡峭 就在这里附近 石灵看了看四周 对其他人说道 这里有石头滚下来过 把我之前进去的入口给封住了 我们找找有没有其他入口 行 众人四散开来 准备分开寻找金矿的入口 石炎和石磊兄弟俩对视了一眼 石炎走到石炎身边 低声对他说 哥 这边的山坡这么陡 摔下去肯定会死 我们先把他们处理了 石炎点了点头 眼里闪过一丝狠色 两人在附近转了转 假装找金矿的入口 突然间 石炎发出一声惊呼 兴奋地跑到了江瑶的身边 我好像找到了金矿的入口 我们先进去看看 趁着其他人没发现 我们先挖一点藏起来 秦征正好站在江瑶的身边 江瑶转头看了他一眼 秦征朝他微微点头 走吧 江瑶这才表现出对金矿的兴趣 你刚才不是还说没兴趣吗 这会儿怎么这么积极 石炎鄙夷的说 你这种人就是喜欢装大款吹牛 其实身上没多少钱 至于萧辰宇说的那些话 石炎才不相信 江瑶停下脚步 那我不去了 你自己去吧 石炎微微变了脸色 连忙说 别啊 好东西要大家一起分享 既然带你们来了 自然也要让你们挖到黄金 我可没这么小气 江瑶嘲弄的看了他一眼 这才跟着他们走过去 石炎在前面带路 石炎则是慢了几步 走在秦征和江瑶的后面 没走几步 看到了陡峭的悬崖 石炎的眼神一狠 伸手就要把江瑶给推下去 可惜他伸手的那一瞬间 江瑶就感觉到了 转身一把抓住了他的手腕 我 石炎惊讶地看着江瑶 没想到他的反应这么灵敏 他本想解释 可是话没说完 脸上的血色迅速消散 变得惨白一片 胸口处有一个拳头大小的凸起 如动了几下 石炎的胸口就扁了下去 砰的一声 石炎的尸体倒在地上 尸体下方不断地流出鲜红的血 还有一颗心脏滚落在不远处 他连一声惨叫都没发出来 就这么死了 哥 石雷等着石炎动手 可是一回头 却发现石炎倒地了 他吓了一跳 大步跑到了石炎的旁边 死人了 有鬼 跑啊 快跑 啊 救命 接连不断地尖叫声传来 松树林里的血腥味渐渐浓郁 石雷看着清哥死不瞑目的样子 愤怒地看向江瑶和秦真 你们杀了我哥 我要你们给我哥尝病 他的眼睛赤红着 要朝江瑶扑过来 不是我们 江瑶皱了下眉心 先将秦真护到了身后 至于杀死石炎的那个东西 他也没有看清 石雷扑了过来 江瑶正准备对付他 可是石雷的身子 却突然停在了原地 像是被人按了暂停键一样 他的眼睛慢慢地瞪大 眼里的光芒变得暗淡 石雷的尸体往前砸了过来 江瑶用力揽住秦真的腰 带着他一起躲到一边 没让石雷的尸体砸到他们 尸体脸朝地砸下 露出了后背的伤口 只见后胸口的位置 有一个碗口大的大洞 里面的心脏掉落在地 几分钟的时间 松树林的喊叫声也越来越少 秦真转头看向其他地方 他发现已经看不到 其他人的身影 但是鼻尖的血腥味 却越来越重 连身边的雾气 都染上了一层淡淡的红 树林里面 好像只剩下了他们两个人 是什么东西 江瑶松开秦真 神色凝重 小心 秦真本想去查看 石岩和石雷的尸体 突然发现 一道小小的黑影 靠近了江瑶的背后 脑袋上冒着红光 是那个木头人偶 木头人偶飞在半空中 眼里闪烁着诡异的红光 木偶如同一个钻头 一般高速旋转 即将要刺进江瑶的后背 那东西的位置 正对着心脏的方向 刺进后背之后 高速旋转的木偶 会扎进心脏 将心脏从人的体内扭转下来 失去心脏的人 会在瞬间死亡 不过 他要碰到江瑶的那一刹那 秦真徒手抓住了这个木偶 手上传来一阵痛意 指缝溢出鲜血 秦真的眼神微冷 手中的灵力 发散出一阵光芒 诡异的木偶 瞬间停下了旋转 脑袋上的红光也消失了 呲呲 呲呲呲 浓雾围绕的树林中 陡然出现了好几双红色的眼睛 石灵带来的其他木偶 全部都飞在了半空中 朝他们包围了过来 木制的人偶 已经全部被鲜血染红了 地上全是尸体和散落的心脏 没事吧 江瑶拉过秦真的手一看 就见他的手掌心 被蹭掉一层皮 鲜血斑斑 他狭长的桃花眸 染了几分暗色 眉宇间染了些力气 没事 先把那些东西处理掉 江瑶转眸看向那些木偶 眼里有幽紫色的光芒闪过 漆黑深沉的眼眸 变得幽暗诡诀 多了些危险的气息 让人不敢直视 这些东西真爱眼 要是都毁了就好了 刚这么想完 下一秒 周围的阴气 竟是自燃出了一片 降紫色的幽冥火 火焰中携带着 极其强大的毁灭腐蚀之力 瞬间将木偶们烧成灰烬 捏着符路 准备出招的擒针 他愣愣地看向江瑶 你能控制幽冥火了 江瑶的表情目了一下 紧接着眼里浮现出一丝茫然 他低头看向自己的双手 完全不知道 那个火为什么会出现 可能吧 江瑶喃喃了一句 还想释放幽冥火 可是一点动静都没有 刚才的幽冥火把木偶都烧了之后 就消失了 我也不知道 它为什么会出现 江瑶的双手握了握 着实有点无语 这火可真韧性 应该是你体内的能量不够 秦征简单地猜测了一下 我们去看看 还有没有人活着 等会儿 江瑶把他拉回来 神色严肃 先处理伤口 哦 他本想撕一片衣角 先帮秦征包扎一下 结果却见秦征手上 出现一阵淡淡的金光 手掌心的伤口 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愈合 肌肤变得光滑细腻 江瑶看着这神奇的一幕 挑了下眉梢 走啦走啦 秦征拉着他去 查看其他人的尸体 他知道那个木偶有问题 但是没想到 木偶的威力这么大 出手就直掏心脏 眨眼干掉一个人 石灵带了好几个木偶 估计其他人都被干掉了 要不是他及时抓住了那个木偶 江瑶也可能遭遇不测 都死了 他们走过来 看到了一地的尸体 不过 没有石灵的尸体 他去哪儿了 秦征环顾四周 雾气有越来越浓的趋势 两部外的景色 都有些难以看清 更别说找到躲起来的人 树林里的血腥味很重 地上除了尸体 还散落了不少心脏 第45章 他才是幕后主使 秦征用了一张风符 用狂风吹散了不少雾气 这才能看清树林的全貌 江瑶 找不到他 我们先回去吧 他若有所思地看着地上的心脏 接着转头看向江瑶 朝他眨了眨眼 江瑶能感觉他另有目的 配合地N了一声 两人朝下山的方向走去 他们的身影消失 树林的雾气又渐渐浓郁 有一道人影从另一个方向走过来 手里的布包沾满了鲜血 正是让木偶杀人 自己躲起来的石灵 石灵手里提着带血的布包 走向那些尸体 每到一个尸体的旁边 他都会停下脚步 将地上的心脏捡起来 放进包里 没多久 布包就被塞得满满当当 他在收集这些掉落的心脏 你收集这些心脏 想干什么 清冷的声音从树林里传来 金色的符露穿越之夜 飞到了石灵的身边 石灵感觉到驱邪扶上的力量 木讷的脸上浮现痛苦的表情 你们 居然还没走 石灵伸手挡着符露的金光 脸色难看的看着不远处走过来的两道身影 秦真和江瑶看着像是下山 其实只是找了个地方躲起来 他早就知道石灵把这些人引到山上 不只是为了杀死他们 我们要是走了 怎么看到这一幕 秦真的手中捏着一张雷抱符 冷笑道 这座山另一头的村子 里面的人都死了 也是你做的吧 杀了这么多人 你罪不可赦 石灵笑了笑 木讷的眼睛里闪现着怪异的红光 那是他们该死 这里的所有人都该死 穷山恶水出刁民 你知不知道 他们毁了多少无辜的女孩子 他们娶不到老婆 就让人去外面拐女人 这些被拐进来的女孩子 一辈子都毁了 在这里活得连畜生都不如 我杀了这么多人怎么了 我这是替天行道 别说的这么冠冕堂皇 秦真冷漠地望着他 既然你这么高尚 收集这些心脏干什么 还不是另有目的 你只是为了给你的恶行 找一个借口 他知道这个村子有问题 这些村民也不是什么好人 所以看面相知道 他们有血光之灾 秦真也没有救他们的兴趣 这些人都死了 我废物利用一下又能怎么样 都是一丘之和 秦真讽刺一笑 扔出了手中的符露 轰隆一声 山顶乌云密布 雷光闪现 刺目的白光传来 雷暴符将石灵劈的粉碎 剧烈的雷电点燃了松树林 大火不断地蔓延开来 将满地的尸体焚烧殆尽 等到尸体烧尽之后 大雨倾盘而至 将烈火浇灭 这个时候 秦真和江瑶走在了下山的路上 遇到了躲起来的长子川 石灵给大家发木头人偶的时候 秦真就猜到他快要出手了 所以让长子川先下山找地方躲起来 免得到时候顾不上他 现在看来 这个决定是对的 依照刚才的形式 他的注意力都在江瑶身上 肯定保不住长子川 怎么只有你们两个人 长子川看到他们下来 连忙过来找他们 他一个人躲在这深山里 也不敢乱走 担心遇到什么鬼怪 秦真让他在来时的路上等他们 他就乖乖地等着 都死了 长子川闻言 心里一惊全死了 一个都没活下来 所以 那个人说的蛙黄金 就是故意骗人的 不然呢 哪有这么好的事情 长子川叹了口气 幸好他多了的心眼 上次他和柳夏被安安的保释骗了 他就再也不会相信 这山里有什么情况 你们没事就好 长子川感慨了一句 跟着他们一起下山 清晨六点多就上山了 所以他们下山的时候 才早上八点多 进到村子里 却发现村里出奇的安静 之前还能看到有人在田里劳作 有妇女在河边洗衣服 田园犬在路上晃悠 可是现在都没了 看不到一个人影 回到房子 秦正叫了几声其他人的名字 萧陈宇 妙妙 你们在家吗 没有人回应 秦正微微变了脸色 连忙跑进了房间 他们的东西还在这里 但是人都不见了 长子川想到山上发生的事情 脸色有点苍白 他们会不会遇到了危险 刚才我们进村 也没看到其他人 虽然男的都去山上了 但是还留下不少妇女和小孩啊 秦正没有说话 他去了他和江瑶的房间 走进房间 也没看到鱼运 秦正打算去石林家里看看 他猜测 可能和那个红豆棚女人有关 结果刚从房间出来 他就看到鱼运 从外面走进来 你们回来了 秦正皱眉问他 你怎么出去了 我不是让你别离开那个房间吗 我在房间里闷得慌 所以想出去走走 而且 你们离开不久 其他人也都走了 村子里也没什么人 他们去哪了 村里老人说 今天是祭祖节 请他们去祠堂吃斋饭 祠堂在哪里 秦正的视线 落在于韵的身上 视线有些锐利 带了几分审视 其他人都不见了 就他还在这里 还在外面乱走 于韵从秦正的身上 感到一阵压迫 他犹豫了一会儿 然后伸手指了一个方向 他们走的时候 我偷偷看到他们 朝那个方向走的 我们去祠堂看看 秦正有点担忧 其他人的安危 准备出门去祠堂 江瑶和长子川 自然要和他一起过去 三人走出院子的时候 于韵还站在里面 秦正突然停下脚步 转身对于韵说 你一个人在家里没事 和我们一起过去吧 你不是让我别乱走吗 李麻子都死了 没人认识你 好的 于韵这才跟着他们一起 秦正 离他远一点 他有问题 萧陈宇他们 就是被他抓走了 这女人是坏人 亏我之前还同情他 没想到他这么坏 连村里的小孩老人 都不放过 妈的 这女人都杀疯了 秦正 江瑶 你们快跑啊 让节目组的人来接你们离开 别继续录节目了 小命更加重要好吗 就是啊 这女的就是个丧心病狂的疯子 秦正和江瑶上山的时候 本来节目组的摄像头跟着他们 但是山上磁场变化 导致画面不能传到外面播放 节目组就把镜头切到了村里 观众们看到了村里发生的事情 于韵这个人 根本不是普通被拐的女人 他 杀掉了村里剩下的人 他们来到了祠堂 还是没看到人 你不是说他们在这里吃饭吗 秦正看向于韵 眼神彻底冷了下来 是啊 他们说今天有个祭祖活动 所以在祭坛那边吃饭 你又不是这里的人 怎么对这里的事情这么熟悉 他们说的吗 于韵朝秦正微微一笑 你们看那里 好像就是祭坛的入口 祠堂有一大片的空地 空地的角落有一处地道 里面的光线有点昏暗 两面的墙上都点着白色的蜡烛 我们进去看看吧 于韵率先朝地道走了进去 其他人只好跟着他一起进去 刚走下地道 入口的石门就关上了 于韵突然停下脚步 叹气道 他们本来可以活的 你也可以活下来 可是你杀了石灵 把那些心脏都烧了 他转头看向秦正 眼里闪烁着星红的光芒 秦正 我不想伤害你的 可是数量不够 只能让你们顶上了 你果然有问题 秦正冷笑一声 走上前一把掐住了他的脖子 能骗过我 也算你有本事 最好松开我 于韵朝他笑了笑 你的朋友们都在这里 马上就要断气了 快去看看他们吧 于韵伸手指了指地道理策 隐约能听到 萧陈宇等人的哀嚎声 第46章 再见了秦正 你该死了 队长 秦正 救救我 随着他们跑进地道里面 鼻尖的血腥味越来越重 地道尽头有一处祭坛 萧陈宇三人 躺在祭坛的边缘位置 一动不能动 但是于韵也不能对他们做什么事 于韵用了幻术引他们过来 把他们困在这里 想要夺取他们的心脏 但是他们的身上 有勤证给的平安符 昏暗的地道里面 平安符的金光包裹了他们 而在祭坛的正中央 有一片腥红的血池 血池里面全是鲜红的心脏 祭坛下方的地面上 还有村民的尸体 这些尸体和山上的尸体一样 都失去了心脏 穿着红色斗篷的女人 蹲在血池旁边 她转过身 看向地上的三个人 萧陈宇看到帽子下的那张脸 不由道歇一口凉气 女人的双手白皙细嫩 但是那张脸 却布满了皱纹和伤疤 几乎都看不出 五官眼眶是空洞的黑暗 里面连眼球都没有 简直比恶鬼还吓人 九九八十一个 男人的心脏 红斗篷没有眼球 但是却能看见萧陈宇他们 空洞的眼眶对着他们 本来只差三个人 我就能恢复容貌了 他的声音陡然变得尖利 身上有一股黑色邪气在涌动 都怪你们那个朋友 杀死了石灵 把我的心脏都毁了 那就只能让其他人顶上 你们都要陪葬 随着时间过去 萧陈宇等人身上的平安符 光芒越来越淡 红斗篷朝萧陈宇伸出了手 手上的指甲 瞬间变得又长又尖 你才是找死 红斗篷伸手的那一瞬间 秦征就赶到了 他手中的陶木剑 直接砍在了红斗篷的手上 陶木剑携带了他的灵力 瞬间就把红斗篷的右手 砍了下来 啊 红斗篷发出一声惨叫 丑陋的脸上一阵扭曲 变得更加可怖 我要杀了你 他身上的黑色邪气 越来越浓郁 朝秦征包围了过来 哦 秦征一脸冷淡 随手就用剑刺进 红斗篷的肩膀 把他钉在了地上 他踩着红斗篷的胸口 居高临下地俯视着他 杀了他 仙界帝君都不敢说这狂言 于云发现形势不对 他朝祭坛的方向 扔了几个木头人偶 那些人偶碰到邪气 直接从地上飞了起来 准备偷袭秦征 江瑶看到于云的动作 眼眸微冷 他看着那些包围勤征的人偶 心中想着那团降紫色的幽冥火 这一次 他又成功召唤了幽冥火 幽冥火突然出现 将那些木头人偶烧成灰烬 烧完之后 幽冥火竟然有意识地 朝于云追了过去 想要将他也烧了 这是什么 于云面色大变 看到幽冥火朝自己扑过来 他转身就跑 江瑶站在祭坛上面 玩味地看着于云到处乱窜 最后跳进了祭坛的血池里 幽冥火才没有碰到他 于云从血池中爬出来 就见秦征要杀了红斗篷 等一下 不要杀他 他颤抖着声音说道 我们这么做 也是逼不得已 村里的这些人全是人渣 杀了他们 才能阻止更多的女孩遇害 我们都是被拐到了这个村里 受尽了虐待 他脸上的那些伤 都是那些男的做的 他们还挖了他的眼睛 我们在这里 活得连畜生都不如 如果不是和神救了我们 我们早就死了 随着于云说完 皮肤变得苍老 只是请和神帮忙 需要付出巨大的代价 我们将那些人的心脏 献祭给和神 才能恢复我们的容貌 我们才是受害者 他们为了繁衍后代 可以对我们施暴 我们为什么不能报仇 难道你们天师不变善恶吗 秦征看着他们 没有说话 萧陈宇的眼里流露出几分同情 但想到刚才看到的事情 他忍不住质问 村里还有不少小孩子 他们都是无辜的 可是你把他们都杀了 我都看到了他们的尸体 无辜 鱼韵神色嘲弄 我和这里的人都不认识 我被拐到这里 受尽虐待 难道我不无辜吗 这个世界上 根本没有人完全无辜 节目直播的观众见了 心中也不免触动 他们好可怜 人贩子真是太可恶了 活该被杀 秦征 还是放过他们吧 他们说的有道理 明明是这个村的人不对 可是 他们连小孩也杀 还把小孩的心脏给挖了 他们为了报仇 早就没了人性 也从受害者 变成了施暴者 对啊 他们已经杀疯了 和他们说不清道理 如果放过了这两人 他们以后肯定还会继续作恶 他们是为了报仇才会这么做 现在报仇报完了 估计会改邪归正 还是给他们一次机会吧 大部分观众正在同情他们 红斗篷突然大叫了一声 你还在等什么 动手啊 鱼韵看到秦征几个人 都站在祭坛上 将地上的那几个人扶起来 他就按了一下 血池墙壁上的一个开关 下一秒 祭坛上血光冲天 红色的光幕 围绕在祭坛的四周 阻止了所有人离开 而在祭坛的地面上 缓缓浮现一个血色阵法 阵法开始不断地 吸取他们的生命力 红斗篷古怪地笑了起来 阵法已经开启了 你们跑不了 等到阵法成功之后 我就会有一具新的身体 和神给我的力量 也会更加强大 鱼韵趴在血池旁边 怜悯地看着秦征他们 要怪就怪你们运气不好 非要来这个破地方 还喜欢多管闲事 阵法的红光 包裹着红斗篷和鱼韵 他们脸上的皮肤 开始变得细腻 还能感觉到 身体里的力量 在逐渐强大 鱼韵痴迷地 看着自己的双手 喃喃自语 和神大人说得对 只有变得更加厉害 才不会被人欺负 为了强大起来 多死一点人 又能怎么样 他抬眸看向秦征 朝他微微一笑 再见了秦征 你身上的力量 会转移到我身上 我能看出你是个好人 喜欢帮助别人 以后我也会帮助别人的 我会杀光那些该死的男人 第47章 我就是故意请你的 第一次被人 发好人卡的秦征 作为仙界战神 死在他手中 冤魂不知有多少 这女人居然觉得 他是个好人 秦征收起桃木剑 一脚踢开地上的红斗篷 他用桃木剑 沾了一些地上的鲜血 对着阵法的图案 画了几笔 随着生命力被吸取 其他人都虚弱地 栽倒在地上 只有秦征和江瑶 像没事人一样 那个阵法 似乎伤害不到他们 你还会阵法 看到秦征的动作 江瑶不由问他 萌萌哒的招财猫 可爱不 他转头看向江瑶 还朝他眨了眨眼 江瑶 秦征在干什么呀 是不是疯了 大姐 你能不能认真点 你们马上就要狗带了呀 先想办法破解阵法离开 真是急死我了 秦征也太不靠谱了 我刚以为秦征是个大师 现在我觉得 他就是个逗逼 他还说他能带 所有人安全离开 这让我怎么相信 红斗篷看到秦征画的招财猫 脸上露出了不懈的神情 他安心地躺在地上 能感受到阵法的力量 注入他的体内 他身上的伤口 在缓缓愈合 红斗篷和鱼韵的脸上 都露出了痴迷的神色 以及对强大力量的向往 突然间 他们脸上的表情 有一瞬凝滞 啊 鱼韵的表情 渐渐变得扭曲 费力地从血池中爬出来 怎么回事 我的脸 他掉落在祭坛上之后 阵法中的红光 如蛛丝一般 将他缠绕了起来 刚开始朝他们 诸如力量的阵法 竟是开始吸取 他们体内的能量 不 不要 红斗篷发现 自己的手上 也出现了皱纹 他的声音 不免有些惊慌 是你 是你搞的鬼 他猛地抬头 看向秦征 尖利地双手 朝他伸过来 恨不得将秦征掐死 可惜阵法的红光 将他束缚在原地 让他动弹不得 秦征冷眼望着他们 自讨苦吃 这种拙劣的阵法 他可以轻而易举地毁掉 但是为了让鱼韵 和红斗篷受到惩罚 他就小小地 改动了一下阵法 没想到你还懂阵法 鱼韵不敢置信地 望着秦征 有些任命地 躺在了地上 完了 一切都完了 我们的所有努力 全部都白费了 不可能 迪雅的嘶吼声传来 红斗篷不甘地挣扎着 你们这些道貌黯然的天师 不惧惩罚那些 该死的人贩子 反而来坏我的事 既然我不能恢复容貌 我也不会让你们好过 话语落下 红斗篷一掌 打在自己的心口 猛地吐出一口鲜血 他身上的黑色邪气 疯狂涌动 注入到了祭坛的血池中 轰隆一声 地道的地面开始颤动 祭坛从血池开始四分五裂 卧槽 队长 拉我一下 救 救命 萧辰宇等人正要离开祭坛 祭坛就碎裂了 露出了下方的漆黑洞穴 所有人都朝洞穴掉了下去 随着祭坛碎裂 阵法也失去了作用 鱼韵和红斗篷对视一眼 拼着最后一口气朝秦征冲了过来 江瑶和秦征的反应比较快 本来都已经离开了祭坛 但是鱼韵和红斗篷发了疯一般 把秦征拽了下洞穴 秦征 江瑶转头发现 秦征掉下去了 连忙伸手去拉他 你们一起死吧 红斗篷冷笑一声 尖利的指甲朝江瑶的脸上抓了过来 千军一发之际 江瑶脑海中想着 让幽冥火来帮忙 可是那团火 却怎么都没有出现 江瑶 松手 秦征快速地甩出一张烈火符 凶猛的火龙将红斗篷包围了起来 瞬间将它吞噬 烈火符将红斗篷吞噬之后 也会波及江瑶 江瑶来不及细想 按照秦征的意思 松开了上方抓着祭坛石壁的手 他的身子快速地往黑暗中坠落 秦征那边被鱼韵缠上 他轻而易举地用桃木剑捅死了鱼韵 看到鱼韵眼里的强烈不甘 秦征眉眼冷漠地抽出剑 你们报仇没错 几道落水的声音传来 祭坛下方的洞穴里 有一条宽广的地下河 所有人都掉在了里面 不远处可以看到光亮 应该是地下河的出口 大家没事吗 秦征探出水面 挨个叫了他们的名字 没事 我在这儿 所有人都回应了 只有江瑶没反应 江瑶 秦征又叫了他几声 这才听到微弱的声音 从自己不远处传来 他连忙朝江瑶所在的地方游了过去 江瑶 你没事吧 江瑶的身体在慢慢往下沉 秦征费了好大的力气 才把他拽出水面 嗨嗨 他猛烈地咳嗽了一阵 声线低迷 头晕 你先唱一会儿 我带你出去 秦征把他的手架在自己的肩膀上 朝不远处的亮光游去 参加野外求生的队员 全部都会游泳 他还和其他人说了一声 你们看到前面的出口没有 我们朝那边游 先离开这脸 好 秦征拖着江瑶 还有得比其他人快 很快就到了出口 视线渐渐地开阔起来 外头光线明亮 河岸边也是树林 让人分不清在山脉何处 秦征见江瑶眉心紧皱 脸色苍白 先带着他上岸 江瑶 刚上岸 秦征就发现江瑶晕了 俊美妖也的脸庞有些苍白 线长漠黑的睫毛沾着水珠 衣服全湿了 可以清晰地看到江瑶的绝好身材 属于穿衣显瘦 脱衣有肉的那种 要是让节目组的摄像头拍到 粉丝们估计会疯狂地舔平尖叫 不过 秦征并没有注意到这些 他先是探了探江瑶的心跳和脉搏 又叫了他好几声 可江瑶还是没反应 秦征跪坐在他的旁边 端着他的下巴 准备给他人工呼吸 他的唇 碰到他的薄唇的那一瞬间 江瑶睁开了湿漉漉的眼眸 秦征吓了一跳 一不小心咬了他一口秦征 江瑶 他的表情目了一下 连忙放开 他坐着身体 我叫你好几声 你怎么不理我 嗨嗨 我没听见 江瑶费力地撑起身子 感觉到脑袋一阵头痛欲裂 身上明明是冷冰冰的一片 内在却觉得有一团火在燃烧 体内冰火交替 力量博弈的场面再度出现 秦征挠了脑后脑勺 感觉应该解释一下刚才的事情 我发现你晕了 所以才给你做人工呼吸 江瑶面无表情 脸色有点难看 那你为什么咬我 秦征盯着他那红红的唇瓣 上头隐约能看到他的牙齿印 他老实回答 被你吓到了 本来以为他晕了 谁知道他突然醒了 他冷吃一声 你连鬼都不怕 会被我吓到 本来就是 呵呵 看到江瑶神色不善 气息阴沉 秦征感觉他误会了什么 但是他说的都是实话 而且他还救了他 他干嘛这么凶 秦征越想越不爽 瞪着他怒道 我就是故意请你的 怎么的 你打我呀 你 江瑶直接被气得一口气没喘上来 苍白俊美的脸庞染了几分黑色 漆黑狭长的桃花眸 泛着些薄红 越发显得容色妖艳 秦征哼了一声 心想他这么若击 想打也打不过他 他好心救了江瑶 却被他误会 想占便宜 秦征的心里也有点烦躁 不太想继续搭理 江瑶这个奇怪的男人 萧辰宇 秦征看到其他人爬上岸 过去找他们 队长队长 萧辰宇看到秦征 顿时松了一口气 想要朝他跑过来 结果没跑几步 突然被什么东西绊倒在地 他低头一看 看到了一颗青灰色的头颅 掉在草丛里 就是这个东西绊倒了他 卧槽 萧辰宇下的原地蹦起 抱住了旁边的大树 哆哆嗦嗦地说道 对 队长 这里有个死人 第四十八章 秦征偷亲也没关系 什么死人 他还没死吗 秦征来到萧辰宇旁边 看到草丛里 躺着一个身重剧毒的男人 他只剩下了一口气 所以脸色清晖 看上去像是死了一样 还有救 他用灵力在男人的手掌心 割开了一个口子 把他体内的毒血引了出来 河边就是一片树林 秦征从树林里 采到了一些草药 让萧辰宇用石头敲碎了 然后把草药 喂到了那个男人的嘴里 等到处理好这些 河水中的队友们 也都爬上了岸 只是他们 在河里游了许久 每个人都有些脱力 躺在地上缓了很久 江瑶看到秦征 他们发现了陌生人 也朝他们这边走了过来 他看着地上的男人 张了张纯 想问秦征一些 有关这个男人的事情 但是秦征看都没看他一眼 绕开他 就要离开 江瑶抿了抿唇 一把拉住他的手腕 刚才的事情 他的语气顿了顿 视线看着秦征的发顶 最后有点别扭地说 谢谢 秦征离开之后 江瑶就想起了水中的事情 当时他的情况很糟糕 如果不是秦征拖着他上岸 他估计会淹死在水里 现在知道谢他了 秦征甩开他的手 冷哼一声 见他又要走 江瑶沉吟着说道 晚点我给你做好吃的 秦征的脚步才停下 看上去不是很在意地问 做什么吃的 还不知道附近有什么 等一下先看看能做什么 好吧 那我勉强原谅你 江瑶的嘴角抽了一下 突然反应过来 吃亏的不是他吗 偷亲这种事 放在其他人的身上 江瑶有一百种办法 弄死那个人 但不知道为什么 他对秦征就生气不起来 江瑶皱了皱眉心 对这种未知的感觉有点烦躁 他就 狠狠地揉了一把秦征的脑袋 把他的马尾边都揉歪了 秦征盯着他 破坏他发型 想揍人了 想到一个人的眼神是藏不住的 江瑶感觉到之后 轻咳一声 柔弱可怜地看着他 我的衣服还是湿的 我又不是烘干机 看到他把手伸过来 秦征吐槽一声 但还是用灵力帮他烘干了 要是江瑶穿着湿衣服又生病了 麻烦的还是他 江瑶看到他气哼哼的样子 唇角微钩 他怎么回事 江瑶这才想起问那个男人 中毒了 秦征简单解释了一下 等到他醒了 可以问问他 这是什么地方 他们掉进水里之后 随行的东西 都落在石家村 包括节目组给的地图 所以秦征也不知道 这是什么地方 身上除了衣物 还剩下了节目组给的求生手环 这个手环可以发射信号 让节目组 及时找到他们进行救援 目前他们不需要救援 但节目组的摄像机没跟过来 我们要发信号吗 秦征摆弄了下手里的手环 随口问道 可以 江瑶思寸地说 刚才事发突然 摄像机被地道里的碎石砸毁了 外面的人都不知道我们的情况 我们给他们发射信号 也可以让他们知道 我们还安全 那我发了 秦征按了一下手环上的按钮 开启了定位模式 等到发完之后 萧辰宇在不远处大叫道 队长 他醒了 秦征和江瑶连忙走了过去 中毒的男人靠在树边 脸色已经恢复了正常 只是有点苍白 他身上的衣服和秦征等人 有很大的区别 黑色的麻布衣 胸口和后背 绣着彩色的图腾 看着像是什么昆虫 你 你们是谁 男人醒来 看到这么多人围着他 不由吓了一跳 我们不是坏人 萧辰宇解释说 你中毒昏迷在湖边 我们正好遇上 就救了你 你可以告诉我们 这是哪里吗 男人的脸上 浮现一阵茫然之色 他在回忆自己昏迷前的事情 这是山里 他想起了那些事情 眉宇间多了些愁涩 我是蒙族人 我们的族地就在附近 蒙族 秦征等人都有些疑惑 他们都没在地图上 看到过这个名字 他们接着追问他 知不知道怎么离开这座山 他又出现了茫然的表情 好像这辈子 都没离开过这个地方 你们不应该救我的 男人叫做袁怀 他有些悲戏地靠在树干上 神色绝望 为什么 秦征询问他 他却不说话 只是呆滞地靠着树 能不能带我们去你的族地 我们想借住一晚 听到族地两个字 袁怀的眼神才聚焦 脸色严肃地说 我不能带你们去 这会害了你们的 你们从哪来 赶紧从哪回去 我们回不去啊 萧辰宇看了眼身后的河流 叹了一口气 刚才那么危险的情况 他们能捡回这条命 都是庆幸 为什么不能去你的族地 秦征刚问了一句 不远处传来人声 哥 哥 你在哪啊 你别吓我 哥 是我妹妹来找我了 袁怀神色一顿 从地上站了起来 他扶着树 看向声音传来的地方 可以看到 一个扎着辫子的女孩 朝这边跑过来 跑进了 发现眼眶红红的 女孩看到袁怀 连忙朝他扑了过来 哥 你吓死我了 我还以为你 我也没想这么快 会轮到我们家 我们一起离开这个地方吧 再也不回去了 看到妹妹痛哭的样子 袁怀不由觉得有些内疚 初初 对不起 我 我不会再自杀了 袁小初痛哭了许久 才发现身边站着好些陌生人 他抬头看到秦征他们的穿着 和他们族地的人 完全不一样 你们是外面 来的对不对 袁小初有些激动 冲过去一把拽住秦征的手 姐姐 你带我们一起出去吧 求求你了 江瑶站着秦征身边 不动声色地推开了他 单身问道 你们为什么要出去 听到这个问题 兄妹俩对视一眼 支支吾吾的 不敢说的样子 他们沉默的时候 秦征一直看着袁小初过来的方向 那边似乎有个山谷 山谷地势偏低 阴邪汇聚 是个不祥之地 他收回视线 笃定地对袁家兄妹俩说道 你们的足地有问题 袁怀深吸一口气 我不知道我们足地有什么问题 但最近几年 大家都过得不容易 庄稼没什么收成 山里的生活实在太难了 所以我们才想离开 秦征盯着他看了会儿 袁怀却避开了秦征的视线 这不由让秦征觉得 他有所隐瞒 秦征眯了眯眼眸 突然问道 对了 你为什么要服毒自杀 第49章 把人当作食物圈养 我 袁怀犹豫了很久 不知道该怎么解释 反倒是袁小初开口说道 因为蜘蛛精要让哥哥 给他当相公 他会把哥哥吃掉的 初初 别乱说 袁怀严肃地看了一眼袁小初 低声对他说 这么离奇的事情 他们不会相信的 袁小初皱了皱眉心 可是这是事实呀 什么蜘蛛精啊 萧尘宇好奇地问道 兄妹俩站得近 其他人也听到了 他们的低声窃语 我们族里供奉了一位圣女 据说他能沟通天地神明 掌握风雨 只有圣女施法 我们的足地才会下雨 庄稼就不会死掉 圣女施法的时候 每次都要让我们 献祭一个年轻男人 说是献给神明 只有定时给神明献祭 神明才会让足地风调雨顺 我们一直以为 圣女是天上神仙派来的 袁小初说着说着 不知想到了什么画面 脸上的神情带了几分恐惧 可是有一次 我贪玩躲进了一个山洞 发现圣女变成了一个大蜘蛛 不对不对 不是一个大蜘蛛 她的上半身还是个大美女 但是下半身是蜘蛛的样子 有八只很大很大的爪子 上面还冒着黑气 袁小初的小脸有些惨白 继续说道 后来我哥来找我 我们就看到 他把献祭的男人给生吃了 吓得我们偷偷地跑了 今年明明已经献祭过一个男人 前几天 圣女却还要让我们献祭一个 他还指名道姓说 神明看上了我哥 我怀疑是他发现了 所以想要除掉我们 袁怀叹了口气 我看到那个男人 被蜘蛛精活生生吃掉 不想经历那样的痛苦 所以才会服毒自杀 袁小初祈求地看向其他人 哥哥姐姐们 你们是从外面来的 能不能带我们一起离开啊 我不想让我哥 被蜘蛛精吃掉 不是我们不想带你们离开 秦征有些无奈地说 我们自己都不知道怎么离开 那你们是怎么来这里的 应该算是从悬崖上面掉下来的 听到秦征这话 袁小初的小脸不由垮了下来 那可怎么办 你们从来没离开过足地 江瑶突然问道 我们没有离开过 但是足内的老人 说足地有通向外面的道路 只是现在那条路上 多了一个毒蛇窟 所有路过的人 都会被毒蛇咬死 毒蛇窟是什么时候出现的 五年前 说到这里 袁怀神色一顿 圣女也是五年前出现的 有可能是他故意布置 为了防止你们的族人 离开这片地方 秦征想到他和江瑶 跟着石林上山 山上还下了小雨 他忍不住问袁怀 你们这片地方 没什么雨水吗 对 五年前经历了一次大旱 一整年都没下雨 后来圣女出现 他说 有办法沟通天上的神明 足地才开始下雨 从那之后 只有圣女做法 足地才会下雨 秦征思考了一会儿 对袁怀说道 这样吧 你带我们回足地 我去看看 那个蜘蛛精 到底有什么本事 他刚说完 柳夏就反驳道 那是个妖精 还会吃人 我们好不容易死里逃生 我可不想去送死 那你想怎么样 秦征冷淡地腻了他一眼 你有地图吗 知道怎么离开这里 这地方有蜘蛛精 肯定还有其他邪碎 等下天黑了 照样有邪碎会找上你 就是了 萧陈宇跟着说道 我赞同队长的意见 反正有队长在 我们肯定不会有生命危险 眉头苍蝇一样 在山里乱转 都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出去 不行 不能回去 圆怀摇头拒绝 圣女已经知道 我们发现了她的秘密 你们要是跟着 我们一起回去 她肯定也不会放过你们 那就剁了她的蜘蛛脚 看到秦征不把蜘蛛精 当回事的样子 圆怀神色凝重地说 姑娘 她真的会吃人 我们没有骗你 也没有再开玩笑 我不会带你们回去送死的 我们自己也不会回去 我也没有再开玩笑 秦征上前一步 一拳打在了圆怀身后的树上 看上去像是她树洞了圆怀 圆怀看到瞬间靠近的明艳脸庞 清秀的脸上莫名浮现一丝红韵 有点不知所措的看着秦征 姑娘 你 话刚说完 砰的巨响传来 她身后的大树折断倒地 圆怀 这个树刚才不是好好的吗 怎么突然断了 总不能是她靠断的吧 难道是 她打断的 圆怀看向秦征的目光 带上了几分惊悚的感觉 你你你怎么会 你是什么人 她说话都有些不利索 我是天师 秦征手中的金光一闪而过 她又补充说到 专门捉妖捉鬼的那种天师 原来 您是天师大人 怪不得 那真是太好了 圆怀顿时激动无比 她转头 看着地上的大树 难以想象 秦征能一拳打断这么高大的树木 这位天师果然不同凡响 说不定真能对付那个古怪的圣女 圆怀终于决定给他们带路 兄妹俩在前面带路 其他人走在后面 随着他们走进足地 秦征发现了足地附近的异样 山谷中有一大片的竹楼石屋 而在山谷的上方 有个透明的罩子 只有秦征能看到这个罩子 透明罩子将整个山谷罩了起来 外界的气候和山谷内部 无法连通山谷附近的植被 也都是奄奄的 看上去就缺水 同是一片山脉 其他地方植被茂密 偏偏只有这个地方的植物 维米不振 那个蜘蛛精有点东西 居然还会不振 秦征看着山谷上方的罩子 眼里多了几分欣慰 什么 袁怀转头看向他 你们足地常年干旱 就是那个蜘蛛精 故意为之 他在足地附近不折阵法 导致外面的雨水 不能落到足地中 袁怀有些震惊 他就是为了 诓骗我们给他献祭活人 怪不得他来了之后 我们足里经常有人会失踪 失踪的人里面 有男有女 基本都是 想要离开足地的 他这是把他们 当作了食物圈养了 第五十章 不小心得罪圣女 袁怀带着秦征 他们进了足地里面 由于很久没见到外面的人 不少人朝他们投来目光 还有人询问秦征他们的身份 袁怀按照秦征的说辞 说他们是来山里探险的 没多久 到了袁怀的家里 袁怀的父母已经去世了 袁怀比妹妹袁小处待了七岁 一直自己带着妹妹生活 我家里比较小 你们可能要急一急了 袁怀有些不好意思地说 他家里只有两个房间 分别是他和他妹妹的 你们住房间 我和处处住客厅就行 谢谢 为了晚上能在这里住得安心 秦征让袁怀帮他弄了个毛笔和鸡血 然后在房子周围画了一圈的阵法 这个阵法可以阻止斜碎闯入 刚画完阵法 秦征就见几个盟族人朝这边走过来 秦征的视线落在最后方的女人身上 她也穿着黑色的麻布衣 但款式精致 上面绣着精致的图腾 脸蛋也长得漂亮 那双眼睛是个吊烧丹凤眼 哪怕她微笑着 也让人感觉不太舒服 圣女 这就是袁怀的家 走在前头的族人 恭敬地对女人说 圣女看到了门外的秦征 视线落在她手上的鸡血上 微微地皱了下眉心 你们通知过袁怀吗 她准备好了吗 通知过了 但她前几天没在家 她妹妹一直在找她 有一名族人走进房间 叫了袁怀几声 圣女 袁怀走了出来 看到圣女的时候 表情有点僵硬 圣女却朝她微微一笑 说道 过几天就会举行典礼 我送你去神明身边当的童子 不仅可以保佑盟族 你也能修行得到 好 好的 袁怀结结巴巴地应道 担忧地看了眼秦征的方向 你就是圣女吗 你长得好漂亮 秦征拿着鸡血走过来 意味深长地看着圣女 随后脚下不小心踩到了石头 她整个人往前倾 手里的鸡血就朝圣女泼过去 你干什么 圣女往后退了一步 但衣服上还是被弄上了不少鲜血 她那柔美的脸庞变得有些猙獰 一缕缕妖气飘散在空气中 不好意思 我没拿完 秦征连忙道歉 但看着圣女的眼神戴上了几分暗色 看来这个女妖精的修为比较高 居然不怕鸡血 要是普通蜘蛛精 碰到鸡血就会显出原形 找死 竟敢玷污圣女 把她抓起来 圣女身边的蒙族人 看到秦征的行为愤怒不已 哪来的黄毛丫头 连基本的礼数都不知道 圣女看着衣服上的鸡血 脸色阴沉无比 看向秦征的视线带了淡淡的杀意 圣女 她真不是故意的 圣怀挡在秦征前面 阻止那几个族人过来抓人 秦征 这个时候 江瑶从屋内走了出来 圣女看到江瑶那张俊美妖爷的脸庞 以及周身淡漠疏离的独特气度 她突然被转移了注意 紧盯着江瑶许久 没有一开目光 她感受到江瑶身上的特殊命格 眼里闪过一丝贪婪 江瑶感觉到她的视线 眼眸微暗 她没有理会 直接朝秦征走去 圣怀家里有灶台 还有烧菜的调料 晚上你想吃什么 她还记得晚上要给秦征做好吃的 想吃好吃的 说了和没说一样 江瑶无奈地伸手揉了下她的脑袋 转身准备回去自己研究 看到她进去 圣女询问袁怀 她是谁 她的视线一直盯着江瑶 直到她的身影不见 连秦征刚才的冒犯都忘了 袁怀解释道 他们是来山里探险的 前几天我上山遇到了危险 多亏他们救了我 圣女 秦姑娘真不是故意冒犯您 这样啊 圣女收回视线 阴冷地看了眼秦征 她撕掉身上那片沾着鸡血的衣摆 缓缓说道 和神仙君最喜欢貌美之人 这位姑娘和她的朋友 都长得这般好看 要是送去给仙君身边 她肯定会很高兴的 仙君一高兴 我们这地方才能永远风调雨顺 圣女身边的人听了 互相看了一眼 神色有些激动 姑娘 这可是天大的好事 圣女真是太善良了 不计较她的冒犯 还要送她去成仙 对啊对啊 连她的朋友都有份 我们想要去侍奉仙君 都没有机会 听到众人的讨论 秦征扯了下唇 我们不去 其他人震惊地看着她 连忙劝说道 以前那些成仙的人 都在天上过好日子 长生不死 小姑娘 你可得好好珍惜机会 就是了 别人想要这机会都没有 圣女看着秦征 冷笑一声 想不想不是你们说了算 我就是仙君在人间的眼睛 她老人家看上了你们 你们就得过去 圣女说完 又看向身边的族人说道 最近和神仙君的心情不好 我们得懂事点 要是仙君不满意 我们族地会有大祸 是 我们一定让仙君满意 族人们一阵惶恐 连忙恭敬应下 圆怀看到众人虎视眈眈 神色越发难看 不过 我们也不想强人所难 你们可以好好想想 成仙是无上好事 圣女展露出一副 大发慈悲的模样 献祭还有几天才开始 既然是外面来的朋友 我们要进地主之意 明天带他们在族地游玩一番吧 她看向身边的一男一女 你们俩明天过来带他们游玩 是 圣女离开没多久 圆怀就发现 圣女身边的一男一女 却留在附近徘徊 时不时地盯着她家 明显就是故意监视他们 防止有人偷偷逃跑 圆怀走到秦征身边 担忧地说道 秦姑娘 那两个人好像也是妖怪 他们一直在 我家附近不走 是不是想做什么 有我的阵法在这里 他们进不来 秦征让圆怀又弄了一盆鸡血 继续化阵法 那一男一女 看到秦征的阵法逐渐成形 露出了忌惮的神色 蝎子 那阵法好厉害 今晚怕是没法动手 那丫头有点东西 让他们多活一晚 明天先把他们骗出来 然后再动手 第五十一章 因为你是我的 秦征把阵法的最后几笔化好 然后去了厨房找姜瑶 刚进去 就见姜瑶在处理野山鸡 野山鸡是他们过来的路上逮的 外面有圣女的人 今晚你别出去 他坐下帮姜瑶处理野山鸡 有些气横横的 他还看上你了 想把你抓去吃掉 过几天我就把他剁了 不会让他抢走你的 姜瑶手上的动作一顿 盯着他看了许久 为什么不能让他抢走 因为你是我的 姜瑶握着匕首的手 微微地收紧 作为年纪轻轻 就拿了不少影视大奖 新生带粉丝最多的超级偶像 姜瑶听到过很多女孩子的表白 她却从未放在心上 还是圈内出了名的不敬女色 哪怕是拍戏 也不接感情戏 姜瑶获奖的几个大片 基本都是悬疑和刑侦类型 她总喜欢接反派的角色 又或者是一正一邪的主角 每一个角色 都能把观众迷得死死的 这次听到秦正的这句话 姜瑶的心里莫名不平静 这种话别乱说 容易让人误会 她的唇角微不可查地勾了一下 但看上去 还是生人物尽的模样 秦正也反映了过来 她只是想要独占姜瑶的死气 没有什么别的想法 所以她解释道 我的意思是 我们是好兄弟 我会保护好你 姜瑶有些心不在焉 嗯 这个竹子里面 怎么装着你 秦正注意到她的动作 顺口问了一句 竹筒饭 那这个荷叶是干什么的 叫花鸡 秦正不自觉地咽了下口水 盯着她继续准备食材 等到了黄昏 厨房里传来一阵阵香气 好像啊 晚饭吃什么 其他人还以为是 圆怀准备的晚饭 他们朝厨房走过来 萧陈宇看到江瑶 一副见鬼的表情 江瑶 你再给我们做晚饭 你什么时候 良心这么好了 江瑶冷冷一笑 你想多了 她推开萧陈宇去了客厅 把手上的东西放在桌上 秦正 出来吃饭 来了来了 秦正从房间里跑出来 看到桌上的叫花鸡和竹筒饭 简直双眼放光 她开吃的时候 萧陈宇暗戳戳地过来 想要蹭个鸡腿 江瑶一把打开了她的手 要吃就自己做 让她给他们做饭 他们哪来的脸 江瑶这辈子 除了给她自己做饭 只给秦正做过 即便是她的父母亲人 都没资格 吃她亲手做的东西 我们这么多年的好兄弟 你连个鸡腿 都不给我吃 萧陈宇愤怒地质问她 难道我们这是塑料兄弟情吗 江瑶扯了下唇角 是 草 你个没有心的狗东西 秦正同情地看了眼萧陈宇 给她递了个鸡爪 吃鸡爪布 算了 我自己随便弄点吃的就行 看到鸡爪 萧陈宇就想到了 安安吃人手的事情 旁边座位上 江瑶还冷冰冰地看着她 她哪敢吃啊 萧陈宇都没得吃 其他人更别说了 这段时间 他们算是看明白了 秦正在这位江鼎流的眼里 就是极其特殊的存在 其他人各自去弄吃的 等到吃完晚饭 天色也黑了 秦正出门转悠了一圈 正好让她发现 节目组的无人机 找到了他们 无人机飞进足地的时候 秦正的手环上面会显示位置 她就进屋拿了一个手电筒 对着无人机照了照 方便他们找到位置 终于找到他们了 没事就好 幸好地道下面有个地下河 我都要吓死了 不过 秦正他们目前在哪里啊 这里的人穿着打扮 看上去像是少数民族 不知道啊 但是感觉来到了山脉更里面 之前的努力白费了 好惨 希望他们能安全走出去 节目的观众们 看到秦正都很激动 看到其他队员也都安全 观众们和节目组的工作人员 都放心了 如果秦正不发定位 节目组都准备派搜救队来找人了 第二天早上 秦正他们刚起床没多久 圣女派来的人就来了 本来说是有两个人带他们游玩 但是只来了一个男的 叫做水蝎 他们都叫我蝎哥 你们也可以这么叫我 秦正盯着他看了一会儿 意味深长地说 你的名字挺特别的 第一次见有人的名字里带蝎字 你和蝎子有什么关系吗 水蝎神色一顿 没什么关系 哦 我还以为你出生的时候 你妈妈看到过蝎子精吗 听到蝎子精三个字 水蝎微微变了脸色 这世上哪有什么妖精 他扔下这么一句 率先往前走去 走吧 我带你们去参观游玩一下 说是带所有人游玩 其实跟着去的 只有秦正和江瑶 萧辰宇昨天不知道 弄了什么吃的 导致肠胃有点不舒服 没法一起去 而其他人知道 秦正在房子周围布置了阵法 认为待在房子里比较安全 昨天不是来了很多人吗 怎么只有你们 水蝎转头就只看到 秦正和江瑶询问了一句 他们累着了 想在袁怀家里休息 那你们体力挺好的 因为我对你们这个足地 比较感兴趣 和外面很不一样 水蝎古怪地笑了两声 确实不太一样 你们外面的人肯定没见过 没走多久 水蝎带他们来到了 一处漂亮的大宅院 这个宅院在平吉的山中部落 显得有些格格不入 这是组长居住的地方 所以造得特别好 带你们参观一下 水蝎带着秦正和江瑶走进去 他在宅院里绕来绕去 突然身影消失了 节目组的摄像头 一直跟着秦正和江瑶 摄像头拍到的画面 却和秦正他们看到的 有很大的不同 刚开始摄像头拍到了 一个漂亮的大宅院 随着无人机飞进宅院里面 这个豪华漂亮的宅院 瞬间变得阴森荒凉 院子里面的杂草 都有半人膏 这看着像是鬼屋啊 根本没人住吧 那个水蝎感觉不像是好人 你们快离开啊 不会遇到什么脏东西吧 好怕怕 我先拿被子 把自己裹起来 前面好像有个白影飘过去 会不会是鬼 观众们看到了白影 秦正也看到了 那道白影飘过去之后 刹那间又出现在了他们的身后 这一幕 可把观众们吓一跳 节目的弹幕里面 满屏都是啊呀呀的尖叫 咯咯咯 阴风吹来 伴随着诡异的笑声 江瑶 有鬼 秦正大叫一声 转身抱住身边的江瑶 他也看到了后面的白影 第52章 妖怪界的奇耻大辱 江瑶 有鬼 听到秦正的叫声 白影咯咯咯的笑得更嚣张了 好可怕 秦正又叫了一声 然后一拳打向江瑶身后的白影 江瑶眼见着他 一边叫着好吓人 一边抓住白影的长头发 往墙上狂砸 最后把白影撕成了两半 江瑶 观众们 所有人看着这一幕 都呆住了 包括暗中观察的水蝎 也是震惊的说不出话 那可是个恶鬼 他 他就这么手撕了 那什么 那个白影是什么东西 我都没看清 好像是个鬼 我也不太确定 我就看到了 秦正把他撕成两半 手撕女鬼 卧槽 秦正这个女人 真是恐怖如斯 她不是叫着 好吓人吗 我突然觉得 秦正比女鬼更吓人 江瑶离她远点 小心她把你手撕了 呜呜呜 那个鬼呢 还是江瑶的心脏比较强大 毕竟见识多了 所以她率先反应了过来 撕了呀 秦正满意地 看着自己的双手 这段时间的努力修炼 还是很有用的 她现在不需要服务 也能对付恶鬼了 鬼就是一个 有意识的能量团 秦正摸着下巴说道 铲除鬼 就是把她的能量打散 要是能直接吃了 转化成自己的就好了 江瑶 观众们 秦正是不是疯了 没被鬼吃了算好的 她还想吃鬼 哈哈哈哈 想到秦正追着鬼肯的画面 实在是好好笑 笑不活了 秦正的脑回路太气派了 又恐怖又好笑的感觉 那东西 应该不好吃吧 江瑶的嘴角抽了一下 随口问道 不好吃 没什么味道 你还真吃过呀喂 看到江瑶紧盯着自己 秦正轻咳一声 我猜的 那你猜我信不信 秦正皱了皱小脸 我在你心里 就是这样的人吗 什么都会吃 我又不是猪 我吃东西可挑了 我一般都吃妖怪 他们的肉材好吃 还能有各种做法 暗中观察的水蝎 莫名的 身体抖了一下 作为一只妖怪 听到一个能手撕恶鬼的人 说要吃妖怪 他怪害怕的 可他忘了 他是一只蝎子精 谁会爱吃蝎子这玩意啊 特别是能变成人的那种神兽 他们的肉材 好了好了 你别说了 江瑶连忙捂住秦正的嘴 等下节目播出去 警察得把你抓起来 江瑶深知 互联网多么会扭曲事实 秦正这些话传到外面 他吃过神兽这件事 估计会变成秦正吃过活人 不过 他为什么会吃过神兽啊 江瑶又盯着秦正看了看 越发觉得 他的身上笼罩了一层 看不透的迷雾 嗯嗯 秦正朝他眨了眨眼 示意自己不会乱说了 江瑶这才放开他 水蝎去哪了 刚才女鬼出现的时候 水蝎还在暗中偷看 秦正知道他躲在附近 水蝎见他如此彪悍 哪里还敢出手 所以 趁着他和江瑶聊天 水蝎先跑路了 等到他们回到元怀家里 就看到水蝎带了一群人围在外面 看到他们走过来 水蝎指了指江瑶 把他丢带走 谢哥 这是干什么 元怀连忙上前阻止 他们是我的朋友 如果有得罪的地方 还请你多担待 圣女受伤了 需要和命定之人双修 才能恢复法力 他还扣问过和神 这个男人 就是他的命定之人 如果他和圣女在一起 圣女的法力会更加强大 这样才能永远保护我们盟族 水蝎看着元怀笑了一下 和圣女结合 可是难得的机会 他一个普通人 以后也能够拥有神力 圣女恢复法力之后 今年也不需要你再去献祭了 元怀一听 他们这事看上了江瑶 准备用江瑶代替他 虽然他看似逃过了一劫 但元怀觉得 圣女肯定不会这么轻易放过他 毕竟他和妹妹知道了圣女的秘密 可他不是我们的族人 哪能和圣女成婚啊 不是族人不重要 只要和神仙君说和事 那就是和事 水蝎说完 他身边的盟族人也纷纷附和 元怀 虽然他是你的朋友 但你也是盟族人啊 为了大家能生存下去 牺牲他一个人怎么了 我们族地已经有三个月没有下雨了 再这么下去 庄家又得死了 还是得赶紧让圣女恢复神力 嫁给圣女哪是牺牲 这可是天大的好事 圣女这么漂亮 还拥有神力 普通人想和他结合都没机会 水蝎士一族人们 将元怀的房子围了起来 他看到其他人从屋里出来 对他们说 我们只想让他和圣女在一起 其他人可以自行离开 如果你们不配合 那就别怪我们不客气 你想怎么不客气 秦真冷眼望着水蝎 松了松自己的手腕 看节目的观众们见了 都知道他这是想揍人了 鸭的 揍他 那个圣女算什么东西 不就是个小村姑 也配肖想江瑶 就是说 那圣女哪来的脸 秦真快打死他 他这是 想把江瑶抢去当压寨夫君吧 山里人果然不讲道理 都不问问江瑶的意愿 我一个路人都觉得江瑶好惨 把他抓起来 水蝎看到秦真 心里还有点紧张 他捏紧手里的一个石头 圆滑的石头上面 用鲜血刻了一个 蜘蛛形状的诡异图腾 见识过秦真的本事 水蝎就把这事 禀告给了圣女 他们猜测 秦真是误入此地的年轻天师 所以 圣女给水蝎赐了一件法器 让他用来对付秦真 把秦真除掉之后 还得把江瑶给带回去 这次有圣女给的法器 他倒是不怕秦真对他出手 不行 我们蒙族的事和他无关 圆滑还想阻拦 却被族人一棍子打倒在地 族人凶狠地瞪着他 神色很辣 圆滑 你要是不想死的话 就别多管闲事 圣女想要的人 我们必须留下 他就算是死 也得死在我们族里 你 你们都被他骗了 不要再伤害其他无辜的人 圆滑艰难地说 还伸手抱住了一个族人的腿 那族人却丝毫没留情 狠狠地踹打他 江瑶剑了 皱了下眉心 上前一脚踹开了那个族人 他把圆滑从地上拉了起来 秦真冷哼一声 死蝎子 还不等水蝎反应过来 秦真突然出现在他背后 水蝎就感觉后脑勺传来一阵灼痛 脑袋瞬间眩运 都来不及使用法器 他就控制不住地现出了圆形 他只是一个刚化人形的小妖精 哪里是秦真的对手 水蝎没想到秦真这么猛 他想要朝法器爬去 用法器对付秦真 秦真爆来了一只大公鸡 秦真 吃吧 水蝎 什么 他堂堂百年蝎子精 难道要死在一只家养大公鸡的嘴下 这无疑是奇耻大辱 能让其他妖怪笑话好几百年 水蝎心中意狠 用带毒的后尾刺向秦真的手背 第53章 和他抢人 想掉脑袋是不是 可惜 他的动作没秦真快 秦真抬起一脚 狠狠地把他踩扁了 蝎哥呢 蝎哥在哪 水蝎 水蝎大哥 其他人壮汉基本都被江瑶揍了一顿 这才发现水蝎不见了 你蝎哥在这里 秦真拎起被踩扁的蝎子 他是有修为的蝎子精 被踩扁也还没死 秦真把蝎子扔进了大公鸡的嘴里 来来来 想打架是不是 其他壮汉爬起来 还坚持不懈地想要抓人 直到咔嚓一声 秦真活生生把一个壮汉的胳膊给扭断了 就是直接一整个手臂断掉 被他扯下来的那种 他下手比江瑶很多了 上辈子当战神上战场 那可是实打实杀了不少什么妖怪们 要不是现代式的法治社会 他能当场把这些人脑袋拧下来 啊 那壮汉惨叫一声 满身都是血 在地上痛苦地打滚 其他人哪见过这么凶残的荧幕 全部惊恐地望着秦真 秦真扔掉手里的断手 慢悠悠地说 不好意思 用力过度了 你们别怕呀 我平时很温柔的 江瑶 其他人 秦真眯着眼睛思考了会儿 他猜测 圣女是看上了江瑶身上的大气韵 所以才想把他抢回去 至于结婚什么的 肯定只是个借口 江瑶这种命格弱 又携带大气韵的人 在鬼怪的眼里 就和唐僧肉差不多 和他抢人 想到这里 虽然秦真还笑着 但看向他们的眼神 带了几分杀气 如果你们非要让他和圣女结婚 可别怪我做出什么伤天害理的事情 说不定下一次断的 就不是手了 秦真把地上的断手捡了起来 他朝那位族人和善地笑了笑 然后把他的手安装回去 他还笑眯眯地问 你猜脑袋断了 我能不能帮你按回去 蒙族人 那个族人动了动手臂 发现手臂居然能动了 只是断裂的剧痛还在 你 你怎么会 煞时间 他看向秦真的眼神更惊恐了 像是看着什么怪物 秦真站起来看向其他人 行了 回去吧 江瑶有主了 让你们圣女歇了这心思 顺便告诉他 他养的蝎子很不错 我家的大公鸡很喜欢吃 听到他这话 其他族人都连滚带爬地跑了 谁关心你家大公鸡吃什么呀 甚至也没有人关心 水蝎到底去了哪里 看到他们跑了 秦真才把大公鸡 放回到了袁淮的机舍中 屋里的其他人走了过来 将袁淮扶了起来 哥 你没事吧 他们也太过分了 说是我们的族人 可是为了自己能好过 根本没在乎过我们的感受 袁小初看到袁淮身上的伤 气氛不已 袁淮叹了口气 看着江瑶说道 我就说你们不该来的 他敢抢个试试 秦真冷笑一声 看到他占有欲爆棚的样子 江瑶的嘴角抽了一下 萧陈宇八卦的低声问他 江瑶 你老实告诉我 你和秦真在一起多久了 参加这个综艺之前 你们是不是就认识 好啊 你居然给我搞地下秦这套 江瑶的鹅脚秃了秃 我和他之前不认识 你骗人 那他为什么说你有主了 还一副宣誓主权的样子 刚来的时候 我和他关系这么好 他怎么不住我的帐篷 非要住你的帐篷 现在你们还住一个房间 江瑶面无表情地看着他 你确定你和秦真的关系很好 呵呵 谁给他的错觉 你别转移话题 萧陈宇说 你们肯定有一腿 江瑶皱了皱眉心 没有 我们不熟 江瑶 江瑶 刚聊到这里 秦真就跑了过来 担忧地问道 刚才你和他们打架 受伤没啊 你的身体这么弱 可不能随便受伤 要是死了就不好了 他就不能继续吸死气了 萧陈宇闻言 对着江瑶一阵挤眉弄眼 江瑶一把将萧陈宇推开 依旧是清冷淡漠的样子 我没事 圣女的居住之地 有个鼻青脸肿的青年跑了进来 圣女 那 那几个人会武术 实在是太厉害了 我们拿他们没办法 秦真还说 江瑶是他男朋友 不能让江瑶和您结合成婚 看到青年的模样 圣女朝门口望了望 怎么只有你回来 水仙呢 不知道 我们和他们打架的时候 谢哥突然不见了 也没和我们说一声 我给了他一件法器 怎么可能对付不了那个女人 圣女的脸色有些难看 你们去把水仙找回来 我要仔细问问 是 青年正准备离开 却突然想起了一件事 对了圣女 他还让我给你带一句话 什么 他说 你养的蝎子很不错 他家的大公鸡很爱吃 砰的一声 圣女一掌拍在了桌上 脸上的表情有点扭曲 他居然 他没想到 秦真会发现水仙的身份 还把他喂给了大公鸡吃了 他们可都是修行上百年的老妖精 能够化作人身 这种死法 无疑是一种屈辱 岂有此脸 圣女深吸一口气 眼里是压抑不住的怒火 圣女息怒 青年见他这么生气 连忙说道 您的身上还有伤 千万注意身体 只是 还有其他疗伤的法子吗 那江瑶已经有主了 我们抢别人的男朋友也不好 关键是 秦真那个女人 实在是凶残无比 有 圣女沉默片刻 应着脸色说道 明天就举行献祭典礼 只要典礼上 和神仙君给我降下神力 我的伤势就能缓解 你去和他们说一声 邀请他们参加典礼 这次的献祭人选是圆怀 那我们 是不是要把他带过来 秦真在他家里 我们估计没法把他带走 暂时不用带走圆怀 明天让江瑶那个男人 见识一下和神仙君的神力 他就会知道 和我结合 是多么好的一件事 可以获得非凡的力 到时候 他肯定会自己选择我 至于秦真那个女人 空有一身蛮力 有什么用 圣女说的是 青年露出了羡慕的表情 他见识过献祭典礼 圣女可是有呼风唤雨的能力 他也想和神女结合 成为族人们供奉敬仰的存在 可惜圣女看不上他 你先去通知他们 青年又有些犹豫 如果明天江瑶 见识到了您的能力 抛弃秦真 选择和您结合 那秦真会不会发疯 他说 我们要是敢抢他的男朋友 他会做出很疯狂的事情 明天江瑶做出选择 我自会对付他 好的 青年显然对圣女的实力很放心 终于转身走了 他来到了圆淮的住处 这次通知圆淮的时候 有点小心翼翼 这次不需要任何人献解 你们过来参观一下就可以了 青年说完 看到秦真走出来 吓得他转身就跑了 他跑这么快干什么 不知道 圆淮疑惑地收回视线 把青年说的话 转述给了秦真 好啊 那我们明天就去参观一下 看看他的审理是什么样的 秦真的眼里多了几分嘲弄 如果他没猜错 蜘蛛精估计是想对付他 正好 他也想找个机会 揭露蜘蛛精的真面目第五十四章 想当江瑶的爹 日落黄昏 江瑶做了好吃的 不给秦真吃 上次不是和你说了 不要乱说话吗 江瑶手里拿着烤肉串 神色严肃地对他说 你今天说那些是什么意思 我是在保护你 秦真理直气壮 视线却盯着他手上的烤肉串 也可以不这么说 你能不能先给我吃 秦真伸手要去拿 江瑶故意把烤肉串举过头顶 他的身高比较高 这么举着 秦真点起脚都拿不到 下次不准乱说话 而且你别忘了 我们再拍节目 江瑶想到那些话播出去 外面的舆论 不知道会变成什么样 网上估计全是他和秦真的绯闻 经纪人会拉着他 各种商量如何解释 如何做公关 他就觉得很烦 不喜欢应对这些舆论 我说都说了 那怎么办嘛 看到他眼巴巴地望着自己的样子 江瑶莫名心情很好 嘴角微翘 下不为例 最后还是把烤肉串给他了 只是脸色依旧冷冷的 还是那副生人物镜的高冷样 可他却忘了 秦真之前缠着他一起住帐篷 现在又住同一个房间 摄像头或多或少拍到了画面 两人的CP话题 几乎每天都挂在热搜上 他们的经纪人看得一脸猛逼 可惜这节目的性质比较特殊 经纪人想要让他们避嫌 都没办法联系深山中的他们 秦真觉得很奇怪 明明他和江瑶做东西的步骤差不多 可是做出来的味道不一样 他做的食物就是勉强能果腹 一点都不好吃 要是出去了 你也能给我做吃的就好了 秦真感慨了一句 你想得挺美 江瑶腻了他一眼 见他吃的狼吞虎咽 就给他递了张纸巾 吃完回房间 秦真突然发现窗台外面的树枝上 爬过来几只黑寡妇蜘蛛 有一只黑寡妇蜘蛛想要爬进来 被秦真布置的阵法给烧死了 这些剧毒的黑寡妇蜘蛛上面有邪气 若是咬到活人 不仅能把人堵死 还会吃人肉 如果没有邪气 秦真布置的阵法不会启动的 秦真看着窗外剩下的几只蜘蛛 眼里多了几分玩味 肯定是圣女派来的 手底下的人打不过他 现在就开始耍阴招 想堵死他 呵呵 秦真走出房间 正好撞上江瑶 江瑶你过来 他拉住江瑶 神神秘秘地要带着他往外走 干什么 江瑶挑了下眉梢 倒也没甩开他的手 我和你说个事 江瑶神色微顿 突然想起了萧陈宇说的那些话 他想说什么 他轻咳一声 问道 什么事情 不能在屋子里说吗 不能 不方便啊 很重要 秦真没说话 去机舍抱起大公鸡 塞进了江瑶的怀里 秦 真 哦 我忘了 你有解癖 秦真又把大公鸡抱了回来 可是这样我不好操作 你帮我抱一下 你到底想干什么 江瑶看他的样子 就知道他要做的事情 和他想的不一样 估计没什么好事情 秦真靠近他 悄眯眯地说 蜘蛛精派了蜘蛛来偷袭我们 所以 我要请大公鸡吃大餐 秦真最后还是把大公鸡塞进了江瑶的怀里 然后走到他们房间外面的窗边树下 轻而易举地用灵力抓住了那几只黑寡妇蜘蛛 即便他们有剧毒 但是丝毫碰不到秦真的肌肤 而江瑶单手拎着大公鸡的脖子 俊脸上满是嫌弃和暴躁 你怎么这么对我鸡哥 秦真转头看向他 就见他是从前面掐着大公鸡的脖子 拎着他一路 大公鸡都没叫 快要隔屁的样子 江瑶磨了磨牙 忍耐到了极限 我明天就把他吃了 哪有人敢让他抱着一只鸡呀 不行不行 他是大公臣 秦真随便舌了一根树枝 把那几只黑寡妇蜘蛛串了起来 还留下一只蜘蛛 被他用灵力捆在了树枝上 鸡哥 请你吃大蜘蛛烧烤 秦真架了个小火堆 把那串蜘蛛烤得金黄焦脆 则则 隔壁小孩都要馋哭了 他把蜘蛛烤串递给大公鸡 让他处理过的蜘蛛烤串没有毒 大公鸡吃的那叫一个兴奋 这些黑寡妇蜘蛛 都是蜘蛛精的徒子徒孙 虽然还没变成人 但修炼许久 已经具有了一定的灵性 圣女还能通过这些徒子徒孙 观察到足地内的情况 秦真知晓她有这个本事 故意留下一只蜘蛛 那只黑寡妇蜘蛛和圣女一起围观了 大公鸡是如何吃蜘蛛烤串的 圣女的住处 噼里啪啦的东西砸碎声传来 秦真 你竟敢这么对我的徒子徒孙 圣女气得浑身发抖 将房间里的东西都砸了大半 这种死法对于妖精来说 简直是奇耻大辱 憋屈至极 啊 我要让你不得好死 圣女发出尖利的低吼声 眼眸变得通红 墙面上的影子 显露出了一个巨大的黑寡妇蜘蛛的模样 秦真那边 等到大公鸡吃得差不多 她把最后一只蜘蛛也烤了给她吃掉 这些蜘蛛都成精了 专吃人肉 所以才会有邪气 秦真拍了拍大公鸡的脑袋 她今天吃了这么多坏妖精 不是大公尘是什么 她看向江瑶 不准把她吃了 不然我和你没完 江瑶冷吃 迟早会被吃掉 不是死在她手里 就是圆怀手里 她去院子里的水池边 洗了个手 两人回到屋内 江瑶洗漱回来就发现 秦真又在盘腿打坐 除了刚开始进山的几天 秦真是睡觉的 后面她都是在打坐修炼江瑶走到她旁边 居高临下地盯着她许久 你看着我干什么 秦真没睁开眼睛 但是能感觉到 她在旁边盯着她 你在修炼 嗯 怎么修炼的 江瑶那漆黑如潭水的眼眸中 多了几分好奇 你想学啊 秦真这才睁开眼睛 笑眯眯地看着她 那你拜我为师呀 我可以教你 她的命格很特殊 身上又有能量强大的死气 只要把命格换回来 那绝对是个极其优秀的好苗子 现代灵气稀薄 收徒没这么多规矩 你给我刻三个想头 一日为师 终生为父 你以后要好好孝敬我 比如 每天给她做好吃的 嘻嘻 呵呵 江瑶的脸色瞬间黑了 伸手用指节 在她脑门上敲了一下 我看你是想占我便宜 秦真伸手捂住脑袋 才没有 以前很多人抢着想当我徒弟 都当不成 我劝你别不识好歹 她可是仙界战神 战神 不需要 江瑶一脸冷漠 躺下就准备睡觉 如果我教你修炼 你也能更好地保护 你自己啊 你的命格还被人换了 到时候 你可以自己揍死那个人 秦真继续诱惑她 没兴趣 死了就死了 俊美妖也的桃花眸 懒淡地抬了一下 她浑身上下 莫名透着一股子 厌世腿泥的气息 那不行 我会伤心的 秦真很认真地对她说 你不能随便死了 江瑶神色微顿 转头看向她许久 最后 她似是轻笑了一声 一日清晨 圣女的人 一大早就在外面叫圆怀的名字 说是让他们去足地后面的空地 圣女马上就要开始典礼了 这个典礼会 沟通和神仙君 展示圣女的神威 并且为足地求语 秦真走出屋子 抬头看了下天空 天空的那个透明罩子还在 只要有这个隔绝阵法 蒙族这边的天气 就得被蜘蛛精掌控 你们先过去 我等下来找你们 秦真对圆怀他们说 她打算先去处理这个阵法 昨天她在村子转悠的时候 已经找到了这个阵法的阵眼所在 只要小小地改动一下阵法 就能让蜘蛛精的求语典礼出岔子 第55章 他的无敌战斗机 秦真想到那个阵眼所在的地方 先去机舍拎了一只大公鸡 他要去的那个地方在西面 正好是离开足地的出口方向 圆怀看到秦真离开 忍不住喊了他一声 秦姑娘 那边有毒蛇窟 不少族人都死在了毒蛇窟 你去那里干什么 吃鞋 秦真回了两个字 身影就消失了 看节目的观众也觉得疑惑 满屏都是问号 秦真去毒蛇窟干什么 我承认他的本事很大 可是野外的那些毒蛇毒性很强 被咬一口 就可能丧命他能对付一条蛇 难道还能对付一群蛇 就是啊 我看他就是去送死 还另一只大公鸡 给毒蛇加餐吗 你们看不远处的树上 上面就盘着好几只银环蛇 那可是剧毒蛇嘞 银环蛇 吃习了兄弟们 有个傻缺带着公鸡来给我们加餐 秦真并未看到观众们发的弹幕 只见他走到了满是毒蛇的树林边 将手里的大公鸡放了下来 去吧 够你吃好几顿的 秦真没事吧 只望一只鸡对付这么多剧毒蛇 大公鸡估计连一秒都撑不住 还不如带回去给自己炖个鸡汤 秦真看起来脑子不太好使的样子 咯咯哒 秦真把大公鸡放下之后 大公鸡就兴奋地冲进了蛇堆里面 有几条蛇明显被大公鸡吓到了 直起身子要攻击他 结果那公鸡直接飞了起来 躲避的动作化作一片残疑 还不等观众反应过来 好几条蛇被大公鸡用嘴刺中弃寸 大公鸡从树梢飞了下来 站在地上 慢悠悠地吃着地上刚死的毒蛇 吃下这些剧毒的蛇 一般人或者动物早就被毒死了 但是 他却一点事都没有 不错嘛 秦真走上前 摸了摸他的脑袋 咯咯哒 大公鸡蹭了蹭秦真的手掌心 非常人性化地表现出了轻易 吃了几个妖精之后 果然变得不一样 秦真意味深长地看着大公鸡 这已经不是个普通公鸡了 而是个无敌战斗机 秦真摸着下巴思考 如果吃掉那只蜘蛛精 你能不能变成人 咯咯 咯咯哒 大公鸡显然听懂了秦真的话 激动地扑腾了两下翅膀 你继续吃 我去处理一下阵法 秦真起身朝树林深处走去 公鸡却没继续吃 昂首挺胸地走在秦真后面 有毒蛇过来想要攻击秦真 直接被他一爪子按死在地上 折腾了一路 路上留下了一地的毒蛇尸体 其他毒蛇见了这么凶残的场景 也不敢继续过来 我去 大公鸡怎么这么强 鼠实惊呆了 没见过这么猛的大公鸡 吃了这么多毒蛇 他怎么还没死 感觉这个大公鸡不一般 好像还能听懂秦真的话 不会是成精的妖怪吧 我争解看上的动物就是不一样 这肯定是战斗机转世的大公鸡 看直播的观众们 全部都看傻眼了 完全没想到 一只家养大公鸡 会有这样的战斗力 秦真很快找到了阵眼的具体位置 修改了一下蜘蛛精布置的阵法 蜘蛛精在这里弄了个毒蛇窟 不仅为了阻止盟族人离开足地 也是为了让这些毒蛇 保护阵法的阵眼 等到处理好这些 秦真才带着大公鸡 去举办典礼的地方 走过一条土路 看到一道熟悉的身影站在那里 他加快脚步 朝他走了过去 你怎么在这里 秦真询问江瑶 等你 他淡淡地解释 怕你找不到 哦 那我们先过去吧 足地的面积不大 他们很快就到了举办典礼的地方 空地的正中央有个高台 上面放着一个台桌 圣女穿着刺绣精美的衣服 头上带着精致昂贵的银饰 绕着桌子开始做法 看到秦真和江瑶出现 圣女的目光直勾勾地盯着江瑶 江瑶皱了下眉心 俊脸上的表情更冷了 风来 圣女突然娇喝一声 伸手拿着一个道具指向天空 以往他这么做 足地就会刮起大风 可是现在 却什么动静都没有 他的脸上浮现一阵疑惑 只能又绕着桌子转了几圈 随后 他扶了扶袖子 伸手对着天空朝拜 口中念了一阵古怪的咒语之后 他又高声喊道 请先君降雨 还是什么反应都没有 台下族人们 开始一阵窃窃私语 怎么没动静 难道圣女的法力失灵了 会不会和圣女受伤有关 那怎么办 足地可不能继续干旱下去 我们会饿死的 圣女说 那个男人可以给他疗伤 蒙族的这些人 突然虎视眈眈的看着江摇 秦征注意到这个场景 直接走上了高台 求雨典礼好像失灵了 不如让我来试试 看到他走上来 圣女的心里咯噔一下 莫名有一种不好的预感 先君暂时外出了 所以没有收到我的召唤 圣女脸色难看的解释道 让你来求雨 你懂法术吗 我怎么不懂 我在呼风唤雨的时候 你连个蜘蛛卵都不是 你 圣女想到秦征做的那些事 看向她的目光多了些杀气 她仔细地盯着秦征看了看 却没在她身上感受到任何灵力 毫无修为的凡人 也敢在这里大放厥词 你废话真多 秦征走过去 一把拎起圣女 将她扔下了高台 这是人家的地盘 秦征这样做 是不是太没礼貌了 就是啊 她又不会做法 还把别人的圣女扔下去 个人感觉 这个圣女不是什么好人 之前还派人想害秦征和江瑶 她还想抢江瑶当压寨夫君呢 秦征对她这么客气干什么 就是了 这回我支持秦征 希望她可以收拾一下 这个不知好歹的圣女 难道秦征还真会做法求雨 秦征站在高台上 只见她双眼紧闭 伸手在胸前结了个法印 过了会儿 天上飘下来稀稀利利的小雨滴 她问道 你们想要雨大点还是小点 本来准备冲上来揍人的盟族人 瞬间全愣在了原地 像是被人按了暂停键一样下雨了 真下雨了 是雨 我们的庄稼有救了 下大点 很久没雨了 庄稼都要干死了 听到他们的叫声 天上的小雨瞬间变成了倾盆大雨 还伴随着狂风 差点把高台边地人们刮跑 如同海边台风过境 小点 小点 人要飞走了 大雨磅礴中 隐约能听到有人在大叫 下一秒 大雨又变成了细密的小雨 从今往后 你们足地的雨水会正常 不会再有干旱的情况 细雨之中 秦征睁开眼眸 对他们说道 其他人的衣服都湿了 只有他的身上一片干爽 那些雨水飘落在他的身边的时候 竟然会主动地避开他 蒙族人抹了把脸上的雨水 全是一脸震惊 外加恭敬地看着秦征 谢谢仙人 谢谢 反应过来之后 他们笃定秦征是会仙术的神仙 纷纷跪地朝他扣线 圣女看到这一幕 恨恨地咬了咬牙 这个该死的秦征 居然每次都坏的好事 她的眼里 躺在细密的雨水中朝秦征攻击了过去 这条细丝上汇聚了她的所有毒素 只要碰到一下 就能让人立刻丧命 除此之外 高抬的地面出现了好几条裂痕 这些裂痕里面 也飞出了好几条坚韧的细丝 快速地靠近秦征 呈现包围之势 想要把秦征捆绑在原地 去死吧 圣女愿毒地望着秦征 唇角带着得意的笑容 只要这个女的死了 剩下的其他人 岂不是任她宰割 她照样可以和那个貌美的男人 进行双修 第五十六章 她真的好宠江妖的 那些蛛丝即将要碰到秦征的瞬间 秦征的身上 突然亮起了一阵强烈的金色光亮 其中裹挟着正义凛然的驱邪之力 刹那间 圣女的蛛丝都化作了灰烬 金色的光芒中 不仅携带着驱邪之力 还有一股强大的威压 这股威压 像是一座大山一样 压在了圣女的身上 让她痛苦不堪地发出嘀吼 最后趴扶在地上 露出了丑恶的大蜘蛛原形 黑寡妇蜘蛛修炼近千年 竟是有半人高 妖怪啊 圣女怎么变成了这样 原来圣女是妖怪 快跑啊 盟族的族人们看到这一幕 纷纷被吓得不轻 清冷的声音从高台上传来 你们族地本没有问题 都是这个蜘蛛精 故意在此作乱 让你们不得安宁 今日我就除了她 你们的族地方可恢复正常 话语落下 秦征身上的金光 转移到了蜘蛛精的身上 不 不要 金光笼罩中的大蜘蛛 身体不断地挣扎 想要从金光中逃脱 可惜她根本动不了 咕咕大 秦征带来的那只大公鸡 趁机跳上黑寡妇蜘蛛的大脑袋 她对着黑寡妇蜘蛛精的脑袋 一啄 直接啄开了她那坚硬的脑壳 然后雕出一颗发散着红光的腰单 送到了秦征的手里 蜘蛛精的脑壳被掀了 腰单也没了 自然就死了 秦征扔出一张火符 将她的尸体烧成灰烬 她看向正愣的蒙族人 又说道 足地出口的毒蛇窟 也是这个蜘蛛精所为 我已经帮你们把毒蛇都处理了 以后你们可以随时离开 多谢仙人除妖 感谢仙人 姑娘救苦救难 实在是菩萨转世 细语绵绵绵中 众人又是一阵激动的跪拜 神色虔诚 看到众人跪地的一幕 又一次震惊了观众们 我的天 秦征还真会做法 刚才除妖的本事好强 她是不是下凡杜劫的神仙啊 本来以为她能抓鬼 已经够强了 结果还会呼风唤雨 福气 这次我是真福气 让我还怎么黑秦征 秦仙女 能不能给我算一挂 你们是不是傻呀 这肯定是节目组做的特效 哪有特效会这么逼真 而且这是直播 也可能是录好的 现在故意插播进来 给我们看 由于除妖的画面太震撼了 观众们都不敢相信 怀疑这是节目组提前拍好的 但还是有大部分观众相信 这个事情播出之后 秦征被金光笼罩的剪辑视频 瞬间火遍全网 而她的名字 也是连着好几天霸占热搜榜 本来秦征的微博粉丝 只有一百万 其中八十万 是公司给她买的僵尸粉 可是参加巅峰挑战之后 微博粉丝竟是不知不觉地 涨到了五百万 这才一个多礼拜的时间 而且她的粉丝数 还在不断变化 有继续往上暴涨的趋势 蒙足的足地 外面还在下着雨 秦征等人 已经回到了袁淮的住处 袁淮和袁晓初 看到蜘蛛精死了 终于安心下来 脸上也多了笑容 秦姑娘 太感谢你了 今天我杀一只鸡 请你们吃顿好的吧 袁淮激动地对秦征说 唉 这只鸡怎么跑出来了 她注意到了秦征身边的大公鸡 准备把他抓起来顿了 别吃它 秦征阻止他 对他说道 这只鸡吃了些紫金 还吃了不少蜘蛛精的徒子徒孙 那些妖精的灵力 到了他的体内 让他具有了一定的灵性 你把他送我吧 我养着他 这 袁淮怪异地看了眼大公鸡 真的假的 他有灵性 大公鸡昂手挺胸地站着 鄙夷地看了他一眼 袁淮 你真要养着他 江瑶问 不行吗 江瑶盯着大公鸡看了一会儿 可以 没食物的时候 正好有个储备食材 大公鸡也看着江瑶 莫名感觉到了这个男人的意图 他色缩地抖了下翅膀 往秦征旁边躲了躲 这个男婴 看上去不像是个好人 你们先去休息吧 袁淮对他们说 我和初初给你们做点好吃的 不吃这只公鸡也没事 鸡舍里还有其他鸡 好 那就麻烦你们了 秦征先回了房间 他从口袋里拿出蜘蛛精的腰单 里面蕴含了蜘蛛精的千年修为 如果不是秦征的法术 困住蜘蛛精 大公鸡也对付不了他 结果大公鸡涌得很 还非常会胡夹胡威 踩着蜘蛛精 就把他的脑壳给掀了 秦征望着手里的血红腰单 用他做个法器 如果用腰单做法器 威力必定强大 在这个灵气平级的现代 足以应对很多危机 修为恢复挺快的 感觉不要法器也行啊 秦征喃喃了一句 他决定了 给江瑶做个护身法器 现在他和江瑶每天都在一起 他可以护着他的小命 可是离开这个地方 他们肯定没法一直一起 要是又有厉害的鬼怪看上江瑶 他给的平安符可能没法阻止 而这千年腰单做成的法器 绝对能护住他 只有江瑶不死 他才能从他身上 获得源源不断的死气 江瑶的死气中蕴含的能量 才是让他尽快恢复修为的秘诀 看看爸爸多宠年 居然还不败我为师 秦征轻哼一声 把腰单收起来 不败他为师 那可是江瑶的巨大损失 刚才对付蜘蛛精 花费了不少灵力 所以秦征一直在修炼 等到袁怀叫他吃饭 他才出去 他们做了一大桌的好菜 不过秦征觉得 还是没有姜瑶做的好吃 毒蛇库已经没了 明天我们就可以离开 秦征对其他人说 我们还得去一趟石家村 东西都在那里 其他人对他的安排 都没什么意见 平安无事地过了一晚上 第二天清晨准备离开 盟族的族人知道 秦征他们要离开 还特意来出口送他们 送了不少农产品 和一些自制的吃食给他们 秦姑娘 这个罐子里 都是我自己做的卤鸡爪 还有卤牛肉 我还放了几个馒头 你们在路上 饿了可以吃 这是我家里自己种的果子 还挺甜的 你们收下吧 好 谢谢你们 秦征他们来的时候 身上什么都没有带 结果离开的时候 每个人的手里 都提了好些吃的东西 剩下来的几天 倒是不用操心食物的问题了 盟族人的族地 距离石家村不远 秦征早就规划过路线 他们走了一上午 就找到了石家村 这次来到石家村 里面已经没有一个活人了 看到附近荒凉的环境 大家都不免觉得瘆人 他们拿到背包 连忙就走了 原路返回盘山公路 绕开了挡路的泥石流滑坡 但他们也没了车子待步 只能顺着盘山公路走下山 这公路真长啊 像是没有尽头一样 走了一下午 他们还在公路上 萧承宇看了眼附近的环境 好像还在半山腰 今晚在路边扎个帐篷睡觉吧 长子川说 感觉我们还是 不要进树林比较好 公路上总不会遇到一些奇怪的事情 最多遇到野兽下山 我们这么多人也能对付的 他说完 视线看向了秦征 队长 你觉得可以吗 经历了这么多 终于知道询问秦征的意见了 秦征却没有说话 视线看向上方 他们刚才走过的那段公路 你们有没有听到声音 萧承宇的眼睛一亮 有车子行驶的声音 真的有车 我们可以不用走路了 其他人仔细听 也听到了 没多久 他们看到一辆山路大巴开过来 大巴车 终于可以舒服地坐车了 大家顿时兴奋起来 天色渐飞 朦胧的木色笼罩着大巴车 让人看不清车内场景 江瑶看着大巴车越来越近 狭长的桃花眸微微眯起 我们走过那段路 上面有泥石流滑坡挡路 这辆车怎么过来的 话语落下 大巴带来一阵阴冷的凉风 队员们的身上起了一阵鸡皮疙瘩 看节目的观众们也是细思极恐 江瑶说的对啊 上面的路根本没法让车辆通过 盘山公路也没有其他查到 这辆车怎么出现的 好诡异啊 难道是送命临车 而且车上一个乘客都没有 越看越奇怪 第五十七章 送你们去黄泉路 呲啦一声 大巴车司机踩下了刹车 车子停在了他们的旁边 车门打开 司机转头问他们 要不要下山 大家都没说话 要啊 秦征笑眯眯地开口 打破了寂静诡异的气氛 那快点 司机催促到 秦征率先抱着大公鸡 走上了大巴车 其他人看到他上去 也纷纷跟着上去 这辆车和这个司机太奇怪了 所以他们都坐在后排 这辆车有问题 为什么还要上去啊 就是 这个山里这么古怪 很可能是送命临车阿卫 真服了秦征 仗着自己有本事就乱来 我想说 有没有一种可能 征解决的他能对付 所以带着队友们上车 这个盘山公路这么长 走下去得很久 还是坐车比较好 送命临车多刺激 还是比较期待 能发生点什么 秦征肯定能解决 观众们从刚开始觉得 秦征不自量力 现在都对他信心满满 甚至还有些期待 这个奇怪的大巴车 会发生什么 秦征 你上来干什么 虽然大部分观众 对秦征有信心 但队友们却忧心忡忡 特别是柳夏 眼神有点埋怨秦征的意思 江瑶都说了 这个大巴车有问题 你这是拉着我们送死 那你上来干什么 你们都上来了 我能不上来吗 我一个人留在山里 我也害怕呀 那你就别废话这么多 秦征懒得搭理他 转头看向身边坐着的江瑶 你包里是不是还有乳牛肉 和乳鸡爪 给我吃点 还有 江瑶从背包里拿了给他 然后看到秦征 把大公鸡塞他怀里 他的鹅脚不由秃了秃 秦征吃了点东西 起身准备去找司机 唠嗑几句 江瑶 帮我喂一下鸡 他还叮嘱了江瑶一句 江瑶见他走了 直接把怀里的大公鸡 扔在地上 大公鸡能听懂人话 他看到江瑶在吃东西 就眼巴巴地看着卤牛肉 吃吧 江瑶给他递了一只乳鸡爪 大公鸡 不吃 江瑶拿回来自己吃 慢悠悠地说 你自己不吃的 别怪我没喂你 大公鸡瞪着他 咕咕咕咕咕咕 咕咕咕咕咚大 我说草泥马草泥马 你能听到吗 草泥马 你这是在侮辱一只战斗鸡 咕 咕 大 大公鸡份儿飞起 准备着死江瑶这个坏男人 结果还没碰到江瑶 被他一把掐住了命运的喉咙 漆黑妖野的桃花眸 微微眯起 眼神透着几分危险之色 听说你吃了不少妖精 特别有灵气 所以 你的肉质是不是特别好 咕咕咕咕咕 哥我错了 真错了 大公鸡惊恐地瞪着他 又想起了上次 差点被他拎着掐死的事情 江瑶感觉到了他的求饶 这才把他扔回地上 安分点 他有些不耐地说 秦征一边啃着鸡爪 一边走到司机身边 你这车开到哪里去啊 司机转头看了他一眼 漆黑的眼睛透着几分森浪 他的唇角扯了一抹诡异的笑 黄泉鹿 哦 司机本想看到 秦征面色大变的模样 可是他却很淡定 他还说 能开到算你有本事 要是真能去地府 他还能把水鬼母子送去投胎呢 因为这个山里 没法召唤阴差 这两只鬼 还在他的养魂府里待着 司机盯着秦征 莫名眉心跳了一下 他有一种不安的感觉 秦征又说道 送我们下山 他冷笑 坐上这辆车的人 没有人能活着离开 你不是想去黄泉鹿吗 我就满足你这个心愿 秦征叹了口气 我想和你好好商量 你怎么这么不失去 他从口袋里 掏出了一张驱邪符 手中还有金色的灵力闪动 感觉到驱邪符的力量 司机终于变了脸色 没想到你是天师 不过 变脸色只是一瞬间 他又恢复面无表情的样子 那又怎么样 就算你让我魂飞魄散 这辆车还会继续行驶 你们永远都无法离开这辆车 除非你们死了 话语落下 司机突然停下车 让开 有人要上车了 司机一把推开秦征 看向车外的小朋友 萍萍 今天玩得开不开心呀 看到小朋友背着小书包上来 司机像是变了个鬼一样 脸上带着笑容 欲气柔和地询问 这个小朋友 不错 这个司机根本不是人 而是一只鬼 小朋友哪声哪气地回 开心 司机把小朋友拉了过来 抱着他继续开车 之后 他一直在和小朋友聊天 询问一些琐碎的日常 秦征和他说话 他像是没有听到 他看向那个小朋友 眼里带了几分思索之色 小朋友的身体是半透明的 而且胸口到肚子的区域 有一个被刀割开的大洞 里面的内脏都不见了 只能看到骨头和鲜红的皮 很明显 这个小朋友也是个鬼 大约过了几分钟 说话声停下 鬼司机怀里的小朋友不见了 他又面无表情地继续开车 秦征回到了座位 就见大公鸡 有点阴谋地缩在座位角落 鸡哥 吃东西了没 鼓 秦征转头问江瑶 我怎么感觉他有点抑郁 难道被鬼吓着了 他连蜘蛛精都不害怕 不应该啊 江瑶瞥了他一眼 他往秦征怀里缩了缩 可能生病了 晚点烤了吃了吧 咕咕 大公鸡瞬间精神抖擞 昂手挺胸地跳到了地上 秦征无语了话 队长 你快看那脸 突然间 萧陈宇叫了他一声 干嘛 你看车外 秦征顺着他手指的方向看过去 就见大巴车又停下了 外面站着一个四五岁的小朋友 然后小朋友走上车 萍萍 今天玩得开不开心啊 司机又问了一遍 然后把小朋友拉进怀里 抱着开车 车上传来一阵司机和小朋友的对话 和刚才的对话一模一样 他 他刚才不是上来过吗 外面天黑 车内光线有些昏暗 其他人没发现小朋友的异样 还不知道 他和司机都不是人类 宋妙妙也脸色凝重地说 大巴车来过这个地方 外面山上有个杨梅树 我不可能记错 大家都没说话 心里有点惊悚 过了几分钟 司机和小朋友的说话声停下 萧陈宇这才注意到后视镜里面 司机怀里 已经没了小朋友的身影 这个地方 不就是我们上车的地方吗 宋妙妙看着窗外又说道 这个司机一直带着我们 在这段路开来开去 可是他根本没有调过头 他是怎么回到这里的 秦征看着外面的熟悉景色 终于发现问题所在 这是鬼打墙 而且还不是一般的鬼打墙 第58章 江瑶很有可能杀了他 怪不得他这么嚣张 秦征想到鬼司机的话 这才明白他的意思 鬼打墙的区域形成了一片鬼域 哪怕他们铲除鬼司机 鬼打墙依旧存在 他们永远都走不出这个地方 这个能量强大的鬼域 吸收了鬼司机的强大执念 和无数条人命 连秦征都不能轻而易举地毁掉鬼域 因为毁掉之后 他肯定没事 但是他的队友们 会被鬼域的能量给吞噬 依照他现在的能力 还不足以护出这么多人 没多久 又开到了小朋友等着的地方 还是一模一样的对话 从车内传来 秦征听着司机和小朋友的对话 脑海里想着解决办法 刚开始还以为 只是个普通的鬼开灵车 结果没想到 这只鬼弄出了鬼域 队长 现在怎么办 他们看着好像 不是人 肖辰宇哆哆嗦嗦地询问 他还看到了 小朋友没有内脏的样子 现在他听着他们的对话 心里越来越觉得惊悚 慌什么 又不是没见过鬼 秦征倒是很淡定 啊 他们真是鬼啊 其他人被他的话一惊 纷纷往队友身边靠近了一点 不过江瑶也是一脸平静 他早就发现 司机是鬼 停车 你给我停车 我要下车 柳夏突然站起来大喊 知道司机和小朋友是鬼之后 柳夏变得格外激动 他还看向其他人说道 你们快收拾东西下车 难道要等着他 把我们吃了吗 只要离开这辆车 肯定就能变回正常 我们已经进了鬼域 没法离开的 秦征看傻子似的 看着柳夏 什么鬼域 你别在这里胡言乱语 鬼域就是怨气极强的凶灵 根据死前的执念 凝结而成的特殊小事件 你们已经没在正常的世界里面了 秦征好心地解释了一下 还是以其他人看车外 节目组的摄像机 一直跟着我们 摄像机上面有红外线锁定 所以在黑夜中 也能看到摄像机在哪里 可是现在 外面却看不到红外线摄像机 也就是说 我们进入了鬼域 但是摄像机没有 通过秦征的解释 他们才明白鬼域是什么 大家的脸色都有些凝重 肖沉瑜忍不住问道 难道我们要被困在这里 一直经历这段路的循环吗 如果我们现在下车 会怎么样 会死 其实就是被鬼域的能量吞噬 秦征只说了两个字 但其他人都知道 他不可能开玩笑 要是现在贸然离开大巴车 估计真就死了 你不是会驱邪抓鬼吗 你快把那个鬼司机除掉 柳下看到外面 那个没有内脏的小孩 又走上了大巴车 他的身体不由抖了一下 使劲地催促秦征 秦征看了他一眼 不耐地皱起眉心 我要是直接除掉他 这个鬼域小世界就会崩塌 贪缩的能量爆炸 堪比原子弹 我是能活下来离开 你觉得你们能吗 离开是死 不离开也是死 都怪你 柳下埋怨地瞪着秦征 如果不是你想上来 我们根本不会遇到这样的情况 秦征 你就是个扫把星 以前的野外求生 就没遇到过这些诡异的事情 自从你参加这个节目之后 我们隔几天就会遇到鬼怪 连着多天遇到灵异事件 遭遇生死危机 柳下的精神有点崩溃了 这次差点就要离开这个古怪的深山 却因为秦征的貌势又陷入了困境 他忍不住一个劲地指责秦征 你就是个扫把星 你怎么不去死 柳下把所有的恐惧和愤怒 都发泄到了秦征身上 如同一个疯婆子一样 朝秦征的方向扑了过来 可惜还没碰到秦征 就被江瑶一把拽住了他的长发 啊 江瑶你干什么 放开我 江瑶面无表情地拽着他的头发 把他拖到了窗边 把窗户打开了一些 然后将柳下的头给按了出去 这么后悔 我现在就送你出去 不 不 你放开我 沉冷冰凉的嗓音从身边传来 柳下抬头看着那张俊美妖野的脸庞 可以看到 他的眉宇间裹挟着几分戾气 漆黑的眼眸无波无澜 莫名甚人 江瑶 你怎么对一个女人动手 你还有没有绅士风度 长子川看到柳下的半个身子 被江瑶推出车窗 他连忙伸手拉住柳下的手臂 防止他从窗户掉出去 我从来不是绅士 江瑶转眸看向他 漆黑幽良的目光让人背己一凉 长子川莫名心中发紧再不安分的话 我不介意把你们两个都丢出去 这里是脱离原世界的鬼打墙 想必死两个人也没什么大不了 江瑶 江瑶我错了 你放开我 柳下的声音都带了几分哭腔 他从江瑶的身上感觉到了一股实打实的杀意 江瑶很有可能真杀了他 听到柳下不断的痛哭求饶 江瑶这才放开他 他的身体被长子川拉回来之后 整个人就瘫软在了座位上 你们看他的头发 萧陈宇突然发现柳下的头发有点不同 本来急要的长发只剩下一半的长度 头发的尾烧像是被什么东西烧了一样 下下 你的脸 长子川指着柳下的脸颊 上面多了一片淡红的烧伤痕迹 我的脸 为什么会这样 柳下拿出小镜子一样 脸上血色尽湿 我都说了 不能出去 秦征笑眯眯地说 如果你刚才砸窗出去 你的整个人都会被鬼欲吞噬 江瑶望着柳下脸上的伤 漆黑的眼眸比夜色还深 眼里还带了几分信慰 感受到他的目光 柳下感觉 他好像很想把他扔出去 看看鬼欲是怎么吞噬人类的 他不由吓得整个人缩进长子川怀里 比遇到鬼还害怕 咕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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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 大公鸡叫了一声 也远离了江瑶几步 真是吓死鸡了 他就说 这个男鹰不是个好人吧 瞬间没人敢闹腾了 大巴车的车厢安静了下来 江瑶懒散地靠在秦征旁边的位置 微微侧头问他 你是不是知道怎么离开 刚才江瑶收拾柳下的时候 就发现这女人啃着鸡爪 一脸看戏的表情 完全不担心 他们会有生命危险 他就知道 他肯定是想到了办法 谁制造的鬼欲 就从谁下手 秦征朝鬼司机的方向 抬了抬下巴 那个小孩应该是他儿子 死得好惨哦 吃完所有的乳鸡爪 秦征准了准手指 把手按在江瑶的大腿上 还下意识地用他的裤子擦了擦手 秦 征 江瑶一把抓住他的手腕 俊脸阴沉 你把我当妈布 居然被发现了 秦征尴尬一笑 我晚点帮你洗掉 他连忙把手抽回来 起身朝鬼司机走去 我先去解决这个事情 鬼司机正抱着平平开车 满脸慈笑地和小朋友聊天 可以看出他很爱他的儿子 秦征走过去 一把将小朋友抢了过来 鬼司机 他儿子呢 爸爸 爸爸 平平的叫声传来 鬼司机瞬间怒了 你想死是不是 秦征的指尖 按在平平的眉心 金光闪烁中 他看到了平平的死因 难道你不想知道 你儿子是怎么死的吗 我儿子 想到儿子的死 鬼司机的脸色一阵扭曲 脸上浮现极其痛苦的表情 都怪我 都是我的错 是我害死了平平 不是你 根本和你没关系 什么 第59章 跳舞机抗下所有 鬼司机愣愣地看向秦征 秦征又说道 你儿子是被人故意害死 那个人还因此得到了一笔天降横财 从此过上了滋润的日子 你不想报仇吗 我已经报仇了 鬼司机冷笑着说道 我把那几个人撞了得半死 然后把他们的内脏都挖了出来 扔给了山里的野兽吃 这座山脉比较外围的地方 有一个较大的村落 鬼司机出去工作的时候 平平在村里玩 然后被几个人贩子抢走了 带到深山里面 被他们挖掉了内脏 这些人贩子 驱走平平的内脏 还拿去卖了赚钱 鬼司机回家发现儿子不见 后来带着亲戚上山寻找 却找到了儿子的尸体 给平平举办葬礼之后 鬼司机也没心情出去继续打工 他每天守在村子里 四处打听人贩子的消息 最后终于让他打听到了消息 那些人贩子 躲在山脉更里面的村子 山里只有这一般大巴车 可以抵达山里那些村落 他就应聘了司机 有时候能遇到人贩子坐车 有一个合适的机会 那些人贩子都坐在大巴车上 他借口说大巴车故障 让他们下车去路边等着 然后他开车将他们撞个半死 他用他们对待平平的方式 把他们给开膛破肚 有乘客看到这一幕 当场报警了 警察赶来之前 他就开着大巴车 冲下了盘山公路旁边的悬崖 都怪爸爸没有照顾好你 一直在外面打工 没有陪在你身边 鬼司机把小朋友抢了回来 哽咽地说道 以后爸爸不会离开你了 永远都陪着你 那些人贩子不是凶手 秦征又开口 鬼司机猛地看向他 你怎么知道 害死我儿子的人是人贩子 我刚才没告诉你 我全知道 秦征淡淡一笑 那些人贩子 确实经常拐卖小孩 有时候还挖取新鲜的内脏卖出去 但是他们根本没有抢走你儿子 你的儿子不是死在他们手里 不可能 我老婆说就是他们做的 那天他在家里做饭 平平在门口玩 那帮人抱着平平就往外跑 他怎么追都追不上 鬼司机激动地反驳 那你有没有想过 你老婆对你说谎了 我老婆怎么可能说谎 鬼司机的眼睛顿时变得心红 身上鬼气涌动 胡言乱语 我看你是找死 你才是蠢得要死 秦征扯了下唇角 手中的法术落在不远处的车玻璃上 漆飞的玻璃如电视机一般 竟是播放出了画面 鬼司机神色一顿 这是我家 他死了三年 很久没回家了 所以看到熟悉的场景 他有些触动 平平 他不仅看到了熟悉的家门口 还看到了门口玩耍的平平 没多久 有个女人提着一个袋子 从院子出来 然后抱起了平平 女人抱着孩子 往更深的山里走去 他走了很久 后面抱不动孩子 他就牵着平平一起爬山 妈妈 我们去哪儿啊 马上就到了 女人的脸上露出一丝纠结之色 他低头看了眼身边的孩子 不知道想到了什么 眼神变得坚定起来 来到一处偏僻的树林 他从包里掏出一个泥塑的神像 放在了地上 然后在神像面前摆了一些供品 虔诚地对着神像拜了拜 平平 吃糖 女人给平平喂了一颗糖 平平就睡着了 他把平平的身体放在神像前 手里拿着一把刀 口中念念有词 仙隽 我把我最亲最亲的人献给你了 你一定要让我过上好日子 孩子他爸常年在外面打工 也赚不到几个钱 我实在是受够了这个苦日子 他们说 只要把最亲的人献给你 就能换来财富 你一定要帮帮我 女人朝神像磕了一个头 然后把尖刀 对准了平平的胸口 不 不 鬼司机的眼睛瞬间冲血 整个魂体都趴在了车玻璃上 他的手不断地挠着车玻璃 想要阻止女人的行为 完全忘了这是往事幻境 陈翠红 这是你亲儿子 你这个畜生 畜生 他亲手剖开了亲生儿子胸口 取出了他的内脏 平平 别怪妈 你这条命是妈给的 就当是还给了妈 话语落下 所有画面消失 鬼司机摊在了车里 口中喃喃自语 不可能 他是孩子的亲妈 不可能这么做 你故意耍我是不是 他抬头看向秦征 眼里涌出一阵杀意 你去问问他 不就知道了 秦征看了眼车厢四周 你可以控制这辆车 完全可以开着这辆车回村 到时候就能知道真相是什么 鬼司机凝视着他 视线带着几分审视和探究 我看你是想让我带你离开这里 他站起身 坐回到驾驶座 不过 我必须要去问个明白 不管秦征是不是另有目的 他都要弄清楚儿子的死因 大公鸡 爸爸 有大公鸡 平平还在车上 发现了秦征带上来的大公鸡 他站在大公鸡旁边 伸手想要碰他 但是又不敢的样子 陪他玩会儿 秦征把大公鸡塞到平平怀里 对大公鸡说 咕咕咕 平平抱着大公鸡 开心地跑到了鬼司机的旁边 爸爸你看 大公鸡 嗯 鬼司机看了眼平平 神色有点复杂 他沉默片刻 对平平说 平平 你想妈妈吗 平平脸上的笑容瞬间凝滞 整个人有点恐惧 又呆滞地站在原地 哇呜呜呜 小朋友突然哭了起来 鬼司机的脸色难看至极 已经意识到了不对劲 平平别哭 告诉爸爸发生了什么 妈妈是不是欺负你了 呜呜呜呜呜 小朋友只是一个劲地哭 小身板不断地颤抖 平平不哭啊 爸爸不问了 平平别哭 鬼司机顿时慌了 停下开车来哄小孩 哄了好久才让平平忘了这件事 平平看 跳舞机 秦征戳了戳小朋友 让他看那只抱着钢管跳舞的大公鸡 平平转头看去 就见大公鸡用爪子扒拉着大巴车上的钢管 妖娆地扭着身体 还朝他抛了个媚眼 小朋友抿了抿唇 脸上又有了笑容 大公鸡见他终于不哭了 正打算停下扭动的身姿 秦征却对他说 不准停 继续扭 大公鸡 他真的拴Q 感情就让他抗下所有呗 秦征转头看向窗外 外面的景色终于发生了变化 他们离开了 那个鬼打墙的鬼域 鬼司机开车的速度非常快 大晚上也不怕撞到其他鬼 本来四五个小时的路程 愣是两个小时就到了 漆黑的夜色中 无人驾驶的大巴车开进村子 鬼司机找了个空地停车 然后想抱着平平下车 可是平平看到车外的环境 又开始大哭了起来 他只能先把平平放在车里 你跟我一起 他喊上秦征一起下车 然后用鬼术把大巴车封了起来 如果你骗我 你的朋友都不得好死 鬼司机威胁地说道 其实你心里已经有答案了 不是吗 鬼司机神色一顿 没说话沉默地往前走去 他来到原来的家门口 眼前的场景却让他有点认不出来 本来破败的小矮房 竟是变成了一座三层楼的大别墅 这栋别墅在村里很显眼 几乎是村里最豪华的建筑 他哪来的前造别墅 鬼司机突然想到了 妻子杀死儿子时 说的那些话 难道他真用儿子的命 换来了财富吗 鬼司机捏紧了拳头 怒气冲冲地想要进别墅 可是刚靠近别墅的大门 一阵刺眼的金光朝他打了过来 眼前红棕色的大门上 竟是浮现了一个八卦图形 第六十章 贪念吞噬人性 鬼司机感到一阵不适 不得不往后退了好几步 辟邪阵 勤真玩味地看着眼前的别墅 除了辟邪阵 他还在家里供奉了一座玉佛 看来你是进不去了 他轻笑道 如果不是做了亏心事 何必布置这些东西 看来他也怕频频死得不甘 找他报仇啊 陈翠红 鬼司机死死地瞪着眼前的别墅 身上的凶怨之气越来越强 我们明天早上再来 我可以进去 帮你引他出来 秦真对他说 也只能这样了 鬼司机的神色有点复杂 但他对秦真的态度好了点 麻烦你了 他们正准备离开 身后却突然传来开门声 有一团黑影从门内冲出来 秦真和鬼司机转头看去 发现冲出来的黑影是个小孩 小兔崽子 你给我站住 大门里面 有女人的叫喊声传来 他从别墅里面跑出来 很快追上了小孩 秦真见此场景 往旁边走了一步 躲在了大树后面 放开我 放开我 小孩大哭了起来 女人用手捂住了小孩的嘴巴 他的手里还拿着一块布 小孩很快就失去了意识 他冷笑一声 抱着小孩准备回去 陈翠红 鬼司机看到女人的面貌 瞬间认出了他的身份 我要去找他问清楚 鬼司机朝陈翠红的方向扑了过去 可是他一靠近陈翠红 大门上的驱斜阵 就会发出金光 把他打飞出去 陈翠红进了别墅 没多久 他又抱着孩子出来 手里还提着一个袋子 本来想等到明天 没想到你敢逃跑 陈翠红朝村子后面的大山走去 一边走一边念叨 别管沈的心狠 反正你爸死了 你妈是个疯子 你活在这世上也没人照顾 还不如我给你一个痛快 这个孩子 是陈翠红远方亲戚的孩子 自从三年前杀死亲生儿子 献祭给和神仙君 他就获得了一笔意外财富 这笔钱不仅能让他造别墅 还能让他后半辈子的生活不用愁 他每天不需要干活 还有大把钱可以花 日子越过越肆意 人也越来越飘 突然有一天就染上了赌博 赌博花钱如流水 他很快就把钱给输完了 还欠了一大笔外债 他还不起钱 只能把大别墅抵押出去 过几天 赌场的人就会来收别墅 走投无路之际 陈翠红又想到了那个求财的办法 他将自己远方亲戚的孩子 骗到家里玩 想要对他下手 大概十多分钟 陈翠红走进了山上的树林 他的手里拿着手电筒 找了个合适的地方 把小孩放下 仙君大人 你再保佑我一次 和三年前一样 他又从袋子里 拿出泥塑的神像 陈翠红跪地叩拜神像 神色虔诚无比 再让我捡到一个宝贝 一个就够了 只要把那些债还了 我肯定能翻身 到时候就不用再杀人了 紧接着 他拿出尖刀 对准了小孩的心脏 这一次动手 他再也没有纠结犹豫 只有对金钱的强烈渴望 贪婪已经吞噬了他 陈翠红 猙獰的脸庞 在神像旁边突然浮现 鬼司机双眼心红 一把抓住陈翠红手里的尖刀 将尖刀捏得粉碎 原来真是你杀了儿子 还对我撒谎 你这个猪狗不如的东西 萍萍是你亲儿子 亲生的儿子 你不配做人 我要让你 不得好死 鬼司机愤怒地嘶吼着 这个女人 也是这样杀死萍萍 那是他亲儿子 鬼司机愤怒的 整个魂体都要爆炸 恨不得将陈翠红这个女人 陈翠红吓得往后退了一步 好半天才认出鬼司机 你 你是 居然是你 我要给萍萍报仇 看到陈翠红转头想跑 鬼司机一把拉住他的脚腕 将他拖了回来 他抬起自己的手 五指的指甲变得又尖又长 然后活生生地剖开了陈翠红的肚子 啊 不 不 救命 看到陈翠红痛苦的样子 鬼司机一声声地质问他 是不是觉得很痛 萍萍他还是个孩子 难道他就不痛了吗 他还是死在亲生妈妈的手里 你不配当人 他更不配当母亲 陈翠红被活生生地折磨而死 死后 他的魂魄飞出来 魂魄看到鬼司机的那一刻 扭头又想跑 鬼司机连他的魂魄都没有放过 将他的魂魄撕得粉碎 等到他报仇完 秦征才从暗处走出来 他查看了下地上的小孩 好在只是昏迷了 没有其他意外 怪不得 怪不得萍萍不肯去投胎 鬼司机失魂落魄地跪在地上 我活着的时候 萍萍就每天给我托梦 在我的梦里哭 我就想方设法地帮他报仇 可是报仇之后 萍萍的魂魄还是留在山里 原来是我搞错了 萍萍才不肯离开 鬼司机制作的鬼打墙 就是因为萍萍 萍萍被杀死在附近的山上 执念将他困在了那个地方 鬼司机找到他之后 就自己制造了鬼打墙 一直陪伴着他 萍萍现在可以去投胎了 但是你为了萍萍 杀了不少无辜的人 你这种鬼去地府 是会受到惩罚的 秦征看着鬼司机说道 惩罚就惩罚吧 只要萍萍能有一个新的开始就好了 不要投胎到我这样的人家里 投胎一个富贵人家 鬼司机苦笑着说 作为一个父亲 你已经做得很好了 秦征安慰了他一句 然后把地上的孩子抱了起来 他们又回了村里 秦征先把这个孩子送回到他家里 本以为到了外围的村子 召唤英差能有用 可是还是没用 秦征先把萍萍和鬼司机 收进养魂服 以后找机会一起送他们去投胎 队友们在大巴车里休息了一晚上 车里的空间有限 大家只能互相靠着睡觉 秦征就靠着姜瑶的肩膀上 后半夜感觉睡得不太舒服 不知不觉 就整个人歪倒在了姜瑶的怀里 把姜瑶给砸醒了 姜瑶的嘴角抽了一下 但还是伸手帮秦征调整了一下姿势 大巴车最后排只有他们两人 哦 还有一只鸡 姜瑶把睡得正香的大公鸡扔了下去 然后让秦征横躺在后排座位上 脑袋正好整在他的大腿上 秦征迷迷呼呼地动了一下 伸手抱住了他的腰 他的脑袋还在他怀里蹭了蹭 第六十一章抱着顶流男神 你就想着干饭 姜瑶的身体僵了一下 可以感觉到秦征的脑袋贴着他的腹部 这女人还真是会得寸进尺 他的鹅角秃了秃 俊美的脸上神色明暗不定 眼神透着几分危险 不过最后还是没把秦征推出去 咕咕咕 那边大公鸡被扔出去就行了 他愤怒地瞪着姜瑶的方向 想要嚎一嗓子 姜瑶感觉到他的意图 眼眸微微咪了咪 声线低沉压迫小鸡肉串 闭嘴 大公鸡 草泥马的 你才是鸡肉串 你全家都是鸡肉串 感受到姜瑶的威胁眼神 大公鸡敢怒不敢言 他只能委屈地缩在角落继续睡觉 这操弹的鸡声 啥时候是个头 一日清晨 节目组的摄像头拍到大巴车里的场景 弹幕瞬间炸了 卧槽 昨晚发生了什么 秦征为什么枕着姜瑶在睡觉 啊 姜瑶把他推开啊 我姜瑶怎么可以给别的女人当人行枕头 你是我老公 姐妹们我酸了 我真的好酸 我也想贴着姜瑶的夫妻睡觉 只有我关心 昨天发生了什么吗 昨天这辆车上的驾驶座 根本没有司机 到底是不是个灵车呀 如果姜瑶的CP是郑姐的话 我勉强能接受 楼上姐妹清醒点啊 姜瑶是大家的老公 不能有女人霸占 可是我觉得 郑姐和姜瑶很配爱 只有郑姐这么强的女人 才配得上我男神 赞同加一 想磕CP了 秦珍完全不知道 多了一批小迷妹小迷弟 甚至还有不少 他和姜瑶的CP粉 他从姜瑶怀里醒来的时候 弹幕顿时更八卦了 秦珍 姜瑶的大腿好不好睡 腹肌好不好贴啊 要是我的话 我直接钻姜瑶衣服里面睡 嘻嘻嘻 我把姜瑶的衣服脱了再睡 秦珍真是姜瑶唯一能容忍的女人 以前别的女星靠近姜瑶 她都很凶的 越看越觉得两人好大 姜瑶也醒了 秦珍快和姜瑶 说个甜甜的早安呀 秦珍打着哈欠坐起来 好 呃 早上吃什么呢 吃烧烤是不是太腻了 卤牛肉和卤鸡爪吃完了 哎 中午吃什么 X 你旁边是顶流男神啊 你就想着吃 秦珍你个猪 姜瑶秀色可餐 更好吃 你给我上去清他 我真服了 秦珍是猪精转世吧 姜瑶 我们早上吃什么 相比观众们的无语 姜瑶倒是习惯了 秦珍每天问她最多的问题 就是吃什么 早上吃什么 中午吃什么 晚上吃什么 这三个问题 每天要问好几遍 先去村里借个厨房 我们还有不少食材 姜瑶翻了翻背包 里面还有不少盟族人 送他们的土特产 好耶 我去见 秦珍麻溜的跑下车 先去村口的河边洗漱了一下 然后就打算进村借厨房 刚走到村口 就见一对母女走过来 女孩大概二十几岁的样子 穿着靓丽 不像是山里人 中年妇女的手上 还托着一个行李箱 那个行李箱 看着也挺时髦的 应该是女孩的东西 家家 工作不是很忙的话 多回家看看爸妈 我知道的 有空我就会回来 还是家里住的舒服 大城市的环境不好 到处都是汽车尾气 我还是喜欢家里 哎 这边就是交通不好 两人走出来没多久 看到了村口的大巴车 这儿怎么有个大巴车 谁开进来的 中年妇女朝左右看了看 要是能送你一程就好了 这边的城乡客运 一天只有一班 还得等一个多小时 里面有人 要不过去问问 两人正准备走过去询问 中年妇女身边的女孩 突然晕倒在地 家家 家家 你怎么了 中年妇女顿时慌了 连忙去把女儿扶起来 可是 不管她怎么呼唤女儿 女儿都没有任何反应 你女儿的魂没了 秦征走过来 正好看到王家家晕了 本以为只是身体不舒服 结果仔细一看 发现她这是被人瞬间抽魂 什么 中年妇女疑惑地看了眼秦征 显然是不怎么相信她的话 村口有个赤脚医生 你带你女儿去看看呀 有个路过的村民 过来帮忙说道 好好 我这就带家家过去 中年妇女显然不相信秦征 打算先带女儿去找赤脚医生 赤脚医生的家就在附近 村民帮助她 扶着王家家过去 秦征见了 也跟着走过去 陈医生 我女儿刚才还好好的 还和我说话呢 突然就晕了 不知道怎么回事 你快帮我看看她的情况 他们把王家家扶进去 中年妇女焦急地对医生说 先把她放这里 让我看看 陈医生是个头发花白的老头 也是这个村子唯一的医生 这里到县城需要两个小时 村民去县城的医院很麻烦 所以村里的人生病了 基本都是找他来看病 不过这次 陈医生看了好半天 都没看出什么问题 王家家的生命体征都很正常 可是人却昏迷着 怎么都不行 可能是中暑了 听到这话 秦征就轻斥了一声 拥医 你说什么 秦征一开口 其他人都注意到了他 我说你是拥医啊 这样的情况 怎么可能是中暑 秦征好嚣张啊 这不是砸人家的牌子吗 他刚才说这个女的魂没了 我觉得肯定不是中暑这么简单 依照以往的经验 相信症结准没错 看起来就不像是中暑 我也觉得这是个拥医 我是医生 还你是医生 你懂医术吗 陈医生顿时就怒了 什么都不懂 就别在这里乱说话 那你能让他醒来吗 秦征抱着手 好整以侠地看着他 怎么不能 陈医生冷笑 就是点小问题而已 他给王家家把锅卖 卖相都没有问题 只是有点体虚 联想到昨天的天气比较热 他才判断可能是中暑 陈医生拿出几根银针 准备给王家家扎穴 结果一番施展 还是没有用 陈医生 我女儿到底怎么了 中年妇女看得越来越着急 陈医生莫名有点心虚 秦征又开口说道 就你这水平 别在这里当医生了 你闭嘴 陈医生瞪了眼秦征 你懂什么 他转身去弄了一点草药 捣碎喂进了王家家的嘴里 这个时候 他的手突然一抖 陈医生脸上的表情僵住 呆呆地看着王家家 他 他没呼吸了 什么 中年妇女一把推开他 冲到王家家旁边 家家 家家 你醒醒啊 他不断地摇晃着女儿 呼唤着女儿 但王家家依旧没反应 只是丢了魂 暂时假死了 秦征把中年妇女拉开 还没这么严重 我可以把她的魂找回来 真的吗 中年妇女满脸泪水 祈求地看着秦征 小姑娘 麻烦你救救我女儿 秦征拿了一张符路出来 贴在了王家家的额头 看到符路发散出一阵金光 其他人都震惊地看着她 没想到 这个年轻漂亮的小姑娘 还会这种驱邪招魂的手段 秦征手中掐绝 低声念了几句咒语 王家家 速速回来归位 通过王家家身上的符路 她联系到了王家家的魂魄 啊 救命 可是魂魄那边 却传来了一声惨叫 第六十二章 抱着江瑶啃一口 你女儿的魂魄遇到了危险 暂时回不来 秦征睁开眼睛 神色有点严肃 那可怎么办 怎么样才能救我女儿的魂魄 大师 求你帮帮忙 你拿我的命 去换我女儿也行 我女儿还这么年轻 听到秦征的话 中年妇女有点崩溃 你先别着急 我会帮你找回她的魂魄 我看她面相 还没到死的时候 说明有人故意抽走她的魂魄 这是邪派鬼怪才会干的事情 我定然不会坐视不管 秦征陈英片刻 又问她 你仔细想想 这段时间 你女儿有没有去过乱葬岗 或者举办白事的地方 没有 中年妇女摇了摇头 我女儿就回来三天 平时都在城里打工 这几天不是清明节 我们都没去过山上 村里也没人办白事 这时候 陈医生插嘴说道 隔壁村的崔老头去世了 他家孩子有出息 都在城里赚了不少钱 她的白事酒席 摆得比人家结婚还风光 你们有没有去过隔壁村 陈医生见识到秦征的手段 帮着他们想办法 要是这个女孩 死在她的诊所里头 可就说不清楚了 到时候 没人相信她的医术 她都没法在村里混下去 没有 我们根本没离开过村子 中年妇女还是摇头 秦征又问道 那她有没有 把生辰八字告诉过别人 她没有 中年妇女神色微精 可是我 我和别人说过她的八字 家家的年龄也大了 我想托个媒婆 给她说个好亲身 所以才 那个媒婆住在哪里 带我去见见 秦征转头 又对陈医生说道 她的身体先放在你这里 上面贴着的俘虏别乱动 等我们把她的魂找回来 你是经手的最后一人 如果她真死了 你可就说不清了 陈医生的脸色有点难看 显然知道 事情有多严重 本来女孩 送来的时候还有气 她扎了几针之后 连呼吸都没了 要不是这个会法术的姑娘 说她丢了魂 家属估计真以为是她弄死的 可她扎的那几针 对人体根本没什么损害 我知道 你们赶紧把她的魂找回来 中年妇女 叫做于兰妹 她和陈医生 说了几句拜托的话 又让刚才那个认识的村民 在诊所看着 然后连忙带秦征 去找那个媒婆 大早上的 媒婆家还没开门 于兰妹怒气冲冲地砸门 死婆娘 你给我开门 你害死了我女儿 我和你没完 想到女儿的情况 于兰妹怒火烧心 亏她还把这个媒婆 当好姐妹 没想到这婆子 竟然狂害她的女儿 干什么 干什么 我什么时候害你女儿了 媒婆出来开门 一脸的疑惑 佳佳今早突然昏迷了 大师说是有人用她的八字 把她的魂给抽走了 我只把佳佳的八字给过你 不是你害的还有谁 于兰妹瞪着媒婆 那眼神像是想要将她撕了 我真是冤枉啊 媒婆听完一愣 大叫着解释道 我怎么可能害佳佳 那孩子 是我从小看着长大的 你还是我的好姐妹 隔壁村的崔老头 你知道法 她的儿子一个比一个有出息 都在城里买了大房子 回村也是开着豪车 我看佳佳长得漂亮 嘴巴也甜 我才想问你 要个八字 去和崔老头的儿子说没 这要是说成了 你们母女俩都能过上好日子 又听到崔老头这个人物 秦征不由问道 崔老头不是死了吗 陈医生刚才说 他们家这几天在出丧呢 是啊 前几天吃饭给噎死了 媒婆叹了一口气 我之前就把佳佳的八字 给了他们家的大儿子 她说想给她弟弟 找个合适的媳妇 不过一直没回我消息 估计是她爸突然死了 所以才没时间操办相亲的事情 估计和崔家有关 秦征用手掐绝 又联系了王佳佳的魂魄 倒是联系上了她的魂魄 只是还不能把她召唤回来 你可安好 我 我被困住了 王佳佳的魂魄 能感觉到一股力量 想把她拉回去 可是她怎么都出不去 一直被困在一个全黑的空间中 救救我 她害怕急了 带着哭腔的声音传来 别急 等我一会儿 秦征重新睁开眼睛 看向身边的两个妇女 媒婆看向她的表情 那叫一个惊悚 你 你在和谁说话 和我们吗 不是 秦征回答完 媒婆的表情更惊悚了 这里就他们两个人 不是和他们说话 她在和鬼说啊 你知不知道 崔老头的家在哪 秦征询问于兰妹 不知道 于兰妹问她 是不是他们害的家家 他们家半白事的场面这么大 我去隔壁村看看 肯定能找到 敢害我的女儿 我和他们没玩 隔壁村还挺远的 你们要是想过去 赶紧去村口等班车 要是错过了这一班 只能等明天了 媒婆提醒他们道 没事 我有车 秦征不在意地说 你女儿暂时被困住了 魂魄没受到威胁 我想先吃个早饭 于兰妹想到了村口那个车 那个大巴车是你的 差不多吧 可以建你家的厨房用一下吗 于兰妹态度极好的点头 可以 大师你随意 那我先去把家家的身体带回家 等会儿麻烦大师和我一起去救她 好 见秦征同意和自己一起去隔壁村 于兰妹松了一口气 刚才她说的豪横 其实没把握对付崔家人 他们用这么邪乎的法子对家家 也不知道是不是找了什么高人 于兰妹的家就在附近 她先带了秦征过去 秦征用对讲机联系了江瑶 让她把其他人也带过来 还有他们包里的食材 大师 这是我这些年的积蓄 我知道你们这些大师不轻易出手 可我就是个普通乡下女人 手上没多少钱 你看看够不够救我女儿 要是不够的话 我去问别人借点 来到于兰妹的家里 她拿出薄薄的一叠钞票 塞给秦征 秦征粗略看了一下 也就一千多点的钱 不用 我不差这点 秦征观她面相 是个善良朴实的人 也愿意免费帮她们母女收着吧 你和你女儿赚钱也不容易 谢谢大师 谢谢大师 于兰妹激动地朝秦征拜了好几拜 这才把钱收起来 不过我还有几个朋友 他们也得用一下你的厨房做走饭 我们是来山里探险的 身上带了些食材 没事 你们用吧 于兰妹大方地说道 还蒸了一些包子馒头 请她们吃 等到吃完饭 秦征喊上了江瑶和她们一起离开 为什么喊我一起 两人并行朝大巴车走去 江瑶转头问她 其他人都留在于兰妹的家里 萧辰宇本来还想跟着过来 但是秦征嫌她添麻烦 让她留在于兰妹的家里 王家家的魂魄被人抽了 可能是悬门的人动手 等一下估计得和人干架 我觉得你和我一起比较安心 嗯 听到这话 江瑶莫名勾了下唇角 江瑶居然笑了 哎呀 我要被帅死了 她是因为秦征的话 才会笑吗 呜呜 好甜 估计是得到秦征大佬的认可 江瑶才会这么开心 秦征这么强 普通男人都不能入她的法眼吧 只有我们江瑶能做到 而秦征脑海里想的是 虽然江瑶体质差 命格弱 菜的要死 不仅容易生病 还容易被鬼缠上 但是她身上的死气 可以给她用吗 要是打架打得灵气枯竭了 抱着江瑶啃一口就好 他们来到村口 却发现大巴车损毁严重 这辆车被鬼司机开下山崖 早就撞得稀巴烂 人类根本无法行驶 昨晚看着没什么异常 那是鬼司机用鬼术掩盖了 大师 你这个车能开吗 于兰妹望着布满杂草青苔 方向盘和两个轮子 都不一而踪的大巴车 陷入了呆滞 节目的观众们 也才发现 这个大巴车有问题 早上他们光顾着看秦征 抱着江瑶睡觉 都没注意到这些 这个车只剩两个轮子了 车窗都碎了 里面还长满了杂草青苔 所以 它是怎么从山顶到山脚的 飞下来的 我真的很好奇 昨晚发生了什么 能开 怎么不能开 秦征却很淡定 还说道 这车比赛车还快呢 于兰妹 观众们 你在开什么玩笑 连车轮都没有 你想怎么开 两个轮子的废弃 大巴比赛车快 笑死人 你开过赛车吗 第63章 幽灵飞车率爆全网 秦征吹牛吹过头了吧 这辆车现在就是个废弃铁皮 虽然不知道 大巴车为什么会在这里 但是这个损毁程度 里面的零件 肯定都已经报废或丢失了 不可能还可以开 要是能开起来 我把电脑吃下去 这辆破大巴 对于人类来说 确实不能再开了 但是对于鬼司机 他能直接开的飞起来 什么叫丘明山车神 他就是 昨晚那个飞驰的车速 差点没把队员们晃又吐了 秦征把鬼司机放了出来 对他说 大哥 麻烦开车送我们去隔壁村子 我让战斗机给萍萍表演跳舞 行 鬼司机毫不犹豫地帮他开车 他们住在养魂府里面 萍萍一直念叨着大公鸡 想要和大公鸡玩来着 上车吧 秦征率先上车 找了个位置坐好 江瑶也是一脸淡定地坐上去 并且系好后排的安全带 完了 江瑶和秦征待久了 也变傻了 他也信这事 瞧他俩这认真的样子 不知道的 还以为这车真能开 江颖帝 你是在配合秦征表演吗 没必要吧 这两人不会以为 我们观众是傻子吧 会相信这 于兰妹一脸狐疑地跟着坐上去 心想 秦征真是大师吗 她不会被一个精神有问题的小姑娘给骗了 可是她会法术 想到秦征用俘虏的场景 她又有点犹豫 过了几分钟之后 只见一阵灰色的雾气 笼罩了大巴车 废旧的大巴车 以肉眼可见的速度 改头换面 变得崭性异常 而且飞快地行驶出去 于兰妹瞪大了眼睛 惊奇地看着窗外变幻的景色 她又看向前方驾驶座 有个司机坐在那里 那个司机的身体 是半透明的 啊 于兰妹长大 嘴巴正要惊叫 秦征看了一眼 她连忙捂住嘴唇 大师 她 她的 那是我朋友 哦 于兰妹点了点头 又摇了摇头 完全不知道该摆什么样的表情 而节目的直播画面中 大巴车还是那个破旧的样子 但是却凭空悬浮在地面上 附近的环境快速地变幻 我瞎了 我居然看到 没有轮子的车在飞 假的 绝对是假的 狗笔节目组 又用特效糊弄我们 怀疑我增减能力 那个说要吃电脑的 赶紧把电脑吃了吧 你们没发现 驾驶座上有个鬼影吗 根本不是人在开车 这综艺就是个灵异直播 虽然官方解释 有些事情是故意安排 但是我不相信 这他妈幽灵飞车啊 为什么我觉得这么帅 我也想体验幽灵飞车 就是有点费命 鬼司机开的幽灵飞车 终艺直播中一闪而过 也就几分钟时间 不远处就出现了 另一个比较大的村落 杰哥 你在这里跳舞 我们晚点 回来找你 大公鸡一直在车上 到地方之后 秦真按照承诺 让大公鸡给评评跳舞看 节目镜头中 出现了神奇的一幕 有个大公鸡抱着钢管 扭动妖娆的身体 旁边似乎有一大一 小两个半透明的黑影 津津有味的 看着大公鸡跳舞 是我看错了吗 有个大公鸡在跳钢管舞 你没看错 我也看到了 这节目真神了 连只鸡都会跳钢管舞 我相信 这肯定不是普通直播间 秦真也不可能是一个普通人 那只鸡旁边 还有一大一小两个黑影 可是车里根本没人啊 啊 草 真的有两个鬼影 灵异直播间没跑了 官方休想唬我 摄像头拍到大公鸡跳舞之后 节目瞬间又火爆全网 秦真的宠物鸡会跳钢管舞 巅峰挑战 新一期阴间模式 幽灵飞车真帅 秦真出个教程吧 秦真大师身份实锤 诸如此类的话题 频繁出现在各大平台的热搜 最近的热度实在太高了 节目组不得不出面回复一下 回复就四个字 相信科学 相信个鬼压草 正常情况下 没轮子的车能开吗 你家的鸡也能跳钢管舞 这根本不科学 对于节目组的忽悠行为 网友们感到非常暴躁 还有不少人为了看一只鸡跳钢管舞 然后被种草了这个节目 秦真还不知道 节目的热度越来越高 他们这会儿已经走进了村子 刚进去没多久 就看到一条路挂着白筹 路边都摆满了花圈 身后有开车的声音传来 黑色的商务车在路边停下 里头下来一个穿西装的男人 和两个穿着戏服的人 他们又从后备箱搬出了一些道具 这年头唱鬼戏的人少了 好不容易才找到你们 劳烦你们来一趟 西装男对两个穿戏服的人说 本来我们是不想接的 没找到鸭场的人物 既然你说你找了一位大师 可以给我们鸭场 倒是能唱一场 是是是 必须得有人鸭场 还挺尊敬的样子 他找的这两个人唱的是 宋仙桥的鬼戏 专门给死者亡魂唱的 仙桥代表着人间和极乐世界的通道 据说这么唱一回 可以让死者前往极乐世界 功德圆满 不必去地狱受苦 不过 唱给死者听的戏 其他鬼也能听到 自然会引来一些鬼看热闹 所以 民间班子唱鬼戏的时候 都要请厉害的人鸭场 鸭场的人需要命格硬 阴气重 要么就得有大本事 那位大师在哪里 大师已经在我家里休息 好 三个人搬着东西 朝那条摆满花圈的路走去 于兰妹激动地对秦征说 秦大师 那个男的就是崔家大儿子 他来过我们村 所以我们认出他 他指了指西装男的背影 我关他面相 确实做了不少阴损的事情 秦征眯了眯眼眸 冷笑一声你女儿的事 估计就是他们在搞鬼 他们跟着那三个人 来到了崔家白酒席大戏台的地方 今天是出舱吃席的时间 所以现场有不少外人 那个穿到袍的家伙 估计是崔家请来的大师 江窑环顾四周 眼尖地看到了一个 穿着怪异的男人 走 我们去找他聊聊 秦征率先朝那个道士走去 他拦住他问道 你是崔家请来的大师 能不能帮我算个卦 你是什么人 道士盯着秦征看了会儿 神色戒备 我是崔老头的远方亲切 他儿子说你有真本事 介绍我来找你 只要你能解决我的麻烦 钱不是问题 你先说说 你有什么麻烦 道士见秦征长相名艳 气质清冷独特 身边的男人更是长得俊美异常 这样的人不可能是山里村民 道士有些相信他的话 这是我的私事 我们去外面戏聊 秦征示意道士和他一起离开 好 道士沉思片刻 这才跟着他来到了场地旁边的一条偏僻死路 秦征看着他的目光瞬间变得冰冷 接着一拳打在他脸上 王家家被抽魂的事情 是不是你做的 你 你是什么人 敢打我 我是你爹 宰种 秦征就是向征信的问了一下 他看到道士的面相 就知道是他做的 道士试图反抗 但是根本没什么用 他本想找机会逃跑 却被堵在外面的江瑶一脚踹了回来 你给我住手 道士满连血的抱住脑袋 第一次遇到这么粗暴的同行 你再打我 信不信我让王家家魂飞魄散 第六十四章 过仙桥 仙桥断 你试试 秦征松了松手腕 你要是敢让王家家魂飞魄散 我就可以让你魂飞魄散 你这种没有道德的天师 我就当是为民除害了 看到秦征的动作 道士的身体色缩了一下 我 王家家的魂魄在哪里 没在我身上 道士犹豫着说道 目光都不敢看秦征 在哪 他没说话 抱着脑袋蹲在地上 听不见 是不是想让我把你的耳朵割了 我说我说 道士抬起头 慢慢地站起来 不是我想做害人的事情 我也是没办法 崔家人说 他们老妈死得早 想给亲爹找个新的伴 崔老头那不要脸的 想要个年轻漂亮的小姑娘 我家里都穷得揭不开锅了 没办法才会接下这单生意 你们拿活生生的小姑娘和老头子结阴婚 秦征扬了扬手 感觉自己还是打轻了 道士也是早有准备 秦征扬手的那一瞬间 他突然扬出一片黄色的粉末 将那些粉末朝姜瑶的脸上 甩去见姜瑶躲开 倒是飞快地朝出口跑出去 卧槽 真不是人啊 不仅骇人 还糟蹋年轻女孩 听说过结阴婚 但都是找刚死的女性 没想到 还有找活人结阴婚的 崔家人和这个道士 也太损了 就是 秦征快教训他们 观众们听到刚才的对话 也都是愤懵不已 而秦征从小路跑出来 就发现那个臭道士 已经跑没眼了 大师 他跑了 我女儿可怎么办 于兰妹担忧地问道 他不会跑 秦征冷笑一声 刚才崔家大儿子说了 晚上得让他来压场 就算他跑了 我也有办法找到他 走 我们先进去吃鞋 到时候 把那崔老头的骨灰扬了 把他的骨灰拿去喂猪 让他下辈子投畜生道 老不要脸的 赞同楼上 崔家人可太恶心了 还有他的几个儿子 也不是什么好人 对对 这种人都能赚到钱 真是好无语 有钱了不起啊 有钱就可以随便害别人 要是能让他们 倒霉就好了 你没事吧 秦征看到江瑶的脸上 沾了一些黄色的粉末 帮他擦了擦 没事 这好像是熊黄粉 江瑶沾了一些脸上的粉末 闻了闻 他还以为是有毒的粉末 才会避开 没想到那个道士 只是故弄玄虚 道士跑进了举办酒席的地方 找到了操办白事的崔璃 也就是崔老头的大儿子 崔先生 我突然有急事 晚上不能压场了 你找别人吧 他快速地收拾自己的东西 一副急着赶路的样子 崔璃连忙拉住他 刘道长 我们都说好了 你怎么能临时变卦 今天晚上就要给我爸唱 过仙桥 另外找人压场 也来不及了呀 要是没人压场 戏班子是不会开枪的 不行 我真有急事 刘道士面露难色 用力把崔璃的手拿开 你的命格挺不错的 我觉得你就能压住场子 这样吧 我给你留几张符络 那些孤魂野鬼 必定怕你 崔璃不悦地说 你非要走的话 那剩下的钱可不给了 这 倒是有点舍不得剩下的钱 可是他想到 那个凶神恶煞的女人 肯定还会来找麻烦 而他明显对付不了 他仔细思考一下 对崔璃说 今天这个日子有点特殊 晚上我不能轻易露面 到时候 我在暗处给你们压场 你觉得怎么样 只要你能压场就行 你也可以在后台 行 倒是想着 晚上躲在后台 要是有人过来找崔家人算账 他也可以及时逃跑 剩下的时间 倒是一直躲在崔老头的家里 他时不时往门外张望 发现没人再找他 倒是松了一口气 秦真和江瑶在场地转了几圈 还去崔老头的灵位面前看了一下 都没找到王家家的魂魄 和崔老头的魂魄 王家家的魂 到底被藏在了哪里 难道等到晚上唱鬼戏 这些魂魄才会出现 渐渐的 天黑了 吃完中午的酒席 晚上还可以吃一顿 秦真见大公鸡跳了一下午 就把他抱过来一起吃席 大师 我还是担心我女儿 于兰妹坐在秦真旁边 有点坐立不安 我能感应到她的魂魄 她没什么事 只是被困在了一个地方 晚点要唱鬼戏 那些牛鬼蛇神都会出来 一起收拾了 秦真转头看向不远处的戏台 指着那边对于兰妹说 你看那个戏台 上面的布纸贴了红色的喜字 过仙桥 是不需要贴喜字 只有结婚需要 说明崔老头想拉着你女儿 一起过仙桥 让他在今晚和他里程结阴婚 我们不需要去找他们的活儿 晚上他们自会出现 于兰妹听的怒气之飙声 恨不得掀了饭桌 这个死老头 冷静冷静 浪费可耻 秦真连忙阻止他 以防他真把饭桌掀了 崔家的酒席还是很不错的 有不少山珍海味 秦真干饭的时候很专注 眼里只有吃的 所以也没法顾及大公鸡 他就把大公鸡塞给江瑶 帮我喂一下 江瑶 算了 随便喂一下吧 泡椒鸡爪不错 红烧鸡翅看着也不错 大公鸡 他不想吃鸡爪阿卫 也不想吃鸡翅 能不能让他远离这个可怕的男营 等到吃完晚饭 天色全黑了 戏台那边 响起了一阵阵弦乐声 穿着戏服的两人登上舞台 开始咿咿呀呀的唱起来 有些吃戏的村民 听到唱戏声 连忙离开了崔家 这是鬼戏 活人可不心听 我欲登极乐事件 扶去那凡尘俗子的七情六欲 成仙成胜 娇妻美眷随我一道 娇妻在何处哀哀呀 随着台上的老生 唱道 轻衣扮向的女人 从后台走上来 手里捧着一个纸扎的人 还有一卷红色的绸缎 他将绸缎甩到了老生的手上 娇妻在此 老生的手中捧着崔老头的骨灰盒 他牵着轻衣甩过来的红绸 两人朝着台上摆着的仙桥 道具走过去 你同我一起过仙桥 登极乐 日后快活四神仙啊 崔家的几个儿子 坐在戏台的最前面 看着这一幕戏 他们后面的座位上 陆陆续续的 也坐满了人 看着两名戏子走上仙桥 崔丽的神色渐渐满意 算是完成老爸的遗愿了 让他在天上 也能过得舒心 结果刚说完这话 就听到了咔嚓一声 戏台上的仙桥 断了 哎呀 仙桥怎么断了 仙桥断了 可是要下十八层地狱的 这是大凶大灾啊 嘖嘖嘖 惨 真惨啊 崔家人的后面 传来了一阵吵吵嚷嚷嚷的议论声 像是有十几个人聚众讨论 可是他们回头一看 却只看到了三个人 第六十五章 秦征带鬼打群架 这三个人正是秦征 江瑶和于兰妹 秦征起身对于兰妹说 你女儿的魂魄 就在那个轻衣手里的纸扎人上面 快去把纸扎人抢过来 要是过了仙桥 你女儿就彻底没救了 还我女儿 于兰妹连忙站起来 一溜烟朝台上冲过去 你干什么 给我拦住她 崔家人反应过来 想要阻止于兰妹上台 秦征看向台下 坐着看戏的鬼魂 对他们说道 这家人的老爹死了 找了个道士 抽取活人小姑娘的魂魄 想要给老头子配个娇妻 那女孩才二十几岁 年纪轻轻 上头还有父母要孝敬 就被他们这么害死了 死了还得被老头子糟蹋 你们说 这有天理吗 岂有此理 世间还有这冤枉事 怪不得这人的仙桥断了 没天理没天理 这人应当下十八层地狱 秦征点了点头 我看众位都是有良心的好鬼 今天遇到不平之事 大家应该一起帮忙才对 女孩的魂魄 就被困在纸扎人里面 她妈妈要把她抢回来 他们还想对她妈妈下手 我们怎么能坐视不管 兄弟姐妹们 揍死她压的 说得对 那小姑娘可太可怜了 是啊 我都听哭了 我们得帮帮忙 实在是欺人太甚 我一个鬼都看不过去 揍死她压的 听完秦征的话 台下看戏的鬼魂们都跑到了台上 崔丽本看到于兰妹抢走纸扎人 联合几个兄弟想把她拦下来 结果他们的脚上 纷纷被什么东西给绊倒了 低头一看 竟是一大片黑色的长头发 还有一个血淋淋的人头 滚在了他们的脚步 那个人头上的脸 表情愤怒 朝着崔丽吐了一口口水 人头又骂道 死人渣 吃我一锤 她从原地弹了起来 如一个炮弹一样 撞在了崔丽的身上 还有一个女鬼 手里拎着个狼牙棒 我生前就是被渣男害死 你们这群大男人 欺负小姑娘是不是 老娘揍死你们 啊 鬼啊 鬼打人了 崔家兄弟吓得失魂落魄 慌不择路地想要逃跑 他们哪里跑得过鬼 即便是能跑出去 也被鬼魂们用鬼术给拖回来继续揍 老头子 就是你想取娇妻 崔老头的骨灰盒 被一脚踹翻在地 他的魂魄从骨灰盒里面飘了出来 瑟瑟发抖地看着周围凶神恶煞的鬼魂们 我 我没有 他还想否认 有个女鬼变出一把镊子 把他的牙全拔了 你再说谎试试 老娘把你的舌头也拔了 真他妈是个畜生 活该下地狱 现在就让他下地狱 我们的地狱的刑罚都给他来一遍 好主意 老子很久没揍鬼了 这回过个瘾 没多久 戏台上传来崔老头的一阵阵凄厉惨叫声 他的儿子们也被中鬼打得不省人事 而且身上沾了不少鬼的阴气 根本去除不掉 剩下半辈子会一直倒霉 直播弹幕 那什么 我好像看到几个黑影在打人 我也看到了 地上有颗人头 那个人头还会说话 所以秦真刚才不是对着空气说话 他是在叫缩鬼打群架 这哪是叫缩啊 这分明是踢天行道 就是就是 崔一家人都活该 秦真好强啊 居然能让鬼魂听他的话 我承认是我之前肤浅了 秦真根本不是什么大佬 而是巨佬 以后有人欺负江谣 他是不是能让鬼魂帮忙打架 好酷 针解缺挂剑吗 看看我啊 PWQ 秦大师 我拿到纸扎人了 于兰妹小心地抱着纸扎人 来到了秦真身边 秦真接过纸扎人 法术覆盖在上面 直接解开了封印 我出来了 王家家的魂魄飘了出来 妈 他看到于兰妹 激动地扑了过去 妈呜呜吓 吓死我了 可惜扑了个空 他的魂魄之力很弱 碰不到活人 没事啊 妈在这里 于兰妹安抚地看了他一眼 又看向秦真 大师 我们是不是得快点带家家回去 不急 还要收拾一个人 秦真的视线落在不远处的墙角上 倒是背着包袱准备逃跑 他在后台听到打斗的动静 看到一群鬼在打人 还看到了秦真几人 他就知道 这件事和秦真他们有关 倒是抓紧手里的黄布包 跳下墙头 结果跳下来 就看到不远处有个鲜兽的人影站在那里 你 你怎么 他震惊无比地看着秦真 没想到他能这么快过来 倒是转头就想跑 秦真眨眼到他面前 一把抓住他的双手 学了一些鸡毛蒜皮的本事 就想借着这本事谋暴力 秦真冷笑一声 硬生生地折断了他的双手 然后一掌打向他的丹田 这辈子就躺在床上当废人吧 他站直身体 居高临下地望着痛苦惨叫的倒是 秋水般清冷的眼眸中 无波无澜 莫名带着一股上位者的屁拟 倒是抬头看了他一眼 脸上布满了恐惧 这女人到底是什么来头 怎么这么强 秦真转身朝过来的路走去 正好看到江瑶出来找他 抓到那个倒是没 他问他 已经处理掉了秦真把他拉回来 没让他去查看 哎呀 你别看 我的处理方式有一点点粗暴 一点点粗暴 江瑶挑了下眉梢 玩味地看着他 是啊 就一点点 和他以前的作风比起来 那是相当温柔 他点头 嗯 就一点点 秦真朝鱼兰妹母女招了招手 走吧 我们该回去了 他们刚过来 旁边突然传来一道男声 哇 好热闹 秦真转头一看 看到了一个穿着黑长袍 拿着锁链的鹰钗 鹰钗朝戏台那边张望着 看鬼打人 看得津津有味 秦真的嘴角抽了一下 你是鹰钗啊 我看着不像吗 鹰钗甩了甩手里的链子 还故意朝王家家摆了个鬼脸 哎呦 活人的魂可别乱跑 免得被一些坏东西吃了 王家家朝自己母亲身后躲了躲 秦真质问道 本君先前召唤的 而等怎么不现身 鹰钗搬了个小板凳 坐着继续看戏 还掏出一把瓜子 你召唤我 我就得来啊 我不要面子的 你算个傻 第六十六章 鬼罗刹 你猜猜我是谁 秦真身上的神石威压 瞬间落在他身上 吓得他从板凳上滚了下来 你你你 你怎么在凡间 他趴在地上 不敢置信地看着秦真 这女人身上的气息 只有仙庭的神明才会有 回答我刚才的问题 鹰钗恭敬地回到 属下没感应到您的召唤 不过这山里出了一些问题 我们正在想办法解决 什么问题 还要从冥界的变故说起 封都大帝失踪之后 各殿阎王争斗不休 导致地狱出现一处崩塌 不少受罚的凶煞跑出地狱 来到人间作乱 这里就藏了一只鬼罗刹 还吃掉了管辖这一片的鹰钗 鹰钗朝情争善善善的笑道 我不是管这一片的 也没能力对付那个鬼罗刹 今晚就是路过一下 不过我已经上报了 只是冥界出了乱子 黑白无常两位正急着找寻大帝 劝导各位阎王不再纷争 暂时没空管这事 鬼怪也分等级 从低到高 分别是普通鬼 恶鬼 厉鬼 鬼罗刹 鬼匠和鬼王 普通鹰钗 就是冥界最基层的公务员 最多只能对付厉鬼 鹰钗们的老大 是黑白无常 他们俩倒是鬼仙的水平 所以 鬼罗刹以上级别的鬼怪 基本都是由黑白无常亲自逮捕 镇压在15层到18层地狱之中 这些层级的地狱 平日里有个殿阎王镇守 丰都大帝失踪之后 十殿阎王有人想要尚未掌控明界 挑起纷争 带着小弟打裙架 这就导致他们无心看管地狱 所以 地狱出现崩塌 那些压在最下头的凶煞 都趁机跑了出来 哎 现在地府不好混啊 鹰钗叹了口气 要是一个不小心 还得被管辖区的鬼怪给吃了 你说气不气死鬼 那些个大佬打裙架 遭殃的 都是我们这些小虾民 他看了眼秦征身边的几个人 可以看出 他们都是普通人 只是视线 落在江瑶的身上 他的神色顿了顿 君上 您这位朋友 鹰钗也注意到了江瑶身上的死气 这等厉害的死气 他只在那种炼化出 实体肉身的鬼王身上见过 可奇怪的是 这个男人的身上 有命灯有活气 说明他不是死人鬼物 那他是个什么东东啊 他是我朋友 你盯着他干什么 看到鹰钗一直看着江瑶 情争有点不悦 他知道 鹰钗能看出江瑶的死气异常 担心这鹰钗也惦记江瑶 没 属下只是觉得 君上的朋友长得真好看 他哪敢惦记江瑶啊 鬼王级别的凶煞 一般都是一口吃二十个鹰钗的好吗 他跑都来不及 秦真回想 刚才鹰钗说的话 脸色有点凝重 依照你的意思 不止这个鬼罗叉跑出来 还有不少鬼将和鬼王也跑出来了 是啊 八大鬼王跑出六个 有一个出来 就在中南地区兴风作浪 导致凡间死了好几万的人 最后是黑白无常请了秦广王 才将他打得魂飞魄散 剩下的几个 见他没有好下场 纷纷躲了起来 但明界也在寻找他们 只是明界现在一团乱 不知道大佬们什么时候能找到他们 中南地区 死了好几万人 江瑶文言 想到两年前的中南地震 地震后发生大旱 接着又是一波瘟疫席卷阵区 短短半个月死亡数万人 本以为是天灾 却没想到是鬼祸 明界出现这么大的乱子 先听没人出面吗 秦真咒眉询问 鬼王出逃这是可不小 镇压在十八层地狱的鬼王 每一个都能在人间掀起腥风血雨 明界出现这等乱子 仙界必定会问责 我不知道 阴差无奈地道 我这种级别 也接触不到那样的神仙啊 这个地方的鬼罗叉 是不是在外称自己为和神仙君 秦真不止一次听到过这个称呼 山中的鬼怪们 似乎都受过他的扶持 和神仙君怂恿他人 做伤天害理的事情 绝对不可能是天上神明 估计就是阴差口中 那个地狱跑出来的鬼罗叉 兵果 阴差打了个响指 就是那个糟心玩意儿 他还让人在山上建了一座庙宇 让山里的村民和鬼怪 给他供奉香火血迹 你把这几个魂魄带去投胎 我改日去会会他 秦真将手头的几个魂魄 交给阴差 好嘞 您放心就是 等一下 秦真又叫他 先带他们母子去投胎 司机大哥和平平晚一点 还得让司机大哥开车 送我们回去 行 明日您召唤我 我必定随叫随到 阴差带着水鬼母子走了 秦真看向于兰妹 我们回去吧 把你女儿的魂魄装回去 好 他们带着王家家的魂魄 来到村口停车的地方 节目的摄像头跟着秦真等人 拍到了大巴车的全景 幽灵飞车 又可以坐飞车了 我是热搜过来的 幽灵飞车就是这辆大巴吗 好破烂的大巴车呀 真能开起来 楼上专心看 等一下可是会颠覆你的认知 我也是热搜来的 我还想看宠物机跳钢管舞 秦真能不能安排一下 钢管舞 孩子也想看 幽灵飞车好酷炫哦 里面还有萤火虫 不是萤火虫 哪有这么大的萤火虫 看着有点像鬼火 还真有好多鬼火在大巴车里面 车后面的阴影里 好像还有个东西在动 大晚上好吓人 观众们发现了不对劲 秦真也察觉到了 他突然停下脚步 伸手拦住其他人 你们站在这里别动 脚步声停下 夜晚的村口一片寂静 滴答 滴答 有什么液体滴落在地上的声音传来 很轻很轻 微不可闻 秦真的鼻尖还敏锐地闻到了一阵腐烂的湿臭 他手中捏着一张驱鞋符 慢慢地朝大巴车走去 大巴车后排的鬼火像是有感应一样 一点点地飘到了前方 他来到车门口 那些鬼火也飘到了车门附近 清寒皎洁的月光落下 光线渐渐清晰 高大的黑影从车里扑出来 一条长满腐肉 腐肉上还长了大片绿毛势毒的手臂 直接掏向秦真的心脏位置 第67章 绿王八 我家鸡都比你勇 刺鼻腐烂的尸臭扑鼻而来 秦真快速往后一退 避开了对方的攻击 随着秦真的躲避 对方也从大巴车跳了下来 月光照耀下 可以看清那是一具高度腐烂的尸体 身上的腐肉还长出了绿色的毛发 绿毛僵尸 秦真心中一惊 没想到这山中还藏着这种东西 秦真 没事吧 江瑶上前来到他身边 刚才看到绿毛僵尸突然攻击秦真 让他的心都提了起来 没事 话语刚落 不远处响起了于兰妹的尖叫声 啊 别过来 直接那个绿毛僵尸随便跳了两下 直接蹦到了于兰妹的身边 他吓得慌了神 哆哆嗦嗦地跌坐在地上 砰的一声 秦真跑过去 飞起一脚将绿毛僵尸踹出三米远 妈呀 秦真这一脚也太帅了 那个东西是什么 丧尸吗 野外求生变成生化危机了 不是丧尸 那是绿毛僵尸出了名的铜皮铁骨 修为越高 身体越结实 行动敏捷 越污上树 纵跳如飞 不畏惧反火 甚至还不畏惧阳光 楼上怎么知道这么清楚 你也遇到过僵尸 热搜说这个综艺有很多灵异事件 我就来看看 没想到刚打开 就看到了绿毛僵尸 这可是传说中的大boss 完了完了 这个绿毛僵尸这么强 秦真他们不是完蛋了 这里为什么有绿毛僵尸 僵尸这种东西很难自然形成 一般都是心术不正的人练化而成 能练出绿毛僵尸的背后之人才更强 他又爬起来了 秦真小心啊呀 只见绿毛僵尸重新站起来 虎视眈眈地盯着他们 秦真拉着其他人往后退 拿着我的平安符 你们先去大巴车上 司机大哥先开车带他们回去 大师 那你怎么办 于兰妹担忧地看着他 他往其他人的手里塞了几张符录 又说道 这是绿毛僵尸 身上还携带了尸毒 普通人沾之即死 你们在这里会影响我发挥 赶紧走 好 好的 于兰妹看到绿毛僵尸又冲了过来 吓得脸色发白 秦真反应及时 再度飞起一脚 把他踹了出去 绿毛僵尸飞出去 就在地上砸出一个大坑 可以看出秦真的力道极大 要是放在寻常 这一脚能踹死一头大野猪 而绿毛僵尸的肉身 如铜墙铁壁 根本无法对他造成伤害 司机大哥 麻烦开快点 带他们离开 好 秦真又看向江瑶 你也一起离开 江瑶皱了下眉心 不太想离开 可是他看着那个绿毛僵尸 又担心自己在这里影响到秦真 绿毛僵尸显然知道 其他几个人更好对付 好几次朝他们扑过来 阻止他们上大巴 可惜每次都会被秦真踹出去 绿毛疤 你打不过我 欺负弱小算什么 绿毛僵尸抬头看向他 全黑的眼珠幽冷诡异 秦真轻松爬上一棵大树 站在上面俯视他 极其嚣张地说 绿毛疤 你过来啊 这么怂你当什么僵尸 我家的鸡都比你有 他用一只脚趾头 就能摁死你 咕咕咕咕嘎 你吹牛逼 别带上我牙草 大公鸡在下面挥舞翅膀 下一秒黑影冲过来 一拳将他身边的大树打断 咕咕咕咕 嘎嘎 幸好他会飞 吓死宝宝了 看到大公鸡飞在半空中 隐约的 僵尸的眼里 似乎浮现了一丝愤怒 一只鸡也敢侮辱他 只见他原地一跳 竟是跳了的三米高 又一拳打向大公鸡 嘎嘎嘎嘎嘎 大公鸡被打飞了 幸好秦真接住了他 好惊险 但是秦真为什么这么好笑 哈哈哈哈 绿毛僵尸秦真 你礼貌吗 战斗机吓出鸭叫 哈哈哈哈 原来僵尸也会生气 哈哈哈哈 哥 不愧是秦真 绿毛僵尸站在原地 突然一动不动 寂静的山剑中 渐渐地传来一阵阵笛声 随着笛声越来越急促 绿毛僵尸的全黑眼珠 带上了星红的光芒 这是御师曲 果然有人在背后操控绿毛僵尸 秦真小心点啊 感觉绿王八要发威了 到底是谁在控制绿毛僵尸 这年头还真有人练尸啊 听到怪异的笛声 观众们不由胆战心惊 眼眸心红的绿毛僵尸 又是原地一蹦 僵尸蹦跳到了摄像机的旁边 一大张腐烂长毛的脸庞 霸占了整个屏幕 吓得观众们疯狂尖叫 卧槽卧槽 确定这是绿毛僵尸 不是飞僵 怎么能跳这么高啊 比电影里的僵尸还恐怖啊 哈哈 妈妈我好害怕 节目的恐怖效果瞬间拉满 绿毛僵尸的跳跃高度增长了一倍 直接跳到了秦征站着的树梢旁边 力照一把抓住了秦征的脚腕 把他往下面拖 秦征从口袋里 拿出可伸缩的桃木剑 狠狠一剑刺入绿毛僵尸的眼睛 吼 绿毛僵尸发出一声惨叫 松开秦征掉落在地 他的身体如铜墙铁壁 最好的利刃都不一定能切开 唯一的弱点就是眼睛 万神朝礼 一使雷霆鬼妖丧胆 精怪亡形 内有霹雳 雷神隐名 洞会交撤 五无腾腾 光速线 附护真人 急如律令 秦征安全落地 快速地甩出八张雷神符 八张符路呈现包围之势 朝绿毛僵尸飞去 然后在四周形成一圈阵法 轰隆 轰隆 阵法之中 雷电闪现 雷电劈在绿毛僵尸的身上 瞬间引起一大片火光 火焰越来越亮 还蔓延到了附近的枯枝树木上 黑夜被照得透亮 吼吼 绿毛僵尸不断地发出痛苦的吼叫 最后直挺挺地倒在地上 秦征拍了拍手 拎着战斗机准备回去 哎 那个路怎么走来着 他脚步微顿 挠了挠后脑勺 鬼司机开车太快 来的时候 他都没看清路线 嘎 嘎 战斗机突然炸毛 发出两声惊恐的叫声 你不是鸡吗 啥时候学的鸭叫 咕嘎嘎 小心啊 不远处的火堆 飞出一道黑影 眨眼将秦征扑倒在地 焦黑的利爪 猛地刺进秦征的肩膀 将它定在地面上 第六十八章 让僵尸上流水线打工 我去 没死 秦征没想到八张雷神符 都没弄死绿毛僵尸 只是把它烧成了焦炭 呵呵呵呵 吼 浑身焦黑的僵尸 朝他露出了雪白的牙齿 两颗虎牙又长又尖 对准了他的颈薄 砰的一声 秦征正准备出手 身上的僵尸 却突然被什么东西打飞了 他愣了一下 直到江瑶走过来拉起他 你怎么没走 没见过僵尸 拎着一个铁棍 不远处的地面上 还放着一个铁筒 他把铁棍递给秦征 走回去继续拖大铁筒 僵尸吃了江瑶一闷棍 显然很是气氛 爬起来就朝他扑过来 秦征直接给了他一棍子 他的力气比江瑶大 直接把僵尸的脑袋打歪了 可即便脑袋歪了 全身被烧焦 他还是能继续发起攻击 秦征又一棍子把僵尸打飞 心想还是得有衬手的武器 这个铁棍真好用 看到江瑶费力地 拖着半人高的大铁筒过来 秦征好奇地问他 这是什么 汽油 他的动作顿了顿 电影里不是说僵尸怕火吗 你刚才找汽油去了 嗯 可是毛僵不怕火 秦征又一棍子把僵尸打飞 朝江瑶吐槽道 他好坚持不懈啊 人类有这个毅力 估计都能飞上外太空了 他麻溜的挥舞铁棍 像是在打棒球 嗯 绿毛僵尸就是那个球 江瑶看了一会儿 突然想到 要是有很多这样的僵尸 放上流水线 那不是可以没日没夜的工作 还不用管饭 秦征震惊地看向他 有道理熬 僵尸还不会受伤 不会累 江瑶盯着焦炭式的僵尸 眼里多了些兴趣 这样就说明 可以不用报工伤保险 也不存在过劳死的问题 秦征激动地一拍大腿 你开个工厂 我抓僵尸给你打工 到时候 利润五五分成 我们的日子 岂不是美滋滋 绿毛僵尸 遇上你们两个人 我真是酸Q 江瑶不愧是资本家接班人 每天一个致富小妙招 资本家听了沉默 打工人听了流泪 HHHH 越想越觉得 江瑶说的有道理 你们是不知道 人工成本有多么贵 僵尸简直是新时代 最合适的劳动力 你们能不能对僵尸 尊重一点阿伟 那可是僵尸 江瑶认真思考了一下 分成我三你七吧 抓僵尸比较危险 嘿嘿 秦征看向爬起来的绿毛僵尸 眼神逐渐兴 悠扬的笛声再度传来 本来准备扑向秦征的僵尸 突然停下了动作 他转了个身 看样子是准备逃跑 不能让他跑了 秦征神色一狠 跑过去一把抓住了僵尸的后颈 把他拖到铁桶边 他示意将摇 打开铁桶的盖子 工厂还没开 看来你是没机会打工了 下辈子再做个僵尸 有机会我抓你来打工 僵尸 吼吼 他试图咬秦征 但是脖子怎么都扭不过来 僵尸 死了就是灰飞烟灭 要不然我是这个僵尸 我估计得绝望死 这个僵尸的动作 多少有点气急败坏 灵异节目突然变成了搞笑节目 秦征也太好笑了 铁桶打开之后 秦征就把僵尸塞进了汽油里面 等会儿 僵尸看到秦征准备用俘虏点火 出声阻止他 我想试试我的火 刚才打飞僵尸的时候 僵尸又感受到了那股力量 他将手悬浮在铁桶的上方 漆黑妖野的眼眸 浮现一缕缕紫色的光芒 僵尸猛地钻出脑袋看向他 剩下的一只眼睛里 浮现出一阵恐惧 僵尸把手按在了他的脑袋上 下一秒 将紫色的火焰顺着汽油飞快蔓延 整个铁桶都充斥了神秘的紫色火焰 僵尸连一声惨叫都没来得及发出来 身形渐渐变小 直到变成灰烬 我滴妈 僵尸也会法术 面不改色杀僵尸的样子 莫名好帅 这个紫色的火是什么 看上去好漂亮 是很漂亮 也很危险 楼上说说怎么回事 你是不是知道 那是幽名火 地狱之火 可以焚烧一切 不过幽名火一般是深蓝色 紫色的幽名火 是极其罕见的 只有古籍中有记载 僵尸怎么会有幽名火 他不就是个小明星吗 你们说的这么玄乎 我觉得就是节目组 故意用特效作秀 你才是小明星 僵尸好歹是个顶流影帝好不好 我不觉得是特效作的 幽名飞车的那个场景 特效根本做不出来 这些东西可以用特效 那只鸡怎么解释 那只鸡就是个家养大公鸡 可是它居然会跳钢管舞 还能飞起来 将摇着一手 引得节目观众争论不休 节目中出现的这些事情 实在是太超乎常理了 幽名火逐渐消失 铁桶里面的汽油也被烧完 秦征往里面张望了一下 突然看到一个白色的小东西 这是什么 秦征伸手把这个东西捞了出来 发现是半个手掌大的玉片 不过不是普通的玉 而是一种很罕见的玲玉 怪不得我的雷火烧不死它 原来是这个淋浴的作用 秦征把玩着玉片 面露思索之色 僵尸的形成条件很苛刻 不仅需要激气浓郁的月华阴气 还需要血气滋养 失变后修炼上百年或上千年 若是有阵法加持 倒是可以缩减修炼时间 飞将以下级别的僵尸 基本都不会形成自主意识 所以不可能会阵法 除非是有人提供阵法帮助炼化 这只绿毛僵尸 已经快要晋级成飞将 起码有五百年的年份 秦征想到了不断出现的笛声 他朝四周看了看 可惜 笛声出现的次数有限 没法判断从哪传来的 但可以肯定的是 这只绿毛僵尸是人为炼化 并不是自然形成秦姑娘 秦征刚和江瑶 科普了一下僵尸的行程 他们就看到大巴车开回来了 你们没事吧 我把他们送到了 回来接你们 鬼司机把大巴车停在他们旁边 那只僵尸呢 死了 那就好 你们快上车吧 好 秦征拉着江瑶上车 继续研究那块灵域 这个灵域上面的灵力有限 全部提取出来 也不够秦征修炼的 如果让普通人带着 倒是有滋养身体 护身驱邪的作用 到地方了 鬼司机的声音传来 他们回到了村子 秦征把鬼司机收回养魂符 来到于兰妹的家 王家家的魂魄已经归位 人也醒了过来 只是身体还比较虚弱 这是离魂太久导致的结果 秦征弄了一碗浮水给他 喝下就好多了 今晚住在于兰妹的家里 分房间的时候 队友们都默认 秦征和江瑶一个房间 江瑶的视线 落在秦征的身上 这才发现 他的衣服上有大片血迹 肩胛骨的位置 有几个血淋淋的洞 第69章 江瑶的耳朵红了 你受伤了 江瑶从包里拿了药和纱布 神色有些凝重 我帮你包扎一下 情急之下 他的指尖碰到了 秦征衣领处的肌肤 江瑶的动作瞬间顿住 不用了 秦征拉住她 我没这么多讲究 啊 江瑶的耳朵红了 好好嗑 快给曾姐包扎伤口啊 江瑶你愣在那里干什么 为什么不让宋妙妙过来帮忙 感觉秦征在故意勾引江瑶 勾引怎么了 能被我们曾姐看上 那是江瑶的福气 他俩都睡一个房间了 包扎个伤口怎么了 就是喽 江瑶和秦征住一个房间 不就是承认了他们的关系 刚开始 观众们对于两人的关系 那叫一个义愤填膺 所有人都觉得 秦征这种黑料满满的小明星 配不上江瑶 但是现在 却有不少路人被秦征圈粉 江瑶的粉丝中 也有部分粉丝 认可了两人的CP身份 江瑶抬头看了一下 发现节目组的无人机摄像头 就停在门口 镜头就对着他们两个人拍 秦征坐在床上 把尖头的布料扯开 露出大片血白染血的肌肤 江瑶眼眸微沉 反手把房门给关上 别关上门啊 我想看江瑶给秦征上药 江瑶你有本事把门打开 这合理吗 这一点都不合理 报告 这里有人关门搞颜色 不给我们看 你帮我把后面的伤口处理一下 秦征转身背对着江瑶 僵尸的利爪扎穿了他的肩膀 所以后背也有伤口 江瑶看到那几个 可以看见骨头的血洞 也没心情想一些隐你的事情 神情严肃地 帮他处理后背的伤口 期间秦征没有发出任何声音 江瑶不由问他 不疼吗 这算什么 他的语气淡淡的 江瑶神色微顿 你经常受伤 嗯 秦征想了想 倒也不算经常受伤 只是早年仙界动乱的时候 他经常要上战场干仗 自然会老是受伤 他的战神名号 又不是闹着玩的 都是实打实的功勋 平日里修炼 和妖兽鬼怪干价 也是常识 受伤对他们这种仙来说 几乎是家常便饭 还行吧 他又是很平淡的语气 好了吗 好了 江瑶处理好之后 秦征就自己拿了纱布包扎 他包扎的手法也很熟练 很快就把伤口包扎好了 只是缠绕纱布的时候 需要抬起手臂 身上的衣服难免下滑 江瑶猝不及防 看见他的墨胸内衣 和纤细的腰肢 纤长墨黑的睫毛微微垂下 他及时转身背对着秦征 你先把衣服换了 我去洗澡 过了会儿 他从背包拎了几件 换洗的衣物 就去了浴室 观众们看到江瑶从房间出来 弹幕又是一阵八卦 见他衣着整齐 他们颇有些失望 等到江瑶洗漱完回来 秦征已经躺在床上睡觉了 他的脸色有点白 因为刚才用了不少灵力 去修复伤口 整个人也昏昏沉沉 很快就睡着了 江瑶见他已经睡在床上 就打算拿个枕头去地上睡 他还带了睡袋 可是刚把枕头拿过来 秦征一个转身 就压在他身上 整个人像八爪鱼一样缠住他 还往他怀里钻 因为江瑶身上的死气 可以给秦征提供能量 他体内的灵力已经耗尽 所以就下意识地往江瑶靠近 秦征 江瑶被他扑倒在床上 有点无奈地瞪着天花板 他推了推他 但是一点用都没有 秦征 你起来 他还是没反应 脑袋还在他怀里蹭了蹭 过了许久 江瑶只能任命地闭上眼睛 然后拉过被子 给秦征盖上 第二天早上 秦征很早就醒了 醒了发现自己整个人 趴在江瑶的身上 脑袋整在他的胸口 双手还按着他的手臂 像是强迫他要做点什么的动作 Sigma A 他静默片刻 抬头看向江瑶 他还在睡 但是眉心紧紧地皱着 秦征连忙爬起来 假装什么事都没发生 虽然他对昨晚的事情没印象 但也知道自己 为什么会抱着江瑶睡觉 肯定是他身上的死气太诱人了 秦姑娘 我给你们准备了早饭 看到秦征从房间出来 于兰妹热情地说道 他女儿王家家已经恢复正常 今天打算坐班车回城里工作好 吃早饭的时候 秦征询问于兰妹 你知道和珅仙君吗 知道啊 不过村里人不怎么去祭拜和珅仙君 我们都觉得有点邪乎 于兰妹想到几年前发生的那些事情 神色忌惮 以前我们都是祭拜山神的 后来看庙的人突然把牌匾换成了和珅庙 说是这个和珅比山神灵验 灵验是蛮灵验的 但也发生了很多不好的事情 有一次我朋友要办一件大事 他去庙里祭拜 希望和珅可以保佑他 可是和珅却差点害死他们全家 秦征停下吃东西的动作 宁神问道 和珅做了什么 想到那件往事 于兰妹的脸色有些白 也是因为这件事 她的朋友带着全家人搬离了这个地方 她深吸一口气 才缓缓说道 那个和珅给她托梦 说是传她一个功法 只要按照功法上面的方式 献祭她的亲生儿子 那件大事肯定办成 哪能这么干啊 那可是亲生儿子 我朋友回来之后 一直和我吐槽这件事 还说那个和珅就是个妖怪 结果当天晚上 我朋友突然中邪 差点把她全家人都杀了 要不是街坊邻居拦着 肯定要闹出人命 说到这里 于兰妹有点心有余悸 那天晚上她在场 画面那叫一个惊悚诡异 我朋友觉得不对劲 可能和那个和珅有关 连夜带着家人搬出村子 后来又发生了一些事情 证明我朋友的决定是对的 秦争 什么事情 第七十章 我在保护你呢 和珅还很记仇 如果有人在和珅庙附近说她坏话 那些人都会意外去世 那你朋友一家人呢 他们搬到了县城打工生活 都没发生意外 于兰妹叹了口气 我朋友存了一笔钱 本来打算在村里盖个三层楼 一家人能够住上新房子 离开也好啊 外面的世界发展好 你知道和珅庙在哪吗 知道 大师你要去 对 于兰妹有点犹豫 我 我不太敢去那片地方 我有地图 你在地图上帮我画个路线 秦争也没打算让于兰妹一起去 她是去收拾和珅的 到时候肯定会打起来 也没空保护她 秦争回房间去拿地图 江瑶也醒了 你醒了 今天早上 我准备去和珅庙一趟 哦 江瑶的眼皮搭拉着 有点没精神的样子 秦争压着她睡了一晚上 以至于她睡觉的时候 还做噩梦了 梦见自己变成了孙悟空 被佛祖压在一座大山下面 怎么反抗都出不来 你们在这里等我回来吧 秦争又对她说 江瑶这才恢复一些精神 问她 伤口好点没 好多了呀 一点都不疼 她还是那副随意的样子 让人不知道 她说的是真是假 那么深的伤口 怎么可能一晚上好起来 我和你一起去 唉 她还想说点什么 江瑶将手按在她的发顶揉了揉 就这么决定了 而且 我想试试幽冥火的威力 她收回手 弹在秦争的面前 只见江瑶的手心上 飘出了一簇紫色的小火苗 你现在可以随意召唤她了 嗯 听到秦争兴奋的声音 江瑶也满意的勾了下唇 两人和队友们说了一声 让他们留在这里 其他人难得在这里 过上太平日子 正好也不想跟着他们去冒险 那我们出发了 秦争朝萧陈宇挥了挥手 她和江瑶离开后 于兰妹拉着行李箱 准备送王嘉嘉去乘车 我送一下我女儿 早饭在桌上 你们自己拿呀 于兰妹和王嘉嘉离开 家里剩下队伍中的四个队友 他们正准备吃早饭 门口传来敲门上 大门根本没关 有个男人站在门口礼貌地敲了敲 你们好 萧陈宇等人看过去 是个穿着白衬衫的俊秀青年 他朝他们汉手微笑 举止优雅 门口还停着一辆 看起来比较贵的豪车 你们是明星吗 来山里录节目 他走过来 还递来一张名片 我是当地的企业家 在这里附近 开了一个度假山庄 昨天你们进村的时候 我就注意到你们了 青年感觉到他们的注视 腼腆地笑了笑 我想邀请你们 到我的山庄玩 免费游玩 我还可以提供吃住 你们帮我的山庄宣传一下就行 萧陈宇看了眼名片 得知他叫陆绍聪 你怎么知道 我们是明星 萧陈宇问道 我在电视上见过他 陆绍聪指了指柳下 然后有点不好意思的 挠了挠后挠勺 其实我是他的粉丝 所以他进村子的时候 我一眼就认出来了 你是我的粉丝 柳下惊讶地看着他 脸上不自觉地浮现几分得意 没想到这深山里面 还有我的粉丝呀 是的 陆绍聪微笑点头 很有礼貌的样子 不过我不常在山里 家里的产业都在外面 前几年 我们发现这里环境好 可以开发一个度假旅游的地方 所以才会在这里建山庄 原来是这样 柳下一把挤开消沉雨 对陆绍聪充满了兴趣 你的那个山庄在哪 多大呀 我们下山的时候怎么没看到 大约有四五千平方米 不算很大 但附近的景色很美 对于这个数字 柳下也没什么概念 他看了下陆绍聪的名片 上面写着 XXX集团副总 忍不住问道 你家是家族企业 资产多少呀 是家族企业 资产就几十亿吧 几十亿也很多了 柳下望向陆绍聪 发现他一直盯着自己 陆绍聪长得俊朗 看向他的视线 还有几分寒情默默的感觉 莫名让他有点不好意思 那个山庄远吗 不远 我可以开车带你们过去 这样啊 他喃喃道 反正我们没什么事 去玩玩也可以 萧承宇看到他这副样子 直接翻了个大白眼 柳下打的什么算盘 远在国外的人都能听到了 不就是想掉个金龟絮吗 萧承宇看向陆绍聪 视线带着几分审视 他觉得 这家伙不像个好东西 队长让我们在这里等 你最好别乱跑 要是出了什么事 可没人救你 萧承宇有些警告的对柳下说 他摸了摸胸口 胸口挂着的平安符 微微发烫 这个陆绍聪肯定有问题 我需要他救 柳下冷吃一声 我们只是去山庄看看风景 能有什么事情 而且人家好心邀请 又是免费请我们玩 我们不去也太不适去了 你要找死 你自己去 萧承宇扔下这么一句 转身就回了房间 你 柳下见陆绍聪有点尴尬 就对他说 你别介意啊 他就是个神经病 他不去没事 我和我朋友一起去 他看向长子川 子川 我们一起去吧 嗯 长子川本来就喜欢柳下 看到陆绍聪朝柳下献殷勤 他就不爽 柳下还想跟着他去玩 长子川自然不会让他们有机会独处 两个人坐上了陆绍聪的豪车 秦征和江瑶那边 也找到了和神庙所在 还没走到跟前 秦征就发现 和神庙笼罩着一股黑色的鬼气 附近的树林 也弥漫着淡淡的阴气 导致光线特别暗 江瑶感到有点不舒服 直接抵着唇咳了两声 这里阴气重 会让你体内的封印变弱 秦征拉住了他的手 将他体内疯狂溢出的死气 吸收到自己体内 免得多余的死气 伤害到江瑶的身体 感觉到他的动作 江瑶下意识要把手收回来 别动 我在保护你呢 他脸色严肃地说 江瑶抿了抿唇 怪异地看着他的后脑勺 过了片刻 他确实感觉 秦征牵住他的手之后 身体的不是消失了 江瑶诧异地挑了下眉梢 这才抬不跟上他 两人走进了和神庙 映入眼帘的是一尊硕大的神像 但是庙宇中充斥着阴森的鬼气 神像四周也笼罩着一股淡淡的雾气 让人看不清真容 而在神像的手心中 有一股幽绿色的光芒在跳动 突然间 森冷的绿光笼罩整个大殿 阴寒的气息扑面来 第七十一章 尼尸王八 哐当一声 两人身后的大门 竟然自动关闭了 不过大门关上的瞬间 节目组的无人机飞了进来 庙宇中的一排排烛火突然亮起 跳跃的火光却不明亮 无法照亮整个大殿 庙宇中的光线 昏暗又诡异 神像后方的墙面上 黑色的巨大影子 缓缓浮现 来者何人 有何事相求 低沉森冷的声音 从四面八方传来 无奈何神仙君 仙界清风 下凡力竭护佑百姓 而等大可说出愿望 无必然为耳实现 这环境好阴间啊 这是神庙吗 看着像是鬼庙 哪有神明看上去这么邪乎的 是不是恶鬼抢占了神庙 我听说一些没开过光的神像 要用不盖着 如果不盖着 容易被一些鬼怪抢占 感觉像是在看恐怖电影 秦征和江瑶不怕吗 他们俩确实不怎么怕 秦征抱着手 好整以侠地看着黑影 我想报复 何神呵呵笑道 这个简单 往来求愿之人 都想要用不尽的财富 只是你命里无财 需要用其他东西来交换 啪哒一声 有个东西掉落在暗桌前的地上 何神又说道 你按照功法中的内容 将一名至亲至爱献祭于吴 吴就可以保证你有用不尽的财富 实锤了 这绝对不是个好货 电影里面这么干的 一般都是找死的反派 这世上居然还有鬼装作神明 看这个节目 真是长见识 秦征捡起地上的功法 翻看一看 里面不仅有文字 还有图画 刚开始的文字 是让信徒先捏造一个泥塑神像 然后拿到何神庙来开光 以后日夜都要供奉在家中 水墨画成画面却极其残忍 要将一个人开膛破肚 取出脏器放在盘中 然后燃烛诵经用以献祭 鬼司机的老婆 就是按照这种方法 献祭了亲生儿子平平 秦征冷笑一声 可我家只有我一个人 没有任何至亲至爱 难道你是孤儿不成 何神反问道 显然是有些不相信 我就是孤儿 园主是被福利院的院长收养长大的 所以秦征接受的记忆里面 没有任何有关园主亲人的相关记忆 何神沉默了片刻 一道不怀好意的视线落在江瑶身上 至亲至爱之人未必是血清 也可以是你的爱人 没有爱人 神像手中的幽绿色光芒 跳动的速度快了些 以至于大殿内的光线一闪一闪 让人可以感觉到 何神的心情不杂好 何神的声音透着几分烦躁 既然什么都没有 那你将心头血滴在供奉的神龛上 待日无便会实现你的愿望 那要先做个泥塑神像 拿回家里供着是吧 不错 秦征看了一眼神像旁边的暗桌 暗桌下面放着两个铁盆 一个铁盆里面装着浮金灰烬 应该是信徒用来烧金纹的 另一个铁盆里面装了一些湿泥 可以用来捏神像江瑶 我们先来捏神像吧 他朝江瑶眨了眨眼 朝暗桌边走去 秦征摊开何神给的功法 放在地上做参考 按照这样捏就可以了 好 江瑶暂时不清楚他想干什么 所以就按照他说的去做 他刚捏了个小人 秦征又对他说 不是这样捏的 你捏的不对 他拿过江瑶捏的小人 一巴掌拍扁 然后用细细的泥土长条 按了四只腿和一个脑袋上去 又用小刀在背上刻出龟壳的形状 这样才对 秦征把泥王八递给江瑶 又给自己捏了一个 你一个王八 我一个王八 明天我们就发发法 秦征把泥王八摆在暗桌上 发现神像后面的黑影不见了 他就喊了一声 喂 我们捏好了 帮我们开光 你这黄毛小儿 怎么如此没礼貌 黑影再度浮现 大殿的温度猛的变得阴冷 无奈天上神君 你又是有事相求 竟敢用这等口气对吴说话 你跪下磕三个响头 本军方可帮你 紧接着 和神又看到了暗桌上的泥王八 和神怒道 你捏的什么东西 你看不懂 秦征大发慈悲地朝他解释 显而易见 这是个王八的形象 而且还是用士尼捏的 所以他们叫泥狮王八 观众们 和神 江瑶 Sigma A 你是王八 哈哈哈哈 又是被秦征笑死的一天 你是王八 X 你是王八 HH 我算是发现了 从近来开始 秦征就在逗他 哈哈哈哈 江瑶看秦征的表情笑死我了 第一次在江瑶的脸上 看到不敢置信 秦征的神操作 真是决绝子 江瑶 我也没想到 我老婆这么能整活 你 和神听完秦征的话 被气得声线都有些颤抖 过了好久 他才完整地说出一句话 岂有此理 而等竟敢冒犯神明 吴金日定然让你们没有好果子吃 秦征摆摆手 没事 我自己会去摘果子吃 啊 你这个贱人 又是哐当一声 这次是一股怪风 将神像面前的暗桌掀翻了 你生气了 秦征一脸无辜 走到了神像的旁边 拍了拍他的大脚 语众心长地说 不要生气不要生气 生气给魔鬼留地步 过来人告诉你 遇事要淡定 才能成就大事业 你这样暴躁可不行 哼 我看你们就是故意来找茬 和神怒声大叫道 没法心平气和的装神仙 你这个该死的女人 不仅毁了我精心炼化的绿毛僵尸 还敢如此戏弄我今日 你们休想 平安走出和神庙 和神仙君早就关注到秦征等人 毕竟秦征收拾了好几个恶鬼妖精 导致他断了供奉 本来他想让绿毛僵尸 除掉秦征这些人 却没想到绿毛僵尸一去不回 等到他去现场查看的时候 连根绿毛都没给他留下 煞时间 庙宇内的幽绿光芒变得格外刺眼 燃烧的烛火上面 浮现一缕缕浓郁的黑色鬼气 鬼气疯狂涌动 想要将秦征先飞 可惜他如一座小山一般 轻松地站在原地不动 反倒是江瑶被吹了出去 撞在大门上 秦征顿时眼神一冷 老子给你脸 你不想要是吧 看节目的观众们 只见秦征一脚踩上神像 咔嚓一下 硬生生把神像那个硕大的头颅给拧了下来 砸在地上摔得粉碎 你你你给我住手 和神的语气有些气急败坏 你给我从神像上下来 要不然我就弄死你朋友 神像手中的幽绿色光芒 延伸出无数条细线 将江瑶捆了起来 只要我心念一动 他的小命就没了 和神音策策地说 我还会将他的魂魄拘走 让他受尽折磨 永世不得超生 想让我饶了他也行 你给我跪下磕头道歉 第七十二章 没死就之一生 你试试 秦征面无表情 完全没了玩乐的姿态 松了松手上的关节 观众们见他这副模样 就知道 他这是要来真格的了 不过他还没来得及动手 一道刺眼的光芒冲天起 让所有人都短暂地失去了视觉 恐怖暴力的能量扑面而来 江瑶的子火 我就知道江瑶没事 这个子火好猛啊 难道要把整个庙都烧了 隔着屏幕都感觉好恐怖 那什么 我感觉我们也要凉了 江瑶 我们是自己人 别动手啊 BBQ了 我觉得摄像机要玩 不要啊 我还没看够 观众们眼睁睁看着和神庙 被紫色的火焰覆盖 然后镜头画面变成全黑 不出意外的话 应该是江瑶无差别攻击 把摄像机也给烧了 这么猛 秦真还站在原来的位置 目瞪口呆 紫色的幽明火没有攻击他 和神庙倒是变成了一片废墟 啥都给烧完了 刚才还在叫嚣的和神仙君 已经变成了一堆黑炭 江瑶 他转头看了看四周 没看到任何人影 江瑶 秦真皱了皱眉 心想 那小子不会憨到把自己烧了吧 他用手扒拉了一下地上的灰烬 找半天没找到江瑶的身影 顿时有点抑郁 江瑶 你到底有没有事啊 没事就直个声 我把你挖出来 过了片刻 直 秦真的嘴角抽了一下 他转头看向不远处的树林 声音是从那边传来的 你怎么在那里 刚才叫你怎么不理我 你别过来 江瑶突然开口 声音有点急促 秦真暂时停下脚步 神色有点疑惑 怎么了 过了好久 江瑶的声音才传来 带着些郁闷 你把外套脱下来扔给我吧 我的衣服被烧没了 不哈哈哈哈 秦真没想到会是这样 不客气地笑出了声 他板着俊脸 面无表情地说 有什么好笑的 就是很好笑啊 秦真脱下外套 朝树林里面扔过来 你要穿我的外套吗 应该不够大吧 江瑶的鹅脚秃了秃 望着手里的女士运动服外套 也不太好意思 把秦真的衣服围在关键的部位 可是不遮一点的话 难道他要遛鸟吗 一下化线一 这个该死的幽冥火 为什么这回是从全身上下爆发出来 江瑶本以为 自己可以掌控幽冥火的出现和威力 可事实是 他想多了 他暂时只能控制他出现的时间 没法控制他出现的伙食 难道用一次 就把他的衣服烧光一次 江瑶无语地俯了俯额 有点绝望地蹲在灌木丛里面 江瑶 秦真又叫了他两声 嗯 你不出来啊 江瑶的嘴角抽了一下 我没衣服 我回去帮你拿 秦真想了想 又有些担忧 不过 我不太放心你一个人留在这里 神像不是鬼罗叉的本体 只是他吸取献剑力量的媒介 你把和神庙毁了 只会重创他 还没有除掉他 没事 他伤不了我 江瑶烦躁地捋了下头发 叹气道 你去帮我拿吧 我也没法披着你的衣服回去 要是鬼罗叉又出现 幽冥火会保护我的 说到幽冥火三个字 他有点咬牙切齿 这几张葫芦留给你 那你小心一点哦 秦真把身上的几张驱鞋服 放在灌木丛的旁边 好 等到秦真走了之后 江瑶才探出一只手 去把葫芦拿过来 过了十多分钟 秦真就回来了 期间没发生什么事情 鬼罗叉的本体 似乎并未在这里 你的衣服 秦真叫了江瑶几声 在他回应之后 就把衣服扔进了灌木丛里面 江瑶看到扔进来的衣服里面 还有他的内裤 俊美妖野的脸庞上 表情有一丝丝军裂 白皙的紧箔和耳尖 染上了点点飞红之色 树林里静谧的可怕 他快速地穿好衣服出来 外套还你 他把秦真的运动服外套 递还给他 俘虏你留着吧 秦真见他要把俘虏还回来 并没有收下 我画幅很快的 不缺这么几张 嗯 江瑶把俘虏塞进口袋 视线触及秦真那张 明艳冷淡的小脸 他莫名心跳快了一拍 脸上感觉一阵阵发烫 见秦真抬头看来 他连忙一开视线 看向了天际 我们先回去吧 秦真率先往山下走去 江瑶在后面跟着他 他抿了抿唇 这才想起秦真之前说的话 忍不住问道 你说神像不是他的本体 那他的本体在哪里 我也不知道 秦真私存地说道 英差说 这个家伙是鬼罗叉 但他在这里 受了好几年的供奉之力 恐怕修为长了不少 刚才我在神庙中感应到的力量 其实很弱 我才断定不是他的本体 比鬼罗叉还厉害的是什么 鬼匠 秦真的神色有点凝重 鬼匠就有点难搞了 鬼匠和鬼罗叉的区别就是 鬼匠可以凝炼出实体 表面上看起来和人类差不多 不惧怕阳光 鬼匠和鬼罗叉的力量差别很大 基本精通各种鬼术 我手上没有衬手的法器 不太好对付鬼匠 不过他转念又想到 即便和神晋级到了鬼匠 但他的庙宇被江瑶毁了 本体会受到重创 两人毁了和神庙的期间 柳夏和长子川在度假山庄 他们坐着豪车过来的 早就到了 还在山庄游玩了好一会儿 夏夏 吃点水果休息一下吧 山中的建筑高雅仙气 他们正坐在花园的凉亭中 陆绍聪把果盘放在凉亭的石桌上 含情默默地看着柳夏 度假山庄还没开始营业 这里全是空房间 你们今晚可以住在这里 这里的条件比村民家好一点 你们也可以住得舒服些 好呀 柳夏捋了下耳边的发丝 娇媚地笑了笑 他已经和陆绍聪交换了联系方式 等到节目拍摄结束 他们也可以经常联系 这种长得帅 家里还有几十亿资产的富二代 可是极其稀缺的 柳夏没想到自己会遇上 而且这个富二代 还正好是他粉丝 但他拿下陆绍聪 不是分分钟的事情 等到他成了豪门阔态 秦征更是和他比都不能比 就算秦征会那些稀奇古怪的手段 又能怎么样 那些东西又不能赚钱 秦征不过就是个乡下土妞罢了 柳夏端正坐姿 娇神开口 你这个山庄开发的挺好的 确实风景如画 到时候我帮你发个微博 却有些心不在焉 视线看向不远处的大山 本来这里可以看到 远处半山腰上的和神庙 可是此时却什么都看不见了 只能看到半山腰好像凸了一块 陆绍聪那张俊朗的脸上 浮现一抹阴沉 好一个黄毛丫头 竟然毁了他的庙宇 下一秒 身上的不适感越来越强 导致他的脸上 涌出一阵肉眼可见的黑色鬼气 凝食的肉身也差点没法 维持第七十三章 动忧入府 鬼将现身 柳夏突然站起身 你带人家过去看看好不好 好啊 陆绍聪收敛身上的气息 带着柳夏过去 长子川见柳夏轻腻地 挽着陆绍聪 心中五味杂陈 感觉自己就是个小丑 也没必要继续在这里待下去 他一声不吭 转头朝山庄出口走去 可是大门紧闭 任由他怎么使劲都没法打开 下一瞬 黑色的雾气包裹他 长子川晕倒在了大门旁边 他身边的景色 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豪华的山庄大门 竟是一座高耸的墓穴石门 花园中 柳夏和陆绍聪走到了池塘边 看到不少漂亮的景丽 池边的水比较浅 还有几块大石头可以坐下碗水 柳夏蹲在大石头上拨弄着水流 这些景丽好漂亮啊 你从外面买来的吗 是 陆绍聪意味深长地问 你喜欢吗 柳夏娇羞地道 喜欢 他们也很喜欢你 陆绍聪勾了下唇 脸上的黑色鬼气再度浮现 俊脸上的笑容带了几分诡异音森 下一秒 他直接把柳夏推进了池塘 柳夏掉进水中的瞬间 看到了陆绍聪的身影 只见他的身体是半透明的 脸上浮现一缕缕奇怪的黑气 眼睛闪现着红光 他 他居然不是人 啊 还没来得及震惊 柳夏就发现身边的环境陡然变幻 清澈的池水变得浑浊不堪 漂亮的景丽也变成了一条条黑色红眼的怪鱼 这些怪鱼朝他聚拢了过来 一口咬下他手臂上的一块肉 啊 鬼 救命 惨叫声不断地传来 秦征和江瑶那边回到了村里 萧陈宇就把陆绍聪带走柳夏和长子川的事情 告诉了他们 我觉得那个男的不像的好人 他进门的时候 队长丢我的平安符还在发烫 我的平安符只有感应到邪气才会发烫 秦征和江瑶对视了一眼 这个陆绍聪有问题 秦征眯了眯眼眸 他是早上来的 说明他可以行走在阳光下 普通邪碎畏惧阳光 基本都在晚上出没 只有鬼将级别的邪碎 已经凝炼出实体 萧陈宇听到云里雾里 但他想到早上的事情 又说道 那个陆绍聪看上去和正常人差不多 那就对了 他快要进击成鬼将了 秦征神色严肃 或者说他已经是鬼将 江瑶问道 陆绍聪的度假山庄在哪里 我不知道 萧陈宇挠了挠后脑勺 见他们都神色凝重的样子 他的心也提了起来 柳夏和长子川不会有什么危险吧 不过我都提醒过柳夏了 他还嫌我多管闲事 自己找死也没办法 他们不能出事 我还指望着全额奖金呢 秦征说完 拉着江瑶就跑出门了 我们去找他们 两人跑出村口 秦征看着手里的定位手表 这个手表 还能感应到队友的位置 那个方向 他指了个方向 江瑶和他一起快速跑去 没跑多久 江瑶发现自己的体能 居然比以前好了好几倍 以前他和秦征一起跑 总是赶不上他 但是今天却能轻松地跟住他的速度 难道和幽冥火有关 他的眼里闪过一丝诧异 看到秦征加快速度又跑远了 江瑶才梅继续想下去 连忙跟上他 根据定位 两人很快找到了 长子川和柳夏的位置 山谷阴气凝聚之地 有一座极其豪华的坟墓 高耸的墓穴石门紧闭 上方还刻字写道 洞幽入府 看来这里就是他的老巢 秦征冷笑说道 哪有什么度假山庄 柳夏和长子川 应该是被他的幻术骗了 这里是不是有什么机关 这个石门该怎么打开 话语刚落 眼前的石门竟是自己打开了 幽暗森冷的墓穴中 阴气道观而出 秦征率先走进去 看到有一个身影 倒在石门里层 看衣服应该是长子川 柳夏并没有在他的附近 长子川 他走上前 拍了拍长子川的脸 秦征见他脸色清灰 应该是鬼泣入体 他拿出驱邪符 正准备贴在长子川的身上 长子川却陡然睁开眼睛 直勾勾地盯着秦征看了一会儿 你醒了 嗯 长子川收回视线 打量了一下四周 这里怎么变成了这样 和我刚开始看到的完全不一样 你们被骗了 江瑶冷声说道 梅宇间带着不耐 秦征让你们别乱走 为什么不听话 长子川从地上爬起来 清灰的脸上带了一丝担忧 柳夏还和那个陆绍聪一起 他会不会有危险 我们赶紧去找他 他们在哪个方向 那边 我带你们过去 长子川焦急地走在前面带路 秦征盯着他的背影看了一会儿 又问道 你怎么会晕在门口 柳夏和你一起来的 为什么没和你一起 那个陆绍聪 明显对柳夏有意思 我不想看到他们两个谈情说爱 所以就自己出来想要离开 哪料晕倒了 他们来到了主墓室 里头有一个冒着泡的浑浊池塘 柳夏脸色惨白地坐在池塘里 双眼紧闭 明显也是晕了过去 柳夏 长子川大叫一声 你们快来帮忙救人 江瑶发现池水很脏 站在原地没动 秦征倒是走到池塘边 你帮我一起 把他抬起来 秦征淡淡地问 你抱不动吗 我身上没什么力气 哦 长子川又看向势不关己 高高挂起的江瑶 忍不住催促道 你也过来帮忙手 别在那里干站着 我没什么力气 难道你要让秦征 一个女孩子动手吗 不就又不会怎么样 江瑶从附近的环境收回视线 冷漠地望着柳夏 他的目光转在长子川身上 眼里带了些思索 这个墓穴看着大 但是只有一个主墓室 里面场景一览无余 那个即将晋级鬼将的河神 会躲在哪里 河神能明炼出陆绍聪这个实体 那他应该也能看见吧 怎么一直没看到第三个人 长子川见江瑶 还是纹丝不动 也懒得继续催促 他的眼里闪过一丝暗芒 对秦征说 你把柳夏的脚抱起来 我抱着他的上半身 行 秦征弯身去捞柳夏的双腿 长子川的眼神陡然变得阴狠 青灰色的脸上浮现一阵鬼气 眼珠变得血红 去死吧 他一把 按在秦征的后脑勺 想把他的头按入水中 河神鬼魂 就在长子川的身体里 第74章 地府是你家开的 秦征早就看出长子川不对劲 配合弯身只是虚晃一招 他迅速抬起手臂 用手肘猛地击打在长子川的腹部 直接将长子川打飞出去 下一秒 长子川就被秦征抓住了头发 死死按在水里 从他的身体出来 不然别怪我不客气 呵 阴冷的笑声在牧师响起 长子川的头顶冒出一团黑色的鬼气 河神的魂魄飞了出来 你们毁了我的庙宇 还赶来这里 那今天就别想活着离开 废话真多 秦征抬起一掌 直接把河神的魂魄拍飞了 河神稳住自己的魂魄 星红的眼珠泛着残忍之色 吃了你们 我照样能恢复到鬼将的修为 他刚进击鬼将 但因为将咬毁了他的妙语 导致修为下降 你都不是鬼将了 还敢这么嚣张 就算是鬼将 也没什么好嚣张的 他照样能轻松摁死 秦征轻蔑一笑 将手里的俘虏甩了出来 河神正要躲开俘虏的攻击 他的身边 却突然有一团紫色的火焰包围而来 火焰中充斥着恐怖害人的气息 游明火 怎么可能 他震惊无比地看着游明火 从江瑶手中跳跃而出 你不是冥界之人 为什么能使用游明火 河神的眼里浮现一丝畏惧 他被关押在地狱多年 见过不少种类的游明火 自然能够认出游明火的气息 只是 他从未见过紫色的 紫火中蕴含的威压 让他产生一种刻在魂魄上的畏惧 让他忍不住 想要跪伏在江瑶脚下 哪怕是石殿炎王使用的游明火 都不曾让他有如此感受 你 到底是什么人 河神的话语戛然而止 江瑶的游明火 瞬间将他吞噬 游明火烧死一只 即将进击鬼将的鬼罗叉 竟然和烧死一般物体 没什么区别 江瑶望着手心的火焰 疑惑地问秦征 你不是说鬼将很厉害吗 怎么随随便便就被烧死了 秦征 大哥 你这又不是普通的火 说不定连鬼王都能烧死 烧个鬼将有什么大惊小怪的 下次遇到鬼仙 你用这个游明火烧烧看 嗯 江瑶的表情更疑惑了一点 什么是鬼仙 鬼仙就是比鬼王还要牛的存在 黑白无常就是鬼仙级别 还有明界的一些其他神仙 基本也是鬼仙 如果你这个火焰能烧死鬼仙 那就说明 说到这里 秦征的话题突然停下 表情有点怪异 说明什么 江瑶追问道 说明地府是你家开的 秦征没好气地说 你随便觉醒个一火 就能把明界的大部分神仙烧死 地府不是你家开的 能是谁开的 明界的神仙 要是知道 你有这天赋 不得极度死 江瑶听明白了 他这是在夸奖他的火 很厉害 下次试试 江瑶把幽冥火收起来 唇角微翘 我就是随口一说 秦征的嘴角抽了一下 你敢烧鬼仙 小心死了 被抓去地狱 风都大帝那人特记仇 你干过什么坏事 都会被记在小本门上 生死不啊 嗯哼 说的你好像见过风都大帝 见过呀 这一任的 风都大帝上任没多久 也就三千年 按照辈分来算 他还得叫我一声师姐呢 秦征确实见过风都大帝 那时候他还是个小奶团 上一任风都大帝 带他来仙界参加宴会 秦征见他长得可爱 陪他玩了一会儿 然后抢走了他的堂堂 让他体验了一把 什么叫仙路坎坷 你活了上千年 江瑶略带震惊地看着他 怪不得他在抓鬼驱邪方面 这么厉害 原来你也是老妖精 他刚感慨完 就被秦征狠狠踩了一脚 你才是老妖精 明艳娇美的脸蛋有点扭曲 他瞪了他一眼 我才十八岁 花一般的年纪 江瑶面无表情 看着不像 看外貌也得有二十 怎么可能才十八岁 女人永远十八岁 江瑶的眉心跳了一下 他感觉到秦征踩着他的脚 还用力捻了捻 他冷哼一声 松开腿对他说 过来把他们俩搬出来 哦 他们把长子川和柳夏 从池塘搬了出来 柳夏的大腿上 被什么东西咬掉了大片血肉 还露出了森森白骨 泽泽 真惨啊 将他们搬出墓穴之后 秦征就联系了节目组 柳夏腿上的伤口很严重 不及时送医院 估计得闹出人命 不过 就算及时就诊 柳夏的那条腿也废了 节目组得知有人受伤 连忙派了直升机过来 队伍即将走出山脉 节目组的人 也早就在山脉外的县城等待 大概半个小时 直升机就赶到了 接走了柳夏和长子川 长子川没什么带 休息几天就好了 柳夏的情况比较严重 秦征对导演说 不过他们都还活着 我的奖金还有吗 有 你放心吧 不会少了你的奖金 导演看着秦征的目光 就像是看着财神爷一样 本来他已经想到了 这一期节目汇报 但是没想到会火爆成这样 节目播放的 每一天都挂在热搜上 他们这档综艺 已经成了今年最最热门的节目 没有之一 全网的播放数据 远超第二名两倍 秦征 这一期的节目数据很好 我们会尽快筹备下一期 导演搓了搓手 有些紧张地问他 你有没有兴趣当常驻嘉宾啊 我保证 下一期的内容更刺激 福利待遇更好 常驻嘉宾 秦征诧异地看着导演 这个节目还有常驻嘉宾啊 我看往期节目 每一期的嘉宾都不一样 这是为你破例改的 导演满脸对笑地说 还有姜瑶 我想邀请你们两个 一起当常驻嘉宾 到时候我问问我经纪人 秦征没有马上答应 打算和陶安商量一下 好 导演也理解 这期节目结束 我找个机会 和你们正式聊一下 现在 你们先继续后面的流程 坐搬车去县城 导演弄了一个新的 红外摄像无人机过来 然后就走了 秦征和江瑶仙回到了村里 他们在村里住了一晚上 第二天早上坐着搬车离开 总算结束了 萧辰宇和宋妙妙 看着大山的景色远去 都有松一口气的感觉 山路很长 行驶了两三个小时 才到县城的车站 秦征抱着大公鸡从车上下来 就有节目组的工作人员过来 带他们上了保姆车 接着保姆车 开到了附近景区的五星级酒店 大家从保姆车下来 正要走进酒店 秦征却突然喊住了他们 等一下 江瑶转头看去 就见他望着酒店的大门 神色凝重 而他怀里的大公鸡 也是不安地咕咕叫了几声 不能住这个酒店 赶紧让节目组换个地方 第75章 下一个就是你 为什么 节目的工作人员询问道 这个酒店不吉利 秦征安抚的摸了摸大公鸡 你们说风水不怎么好 你们住进去可能会出事 他刚说完 身边就有反驳的声音传来 我们酒店是四星级酒店 这么多人住下来都没出什么事 怎么不吉利 你们这种乡下人住不起酒店 就喜欢乱找借口 住不起就赶紧走 别在这里败坏我们酒店的名声 他们转头看去 就见是一个挺着啤酒肚的男人 身上穿着西装衬衫 但因为肚子很大 衬衫的扣子都快要撑开了 男人微微抬着下巴 堆满肥肉的脸上充斥着不屑 王经理 酒店的门童看到男人 恭敬的打招呼 王辉指着秦征说 别让这个抱着鸡的女人进来 不知道哪个乡下来的穷鬼 到时候嫌我们酒店的价格贵 估计还要闹事 今天有明星要过来入住 不能让他们破坏我们酒店的高档氛围 别在这里狗眼看人低 节目组的工作人员不满的说道 我们订了总统套房 区区一个四星级酒店 怎么可能住不起 我们在帝都的时候 五星级酒店都得免费请我们去住 你们住得起总统套房 王辉上下打量了下工作人员 又看了看秦征等人 工作人员穿着时尚 妥妥的都市里人 但是其他人都穿得有点寒沉 因为在山里待了很多天 衣服难免有些破损 特别是秦征 他戴着口罩遮住了容貌 身上的运动服破了好几处 裤腿边是被树枝划破的 外套上是和野兽 鬼怪打斗后弄脏弄破的 关键是 他的怀里还抱着一只家养大公鸡 把房卡给我看看 王辉说道 要是真定了房间 我才能让你们进去 工作人员将房卡拿了出来 看到了没 房卡 我等一下就去退房 什么破地方 怪不得秦征说不及利 王辉看到房卡 倒是诧异了几分 他倾壳一声 解释道 我们这是高档酒店 客户也都是上流人士 我也是为了避免 他们被一些不三不四的人打扰到 你什么意思 我们是不三不四的人 倒也不是这个意思 王辉看着秦征说 但是来这里住居住的客人 从来没有带着一个鸡过来的 万一这只鸡 吓到其他客人怎么办 他想了想 又说道 如果他想进去居住 必须把鸡处理掉 我的鸡怎么了 秦征轻哼一声 起码我的鸡能活过今晚 你连今晚都活不过 短命鬼一个 你诅咒谁呢 王辉不悦地望着他 乡下来的就是没素质 咕咕咕咕大 大公鸡扑腾了一下翅膀 从秦征的怀里飞出来 飞到王辉的面前 他张开了嘴巴 你这只该死的鸡 王辉被吐了一脸的口水 愤怒不已 伸手就想把大公鸡掐死 但是大公鸡非常灵敏地躲开了他的手 他飞到另一边 连着吐了好几口口水 差不多给王辉洗了个脸 你 你能不能把你的鸡带走 王辉挥着手 想把大公鸡打开 大公鸡一脚踩在他的脸上 留下一滩温热的液体 然后潇洒地飞回秦征的身边 你们给我抓住这只鸡 酒店门口的两个门童 文言过来抓大公鸡 结果也不是大公鸡的对手 都被吐了一脸的口水 脸上手上还被大公鸡抓伤了 现场乱成一团 还有不少路过的客人在看戏 哈哈哈哈 这只鸡肯定能听懂人话 这样的人都能当经理 感觉这个酒店的老板是个傻缺 太解气了 战斗机YYDS 只有我比较好奇秦征说的那些话吗 这个酒店到底有什么问题 狗眼看人低的王辉为啥活不过今天 秦征说你今天死 你肯定活不过明天 遭报应了吧 节目画面还在录制中 今天是这一期的大结局 秦征几个人也站在旁边看戏 工作人员在联系导演 由于柳下伤得比较重 导演这会儿在当地的医院 王辉 怎么回事 门口突然停下一辆豪车 有个男人从车上下来 王辉顿时变了脸色 低着头擦了擦脸上的脏东西 恭敬地跑到男人身边 商先生 您怎么来了 商尾闻到他身上的鸡尸位 往后退了一步 听说有两个客人在我们酒店失踪 今天家属过来闹过 我来了解一下具体情况 那两个人来这里旅游的 又不是每天都待在酒店 他们失踪和酒店有什么关系 我觉得家属是在无理取闹 想到这件事 王辉的神色有点烦躁 前几天为了应付那几个家属 让他费了不少心思 可没想到 今天又过来闹事了 你们现在是怎么回事 商尾神色难看 外面还有这么多客人 你们代表着酒店的门面 这样成何体统 那位女士带了一只大公鸡 为了避免其他客人被吓到 我不让他带机进去 然后就发生了一点小矛盾 哪里是小矛盾啊 他还嘲讽我们住不起酒店呢 萧辰宇讽刺的说 看到穿着差点的就是乡下人 不配住室吧 你们酒店的待客之道 真是让人不敢恭维 哎呀 偏偏住得起 还订了五间总统套房 秦征拿过工作人员手里的房卡 王辉震惊地望着他 五间总统套房 那不是那群明星订的吗 这可是他们大老板亲自接的大单子 据说有摄像机跟拍 大老板还想让这些明星 给酒店宣传一下 稍微看到这几个 戴着口罩的年轻男女 也有些诧异 你们是巅峰挑战的人 怎么来了都不通知一下 有什么好通知的 你们酒店又不欢迎我们 秦征抱着鸡 懒淡地说道 大公鸡飞到酒店门口的喷泉 洗了个屁屁 然后才飞回秦征的身边 要是不洗屁屁的话 秦征就不会抱他了 不是这样的 王辉善笑着 分外尴尬 刚才都是误会 如果你们早点说 我肯定不会 所以还怪我们没早点说 不是 稍微冷冷地看了眼王辉 还傻笑干什么 道歉啊 是是是 这个王辉也是个人惊 连忙点头哈腰地说 对不起啊各位 实在是对不起 刚才是我狗眼看人爹 都是我不对 之前和节目组说好的八折优惠 改成六折怎么样 另外 我请你们吃晚饭 算是替我的员工道歉了 秦征淡淡地望着他们 没把他们的道歉放在心上 你这酒店 我们可不敢住 说不定住一晚上 命都没了 那你说说 我们酒店有什么问题 伤为问他 不吉利了 哪里不吉利 都失踪了两个人 你们还觉得 这里没问题 秦征的视线 落在王辉身上 唇角的弧度冰冷诡异 下一个就是你 第七十六章 凭空消失的两个人 伤为无奈地道 我知道 你们心里不舒服 但也没必要这样诅咒别人吧 那两个失踪的人 应该和我们酒店没关系 你不信就算了呗 秦征耸了下肩 抱着鸡去了保姆车上 看到他走了 江瑶等人自然也跟着离开 唉 你们不住这里了吗 王辉脸色难看地喊他们 但是根本没人理他 我已经问过导演了 导演说 按照你们的意思来 不过 这个县城只有一个四星级酒店 其他酒店的条件 可能不如这里 工作人员对他们说 没事 不住这里就行 那我安排一下 他先让司机 开车去了吃饭的餐厅 过去的路上 萧辰宇好奇地问秦征 队长 那个酒店到底有什么问题啊 风水不好 是指哪方面的风水 酒店里不干净 有 有鬼 青天白日的 萧辰宇莫名感觉背脊一凉 而且不是一般的鬼 那酒店的其他客人 不是很危险 会不会出人命啊 会 秦征斩钉截铁地说 依照面相看 王经理死定了 但是他可没有兴趣救他 萧辰宇又问道 那你要管吗 我可以管 但你们不能在那里 那个东西有点厉害 秦征没法确保 他们都可以安然无恙 而且就他人的性命 哪有免费救的道理 他断定 那个伤先生会来找他 没一会儿 到了餐厅 工作人员给他们订了一个包厢 让他们敞开吃 节目组请客 秦征看到满桌的菜肴 眼睛都在发光 干饭不积极 思想有问题 所有人吃饭的速度都很快 像是饿死鬼投胎 山里的吃食 和外面饭店的大餐 自然不能比 工作人员看着满桌狼藉 没有一个盘子有剩菜 忍俊不惊地说 不知道的 还以为你们刚经历完饥荒 他看了下手机 我已经联系好了新的住处 我们过去吧 好 众人起身跟着他一起离开 等到了住处 节目组其他人也过来了 秦征 江瑶 我们聊聊吧 导演笑眯眯地说 这期的节目播出后 有不少投资商来联系我 我们打算买一座海岛 用来拍摄下一期 如果你们过来当常驻嘉宾的话 福利待遇上面不用多说 我肯定不会亏待你们 你们买了一座海岛 秦征有些折舌 那得多少钱 海外无人居住的荒岛 所以也不是很贵 导演红光满面地说 几个亿吧 下一期节目肯定能赚回来 秦征 看来节目组是真的赚了不少钱 他想到自己这回赚的钱 还要拿去还违约金 就觉得一阵心痛 好不容易赚了几千万 结果全进了别人的口袋 秦征还想买个风水宝地 造个大别野用来修炼 每天大鱼大肉呢 大概什么时候拍摄下一期 沉默的江瑶突然问道 我们会尽快筹备 具体时间还没确定 早点通知 我后面还有其他通告 需要安排一下时间 江瑶这话里的意思是 肯定会参加下一期 好 我会尽早通知你们 导演顿时有点喜不胜收 他还怕江瑶不同意呢 毕竟这位可是顶流 找上门的通告数不胜数 时间就是金钱 江瑶居然愿意为了他们节目 特意腾出时间 刚聊完 导演的手机响了 不好意思 我先接一下电话 他去窗边接了个电话 接完回来就看着秦征 秦征 今天那个商老板说 想要见你一下 我知道你们发生了不愉快 但是他好像遇到了麻烦事 语气蛮交集的 说是只有你会知道原因 秦征挑了下眉梢 你怎么和他说的 我让他先来这边 和你赔礼道歉 行吧 半个小时之后 商尾就到了 他还带了两瓶珍藏的红酒 给秦征 说是带王辉道歉 说说吧 什么事 秦征将红酒放在桌上 没仔细看是什么酒 他也不懂酒 有两个人来这边旅游 住在我们酒店 这几天有家属过来询问 说是他们 在这边失踪了好几天 本来我们觉得失踪的事情 不可能和酒店有关 要失踪 也得在深山野外失踪啊 哪有在酒店里面失踪的 但是一个家属 总来酒店闹事 说是他儿子给他托梦了 梦里他儿子死得很惨 还说他死在我们酒店 说到这里 商尾的表情一阵古怪 我都怀疑他有精神病 梦里的事情哪能信啊 可是这个家属 太无理取闹了 总是来酒店撒泼 所以今天下午 我们就调出监控录像 帮他找儿子的行踪 监控录像里面的画面 太奇怪了 他们好像 真的是在我们酒店失踪的 商尾把手机递过来 里面是监控录像 录像的画面 在酒店电梯 电梯楼层显示五层的时候 有个男人走进了电梯 过了几分钟 电梯楼层显示在三层 说明电梯是往下的 突然间 录像画面闪动了一下 男人的身影不见了 画面恢复的时候 三层到二层之间 还没有抵达二层 还有这段路线 这是电梯外面的走廊 商尾拿回手机 调出另一个监控视频 给秦真看 他从五层进的电梯 走廊的监控拍到了 可是整个酒店的监控 都没拍到他走出电梯的画面 也就是说 他在电梯行驶过程中 凭空消失了 不仅是他这样 另一个失踪的人 也是在电梯里消失的 商尾又把另一个人的 相关录像给秦真看 画面内容和上一个差不多 你说我们酒店不吉利 是不是知道什么 你有没有看过我们节目 秦真没回答他的话 反而反问了一句 野外求生 商尾没看过节目 但是知道这个节目很火爆 秦真见他 对自己的能力不是很了解 他就解释了一下 我能看到正常人 看不到的东西 你的酒店不干净 商尾许久没说话 只觉得一阵背脊发凉 头皮发麻 那 那我该怎么办 先把电梯封起来 别让客人使用 我让人在外面 立了维修的牌子 暂时让客人们 使用另一部电梯 见秦真突然沉默 他忍不住追问道 然后呢 然后该怎么办 找个大师 抓鬼呗 你能看见这种不干净的东西 你不就是大师 我是啊 那你也可以抓 难道你上班工作是免费的 商尾瞬间明白了 秦真这是要出手费 他想了想说 要是你能帮我弄清楚这件事 并且解决那个东西 我可以给你一笔不低的费用 早说不就好了 秦真伸了个懒腰 走吧 给我安排个总统套房 我倒要看看 那个东西有多厉害 好 秦真终于愿意出手 商尾总算是松了口气 他用手机搜了一下 巅峰挑战这个节目 还有秦真的名字 结果跳出来的东西 刷新了他的世界观 秦真居然还会 法术 今天那只鸡 还会跳钢管舞 秦真先抱着红酒回房间 然后就遇到了江瑶 他来找你抓鬼吗 我和你一起 咦 秦真诧异地看向他 你不是说你要休息吗 江瑶朝他摊开手心 手心那团紫色的幽冥火没出现 他又不出来了 哈哈哈哈 看到他无语的样子 秦真忍不住想笑 这会儿也太任性了 江瑶想弄清楚什么情况下 幽冥火才会出现 按照他的意愿让他使用 所以秦真就带着他 一起去了酒店 刚在酒店门口下车 有个服务员急匆匆地跑过来 商先生 王经理他 他死了 什么 商为面色大变 他坐那个电梯了 我不是让人疯了吗 没有 他死在办公室 第77章 人类根本无法做到这样 他没去电梯 怎么会出事 快带我去看看 好 好的 服务员惨白着脸色 带着他们来到了王辉的办公室 办公室的门开着 远远地就看见地上全是血 还有一些散落的脏气 王辉胖瘦的身体倒在地上 但是变得七零八岁 手臂断了一条 舌头掉在地上 胸口还被开了一个大洞 伤尾走近 看到这副血腥的画面 腿软地扶着门杆 秦真和江瑶倒是很淡定 仔细地观察王辉身上的伤口 手臂断开的横截面 像是被什么东西硬生生扯下来 胸口的大洞旁边 还有几道泛着黑的爪痕 王辉的脸上也有几道爪痕 不是人干的 秦真收回视线 对江瑶说 嗯 他看着这些伤痕 感觉像恶鬼的爪子挠的 本来以为他只在电梯作乱 现在看来他能跑出来了 秦真的神色有点凝重 也不知道是不是吃了两个人 变得厉害了 伤尾感觉脑子嗡嗡的 好半天才回神 他没听清秦真和江瑶的对话 询问外面的其他员工 知不知道什么人做的 谁进过他的办公室 没人进过王经理的办公室 刚才那个服务员回答道 王经理进办公室之后 就一直没出来 是我有事找他签字 才过来敲门 可是敲门敲了好几下 都没人开门 我就给王经理打了电话 电话铃声在办公室里面响了起来 我进去一看 就 就看到了 想到自己第一眼看到的场景 这个服务员的身体 有些发抖 他的身体被弄成这样 难道没发出什么喊叫吗 你们都没听见 商为又追问道 附近还有不少其他员工 他们的脸色都带着几分惊恐 没有声音 一点声音都没有 是啊 我也没听见 我就坐在经理办公室旁边 也没听见声音 大家一阵解释着 气氛越发的令人惊惧 办公室里面死了一个人 还是死得这么惨 却什么声音都没听到 这怎么可能 越想越诡异 先带我去电梯看看 秦征对商为说道 好 商为看到秦征 这才想起让他过来的目的 他们从办公区走出来 结果迎面就撞上了一队刑警 谁是这个酒店的负责人 带队的刑警问道 我是 商为回应一声 又对秦征说 秦小姐 我要应付一下警察 你们自己过去看吧 就是那个有维修牌子挡着的电梯 秦征点了点头 他和江瑶正要离开 警队的人却叫住了他们 等会儿 你们也是酒店的人 他们不是 他们是我请来看风水的 看风水 那人似乎吃笑了一声 目光锐利地追问道 什么时候来的 死者死亡的时候 有没有在酒店 商为代为回答道 刚来没多久 先留下 等我们问完再走 这名刑警说完 他身后的其他刑警 就把事发的办公区封锁了起来 他又吩咐商为去把酒店的员工 都聚集到这边都说了 我们刚来没多久 有什么好问的 秦征坐在江瑶身边 看到那些警察盯贼似的盯着他们 有点不满 而且 警察们要一个一个询问这边的人员 也不知道什么时候 才轮到问他们 他还想快点 把那个鬼除掉 晚上去吃炖好的呢 我们去看看他们怎么说 江瑶拉着秦征起来 到了办公室附近 商为已经把所有事情都告诉了刑警 还提了一下 那两个失踪的人 刑警队的人正在查看办公室的监控 这些刑警越看越疑惑 办公室的门是关着的 窗外的监控显示 没人进去过 凶手到底是怎么做到的 而且 死者的手臂断了 胸口破了个大洞 凶手想要做出这样的暴行 哪怕把死者的嘴巴捂起来 也会发出不清的动静 可是外面的员工都说没听见声音 这怎么可能 除非是在外行凶 然后把尸体搬进来 可是这么多险 刑警们越讨论 越觉得这个案件就是个死局 柳队 这根本不可能有人能做到 有个年轻的警察感慨一句 因为根本不是人做的 突然有人的声音插进来 让所有警察都沉默了 他们转头看去 这才注意到秦征 为首的柳队长问道 你们来这里看风水 是风水师 差不多吧 柳队长又问道 不是人做的 难道是鬼 是啊 他笑了一声 转头继续研究监控 这个态度 明显是觉得 秦征在开玩笑 商为开口说道 柳队长 我们酒店还失踪过两个人 你看看他们失踪的监控录像吧 真的有点诡异 给我看看 商为拿出手机 让刑警队长 看了电梯的监控录像 他还朝柳队长解释了一遍 看完这些监控录像 柳队长沉默了很久 他把手机还给商为之后 盯着秦征看了一会儿 所以你请风水师过来 是怀疑那个电梯里面有鬼 如果没问题 怎么可能发生这么诡异的事情 说不定是凶手的手段高超 柳队长拍了拍商为的肩膀 年轻人 还是不要太封建迷信 他转头又看向秦征 询问了几句和案件相关的事情 发现他们和案件的关联度不强 柳队长和同事 继续调查其他线索 商为应付完警察 朝秦征走过来 秦姑娘 电梯的工人到了 好 我们先过去看看 他们过去打开电梯 秦征就感觉迎面扑来 极其浓重的阴气 果然在下面 电梯连接的空缝 这些阴气都是从这些缝隙中溢出来的 说明那个东西的老巢 在下面工人很快将电梯拆卸 露出了漆黑阴森的电梯通道 我们爬下去 小心一点 电梯通道的光线很黑 商为让人戴上了手电筒 商为的胆子比较大 他和一名酒店员工先爬下去 秦征紧跟在后面 随后是江瑶 老板 下面好像有东西 看起来像是尸骨 我看到了 商为的手电筒也照到了东西 心里一惊 那具腐烂的尸骨还挂在电梯通道旁边的铁制围栏上 没一会儿 他们来到了附近 商为正要查看 挂着腐肉的白骨突然动了 惨白带写的手骨抓了他的脚腕 第78章 怀目鬼相 卧槽 这个尸骨怎么还会动 后面的员工看到尸骨动了 吓了一跳 商为的反应比较快 连忙一脚踹在尸骨上 将尸骨从围栏上面踹得掉落下去 他看着自己裤腿上的抓痕 心里也不平静 老板 他还在动 员工的声音又传来 他们低头朝地面看去 就见昏暗的手电筒灯光下 地上的尸骨颤颤巍巍地站起来 然后爬上了电梯通道 地上还有一具尸骨 此时也站起来往上爬 我的妈呀 还有一个 两具尸骨顺着通道铁栏爬上来 将尸骨从另一侧爬下来 和商为一起把他们踹了下去 可是踹落之后 他们还会站起来往上爬 这都什么 怎么打不死 商为揉了揉眼睛 都感觉是自己出现了幻觉 死掉的白骨不仅会动 还会爬楼 他们是死物 当然打不死 勇敢的声音从上方传来 这两具尸骨 应该就是失踪的两个人 秦征扔了两张驱鞋符下去 尸骨碰到驱鞋符的金光 身上像是被人按了暂停键一样 白骨上冒出一阵阵黑色气体 终于倒在地上一动不动 看到这一幕 商为和另一名员工都是满脸诧异 他们打半天打不死的东西 居然被他的两张黄纸 给轻飘飘地收拾了 尸骨被燃烧的时候 漆黑的电梯通道里 响起一阵哭声 哭声游远极近 从四面八方传来 小心 那个东西出来了 秦征看向漆黑的电梯通道 脸色渐渐的凝重 砰的一声 上方传来什么东西 撞击铁蓝的声音 他们抬头看去 就见一道披头散发的黑影凭空出现 大概和四五岁的小女孩差不多 但是爪子却和猛兽一般坚立 脸上血肉模糊 眼睛心红 眨眼睛 他出现在了他们面前 又是砰的一声 他直接跳到了江瑶的身上 这是看出他们这些人里面 江瑶的命格最弱 最好欺负 他的爪子死死地扣住江瑶的肩膀 力大无比 江瑶怎么都甩不开他 接着他对着江瑶的脑袋 张开了血盆大口 江瑶 秦征连忙扔出俘禄 对付这个小鬼 俘禄落在小鬼身上 他发出一声惨叫 鬼气一出 接着身上浮现一道黑色的法咒 烧毁了秦征的驱邪符 驱邪符 失笑了 小鬼的爪子死死地扣着江瑶 星红的眼眸浮现贪婪 这是打定主意 想要吃了江瑶 千钧一发的时候 江瑶的身上燃起酱紫色的火焰 看到江瑶身上的幽冥火 秦征顿时松了一口气 只是想到 小鬼身上浮现的黑色法咒 秦征咒了咒眉心 他们发现 没什么其他一样 继续往下爬来到了通道的最底部 只见地面的角落 放着一个怀目雕塑 雕塑的前面 还有三柱燃尽的香 这是别人饲养的鬼 秦征拿起地上的怀目雕塑 只见雕刻的是一个小女孩 小女孩怀里 还抱着一个可爱的洋娃娃 雕刻得栩栩如生 这是什么 江瑶问道 怀目鬼像 有些风水 玄师会专门雕刻这种鬼像来供奉 让鬼帮他们办事 秦征眯了眯眼眸 神色微冷 刻画鬼像 操作鬼害人 都是邪门歪道才会做的事情 秦征对商维说道 你想想你是不是得罪了什么风水大师 这种东西 只有悬门的人能制作 商维看着诡异的雕塑 脸色一阵发白 我的对头都是一些企业家 哪会这些东西啊 或许不是你得罪了他 而是王辉 秦征想到了王辉惨死的事情 商维却没有事情 酒店员工突然说道 会不会是那个乞丐老头啊 之前我们酒店的电梯坏了 找人来修过 王经理在这边监督进城 看到一个衣着破烂的老头过来 询问去哪里办理入住 看到老头的衣服 王经理觉得他是乞丐 所以就叫人把他赶出去了 这个王辉 商维一阵叹气 没想到我不在的时候 他是这么待客的 以后待人不要只看表面 秦征意味深长地说 有些人要是得罪了 连怎么死的都不知道 他收起鬼像 准备和他们一起上去 商先生 晚上我发你银行卡号 记得把费用打进来 好 商维见他要往上爬 忍不住问道 那个鬼彻底被除掉了吗 以后应该不会出事了吧 还有那个制作怀目鬼像的人 他会不会 他有点担心 那位背后的大师 还会来他的酒店搞鬼 那我不知道 能不能找到他 他又没在雕塑上面刻名字 我怎么知道 秦征对他说 而且真找到了 你能拿他怎么办 还得小心被报复 你帮我解决 我可以给你加钱 听到加钱两个字 秦征才来了点兴趣 我暂时不知道该怎么找到他 不过他 要是再来找你的麻烦 你可以联系我 那好吧 商维叹了一口气 心想 暂时也只能这样 秦征处理好电梯的事情 他和江瑶就先走了 商维还要带警察过来 看这边的尸骨 还和警察说了刚才的遭遇 可是没人信他 走到外面 秦征注意到 江瑶的肩膀上面 有一个黑漆漆的爪印 黑色的鬼气渗透进了肌肤 秦征按住他的肩膀 用灵力帮他驱除掉了鬼气 爪印不再犯着黑气 但是江瑶的肩膀上 留下了几道血痕 他们先去了一趟医院 让医生帮江瑶包扎了一下 我请你吃晚饭 从医院出来 江瑶对他说 我要吃好吃的 比中午那餐还好吃 好 江瑶勾了下唇 先用手机查了下县城的餐厅 然后带秦征去了评价最好 也是价格最贵的那个餐厅 等到吃完饭回来 秦征就收到了转账提醒 商委给他转了一百万 不错嘛 还挺大方的 秦征对这个价格还挺满意的 乐滋滋的 又点了一顿夜宵吃 夜深人静 江瑶因为肩膀受伤 所以早早地休息了 可是他却睡得很不安稳 一直做噩梦 还梦到了今天电梯里 遇到的那个小鬼 小鬼满眼仇恨地扑过来掐他脖子 淒厉地惨叫道 你杀了我妹妹 你杀了我妹妹 我要让你不得好死 第七十九章 他们好像早就认识 漆黑的房间中 江瑶的上半身 笼罩着一团新红的鬼气 巴掌大的鬼童 趴在他的脖子上 吸取生命力 你杀了我妹妹 我要吃了你的魂魄 阴森的低难声传来 新红的鬼气越来越浓重 把江瑶整个人都笼罩了起来 伴随着诡异的笑声 江瑶的魂魄被鬼童从身体中抽离出来 慢慢地从床上坐起身 鬼童正准备吸走江瑶的魂魄 可是当他看见魂魄的样子 却爆发出一阵惊恐的惨叫声 啊 你念念 他震惊地望着江瑶的魂魄 虽然那张脸和床上的人一样的俊美妖眼 可是他却是穿着一袭这样子暗金的长袍 墨发高竖带着免留 冰冷的视线看过来 携带着一股上位者的屁拟 找死 他轻扯了下薄唇 话语落下 江瑶身上的鬼童瞬间魂飞魄散 视线看向床上的身体 江瑶皱了下眉心 脸色略显不满 他轻则一声 这句身体还真是弱啊 砰砰砰 门外传来敲门声 还有勤争担忧的声音 江瑶 你没事吧 把门打开 听到他的声音 江瑶的魂魄有片刻震愣 阿睁 俊美妖眼的脸上浮现几分思念 他的魂魄想要朝门口走去 可是他的身体却突然爆发一阵强大的犀利 将他的魂魄吸回到了身体里面 砰的一声巨响 秦真见他迟迟不开门 直接踹门进来了 江瑶 看到满屋子的鬼气 他担忧地跑到了床边 嗨 秦真摇晃了 他好几下 江瑶才缓缓醒来 你怎么在这里 江瑶的眼神浮现几次茫然 感觉脖子上很难受 你被鬼缠上了 秦真看着他的脖子 发现上面有一道亲子的掐痕 江瑶正愣片刻 注意到了秦真手中的东西 他的手里还捏着那个怀目鬼像 只见鬼像雕刻的小女孩 手中抱着的羊娃娃 竟然睁开了双眼 眼睛泛着星红的光芒 这个鬼像怎么回事 秦真对他解释 这个鬼像供奉了两只鬼 我故意将它带回来 就是为了引出另一只 可是没想到他找上了你 说话的间隙 鬼像上的羊娃娃 闭上了眼睛 除此之外 上面的鬼气也消散一空 刚才发生了什么 秦真伸手贴在江瑶的脖子上 将他身上的鬼气驱除 我梦到了一个小鬼 说我杀了他妹妹 他要吃了我的魂魄 江瑶感觉有点头疼 伸手揉了揉眉心 不过他扑过来的时候 我发现他不是我的对手 然后 这可能不是梦 你房间里真有小鬼 然后怎么样 我忘了 江瑶你没想了一下 还是想不起后面发生了什么 我觉得是幽冥火救了你 没事就好 秦真把手上的怀目鬼像给毁了 这才离开江瑶的房间 那你好好休息吧 江瑶正正地看着他的背影 想到秦真那张名艳冷淡的小脸 心里头莫名涌上一阵熟悉感 不是寻常的那种熟悉感 而是让他有一种 他们认识很久很久的感觉 第二天 这期节目正式宣告结束 拍摄完最后的镜头 大家准备分道扬镳 各回个家 秦真抱着大公鸡 背着双肩包 跟着大家来到了省会的机场 刚要走进机场 他就被一个人高马大的壮汉给挤开了 让开点 壮汉身后又过来一个壮汉 他们围着一个满身名牌 穿着名贵的女人 女人的肚子很大 还是个快要临盆的孕妇 秦真看到孕妇的面前 摇头感慨 命犯小人 一失两命 可怜可怜 你说什么 孕妇不满地看向他 身边的保镖 也凶神恶煞地看了过来 经纪人逃安拉了下秦真的衣袖 低声在他旁边说 你别乱说话 他这么多保镖 等一下让人打我们 这里有监控 他打我是犯法的 给赔钱 秦真可不怕 而且他觉得 这几个保镖也打不过他 小姑娘年纪轻轻 能不能积点口德 孕妇倒是没让保镖打人 只是脸色很不好看 我说的是实话 秦真还一脸严肃地补充 他想了想 朝孕妇递过去 平安符和一张纸条 我看你功德蛮多的 平时估计做过不少好事 这个平安符给你好了 他会保佑你和孩子躲过一截 后续还有问题 纸条上有联系方式 听到平安符和保佑两个词 孕妇的脸色才好转了一点 夫人 估计是个神棍骗子 旁边有人对孕妇说 算了 当时讨个好彩头吧 孕妇想了想 还是把平安符和联系方式收下了 他完全没想到 这个平安符 真会救下两条命 而眼前这个抱着机的小姑娘 还能救他全家的性命 走吧 蒸蒸 看到孕妇带着保镖走了 经纪人松了一口气 这个孕妇满身名牌 出门还带这么多保镖 肯定身份不一般 他还怕秦真 惹上什么麻烦呢 两人正准备进机场 秦真看到了门口的告示 告示上说 宠物都不能带上飞机 我的鸡咋办 托运 经纪人嫌弃地看着大公鸡 你带一只鸡回去干什么 你要是想用鸡做菜 可以回地都买咋好的呀 他不一样 经纪人的嘴角抽了一下 因为他会跳钢管舞 所以不一样是吗 两人站在机场门口想办法 直到秦真的手机铃声响起 你的鸡可以进机场吗 姜瑶打来的电话 不能 秦真有点失落地说 我让经纪人出来接你 你们来西面的私人飞机场 嗯 为什么啊 我带你回去 没一会儿 姜瑶的经纪人就找到了他们 这位可是业内的金牌经纪人 陶安看到他还有点局促 对方说 姜家有私人飞机停在这边的机场 姜瑶请他们过去 陶安震惊地张大了嘴巴 姜 姜瑶主动请我们 他转念想到 姜瑶和秦真在节目中 频频爆出暧昧绯闻 忍不住低声问秦真 你和姜瑶到底怎么回事 我们可是过命的交情 秦真抱着大公鸡 开心地跟着姜瑶的经纪人走了 直到坐上姜瑶的私人飞机 陶安整个人 还有点恍恍惚惚 特别是看到 姜瑶还亲自拿了一堆零食甜品 放在秦真的面前投喂他 这 这也太闯了吧 没多久 到了帝都 姜瑶白白 秦真抱着鸡和他挥手告别 还有点舍不得 要分开了 不能每天吸他的死气了 他忍不住问他 过几天 我可以来找你玩吗 姜瑶穿着一袭黑色的长风衣 机场的冷风 将他的黑发吹得有些乱 俊美精致地脸上 带了些慵懒的味道 他似乎轻笑了一声 可以 两人离开机场 陶安开车送秦真回到了小区 秦真坐电梯来到家门口 却发现他家的大门和旁边的墙上 被人刷满了红油漆 上面写满了红彤彤的大字 还钱 秦真 哪个不要命的敢在他家门口泼油漆 第八十章 寿命贷 刚想到这里 他的手机铃声响了 手机那头传来凶狠的声音 前几天给你打电话 怎么不接 别以为你不接电话 我们就找不到你 贷款的期限已经到了 赶紧把钱还了 他从节目组把手机拿回来的时候 看到好几个未接来电 因为没有备注 所以秦真也没有理会 但没想到是催债的 秦真这才想起来 原主好像借过贷款 借高利贷的原因是为了买奢侈品 毕竟明星需要一些昂贵的东西成场面 他无语了话 开口问道 要还多少 你总共借了一百万 现在一个月过去了 你该还一百三十万 这几天把钱还过来 不然别怪我们不客气 借一个月的利息是三十万 你们怎么不去抢 你借钱的时候 我们就和你说过的 你说 你这个月有一笔钱会到账 能把这些钱还给我们 还白纸黑字的签了合同 这个月 确实有一笔费用结算过来 那是原主接了好几个通告的费用 加起来总共一百多万 秦真身上确实有不少钱 但是他不可能支付这么高的贷款利息 这分明是把他当作冤大头啊 钱也不是他借的 而是原主那个大傻缺 秦真冷笑着说道 签了合同又怎么样 这么高的利息凡是高利贷 那可是违法的 信不信我报警抓你们 你报警试试 对方的声音带了一丝威胁 我们有的是办法收拾你 最多还一百万 多了没有 说完这么一句 秦真就挂掉了电话 他拿出钥匙 准备开门进去 妹子 你是不是欠了别人钱 还不起啊 隔壁有人开门出来 关心地询问他 秦真转头看过去 就见是个穿着性感的红头发女人 感觉到秦真的视线 女人朝他笑了笑 我叫陈红 你叫我红姐就行 我这里有个渠道 可以借钱给你 而且不急着还 我看要债的人 都上门给你颇油漆了 他们估计要得及 不如你先问这边借 拿着钱先还给他们 我不需要 秦真没什么兴趣 但是对方似乎很想 给他推荐这个贷款 陈红拉住他 快速地说 我也是想帮你 这个贷款真的很划算 比如 你借了一百万 一个月之后 需要还一百三十万 等到了时间 你还不出一百三十万 只需要还一年的寿命就可以了 听到还一年的寿命 秦真这才转头看向他 还有这种贷款 陈红坚他感兴趣 又继续说道 我可没有骗你 真有这样的贷款 而且 我还和他们借过不少钱 每次还不上来 他们就让我签一个合同 还一年寿命就行 用寿命 还钱这种事 我可不信有人能操作 所以这钱不就和不用还差不多 就算真的会减少寿命 一百三十万只减少一年 那也很划算 光靠我自己的能力 一年 还赚不到上百万呢 秦真盯着他的面相看了看 终于看出了端倪 他悠悠说道 世上没有掉馅饼的好事 你自己当心点吧 我都帮你试过了 真没有问题 陈红满脸真诚 他是真心想让秦真去借这个贷款 主要是因为 他借的次数太多了 总共有上千万 每次还不上来 就用寿命抵扣 已经抵进去了十几年 他们说是到上线了 不让他继续借 除非他能介绍一个借贷的朋友过来 才让他继续借 陈红也怀疑自己抵押寿命 会不会出什么事情 可是借贷到现在 他一点事都没有 所以也就一点点放松了借贝 妹子 你去试试吧 他还想劝说 秦真却有些不耐地道 我又不差这点钱 你先担心担心你自己吧 敢把寿命抵出去 你也没几天好活了 怎么可能 陈红瞪着他 冷声道 我借了这么久 一点事都没有 难道他们是神仙不成 还能抽取别人的寿命 那他们傻吗 给你白送钱 秦真一脸看傻叉的表情 然后推开陈红 就进了自己的公寓 呸 好心荡成驴肝肺 陈红对着秦真的大门冷哼一声 这才回自己房间 秦真回到家里 先把东西收拾了一下 然后美滋滋地 泡了一个热水澡放松 泡澡的时候 想到了陈红说的那个寿命带 能抽取他人寿命的人 肯定是风水玄师 又是哪个玄师在做缺德事 不怕被天道反噬吗 正常来说 玄师窥探天机命理 乃是逆天行 多少会受到一些反噬 导致五臂三缺 所以玄师要多做善事 积累功德 抵消五臂三缺 做恶事的玄师 会受到更严重的反噬 日后死了 魂魄还会被地府惩罚 除非 他们有办法规避这种反噬和惩罚 而秦真是神明下凡 倒是没有这种反噬的困扰 只是多做善事 积累功德 对他的修炼也有好处 泡澡之后 整个人神清气爽 经纪人陶安给他打了电话 巅峰挑战播出之后 咱们算是小伙了一把 有不少合作方主动联系我 表示想要和你合作 我帮你挑选了一下 有一个大制作的盗墓电影 感觉很适合你 节目组还说 他们会邀请江瑶来当主演呢 真的吗 秦真听到能和江瑶合作 倒是有些开心 那我演什么 由于你的影视作品不是很多 估计只能拿到女三的角色 那个角色是个女保镖 就是台词有点少 我觉得能参演这个电影 已经很不错了 这个盗墓电影可是的大IP 每个参演的演员都是精挑戏选 导演和制作人也都是业内的大咖 没事 我喜欢台词少的 秦真又不喜欢演戏 他就想凑在江瑶旁边吸死气 那就这样 我先和他们沟通一下 好 桃安挂掉电话 秦真就先去休息了 一日清晨 他是被砸门声吵醒的 秦真开门 还钱 对方砸门声很重 想是要破门而入 要是普通小姑娘听见 估计都要被吓着 狗崽子 打扰你姑奶奶睡觉 秦真一脸烦躁的起床 打开门就见门口站了十多个壮汉 前头的几个赤着膀子 手臂和肩膀上 还有唬人的刺青 一百三十万 一分都不能少 你只还一百万是什么意思 为首的壮汉走到秦真面前 一把捏住他的衣领 凶狠地瞪着他 第八十一章 抢风都的生意 我就借了一百万 当然只还一百万 秦真轻轻地把手按在他的手腕上 随后传来咔嚓一声 壮汉的手骨断了 他闷哼着捂住了手臂退开 你 你怎么力气这么大 他不敢置信地看着秦真 没想到 这个瘦弱的小姑娘 能把他捏骨折 李哥 你没事吧 其他人看到李哥的右手 呈现不正常的弧度弯曲 全部担忧地围了过来 妈的 这个臭娘呢 李哥的鹅脚腾出细汗 狠辣地盯着秦真 你们给我收拾他 是 秦真松了松手腕 看向他们 我又没打算不还钱 能把一百万还你们算好的 还没有报警抓你们呢 既然你们不识去 那就别怪我不客气 刚才算你运气好 不成你还能对付我们这么多人 李哥按着手臂 站在人群后面冷笑 那些纹满花壁的壮汉们 朝秦真围了过来 有个壮汉伸手 就要来扯住秦真的头发 还有人想用手扇他 结果全被秦真一脚一个 踹飞了出去 还有一个人 脸上被秦真打了一拳 直接飞出来两颗大门牙 没多久 所有人都倒在地上哀嚎 李哥看着淡定的秦真 他的脸上不由自主地浮现出惊恐 这女人怎么打架这么厉害 难道练过 你 要是刮不干净 小心我的拳头 等到全部处理干净 我再把一百万还给你们 你做梦 李哥带着人被他打得灰头土脸 心里窝着一股火 哪里还愿意帮他办事 他眯着眼睛 咬牙说道 你以为你打得过我们就可以了 你可别忘了 你签过合同 还在我们那里留下了头发 说到这里 他阴侧侧地笑了一声 到时候自会有东西收拾你 你可别后悔 我劝你还是老实一点 把一百三十万 都转到我们公司的账上 秦征皱了下眉心 翻找着脑海中的记忆 终于让他找到了 原主贷款的记忆 签合同的时候 原主还真傻乎乎地 把头发给了对方 他还给得很爽快 并且觉得 给头发不是什么大事 要是真没有一百三十万 李哥又说道 你和我们重新签一个合同 我们这边还有个寿命贷 你可以用一年的寿命来抵占 秦征挑了下眉梢 没想到 他们和陈红介绍的那家 都在做寿命贷 难道幕后是同一个老板 原来 你们不仅做高利贷 还做寿命贷 秦征的目光冰冷 看来都不是什么好东西 那一百万也没必要还了 都是一群找死的家伙 敢用寿命来放贷 那不是抢丰都的生意 每个凡人能活多久 可都是在生死部上记着呢 要是让丰都的鬼仙阎王们知道 凡间的这个悬尸 必定会付出惨痛的代价 有本事就让他来找我 秦征冷哼一声 关上了房门 那个悬尸找上门更好 他可以给地府的阴差提供业绩 对于这种和风都抢生意的家伙 阴差也会管的 看到紧闭的房门 李哥等人知道 今天算是踢到铁板了 他们也不敢继续敲门 只能灰溜溜的先离开 回去禀告这件事 只是等电梯的时候 隔壁的陈红开门出来 哎呀李哥 你们怎么在这里 陈红一脸讨好的走过去 搓了搓手问 李哥 我最近手头有点紧 能不能再借点钱给我啊 李哥认出他的身份 这我没说到 不行 你的额度已经用完了 李哥 你就通融通融 按照我们的规矩 你需要介绍一个 需要借钱的人过来 我们才能给你提升额度 可以的 我已经联系了一个朋友 光推荐没用 我们不是什么人都借的 你把他的生辰八字要过来 我得先看看 寿命贷 不是所有人都能借 而是需要特定时辰 出生的人才行 之前 陈红把家里人和身边朋友的八字 都提交过 结果都没符合的 所以 他看到秦征 才想着用秦征的试试 行 我把他的八字发你微信 陈红发完之后 李哥看了下手机 不错 他的八字可以 再给你三十万的额度 他的脸上露出满意的笑容 转头看向陈红 那眼神莫名让陈红觉得背脊发凉 好像是在看一个死人 怎么才三十万 之前不是可以借上百万吗 陈红有些不满地说 他还以为 又可以借一千万呢 李哥淡淡地看着他 你也可以不借 不行不行 我一分钱都没了 也不想出去上班 还是借给我吧 我省着点花 还能花挺久的 可以轻而易举地借到钱之后 陈红就养成了 花钱如流水的习惯 之前他借的一千万 很快就被他买买买给挥霍完了 因为钱来得容易 所以他再也没去上班过 对于每个月累死累活 才能拿到四五千的工资 他根本看不上 没法静下新工作 那你跟我回公司办手续 李哥带着陈红走了 只是回公司前 他们先去了一趟医院 刚才被秦征胖揍一顿 每个人的身上都带着伤 秦征回房间之后 又睡了一会儿 等到睡饱起床 他先联系了保洁公司 过来清理外面的油漆 他拿出绿毛僵尸掉落的玉片 和蜘蛛精的腰单 还在家里找了个红绳 然后把玉片的中间 雕刻了一个圆洞出来 将腰单按在洞里 挂上红绳之后 一个简单的护身挂坠就做好了 秦征用法咒给挂坠开光 然后拿在手里把玩 这个应该能护住江瑶 他喃喃地说 想着找机会给他 今天没什么事情 秦征在家里休息了一天 晚上用手机打了几盘游戏 他突然收到了 一个陌生号码的来电 刚接起来 电话那头传来一阵 焦急的求救声 姑娘 你真说中了 我 我遇到了危险 我和我的孩子 可能都得死在这里 对方的声音中 带了几分哭腔 怎么办 我根本跑不出去 门窗都被封死了 听到他的声音 秦征才想起他的身份 那个他在机场撞见的 有钱孕妇 他命里犯小人 有一失两命的劫难 第82章 你怎么还活着 你先别着急 我给你的平安符还在吗 秦征见他说话带了哭腔 知道他身边的情况 肯定是万分紧急 耐心地安慰他 还在 我就拿在手里 平安符可以保护你一段时间 你把定位发我 好 这名有钱的孕妇 叫做仲佩仪 他家里人特意给他 新买了一栋别墅 让他可以安心养胎 可是今晚却突然发生火灾 火灾发生的时候 仲佩仪还在睡觉 也没有人来叫他 等到火势蔓延到二楼 他才醒来 却发现 家里一个庸人都没有 不仅如此 他房间的门窗还被锁死了 仲佩仪先打了火警电话 然后又给家里人打电话 可家里人都没在帝都 只能在电话那头干着急 怎么办 呜呜 仲佩仪望着越来越大的 火势蔓延进房间 心里越来越慌乱 他的手里捏着平安符 还感到肚子一阵阵的疼痛 此时 他缩在房间的角落 根本没地方能跑 这个别墅的地址 在帝都郊区 也不知道 火警什么时候会到 随着烈火的焚烧 房间中的昂贵家具 朝他砸了下来 他惊恐地望着砸下的书柜 却感觉自己的双腿一阵发软 根本无法动弹 啊 不要呜呜呜呜 想到自己的孩子还没出生 就跟着自己葬身火海 他不由感到一阵不甘和绝望 书柜砸下来的瞬间 金色的光芒亮起 仲佩仪就见自己手中的平安符 竟然亮起一阵神圣的金色光芒 犹如一个黄金罩子 将他保护在其中 书柜碰到这个黄金罩子 像是撞到了什么重物 歪倒在另一边的地上 随后火势蔓延过来 金光照子一直护着他 仲佩仪看着手里的平安符 不敢置信地瞪大了眼睛 那个小姑娘 她是高人啊 她的心中涌上一阵庆幸 幸好那天在机场 收下了勤征的东西 勤征赶过来的时候 消防车已经到了 只是火势还没扑灭 这么大的火 估计是活不下来了 报警人说他在二楼 先把二楼的火扑灭 我们进去找找 好 大火已经蔓延了很久 门窗都烧坏了 消防员爬进了二楼找仲佩仪 没多久 两个消防员搀扶着他出来 秦姑娘 仲佩仪看到秦征 走过来抱着他就哭了起来 谢谢你 真是太谢谢你了 秦征拍了拍他的肩膀 小事一桩 你先去医院检查一下 救护车也跟着消防车来了 秦征发现仲佩仪的家人都没在 他就陪着他去了一趟医院 医生给仲佩仪检查之后 说他只是受到了惊吓 导致胎儿的状态有点不稳定 其他没有什么问题 但还是建议留院观察几天 你家里人呢 怎么一个都没在你旁边 秦征问道 仲佩仪苦笑着说 我老公出差了 爸妈去了国外旅游 他们给我安排了好几个佣人 本以为这么多佣人陪着我 不会发生什么意外 谁知道这次发生火灾 他们都不见了 根本没人告诉我 着火了 想到这里 仲佩仪的眼里浮现几分愤怒 你能不能联系上那些佣人 可以 听到秦征的询问 他也意识到了不对 他家的佣人 都是直接住在别墅 照顾他的起居生活 怎么会突然不见 仲佩仪给那些佣人打了电话 基本上都没接 有一个佣人接了 听到仲佩仪的声音 感到很吃惊 还来了一句 你怎么还活着 难道我不应该活着吗 仲佩仪怒火攻心 质问道 是不是你们放的火 不是 不是我 佣人的语气变得慌乱 接着就挂了电话 我给他们开了这么高的工资 他们居然敢害我 仲佩仪气得眼眶发红 我要报警 把他们都抓起来 秦征伸手按住他 意味深长地说 你也说了 你给他们开很高的工资 他们何必冒着丢工作的风险谋害你 除非有人给了更多的好处 或者是威胁他们离开 秦征见他没说话 又对他说道 还记得我说过的话吗 你是因为命犯小人 所以才会一尸两命 过几天 消防队会调查出着火原因 就可以知道 是不是人为纵火 依照你当时的情况看来 我觉得 应该是人为纵火 而且 对方故意支开庸人 将你房间的门窗封死 就是为了置你于死地 你可以先思考一下 谁有这么大的权利 让庸人离开 随着秦征说完 仲佩仪的脸色越来越难看 这栋别墅 是我爸妈给买的 庸人也是他们给我找的 他们救我一个女儿 从小就很宠我 不可能会害我的 那你老公呢 他 仲佩仪思考了一下 他出生普通 但是学历挺高的 所以我们结婚之后 我爸就让他来了 我家的公司工作 还一直提拔他 我家对他有大恩 所以他对我也很好 什么都顺着我 你的生辰八字是多少 我帮你算一算 仲佩仪把自己的生辰八字 告诉他 秦征掐指算了算 对他说道 你的命里犯小人 出现这个命格 转折点是二十岁 所以 小人不可能是你的父母 仲佩仪一惊 我和我老公 是在我二十岁的时候认识的 我猜测也是他 秦征见他满脸不敢置信 建议的说道 反正你有钱 你可以找几个私家侦探 调查一下你家的佣人 他们是被人故意支开 对方肯定和他们接触过 不过 你最好别张扬 先假装以为 今天的火灾就是一场意外 免得对方起戒心 到时候什么都调查不到 仲佩仪沉默着没说话 在他的眼里 他的丈夫儒雅温柔 有文化 对他百依百顺 怎么可能谋害他 而且 他的肚子里 还有他们的孩子 秦征见他的样子 就知道他不想相信 也没多说什么 这种事情 只有让他自己去调查 亲眼见到真相 他才会相信 秦姑娘 那个平安符 可以再给我一张吗 仲佩仪询问道 可以 但是这次不是免费的 仲佩仪点点头 我知道 你救了我一次 已经是大恩大德 哪里还能免费要你的东西 你给我开个价吧 秦征眯了眯眼眸 两百万 仲佩仪犹豫了一会儿 但还是接受了 他见识过这个平安符的厉害 两百万那是值得的 好 秦征将平安符给他 叮嘱地说道 记得调查那些庸人 如果调查过程中 遇到了什么危险 随时打我电话 我会的 仲佩仪认真地记下 秦征收到钱之后 就离开了医院 他打车回到居住的小区 正准备走进小区的大门 不远处传来一阵重物落地的声音 空气中有血腥味传来 没多久 那栋楼的居民 纷纷亮起灯 此起彼伏的尖叫声传来 啊 死人了 有人跳楼 快报警 秦征停下脚步 诧异地看过去 只见路灯的照耀下 那栋楼前面的花坛边 有一个女人倒在地上 鲜血在青石板小路上蔓延开来 语咒 秦征走过去一看 地上的尸体有一头红头发 身形也有点熟悉 他抬头看向尸体坠下的单元楼 和他的公寓是同一状 所以死的这个人是陈红 秦征认出陈红的身份之后 倒是没有太诧异了 因为他第一次见陈红的时候 就知道他快要死了 不过不是抵押完寿命 寿终救济 而是飞来横祸 惨死接头 他盯着陈红的尸体看了一会儿 发现他的身上有淡淡的诡计 看样子 不是跳楼自杀呀 怎么死人了 快报警 小区的保安过来查看 随后又陆陆续续来了不少围观的居民 秦征就从人群中退出来 准备先回家 走进电梯的时候 他的脑海里想着寿命带的事情 陈红的身上有鬼气 他的死亡估计和鬼有关 那这个鬼和寿命带有关吗 叮咚一声 电梯到了楼层 秦征正准备出去 却发现电梯的门缝里面 飘进黑色鬼气 电梯的门打开 黑色的鬼气笼罩着门外的楼道 还有阵阵古怪的阴风吹来 头顶上的照明灯一闪一闪 诡异阴森 那个杀害陈红的鬼 难道还在这里 秦征神色威宁 从包里拿出了几张符录 他慢慢地朝陈红的公寓走去 只见他的房门扮演着 里面漆黑一片 砰的一声 秦征踢开陈红的房门 打开房间里的灯 眼前瞬间大亮 一阵冷风吹来 秦征被动了得哆嗦 却没看到任何东西 他看着有些乱的房间 皱了皱眉心 虽然那个东西没在 但他能看出 陈红的公寓有残留的鬼气 为了避免警察怀疑自己 和陈红的死有关 秦征就没有走进房间里面 转身来到了自己公寓的门前 他掏出钥匙 正要开锁 突然觉得有点不对劲 秦征的动作顿了一下 因为他发现 鬼气是从他家溢出来的 那东西敢躲在他家 找死 秦征扯了下唇角 眼眸冰冷 他猛地推开门 过来看到一道黑影 朝自己扑过来 浓郁的鬼气将他包裹 恶鬼的眼眸 闪烁着凶残狠利的血光 你夺走了我的面 还我命来 恶鬼淒厉地咆哮 身上的怨气越来越重 房间的玄关 都被黑色的鬼气所弥漫 又尖又长的指甲 眼见着要抓伤秦征 秦征力所地从包里掏出陶木剑 直接将他的双手砍了下来 啊 陶木剑上的灵力 打伤了恶鬼 让他发出一声惨叫 他感到一阵畏惧 下意识想要逃跑 可惜刚转身 就被秦征一把拽住头发 从门口拖到沙发边 是不是你杀了陈红 啊 不 恶鬼身上的黑色鬼气 散去了一些 秦征定睛一看 他竟然有一头红色的头发 身上的衣服 也和陈红的一样 只是那张脸上 血肉模糊 轻面獠牙 看不出具体的样子 秦征诧异地挑了下眉 你是陈红 饶了我 饶了我 恶鬼跪在地上 畏惧地看着陶木剑 一个劲地讨饶 回答我的问题 我不知道 恶鬼的眼中 浮现茫然之色 我不知道我是谁 秦征眯了眯眼眸 指尖点在他的眉心 下一秒 恶鬼脸上的血肉 开始一点点地复原 显露出真实的样貌 他就是陈红 可是他的眼里全是茫然 完全不记得 自己生前是谁 秦征的神色有点复杂 又问道 你记不记得 自己是怎么死的 他还是一脸茫然 我不知道 秦征望着他 陷入了思索 陈红安分地跪在地上 秦征不说话 他也不说话 小心翼翼地瞅着秦征 直到他的额头 浮现一个鲜红色的电字 陈红的眼神瞬间变化 从茫然又变成了凶残狠力 充斥着杀气 扑过来一口咬在秦征的膝盖上 他满是憎恨的喊道 还我命来 还没长教训 秦征一巴掌将他拍飞 陈红的魂魄又飞了回来 呲牙咧嘴地想要弄死秦征 而他那双新红的眼眸里面 完全没有半点情感 全是杀戮和凶力 额头上的红色电字 时不时地浮现 鬼咒 秦征看到那个电字 就知道陈红这是被人控制了 所以才会不断地攻击他 而陈红躲在他的家里 也是为了等着杀他 有点意思 秦征走到书房 将那个给江瑶制作的护身符 拿了过来 他借用护身符上的力量 驱除掉了陈红身上的电字鬼咒 他身上的灵力有限 要是用灵力驱除 估计得很久才能补充回来 江瑶又没在身边 唉 想江瑶的一天 陈红身上的鬼咒 被清除之后 眼神渐渐清明起来 你怎么在我家 他震惊地看着秦征 你看清楚 这可不是你家 陈红环顾四周 这才发现 家里的装修摆设不一样 那我怎么在这里 我先回去了 我点的夜宵还没吃呢 他朝门口走去 走了几步 发现不对劲 开门的时候 他的手从门把手穿了过去 然后整个人都从紧闭的房门里面 钻到了房门外面的走廊陈红 妹子 我我我怎么 秦征慢条思理地喝了口水 才说道 你已经死了 不可能 我刚刚还好好的 他激动地反驳完 突然面色大变 不对 我刚才在家点完外卖 把洗衣机里的衣服拿出来 准备挂上晾衣架 结果 结果有人突然推我 说到这里 他满脸惊恐 不 不是人 我家根本没别人 他不是人 秦征看向他 问道 确实不是人 你看到他的样子了吗 陈红努力地回想了一下 过了好久 他才想起来 自己坠楼的那一刻 看到自家阳台上 站着一个黑影 那个黑影 有一双红色的眼睛 额头上刻着一个红色的字 那个字是什么 应该是 祭奠的店 陈红还想起一个细节 他掉下楼的时候 听到了一道阴森的声音 充满仇恨地说 你借走了我的命 我要你偿命 听到这里 秦征拿着水杯的手 微微握紧 这不是和陈红 刚才的样子差不多 我根本没借过别人的命 只把我自己的命抵出去过 陈红不解地说 如果这个鬼想报仇 找我干什么 是不是找错人了 秦征没说话 视线盯着陈红看了会儿 你认不认识一个叫李哥的人 陈红点了点头 他是借贷公司的人 我之前借钱 都是通过他和公司联系 你和我见过之后 还有没有继续借钱 陈红支支吾吾了一会儿 借了 他想了想 又说 但是李哥只借给我三十万 我还想多借点 他说给我再多的钱 我也花不完 当时我没细想这话 现在想起来 他是不是早知道我会死 不错 你被拿去挡灾了 秦征听完之后 有点弄明白 这个鬼咒的作用了 什么意思 陈红疑惑地追问道 第八十四章 你们都是替死鬼 意思就是那个 杀死你的鬼 也是寿命呆的客人 他死后的魂魄 被对方设下鬼咒 以为是你杀了他 夺走了他的命 而你死后 也被他们设下了鬼咒 以为是我杀了你 夺走了你的命 所以你才会来找我报仇血恨 这样操作之后 可以形成一个循环 让上一个客人的鬼魂 去找下一个客人报仇 抽取你们寿命的人 就可以避开灾祸 虽然你们把寿命 抵押给了他们 但不是死在他们的手里 冥界的阴差 也查不到他们的头上 只会以为 你们是意外 被恶鬼杀死 抽取寿命的行为 违反冥界规则 有损应得 如果很多人因此而死 冥界的阴差 必然能察觉到 然后会去找他们算账 要是抓到这些人 风都已有一套 成熟的惩罚系统 哪怕他们还是活人 也会被带走魂魄 可是 你没有借钱啊 为什么我会来找你报仇 陈红听完秦正的这番解释 还是有点茫然 我借过他们的钱 只是没用寿命带 园主借钱的时候 将自己的头发留给了他们 他觉得 只是几根头发 又没什么关系 但是对于风水巡尸 阴阳术士来说 只要拿到一个人身上的一些东西 就可以操作很多事情 特别是头发 指甲 血液这类东西 都是使用玄竹的媒介之一 秦正的眼里 带了几分嘲弄 你知不知道他们的公司地址 在什么地方 你要去找他们 陈红有点犹豫 他们能操纵恶鬼 万一收拾我怎么办 我都已经死了 我可不想魂飞魄散 哦 你不想报仇吗 秦正轻笑一声 如果不是我懂行 解了你身上的鬼咒 你会变成恶鬼乱杀人 到时候 地府的阴差找到你 必定将你打入十八层地狱 永世受尽惩罚 你借到的那些钱 可不只是 买了你十几年的寿命 而是让你替他们 在地狱受尽永生永世的惩罚 什么 陈红面色大变 原来他们打的是 这个主意 天色已经晚了 明天再去吧 秦正看了眼魂不守舍的陈红 他先回了房间休息 睡觉之前 他收到了萧陈宇的消息 说是他和别人 合伙开了一个酒吧 过几天酒吧开业 邀请他过去玩 萧陈宇 队长你一定要来哦 免费随便玩 秦正 嗯 萧陈宇 我和我朋友说了你也会来 他们都很想见见你 想让你算命呢 秦正 免费算 秦正 886 萧陈宇 不是 我肯定让那几个兔崽子给钱 秦正 地址发我 萧陈宇 好嘞 萧陈宇把地址发过来之后 秦正思考片刻又问了一句 秦正 江瑶来吗 萧陈宇 他说他没兴趣 秦正 好吧 秦正 心碎 萧陈宇看到秦正的回复 直接把聊天记录截图发给了江瑶 还附上了一句话 你女朋友都来 你忍心不来吗 江瑶 萧陈宇 我那几个朋友都是刀副帅 小心他们把你女朋友拐跑 江瑶 萧陈宇 你能不能别发问号 到底来不来 江瑶 萧陈宇 看到江瑶的回复 萧陈宇差点把手机砸了 和这家伙聊天真他妈心累 半天说不出一句人话 第二天 陈宏带秦正去了贷款公司 那个公司位于一个老破小的小区里面 看上去就很不正规302号 就是这里 陈宏只向一扇门 那扇门紧闭着 门外还挂着一个八卦镜 陈宏飘过去想进门 但是八卦镜发出一阵光芒 将他打飞了出去 还算有点手段 秦正走过去将八卦镜扯了下来 随后他抬起一脚 直接将紧闭的房门踹飞了 里面是一排排办公桌 李哥和他的几个手下看到他进来 差点惊掉下巴 你 你你怎么还活着 李哥看到秦正 忍不住捂住受伤的手腕 其他手下也感觉浑身一阵疼 这是被秦正打怕了 对他有了心理阴影 你们老板在哪里 我要办寿命贷 秦正朝他们一笑 尽量显得和善一点 老板今天没来公司 李哥古怪的看着秦正 心想他 不是应该被陈宏杀死了吗 老板没在 我就不能办 不是所有人都能办寿命贷 你先把你的生辰八字留下来 如果八字合格 我才能让老板给你办理 李哥给秦正递了一张纸 秦正随便写了个八字 这个八字肯定符合他们的要求 之前他就问过陈宏 有关寿命贷的流程 也研究过他们收取八字的要求 等老板回来 我再联系你 李哥看了眼秦正的八字 倒是符合要求 但是他看着秦正 那笑盈盈的模样 却莫名心跳加速 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好了 你先回去吧 他想了想 还是打算先把秦正支走 可是我今天就想拿到钱 秦正走进房间 在他们办公的地方转了转 他发现角落还有一个房间 房门紧闭 可是即便如此 他还是能感受到 门缝中溢出的丝丝阴气 这个房间是干嘛的 他问了一句 李哥瞬间紧张起来 这 这是洗手间 哦 下一秒 砰得巨响传来 秦正一脚踹翻了房门 只见房间里面阴暗无比 亮着三个诡异的红点点 秦正眯眼看过去 可以看清那是三炷香的光芒 而在三炷香的旁边 放着一个造型古朴的骨灰盒 你干什么 李哥面色大变 怒道 有你这样随便踹门的吗 你不是说这是洗手间 这里供奉的是我妈的骨灰 你给我赶紧滚 你把你妈的骨灰供奉在洗手间 让他在这里吃屎啊 你 你这个臭婊子 老子要打死你 李哥被秦正气得不行 抄起手边的椅子 就要往秦正的头上砸去 哪料秦正一脚揣在他的膝盖上 导致他扑通跪地 手里的椅子也掉落在地上 哎呀 这么客气啊 不如再磕个头 秦正笑眯力地说 你给我等着 李哥怒目远睁地瞪了眼秦正 随后看向漆黑的房间 怒吼道 你躲在里面干什么给老子报仇 要不是老子帮你 你根本不可能复活 结结结 房间里面传来一阵阴森沙哑的笑声 其什么 如毒蛇般忧寒的视线 落在了秦正的身上 漆黑的房间里面 似乎有一个勾楼的黑影 朝门口缓缓走过来 小姑娘好伸手 她夸奖道 终于从房间里走出来 身影暴露在灯光下 外面的其他壮汉打手和陈红的魂魄看到她 皆是倒吸一口凉气 有一种头皮发麻的感觉 不知她是人是鬼 第85章 巨魂灵 那是一个头发没剩几根的勾楼小老头 脸颊上布满了尸斑 身上笼罩着一层浓黑的阴煞之气 森冷诡异的眼神 宛如毒蛇 秦正细细地观察她 发现她的身上没有一点活气 敢闯我的地方 你是第一个 老头死死地盯着秦正 余光撇到不远处的陈红魂魄 眼里多了一丝诧异 你居然挣脱了鬼咒 有意思 真是有意思 她大笑起来 却让陈红觉得一阵不安 逃过一劫 还敢送上门 那今夜就把性命留下吧 老头脸上的笑意瞬间收敛 叮铃铃 叮铃铃铃 古怪的铃声传来 老头伸出背在身后的手 鸡爪般枯瘦的手里 拎着一个巴掌大的铃铛 金色的铃铛上面 也刻画了一个血色电子 招魂铃 秦针看着他手里的古怪铃铛 神色微宁 老头冷笑一声 你也是悬门中人 这个年纪 能解开我的鬼咒 倒是有些本事 日后怕是前途不可限量 可惜可惜 有这样的本事又能如何 悬门中斗争残酷 早邀的天才不知反己 老头的脸上勾了一抹残忍的笑容 布满师般的苍老脸庞 显得更加可怖 这可不是招魂铃 而是拒魂铃 话语落下 铃铛的响声越来越急促 好几道黑影从铃铛里飘了出来 这些恶鬼如发了风一般 朝秦针和陈红冲了过来 他们的额头都有一个血色垫字 秦针 救命啊 秦针手持桃木剑 打飞身边的恶鬼 将陈红从恶鬼口中救出 他看向老头手中的巨魂铃 目光越来越冷 这么多恶鬼 看来你们害死了不少人 手中的驱邪符飞出 形成一圈法阵 将那些恶鬼困在了里面 看到秦针的驱邪符法阵 老头皱眉呵斥的 你们都愣在那里干什么 还不把他的符露都撕了 老头说完 身体往漆黑的房间退了几步 这些驱邪符上的金光阳气 让他也觉得有点不适 李哥等人听到老头的话 纷纷上前要撕掉秦针的符露 可惜秦针就在一旁 看到有人上前撕符露 他把对方按在地上 就是一顿揍 敢撕你姑奶奶的符露找死是吧 阵法中的恶鬼被金光照射着 身上的鬼气也在渐渐的减弱 恶鬼的额头上 电子鬼咒发出一阵阵红光 他们张牙舞爪地想冲出来 但都被金光打了回去 金光越来越强烈 这些恶鬼的身上宛如烈火灼烧 啊 啊呀 恶鬼们的脸色开始扭曲 发出痛苦淒厉的嚎叫 最后一个个如炸开的气球一般 炸成一团团鬼气 老头英智地盯着秦针 没想到他的俘虏阵法这么强 嗨 他低咳两声 用手捂着嘴 下一秒 就见他的手心有一滩血迹 可是这血却不是红色的 而是绿色的 老头用手指沾了绿血 然后抬起铃铛开始施法 口中念念有词 刚念完咒语 眼前出现一道身影 老秃头 秦针趁机来到了房间中 一拳打在老头的脸上 老头会悬术 但不会武功 根本避不开这道攻击 让秦针打个正正 老头的面部瞬间凹陷一大块 随后脑袋炸开花 溅出一片黄绿色的恶臭液体 让秦针面色大变 失毒 他用结界护住自己 连忙往后退好几步 啪哒一声 老头手中的铃铛掉落在地 然后他的尸体倒在地上 他的脑袋被秦针打碎了 黄绿色的脑浆流了一地 难道是活尸 秦针古怪地看着这一幕 他能看出老头的身上没有活气 可没想到 他本就是一具死去多时的尸体 只有表面完好 体内全是失毒 不对 不是活尸 秦针想到他有自己的意识 还能使用鬼术 他肯定有魂魄 可是 老头的魂魄跑去哪了 你 你看那脸 陈红惊恐地叫声传来 随着恶鬼们自爆 他们身上的电子鬼咒 却还留在原地 十几个血红色的电子 漂浮在半空中 开始一点点汇聚在一起 最后变成了一个 半人高大小的血色电子 这个电子上 携带着极其浓重的鬼气 冲破了秦针的阵法 冲破阵法后 电子直接朝秦针攻击了过来 血色电子 撞击在秦针的身上 穿透他的身体 让他的意识 有一瞬间的恍惚 脚步都往后亮枪了一下 随后电子消失 一道沟楼阴暗的身影 在他身后缓缓浮现 老头再度出现 只是这一次 他的身影是半透明的 他早就变成了厉鬼 而他生前是一名悬尸 所以还懂得厉害的鬼术 想要用偏门鬼术 重塑肉身 重活一世 只可惜 这个计划都被秦针毁了 他那鸡爪般枯瘦的手 狠辣地朝秦针的后心刺去 年轻人不知道天高地厚 迟早会付出代价 老头嘲讽地冷笑道 哦 是吗 老头的手碰到秦针的瞬间 他的身上亮起一阵刺眼的白光 他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手 在白光中变成灰烬 秦针转头看向他 身上的威压完全释放 虽然他换了一具身体 但魂魄依旧是神魂 拥有神明的威压 那种威压 对于这些凶煞来说 都是一座不可逾越的大山 哪怕是冥界的任职人员 鬼仙鬼神之辈 都要敬畏几分 不知天高地厚的人 到底是谁 秦针面无表情地望着他 老头的脸上浮现震惊 骇然 惊恐等神色 他的目光依旧无波无澜 却莫名让人感觉到一阵极致的压迫 你 你肯定不是人 你 到底是什么东西 秦针懒地回答他 毕竟他的魂魄 马上就要魂飞魄散了 老头万万想不到 他面前的这个人 根本不是什么悬门后辈 而是仙界一人之下 万人之上的战神 你们最好去警局自首 不然别怪我 让你们魂飞魄散 秦针看向李哥等人 一个个壮硕的汉子 都面如土色地 趴伏在地面上 毫无反抗之力 是是是 我们马上就去自首 李哥看到老头已经魂飞魄散 心里怕得不行 你监督他们 秦针这才收起威压 对陈红说道 好嘞 李哥发现自己终于能动了 连滚带爬地跑出去 陈红看到他们往外跑 也跟着飘出去 监督这些人去自首 等到所有人走完 秦针差点整个人栽倒在地上 他扶住旁边的墙面才能站稳 脸色变得煞白 因为他现在的体质很弱 使用神魂的威压 会瞬间透支他的灵力 秦针想了想 用手机给江瑶发来的语音消息 江瑶 你能不能来接我 发完之后 他还把定位发给了他 他的体内灵力耗费一空 自己修炼了好几天才能恢复 如果有江瑶在身边 吸取他的死气 倒是能快一点恢复灵力 秦针靠坐在地上休息 手里把玩着那个巨魂灵 倒是个好东西 以后可以把鬼装在里面 刚想到这里 秦针就感觉到 窗边有一缕鬼气飘进来 还有鬼 秦针从包里掏出几张浮露 戒备地看向窗户 窗户外面 有一道黑色的气体飘上来 形成一个黑影飘在外面 但是秦针却怎么都看不清他的样子 隐约间 能感觉一道视线一直盯着他 第八十六章 奇怪的视线 秦针眯了眯眼眸 手中的雷火符朝窗外飞了过去 雷电光芒亮起的时候 秦针看到一件戴着帽多的黑色长袍 那个东西隐藏在黑袍里面 还是没看清什么样子 哗啦一声 玻璃全碎了 雷火符在窗外炸开 黑袍影子消失在窗外 他离开了 好像对秦针没有什么敌意 难道只是路过 秦针见他走了 倒是松了一口气 那家伙的鬼气还挺强的 要是这时候偷袭他 他肯定得吃亏 秦针 门口传来熟悉的声音 秦针转头看去 正好看到江瑶跑进来 冲到了他的面前 江瑶扶着他起来 紧接着 他看到地上的血迹 还有一具腐烂的尸体 不由问道 你没事吧 向来清冷淡漠的桃花眸中 微不可查地带了几分担忧 没事 感受到他身上的死气 秦针不由自主地伸手抱住他的腰 脑袋埋在他怀里 闷闷的声音从他怀里传来 江瑶感觉到怀里的胶软身躯 身子微微僵在原地 他抬着手臂 双手不知道该放哪里 过了许久 江瑶见秦针抱着自己不动 不由叫了他几声 秦针 他都没反应 江瑶低头看去 就见他小脸煞白 眼睛紧闭 他面色微变 拍了拍他的脸 你先别睡 告诉我 哪里不舒服 我送你去医院 我没事 他有些困倦的嘟囔一句 睡一觉就好了 真没事 秦针打了个哈欠 可以去你家睡觉吗 江瑶 这都什么时候了 他脑子里在想什么 江瑶见他又要睡过去 直接就将秦针横抱了起来 然后乘坐电梯来到了停车场 轻轻地将他放进副驾驶 他本想送秦针回家 可是却发现自己 不知道他家在哪 最后 还是载着秦针去了他家 到家之后 江瑶刚把秦针放在客房的床上 他就像八爪鱼一样 缠着他不松手 江瑶直接被他拽倒在了床上 等到了晚上九点多 秦针才恢复意识 江瑶家的床真舒服 他睁开眼睛 感慨了一句 结果刚要起身 看到了江瑶那张阴沉的俊脸 他才意识到 他压着江瑶睡得 整个人趴在他的身上 睡饱了 江瑶缓缓起唇 声音沙哑 语气冷嗖嗖的 嗯 秦针有点心虚地撞开目光 没敢盯着他 你 你怎么和我睡一张床 那要问你了 嗯 看到他一脸茫然的样子 江瑶的鹅角秃了秃 最后还是什么都没说 只是把秦针从身上推巴拉开 然后他起身离开 去了自己卧室的洗手间 洗了个脸 他的情绪才冷静了一点 秦针还在客房 盘腿坐在床上 抱着江瑶睡了这么久 他身上的灵力 已经恢复大半 他本想在修炼画 可是突然又感到 有一股视线盯着他 秦针睁开眼睛 朝窗边走去 他看着窗外的夜景 没有感受到一丝鬼气 可是他的直觉 从来不会出错 刚才就是有东西 在暗中盯着他 到底是什么 难道是今天遇到的 那个黑袍鬼 能在他的眼皮子底下 掩盖住鬼气 说明这家伙真有点本事 起码比那个 会悬术的老头鬼 要厉害点 秦针在窗口站了一会儿 现在倒是没感觉 有视线盯着他 他谨慎地打量着窗外的景色 试图找出那个东西 这么一打量 他的表情有点军烈 好大的花园 秦针看了下 自己所在位置 和大门的距离 估计开车 都在好几分钟 花园的东侧 还有一片小树林 天色已黑 树木遮挡 秦针都没法探清那边的情况 陶安说 江瑶家里聚聚有钱 原来不是骗他 叮咚一声 手机弹出一条消息 秦针转身 去床头柜拿手机 江瑶给他发的消息 江瑶 下来吃饭 秦针 哦 秦针走出客房 发现这走廊和酒店差不多 走半天才找到电梯 他以为吃饭的地方在一楼 然后就按电梯去了一楼 却没在一楼 找到用餐的地方 秦针又转悠了一会儿 然后 他迷路了 嗯 在江瑶家里迷路了 你在哪儿啊 我找不到 秦针只能给他打电话 把周围环境拍照片给我 占原地别动 好 秦针按照他说的做 过了会儿 江瑶才找到他 你家这么大 你平时不会迷路吗 秦针走在他身边 吐槽地说 平时不住这里 他淡淡地解释 这里距离你家比较近 所以就带你来了这里 那你平时住哪儿 玉井府 玉井府是帝都有名的豪华别墅区之一 那里离我家是挺远的 江瑶带着秦针来到吃饭的餐厅 秦针已经忘了哪是哪儿 晚餐是江瑶亲手做的 很简单的杨春面 因为江瑶平时不住在这里 所以这边也没什么庸人 只是定时会有人过来打扫 身体没事了吗 要不要去医院 江瑶问他 没事 不用去了 他沉默片刻 想到今天所见的场景 又问道 刚才你在抓鬼 嗯 那个鬼生前是玄尸 手段比较厉害 下次遇到这种鬼 可以联系我一起 江瑶说完 发现秦针诧异地看着他 他解释道 你不是说抓鬼有功德吗 我也想给自己积点德 免得死了下地狱 你又不做坏事 怎么会下地狱呢 谁和你说 我不做坏事 江瑶放下筷子 慢条丝里地看向他 狭长的桃花眸 带着几分玩味 俊美精致的容颜 多了些邪似的感觉 啊 秦针愣了片刻 你想做什么坏事 骗你的 他轻笑 快吃吧 他哼了一声 继续埋头干饭 还没吃完 仲佩仪给他打了电话 什么事啊 秦姑娘 仲佩仪的声音带着哭腔 语气不敢置信 司家侦探调查到了 故意支开庸人的人是我爸 放火的事情 也是他吩咐的 他还给了庸人一大笔的钱 怎么会怎么样啊 他是我的亲生父亲 从小到大都这么宠我 为什么要害我 我不信 不可能是他 什么 幕后主使是你爸 秦针也不相信 狠狠地骤起眉心不对 这事肯定不对 按照他的算卦结果 仲佩仪的老公 才是幕后主使啊 难道他算错了 第87章 终降头了 你先冷静一会儿 秦针快速地把杨春面吃完 打算再帮仲佩仪算一挂 为什么会是你爸 司家侦探怎么调查的 仲佩仪吸了吸鼻子 先擦掉了脸上的泪水 他们查到了我爸和庸人的通话录音 还有我爸和他们的银行转账记录 那场火灾是我爸让他们放的 还让他们把我的房门锁死再离开 你把录音和转账记录把我看看 好 仲佩仪挂掉电话 没多久就把录音和转账记录发给了秦针 秦针听完录音 还是有点不相信 姜佩 录音可以造假吗 可以 那你能听出来 这段录音造假了吗 他放了好几遍录音 姜佩在一旁也听到了 我听不出来 但是我认识一个朋友 他可以看出录音有没有造假 也能看出转账记录有没有造假 秦针眼眸一亮 能不能让他帮我看看 我可以给他钱 不用给钱 姜佩笑了一下 过来收走他的碗 你把录音和转账记录发我 我让他看看 好 秦针把这些内容发他之后 忍不住又问他 你那位朋友是什么人 姜佩想了一会儿 算是比较高级的程序员 也可以说是黑客 我会让他帮我控制网上的舆论 另外调查一些重要的事情 他也能帮上忙 为了让他帮忙 姜佩每年都会给他支付一笔不菲的费用 这次帮秦针看东西 用他的面子就可以不用付钱 我先去洗碗 姜佩转发好内容之后 先把碗筷拿去了厨房 说是洗碗 其实只是把碗筷放进洗碗机 大约过了五分钟 对方给了回复 他说这些东西都没造假 什么 秦针从位置上站了起来 神情有点不开心 难道真是我算错了 不应该啊 他找出仲佩仪的生辰八字 又帮他算了一挂 还是命犯小人 而且是从二十岁开始 仲佩仪和他老公是二十岁时相遇 这个小人是他老公才对 如果是他爸想要害他 那他应该从出生就开始犯小人 秦针觉得这是太古怪了 他必须亲自去见见仲佩仪的家人 不过天色已晚 秦针给仲佩仪发消息 让他先假装不知道这件事 等明天见面再说 仲佩仪觉得很痛苦 根本没法假装不知道 他出事之后 他父母都从国外赶了回来 老公也从出差地回来了 今天得知这个噩耗 他就一直躲在房间里面哭 好在他老公今晚加班 没人知道他在房间哭 不然他爸妈肯定会来看他 晚上不便回去 秦针还是住在江瑶家里 只是这一次他睡在客房 江瑶睡在卧室 第二天清晨 秦针早早的起床 准备去仲佩仪的家里 去哪儿 我送你 江瑶拿了车钥匙 和他一起出门 这里附近不好打车 好呀 秦针刚坐上江瑶的跑车 江瑶的手机就响了 他要开车 所以点了免提 电话那头传来经纪人的声音 祖宗 你昨天到底有什么急事啊 采访早就预告说你会参加 粉丝全等着看 你临时违约离开 主办方让我们赔500万 今天有个广告代言的拍摄 你可得来啊 不然还得赔钱 江瑶什么都没说 直接把电话给挂了 你昨天有工作呀 秦针转头看向他 有些愧疚 江瑶腻了他一眼 淡淡道 通告费才几百万 我本来就不想去 你不发我消息 我也会走的 反正又不是第一次违约 这样啊 话虽这样说 但秦针还是很感谢江瑶昨天来接他 对了 我有个礼物给你 什么 秦针给他做了个护身法器 但是翻了翻包没找到 忘带了 下次给你 好 江瑶勾了下唇 心情很不错的样子 没多久 他们到了仲佩仪的家 仲佩仪的家住在预警府 江瑶在这边也有一栋别墅 这边的别墅面积小一点 适合他一个人居住 你好 我是仲小姐的朋友 秦针敲门之后 雍人过来开门 你好 仲佩仪早就嘱咐过 所以雍人就带着他进去了 江瑶在外面等他 倒是没进来 秦针走进来 看见客厅坐着一对老夫妻 男的带着眼镜在看报纸 女的在看电视 他们应该是仲佩仪的父母 秦针 雍人扶着仲佩仪从楼梯下来 他神色焦急地叫他 秦针收回视线 过去找他 我们去你房间聊吧 我上下楼不方便 我们去茶室聊 也行 仲佩仪的手扶着肚子 慢吞吞地朝客厅旁边的茶室走去 我知道原因了 你爸不是真心想害你 秦针刚才看到他的父母 就已经看出了问题 真的 仲佩仪有点激动 他先把茶室的门关好 才走到秦针身边坐下 那到底是为什么 我也觉得我爸不可能会害我 他救我这么一个宝贝女儿 要是真想让我去死 为什么还要从小宠着我 说到这里 仲佩仪的眼眶又红了 他抽了一张纸巾擦眼泪 不好意思 怀孕之后就变得很敏感 一点小事就想哭 没事的 这可不是什么小事情 秦针密了你眼眸 你爸之所以会对你下手 那是因为 他被人控制了 刚才我看他面相 发现他被人吓了降头 下降头 仲佩仪面色大变 想到了那种电影里的 下降头邪术 是电影里的那种下降头吗 对 而且你爸中的这个降头 不是一般的降头 他可以控制 改变你爸的思想 让你爸成为他的工具 仲佩仪听完 忍不住浑身发抖 怎么会这样 到底是什么人这么恶毒 他又忍不住想哭 如果我爸清醒过来 发现他亲手谋划杀了我 肯定会痛不欲生 不仅会痛不欲生 说不定还会自我了结 秦针的目光泛起冷意 这估计就是对方的目的 实在是歹毒至极 秦针 求求你了 你帮帮我们家 仲佩仪拉住秦针的衣袖 差点就跪在他面前 你想要多少钱 我都给你 只要你救救我爸 我已经收过钱了 不需要你再给钱 秦针将他扶起来 既然我接手了这件事 自然会帮你处理好 当务之急 是先找到下降头的媒介 解开你爸身上的降头 第88章 乌骨娃娃 怎么样才能解开啊 这种能改变他人意识的降头 基本都是鬼降 你爸的身上 沾了不少鬼气 但是鬼却没一直缠着他 说明对方只在施法的时候 让鬼出来办事 降头术可以藏鬼 让阴差都发现不了鬼的踪迹 我没感应到鬼藏在哪里 所以需要知道 下降头的媒介是什么东西 仲佩仪听完解释 不由感到一阵头皮发麻 我家藏着一只鬼 那我爸现在有没有危险 目前他还正常 但是他会不记得自己 被控制的事情 下一次降头发作 他才会失去意识 再对你下手 鬼降使用的鬼 基本都是恶鬼 怨气极重 等到对方达成目的 那只鬼可能还会吃掉 你爸的身体和魂魄 秦小姐 你 你一定要抓到他 仲佩仪听的一阵心惊 茶室的气氛 似乎也多了些阴森 秦征对仲佩仪说 上次你从火灾逃生 对方肯定会不甘心 我们可以引他出手 从而知道 没一件事什么 到底是谁 对我爸下了降头 仲佩仪的眼里 染了一抹怒意 等到我们查清楚 我绝对不会放过他 应该是你老公 听到秦征的话 仲佩仪的表情 将在脸上 秦征的脸色有些严肃 我给你算了两挂 两次的挂项 都指向小人是你老公 如果你还是不信任我 我们就试探他一下 怎么试探 仲佩仪的脸色有些发白 双手紧紧的攥着衣角 你给你老公打电话 让他回家一趟 就说 你想和他离婚 而且 你已经让律师准备好了 离婚协议书 和财产分割协议 财产分割方面 你打算让他净身出户 我 仲佩仪有点犹豫 这么做 是不是太过分了 他们从校园走入婚姻 相爱多年 结婚前 还遭到了仲家父母的阻拦 可以说是 历尽千番 才能在一起一辈子 而且 仲佩一肚子里 还有他老公的孩子 所以 他很不想去怀疑他 我不是真让你们离婚 只是吓吓他 如果他是下降头的那个人 你这么做 肯定会直接激怒他 他必定会再次出手 用降头操控你爸杀了你 如果你老公不是下降头的人 你再和他解释呗 我们这么做 是为了救人 也是不得以为之 他肯定会理解的 不过秦征觉得 肯定是那个家伙 就算没有他的两次算卦 秦征也会怀疑他 仲佩一和重父重母都死了 他老公就是最后的得利者 仲家偌大的家产 全部都会归他所有 这不得不让秦征怀疑 好吧 仲佩一纠结半想 最终还是点了点头 他摸着自己的肚子 忍不住叹气道 我肚子里还有孩子 为了孩子和我爸妈 也只能这么办了 对了 你老公叫什么 他叫银行 你知不知道他的生辰八字 知道 仲佩一从桌上拿了一张卡片 在上面写了银行的生辰八字 秦征看着银行的生辰八字 掐指算了算 年少有为 贵人相助 平步青云 可惜心路不正 是个白眼狼 仲佩一听到秦征的话 眉心一跳 哪料秦征还没算完 秦征一生 烂桃花也挺多的 我老公不是那种乱玩的人 他的心思都在工作上 因为想要证明自己 给我爸看 没时间去找别的女的 秦征刚说完 仲佩一就忍不住反驳 可是他有一截 就是他的烂桃花造成的 仲佩一抿了抿唇 没有说话 秦征知道他不想相信 也没多说什么 他又看了看手中的卡片 发现仲佩一拿的 还是银行的名片 上面写了 银行任职的公司和职位 还有联系方式 公司是仲佩的集团 银行任职集团总经理的位置 秦征拍下名片 发给了江瑶 秦征 我想知道这个叫做银行的人 有没有情人或者暧昧对象 能不能让你那个朋友帮忙 调查一下 江瑶 嗯 江瑶又问了一下 他这边还需要多久能解决 秦征不知道还要多久 所以就让江瑶 先去做他自己的事情 秦征和江瑶聊完 仲佩一也已经和他老公打了电话 听到仲佩一要离婚 他老公觉得很突然 连忙放下手中的事情 从公司赶回来 大概一个小时 银行抵达家中 小姨 你是不是开玩笑的 我们的孩子都要出生了 怎么可以离婚 要是离婚了 孩子怎么办 银行进门看见仲佩一 激动地走过来 按住她的肩膀 听到她的话 客厅的二老 也不敢置信地看过来 好好的 为什么要离婚 仲佩一强忍着情绪 对银行说 我觉得我爸妈说得对 我们是两个世界的人 一点都不合适 这段时间 我和你相处得很不开心 你也觉得 我们不是一个世界的人 银行按在他肩膀上的手 很用力 向来温柔的眼神 带上了几分音质 仲佩一从未见过他这样子 吓得愣在原地 银行 你冷静点 别吓到小姨 仲佩呵斥一声 过来推开银行 小姨 我们去楼上书房聊一聊 为什么突然想离婚 仲佩看向仲佩一 严厉的眼神变得柔和 你有什么不满 都可以告诉爸妈 爸妈永远站在你这边 仲佩一复杂地看了眼银行 这才跟着父母去了楼上 银行站在原地 垂在身侧的手 死死地攥着 脸色很是阴沉 过了片刻 他大步朝茶室走过来 秦真还在茶室 见他过来 他就躲到了屏风后面 砰的一声 茶室里面 响起杯盏碎裂的声音 贱人 压抑的低吼声传来 只见银行用双手撑在桌面上 脸色阴沉 满眼怒意和不甘 完全不像仲佩一 所形容的那样温柔如雅 随后 银行走到了桌边的架子边 他打开架子上的一个抽屉 从里面拿出一个 黑色的长方形木质盒子 盒子外面雕刻了一些 不怎么明显的纹路 乍看之下 盒子的造型有点像棺材 银行看着盒子 冷笑道 上次你运气好逃过一劫 本来想让你多活几天 既然你非要找死 那就别怪我了 他背对着秦真 秦真没看清他的动作 但是 银行把盒子放回抽屉的时候 秦真看到一缕邪气飘出来 锁好抽屉 银行走出了茶室 秦真从屏风后面走出来 从包里找了个钢丝发夹 敲开了抽屉的锁 他拿出抽屉里的盒子 打开看到了里面的东西 那是一个巴掌的不偶小人 胸口用鲜血写着生辰八字 脑袋上扎了三根银针 乌骨娃娃 秦真又仔细看了看 不对 不是一般的乌骨娃娃 他伸手戳了戳娃娃的肚子 表情微变 人皮做的娃娃 秦真拿出手机 打算拍下娃娃发给众佩仪 顺便问一下他 娃娃身上的生辰八字 是不是他爸的生辰八字 结果刚把手机对准娃娃 相机中的娃娃 突然张开了嘴巴 皮质的裂缝嘴巴下 是一排排尖利的牙齿 他猛地从盒子里坐起来 一口咬住秦真的手腕 第八十九章 降头湿于眼 浓郁的鬼气 从娃娃的口中溢出 人皮娃娃的两颗扭扣状的眼睛 闪现着红光 原来你藏在这里 秦真冷笑一声 将人皮娃娃拽了下来 然后捏着他的脸 用撬索的钢丝发卡 把人皮娃娃的牙齿全部撬掉 娃娃 他惊恐地叫了起来 秦真拿出一张驱邪符 贴在他的额头 叫声戛然而止 黑色的鬼气 不断从娃娃身上溢出来 然后在半空中 形成了一个少年的形状 呲牙咧嘴地朝秦真扑过来 秦真一巴掌将他拍飞 安分点 又是一张驱邪符飞出去 金色的光芒灼烧少年的魂魄 他的脸上浮现痛苦之色 黑色的鬼气越来越淡 饶命 饶命 少年求饶地叫道 我不是故意害人的 我没办法 他把我关在了娃娃里面 要是我不帮他办事 我就会魂飞魄散 谁把你关在娃娃里面 硬行 不是他 是一个匠头师 秦真听明白了 硬行是找一名匠头师 买的人皮娃娃 那个匠头师叫什么名字 我不知道他叫什么 看到秦真的神色有些不满 少年连忙又说道 但是我听到其他人叫他鱼也 鱼也 他是很有名的匠头师 秦真皱了皱眉心 没听说过这个名号 不过他刚来这个世界没多久 也没怎么接触过 这个世界的悬门 自然没听说过 这些悬门中的厉害人物 秦真拿起那个人皮娃娃 轻而易举地 拔掉了娃娃头上的银针 看到他的行为 少年诧异地瞪大了眼睛 你 你居然能拔掉 降头术的关键 就在这几根银针 一般人根本拔不下来 而银针被拔掉 里面封印的鬼也能离开 少年转大喜 我自由了 下一秒 秦真又把银针插了回去 少年 看到少年欲言又止的样子 秦真慢条思理地说道 我能把你放出来 秦真思考片刻 才对他说道 我会把降头转移到银行身上 你就缠着他 蛊惑他说出真相 让仲佩仪知道他的真面目 好 少年爽快地映下 秦真用灵力抹掉了 人皮娃娃上的生辰八字 然后咬破自己的手指 用鲜血将银行的生辰八字 写在了娃娃的肚皮上 人皮娃娃的口中 吐出一缕邪气 邪气顺着门缝飞了出去 秦真做完这些 少年的魂魄也被吸回娃娃中 他将娃娃放回到黑盒子里面 然后重新锁上抽屉 晚上十点左右 银行脸色阴沉地坐在床边 他看到仲佩仪从浴室出来 脸色一阵变化 脸上流露出伤心失落之色 小姨 我真的没有机会了吗 看到他这样子 仲佩仪不免心疼 但他想到秦真说的话 又把这股心疼压制了下去 我们之间 已经不可能了 银行突然自嘲地笑了起来 脸眸遮住眼底的阴霾 好吧 我过几天再签字 最近公司的事情有点忙 嗯 仲佩仪心不在焉地应了一声 钻进被窝躺下 关灯休息 两人辗转反侧许久才睡着 漆黑的夜晚 万籁俱寂 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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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银行感觉有人一直叫他的名字 他不由睁开眼睛 结果就看到自己的脑袋上方 飘着一个咧着大嘴的人皮娃娃 人皮娃娃的眼睛血红 浑身充满力气 他扑过来 一口咬在银行的脖子上 大叫道 你去死吧 不 不要 银行捂住脖子 惊恐地叫起来 我不是让你去蛊惑我岳父吗 你来找我干什么 我花了好几百万把你买回来 你这个白眼狼 你去蛊惑我岳父啊 让他杀了那个贱人 银行愤怒地大叫 想要把人皮娃娃扯下来 人皮娃娃还是不管不顾地咬他 我要杀了你 杀了你 银行疯狂地挣扎起来 从床上滚落在地 不 不 你去杀了仲佩仪 你去杀他呀 杀了那个贱人 啪哒一声 床头另一侧 有人打开了灯 床上的仲佩仪醒了 眼眶通红 不敢置信地望着他 老公 原来真是你 我的肚子里 还有你的孩子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刺目的灯光 让银行清醒过来 他睁开看了看四周 根本没有人皮娃娃缠着他 老婆 我 他脸色惨白 白口莫辩 我只是做了个噩梦 那些都是梦话 银行的表情僵硬 尴尬地解释 不用解释了 我都知道了 仲佩仪悲痛地看着他 浑身都在发抖 你给我爸下了降头 想让他弄死我对不对 你明知道 我爸妈最在乎我 你的心思 怎么这么逮多 银行皱了皱眉心 突然有些明白了 这就是你想和我离婚的原因 你知道了一切 对 我们家的人都对你这么好 你却这样对我们 你实在是让我寒心 呵呵呵 对我好 银行讽刺得冷笑 你们哪里 对我好了 你爸妈从始至终都看不起我 把我当成你们家的一条狗 我爸妈是对你有点偏见 可是他们都在逐渐接受你 仲佩仪看到他眼里的憎恨和厌恶 震惊不已 没想到这么多年 他都是装的 接受个屁 他们要是真接受我 为什么一直不让我了解公司的核心科技 还不是把我当外人 爸是想让你多磨练几年 仲佩仪有些心累 这个时候 他的手机弹出来几条消息 他拿过来一看 是秦征用微信给他发了好几张照片 这些照片都是银行和不同的女人在一起 他们的举止都很暧昧 其中有一个他还认识 是银行的下属 仲佩仪深吸一口气 他感觉这么多年 自己就像个傻子 被他耍得团团转 银行 你真让我觉得恶心 他从床上起身 准备离开这个房间 仲佩仪 你终于暴露了吧 你也从心底看不起我 听到仲佩仪的话 银行的神情瞬间暴怒 看到仲佩仪起身 他突然扑了过去 将仲佩仪扑倒在床上 双手死死地掐着他的脖子 他的眼睛赤红 宛如一个疯子 一字一顿地说 我恶心 我看到你和你爸妈 我也恶心透了 你知不知道 我多讨厌你们高高在上的样子 我忍辱负重这么多年 仲佩的一切 就应该是我的 你去死吧 只要你死了 这些家产全是我的 啊 就 仲佩仪瞪大了眼睛 没想到他敢 直接动手杀人 他终于意识到 自己的枕边人 根本不是儒雅温柔的绅士 而是折服在黑暗中的恶魔 第九十章 黑袍鬼影 哇 哇 陡然间 两人的耳边 又传来人皮娃娃的叫声 银行 睡梦中的那道诡异声音 再度出现 谁 银行下得手一抖 仲佩仪连忙趁机推开他 想跑 看到仲佩仪往门口跑去 银行的眼神越发英质 他抓起柜子上的花瓶 直接朝仲佩仪的方向砸过去 眼见着花瓶要砸到仲佩仪 半空中突然浮现一个小人 人皮娃娃一脑袋撞在花瓶上 花瓶朝银行的方向砸了回来 不过他的反应很快 侧身避开了花瓶 仲佩仪 你敢跑试试 银行看到仲佩仪打开门 威胁道 你要是跑了 我就把你爸妈都杀了 仲佩仪显然被吓住了 脚步顿了一下 结果下一秒 身后传来惨叫声 啊 你又咬我 他转头看去 就见银行使劲地捂着脖子 好像有什么东西 在咬他的脖子 可是仲佩仪却什么都没看到 仲佩仪心里一惊 也来不及细想 连忙推开门跑出去 爸 妈 银行要杀我 他来到父母的房间 一边敲门叫醒他们 一边用手机拨打了报警电话 没多久 别墅里的所有人都醒了 众父众母 看到仲佩仪脖子上的掐痕 愤怒不已 要去找银行算账 但是仲佩仪把他们拦了下来 让他们先等警察过来 而别墅里的佣人们 也都守在他们的旁边 银行却一直在卧室中 里面时不时地传来他的惨叫声 他一个人在里面吗 听到银行的叫声 其他人不免觉得诡异 有个男佣人的胆子比较大 站在卧室门口看了一眼 没多久 他面色大变地跑回来 有鬼 姑爷被什么东西安在地上 还说有东西咬他 让我救救他 可是 我什么都没看见 他不是仲佩的姑爷了 别再这么叫他 仲佩冷笑着说 有鬼缠着他正好 连自己怀孕的妻子都会下手 他还算是人吗 他这是活该 报应 大约半个小时 警察就到了 今晚银行对仲佩仪的行为 算是谋杀未遂 这件事证据确凿 银行很快就被拘留判刑 后续调查中 还查出银行在公司 有谋用公款的行为 仲佩聘请了好几名律师 直接给银行判了18年的有期徒刑 降头的作用还没消除 银行在监狱中 总是觉得人皮娃娃缠着他 咬着他不放 他为了弄掉人皮娃娃 还做出自残的事情 银行自残砍掉自己的手臂 精神错乱越来越严重 最后变成了吃傻 秦征又去了一趟仲家 他要拿走人皮娃娃 仲父仲母已经知道是他的帮助 仲佩仪才会发现 银行的真面目 二老非常热情地 让秦征留下吃晚饭 做了一大桌子的大餐招待他 秦姑娘 我敬你 你可是我们全家的救命恩人啊 仲父激动地举杯 对秦征说道 老头子 我没什么大本事 不过在帝都城里 还是有点人脉 如果秦姑娘有需要 尽管来找我 谢谢 秦征清拧了一口红酒 视线落在桌上的棺材小盒上 人皮娃娃还躺在盒子里面 他根本没离开盒子 而银行感觉到人皮娃娃缠着他 想要咬死他 其实都是降头作用下的幻觉罢了 降头的可怕之处就在于 神不知鬼不觉地改变一个人 最后让人丧命 本来人皮娃娃里面的鬼魂 还会吃掉银行 不过 这是损应得的事情 还会助长恶鬼的力气 秦征不准鬼魂这么做 所以 少年的鬼魂才没吃了银行 秦姑娘 这是我的一点心意 仲父递过来一张银行卡 不用了 仲小姐已经给过钱了 虽然她缺钱 但是不爱钱 该收多少就收多少 俗物收得多了 带来的因果也重 对她的修为有影响 秦征拒绝了这张银行卡 不过她说 刚才仲先生说你人脉广 如果你的朋友遇到什么灵异事件 或者需要看风水 能不能推荐一下我 自然是可以的 秦征微微点头 那就够了 吃完晚饭 秦征带着棺材小盒和人皮娃娃走了 不过 回家的路上 盒子里面总是传来敲击声 秦征没有理会 抵达家里 她才打开棺材小盒 干嘛 人皮娃娃站起来 插腰问她 什么时候放我出去 刚才就是她在里面敲棺材 晚点再说 你是不是骗我 少年的声音里 带上了愤怒 你帮将头师做过坏事 要是有阴差抓到你 肯定会把你打入地狱 秦征号征以侠的看着她 难道你想下地狱授法 你赶紧放我出来 每天待在这个盒子里面 真是无聊死了 秦征没理她 把棺材小盒放在桌上 视线看向窗户外面 有东西盯着她 前几天 秦征就感觉有鬼盯着她 这种感觉消失了几天 她还以为那个鬼走了 结果现在又出现 有完没完了 她有点恼火 直接朝窗口走去 果不其然 窗户外面浮现了一道黑袍鬼影 黑袍鬼影发现她开窗 正准备离开 结果秦征一把抓住她的脚 将她拖进房间 浓郁的鬼气席卷而来 秦征甩出几张俘虏 竟然都不能抵挡这股鬼气 随后 漆黑的锁链从黑袍中甩出来 将她捆了得结实 你就这点本事 我还以为你多厉害 黑袍鬼影缓缓开口 声音有点雌雄莫辩 秦征眯了眯眼眸 视线落在身上的锁链上 感觉这东西有点熟悉 你到底是什么人 想干什么 你是神明转世对不对 秦征诧异地挑了下眉梢 她怎么知道的 见秦征不说话 黑袍鬼影轻斥一声 原来这就是神 真他妈废柴 连我的锁链都挣脱不了 或者只是你比较菜 你给神明丢脸了 你知道吗 呵呵 秦征的手一把抓住她的锁链 手中的灵力顺着锁链延伸过去 黑袍鬼闷哼了一声 身形有点不稳 下一秒 秦征直接将锁链拽了过去 狠狠地抽在她身上 找死 黑袍鬼影的声音带了些怒意 然后和秦征在客厅里打起来 啊 人皮娃娃吓得满地乱跑 你们别打了 你们别打了 这样打不死对方的 只会打死我 咕咕咕咕咕咕大 大公鸡也吓得满客听乱飞 吓死鸡了 第九十一章 不费钱 费命 明界的人就这点水平 秦征把黑袍鬼踩在脚底下 这次终于看清了她的样貌 是个漂亮精致的女孩 长得和洋娃娃一样 黑袍里面是暗黑系的洛莉塔裙子 还是说 只有你比较菜 秦征居高临下地看着她 掉落在地上的锁链 上面刻着丰都的编号 她是丰都的阴差 不过她的实力 比秦征上次遇到的阴差 厉害很多 哼 发现秦征能打败自己 她似乎还有些满意 我叫苏锦 我还会来找你的 苏锦意味深长地看了眼秦征 然后化作一团鬼气 消失在原地 这就走了 秦征疑惑地看着脚下 心想这丫头逃命的本事挺高超 她回想了一下 想起锁链上的编号是九 据她所知 明界的阴差有上万人 不过不是所有阴差 都能来凡间抓恶鬼 只有比较厉害的阴差才能上来 而阴差的编号 是按实力排的 编号越前面 实力越强 编号也不是一致不变 五十年一换 平定标准是阴德数量 和抓鬼贡献 苏锦找她想干什么 她在明界 也没什么认识的人 不过 苏锦不安好心的话 秦征也没在怕的 她要是怕一个小小的阴差 传回仙界 还得被好友们笑掉打牙 刚才下手清了 秦征看到客厅的狼藉 顿时有点头疼 她先收拾了一下 明天还得去买新的家具 其实 刚才他们还没放开打 要是彻底放开打架 这洞楼都能被他们拆了 收拾的时候 就见人皮娃娃和大公鸡 躲在角落瑟瑟发抖 你叫什么名字 秦征把人皮娃娃拎出来 小妖 你是渔爷制作的人皮娃娃 能不能感应到她在哪里 小妖摇了摇头 不能 她伸手挠了脑脑壳 又说道 不过 你解了她的酱头术 她可以感应到 也能找到我在哪里 所以 你最好快点把我放了 毁尸灭迹懂不懂 那个老头很可怕的 小心他把你杀了 也把你藏进娃娃里面 秦征的嘴角抽了一下 第一次见人质叫着 要毁尸灭迹的 那就等她找上门 秦征把小妖放回地上 她留下它 也是为了引出渔爷 渔爷用人皮做娃娃 鬼匠手段成熟 能卖给一个客户 就能卖给第二个客户 绝对做了不少 伤天害理的事情 这种行走的大号功德香 她会放过 第二天 秦征被电话铃声吵醒 电话那头 传来萧辰宇激动的声音 队长 今晚我的酒吧有party 你答应要来的 别忘记啊 知道了 可以免费蹭吃蹭喝 秦征怎么能不去呢 还能给富二代算卦赚钱钱 她清醒了一点 先起床吃早饭 然后网购了一些家具 吃完早饭之后 桃安的电话又打过来 今天下午还有个工作要处理 那个盗墓电影顺利接下 前几天 秦征已经去试镜过了 桃安又对她说 不过我从小到消息得知 江瑶还没确定演不演 要是她不来演 实在是太可惜了 虽然这部电影是大制作 但如果有江瑶的名气加持 肯定会更加爆 我可以找机会问问 上次见面之后 他们各自忙自己的事情 一直没见面 哎呀 我的礼物又忘了 秦征突然又想起来 护身法器的事情 上次还说找机会给她 桃安挂掉电话之后 秦征就给江瑶发了消息 秦征 图片 秦征 我给你做的护身法器 江瑶 好 她刚把消息发过来 江瑶就回了 秦征 怎么给你啊 你什么时候有空 江瑶 今晚我会去肖辰宇的酒吧 秦征 她不是说你不去吗 江瑶 今晚没事 随便去看看 秦征 好耶 秦征得知江瑶今晚也会去酒吧 心情很不错 机哥 你帮我盯着她 秦征让大公鸡盯着人皮娃娃 免得她趁机跑了 她收拾了下自己 还得去一趟公司 等到工作上的事情忙完 差不多是下午五点多 酒吧的party是夜场 大概八点开始 秦征先和陶安一起吃晚饭 吃完晚饭 陶安开车送秦征到酒吧门口 要不要我陪你一起 那些富二代的派对都挺乱的 我怕你吃亏 你确定我会吃亏 陶安想到了 秦征在野外求生的表现 顿时就放心了 你的武力值是很强 但还是要小心点阴招 陶安嘱咐他 陌生人给你的酒 最好不要喝 可能会有人在里面加料 女艺人在聚会上吃亏的事情 陶安见过不少 特别是酒吧的这种聚会 知道了 我会小心点的 秦征给陶安一个放心的眼神 这才下车走进酒吧 他刚进去 萧承宇就朝他走了过来 队长 他们还没到 我先带你去楼上逛逛 酒吧里面 五颜六色的灯光闪烁 舞池里音乐声震耳欲聋 好 秦征有点不习惯 这么吵闹的环境 他们走上楼梯 他看着舞池里扭动的几个身影 微微皱起眉心 舞台的灯光 扫过那些人的时候 他隐约看到了一缕鬼气飘过 你们这里刚开业 还挺热闹的 秦征意味深长地说 是啊 来的人很多 萧承宇的声音传来 其实我们也不算新开业了 只是接手了一个朋友的酒吧 然后找人重新装修了一下 这个酒吧在富人和明星圈子里 本来就很有名 所以也不需要太费力经营 萧承宇说完停下脚步 转头看向他 队长 你不是会看风水吗 帮我看看 这地方咋样 能不能赚大钱 萧承宇一脸自信地问他 显然认定 这地方能赚大钱 来你这地方玩 不费钱 秦征的话说到一半 萧承宇解释道 那还是挺费钱的 入场费就得十万 如果身上没点家底 都不敢踏进这里 他微微一笑 我的意思是 不费钱费命 萧承宇 萧承宇的表情有些僵住 开业第一天 听到这种话 任谁都心里不舒服 不过 萧承宇见识过秦征的能力 知道他不会乱说 忍不住问道 队长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可别吓我 字面上的意思 萧承宇心里一个咯噔 他还想问点什么 武池那边有几个人下场 朝他们走过来 萧绍 三四个穿衣风格 比较嘻哈的富二代走过来 为首的人看到秦征 眼眸一亮地说 你不是那个 巅峰挑战的秦征吗 你那本事真厉害 能不能给我们算一挂 秦征看到他们 诧异地挑了下眉梢 刚才武池中的鬼气 就是围绕着他们 看到他们的面相 秦征眯了眯眼眸 脸色有些冷下来 算卦看像是窥探天机 我从来不免费服务 不就是钱吗 小爷有的是 他扬了扬下巴 有些嚣张地说 萧承宇不满地看着他 郑林 秦征是我请来的贵客 你态度客气点 他不是说算命要钱吗 我给他拿钱还有错 郑家是有名的富商 郑林仗着家里有钱 在谁面前都是这副嚣张的样子 根本没把萧承宇的话放在心上 把钱拿过来 郑林对身后的小弟说道 然后有个小弟提着一个手提箱过来 他打开手提箱 哗啦啦地把一箱子钱倒在地上 这里有一百万 够不够啊 他这是让秦征自己捡钱 第92章 6号真死了 有钱了不起 秦征转头就走了 冷笑道 将死之人 活该 不仅郑林是横死之相 他身边的几个小弟也都是短命相 你给我站住 听到秦征的这句话 郑林面色不悦 让身边的几个小弟过去 把他拦了下来 你他妈咒我呢 郑林 萧承宇走过来 挡在秦征的前面 你别忘了 这是我的地方 今天还是开业第一天 你对我的客人不客气 别怪我对你不客气 郑林的火气上来了 也懒得管萧承宇的面子 你有什么了不起 以前要不是我带着人过来玩 这酒吧能出名 只要我一句话 让你破产是分分钟的事情 我怎么不知道 郑少爷有这么大的本事 剑把弩张之际 破的声音从门口传来 萧承宇看到那道 骑场挺拔的身影 顿时松了一口气 江瑶 你可算是来了 妈的 这个兔崽子欺负秦征 江瑶走过来 身上的气息更冷了一些 他冷冷地望着郑林 郑家真是能耐了 江少 郑林娜娜地叫了他一声 瞬间没了嚣张的气眼 如果说萧家 郑家是有名富商豪门 那江家就是帝都的 超级豪门世家 江家一个不乐意 郑林家里的生意 都没法做下去 他敢在大部分人面前这么嚣张 但是完全不敢在这些 世家子弟面前嚣张 特别是江瑶这人 出了名的不择手段 牙子必报 以前得罪过他的一些富二代 基本一个月内 就会消失在富人圈子里 把地上的钱捡起来 江瑶看到这副场景 大概就猜到发生了什么 而郑林听到他那命令般的语气 脸上的表情一阵扭曲 这种事情 还是我们来吧 郑林的几个小弟比较上道 连忙蹲下开始捡钱 我说 让你们捡了吗 江瑶居高临下地逆着他们 那几个小弟 吓得一动不敢动 郑林脸皮上的肉 也抖了一下 谁扔的 谁捡 郑林深吸一口气 咬牙道 我捡 他蹲在地上 将洒落在地上的红钞票捡起来 由于他扔的红钞票比较多 捡了许久 还有大半没有捡完 江瑶从他身边走过 来到秦征的旁边 他勾了下唇 身上的冷气散了些 礼物呢 给你 秦征从包里 拿出护身吊坠 递给他 这个比平安府有用 嗯 江瑶将东西拿在手上把玩了会儿 有些爱不释手的模样 你们别在这里挡着了 我们先去楼上包厢 萧辰宇笑嘻嘻地说道 离开之前 郑林还在那里狼狈地捡钱 萧辰宇心里别提多爽快 果然 叫秦征过来是个好主意 江瑶也会跟着过来 以前江瑶从来不会出席这种聚会 他这个人比较孤僻 只参加有正式的聚会 其他时间喜欢一个人 待着来到包厢 秦征对萧辰宇说 你最近有破财之相 最好还是把酒吧关了吧 啊 萧辰宇垮着脸 有点不乐意 我今天才开业 要是现在就把酒吧关了 我之前投的钱都没法回本 这叫做及时止损 秦征悠悠地说 继续开下去 你会惹上更大的麻烦 这个酒吧真有问题 可是能有什么问题啊 买下酒吧之前 我还专门找人看过酒吧的财务报表 每个月能赚几十万呢 江瑶冷不丁地开口 既然这么能赚钱 上的老板为什么不继续开下去 还把酒吧转让给你 让你赚钱 他说家里的生意忙不过来 没精力继续开酒吧 他有没有留股份 没有 整个店都卖给我了 卖了多少钱 八十万 江瑶骤起眉心 这个价钱太低了 事出反常必有妖 明知道这个酒吧很赚钱 家里的公司再忙 精明的商人也不会轻易放手 他完全可以雇个有能力的人管理酒吧 然后自己在背后拿分红 而且对方卖出的价钱也太低了 依照这个酒吧的盈利来看 两个月就能赚到八十万以上 那么这个酒吧卖个两百万 都是不成问题 扣扣扣 门口传来敲门声 打断了他们的谈话 萧少 你在里面吗 萧承宇过去开门 发现是他邀请过来的一些朋友 他邀请的朋友 都比郑林靠谱多了 大家互相介绍认识 态度都很客气 或许是因为江瑶在这里 有几个人还显得有些拘谨 我们来玩狼人杀怎么样 萧承宇让人拿了一些桌游过来 活跃气氛 什么是狼人杀 秦征坐在江瑶身边 凑过去问他 江瑶从桌上拿了狼人杀的牌 耐心地解释了一遍 不远处的其他人看见 都是一脸见鬼的表情 江瑶居然还会和别人解释这种东西 他不会还要和他们一起玩吧 震惊之后 他们又有些受宠若惊 江瑶看到秦征跃跃欲试的样子 也来了点兴趣 江瑶 你来吗 萧承宇料定他会玩 但还是问了一句 嗯 发完牌 萧承宇开口说道 大家看一眼 自己是什么身份 天黑请闭眼 狼人请睁眼 秦征和江瑶都睁开了眼睛 不远处还有个男生也是狼人 轮到秦征发言的时候 他来了一句 我是一批好人 然后他第一轮就被刀了 江瑶 他真是万万没想到 秦征会是这样的方式出局 其他人都经常玩狼人杀 在场还有不少明星演员 演戏那可是一绝 包厢气氛渐渐地热落 而江瑶这匹狼 总是轻飘飘一句话 就把一点甩到了别人身上 哎呀 游戏到了最后的决胜时刻 外面突然传来惊叫声 早期淘汰出场的人 离开包厢去看了一眼 萧绍萧绍 出大事了 那个人回来 脸上满是惊慌失措 什么事 谁在乱叫 刚才玩游戏的那个六号 死了 六号是死了呀 萧尘宇以为他在说游戏 毫不在意地说 第一晚他就被狼人刀了 淘汰出局了 不是游戏 他真死了 那人急得双手乱挥 把萧尘宇拽起来 想让他出去看看 而且死得很惨 洗手间全是血 第九十三章 他是为了报仇 你说什么 谁死了 萧尘宇脸色难堪地站起来 包厢里的人都停下了说话 热闹的气氛变得安静无比 和我们一起玩游戏的那个六号 他不记得那人的名字 就记得玩游戏的时候 死者的号码牌是六号 到底怎么回事 刚才我去洗手间 看到门口有很多鲜血流出来 我以为是有人摔倒受伤 所以进去看了一眼 结果就 就看到 那个画面实在是太惊悚了 他也不知道该怎么形容 萧少 你自己去看看吧 哪个洗手间 你带我过去 好 秦真和江瑶对视一眼 也起身出门 二楼的洗手间在走廊拐角 很快就到了 还没走到门口 他们就看到不少鲜血流出来 渗进走廊的地毯上 洗手间门口拒着几个客人 小心翼翼地站在外面 朝洗手间里面探头探脑 都是一副不敢又好奇的样子 还有人拿着手机在拍照 也有人打电话报警 小心点 别破坏现场痕迹 看到萧尘宇率先走进去 秦真提醒道 他们尽量避开鲜血流过的地方 走到了洗手间的门口 萧尘宇看到里面的场景 先是倒吸一口凉气 接着克服心里的恐惧 努力地辨认尸体的身份 真是讲号 与其说是尸体 不如说是碎尸 只见洗手间的地面上 鲜血流了一地 有一个男人倒在地上 但是他的身体 却被不知名的东西 切割成好几块 残肢和躯干散落在地上 洗手间的墙面上 都是喷散的鲜血 掉落在地上的那颗头颅 死不明目 眼珠突出 里面还有残留的金句 哦 有人看到这幅场景 差点呕吐出来 萧尘宇脸色发白 心头也一阵犯恶心 他用手抵着唇 转头问秦真 队长 你说 我的酒吧会出事 不会就是指这件事吧 你知道是什么东西做的吗 秦真环顾了一下四周 最后视线落在尸体上 暂时不确定 没多久 警察到了 事发地洗手间被封了起来 和死者接触过的人 都要接受询问萧尘宇 这个酒吧老板 还得去警察局入口供 警察猜测 死者是被电锯 砍成这么多块 这种残忍的杀人手法 肯定会有比较大的动静 今天酒吧刚开业 到处都是人 应该会有人察觉到异样 可是问了一圈 都没人听到电锯声 警察又调查了酒吧的监控 死者进入洗手间之后 走廊的后半段监控 突然被一道黑影挡了几分钟 能不能把这段监控 再放一遍 秦征站在几个警察的后面 和他们一起 看走廊监控 警察转头看了他一眼 还是按照他说的做了 用最慢的速度播放 用最慢的速度 播放这段监控 可以更清楚地看到 有东西遮挡了监控摄像头 导致那几分钟的画面 出现黑影 至于是什么东西 在遮挡 却看不清楚 秦征看着这段监控 陷入沉思 江瑶突然说 我那个朋友可以把视频 用更慢的速度进行解析 你那个黑客朋友 嗯 他在这方面的技术很厉害 那让他试试 我想知道这个黑影是什么 他们让萧陈宇 把监控录像发了过来 然后江瑶找他的朋友帮忙 这种程度的解析 对于江瑶朋友来说 就是小儿科 没几分钟 他们就拿到了图片 看到解析出来的黑影图片 萧陈宇差点下地 把手机扔出去 秦征却是一脸了然 果然是这种东西 遮挡摄像头的东西 是一头浓密卷翘的长发 可是这头长发的主人 却是飘在半空中 秦征 能不能给我一个友情价 萧陈宇哭丧着脸叹气 我买下这个酒吧之后 还花了上百万装修打广告 现在这些都打水飘了 呜呜呜 秦征同情地看了他一眼 八折 不能再少了 好 两人刚谈好出手费 警察那边又传来了动静 说是在酒吧后门 又发现一具尸体 手法和洗手间这个一样 都被电锯切成了碎尸 他们跟着警察 来到了酒吧后门 看到了满地鲜血和那些碎尸 手电筒的灯光照耀下 可以看清地上的人头 他好像是正灵的狗腿子 萧陈宇认出了他的身份 秦征看了下四周 眼眸微微眯起 然后对萧陈宇和江瑶说道 我们进去吧 别妨碍警察调查现场 回到酒吧 秦征找到一处比较偏僻迪卡座 才把自己发现告诉他们 我发现了鬼打墙的痕迹 那个人是被鬼打墙困在原地 然后被杀了 洗手间那个 估计也是差不多的手法 所以才没人听到动静 这次他留下的鬼气比较明显 我可以用招魂咒 秦征伸手掐绝 念了招魂咒 这次的招魂咒不太一样 他用的是强制招魂 不管对方愿不愿意 都必须来到他身边 如果对方不想来 反抗咒语的力量 招魂咒会对魂魄劈下雷法 呼 呼 招魂咒生效之后 酒吧后门突然刮起一阵阵阴风 门口附近的地面上 肉眼可见的 结出一层薄薄的冰霜 秦征望着那些阴气凝结的冰霜 脸色凝重 居然是一只很凶的厉鬼 呵呵 阴冷的笑声传来 漆黑的夜色中 有一个红群女人飘过来 森冷怨毒的目光 盯着酒吧里面的秦征 哐哐哐 随着她的到来 酒吧的后门 被阴风吹得一阵摇晃 烈烈作响 外面的警察转头看过来 他们什么都看不到 但是能感觉气温低了不少 莫名觉得气氛有些诡异 直到女鬼飘进酒吧 最里侧的卡座 门口的阴风才停下 酒店卡座中 红群女鬼看到秦征手中的浮露 有些忌惮 她收起身上的部分鬼气 怨怨地问道 天师大人 召唤我干什么 秦征眯了眯眼眸 那两个人是不是你杀的 女鬼脸上的神色 一阵扭曲变幻 最后恨恨地吐字 是 她死死地盯着秦征 是我杀的 又怎么样 他们全部该死 如果不是他们 我也不会受尽折磨 最后被他们活生生完死 自己一个公道 难道这也有错吗 随着她的诉说 女鬼身上的怨气越来越重 第九十四章 有些人不配做人 这个女鬼叫做汤思涵 本来是个十八线小明星 为了争取到一个比较好的角色 不得不来酒吧应酬 结果那些投资商都不是人 把她当畜生一样 灵虐玩弄 最后不小心把她玩死了 还把她的尸体 用水泥封在酒吧密室 如果你们不信 我带你们去个地方 汤思涵朝楼上飘去 打算带他们去看看那个密室 秦征他们跟着她上楼 来到三楼最角落的包厢 包厢里面有个机关 按下可以打开一扇隐藏着的石门 刚打开门 就是一股浓郁的阴气涌出来 还能闻到淡淡的血腥味 密室里面只放着几张沙发 没有其他东西 秦征走进密室 目光越发的冷 这个地方的气场有问题 起码死了好几个人 才能有这么重的阴气 这家酒吧只是明面上干净 暗地里的交易很肮脏 酒吧老板会让人 给一些漂亮的女孩下药 把她们送给那些男的 她们还会用娱乐圈的资源做诱饵 故意引诱女艺人来这边应酬 想方设法逼迫她们进行皮肉交易 要是不小心把人玩死了 她们也无所顾忌 找人把尸骨交住到密室的石墙里面 谁都发现不了 汤思涵的声音中带了些愤怒和悲戏 我真的很喜欢演戏 只是想拿到一个好点的角色 可是她们却这么对我 有钱了不起吗 有钱就可以凌辱伤害女人 我死不瞑目 一定要让她们付出代价 她的视线看向秦征 带了几分祈求 天师大人 这个世界上的恶人这么多 但不是所有人都能受到惩罚 死在这里的女人不止我一个 我也是在帮那些姐妹报仇 除了那些该死的坏人 我不会伤害无辜之人 你就饶过我吧 秦征没有说话 而是绕着密室的墙壁走了几圈 你们往后退 她停在一面墙的旁边 伸手按在墙面上 随着她的灵力注入墙面 墙上出现一道道裂缝 你小心一点 江瑶看到墙面裂开 有碎石掉下来 忍不住提醒秦征 我不会有事 你们最好退到密室门口 江瑶和萧陈宇按照她说的做 下一秒 巨响传来 哄的一声 整面墙碎裂 石块掉落下来 秦征的身上有一圈金光形成的罩子 所以没被石块砸到 这一面墙是另外胶住的 墙体碎裂之后 对整个房间没什么影响 而且还露出了另外一个更小的密室 小密室里面放着一些不堪入目的成人用品 还有一些看着像是刑具的东西 这些东西上面还挂着血迹 啊 就 就是这里 汤思涵淒厉的尖叫了一声 魂体发抖 这个小密室就是他遇害的地方 而秦征打碎的墙体中 确实能看到不少白骨 证明汤思涵没有说谎 秦征看到这些东西 神色有点复杂 他转头看向汤思涵的魂魄 你说的对 他们确实该死 这个世界上 有些人根本就不配做人 小密室的东西 勾起了汤思涵的痛苦回忆 他抱着头 蹲在地上痛哭起来 小姐姐你别哭呀 你还记得他们是谁吗 我帮你报警抓他们 萧承宇本来觉得自己挺惨的 听完汤思涵的故事 感觉这些女孩才惨 他只是亏了几百万 这些小姐姐却失去了生命 怪不得那个人要把酒吧便宜转让 原来是做了亏心事 警察就在楼下 江瑶轻飘飘地看了眼萧承宇 对哦 我去叫他们 萧承宇气愤地离开 打算让警察来调查这件事 天师大人 能不能帮我一个忙 萧承宇离开没多久 汤思涵也缓过神了 他抬头看向秦征 突然朝他跪了下来 不知道是我的执念太深 还是那些人对我的尸骨做了什么 哪怕我现在变成厉鬼 还是无法离开酒吧 今天死的两个人 只是参与欺辱我们的小人物 根本不是真正害死我的人 说到这里 汤思涵的语气越发不干 今天郑林倒是来了 可是在我动手之前 他突然离开了酒吧 他和原来那个酒吧老板 才是害死我的主母 我想找他们报仇 秦征闻言 这才明白郑林的命债是这样签下的 至于郑林提前离开 估计是被江瑶羞辱 导致他在朋友面前没面子 今天不好意思 继续待在酒吧玩带你离开 不是问题 秦征从包里拿出巨魂灵 上次驱出老头厉鬼 拿到的巨魂灵倒是个好东西 他稍微改造了一下 既可以养鬼 还有很强的攻击力 你自己钻进来 我带你离开 秦征想了想 又解释到 进了我的巨魂灵 你的魂体上会有我的印记 别做一些不该做的事情 要是你做出格的事情 我都会知道 定然饶不了你 是 汤思涵恭敬地硬下 然后飘进巨魂灵里面 秦征从一片废墟的密室走出来 萧陈宇正好带着警察上来 说是他们偶然发现 这个包厢有一个密室 密室的墙壁里面 还有这些尸骨 我刚接手这个酒吧 完全没想到 会有这样的密室 我觉得 上个老板肯定有问题 你们可以查一查他 萧陈宇留下继续应付警察 秦征和江瑶就先走了 离开酒吧的时候 已经是晚上11点 江瑶开车送秦征到小区门口 然后他才开车回家 出来吧 秦征把汤思涵放出来 你可以去报仇了 报完仇回来找我 汤思涵是厉鬼 那可是比恶鬼还要高一级的存在 厉鬼一般都凶性难改 本能地喜欢血腥和杀戮 所以秦征不能让他在外面乱跑 如果还能超度 那就超度完 送去地府投胎 好的 汤思涵看到附近的环境 神色激动地飘走了 秦征回到公寓 就见人皮娃娃和大公鸡 在客厅乱跑 一个逃 一个追 人皮娃娃 嗨啊啊啊啊的乱叫 他买的新家具都弄脏了 秦征的鹅脚秃了秃 直接把一鬼一击 狠狠地揍了一顿 第二天早上 秦征接到了桃案的电话 那个定下的盗墓电影 今天要签合同聊剧本 所以要去一趟公司 秦征打车来到公司 迎面就遇上了一个熟悉的身影 对方就激动地把他拦下来 秦小姐 昨天多有得罪啊 这个人正是正灵 昨天让秦征帮他算命 结果却拿钱羞辱秦征 反而被江瑶教训了一顿 今天见到秦征 他的态度好极了 客客气气的 秦征却不想理他 只是看了他一眼 就准备离开 见他要走 正灵连忙又说道 秦小姐 我想请你帮个忙 我们去办公室戏聊怎么样 我没兴趣 这家伙在秦征的眼里 和死人没什么两样 我至少给你五百万的出手费 这样还没兴趣吗 正灵的脸上带了一抹焦急 隐约还有些不安 第九十五章 他对他来说很特殊 秦征挑了下眉梢 你先说说什么事 在这里说 嗯 正灵小心翼翼地看了下四周 压低声音说道 昨天那个酒吧出事了 你知道吗 酒吧死了两个人 我知道 那两个人都和我认识 正灵的脸色有些发白 除了他们两个 我还有另外两个好兄弟也死了 昨晚莫名其妙死在家里 我怀疑 他们是被脏东西弄死的 你帮帮我 秦征看着他的面相 冷声道 如果没做过亏心事 怎么会被脏东西缠上 你和你朋友 是不是做了什么不该做的事情 没 没有啊 正灵的神色有些闪躲 显然是在撒谎 你的事情 我帮不了 我只就该救之人 从不就该死之人 秦征看向他的视线 带了几分嘲弄 正灵听到这话 脸色难看 又想到了昨天被羞辱的事情 他不甘地咬牙道 秦征 你别给脸不要脸 你要是同意帮我 我可以给你八百万 但你要是不同意 别怪我不客气 陈王牧这部电影 我家是投资商之一 只要我一句话 就可以把你踢出剧组 我还认识不少有名的导演和制片人 以后你想要好资源 想都别想 陈王牧 就是秦征拿下的那部盗墓电影 今天来这边签合同 正灵作为投资商之一 过来了解一下演员安排 所以他们才会撞见 秦征好整以侠地看着他 你觉得 我会在意一个死人的威胁吗 你 你给我等着 正灵被他一噎 神色更加愤怒 他当场拿出手机 打电话给导演 陈王牧的女保镖角色 不能用秦征 如果非要用秦征 那就别怪我们郑家撤资 导演接到电话 觉得有点突然 小郑总 秦征最近的热度很不错 而且我们请了江瑶做主演 到时候 可以用他们来给电影炒热度 热度可以买 不差这点 正灵冷笑地说 总之我不想看到那个女人出现在电影里面 要是让我看到 以后的投资也别想了 那好吧 导演犹豫半想 最后还是同意了 郑家投了不少钱 要是突然撤资的话 导演觉得没必要为了一个秦征得罪正家 他以后的项目 还得仰仗这些投资商 女保镖的角色是由秦征出演 导演挂掉电话 耳边传来沉冷的询问声 不远处的沙发上 俊美妖野的男人 慵懒地坐着 双腿交叠 金尊玉贵 江瑶今天穿了一身银灰色的西装 慵懒之余 还有些斯文的感觉 听到他的询问 导演客气地回道 本来是这么打算的 但是我们商量了一下 觉得秦征不太合适 哪里不合适 话没说完 办公室的气温骤然冰冷 江瑶把剧本扔在茶几上 转眸看过来 神色不悦 啊 导演支支吾吾的 不知道该怎么说投资商觉得 秦征不合适 他委婉地解释 希望江瑶能理解 而且 秦征没有演电影的经验 他的演技也不符合我们的要求 那我们的合同也不用签了 江瑶站起身 懒淡地理了下西装 他转身准备离开 江瑶 你别走啊 导演追着他出来 我这个角色 就是为你量身定做的 义正义邪 只有你能体现角色的张力 陈王牧的剧情 还充满了探险奇幻的元素 盗墓题材的大IP改编 你肯定能靠这部剧 拿下不少大奖 没兴趣 江瑶会来演戏 完全是因为他家里 给了他一个娱乐公司 刚开始 公司总在亏钱 他这个老板就自己上了 可没想到 只是演了几部 悬疑行真的电影 他靠着逆天的颜值 和自然的演技 瞬间爆红出圈 粉丝越来越多 现在公司 已经发展成圈内 三大娱乐公司之一 所以他借工作 都是看自己喜好 江瑶 你先说说 你为什么不演 我们本来都谈好了 你有什么不满意的 我们还可以商量呀 导演有点范畴 本来都和他谈好了 却没想到 江瑶临时变卦 江瑶没说话 反倒是身边的经纪人 提醒了一下 秦征为什么不合适 我觉得 秦征很适合演女保镖啊 刚说完 附近的电梯打开 秦征走出电梯 看到江瑶 就是眼眸一亮 江瑶 你怎么在这里 江瑶的唇角勾了一下 路过 导演 经纪人 刚才导演磨破了嘴皮子 都没见 只为落个笑脸 全程释放冷气 结果秦征一出现 突然就变得 这么和善可亲 好巧 我来这里签合同 秦征见过导演 询问道 你好 在哪里签合同啊 导演就感觉 江瑶的视线 也落在他身上 冷嗖嗖的 极具压迫感 让他有一种 他敢拒绝秦征 以后都别在 娱乐圈混的感觉 在这边 你跟我过来 导演硬着头皮回答 郑家和江家 哪个分量重 他心里自然清楚 得罪郑家郑林 只不过是少点投资金 可要是得罪了江瑶 他很有可能 以后一笔投资都拿不到 电影还可能不能上映 来到办公室 秦征先仔细地 看了下合同 发现没什么问题 他就签了名字 他转头问江瑶 语气欣喜 你要演电影的主角吗 你很希望我演 江瑶好整以侠地问他 对呀 这样我们就可以 每天见面了 他的修炼 还得靠他的死气呢 好 那我也 听到江瑶的话 导演一脸见鬼的表情 他看了看这两人 突然觉得 网上的CP话题 不是空穴来风 想到自己刚才 当着江瑶的面 要把秦征的细分撤了 他就想抽死自己 这不是没事找事吗 签合同的过程很快速 一些条件之前就谈好的 两人签完之后 秦征打算去单饭 他还没吃饭呢 我也没吃 一起吧 江瑶得知他没吃饭 如此说道 经纪人和电影导演 都古怪地看着江瑶 有点欲言又止 明明吃过了鸭味 导演请个课 好呀 秦征想着 之前都是江瑶请他吃饭 他也得请课一次才行 两人正准备去餐厅 江瑶还让经纪人别跟着 结果刚到地下停车场 秦征口袋里的巨魂灵 却不断地响动 000000 他将巨魂灵拿出来 里头传来汤思涵的求救声 秦姑娘 救命 救 救我 秦争一愣 汤思涵遇到危险了 他不是个厉鬼吗 找人类报仇 能遇到什么事啊 第96章 山霄鹰牌 昨晚汤思涵又杀了两个人 那些人都是酒吧事件的参与者 郑林和酒吧前老板 作为真正的幕后推手 汤思涵本来决定 今天好好地折磨他们 然后再杀了他们 吃掉他们的魂魄 可是他来找郑林的时候 却遇到了意外 下午两点多 外面阳光明媚 晴空万里 郑林的别墅 却笼罩了一股浓郁的阴气 导致阳光无法照射进来 即便是屋里开着灯 光线还是很昏暗 灯光还不断地闪烁 怎么这么暗 郑林的手里拿着一个快递 走进屋里 就感觉一阵阴冷的气息吹来 他的心里一个咯噔 连忙将手里的快递拆了 那是一个阴沉墓制作的佛牌 漆黑的阴沉墓上面 雕刻了一个古怪的神像 神像的头上带着一顶斗笠 仔细看去 神像的脸像是一只猴子 但是却只有一条腿 这是猴神吗 郑林拿着佛牌 研究了一下 猴神 一定要保佑我呀 他将佛牌挂在脖子上 手里握着佛牌祈祷 郑林的几个朋友 都参与了酒吧的事情 得知他们惨死 而且警察查不到凶手 郑林才会慌张地找大师去写 有个朋友给他介绍了大师 说是特别厉害 就是要价特别高 他们还没见面的时候 大师就要价五百万 先付钱才能见面 郑林担心这大师是骗子 所以才想找秦征 结果秦征不想帮他 郑林只能死马当活马医 给那位大师打过去五百万 打完钱之后 大师还是没见他 但给他寄了一个东西 大师寄的东西 看上去像东南亚的佛牌 其实不是正统佛牌 应该叫做鹰牌 里面供的是鬼怪 拿到大师的东西 郑林倒是心安了一点 别墅里的浓重鹰气 笼罩在郑林身上 导致他的身体出现一定的疲乏 感觉特别困 想要回房间睡一觉 他上楼来到卧室 鼻尖闻到了一股淡淡的血腥味 啊 开灯之后 郑林下的往后退了一步 只见卧室的地面上 有一个血淋淋的死字 而在死字的旁边 放着两颗头颅 这两个头颅都瞪着眼睛 直勾勾地盯着他 正是昨晚暴毙家中的两个好兄弟 郑林 森冷幽怨的声音 从卧室里面传来 光线越来越暗 紧闭的空间 又阵阵阴风吹来 地面上结出淡淡的薄霜 不远处的床底下 有大片浓密的黑色长发 蔓延出来 鬼啊 郑林惨叫一声 扭头就想跑 地面上的长发 瞬间飞过来 一把缠住他的脖子 将他拖回卧室 汤思汗的魂魄 从床底爬出来 星红的眼睛盯着他 轮到你了 不 不要 郑林下的浑身颤抖 求饶道 姑奶奶 我不是故意的 我是不小心 你就饶了我吧 以后 我每年给你烧纸钱 你想要多少 我只要你的命 他伸出指甲尖利的右手 一把掐住郑林的脖子 下一秒 就要将他的头颅拧下来 猴神 猴神救救我啊 郑林的脸色憋得亲子 歼声大叫道 他戴在脖子上的阴沉木佛牌 突然发出一道黑色的光芒 打在了汤思汗的身上 将他打飞了出去 吱吱吱吱吱 紧接着 一道黑影在郑林的身前浮现 他的佛牌里面 跳出来一只半透明的黑兽如猴的怪物 紧毛茸茸 只有一条腿 一蹦一跳地朝汤思汗扑过来 什么东西 汤思汗皱了下眉心 用长发缠住黑猴的身子 但是黑猴用爪子一扯 就把汤思汗的长发给割断了 黑猴来到身边 汤思汗用尖利的指甲攻击他的胸口 可是他的指甲 却像是碰到了一块坚硬的钢铁 没有留下任何痕迹 汤思汗面色大变 没想到这东西还如此厉害 看到这一幕 郑林才放下心 他看着狼狈的汤思汗 冷笑道 还想要我的命 你配吗 你活着不是我的对手 死了照样拿我没办法 汤思汗看到郑林嚣张的样子 目光越发愿毒不甘 我不会就这么放过你 那你来啊 小爷就站在这里 有本事就杀了小爷 郑林能看出 汤思汗不是黑猴怪物的对手 越发有恃无恐 小贱人 也不看看自己几斤几两 你敢这么吓唬我 还弄死我的朋友 我绝对不会让你的家人好过 郑林恨恨地呸了一声 想到自己还在世的家人 汤思汗面色大变 郑林 我要你死 他不管不顾地朝郑林扑过去 滋滋 黑猴的速度极快 几乎化作一道残影 直接把汤思汗拦了下来 他的爪子对着汤思汗一挠 直接将他的右手臂扯了下来 人死了变成鬼 哪怕身体有残缺 都能恢复完整 可若是做鬼的时候 身上落下了残缺 基本上是很难复原 汤思汗以后转世做人 也将会永远是残疾人黑猴怪叫一声 伸手还想将汤思汗的脑袋给撬开 汤思汗自知不是对手 连忙化作一团鬼气 朝窗口飘去 吱吱吱 黑猴能感受到鬼气 朝他追了过来 汤思汗找了个地方躲起来 抱着自己的断手 痛苦不甘至极 他想不明白 自己都死了 变成厉鬼 为什么还不能报仇 郑林从哪里找来的怪物 难道有钱真可以为所欲为吗 悲痛之下 黑猴的气息出现在附近 汤思汗不得不向秦征求救 秦征根据巨魂灵感应到的气息 找到了郑林的别墅小区 进了小区之后 他却无法感应到汤思汗的位置 汤思汗去找郑林报仇了 他出事可能和郑林有关 秦征对江瑶说 脸色有点焦急 今天郑林还想花钱请我保护他 我没同意 他可能找了别的大师 这个别墅小区很大 你知道他的准确位置吗 我不知道 秦征有点沮丧 他把气息隐藏得太深了 那先吃点东西吧 江瑶拉着他 去小区门口的便利店 先买了点吃的 他还记得秦征说过 没吃午饭 秦征没什么心情单贩 随便买了点吃的 他坐在副驾驶吃东西 江瑶开车 带他先进了别墅小区里面 江瑶对他说 我开车在里面转几圈 你看看 哪里有问题 如果发现他的气息 我们再停车下去找 好 暂时也只能这样了 跑车正准备发动 突然有个人走过来 敲了敲秦征那侧的车窗 秦征摇下车窗 看到了一个穿着黑衬衫的中年男人 梳着大背头 黑色的头发里面 夹杂着几粗白头发 脖子上两种阴郁 制作的鬼牌 他面色冷峻 眼神不善地打亮着秦征 你是不是偷了我的东西 中年男人 语气阴沉地问道 第九十七章 谢谢渔爷送的恶鬼 厉鬼和山霄 秦征看了见他脖子上的鬼牌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我自己做的东西 上面都有我的印记 只要有人碰过 我都能感觉出来 你最好 把我的娃娃还回来 不然别怪我不客气 听到娃娃两个字 秦征猜到了他的身份 你是那个缺德的 匠头师渔爷是吧 秦征朝他扯了下唇 不给 有本事就自己来抢回去 说完他就让江瑶开车了 跑车急冲出去 给渔爷喷了一脸的汽车尾气 找死的小丫头 渔爷看着跑车离开的方向 英智的眼神带了几分杀气 他朝小区里面走去 没多久到了郑林的别墅 看到别墅附近笼罩的阴气 渔爷的眼里带了几分信尾 还是个厉鬼 不错不错 渔爷就是郑林找的那个驱邪大师 不过渔爷不是什么正牌驱邪师 而是个洋鬼的匠头师 收费昂贵不说 制作的东西也特别的邪门 这次出手帮郑林 他还盯上了汤思涵这个厉鬼 恶鬼常见 厉鬼却是稀有 普通的鬼魂变成恶鬼 只需要一定的执念和怨气的滋养 而恶鬼变成厉鬼 除了极强的执念怨气 还需要活人的精血 吞噬大量的魂魄 郑林等人在酒吧害死了不少女孩 可是就剩下了汤思涵一个厉鬼 就是因为汤思涵把其他恶鬼都吃了 他的怨气太强了 太想出来报仇了 渔爷给郑林打了个电话 郑林从房子里跑了出来 大师 大师 他看了看四周 担忧地问道 小剑人跑了 你送我的猴神去追他了 不知道有没有追上 小剑人还会不会回来啊 回来了正好 渔爷冷冷一笑 拿了个哨子出来 他吹响哨子没多久 郑林就看到一道黑影 从院墙跳进来 猴神回来了 小剑人呢 听到郑林的叫喊声 渔爷不耐烦地说 你急什么 既然我收了你的钱 自然会帮你处理好这件事 另外他是山霄 不是什么猴神 哦好的 什么是山霄啊 我养的一种小可爱 渔爷意味深长地环顾四周 他最喜欢吃的东西 就是鬼魂的脑子 渔爷又吹了一声哨子 山霄像是感应到了什么 在别墅的里面跳来跳去 最后停在了一处喷泉的旁边 山霄用手往水里面一捞 抓起来一把长发 然后把汤思涵从水里拽了出来 你 你放开我 汤思涵挣扎了一下 根本挣脱不开 他看向不远处的渔爷 眼里带了几分畏惧 渔爷作为知名的匠头师 身上有一种令鬼怪恐惧的气息 滋滋 山霄看着汤思涵的脑袋 眼神贪婪 不过他不敢直接吃了 眼巴巴地看着渔爷 有询问的意思 吃掉吧 等到渔爷发话 山霄才朝汤思涵伸出魔爪 眼见着利爪要掀开汤思涵的脑袋 院墙外面飞进来一张浮路 落在山霄的身上 山霄的动作瞬间停在原地 秦征和江瑶翻墙进来 秦小姐 汤思涵看到他 面色大喜 连忙飘到他身边躲起来 秦征 郑林看到汤思涵躲在秦征后面 目自欲裂 气愤道 怪不得你不肯帮我 原来你和他是一伙的 他又见江瑶和他们一起 屈辱的记忆涌上脑海 冲过去接掉了山霄身上的俘虏 郑林愤怒地命令山霄 山霄大哥 请你把这两个人和那个女鬼一起吃了 看到于爷点头 他才朝秦征扑了过去 秦征 小心 汤思涵忌惮地看着山霄 秦征却不在意 只是从口袋里拿出了巨魂灵 他念了一句咒语 巨魂灵上面浮现一道金光法咒 打在了山霄的身上 山霄直接被金光拖进了巨魂灵中 秦征看向郑林 淡淡道 谢谢郑少送的山霄 怎么会这样 看到这一幕 郑林和于爷都变了脸色 于爷眯了眯眼眸 脸上带了些杀气 怪不得能解开我的酱头 还真有几分本事 他冷笑一声 取出好几条挂坠 上面都坠着一个鹰牌 随着于爷念完咒语 鹰牌中飞出一道道黑影 这些都是于爷养的恶鬼 这些鬼朝秦征他们扑了过来 将他们包围起来 零零零零零零 秦征摇了几下铃铛 这些恶鬼 全被金光收进了铃铛里面 本来巨魂灵没有这么大的威力 只能收集法咒标记过的恶鬼 而且还得恶鬼生前自己签下协议 秦征改造完之后 却没有这样的限制 谢谢于爷送的恶鬼 你收这么多恶鬼 也不怕被反噬 于爷不淡定了 脸上浮现怒意 完全没想到 秦征的铃铛收下一只山霄之后 还能继续收这么多的恶鬼 他收服山霄和这些恶鬼 可是花了好几年的时间 年纪轻轻有这样的法宝在手 还真是运气好 于爷不得不承认 他有些嫉妒了 死死地盯着秦征的巨魂灵 山霄的能力在厉鬼之上 破坏力极强 不修炼的几十年 根本压不住山霄的凶性 何况你还收了这么多恶鬼 依我所料 你的法宝已经到极限了吧 他阴沉地笑了一声 扯下自己脖子上挂的两个英语鬼牌 那些东西只是开胃菜而已 现在才是杀招 这个法宝在你手里真是浪费 还不如给我用 于爷甩出手中的鬼牌 两道星红的鬼影在原地浮现 鬼影出现的时候 阴气瞬间聚拢在此地 白昼变黑夜 空气中还有血色浮动 这两只是比汤思涵还要凶的厉鬼 于爷满意地望着秦争手里的巨魂灵 心想有这个铃铛 他就不用制作那么多的鹰牌存放鬼魂了 制作鹰牌可是个费钱又费力的大工程 刚这么想完 眼前骤然明亮 遮天蔽日的阴气消失了 他的厉鬼也消失了 秦争摸了摸巨魂灵 小铃铛吃饱了吗 快谢谢于爷送的两只厉鬼 江瑶眼见着两只厉鬼没帅过一秒 然后就被秦争收了 他的嘴角不由抽了一下 心想他要是于爷还不如原地撞死 视线看向于爷 就见他脸色憋得通红 满腔怒意和憋屈 又不知道该怎么发泄的样子 好啊 真是好得很 于爷气的声音都在发抖 也铁了心要抢到这个强悍的铃铛 他一步步朝秦争走过来 然后撸起了袖子 这是斗法斗不过 打算干假 江瑶挡在了秦争的前面 还真不怕打架这事 老胳膊老腿的 谢谢吧 话语刚落 江瑶就见一个黑洞洞的枪口 对准了他的心脏 于爷英智地看着他们 年轻人时代变了 江瑶 秦争 老东西 不讲武德呀 第98章 死气暴珠波波奶茶 看到秦争和江瑶愣在原地 于爷冷冷一笑 对秦争说 把你手里的铃铛给我 不然我就杀了他 希望你说话算话 秦争的眼里闪过一丝杀意 将铃铛朝他递过去 那当然 于爷的神色有些激动 他伸手接过秦争递过来的铃铛 突然间 江瑶一把握住了他手中的手枪 找死 注意到江瑶的动作 于爷神色一狠 准备扣下扳机 他本来就没打算 让秦争和江瑶活着离开 可惜慢了一步 准备扣下扳机的那一瞬间 冰冷阴寒的触感 从手枪上蔓延而来 降紫色的火焰 将手枪烧成了灰烬 啊 火焰蔓延到了于爷的身上 他发出一阵痛苦的惨叫声 慌乱地扔掉巨魂灵 朝不远处的喷泉跑去 他跳进了喷泉中 可是幽冥火还是没有熄灭 哎呀 咕噜咕噜咕噜 于爷的惨叫声 渐渐被池水吞没 秦争捡起地上的巨魂灵 来到了喷泉旁边 只见幽冥火还在燃烧 差不多把于爷的身体 都烧成了灰 于爷死后 他的魂魄也没从池中飞出来 看来幽冥火不仅能烧肉身 还能将魂魄烧得魂飞破散 秦争不由轻则 幽冥火还真是厉害 这时候 远处的大门传来一阵响动 郑林发现 于爷不是秦争和江瑶的对手 准备偷偷地溜走 郑林 汤思汗发出一道凄厉的叫声 他携带着满腔的怨气和仇恨 朝郑林离开的方向追了过去 你别过来 郑林脸色惨白 连忙钻进一辆大门边停着的轿车里 由门踩到底 用最快的速度驾驶轿车冲出小区 开车哪里能跑得过厉鬼 而且 鬼魂还可以无视障碍物飞行 没多久 汤思汗钻进了郑林的轿车中 坐在他的后座 这才刚刚开始 汤思汗冷笑一声 用头发缠着郑林的脖子 郑林因为呼吸困难 脸色憋得通红 踩着油门的那只脚 渐渐失去力气 轿车朝路边的一棵大树撞过去 砰的一声 急时的轿车前盖被撞得粉碎 轿车里面 郑林的头颅被汤思汗割了下来 他死后的魂魄飞出来 还想逃跑 但是被汤思汗的头发束缚 他将他的魂魄给一点点地吃掉 还故意放慢了吃掉的速度 听着郑林的惨叫声 心中的怨气才能够发泄出来 处理掉郑林之后 汤思汗才回来找秦征 还有一个 汤思汗对秦征说 你去收拾他吧 有事就联系我 好 汤思汗感激地看了眼秦征 转身离开别墅小区 江瑶也开车带秦征离开 他们去了之前预定的餐厅 虽然在便利店买了点吃的 但是秦征没有吃饱 而且也快到晚饭的时间 吃完晚饭 江瑶开车送秦征到小区门口 江瑶拜拜 他微微点头 剧组见 秦征停下开门的动作 转头朝他眨了眨眼 说不定开拍前还会见面呢 距离电影开拍还有半个月 哪能不见啊 他想了想 又问道 你住在狱警府哪里啊 狱警府十九栋 江瑶挑了下眉梢 问这么仔细干什么 你想去玩 嗯 他还想存点钱 在江瑶隔壁买个别墅 这样就可以每天去蹭他的死气 偶尔还能蹭个饭 那明天我来接你 好啊好啊 秦征美滋滋的开门下车 准备明天背一叠黄纸 去江瑶的家里 可以在他家画上个几十张的符录 然后给巨魂灵加固一下法咒 平时画上几十张符录 他的灵力就耗尽了 要是江瑶在身边 可以及时补充 今天巨魂灵收了不少鬼物 也需要加固法咒 以免鬼物跑出来 回到家里 秦征看了下客厅 没有乱糟糟的 人匹娃娃和大公鸡 趴在他买的小窝里面睡觉 他的神色满意了一些 昨天回来 看到这俩打架 把家里弄脏 他的血压都上来了 不对 秦征的视线看向窗口 突然注意到窗户上有鬼气 他走过去一看 发现窗台上放着一个袋子 里面似乎装着一杯奶茶 只是这杯奶茶 溢满了浓浓的死气 奶茶下面还压着一张纸条 上次多有得罪 请你喝地府的奶茶 苏锦静上 那个编号九号的英差送来的 秦征先是用神识检查了一下 确认这杯奶茶没有问题 地府的奶茶 能好喝吗 秦征把奶茶从袋子里拿出来 杯子里面是大半杯新红的浆叶 看着像是稀释过的鲜血 底部还有一些类似珍珠的小圆球 仔细一看 这些珍珠长得和人的眼球一样 杯子外面还贴着一行字 望川特产 死气爆珠波波奶茶 秦征 他很不想喝 可是奶茶里面全是望川的死气 感觉喝了之后 死气可以转化成他的灵力 冥界的望川河 犹如仙界的天河 天河里满是纯粹的仙气 而望川河里是浓度极高的死气 仙气和死气殊途同归 都是蕴含极大能量的气团 秦征的功法比较特殊 既可以吸收仙气修炼 也可以吸收死气 只是他现在遇不到有仙气的东西 只能吸收死气来修炼 秦征皱着眉心 浅喝了一口死气爆珠波波奶茶 这些死气 怎么感觉和江瑶身上的死气这么像 他就喝了一口 体内的灵力就有比较大的增幅 而且还挺好喝的 不是很奇怪的味道 有点像红茶 至于杯子底下的眼珠波波 也可以直接吃 还是爆浆的 秦征一晚上没睡 他在修炼消化体内新增的能量 这一修炼 就忘了时间 他修炼到第二天中午 江瑶给他打了电话 过来吃午饭吗 来 秦征这才想起 今天要去江瑶家里玩 他连忙起身收拾东西 穿着休闲的运动服 背了个双肩包出门 御警府的别墅 没有上次那么夸张 基本上都是三间三层楼 外加一个小花园 不过这种配置 位于帝都市中心 价格也是贵的离谱 走进客厅 秦征注意到 茶几上放着一幅半开的画卷 像是主人随手放在这里的 所以画卷的绳子散开了 露出了部分画面 我可以看看那幅画吗 秦征盯着那幅画 上面有一股让他很不舒服的气息 看吧 江瑶语气随意 看上去不是很在乎这幅画 秦征摸了摸有些发黄的画布 这幅画看上去年代久远 几百年前的画 别人送的 这幅画是一幅山水画 青山绿水之中还有小庙 秦征仔细打量 感觉这小庙像是城隍庙 他盯着看久了 在城隍庙上察觉出一丝阴煞之气 待阴煞的城隍庙 自古以来 城隍庙都是用来给魂魄超度的地方 地方守护之神在此镇守 怎会有阴煞之气 第99章 女变态 秦征 这幅画看上去不像是好东西 怎么了 江瑶有些诧异地问 这个城隍庙感觉很邪门 秦征指了指画卷上 城隍庙所在的地方 相比于整幅画卷 城隍庙很不起眼 隐藏在青山绿水中 只有指甲盖大小 那就扔了吧 江瑶伸手拿过画卷 准备将它撕了扔掉 这幅画 虽是价值不菲的古画 可以拿来收藏生殖 但江瑶显然不在乎送画之人 也不差古画这点钱 可在撕掉的那一瞬间 江瑶的动作停在原地 画卷上的城隍庙 照射出一缕红色的光芒 印在它的眉心处 江瑶 秦征叫了它几声 甚至还拍了拍它的脸 可江瑶却像是雕塑一般 面无表情的立在原地没有反应 果然有古怪 秦征看向江瑶手中的画卷 城隍庙上的煞气越来越重了 它将指尖点在城隍庙的位置 神魂探入其中 指尖身边的环境陡然变化 它的魂魄被拉扯进了画中的幻境 耳边传来汽车开过的声音 还有刺耳的鸣笛声 不远处还有个学校 隐约能听到学生在操场的玩乐声 江瑶呢 秦征环顾四周 不由皱起眉心 这个时候 他才反应过来 画卷是一种专门困人的幻境法器 可以把普通人的魂魄吸到幻境里面 普通人离魂久了 身体定然会逐渐死亡 他得尽快找到江瑶 带他离开幻境 可是他一摸身上 没有手机 也没有其他通讯设备 哪怕是有通讯设备 也不知道幻境中是否能用 这该怎么寻找江瑶啊 刚有些范畴 秦征看到不远处 有一大片死气 朝他靠近 咦 秦征朝死气的方向走过去 果然看到了熟悉的脸庞 只是和他认知中的江瑶 又有点不一样 死气聚拢的中心 是一名轻瘦高挑的少年 五官精致 唇红齿白 他背着双肩包 身上穿着高中校服 这是少年版的江瑶 江瑶 他朝他走过去 可是江瑶却像是不认识他一样 从他身边擦身而过 江瑶 你不认识我了吗 秦征上前拦住他 他没有说话 往旁边走了一步 绕开秦征 江瑶 秦征伸手拉住他 轻瘦齐长的少年 这才低头看来 迅速地扯掉他的手 漆黑狭长的桃花眸 略显阴沉 眉宇间带着私不耐 脑子有病 冷冷地扔下这么一句话 他就大步走了 怎么会这样 秦征看着他的背影 狠狠地皱起眉心 他可以感觉到 刚才江瑶的身上 瞬间涌出可怖的煞气 他不仅不认识他了 还对他产生了敌意 幻境有心而生 受执念所困 秦征的脑子飞快转动 分析着眼前的情况 他应该是 陷在了幻境中 所以才会不认识我 只有解开江瑶的执念 才能破除幻境 带他离开 那他的执念会是什么 秦征和江瑶认识的时间不长 对他的了解还很少 一时间也不知道他有什么执念 只能先跟着江瑶看看 他跟了江瑶一路 脑海中思索着 幻境中的江瑶 还是个高中生 他的执念 应该是他高中发生的一些事情 他想得入神 所以没发现 江瑶走到了警察局门口 江瑶带着两名警察出来 指着秦征的方向 警察叔叔 就是这个女变态跟踪我 秦征 看到警察拿着电棍冲过来 秦征的嘴角抽了一下 扭头就跑 呀的 他是想救他好吗 结果这小子报警 秦征一路狂奔 心里一边骂娘 心想等下吃午饭 他一定要把江瑶家的饭都吃完 把锅也吃了 把他吃破产 好在逃跑的路上 路过一家丧葬用品的店面 秦征从里面顺了几张符纸 和一支朱砂笔 给自己画了一张隐身符 他大摇大摆地回到警察局 江瑶在警察局入口供 让警察继续调查女变态的事情 然后他才回家 你才是女变态 你全家都是女变态 秦征站在窗外盯着他 气得一拳打猎了警察局门口的大树 秦征见江瑶那个臭小子走远了 也连忙溜了 他跟着江瑶回到家 是他妈妈给他开的门 只见江瑶一把抱住了他妈妈 眼眶通红 声线颤抖 妈 怎么哭了 在学校受欺负了 江瑶的妈妈长得很漂亮 高雅知性大气 江瑶的五官有气氛像他 但美女妈妈的性格 一点都不温柔 哪个兔崽子欺负我儿子 妈给你报仇 那个兔崽子住在哪里 我们晚点偷偷过去 套个麻袋揍他 江瑶连忙拦住气势汹汹的亲妈 没人欺负我 就是路上遇到了一个女变态跟踪我 我已经报警了 女变态 秦征 抓到了吗 江瑶妈妈关心地询问着 拉着他进屋 他简单地解释了一下 让他妈妈不用担心 后来江瑶妈妈接到一个电话 外地的好朋友 与他周末驱车过去游玩 他正要同意 江瑶却脸色苍白地 抢过手机挂了 不能去 你会出车祸的 说什么呢傻孩子 我开车很小心的 不会出事 他好不容易才有空 反正就是不能去 江瑶的脸色瞬间变得阴沉无比 甚至砸掉了手机 那场车祸就是一切悲剧的开始 江瑶妈妈被他的反应吓了一跳 他在原地愣了很久 好 那不去了 他叹了口气 母子间的气氛变得有些凝质尴尬 我做好饭了 先来吃晚饭吧 他们来到餐厅吃晚饭 江瑶妈妈又说 你爸应该快到了 话语落下 气氛骤然冰冷 秦征眼见着江瑶身上的煞气更重了 眼神阴暗 没多久 他爸爸回来了 江瑶的父母之间 没有任何交流 气氛也很奇怪 屋里有一种怪异的安静 让人如坐针毡 直到江瑶突然开口 对他们说 你们离婚吧 江富皱了下眉 不悦地看了眼江瑶妈妈 那些事情 你是不是告诉孩子了 让他知道干什么 我没有 江瑶妈妈冷着脸说 江富盯着江瑶看了会儿 我和你妈不会离婚 我会带你们回帝都 砰的一声 江瑶直接把饭碗砸在了地上 他一把扯住江富的衣领 将他从椅子上拽起来 我让你们离婚 听不懂事吗 我和我妈哪里都不去 就在这里 死也死在这里 第一百章 江瑶真是笑死了 你干什么 我是你爸 江富怒不可遏 伸手想要推开他 江瑶往前走了几步 江他按在墙壁上 冷冷地望着他 明天就去把离婚手续办了 如果你不办 我就弄死你 江富江武都不敢置信地看着江瑶 宛如看着一个陌生人 阿瑶 江瑶妈妈拽了拽他 轻声说道 他毕竟是你爸爸 你别这么冲动 他不是我爸 江瑶的眼神很冰冷 没有一丝多余的感情 从他欺骗你开始 他就不是我爸 江富脸色难看 我也是不得已 当初是为了家里的生意 才会和他联姻结婚 我根本就不爱他 我爱的是你妈妈 我迟早会和他离婚的 不爱他 你和他生好几个孩子 还假装单身 骗婚我妈 你他妈要不要脸 你最好现在就去死 江瑶直接一拳打在了江富的脸上 江瑶 你冷静点 江瑶妈妈见他又动手 连忙拉着江富出去了 餐厅就剩下了江瑶一个人 脸色明暗不定 身上笼罩着一股诡诀森冷的气息 秦征站在不远处 满脸的震惊 江瑶的爸爸 是和两个女人结婚了吗 这是骗婚重婚啊 犯法的吧 秦征转念又想到 陶安说帝都 有些富豪会娶好几个老婆 因为有钱有关系 也不会把他们抓起来 有钱人的世界真乱 秦征小声感慨道 想到刚才看见的一幕 秦征猜测江瑶的执念 就是他的妈妈 他想阻止妈妈出车祸 让妈妈远离渣男父亲 可是这个世界都是假的呀 所有发生过的事情 都没法重来 秦征拿掉隐身符 朝他走了过去 虽然这么说有点残忍 但这里的一切都是假的 发生过的事情没法重来 而且 你在这里待的时间久了 现实中的身体还会死去 这肯定不是你妈妈愿意看到的 你快跟我离开 看到他突然出现 江瑶诧异了一会儿 怎么又是你 我是你朋友 你现在被困在幻境里面 我得带你离开 秦征伸手去拉江瑶 但是被江瑶避开了 不可能 这不是幻境 江瑶脸色阴沉地说 我重生了 我一定可以改变这一切 我必须让我妈妈活着 秦征神色一顿 心里泛起一阵复杂 他妈妈是已经过世了吗 因为那场车祸 要是江怀明死了就好了 他脸眸遮住眼底的阴暗 滴滴地笑了一声 还不等秦征多说 江瑶突然转身 离开了自家别墅 江瑶 你去哪儿啊 秦征连忙追出去 以免他在幻境中 越陷越深 江瑶的魂魄认为 这里才是现实世界 不愿意跟他离开 他也没法强行带他出去 要是强行带出去 只会损伤到江瑶的魂魄 好不容易找到江瑶 秦征发现 他又想报警抓他 实在没办法 秦征在他身上 贴了一张定身符 把他定在原地 他语重心长地对他说道 我都说了 这里是假的 你怎么就不信呢 我和你说说 我们之间发生的事情 只要你能想起我的存在 肯定能摆脱这个幻境 秦征开始说野外求生的事情 一说就是好几个小时 结果江瑶身上的煞气 越来越重 神色越来越不耐烦 你能不能别念了 那你清醒了吗 我是谁 江瑶面无表情 秦征 这里是哪里 幻境 好 我可以带你出去了 秦征看着他 开始掐绝念咒语 可是过了几分钟 他们俩还在这里大眼瞪小眼 这说明江瑶是骗他的 他还是觉得这里不是幻境 秦征无语了话 你还是没相信 那我只能继续说了 刚才说到 我有一只战斗鸡 那只鸡还会跳钢管舞 你还为他吃鸡爪 听到他又开始念叨 江瑶的表情 有瞬间的裂开 小江 你怎么还和女同学在这里玩啊 你爸出事了 快回去吧 不远处突然传来一道声音 他们转头看去 看到一个大妈 对着江瑶的方向大喊 江瑶不耐烦地问 他怎么了 吊河里死了 尸体刚被捞上来 秦征明显看到江瑶的眼睛亮了一下 唇角微微勾起 他这是多么想他罢死啊 秦征辅了辅额 先拿掉了定身符 我们回去看看怎么回事吧 他有一种预感 这件事会是破开幻境的关键 秦征关注过江家的一些事情 江瑶的父亲江怀明在现实中还活着 还是集团的掌权人之一 两人回到家里 江父的尸体被打捞上来 放在院子中 小区的保安说 尸体是在小区外围的河里被发现的 死而正好 江瑶看着尸体冷笑了一声 江瑶 你怎么能这样说 江瑶妈妈转头看向他 眼里带了几分金句 你以前不是这样的 他是你爸爸呀 你怎么一点都不伤心 我巴不得他早点死 江瑶妈妈脸色一白 晕倒在地上 妈 看到他晕倒 江瑶才有些慌了 连忙叫了救护车 后面的几天时间里 江瑶都在医院照顾妈妈 秦征过来找他 他都是躲温神一样的躲开 直到江瑶妈妈出院 说是想要去寺庙 为儿子祈福 带着江瑶去了寺庙 秦征跟着他们上山去祈福 却发现山上一个人都没有 半山腰的庙宇 和画卷中的城隍庙 长得一模一样 进到庙里 江瑶妈妈拉着江瑶跪下 他恭敬地跪拜磕头 对神像说 城隍神 我儿子中邪了 被鬼缠上了 这段时间不仅性情大变 还总是对着空气说话 请城隍神帮帮忙 驱除我儿子身上的恶鬼 江瑶不满地说 妈 我没中邪 你闭嘴 江瑶妈妈严厉地看向他 你连那种事都做得出来 还不是鬼上身 给我好好跪着 我做什么了 你爸是不是你杀的 我没有 江瑶妈妈站起来 满眼失望地看着他 你爸托梦告诉我的 就是你杀的他 我怎么养出你这样的儿子 连自己的亲生父亲都下手 你还有没有人性 我是希望他死 江瑶抿了抿唇 解释道 但不是我做的 你还不承认 江瑶妈妈捡起地上的树枝 狠狠地抽在江瑶的身上 让你不承认 你这个小畜生 江瑶的脑袋低垂着 纤长漠黑的睫毛微微垂下 脸上的神情越发阴沉 不知不觉中 神像上照射出一道红光 笼罩在他的身上 以至于他身上的煞气 越来越严重 鬼阴暗的声音在耳边响起 他宁可相信一个人渣 也不相信你 就算是你杀的又怎么样 你做的这些不都是为了他 可是他却这样对你 他根本不配当你的母亲 杀了他 杀了他吧 这个世界上 根本没有人爱你 第101章 钱缠红线 借命转栽 江瑶垂在身侧的手 微微地握紧 眼帘抬起 漆黑的桃花眸中 充斥着新红的杀戮之色 深周淡灰色的死气 全部转变成了黑色的煞气 将城隍庙衬得如阴间地狱 我相信你 突然间 有人从后面扑了过来 抱住了他的肩膀 还挡下了母亲挥打过来的树枝 他愣愣地转头看向他 秦征那张明艳娇美的小脸上 满是认真 我相信你 不是你做的 哪怕你很想杀了他 但你不会做违法的事 江瑶 你是个好人 我相信你 他是个好人 还真不是 他向来都是不择手段 思想阴暗 如果不是这样 怎么可能在庞大的江家站稳脚跟 可是他看到秦征信任的眼神 突然觉得 做个好人也挺好的 江瑶看着他许久 身上波云诡计的阴暗气息 眼中的星红杀戮 渐渐地退去 最后轻轻地笑了一声 你千不该万不该 假扮我的母亲 他的视线 看向不远处的女人 眼神骤然冰冷 他不会这样对我 下一秒 江紫色的火焰瞬间燃起 江瑶妈妈的形象 瞬间崩塌 猙獰的鬼妹惨叫着 想要摆脱幽冥火 可惜他根本摆脱不了 没多久 就被烧得魂飞魄散 你们竟敢伤我手下 找死 神像传来一声愤怒的声音 随后一名穿着古装关袍的男人 从神像中走出来 手里还拿着一只毛笔 我乃仙界 寿风成皇神 还不跪下行礼 话中之假神 也敢放肆 秦真冷笑一声 神魂上的威压 作用在假神的身上 关袍男人面色大变 他将手中的毛笔甩出 毛笔画出一道道法咒 煞气将城隍庙笼罩了起来 入了我的幻境 那就这辈子都别想离开 他留下毛笔 作为困阵的阵眼 自己从城隍庙飞了出去 最后画作一道黑气 钻出画卷 想要钻进江瑶的眉心 关袍男人将江瑶的魂魄 引入画卷 用幻境激怒江瑶 是想让江瑶产生心魔 他可以趁机夺舍江瑶的身体 眼见着关袍男人要得逞 秦真突然睁开了眼睛 他伸手一把抓住黑气 然后把聚魂灵里的山霄放了出来 原来是为了夺舍 秦真冷眼看着关袍男人现身 这回清晰地感受到 他身上的鬼气 关袍男人就是一只厉鬼 画卷幻境是一件法器 他在法器的加持下 让他的威力 可以媲美鬼罗刹 不过对秦真来说 厉鬼的这点手段 依旧是小儿科 山霄吃了它 吱吱吱 山霄兴奋地叫了起来 用力爪撬开了男人的脑袋 吃完关袍男人的魂魄之后 山霄朝秦真的方向拱了拱手 刚开始被收到巨魂灵里面 就山霄闹得最厉害 总想跑出来 可是这次吃掉厉鬼 他却乖乖地钻回到巨魂灵里面 估计是觉得跟着秦真有肉吃 所以也不闹腾了 等到处理掉关袍男人 江瑶也恢复了清明 他看着手中的画卷 眼里闪过一丝暗色 先吃饭吧 午饭要冷了 江瑶提醒秦真道 好 吃饭的时候 秦真犹豫许久才问他 你母亲他不在了吗 嗯 江瑶轻硬了一声 显然不太想聊这件事 秦真转开话题 又问道 那幅画是谁送的呀 是不是故意想害你 我二哥送的 我们不是同的妈生的 所以他向来不喜欢我 江瑶冷吃一生 能买到这种东西 算他有点本事 那你命格被换的事情 会不会和他有关系 秦真猜测到 江瑶没说话 陷入了沉思 过了许久 他才开口 江家的那些人 没一个简单的 可能是他 也可能不是他 可以找机会让我见见他 只要能见到他 我就能看出问题 江瑶微微点头 不过他最近出差去国外了 得等他回来 午饭是江瑶聘请的厨师做的 菜肴很不错 秦真吃着吃着 突然想到江瑶报警抓他的事情 气愤的狼吞虎咽 他干饭速度快到江瑶 都没反应过来 然后菜就没了 吃完饭之后 秦真去江瑶的书房 画幅练器 江瑶在工作 他又蹭了一顿晚饭 然后才回家 回家的时候 他想起要买一些日用品 所以顺便去了附近的商场 谁掉的钱 刚要进到商场里面 秦真在门口 看到一张掉落的红钞票 不过 红钞票对折着 外面还绑了一圈圈的红线 秦真越看越觉得不对劲 这好像是 某种诫命转载的手法 他正准备捡起红钞票看一看 结果有个人快速地 朝他冲了过来 一把将他撞开 捡起了地上的红钞票 我早就看到了 注意到秦真的视线 男人对他说 男人的手里拿着一个支架 手机好像还在录着什么 他折着手机 刚才我站在那边直播 我还说了一句 这边地上有钱 看到的时间肯定比你早 你要是不信 可以关注我一下 自己去看直播回放 我叫龙哥奥利给 芒果视频签约的大主播 谁在乎你是什么人 你最好把钱给我 秦真发现他在直播 他就理了下自己的口罩 以免被人发现身份 凭什么给你 都说了 是我先看到的 我的粉丝可以作证 秦真眼眸冷淡 如果你还想要这条命 那就给我 哦呦 威胁我呀 龙哥拿起手机 对着秦真拍 帖子们 你们看这个女的 真是没见过世面 为了一百块钱和我抢 明明是我先看到的 凭什么给他 还想要我的命 我真是好啪啪哦 你以为你是谁 这妖妞 我在全网有百万粉丝 信不信我网报你 就是 为了一百块钱至于吗 没见过钱啊 龙哥也不差这点 但是这女的这副拽呀 咱就不给他 他什么来头 这妖妞气 现在可是法治社会 我怎么觉得 这位美女有点眼熟 好像在哪里见过 秦真见龙哥 不肯把钱交出来 还想网报他 他直接翻了个白眼 那你自求多福吧 他冷漠地留下这么一句 转身就走进了商场 而他在买日用品的这段时间 龙哥的直播内容 却在网上传开了 不少秦真的粉丝 认出了他的身份 秦真穷到路边捡钱 秦真为了一百块 和网红大打出手 当天晚上 好几条奇怪的话题 冲上热搜榜 龙哥知道他是明星 还发了一条微博 酸里酸气地说 他一个明星这么小气 连一百块钱都扣扣唆唆 对此 秦真就发了一条微博 秦真V 钱缠红线 果同币 乃是阴魂诫命 活人转栽 你打开钞票看看 里面是不是还有一枚铜钱 他这一句话 瞬间在网上激起千层浪 不少吃瓜群众 冲到龙哥的微博 问他钞票里面 是不是有铜钱 第102章 恶鬼上门抓人 龙哥捡到钱之后 就把钱放到了包里 还没仔细看过 他看到网友们的私信 这才把钱拿出来查看 红钞票的外面 绕了好几圈红线 也摸不出来 里面有没有东西 等到他把红线拆掉 里面的铜币才掉出来 铜币上面有斑驳的绿袖 还有一些细碎的泥沙 粘在刻字边缘 能看出年代久远 还真有铜币 龙哥想到琴正的微博 有些变了脸色 他思考了一会儿 拍了一张铜币的照片 上网搜索 网页上 跳出咸丰通宝几个字 有人转卖家里的咸丰通宝 卖了38万 龙哥本想搜一下 这种铜币有什么古怪 结果却发现 是价值很高的收藏铜币 他手里的铜币 和网页上的图片 长得差不多 龙哥奥利给V 家人们 钞票里面确实有个铜币 但是我查了一下 这个铜币居然是咸丰通宝 古董市场能卖几十万 本以为减了一百块 没想到减了几十万 怪不得秦正要和我抢 这娘们没安好心 故意装神弄鬼 想骗我的古董 等到我把铜币卖了 给大家搞个粉丝福利 我的天 真是咸丰通宝 这运气也太好了吧 秦正这个小娘们 还真是一二坏 差点让她给骗了 幸好没给秦正 龙哥赶紧拿去卖了换钱 我家是开古董店的 咸丰通宝现在有很多仿制的 真的很少见 我觉得 龙哥还是找专业人士看看吧 隔壁直播间 不是有个卖古董的吗 让老板来看看 龙哥发完微博之后 他的粉丝们都很激动 不仅有人去找古董店的老板 还有人跑到秦正的微博下面 骂他是心机表 不过 秦正靠着野外综艺 积累了不少粉丝 也有人帮他说话 秦正心机表 你们是没见识 我征解的能力 他说有问题 就肯定有问题 之前怀疑征解能力的人 脸都被打成猪头了 我真笑死了 这个龙哥是哪来的傻叉网红 正常人有这样的古董 为什么不放在家里藏后 还包在钞票里乱扔 明显有问题 以前我住在村里 老一辈的人就说 缠着红线的钱不能乱捡 很有可能是一些将死之人 找替死鬼借命的 捡了钱 就是同意把命借出去 白天捡钱 晚上送命 你可长点心吧 秦正已经回到了家里 由于网上的风波闹得厉害 陶安给他打了个电话 秦正让陶安放心睡觉 他会自己解决这件事情 他看到龙哥的微博 眼里带了几分讽刺 人要找死 神仙也难救 晚上十点多 龙哥还开了个晚间直播 给网友展示他的咸风通宝 秦正点进直播 就听到了龙哥兴奋的声音 家人们 你们看看这个宝贝的模样 一看就是上百年的老物件 这次是真发了 龙哥就是发达了 也不会忘记我的家人们 福利绝对让你们满意 新来的家人们 记得给龙哥点点关注啊 你们让古董店的老板来看我直播 我给他展示一下古董铜币 说不定他还能直接买了我这个宝贝 我们已经去说过了 老板说马上过来看看 大家猜猜铜币能卖多少钱 不管卖多少钱 都是赚的 毕竟是捡来的东西 我是古董店老板 目前看来 这个咸风通宝应该是真的 不过现在 咸风通宝的成交价 没有这么高了 基本都在几万 如果主播有兴趣 可以来我店里聊聊价格 龙哥看到古董店老板的话 神色有点不满 怎么可能才几万 我在网上看的那个人 可是卖了三十多万 你不会是想坑我吧 算了算了 我还是另外找个古董店好了 他刚说完这些 身后突然传来一阵 哐当的巨响 窗外突然刮起一阵狂风 窗边的一个椅子 都被吹得飞起来 然后猛地砸倒在地上 怎么这么冷 龙哥后之后觉得转身看去 吓得从位置上弹起来 啊 你 你是什么东西 只见窗外飘进来一道黑影 离得近了才看清室的男人 穿着一身藏青色的满足官服 带着一顶圆锥红帽 脸色清灰 手持长鞭 你爹娘将你卖给了县太爷 我来带你去侍奉 男人声音间里 有着一副公压嗓 视线阴侧侧的 龙哥低头一看 他的官服下面没有双脚 整个人飘在半空中 鬼啊 他惊恐地惨叫一声 朝门口跑去 跑什么 能侍奉县太爷 那是你的福气 恶鬼冷冷一笑 随后一鞭子抽在龙哥的身上 救命啊 救命 龙哥撕心裂肺的惨叫声 只能感觉到龙哥的房间里有别的东西 他恐惧地看着一个方向 不断地想要起身 却又被什么东西凭空打倒在地 房间里的一些东西 也会离奇地漂浮在半空中 妈呀 这是撞鬼了吧 房间里还有什么 好诡异 肯定是那个红钞票的问题 让你不幸争解的话 嘖嘖嘖 现在知道怕了 之前干嘛去了 大爷 你放过我吧 我 我再也不捡钱了 你放我一马 小弟还想多活几年 不想去赔什么仙太爷啊 龙哥跪在地上 痛哭流涕地求恶鬼 可惜恶鬼不为所动 你是仙太爷指定的人 乃能放了你 恶鬼抬起手 又要挥鞭子 这个时候 龙哥房间的门突然被人踹开 妖魔鬼怪快离开 龙哥的何租室友冲了进来 朝龙哥身上扔了一大堆的大蒜 还有几个玉佛项链 以及门绳的贴话 何租室友看不到那个官服恶鬼 只是一个劲地念着乱七八糟的咒语 玉皇大帝 救苦救难观世音菩萨 如来佛祖 救 救救命啊 恶鬼看着龙哥身上的东西 脸上浮现一阵厌恶 我还会来找你的 你逃不了 他冷冷地留下这么一句 才从窗户飘走 看到恶鬼离开 龙哥整个人虚脱地摊在地上 室友还在念一些乱七八糟的咒语 他也不知道有没有用 直到龙哥对他说 那个东西走了 谢谢你救我 龙哥费力地从地上爬起来 找到自己的手机 他看到直播间的弹幕 都在说秦真能救他 我从巅峰挑战过来的 这个主播真是无知者无畏 居然敢质疑征解 上一个质疑征解的柳夏 已经断腿退圈了 好好和征解道歉 说不定征解能救你一命 阴魂诫命可不是随便说说 主播 你就自求多福吧 看完这些弹幕 龙哥想到恶鬼离开钱的话 恶鬼还会来找他 龙哥脸上的血色瞬间消失 连忙用微薄私信勤征 龙哥奥利给 姐 征解 以后你就是我轻解 之前多有得罪 是我不长眼 没见识 实在是对不起 你能不能救救我 我求你了 那个鬼说还会来找我 你救救救我吧 第103章 全真派南明飞 秦征洗漱完之后 看到了龙哥发来的私信 本来他打算把钱捡回来 看看是谁在背后 搞这种损人的东西 顺便收拾一下对方 可是龙哥不仅抢钱 还在网上闹事 秦征不可能轻易帮他 秦征 我出手要收费的 龙哥 可以 那是应该的 龙哥 请问出手费多少 秦征 50万 秦征看过龙哥的面相 虽然他有财运 但不是个能守财的人 50万看着不多 但秦征知道 对于龙哥来说是极限 他猜得不错 龙哥做网红赚了不少钱 可是他这人 总是贪小便宜吃大亏 搞投资 被一些喜欢忽悠人的商人 坑了不少次 因此 他的所有存款加起来 也就40多万 看到秦征的报价 龙哥迟迟没回复 他以为秦征收费 最多就几万块 却没想到 掏空他的家底都不够 还得问别人借几万 可攸关性命的事情 龙哥又不敢不找人帮忙 纠结许久之后 龙哥给秦征发了一个地址 说是明天 请秦征过去喝茶 当面聊这件事 一日清晨 秦征要先去拍摄一个 广告代言的海报 然后再去找龙哥 自从他参加综艺爆火之后 有不少品牌方找他拍广告 价格给的也不错 巅峰挑战的费用也结算了 他把原主欠下的 两千万违约金给还了 手头上就只剩下了几百万 狱警府的别墅也太贵了 秦征想搬到江瑶的隔壁 他查了一下 狱警府的别墅价格 最低都得两个亿 江瑶那一片的别墅 还是狱警府比较好的一档 起码得四五个亿才能拿下 还是得努力工作 秦征认真的拍摄完广告海报 打车前往龙哥的地方 虽然龙哥这单财五十万 但蚊子再小也是肉 不能放过任何赚钱的机会 这样才能尽快存到 买别墅的钱 他刚下车 就见龙哥站在门口 征计 龙哥走了过来 态度那叫一个客气 和之前判若两人 他对秦征扬着笑脸 麻烦征计过来一趟 之前实在是我有眼无珠 多有得罪 晚点我以茶代酒 向你赔罪 听到他的道歉 秦征只是淡淡地看了他一眼 两人走进龙哥的工作室 龙哥主动帮他拉椅子 给他倒了一杯茶 秦征抿了口茶水 先说说 你昨天遇到的事情 昨晚那个恶鬼的能量 不是特别强 所以手机没拍到他的样子 秦征也不知道 龙哥具体经历了什么 想到昨晚的事情 龙哥的脸色有些苍白 那个东西 穿着一件清朝的官服 还戴着那种红阴帽 脑袋后面有个辫子 看上去不像是现代人 哦不对 他看上去不像是现代鬼 还说什么我爹娘 把我卖给了现太爷 他要带我过去侍奉现太爷 龙哥皱了皱眉心 又说道 可是我爸妈早就死了 我是我奶奶带大的 难道我爹妈在地底下 把我卖给了其他鬼 和你爸妈没关系 秦征想了想 对他说道 你捡到的那个长红线的钞票 其实是悬门中人 用来转移灾货的一种手段 有人被恶鬼盯上了 但是有高人指点他 让他提前转移灾货 而你捡到了 他们故意扔在商场门口的钞票 算是同意了这种转移的契约 这也太缺德了 龙哥没想到 还有这样的操作 气怒地拍了下桌子 别让我知道是谁 不然我肯定要把他曝光到网上 秦征凉凉地看着他 如果不是你贪心 又怎么会上当 龙哥神色一僵 有些尴尬 他轻壳一声 转移话题说道 郑姐 你别看我有这么多粉丝 表面上那么风光 其实我们网红赚的不多 前段时间 我还和几个朋友搞投资失败了 所以经济上有点困难 你能不能给我个优惠点的价格 秦征神色冷淡 难道你的命不止五十万 五十万肯定没有我的命重要 龙哥善善地说 可是做网红这事也是一项投资 没有外面那些人想的这么简单 还得自己买粉丝买曝光 我总得留点钱 维持我的工作和生活 秦征没有说话 这个时候 门口传来助理的敲门声 龙哥 南大师来了 知道了 龙哥应了一声 然后有些小心翼翼地看了眼秦征 见他在漫条丝里的喝茶 脸上没有表现出不满 他才松一口气 那个南大师是我朋友 所以我也让他来看看 龙哥解释一句 这才出去找南大师 过了一会儿 他带着一个年轻男人过来 男人的身上穿着黄色的道袍 怀里还抱着一个布袋子 龙哥坐下又对秦征说 郑姐 你就给我个优惠吧 我还给你找了个帮手呢 这位南明飞南大师 可是道教全真派的传人 秦征闻言 转头打量了一下南明飞 你好呀 南明飞朝他一笑 清秀的脸庞上显得阳光帅气 露出两颗小虎牙 秦征收回视线 语气依旧冷淡 救命的事情 哪有讨价还价的 要么给五十万 要么我现在离开 龙哥还没说什么 南明飞抢着说 我只收五万 师父说 修炼之人要淡薄名利 金钱这等俗物 一死一下就行 我们全真派传教六十多代 自古以来做的 就是驱邪抓鬼的营上 我还是我们这一代最优秀的弟子 这是交给我 你就放心吧 秦征收费五十万 南明飞只收五万 不得不说 龙哥狠狠地心动了 甚至觉得南明飞比秦征更牛 秦征不知道从哪里学的本事 南明飞却是师从名门 而且小说和电影里面的世外高人 不都是南明飞这样淡薄名利的吗 哪有像秦征那样 钻前眼里的 龙哥思考片刻 对秦征说 曾姐 我真没这么多预算 所以还是让南大师帮我解决这件事吧 今天麻烦你来一趟 既然找了别人 你约我过来干什么 秦征的神色有些不悦 抱歉 真是抱歉 龙哥也不想得罪他 好生好气地说 改天我请你吃饭 你看这样可以吗 不必了 秦征起身准备离开 却发现房间的光线暗了很多 他转头看向窗外 只见天空上多了一大片厚重的乌云 外面狂风阵阵 吹得路边树木不断地摇晃 乌云下方有一道黑影渐渐逼近 第104章 吵什么 我全部都要 秦征的眼力极好 可以看清那是一个戴着红鹰帽 穿着清朝侍卫服的恶鬼 恶鬼身后还拉着一顶暗红色的轿子 暗红色的轿子外面裹着一层浓重的鬼气 里面似乎还有东西 拉轿子的侍卫鬼 脸色显得很恭敬 他们的出现引起了天象变化 这肯定不是恶鬼能做到的 那问题就在轿子里面 轿子里头绝对有一个比恶鬼高好几个等级的东西 那个东西可以让恶鬼恭敬的拉轿子 还能引起天象变化 哎呀 好像要下雨了 龙哥和南明飞都注意到了天象的变化 但是他们都没看到拉轿子的恶鬼 南明飞还翻了翻怀里的布包 拿出一把雨伞 幸好带伞了 秦征咒没问他 你觉得这是下雨 不然呢 秦征看着南明飞那双清澈单纯的眼睛 看来这家伙真没察觉到异样 他怀疑的又问道 你真是全真派这一代最优秀的弟子 对啊 不像吗 南明飞抬了抬下巴 骄傲地说 我师父说我是他见过最有天赋的人 过几年他就会把全真派交给我 秦征看着南明飞 能看出他体内有些凌厉 但是微乎其微 勉强能对付普通恶鬼 要是遇上厉害点的恶鬼 肯定不是对手 更何况 那就祝你们好运 秦征玩味地留下这么一句 先离开了工作室 不过他没直接走 而是用隐身符跟着龙哥和南明飞 南明飞完全察觉不到他的存在 两人走出来朝电梯走去 龙哥对南明飞说 南大师 我先带你回家吧 上次那个鬼来过我家 说不定今晚还会过来 今晚我在你家守着 他要是敢出现 我就收了他 南明飞自信满满地说 他们坐电梯来到地下车库 龙哥带着南明飞来到了停车的地方 正要打开车门上车 地下车库却突然吹来一阵阵阴冷的气息 南明飞面色大变 有鬼气 什么 龙哥顿时慌了 想要赶紧开车离开 可是他的手拉着车门 不管怎么用力 都没法把车门打开 你该上路了 阴冷尖利的嗓音传来 穿着清朝侍卫服的恶鬼 突然出现在他们面前 他穿过一面墙来到地下车库 身后还拉着那顶暗红色的轿子 随着轿子进入地下车库 激进浓郁的鬼气扑面而来 光线变得昏暗无比 如此浓郁的鬼气 连南明飞这个天师 都有瞬间的晕眩 他连忙从包里掏出符路 对着恶鬼呵斥道 我乃全真派传人 恶鬼羞地放肆 不然别怪我不客气 呵呵 侍卫鬼冷笑一声 放下了轿子 他拿着鞭子 朝龙哥和南明飞走了过来 滚开 南明飞将手里的符路 全部砸出去 龙哥也从口袋里 掏出大蒜等驱邪之物 朝侍卫鬼的方向扔过去 侍卫鬼停下脚步 他身后的轿子掀开一脚 两团绿色的鬼火 从里面飞出来 直接将南明飞的符路 和大蒜等物烧成灰烬 我去 这个火号强 南明飞没想到 这鬼火不惧符路 震惊地瞪大了眼睛 大师怎么办 你还有没有别的办法 龙哥看到侍卫鬼 朝他们飘过来 急得团团转 双腿都有些发软 我还有法器 别急 南明飞从包里 又掏出个八卦盘 正准备施法 侍卫鬼一鞭子抽过来 将八卦盘打落在地 随后 八卦盘被鬼火烧了得干净 被烧了 龙哥那那地看着这一幕 还有吗 你还有没有别的法器 有个屁 快跑啊 南明飞扭头就狂奔 龙哥也想跑 但是被侍卫鬼一鞭子抽倒在地 侍卫鬼还追上了南明飞 抽了他几鞭子 两人一阵头晕目眩 身上没伤口 却火辣了的疼 南明飞和龙哥 被侍卫鬼用鞭子绑着了一起 他们不得不抱成一团惊恐的尖叫声不断传来 你不是全真派最优秀的弟子吗 怎么打不过鬼啊 龙哥忍不住质问南明飞 全真派就我一个弟子 可不是我最优秀 南明飞哭丧着脸 我以为就是个普通恶鬼 谁知道这鬼这么强 草 你不早说 龙哥简直掐死他的心都有了 果然便宜没好货 宫请献太也想用 侍卫鬼突然大叫一声 扑通跪在轿子旁边 南明飞感觉到轿子里的气息 吓得一口气哽住 完了轿子里还有个鬼 草 我怎么看上你这个倒霉玩意 龙哥看到一个胖瘦的鬼影从轿子里出来 后悔得心甘疼 他就不该拒绝情争 南明飞这个小子也太不靠谱了 哈哈哈哈 不错 真不错 浑厚的笑声传来 胖瘦的鬼影露出全貌 身上穿着清朝官服 那身衣服看上去比侍卫鬼的名贵不少 绿豆般的小眼 有些猥琐地打量着龙哥和南明飞 现他也朝两人飘过去 肥瘦的大手一把捏住龙哥的脸 然后笑眯眯地嘟起香肠嘴在龙哥的脸上亲了一口 现太爷我就喜欢你这样年轻气盛的小伙子 龙哥差点吓得晕死过去 完全没想到这个现太爷玩得这么变态 现 现太爷 我已经快三十岁了 老了 你找我旁边那个 不不不 我不好吃 南明飞都要被吓哭了 刚才的画面给他那幼小的心灵留下了巨大的阴影 小娃娃别哭 哪料现太爷还安慰南明飞 我不会吃你的 我就是想找个伴陪我 龙哥的表情差点裂开 心里那叫一个恶心 但还是连忙说 现太爷 我真不行 你找他 让他陪你 南明飞 不 我也不行 现太爷冷笑一声 吵什么 我全部都要 龙哥 南明飞 现太爷张开肥瘦的双手 一把抱住两人 挨个儿亲了一口 既然要寻求刺激 那就得贯彻到底 你们两个都得侍奉我 秦争 他一直跟着龙哥和南明飞 早就料到现太爷会现身 但是他没想到 这个现太爷 玩得这么花里胡哨 实在没忍住 秦争从暗处走了出来 看着现太爷说了一句 你好骚啊 居然还有一个 看到秦争现身 现太爷的脸色瞬间阴沉 小小天师 也敢和本县灵作对 我看你是不想活了 现太爷的眼中 闪过一丝杀意 视线看向秦争的身后 杀了他 秦争只觉得肩上一重 转头看去 一只冒着黑气的鬼手 搭在他的右肩上 第105章 谢谢现太爷送的人头 侍卫鬼不知何时 来到了秦争的身后 他按着秦争的肩膀 朝他吐出一阵阵阴凉的鬼气 可惜鬼气还没碰到秦争 就被他一把线飞了出去 驱邪服形成阵法 包围了侍卫鬼 大人 救救我 侍卫鬼的武器是鞭子 但是鞭子 捆着龙哥和南明飞 他一时间不知道 该怎么对付秦争的驱邪阵 现太爷听到侍卫鬼的求救 挥了一下宽大的袖子 两团幽绿色的鬼火 朝驱邪阵飞过去 将驱邪阵的服录烧毁 本县令死了上百年 连地府的英差都奈何不了我 何况是你 现太爷得意地说道 小丫头长得不错 你若是跪地求饶 将魂魄献给本县令 日后恭恭敬敬地服侍本县令 本县令倒能放你一马 就你 听到现太爷的狂妄之言 秦争不由冷笑 这个现太爷 起码有鬼罗刹地修为 还修炼出了两团厉害的鬼火 要是先前遇到现太爷 秦争倒是觉得有些棘手 可是现在 他还有不少帮手 把他给我抓过来 现太爷立声吩咐 侍卫鬼知道秦争的服录 奈何不了现太爷的鬼火 肆无忌惮地扑了过来 结果眼前鬼气翻涌 突然出现两道陌生的气息 不知道哪来的两只厉鬼 将侍卫鬼给撕碎了 看到这一幕 现太爷有些震惊 但很快就回过神了 你居然还养鬼 不过只是两只厉鬼 还奈何不了我 现太爷阴侧侧地笑起来 张开肥瘦地双手扑来 呵呵呵 正好让我吃了两只厉鬼 我的修为还能增进不少 吱吱吱 还不等现太爷碰到两只厉鬼 两只厉鬼的后方 突然窜出来一只独角猴子 黑漆漆的爪子 扣在现太爷的脑袋上 利索地拧下了他的脑袋 咔嚓咔嚓咔嚓 山霄捧着现太爷的脑袋 直接啃了起来 哎呀不 放开我 现太爷的脑袋大叫着 招呼两团鬼火攻击山霄 但是山霄的速度极快 化作一道残饮 就避开了鬼火 等到山霄吃完 秦征笑眯眯地说 快谢谢现太爷送的人头 吱吱吱 山霄像模像样地拱了拱手 然后把现太爷的身体也吃了 现场安静无比 只有山霄巴基嘴的声音 龙哥和南明飞看到这一幕 简直比看到现太爷还要惊悚 他们感觉到秦征的视线 身体下意识地一抖 秦征脸上的笑意 渐渐地收敛 这事算是帮你们解决了 每人留五十万 没有问题吧 龙哥看到山霄虎视 单单地盯着他们 秦征身后的两名厉鬼 青面獠牙 鬼气森森 看着他们也是目露凶光 他哆哆嗦嗦地说 可 可以 晚点我就把钱转你 我没这么多钱啊 南明飞一副快哭了的表情 你以为我为什么只收五万 还不是因为我快接不开锅了 女侠你心心好 能不能便宜一点 秦征冷冰冰地说 要不是你先抢我的生意 也不会有此危机 最后还得我救你 这价钱没得商量 全真派据说是道教正统 不会连这点钱都没有吧 真没有 南明飞叹气道 我们全真派早就没落了 全派只有我和师父两个人 现在悬门最厉害的门派 是正义派 他们才有钱 我管你们全真有没有没落 你没钱就联系你师父过来 不行不行 师父要是知道这件事 肯定会揍死我 南明飞缩了缩脖子 女侠 你看这样行不行我 打个欠条给你 以后努力抓鬼赚钱 慢慢把钱还你 就你这水平 你是想等一百年后 再把钱给我 秦征轻斥一声 那你说怎么办 我真没钱 南明飞的表情迥了一下 我只给你一年时间 要是还不上来 你丢等着 秦征让山肖帮他们把鞭子解开 然后取出一张黄色的符纸 让南明飞写下欠条 他拿着欠条念了一句法咒 欠条在他手里烧成灰烬 秦征对南明飞说 你已经和我签了契约 如果到了一年期限 你没把钱还我 那就会天打五雷轰 南明飞连连点头 我会努力赚钱的 肯定不会赖账 同是悬门中人 南明飞深知这种契约的厉害 这种契约 可是比法律合同有用 连接的是天道规则 说是天打五雷轰 肯定会天打五雷轰 至于龙哥的话 打算卖了自己的车 凑过五十万给秦征 秦征加了一下南明飞的微信号 然后他把银行卡账号发给他们 提醒他们尽快转钱 这才离开地下车库 刚从车库走出来 就见不远处的阴影下 站着一个熟悉的面孔 苏锦撑着一把浮夸的暗黑宫廷伞 穿着满是花边蕾丝的全黑公主裙 明明是个可爱甜妹的打扮 但是脸上没什么表情 作为阴差 他也发现了 这个地方的天象变化 是鬼罗刹引起 本来他打算过来抓鬼 现在看来已经被解决了 看到秦征走过来 他歪了下 脑袋问道 上次送你的奶茶 喜欢喝吗 还行 秦征想起了眼珠啵啵的爆僵口感 真是怪怪的 给你 他又往秦征手里塞了一杯奶茶 这回上面写着满杯脑子爆珠奶茶 依旧蕴含着浓郁的望穿死气 秦征皱了下眉心 无视献殷勤 非奸即道 苏锦轻横 那你还我 秦征没还他 从聚魂灵里 取了两只厉鬼扔给他 给你冲夜间 这杯奶茶的死气浓度比较高 可以很快地提升秦征的修为 他抱着江瑶 没日没夜的修炼七天 才能有这样的效果 秦征舍不得奶茶 又不想欠人情 所以就送了两只厉鬼 这两只厉鬼 跟着渔爷杀死了不少活人 就算不交给阴差 他也会将他们处置掉 山霄只吃鬼不吃人 倒是可以留着 谢了 苏锦用锁链套住两只厉鬼 然后就头也不回地走了 秦征站在原地半天 想了许久 都没想明白苏锦的目的 龙哥筹集到五十万之后 就及时转给了秦征 还在网上发了一条诚恳的道歉微博 并且感谢秦征救他一命 这件事又上了热搜 引起不少人的关注 很多人在秦征的微博留言 或者私信秦征 希望他能帮忙算个命 秦征闲着无聊看私信 本想挑几个幸运粉丝算一挂 然后他就看到一个金黄色的 微博大V给他发了私信 有常请他帮忙 这还是个大明星 叫做单依林 他上来就发私信问道 你有没有办法 让男人无可救药地爱上一个女人 如果你能做到 我给你两百万 秦征本以为单依林是爱而不得 或者是借这样的办法棒上金主 结果细问下来 情况却不是如此 第106章 说谎的雇主 单依林是想摆脱自己的男朋友 让他爱上别人 别缠着他 本来他打算和男朋友分手 但是男朋友却不同意 还每天跟踪他 监视他 甚至扬言单依林敢离开他 他就杀了单依林在自杀 他打病主意 死了都要和他在一起 做一对幸福的亡命鸳鸯 单依林 因为他的这些行为 我现在都没法正常生活 我就希望他能放下执念 从此我们就当是陌生人 再也不要有联系 单依林 如果你不能让他爱上别人 那就想办法让他忘了我 只要他不再缠着我 影响我的正常生活 我就给你200万 秦珍看到单依林发来的消息 心想 这不是简简单单 他回复了消息 表示自己接下了这个活 单依林看到他的回复 就给他发来了定位 这个定位是单依林的住址 他躲在家里不敢出门 说是他男朋友总是在外面徘徊 只要他出门 男朋友就会跟踪他 下午 秦珍来到单依林的小区 秦珍刚从电梯走出来 就看到一个男人戴着鸭舌帽 和黑色的口罩 有些癫狂的 敲着单依林的房门 单依林 你为什么要和那个导演一起吃饭 你和我分手 是不是想和他在一起 我告诉你 不可能 我绝对不会放手 你要是敢和他在一起 我就杀了他 你开门啊 别躲在里面不出声 男人拍门的动作越来越重 声音充满了愤怒和疯狂 秦珍猜测他 就是单依林的男朋友 本想上去和他说几句 结果身后的电梯响了 好几名警察冲了出来 你就是方伟 有人报警说 你威胁他人生命安全 跟我们走一趟 警察们上前按住方伟 给他戴上了手铐 方伟被警察带走的时候 还在高声喊着单依林的名字 等到他们离开 秦珍打了单依林的电话 单依林这才打开门 心有余悸的样子 他被抓走了吗 刚才方伟过来砸门 他就报警了 完全不敢出来 秦珍点了点头 单依林终于松了一口气 不好意思 我没想到今天约你过来 他会在门口发疯 单依林请秦珍进屋 给他倒了一杯水 又说道 你也看到了刚才的画面 他实在是太疯狂了 所以我希望你能帮我解决他 秦珍想到方伟的样子 微微眯了眯眼眸 你真觉得方伟这么爱你吗 秦珍突然问了一句 这话是什么意思 单依林诧异地看着秦珍 秦珍微微一笑 他也是刚刚才看出来 方伟会这么疯狂 并不是因为他爱你 而是因为他中了酱头 中酱头啊 那该怎么办 听到中酱头几个字 单依林轻咳一声 接连喝了好几杯白开水 他的眼神还有点闪躲 不敢直接看秦珍的样子 秦珍感觉他的反应有点不对劲 难道单依林早就知道中酱头的事情 秦珍眯了眯眼眸 询问道 你早就知道 啊 我不知道 单依林突然有些激动地说 肯定是我的对家故意害我 给方伟下酱头 想让方伟这个疯子馋死我 秦珍 你可得帮帮我 赶紧把他的酱头捡了 要是让他继续下去 很有可能杀了我 让我和他做一对死夫妻 这种酱头很简单 没有什么技术含量 我可以解开 和上次的鬼酱相比 这个酱头就简单多了 秦珍不需要找到酱头的媒介 也能够轻松解开这个酱头 只是 秦珍从包里拿出一张平安符 神色严厉地看着单依林 你老实告诉我 方伟中酱头的事情 和你有没有关系 没有 我根本不知道 什么是酱头 单依林连忙说 他还举起自己的手 指着天花板 我可以和你发誓 如果我说谎骗你 那我就不得好死 最好是如此 秦珍看着单依林的面相 眸色略深 你把这张符烧成灰 混合在水里 让方伟喝下就可以了 秦珍把平安符递给单依林 就这么简单 秦珍点点头 就这么简单 这又不是棘手的鬼匠 只是很普通的秦匠 秦匠就是用关联双方的毛发 指甲或鲜血 培养出一种情骨 然后让双方不知不觉地吃下 受强的一方 会对另一方爱得要死要活 那我去一趟警察局 想办法让她喝下符水 单依林准备出门 她先拿起手机操作了一下 对秦珍说 我先把预付款转你 要是真解决了这件事 再把剩下的钱给你 之前谈好的 预付款是五十万 如果秦珍真解决这件事 单依林再付剩下的一百五十万 行 见她准备出门 秦珍也打算走了 单依林先去了一趟警察 假装关心地看望方伟 方伟以为她是回心转意 所以没有防备地喝下了符水 刚从警察局出来 单依林的手机突然响了 单依林接起电话 对方担忧地问道 方伟又去找你了 我早就提醒过你 不要用这么邪门的方法 现在方伟家里破产 她中了酱头缠着你 甩都甩不掉 简直是给自己找麻烦 本来我还想介绍 一个新的大佬给你认识 单依林看着手里的那瓶水 嘴角带着一抹残忍的弧度 我已经解开了方伟的酱头 她再也不会缠着我了 什么 对方的惊呼声传来 余爷的勤将和别人不一样 只有余爷能解开 其他人要是解开 会导致方伟猝死 然后被冤魂缠上 我们现在联系不上余爷 千万不能轻举妄动 单依林轻蔑地道 怕什么 又不是我亲自解开的 我找了个冤大头帮忙 她用她的方法解开了勤将 方伟要是死了 冤魂肯定缠着她 和我有什么关系 单依林对勤征撒谎了 她不仅知道酱头的存在 而且方伟身上的酱头 就是她找人下的 半年前 方伟还是个家里贼 有钱的富二代 单依林为了得到钱权的支持 找人给方伟下降头 让方伟对她爱得要死要活 可是下降头没多久 方伟家里却突然破产了 方伟变成了一个普通人 没法给单依林继续提供支持 可是她却还是缠着她 单依林想找余爷解开降头 却怎么都联系不上余爷 最后她就想到了一个办法 找别的大师解开降头 让这个大师去倒霉 叮咚一声 单依林的手机收到了秦征的消息 秦征提醒她 记得把剩下的一百五十万转过来 单依林没有回复秦征 眼里带着几分嘲弄 蠢货 还想要钱 先担心担心自己的小命吧 等到方伟死了 怨魂缠着秦征去报仇 肯定能把秦征给杀了 那她就不需要支付剩下的一百五十万 第107章 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秦征等了几天 都没等到单依林给她转钱 她就打电话给单依林 我解开了方伟身上的秦将 这件事过去了好几天 你应该能感受到 方伟没有在缠着你 记得把剩下的钱都转过来 我最近资金有点困难 过几天就转你 单依林不耐烦地说 你不会是不想给钱吧 急什么 我说了给你两百万 肯定会给你 秦征冷笑一声 今天把钱转过来 我就不计较了 要不然的话 别怪我把你的丑事说出去 单依林变了脸色 我有什么丑事 你可别乱说 方伟身上的降头 就是你找人吓的 秦征早就看出了不对劲 她还看出方伟的降头 是渝也下的 但因为渝也已经死了 所以降头也没有这么厉害 秦征解开降头 方伟并不会暴毙而死 就是我做的又能怎么样 单依林想到 秦征和方伟都是将死之人 她就无所顾忌地承认了 拿人钱财 替人办好事就行 我是找你解降头的 你管这么多干什么 我不想管这么多 但是没人能在我这里赖着 秦征警告地对她说 先过好你自己吧 单依林不屑地说 直接挂掉了电话 她根本没打算给秦征转钱 她等着方伟暴毙而死 冤魂找秦征报仇 她就可以一箭双雕 借刀杀人 可是等了好几天 单依林都没等到方伟的死讯 反而知道了一个 不敢置信的消息 本来方伟的家里破产 她成了一个毫无所有的普通人 结果她还有一位 贼有钱的姑妈 早年出国打拼 一直没有回来过 方伟的姑妈 知道方家出事 带了一大笔钱回来 帮助方家东山再起 方家有了启动资金 方伟又成了集团的总裁 之前破产的事情闹得比较大 有不少新闻在报道 现在方伟突然翻身 记者们纷纷文讯采访 怎么会这样 单依林看到新闻 都怀疑自己是眼花看错了 她又仔细看了看新闻的内容 发现方伟姑妈的身价 比方家还厉害 她创办的企业 还是世界一百强 这个时候 单依林也顾不上探究方伟 为什么没死 单依林甚至还有点庆幸 方伟没死 因为方伟有那个姑妈的帮助 方家比以前的地位还要高 比她新找的金主厉害多了 她鼓起勇气 主动联系方伟 想找她复合 方伟却不接她的电话 她去方家的公司找方伟 方伟也不见她 秦征在商场看到了电视新闻 新闻里面正在采访方伟和她的姑妈 方伟的姑妈在介绍她在海外的公司 想到单依林的行为 秦征的眼里带了几分讽刺 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想算计她 也不看看自己几斤几两 要是单依林真不给钱 秦征也有的是办法治她 秦征收回视线 朝一家高奢礼服店走去 明天她要参加一个时尚杂志的红毯活动 经纪人让她来买一件好点的礼服 秦征 刚进门就有人叫她的名字 秦征抬头看去 没想到是单依林 单依林朝她走过来 脸上扬着和善的笑容 只是接触到秦征冷漠的视线 她脸上的表情僵了一下 我这段时间太忙了 上次说把钱给你 又忘了 那就现在给我 秦征冷淡地说 绕开她走进去挑选礼服 好 我这就转念 单依林拿着手机操作了一下 没多久 秦征收到了银行卡转账的短信提醒 转好钱之后 单依林跟着她过来 意味深长地说 你会解降头 是不是也会下降头 能不能帮我个忙 秦征停下脚步 转头看着她没说话 大概是觉得有些尴尬 单依林善善一笑 这次也是有偿请你帮忙 如果成了的话 我会尽快把钱转你 我没兴趣 单依林在秦征这里的信誉 已经是稀巴烂的程度 我也可以当天就把钱给你 单依林见她不为所动 不免有些急了 方伟之前明明那么爱我 现在连正眼都不看我一下 我真是不甘心 那你为什么要解开她的降头 因为到现在我才发现 我是爱她的 我实在受不了她这样对我 单依林假模假样地露出伤心的表情 我看你是爱她的钱吧 秦征吃笑一声 如果方伟没有东山再起 没有那个有钱的姑妈 你还会爱她吗 我 单依林没想到秦征会说得这么直白 难堪的将在原地 不过为了重新攀上方伟 她不得不豁出去 单依林苦口婆心地对秦征说 你也是明星 你应该知道钱和资源 对明星来说是多么的重要 我需要爱情 也需要面包啊 如果我成为方太太 我肯定不会忘了 你这个好姐妹 到时候别说是两百万 我就是给你四百万都可以 可惜你不会成为方太太 秦征扯了下唇 懒得再搭理她 服务员 我想试一下这条裙子 秦征叫了服务员过来 打算先去试礼服 本来她以为试完礼服出来 单依林应该已经走了 可没想到单依林还在 又想过来劝说秦征帮忙 我来买单吧 看到秦征选好裙子 单依林还想主动买单 秦征看到她递银行卡给服务员 一把捏住她的手腕 刚才我说的还不明显吗 我不可能帮你 你隐瞒的那些事情 我都知道 方伟的那个匠头 不只是秦祥 还是个死匠 如果不是下匠头的人解开死匠 方伟必死无疑 而他死后 还会化作冤魂缠着我 你怎么会知道 单依林面色微变 她的心里还有一堆疑惑 既然是这样 为什么方伟没事 秦征冷笑着推开单依林 我想让她没事 她就能没事 你和我合作 却隐瞒这么多关键信息 我凭什么在帮你 单依林的脸色 一阵清一阵白 满眼都是不甘心 她陡然又想到了什么 你不是还会算命吗 是不是早就知道 方家能东山再起 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我是知道 但是告诉你 那是另外的价钱 你付个两百万都磨磨叽叽的 我把这些事告诉你干什么 你 单依林看着秦征付钱离开 恨得牙痒痒 她越想这件事 心里越发怨恨秦征 总觉得自己陷入如此尴尬的境地 都是因为秦征没有提醒她 当天晚上 网上出现了一段 秦征在礼服店推开单依林的视频 微博热搜全是秦征故意推人抢礼服的话题 单依林还发了一条微博 为了抢件礼服也太拼了吧 武力值这么高 我这种弱女子真是惹不起 她还拍摄了一张右手腕的照片 上面有一道很明显的亲子掐痕 为了一件礼服打人 秦征也太没素质了 就是说 火了 就嚣张起来了呗 本来还觉得秦征挺撒的 现在就觉得她好粗鲁 第108章 进锁采缝刃机去吧 单姐姐报警啊 她这是恶意伤人 让她赔钱 秦征给我们姐姐道歉 要不然 别怪我们不客气 单依林出道这么多年 好歹是你的前辈 我们这些粉丝 也不是吃素的 参加一个综艺火了 有什么好膨胀的 说不定明天就糊了 网上的吃瓜群众看到视频 就以为是实锤 纷纷冲到秦征的微博 谩骂她 其中大部分是单依林的粉丝 秦征还不知道这件事 她买完礼服回家 在家里修炼了一晚上 本想早点休息 明天还得去参加活动 结果睡觉前 接到了经纪人的电话 陶安和她说了网上的事情 我先看看 秦征登上微博一看 弄清楚了事情原味 没想到她不帮单依林下降头 她反而仇视上了自己 他们在礼服店的时候 秦征确实推了她一下 但是没有这么用力 不可能在她手上 留下这么重的亲子痕迹 秦征V 如果不是你缠着我不放 我会推你 而且我根本没用力 在这里自导自演 有意思吗 扇伊林V 我缠着你干什么 秦征V 你之前找人方伟下降头 他家破产之后 你就请我解开降头 现在方家东山再起 你又想找我给他下降头 我不同意 你可不就缠着我 扇伊林V 我不懂你在说什么 电影看多了吧 见她不承认 秦征就把聊天截图 和转账记录 发到了网上 但扇伊林还是不承认 一口咬定 她这是屁的图片 秦征这是狗急跳墙 故意转移话题 诬陷扇姐姐 很有可能 毕竟她打人的事情 有视频实锤 根本解释不清楚 我认识帝多的几个富二代 扇伊林确实有一个 叫方伟的男朋友 我觉得下降头的事情 很有可能是真的 我相信曾姐 上次那个主播 最后不是 也得找曾姐救命 楼上别搞笑了 秦征的大师身份 就是巅峰挑战 节目组故意营销的 节目组都承认 鬼怪是演员演的 单一林出道多年 演过不少电视剧 微博粉丝也有几千万 虽然秦征靠着综艺 小伙了一把 粉丝数量 还是比不上这种 出道多年的明星 哪怕秦征的粉丝 帮她说话 很快就被那些人的谩骂 顶了下去 秦征紧接着又发了微博 秦征V 不承认没关系 我还有更大的瓜 看到秦征的微博 单一林倒是心慌了一下 她转念又想到 秦征就是个 会点小法术的小明星而已 能知道什么大瓜 况且 她之前和秦征都不认识 单一林V 你先解释一下 弄伤我的事情 别转移话题 要是你真有什么大瓜 那你就报出来好了 我深正不怕影子嫌 秦征V 呵呵是吗 深正不怕影子嫌 秦征冷吃 她还敢说这种话 她看过单一林的面相 早就知道 她做过很多不检点的事情 比如找金主 破坏金主的家庭 还和别人聚种嗑药 点鸭子 只是知道归知道 还没掌握具体证据 秦征给江瑶发了一条消息 秦征 睡了吗 能不能让你那个朋友 帮我查个人 江瑶直接发了一个文档过来 江瑶 单一林的黑料 秦征 Omega 秦征 你怎么知道 我要查他 江瑶 我看到热搜了 秦征 嘿嘿 秦征点开文件看了一下 里面全是单一林的黑料照片 比秦征猜测的还要多 可以把单一林捶得死死的 秦征整理了一下 找了最严重的几张黑料照片 发到了微博上 发完微博之后 她还add了一下帝都警察 除了破坏他人家庭调金主 单一林的其他行为 都涉及违法 秦征V 期待丹小姐 为祖国的纺织制造业做贡献 采缝刃基彩的勤快一点 说不定 以后还有机会出来 addit单一林V 哈哈 这些黑料绝了 秦征怎么搞到的 没想到单一林看上去 是个青春玉女 背地里会做这些事 实在是恶心 这些年的喜欢 真是错付了 我还以为秦征是说大话 没想到真有大瓜 这些瓜太劲爆了 砸得我一愣一愣的 单一林都不说话了 肯定心虚 警察估计都要找上门了 单一林哪来的时间发微博呀 网友们猜得不错 秦征报警之后 警察迅速就找到了单一林 对她的各种黑料 进行了很详细的调查 秦征发完黑料 感谢了一下江瑶的友情提供 这才躺下准备睡觉 帝都警察的效率很高 第二天 她起床没多久 就看到了警察发布的公告 他们已经确认了 单一林的多次违法行为 并且对单一林 进行了逮捕拘留 下午 经纪人陶安开车过来 接勤征去参加活动 这次的活动 是由知名的时尚杂志 KW所举办 作为时尚圈最厉害的杂志之一 这次活动将会集结 不少明星大咖 国际名模 不仅有明星走红毯的环节 还有KW的模特走秀 举办活动的地方 是一处海边庄园 保姆车抵达现场 记者不是很多 这种大型晚会活动的安保措施 做得很多 不是所有人都能进来 只有受邀的明星记者 才能进到里面 秦征从保姆车上下来 陶安对他说 这次活动会现场直播 不过重点会在大明星 和国际名模上 等一下你可以找主编于蕊聊几句 说不定能蹭几个镜头 话语刚落 陶安就看见主编于蕊 从一辆豪车上下来 秦征 主编来了 陶安提醒了一下 秦征却没把他的话放在心上 神色漫不经兴 于蕊走过来 秦征也没有开口的意思 他还低头摆弄了一下手包 结果看到手包里面 钻出来一个人皮娃娃的脑袋 秦征 小妖怎么钻在他的包包里面 你就是秦征 听到询问的声音 秦征连忙把人皮娃娃塞回包里 这才抬头看去 KW的主编于蕊 走到了他的面前 笑着说道 早就听说过 你会算命看风水 我对这些东西还挺感兴趣的 可以帮我算一挂吗 秦征认真看了他几眼 命灯灰暗 说明有没运缠身 近期事业不顺 或有生命危险 我这有转运服 可以卖你一张 买不了吃亏 买不了上当 秦征说完 于蕊就变了脸色 旁边的陶安一脸尴尬 疯狂用眼神示意秦征 让他说几句好听的 以免得罪 这位时尚杂志的大主编 要是得罪了 以后很可能拿不到 时尚圈的资源 于蕊皱了下眉心 转运服多少钱 秦征朝他比了一个眼 两千 No 两百万 什么破俘虏卖两百万 秦征想钱想疯了吧 坑人坑到了于蕊头上 他可是出了名的 时尚圈女魔头 大家看于蕊的脸色 秦征绝对完蛋了 等着被封杀吧 第109章 寻真格的秦也 看活动直播的网友 也觉得秦征是胡乱要嫁 他还对于蕊说与主编 今天的地方也不太吉利呢 走秀活动 恐怕没法顺利进行 陶安眼皮狂跳 感觉秦征就是在疯狂作死 他连忙扯了扯秦征的手臂 示意他不要再多说下去 今天的走秀 邀请了很多大咖 于蕊特别重视 秦征却说 这样扫兴的话 任谁听了 心里都不会高兴 不管发生什么 我都会让活动顺利举行 于蕊皮笑肉不笑地说 旁边有个超模过来打招呼 于蕊没有再提转运服的事情 显然是感到了冒犯 不想再搭理秦征 没一会儿 于蕊和那个超模 有说有笑地走了 陶安压低声音在秦征身边说 你以后说话注意点 千万别在大佬面前乱说话 有些大佬的脾气不好 说不定心里会记恨你 我没乱说 我这是好心提醒他 秦征不以为意 举办晚会的庄园很大 别墅前面的长街上铺着红毯 不少明星大咖 都是走红毯 进入别墅的晚会地点 红毯旁边 全是记者和摄像机 他是从旁边的小路 进的晚会现场 陶安跟在秦征的旁边 时不时和他介绍一些人的身份 希望秦征过去找他们聊几句 最好能结交一下关系娱乐圈 最看重人脉和资源 这种晚宴盛会 就是结交大佬的好机会 这也是陶安想尽办法 帮秦征弄来邀请函的目的 那位是陆华娱乐的董事长千金 陶安对秦征说 秦征轻则 人傻钱多 最喜欢给男人花钱 结果被骗得连裤衩都没了 女人还是不能太累碍脑 给男人花钱倒霉一辈子 陶安 那个是卓尔科技的总裁 也是KW杂志的持古人之一 秦征面露同情 帮别人养了二十多年的儿子 惨啊 真惨 陶安 他的眼角抽了一下 连忙伸手捂住秦征的嘴 姑奶奶 不管你说的是真是假 千万别跑到他们面前说这些话 我又不是傻 秦征拿掉陶安的手 他们不给我钱 我还不爱说呢 看到不远处的长桌上有甜品 秦征提着裙子走过去 秦征穿了一条克莱因蓝的鱼尾长裙 将他的身材勾勒得很好 长发蓬松随意地劈散着 高雅中带着几分慵懒 只是他不习惯穿高跟鞋 经常会踩到鱼尾裙的裙摆 刚走到桌边 秦征拿了一些吃的 突然感觉有人踩住了他的裙子后摆 雪白瘦削的肩上 淋下来一片深红色的液体 他转头看去 看到了一张娇俏高傲的脸蛋 你就是秦征 秦征诺放下手中的红酒杯 不懈地腻着他 还真是会吵热躲 每天买热搜碰瓷江瑶 有意思吗 下个月拍摄 陈王牧 我警告 你离江瑶远一点 不然别怪我不客气 秦征看到身上的红酒低落下来 弄脏了他的新裙子 他的脸色渐渐阴沉 这条裙子可是花了一百多万 看到秦征诺转身要走 秦征抬脚就踩住了他的裙摆 我让你走了吗 道歉 秦征诺的脚步停下 咬牙道 你找死吗 知不知道我哥哥是谁 我管你哥是谁 给我道歉 你想得美 秦征诺冷笑 转头看向秦征的裙子 连高定都不是的一条破裙子 也配让我道歉 秦征一把扯住他的头发 将他拽得往后仰 不道歉是吧 那就赔钱 啊 你 秦征诺一阵尖叫 只觉得头皮疼得厉害 你敢这么对我 信不信我让我哥封杀你 我哥可是寻真格的秦也 秦征吃笑 我也姓秦 我还是你爹呢 于蕊 秦宇诺看到不远处的于大主编 像是看到了救星一般 大叫于蕊的名字 看看你邀请过来的人 敢这样欺负我 你的KW不想办了是不是 于蕊看到秦宇诺 被秦征扯着头发 面色俱变 快速地走过来 拉开秦征 秦小姐 不好意思啊 是我的疏忽 刚才我看到江瑶过来了 我先带你过去找他 于蕊道歉的话 显然是对秦宇诺说的 他看到秦宇诺在自己的地方被欺负 吓得脸色都要白了 寻真格的秦爷可是古董珠宝界 只手遮天的人物 而且还是东南亚华侨出身 做事向来不顾法律 心狠手辣 秦宇诺是秦爷好不容易找回来的亲妹妹 捧在心肩上宠着 要什么给什么 谁要是得罪了秦宇诺 比得罪秦爷还严重 不仅会丢了生意 可能连小命不要搭上 于蕊对着秦宇诺客客气气 看向秦征的时候 脸色骤然冰冷 他吩咐身边的秘书 带这位蓝裙子的小姐 离开活动现场 等会儿 秦宇诺恨恨恨地看着秦征 先让他给我道歉 于蕊想了想 走上前压低声音对秦征说 你知道寻真格的吧 那位也有多么在乎他的妹妹 你应该有所耳闻 你乖乖道个歉 今天的事情就算了 要是让秦爷知道 不仅你会完蛋 我们KW杂志也得跟着遭殃 秦征 让他道歉 做梦了吧 什么破寻真格 改天他说个妖兽 把那地方铲了 秦征正想说点什么 身边突然走过来一道 高大奇长的身影 银灰色的西装外套 披在了他的肩上 谁泼得久 沉冷的声音传来 江瑶居高临下地 看着于蕊和秦宇诺 漆黑幽深的桃花眸 带着不悦 江瑶 你和他 秦宇诺看到江瑶的行为 握紧了拳头 眼里满是不甘 回答我的问题 江瑶的语气更冷了一分 冷漠的目光逼试着于蕊 半个活动办成这样 你的KW索性别办了 不是 都是误会 于蕊尬尴尬出声 感觉自己像 夹心饼干的夹心馅似的 不知道该怎么办 寻真阁的秦爷得罪不起 江瑶也得罪不起 江瑶不是普通的顶流明星 背后有江家 还是娱乐公司的总裁 你泼的是吗 道歉 江瑶看他们的神色 就知道是谁做的 他的视线看向秦宇诺 带了几分冰冷的力气 他算什么东西 你干嘛帮他 秦宇诺看着秦征身上的西装 极度的眼眶发红 他是为了江瑶才进的娱乐圈 还让哥哥花钱 送他进了 陈王牧 电影当女主角 本以为电影开拍之后 可以和江瑶好好发展关系 可没想到 江瑶会这么在乎秦征 第110章 秦宇诺的摇花手表演 我说让你道歉 别让我说第三遍 江瑶冷冷地望着秦宇诺 眉眼间带着戾气 宛如看着一个死人 娱乐圈其他人 怕寻真格找麻烦使阴招 江瑶可不在乎 不可能 秦宇诺气地战红了脸 大吼出声 他咬牙切齿地看着秦征 你是第一个敢抽我头发的 这件事不会这么算了 只要我在娱乐圈一天 我就不会让你好过 恼怒地扔下这么一句话 秦宇诺转头就走了 他没道歉 于伟见江瑶的脸色 越来越难看 只能善善地说 江瑶 你应该知道 秦也有多宠他这个妹妹 我实在拿他没办法 KW得罪不起寻真格 我们和寻真格 有很多珠宝合作项目 而且秦也的那个脾气 结果那个导演带团队去国外拍外景 被人砍断了双手送回国 之后得罪过秦宇诺的人 或多或少都会发生一些意外 你的意思是 KW得罪得起我 不是不是 江瑶俯视着于蕊 漆黑的眼眸 没有半点情绪 如果我的人 在在你这里受委屈 别怪我不给KW留面子 秦宇诺那条狗 你最好看好他 娱乐圈敢骂秦宇诺 这位大小姐是狗的 也就江瑶了 寻真格的秦时生 他还没放在眼里 是是 我尽量不让秦宇诺接近秦宇诺 鱼伟连声应道 擦了擦额角的冷汗 他见江瑶没有再搭理自己 先悄悄地走了 还得去哄秦宇诺 伤心了 江瑶见秦宇诺一直低着脑袋 以为他因为被欺负而难过 他帮他理了一下身上的西装 我让人送一件新的礼服过来 我们先去休息室 下次再遇到这种人 你就报我的名字 或者给我打电话 秦宇会伤心 那显然是不可能的 打电话多麻烦 他轻哼一声 我喜欢自己报仇 秦正的手指上 缠着几根秦宇诺的头发 刚才从秦宇诺头上薅下来的 他从包里拿出人皮娃娃小妖 哎呀 憋死我了 小妖咧了咧嘴 吐槽道 我就是想出来逛逛嘛 你干嘛 把我藏起来 秦正将秦宇诺的头发 缠着他的脖子上 然后用灵力启用了鬼匠 现在放你出来玩 你去帮我办件事 那我办好了 你能不能放我离开啊 人皮娃娃飞在半空中 扭扣眼睛有点可怜巴巴的 秦正微微点头 等你办好了 我不仅可以把你 从娃娃里放出来 还可以找英差 送你去地府投胎 他伸手拿过人皮娃娃 小声对他说了几句话 好的 小妖已经感受到了 秦宇诺的联系 重新钻回秦正的手包 秦正用头发下了鬼祥 小妖可以通过鬼匠 操控秦宇诺这个娃娃是什么 江妖看到秦正对着娃娃说话 好奇地问道 下降头用的 秦正看了眼身上的西装 这才对江妖说 谢谢你帮我啊 以后你想对付谁 我可以帮你下降头 他不喜欢欠人情 除了总是要用到江妖的死气 江妖还老是帮他 所以江妖有什么需要的话 秦正也会尽全力帮忙 应该的 江妖看到他裹着自己的西装 莫名有一种怪怪的感觉 他轻咳一声 我已经联系了助理送礼服过来 我们先去休息室等他 好 两人去了休息室的方向 而秦宇诺则是坐在走秀看台旁边 于蕊坐在他身边 神色讨好的说着什么 刚才江妖出面帮秦正撑场子 算是秦宇诺丢脸了 于蕊担心他对KW产生不满 过来好生安慰 他答应让秦宇诺上KW杂志的封面 秦宇诺的脸色才好转一些 我勉强原谅你 秦宇诺手里摆弄着手机 和秦时生诉苦今天的事情 说自己被秦正欺负扯头发 希望秦时生可以帮他教训秦正 可是他发了一大堆的消息 秦时生都没回 哥哥怎么不回我 秦宇诺皱起眉心 想给秦时生打电话 但最后还是没敢打 虽然秦时生很宠他 秦宇诺却依旧有些怕他 他从小流落在外面 今年才被秦时生找回来 本来就不是很熟 外界传言秦时生是个活颜望 秦宇诺偶然见过秦时生残暴的样子 所以对秦时生有一点心理阴影 秦小姐 走秀开始了 于蕊在身边提醒他 秦宇诺收起手机 抬头准备看秀 没看一会儿 他突然站了起来 朝走秀的高台走去 于蕊本以为他想近距离看秀 结果秦宇诺爬上了高台 一把推开模特 然后对着全场嘉宾摇起了花手 于蕊 其他人 他在干什么 这谁啊 在秀场摇花手 好像是寻真阁刚找回来的大小姐 品味也太独特了 我真是服了 喜欢摇花手回家摇啊 推开模特在秀场摇 是几个意思 能不能别污染我们的眼睛 众人震惊之后 开始纷纷吐槽 复演的都是明星大咖 豪门名流 实在觉得这一幕辣眼睛 于蕊 你赶紧让他下来 有人受不了的说 于蕊也搞不懂秦宇诺 只能爬上高台拉住他 秦小姐 模特要走秀了 你给个面子先下去 等模特走秀结束 再让你上来表演 不是 我根本不想摇花手啊 我为什么会这样 秦宇诺惊恐的说 我怎么可能会有这么粗鄙的爱好 我真不喜欢摇花手 那你先下去 于蕊按住他的手 拿料秦宇诺一脚 把于蕊踹倒在地 继续摇花手 嘴里却喊着 我不想摇花手啊 我真不想摇花手 嘴上使劲地喊 手上却疯狂地摇摆 现场众人 于蕊实在拿他没办法 只能让模特继续走秀 但是走的过程中 尽量避开秦宇诺 秀场就出现了诡异的一幕 秦宇诺站在中心位置摇花手 旁边的两排模特 穿着高定礼服走秀 现场嘉宾和直播观众 都给看傻了 等到走秀结束 秦征换好礼服过来 秦宇诺还在摇花手 直到 砰的一声 有人从二楼摔了下来 众人惊叫着散开 死人了 啊 那人就摔在秦宇诺旁边 脑浆鲜血四溅开来 他一边惊叫着 一边摇花手 最后两眼一番晕倒在地 第111章 不是自杀 是他杀 乌玲玲怎么跳楼了 到底怎么回事 快报警啊 还有气吗 快看看 还活着没 叫救护车 秦宇诺晕倒之后 其他人也反应了过来 现场乱成一团 于蕊这个主编就在旁边 慌张地上前 叫了几声乌玲玲的名字 他已经死了 秦征走上前说道 虽然乌玲玲是从二楼摔下来的 但是这个庄园别墅的层高特别高 乌玲玲摔下来的姿势 还是头着地 当场就断气了 秦征还可以看见 乌玲玲的魂魄 从身体里飘出来 什么 死了 于蕊失魂落魄地站在原地 身子有点站不稳 今天的晚会这么重要 却闹出了人命 肯定会对KW造成巨大的影响 光是外界的舆论浪潮 就足以把他们淹死 秦征从死者身上收回视线 转头看向于蕊 这才刚刚开始 我早就说了 你没运缠身 事业不顺 你别在这里马后跑 难道你早就知道 有人会跳楼 于蕊的脸色难看至极 感觉秦征在故意嘲讽他 我不知道会有人跳楼 但是我算到这个地方 会出人命 本来秦征还以为是斜碎闹事 换完礼服和江瑶 一起在庄园其他地方转了转 但是都没发现斜碎的踪迹 等到他回到走秀现场 就看到乌玲玲从楼上掉了下来 现在买转运服还来得及 秦征扯了下唇 好整以侠的对于蕊说 不过呢 现在价格翻倍 于蕊本就觉得 秦征在故意讽刺他 现在又听到秦征说价格翻倍 于蕊不免觉得 秦征是在耍着他玩 他冷笑地说道 你还真是会坑蒙拐骗 真当我是傻子不成 今天出现这种事 确实是我运气不好 但你一张符就能改运 你怎么不给自己改改 你要是真这么厉害 早就是顶流了 怎么还是十八件小狐卡 秦征可惜地看着他 真是给你机会 你不中用啊 呵呵 于蕊不懈地看了眼秦征 转身先去处理这件事 懒得和秦征在这里 废嘴皮子于主编 乌玲玲是自杀吗 请问自杀的原因是什么 是不是和KW有关 之前就爆出 KW对模特很苛刻 乌玲玲是不是受不了KW的待遇 所以才会在秀场跳楼自杀 于蕊刚走开 就是一群记者围了上来 面对一连串的问题 于蕊根本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不是自杀 肯定是他杀 于蕊还没回答 秦征就开口说话了 语气很笃定 记者们的情绪瞬间激动起来 对着秦征和于蕊疯狂拍照录像 秦小姐 为什么你肯定是他杀 你是不是看到了什么 你是不是知道什么内幕 凶手是谁 请问凶手为什么要杀乌玲玲 听到记者的一连串提问 于蕊的脸都白了 他伸手扯了一下秦征 咬牙切齿地道 你能不能别乱说话 秦征瞥了他一眼 我没乱说 而且凶手还在现场 这一下子 所有人都不淡定了 杀人凶手还在现场 那他还会不会继续杀人 其他人有点惶惶不安 但记者都是一群不要命的 反而更加激动地询问秦征 是不是知道凶手是谁 于蕊见此 连忙叫了保镖过来 庄园的所有保镖都被调集了过来 将那些记者挡住 抱歉各位 现在我不会回答任何问题 等到警察来了再说 于蕊艰难脱身 先让员工去处理乌零零的事情 KW的员工打了救护车和报警电话 还在前三记者 劝说嘉宾们先离开 所以庄园别墅里有点混乱 于蕊为了防止事件扩大影响 关闭了现场直播 不过 乌零零坠楼的画面 早就被播放了出去 引起了不少网友的讨论和愤怒 网上对于乌零零的死因猜测纷纭 看到网上的负面舆论 鱼尾的脸色越来越难看 正准备找人压热搜 不远处却传来了一阵吵闹声 你们不准离开 他就是凶手 秦征挡在楼梯下方 拦住了一对母子 本来被保镖挡着的记者 听到凶手两个字 连忙激动地抱着摄像机 朝他冲了过来 保镖们根本拦不住 眼前的一对母子 母亲看着比较年轻 穿着滑柜 他的儿子就四五岁 身上穿着定制的小西装 你有病吧 我儿子这么小 怎么可能是凶手 母亲愤怒地看着秦征 看到记者们过来 他转头对着摄像头说 你们这些记者来评评理 这个人是不是脑子有病 我儿子才五岁 他非要说我儿子是凶手 杀了乌林亮 这可能吗 凶手是小孩 怎么可能 对啊 这么小的孩子怎么杀人啊 我还以为真找到了凶手 秦征搞什么鬼 记者们纷纷抱怨 不满地看着秦征 刚才他们听到秦征的叫声 还以为真有什么大瓜 结果他却指着一个小孩 说是凶手 这是故意耍他们的吧 于伟听到动静过来一看 也是一脸不耐烦 秦征 你闹够了吗 一个五岁的小孩子 才上幼儿园吧 他怎么杀人啊 你要是想拨眼球 起码找个合适点的人选吧 所有人都不相信秦征的话 牵着小孩的母亲冷哼了一声 对秦征说 赶紧让开 今天这里发生这种事 还对我儿子造成了心理阴影 我得先带他回去 至于你诬蔑我儿子 是凶手的事情 我会找律师起诉你 如果他不是凶手 你尽管起诉我 秦征冷冷地看着女人身后的小孩 可事实 他就是凶手 秦征朝小孩的方向走了几步 锐利的目光直视着他 就是你推乌零零下来的 小小年纪就这么恶毒 长大了还得了 不 不是我 小孩拽着母亲的衣角 脸色煞白 他感觉所有人都看着他 顿时嚎啕大哭了起来 不是我呜呜呜 秦征 你实在是太过分了 怎么能欺负一个小孩 于蕊大声指责秦征 其他记者看向秦征的视线 也有些古怪 五岁的孩子怎么可能杀人 都把人家小孩吓哭了 秦征干嘛呀 故意以大欺小 这女人疯疯癫癫的 感觉脑子不正常 我们都被她耍了 就不应该理会她说的话 底112章 我不一定胡 但你一定会去吃牢饭 今天复宴的嘉宾都不是普通人 秦征指认的母子 还是知名企业家的老婆和孩子 受邀前来看走秀 保镖呢 把他丢了扔出去 于蕊对秦征忍无可忍 将附近的保镖喊了过来 于蕊又歉意地对女人说 徐夫人实在是抱歉啊 我也不知道她发什么疯 现在天色也晚了 你和徐少爷就先回去吧 保镖们将秦征拦住 让那对母子先离开现场 附近的记者们看到了 也没有阻拦的意思 他们都不相信 五岁的徐少爷是凶手 身边的保镖 拉拽着秦征的手臂 想要把他朝侧门拖出去 本来秦征不想 对这些普通人动手 但眼见着凶手即将要离开 秦征也顾不得这么多了 抬手就是一拳 砸在保镖的脸上 那对母子走到了门口 秦征看到一道熟悉的身影 连忙对他喊道 江瑶 拦住那对母子 他们是凶手 听到秦征的话 江瑶直接挡在 那对母子的前面 这么一刹那的时间 秦征也撂翻了 身边的所有保镖 朝江瑶他们所在的地方走过来 你们到底有完没完 徐夫人大声吼道 愤怒地瞪着江瑶 我儿子才五岁 他能怎么杀人 真到我们徐家好欺负是吗 二楼走廊那边有监控 你等我们查完再说 江瑶看了眼徐夫人背后的小男孩 小男孩木然地瞪着眼睛 眼里有些恐惧 死死地揪着他妈妈的衣摆 狭长的桃花眸微微眯起 江瑶的眼神带了几分审视 现场死了个人 谁都有嫌疑 希望你们可以配合一下 如果你儿子不是凶手 自然没有人会为难他 行 你们去查监控 徐夫人深吸一口气 手指着轻针 今天晚上的事情 本来就给我儿子幼小的心灵造成了伤害 他还要这样污蔑我儿子 欺负一个五岁的小孩 我绝对不会放过他 如果不是我儿子做的 让他给我儿子跪下道歉 江瑶皱了下眉心 眉宇间带了些不悦 徐夫人 只是让你们配合一下调查 你何必这么激动 你儿子被诬陷了 你能不激动 徐夫人冷笑道 再说了 你们是警察吗 凭什么让我们配合 警察来了也是一样 秦真开口说道 他做了坏事 就会留下证据 你真以为警察查不到 我倒要看看 有什么证据 你们不是要查监控 那就去查呀 妈妈 徐夫人历声说完 徐少爷害怕地拽了抓他的衣服 徐少爷的脸上挂着泪痕 眼里多了几分慌乱 儿子没事 只要妈妈在这里 没人可以冤枉你 徐夫人把徐少爷抱起来 在他耳边哄抱 儿子你要记住 你没做过这件事 所以不用担心别人查你 他们什么都查不到 徐少爷伸手抱着他的脖子 身体微微地发抖 于主编让人把监控调出来 江瑶对于蕊说 于蕊见江瑶出面 不得不按照他说的去做 只是离开之前 暗暗地瞪了眼秦征 心里对他不满至极 众人前去安保室看监控 如果那群记者的时候 徐夫人对秦征说 你不道歉 我一定会让记者公布这件事 群众的眼睛是血亮的 你这个小明星 等着忽穿地心吧 秦征扯了一下唇 慢条斯理地说 我不一定会忽 但是你一定会去吃牢饭 包庇杀人凶手 话虽这么说 但徐夫人却抱紧了怀里的徐少爷 他抱着徐少爷的两只手 不断地渗出手汗 这个叫秦征的 到底是怎么发现的 当时根本没有其他人 幸好他已经让人处理掉了监控 不仅他们查不到线索 警察也查不到 徐夫人看着前方的保安室 眼神晦暗不明 后曹牙微微咬紧 他们来到保安室 负责看管监控的保安 盯着徐夫人看了许久 然后才转开视线 帮于蕊把监控调出来 乌玲玲坠楼前的监控录像 都在这里了 看完所有相关的录像 里面都没有徐少爷的身影 徐夫人微微抬了抬下巴 我就说了 不是我儿子 监控里面根本没有我儿子的画面 胆紧道歉 等会儿 江瑶上前把录像画面 拉到了乌玲玲坠楼前的几分钟 乌玲玲站在走廊窖里面的位置 监控里没有他走动的画面 下一秒就是他掉下去的场景 这根本不现实 江瑶转头看向保安 眼神冰冷 你是不是剪辑过监控录像 没有啊 保安一脸冤枉 我根本没动过监控录像 你们要看 我才掉出来的 乌玲玲坠楼的时候 你有没有看到监控里的情况 我 保安支支吾吾的 好半天才说 我连着加班好几天了 刚才真的很困 所以就小睡了一会儿 我看你们是想找理由不道歉 徐夫人看到警察们也过来了 突然站在门口大哭起来 我们根本就不认识 这个叫乌玲玲的模特 你们为什么非要陷害我儿子 我儿子才五岁 你们的心思怎么这么恶毒 这世道还有没有枉法了 诬陷一个五岁的小孩子杀人 看到徐夫人边哭边喊冤 徐少爷也嚎啕大哭了起来 警察们过来看监控的 看到这副场面都有点不明 所以 这位夫人 你们遇到什么事 有女警上前询问 徐夫人拉着她就先告状 徐夫人添油加速地说完之后 愤怒地指着秦征 警察同志 他故意污蔑别人 欺负我们母子 你们赶紧把他抓起来 秦征 故意污蔑 监控录像里面根本没有我儿子的画面 不是污蔑是什么 秦征轻笑一声 他看了看身边的保安 又看了看激动的徐夫人 这个保安的面相 显示他最近有一笔剧款 可以让他改变命运 但这笔剧款来路不正 导致保安的应得有亏 秦征转身来到保安室的储物柜 从里面拿出了一个双肩包 他看着保安说道 这是你的东西吧 是啊 你干什么 保安看到他拿出自己的背包 下意识就要伸手去抢 如果我猜得不错 包里有一张徐夫人给你的银行卡 银行卡里面有一笔剧款 足够让你一世无忧过完这辈子 保安脸色一僵 激动的徐夫人也突然安静下来 你在乱说什么 这里面只有我自己的银行卡 第113章 上梁不正下梁歪 秦征手里的背包很轻 所以徐夫人不可能给的现金 他从保安的背包里拿出钱包 果然在里面找到了一张某银行的黑金卡 你一个工资3000块的保安 能办得起黑金卡 这种级别的黑金卡 每年存款 起码得上千万才能办 卡里有不少钱吗 徐夫人为什么给你这么多钱 秦征的眼神陡然变得犀利 因为他想让你剪辑掉监控录像的关键画面 掩盖他儿子的杀人罪行 不是 我没 保安往后退了一步 语无伦次的想要反驳 可是他根本无法反驳 只要警察查一下银行卡的归属 就知道这不是他的卡 看到秦征手里的黑金卡 警察们也变了脸色 为首的警察给队友使了个眼色 保安瞬间被警察按倒在地 你最好老实交代 警察呵斥道 你要是配合一点 还可以酌情减轻刑罚 我交代 我全部交代 保安看到秦征把黑金卡拿出来的那一瞬间 早就吓傻了 完全没想到秦征会知道 他的包里有这张卡 本来他想拿着银行卡 辞职离开帝都 过上衣食无忧的富贵日子 这样也没人会发现 他突然变得有钱 可这一切都烟消云散了 保安咬了咬牙 有些不甘地说 那个叫乌玲玲的模特 确实是徐少爷杀的 乌玲玲没给他 然后乌玲玲身体不舒服 靠在二楼的栏杆边休息 徐少爷把乌玲玲推了下去 乌玲玲掉下去的时候 保安通过监控都看到了 正想报警的时候 徐夫人过来找他 让他剪辑掉这部分画面 只要他剪辑掉相关录像 并且隐瞒好这件事 徐夫人就给他两千万 保安从来没见过这么多的钱 当场就有些心动了 犹豫之间 徐夫人直接给了保安一张 他只在富豪们手中见过的黑金卡 最后保安就答应了徐夫人的要求 听到保安说出具体过程 徐少爷吓得浑身发抖 又想嚎啕大哭 徐夫人突然伸手 捂住徐少爷的嘴巴 我没给过 那张黑金卡不是我的 我根本不知道 他手里为什么有这种银行卡 他面无表情地说道 这个时候 竟然比刚才还要冷静一些 徐夫人懂一点法律 他知道监控录像都被剪辑掉了 只要他们死不承认 警察拿不到确切的证据 也拿他们没办法 他瞇了瞇眼眸 看向秦征说道 前不久 我正好丢了一张黑金卡 或许是有人捡到了我的卡 故意拿给这个保安 联手诬陷我们母子 什么样的熊孩子 就有什么样的家长 秦征叹了口气 明明是你儿子做错了事情 你却帮他百般掩盖 等到他以后长大了 做出更多伤天害地的事情 你也要帮他全部摆平吗 徐夫人的表情僵了一下 我儿子没错 他确实不认为自己儿子做错了 反倒有些埋怨 那个叫乌玲玲的模特 如果不是他不肯 把玩偶给他儿子 他儿子也不至于做出错事 只是一个玩偶罢了 给他儿子能怎么样 他根本没做过这种事 合错之有 是吗 那让我们来问问 当事人秦征扯了下唇角 意味深长地 看向保安室外面 你们看那里 谁来了 徐夫人和徐少爷转头看去 竟然看到了熟悉的面孔 正是被徐少爷 推下楼害死的乌玲玲 乌玲玲的脚尖没有着地 飘在半空中 脸色惨白 额头上不断有鲜血流下来 眼神凄厉地望着他们 是你们杀了我 看到乌玲玲扑过来 徐夫人倒吸一口凉气 鬼啊 乌乌乌 别过来 姐姐 我不是故意推你的 我就是想要那个娃娃 你不要吃我乌乌乌 你别碰我儿子 要报仇冲我来 乌乌乌走开 快走开 警察们看不见乌玲玲 就见徐夫人和徐少爷 在保安室慌乱地躲藏 像是有什么东西在追他们一样 听到徐少爷的话 警察们连忙把他们抓了起来 看到警察把这对母子带走 外面的记者和嘉宾都惊待了 他们以为秦征是发疯乱说 没想到却是事实 记者们这才反应过来 想要采访秦征 但是秦征早就和江瑶一起 从后门离开了 乌玲玲的案件结案 于蕊还被叫去了警察局 他从警察口中知道了真相 离开警察局的时候 整个人还有点恍惚 事到如今 于蕊才有些相信秦征的话 几天后 秦征前往 陈王牧剧组拍摄电影 他下午就到了 江瑶还没到 工作人员先带他去了分配的房间 让他把行李先放下 后面几天的拍摄中 他都会住在剧组的地方 秦征 我们订了晚饭 等一下出来吃啊 工作人员离开之前 提醒了他一句 知道了 秦征先收拾了一下自己的东西 才从房间出去 导演和几个工作人员 在准备道具 参演的大部分演员都在 空地上支着几个小桌子 有名气的演员 可以在小桌子上吃晚饭 其他演员都只能捧着盒饭 蹲在旁边吃 中心的桌子边身边都是工作人员 众心捧月 桌子上方还支着一个贼大的遮阳伞 给你留了一个桌子 你在这里吃吧 工作人员对秦征说道 谢谢 秦征收回视线 做下认真干饭 这个剧组贼有钱 盒饭看上去还挺好吃的 不远处 秦宇诺坐在堂椅上 旁边有个助理帮他举着小电风扇 他看到了网上那些他摇花手的视频 地下全是网友们的嘲笑 还有人把他摇花手的视频做成了鬼畜 秦宇诺的脸色越来越难看 他抬头看过去 看到秦征那张明艳娇美的脸蛋 特别是看到秦征吃饭吃这么香 秦宇诺的心里越发不爽 秦宇诺对身边的助理说 把他的桌子给我掀了 这个助理跟着秦宇诺嚣张惯了 听到吩咐就朝秦征走了过去 助理正要动手掀掉秦征的桌子 拿料脚下突然飞过来一个板凳 哎呦 助理惨叫一声 整个人摔倒在桌边 真是没用 秦宇诺冷哼一声 起身朝秦征走过来 吃猪食还吃这么开心 秦宇诺倒是没先桌子 上下打量着秦征 与其讽刺的说 听说你是小县城孤儿院长大的 这辈子估计没吃过什么好东西吧 第114章 秦宇诺最爱摇花手了 看到秦宇诺一脸优越感 秦征慢悠悠的说 啊对对对 我们小县城的吃不起好东西 也没钱报班学艺 不像你们这种城里的孩子多才多艺 特别是你 好厉害啊 还会摇花手 我都不会呢 你能不能教教我 你 秦宇诺的脸蛋一阵扭曲 脸色一阵轻一阵白 你给我闭嘴 我不会摇花手 我从来不做这种低级的事情 他恼怒的瞪了眼秦征 秦宇诺还把手里的咖啡 倒在秦征的饭上 又不少见到了秦征的衣服 那个谁 给我过来 秦宇诺让人把负责分饭的工作人员叫了过来 后面几天都不准给他分饭 秦宇诺指了指秦征 要是让我看到他有饭吃 你就给我卷铺盖滚蛋 看到饭菜上的咖啡叶 秦征的脸色渐渐阴沉 糟蹋粮食 小表杂真是吃饱了撑的 既然吃饱了太撑 那就跳跳舞消食吧 秦征放下筷子 转身回了房间 哈呼哈呼哈呼 人皮娃娃 躺在他的行李箱上面睡大觉 还打呼噜 秦征走过去 将他拎了起来 捏在手里用力抖了抖 小妖 快醒醒 干嘛 人皮娃娃睁开眼睛 惊恐地望着他 我不要去地府 上次人皮娃娃 操控秦宇诺摇花手之后 秦征就打算放了他 但小妖是厉鬼 刚放出去 就遇到了苏锦 苏锦说 小妖害过人 要绑他去地府受罚 最后 是秦征把小妖救回来 看在秦征的面子上 苏锦没带走小妖 你别送我去地府 小妖可怜巴巴地说 那个阴差说 我得跟着你做好事 多积累点功德 才不会被惩罚 没打算送你去地府 只是喊你起来干活 那就好 小妖松了一口气 还是上次那个人吗 嗯 小妖吹出一口黑色的鬼气 鬼气从窗户飘出去 落在秦宇诺的身上 扣扣扣 门口突然传来敲门声 秦征先把小妖藏好 然后才去开门 敲门的是江妖 她的手里还提着两个袋子 装着奶茶和甜食 今天去见客户 顺手买的 她把东西递给秦征 淡淡地说道 好耶 正好没吃饱 秦征眼睛一亮 连忙接过东西 看到秦征这么开心 江妖不自觉地勾了下唇 她把东西给秦征之后 就离开去找导演了 还得和导演沟通一些事情 秦征在房间里吃了两块蛋糕 出来看到秦宇诺站在江妖身边 江妖 我们来对一下台词吧 秦宇诺期待地望着江妖 不需要 江妖冷淡地拒绝 秦宇诺有点不甘心 可是我第一次演电影 不太会演戏 我怕到时候给你们拖后腿 你要是能指点我一下 我肯定会演得好点 演不来你可以不演 江妖扔下这么一句话 转身就走了 留下秦宇诺尴尬地站在原地 气得脸色发红 秦宇诺深吸一口气 为了缓解这种尴尬 她就转身去找了 饰演男儿的演员 秦琳 我们来对一下台词吧 可以啊 秦琳爽快地印下 两人拿着剧本 开始对台词 秦琳演的是一个年轻的考古学家 在城王墓 遇到了一件古怪的事情 然后找摩金门的少主帮忙 联手探寻城王墓的秘密 江妖饰演的男主 就是摩金门的少主 秦琳的角色 是男主他爸给他选的贴身保镖 秦宇诺演的是继琳的同事 所以刚开始他和继琳有不少对手戏 这是小辈 这是小辈的骨头 秦宇诺看着剧本 大声念着台词 小辈就失踪了一个晚上 怎么就出事了 继琳的语气有些悲痛 渐渐地将情绪沉浸在剧情故事中 我们先带小辈的尸骨回家吧 秦宇诺也悲痛地说 刚说完 秦宇诺的剧本突然掉在了地上 秦宁绅士的弯身帮他捡起来 抬头 却见秦宇诺将双手举过头顶 突然开始摇花手 秦宇诺一边摇花手 一边念台词 这个墓穴实在太古怪了 秦宁张大了嘴巴 下巴都快要惊掉了 他愣愣地问 秦宇诺 你在干什么 我在和你对台词啊 你怎么不继续 秦宇诺疑惑地问道 那你别摇花手 这样我没法沉浸到剧情里 你可以和我一起摇花手啊 很有意思的 我最喜欢摇花手了 秦宇诺说完 还继续念了一句台词 成王墓太古怪了 这已经是第八个人死在这里 我做不到一边对台词 一边摇花手 这种形式太超前了 秦宁古怪地看了他一眼 转身准备离开 心想好好的一个女孩子 怎么搞这种奇怪的东西 秦宇诺却冲过来挡在他前面 贴着他的身体摇花手 你别走了 你和我一起摇 这样才有意思呢 你疯了吗 秦宁一脸惊恐地推开他 你离我远点 来嘛来嘛 不 你不要过来啊 秦宇诺贴着他的动作幅度越来越大 吓得季灵以一千米冲刺的速度 跑回了自己的房间 哈哈哈哈 不远处 秦宁笑得差点把身边的桌子 捶烂秦宇诺看到季灵跑了 他有点不开心 所以摇着花手 来到了导演的身边 一边扭动一边问导演 导演 能不能给我一个特写镜头 导演 导演 我想把我摇花手的特写镜头 放在电影开头 导演 导演的身边全是人 工作人员和其他演员都在那边 大家都目瞪口呆地看着秦宇诺 直到秦宇诺的经纪人和助理们 过来拉住他 拉我干什么 想死啊 秦宇诺生气地说 你们都和我一起摇花手 然后剧组就出现了诡异的一幕 秦宇诺和他的经纪人 还有三个助理站在场中央摇花手 经纪人和助理们 恨不得找个地洞钻下去 但是他们一停下 秦宇诺就骂他们 他们只能硬着头皮继续摇 秦宇诺 你够了呀 导演忍无可忍 大声呵斥道 要是再搞这种东西 你们全给我滚出剧组 导演有点被气疯了 所以呵斥声震耳欲聋 秦宇诺终于清醒过来 听到了众人的讨论 第115章 不是你这种菜机能对付的 秦宇诺疯了吗 干嘛一直在场中央摇花手啊 你们没看网上的视频 他最爱摇花手了 对呀 他还在绣场摇花手呢 这个爱好真独特 资源咖镜组 我还以为是豪门名媛 没想到是个精神小妹 听到这些话 秦宇诺简直整个人如遭雷击 什么 他又摇花手了 啊 不是 我不喜欢 秦宇诺尖叫一声 当场晕倒在地 导演扶了扶额 对秦宇诺的助理们说 把他扶到房间休息一下吧 下次他再做这种事 记得拉住他 要是其他人在剧组做这种事 导演早就把他提出剧组了 不过情事的寻真格 给电影投了不少钱 秦宇诺是名副其实的资源咖 他哥哥秦爷 还借了一件珠宝给导演 用作电影道具 看在寻真格的面子上 导演都是尽可能的纵容秦宇诺的一些要求 可今天这事 实在是太离谱了 让他把秦宇诺摇花手的特写镜头 放在电影开头 导演宁可不要寻真格的投资 也不可能这么做 导演 姚大师到了 秦宇诺和他的助理们离开之后 工作人员过来找导演 听到姚大师几个字 导演的脸色略显恭敬 赶紧把人请进来 另外准备好姚大师要求的那些东西 按照行业的规矩 每个剧组开机之前都得做法事 希望可以让剧组驱邪避灾 拍摄期间不发生意外 顺利走到电影上映 有些导演不信鬼神玄学 但也会跟着做 就是为了求一个心安 陈王牧的这位导演在业内很知名 从业多年还是来自于港南地区 所以他本人格外相信风水玄学 这位姚大师就是导演专门请来做法事的 选择电影拍摄地点的时候 导演还让姚大师前去看过风水姚大师 今天我们剧组开机 麻烦你来啊 工作人员带着姚大师走过来 导演客气地往姚大师手里 塞了一个厚厚的红包 姚大师穿着灰色的道袍 如古人一般留着长发 用木棧盘在头顶 他颠了颠手里的红包 面露满意之色 不客气 姚大师笑着说 之前和侯岛合作了好几次 这次我也会尽全力 保证让你的电影顺顺利利 大红大紫 导演满意点点头 上次你就来过我们拍摄的地方 这个地方的风水怎么样 应该没什么问题吧 没什么问题 还是个风水宝地 姚大师说 只不过拍摄点在墓穴 附近也有不少亡灵安息在此 还是要注意一点 我可以多加三百万 大师 你能不能在剧组坐镇 导演想了想 担忧地说 那是个荒废的墓地 墓主人的后代 给他造了个新的墓穴 将东西都迁走了 不过那里毕竟安置过死人 我还是有点担心 姚大师的神色有些犹豫 你们拍摄的周期还挺长的 若是让我在这里坐镇 我得大半个月不能接火 这是觉得价钱不够 导演请姚大师看风水做法事 已经支付了五百万 要是再多加钱给姚大师 他的预算就有些紧张了 所以导演迟迟没开口 心里权衡着 这件事值多少钱 导演 我帮你做法事啊 秦征从不远处走过来 笑眯眯地看着他们 而且我就在剧组 可以保证拍摄的过程顺风顺水 不会遇到任何灵异事件 大家都能平安离开 秦征 你在开什么玩笑 导演看到他 神色不满 这种事情可不能胡闹 要是乱来的话 出事可就来不及了 虽然他看过巅峰挑战 但是他觉得 秦征的人设都是炒作 巅峰挑战的节目组 为了不让节目被封 对外都是说情了演员扮演鬼怪 所以不少业内人士信以为然 没把秦征的本事当真 我没有开玩笑 秦征抱着手 好整以侠地打量了一下姚大师 我的水平肯定比他好一点 而且收费也很便宜呢 听到秦征的话 姚大师顿时觉得受到了侮辱 不悦地看着他 哪来的不知天高地后的小丫头 你会做法驱邪吗 就在这里说大话 你只会三脚猫的功夫 还敢收几百万的费用 你才是不知道天高地后 秦征对其人来 丝毫不留情面 而且这个姚大师在他眼里 确实水平不怎么样 他又问道 既然你觉得你这么厉害 有没有看出目的的问题 目的拍摄点就在不远处 节目组还在拍摄点的上方 搭建了绿色的大棚 所有人路过的时候 都能看见秦征过来的时候 还在门口停下 多看了几眼 只是看了这么几眼 他就看出 那个地方有大问题 本来他就打算和导演说说 眼下姚大师来了 他就趁着这个机会提出来 顺便给自己揽个活 我早就看过目的的风水 没什么大问题 姚大师自信地说 目的的尸骨已经搬走 只是目的周围的阴气 还是很重 可能会有一些游魂占据目的 不过 那些游魂不会伤人 届时我做法驱除就可以了 没什么好担心的 秦征轻则一声摇了摇头 错了 我就说 你的水平不怎么样 目的里面没有鬼魂 一直都没有 不可能 没有鬼魂 怎么会有阴气 那些阴气是之前的鬼魂留下的 已经快要消散了 所以看上去很淡 至于目的里面 多了些别的东西 不是你这种菜机能对付的 姚大师的脸色 如调色盘一般 难看至极 他是正一派出身 下山入室多年 经常给娱乐圈的大佬们 看风水做法事 从未有人质疑过他 也没有人敢质疑他 还骂他是菜机 好倒 你不想让我帮忙 直接说就是了 何必找个小姑娘羞辱我 姚大师冷声对导演说 秦征 你够了呀 导演看到姚大师的脸色 连忙呵斥秦征 过来把他拉开 大师 他就是个不懂事的小年轻 您别和他一般见识 晚点我做冬请客 给您赔罪 我让人准备好了做法事的东西 我们先做法事吧 导演陪着笑脸 好生好气的对姚大师说道 姚大师的脸色 这才好了点 他目光英智地看向秦征 什么都不懂 就别乱说话 小姑娘想要在娱乐圈出人头地 先学学怎么说话吧 免得得罪一些不该得罪的人 只要他和娱乐圈的各个老板说 一下秦征的八字有问题 到时候绝对能让他没工作 灰溜溜地滚出娱乐圈 第116章 真被他猜中了 你不是菜机 那你怎么看不出目的的问题 秦征依旧理直气壮 因为他知道他们迟早得求他 到时候 真遇上目的的东西 他们几个还不是会吓得哭爹喊娘 至于他能不能出人头地这种事 用不着姚大师这种小菜机操心 我都说了 目的没问题 姚大师脸色阴沉 神情越发不耐烦 大师 我们别理他 导演不善地看了眼秦征 眼神威胁他不准再说话 然后带着姚大师往另一边走去 我们先去做法事吧 你觉得多少钱才能请你坐镇剧组 我们可以再商量商量 听到导演的话 姚大师被转移了注意力 他没再理会秦征 跟着导演他们一起去拿东西做法事 三百万不值得让我浪费这么多时间 你知道有很多人等着我出手 还有几个导演的新剧也要开拍了 我每一场法事的出手费都得好几百万 你让我在这里坐镇大半个月 却只给我三百万 你觉得合适吗 我知道大师你很忙 但剧组的预算有点紧 侯导你可是知名大导演 这次的电影也拿了不少大企业的投资 怎么可能连这点钱都拿不出来 两人一边走一边聊 秦征听到了他们的谈话内容 忍不住咋舌 姚大师这样的水平还嫌三百万不够 那他岂不是可以收上千万 娱乐圈真不愧是个烧金窟 赚钱可真容易 做法事的地方 在废弃墓地的入口处 工作人员搬了一张长桌放在那里 桌上放着香烛 八卦盘 桃木剑等做法事需要的物件 姚大师做法事的时候 秦征在旁边围观了一下 虽然他说姚大师是个菜鸡 但那是和他对比 其实姚大师还是有点水平的 他的法事也可以驱除恶鬼 只是墓地里面真没有鬼魂啊 所以他们在墓地入口做法事 根本没什么用 秦征看着墓地入口 那是一扇黑洞洞的青石大门 石门上面还雕刻着东西 光从这扇门就能看出 墓地的原主人是个大户人家 墓地的阴气很淡 还有渐渐消散的趋势 可是那扇黑洞洞的大门深处 却不断地吹来阴冷的气息 伴随着极其淡的血腥味 还有一股阴鬼的邪气 墓地里面绝对不寻常 没有姚大师说的这么简单 太上老君急急如律令 恶鬼退散 随着姚大师念完最后一句法咒 他用陶木剑指着墓地的大门 陶木剑上闪过一丝青光 照在了青石大门上 围观的众人看到了墓地门口的灰色阴气 在青光的照耀下消散 那些灰气是什么 不会是脏东西吧 好神奇 姚大师好厉害啊 那当然了 姚大师是娱乐圈最有名的大师 很多导演开机前都找他做法事 还有不少企业家买房子 也得找他看风水呢 导演为了请姚大师过来 可是花了五百万 我的天 做一场法事就五百万 这也太赚钱了 看到姚大师出手 众人不免一阵感慨 不过 姚大师听到众人的夸赞 却没有像刚才那样的自信得意 他收起陶木剑 紧皱着眉心看向墓地深处 那里是一片的黑暗 连蜡烛都没点 看不清具体情况 莫名的 姚大师感觉到一阵头皮发麻 身上有一种起鸡皮疙瘩的毛毛感 像是有人在暗处盯着他 怎么会有邪气 姚大师做法驱除掉阴气之后 才发现墓穴深处透出来的邪气 之前有阴气掩盖 他根本没发现邪气 姚大师转头看向秦征 就见秦征也看着墓穴深处 他心里一个咯噔 难道真被这个不知天高地后的丫头 猜中了墓地的阴气不足为惧 而是有更危险的东西 大师 法事结束了吗 导演知道法事的流程 以前姚大师念完那句咒语 基本都是结束了 但是他 还是向征信的过来问了一句 还没有 姚大师私存着说 以免有些东西藏得深 我在里头贴几张俘虏保护你们 好嘞 导演非常配合地带着姚大师进入墓地里面 这是个废弃墓地 原主人和他的东西 已经被他的后代牵坟牵走了 所以导演就承包了这一片地方 用作电影的主要拍摄点 定下地方之后 导演还没让人清扫墓地 这样拍起来的话 可以更还原盗墓的场景 这个墓地特别大 主墓室还有一个地下公式 哪怕是剧组接了电线 装了一些灯盏 但光线还是很暗 姚大师走在最前面 转了好几圈 都没发现邪气的来源 而且随着他们深入墓穴的地下公式 那股阴鬼的邪气越来越淡 几乎察觉不到 好像是他的错觉 难道是他感觉错了 为了保险起见 姚大师把手里的符路交给导演 你把这些符路贴在那边的墙上 拍摄的时候不要拿下来 看到自己的符路被贴上去 姚大师满意地点了点头 就算这里不寻常 他的符路也能应对突发的意外 行了 秦征走在人群最后面 突然回头看了眼地下公式 姚大师让人贴上的那些符路 有一张不见了 总共贴了八张符路 但是墙上只剩下了七张符路 地面上也没有掉落的符路 那张符路去哪了 秦征皱了下眉心 想要下去看看 上方却传来导演的喊声 秦征你还在哪里干什么 赶紧上来 我们要把这地方关了 闲杂人等不可以进来 这里的场景才搭建了一半 明天还有工作人员要来布置 导演担心闲杂人等破坏搭建好的场景 所以开拍前都是封锁起来 听到导演的声音 秦征没法查看 不得不先上去 等到他出去 地下公式的那扇石门 缓缓地关上 石门关上的那一瞬间 剩下的七张符路 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自然消散 墙角的地面上落下细碎的灰烬 众人回到剧组的休息区 秦宇诺已经醒了 从自己的房间走出来 其他人看到他的神色都有些古怪 有些人还在憋笑 秦宇诺就横横地瞪过去 弄得其他人都不敢盯着他看 只能暗磋磋地笑他 你是猴岛请的大师 秦宇诺来到姚大师身边 苍白着脸色说 你能不能帮我看看 我觉得我中邪了 这几天总是做一些奇怪的事情 我明明不想那么做 可是我控制不住自己 姚大师盯着秦宇诺看了会儿 还真看出了问题 你确实中邪了 只要你能帮我解决中邪的事 钱不是问题 秦宇诺咬了咬牙 又说 我觉得我不是平白无故的中邪 你能看出是谁做的吗 要是让我知道 是谁对我下手 我绝对让我更弄死他 第117章 导演请的奶茶有问题 你先说一下具体情况 姚大师看到秦宇诺的眉心 有一缕黑气 才断定他中邪了 不过 中邪有很多种方式 还得看具体情况 才能知道怎么回事 秦宇诺脸色一僵 有点不情不愿地描述了 一下自己的摇花手经历 说完之后 他还强调道 我不喜欢摇花手 一点都不喜欢 以前从来不摇花手 可是最近却没法控制自己 总在很多人面前摇花手 姚大师沉默了好久 细细地思索了一下 你这像是被人操控了 才会克制不住地 做出自己不想做的事情 不过你身上的邪气不多 说明对方的手段不是很成熟 我叫你身上的邪气去了 你就能恢复正常 那能不能知道 是谁做的 秦宇诺追问道 他真是恨死那个害他的人了 让他两次在这么多人面前 摇花手丢脸 还被人拍下视频放到了网上 暂时没法知道 姚大师对他说 你是不是得罪了什么悬尸 有些悬尸的脾气很古怪 特别是修炼邪术的那种 悬尸 我根本没遇到过那样的人 你再好好想想吧 我先去掉你身上的邪气 好 秦宇诺带姚大师去了自己的房间 不远处 秦征看到他们两个站在一起聊了许久 然后秦宇诺带着姚大师走了 秦征的眼里带了几分玩味 难道秦宇诺发现了问题 不过 他找姚大师可没有用 秦征下的将头 就是余爷都不可能解开 何况是姚大师 姚大师这种 专门负责给妇人算命看风水的大师 悬术水平 还没余爷厉害 秦征正准备回房间 姜瑶朝他走了过来 你们刚才去墓地了吗 嗯 你怎么不在 秦征停下脚步 想起姜瑶刚才一直没在场 我去接了一个比较重要的电话 姜瑶的脸色有点凝重 桃花某显的冰冷 我那个二哥从国外回来了 给你送古画的二哥 姜瑶点了点头 上次他的魂魄被吸入古画 差点被厉鬼占据身体 好在秦征出手相救 那幅古画就是他二哥江赵颂的 我会找机会约他 你帮我看看 好呀 姜瑶勾了下唇 又说道 我们对一下台词吧 我刚拿到剧本没多久 如果有人一起对台词 可以加快记忆 那我去拿剧本 姜瑶的经纪人走过来 正好听到姜瑶这句话 他震惊地愣在原地 他家老板的记忆是出了名的好 任何复杂的内容 都只需要看一遍就能记住 这个时候秦征拿了剧本出来 好奇地问道 你背不下来台词吗 嗯 台词有点多 这样啊 那我们一起记吧 其实秦征也是看一遍就能记住 但为了帮助姜瑶 他打算和他再过一遍剧情 经纪人 他就默默地看着姜瑶庄 姜瑶和秦征对台词对了两个小时 姜瑶顺便还教秦征演戏 因为秦征之前都没演过 所以他念台词有点极限 秦宇诺从房间里出来的时候 就看到姜瑶和秦征坐在不远处 两人的手里都拿着剧本 明显是在对台词 姜瑶这么冷漠地拒绝他 却同意和秦征一起对台词 秦宇诺锤在身侧的手微微攥紧 眼里满是抑制不住的嫉妒 他正要朝秦征那边走去 门口却传来一阵动静 今天开机 导演请大家喝奶茶 好几个工作人员从入口进来 每个人的手里抱着一个大箱子 这些箱子里面装的都是导演订的奶茶 哇 导演也太纳死了吧 众所周知 我们剧组就是最暖心的 感谢导演 看到工作人员开始发奶茶 演员们都很开心 姜瑶听到动静 对秦征说道 今天就到这里吧 我已经记下了大半 等到电影拍完 我请你吃饭 小事了 不用这么客气 和我工作有关的都是大事 姜瑶一脸严肃 古话的调查还得麻烦你 请你吃饭是应该的 秦征思考了一下 可以去你家吃饭吗 她有点想去姜瑶家里修炼 这样可以蹭她的死气 上次你家厨师做的饭挺好吃的 可以 姜瑶笑了笑 起身去拿奶茶 你要什么味道的奶茶 我先看看 秦征跟着姜瑶过来 看到了箱子里面的那些奶茶 她陡然变了脸色 只见那些奶茶外面 包裹着一层淡淡的阴气 导致装奶茶的箱子上面 都笼罩着一团云雾般的阴气团 身边有个演员拿过一杯奶茶 正准备喝 秦征连忙夺了过来 这些奶茶不能喝 全部都有问题 喝了会出事 她是修炼之人 阴气入体 可以转化成灵气 不仅身体会越来越差 还会改变一个人的运势 气运越来越低迷 秦宇诺走过来说道 导演好心请大家喝奶茶 你却说她的奶茶有问题 难道导演还会害我们 这怎么可能 秦征你是何居心 就是啊 这是奶茶店做好的奶茶 上面还有风口 能有什么问题 忙了一整天 好不容易能喝上奶茶 秦征搞什么鬼啊 大家都有些不满 特别是被秦征抢走奶茶的那个演员 还有人直接去了导演那边告状 秦宇诺得意一笑 他本想收拾一下秦征 却没想到秦征自己找死 居然敢怀疑导演买的东西 秦征没有理会秦宇诺 解释道 奶茶里面有阴气 你们要是喝下去 阴气会直接进入身体 吞噬生机 不仅身体会变差 气韵也会渐渐的消散 阴气 这是什么东西 奶茶里有阴气 难道剧组还有鬼啊 笑死人了 剧组里真有鬼的话 刚才姚大师怎么没发现 我感觉秦征的精神状态有点问题 他还质疑姚大师呢 我也觉得他神神叨叨的 可能是灵异踪一眼多了 入戏太深 到现在还没出戏 以为自己是大师 有几个人不顾秦征的劝说 还是直接喝下了奶茶 奶茶上携带的阴气 顺着他们的喉咙进入了体内 秦征还可以明显地观察到 这几个人开始眉心发黑 命灯暗了不少 他冷不丁地又说 姚大师不是还在吗 既然你们不相信我的话 不如让他来看看这些奶茶有没有问题 第118章 好像有东西推我 姚大师确实还在剧组 他从秦宇诺的房间出来之后 导演正好过来找他 然后姚大师和导演去了临时会议室 导演 秦宇诺看到导演从会议室出来 走过去告状道 导演 你好心请大家喝奶茶 秦征非要说你订的奶茶有问题 不让大家喝 听到秦宇诺的话 导演的脸色有些难看 又是秦征 他在搞什么 导演走过来 就见秦征伸手横在箱子上方 不让大家从箱子里拿奶茶 附近的工作人员和演员们 都是满脸不满 导演 你看他 我们都等着喝奶茶 秦征非要说奶茶有问题 不让我们拿 又不是秦征买的奶茶 凭什么不让我们喝 我真是服了 我们就想喝奶茶 爱着他什么了 听到大家的抱怨 导演的脸色越发不耐烦 可他走过来 正好看到江瑶站在秦征的身边 只能暂时压下脾气 秦征 你到底想干什么 这些奶茶有什么问题 奶茶里有阴气 导演倒是从姚大师口中知道什么是阴气 拍摄点的目的就有阴气 姚大师做完法事 才将阴气驱除 但秦征说奶茶里有阴气 导演觉得他就是在胡扯 姚大师呢 可以让他来看看 秦征看到导演过来 不由朝他身后看了看 不过没看到姚大师过来 大师再接客户的电话 他可没空理会你的胡闹 导演对秦征说 你赶紧把手拿开 别妨碍大家喝奶茶 你要是觉得有问题 你自己可以不喝 不行 秦征皱着眉心拒绝 如果你们都出事 电影肯定没法拍 到时候我就没了工作 谈好的片酬也没了 导演 其他人 那你想怎么样 把我买的奶茶都倒掉吗 导演深吸一口气 几乎是咬牙切齿地问秦征 秦征思索地说 最好是烧掉 光是倒掉奶茶的话 还是没法除去阴气 导演的脸色铁黑 差不多是在发怒的边缘 真是可惜了导演的一番心意 这么多奶茶 还花了不少钱吧 秦征诺看到导演的脸色 在一旁添油加火 导演死死地盯着秦征的手 压抑着怒火说道 你们把他的手给我扯开 他要是不放开 今晚就滚出剧组 他算是看明白了 这个秦征就是故意来找茬的 先是说姚大师不专业 差点得罪姚大师 现在又要糟蹋他他买的奶茶 是个人都忍不了 导演打算豁出去了 哪怕得罪江瑶也不在乎 得到导演的吩咐 工作人员纷纷上前 要扯开江瑶的手 之前他们就想把秦征拉开 只是看在江瑶的面子上 他们才没动手 就在他们要碰到秦征的时候 突然有人大喊了一声 有人晕倒了 快叫救护车 众人停下动作 朝声音传来的方向看去 有一个工作人员 从爬梯上摔了下来 一动不动地躺在地上 好在摔下来的高度不高 所以还有气 只是昏迷了过去 导演面色大变 也顾不上秦征这边的事情了 连忙带着人过去查看 从哪里摔下来的 情况怎么样 就这个爬梯 才爬了两步 身体就往后倒 导演看了眼爬梯的高度 蹲下身拍了拍昏迷的人 但是他都没什么动静 这么点高度 不会摔昏迷啊 之前他的身体 有没有什么问题 刚才拿奶茶的时候 还活蹦弯跳的 工作人员说 我喊他喝奶茶 他还是第一个冲过去拿的呢 身体应该没事问题 秦征推开人群 走了过来 他这是阴气入体 秦征在昏迷男人的另一边蹲下 手中拿出一张驱邪符 贴在男人的额头 众人清晰地看到 一缕缕灰色气体 从男人的眉心飘出来 然后被金光打散 随后 秦征伸手掐了一下男人的人中 他就睁开了眼睛 你们围着我干什么 看到这么多人围着自己 男人的眼神有点茫然 导演眼神复杂地看了眼睛睁 才问道 刚才怎么回事 你怎么会摔下来 男人仔细回忆了一下 我本来想爬上去调整一下机位 突然感觉身体很冷 脑袋也晕乎乎的 说到这里 男人的神情突然变得惊恐起来 好像有东西推我 导演呼吸一致 看向附近的爬梯 这个爬梯 只容得下一个人爬上去 附近也没放其他爬梯 谁能在半空中推你 不是人 应该是 男人的唇瓣一阵抖动 没说出剩下的话 但脸色越来越白 听到他的话 其他人也变了脸色 什么 难道是鬼吗 别吓我呀 这也太恐怖了 难道秦征说的是真的 有鬼故意害我们 奶茶里面有阴气 肯定是鬼做的 不可能是人做的 姚大师呢 快让大师来看看 大家不免有些惊慌 终于开始相信秦征说的话 先前喝过奶茶的那些人 脸上的血色渐渐消退 连忙把手里的奶茶放下 秦宇诺听到他们的议论 不由说道 你们别自己吓自己啊 他说他晕倒前赶到头昏 有可能会出现幻觉 如果真有鬼的话 姚大师刚才怎么可能没发现 我让大师过来看看 导演起身 先去了会议室 把姚大师叫了过来 姚大师正好接完客户的电话 他和导演一起从会议室走出来 先是盯着大家 放在桌上的奶茶看了许久 这些奶茶是哪里来的 导演回答 我让人在奶茶奠定的 奶茶上面有好重的银器 你们最好别喝 听到这话 大家都震惊无比地转头 看向秦征 没想到他还真说对了 并不是平白无故地 阻拦他们喝奶茶 导演的脸色一阵变幻 追问道 大师 这些银器从哪来的 如果有人喝了奶茶 会怎么样 普通人银器入体 会对身体造成很严重的损害 还会损伤到气韵 不仅会短命 而且还会眉运连 姚大师还事众人 你们没喝吧 银器入体的后果很严重 必须找专人处理 才能把体内的银器驱除 没喝的人一脸庆幸 看向秦征的视线 带了几分感激 而早一步拿到奶茶 已经喝过的几个人 则是有些坐立不安 大师 你先看看他的情况 导演神色复杂 让姚大师 先看那个昏迷过的男人 刚才他突然从爬梯上摔下来 说是看到有东西推他 我们这个地方 不会有什么不干净的东西吧 姚大师盯着坐在地上的男人 突然瞪大了眼睛 他一把撕下男人额头贴着的曲鞋服 拿着符禄的手有些颤抖 激动无比地问道 这个符禄 你们是从哪里搞来的 第119章 除英气五万一次 扫码结账谢谢 姚大师全名叫做姚青 乃是现代悬门名派正一派出身 不过他在正一派中 并不算是高手 才会选择出来帮人看风水赚钱 那些门派内的高人 基本都是影视修炼 姚大师的记忆中 符禄总共分为四个等级 可以根据符禄使用时的光芒来判断 从低到高 分别为白色 蓝色 紫色 金色 目前姚大师能画出的符禄 只能发散出白光 他的大部分同行 也是这样的水平 只有门派内的影视高人 才能制作出深蓝色的符禄 而紫色的符禄 只有门派老祖 才有可能制作出来 金色的符禄 则是传说中的存在 现代悬门根本没有人见过 可是他手中的这张符禄 残留了一缕金色的光芒 姚大师死死地盯着驱邪符 如风魔一般的男男 金色的符禄 金色的 其他人都被姚大师的反应 吓了一跳 还是导演先反应过来 对姚大师说 大师 这是秦征给的 什么 这是你的符禄 姚大师不敢置信地看着秦征 震惊过后 他一改不屑的态度 反而有些恭敬地问秦征 小友 你师从何派 能不能告知一下 令师是谁 这种传说中的金色符禄 必定不可能是 秦征这种小丫头制作的 姚大师下意识就觉得 秦征背后有个高人师傅 能制作这种金色符禄的高人 可是比门派老祖还要牛的存在 姚大师想到自己之前 对秦征的态度 心中不眠 有些悔恨 担心秦征找师父告状 到时候找他麻烦 我没师父 秦征有点不耐烦地说 将他手里的驱邪符拿回来 只是用来吸掉了一些阴气 这张符禄还能继续用 小友 之前是我态度不好 你别放在心上 姚大师善善一笑 我没想到 你这么漂亮的小姑娘 会是同行 现在 他回想秦征说的话 似乎还真有些道理 他说 墓地没有鬼魂 而是有更可怕的存在 他们前去墓地探查的时候 他还真感觉到了不一般的气息 小友说得对 那墓地确实有些问题 姚大师倾咳一声 倒是个能屈能伸的性格 是我对你有偏见 态度太偏激了些 改日 我请你吃饭赔罪如何 不如何 秦征瞥了他一眼 把玩着手中的俘虏 他转眸看向其他人 对他们说道 你们几个喝了奶茶 早已阴气入体 如果不想眉运连 意外横死 最好尽快驱除体内的阴气 只要贴上我的符禄三秒 就可以驱除体内的阴气 我我我 我要贴符禄 秦征 我也要贴 秦征对不起 刚才误会你了 给我也贴一贴 那些喝过奶茶的人 全部都挤到了秦征旁边 他们激动地把秦征围成一团 还把秦征身边的江窑给挤走了 本来他们没把阴气入体当回事 可姚大师的说法 和秦征一样 还有一个喝过奶茶的 当场在剧组出事 这不由让他们心里越来越不安 看到他们激动的样子 秦征勾着唇说 五万一次 众人的表情瞬间在脸上凝滞 秦征还记得自己说 不要喝奶茶的时候 这几个人喝得可欢了 还一边喝奶茶 一边在旁边嘲讽地看他的热闹 他慢悠悠地说道 我以前帮人驱邪解灾 起码得收费几十万 驱除你们体内的阴气 和救你们一命差不多 五万已经是跳楼架 大家都很犹豫 既担心自己的小命 可又舍不得五万 贴一下符禄就得五万 这也太坑了 阴气入体时间久了 越难就回来 越早解决越好 而且阴气对气韵的影响 那是不可挽回的 难道你们想倒霉一辈子 一辈子都当个死跑龙套的 死跑龙套的这几个字 简直是往这些演员的心里扎刀 我给 我给还不行吗 快帮我把阴气去了 我可不想当一辈子跑龙套的 我也想要好运 秦征帮帮忙 我这就给你转钱 秦征用手机出示了收款码 然后让他们挨个转钱 挨个贴符禄 真是金光符禄 贴一下就能驱除阴气 这也太牛了 姚大师站在一旁看着 忍不住感慨 如果让他来驱除这些人的阴气 那得耗费很长时间 不仅需要制作符禄 还得制作法器庵在这些人的家里 让符禄和法器每天发挥作用 慢慢地驱除掉体内的阴气 可是秦征的金光符禄 却只需要三秒 秦小友 看到那些人都贴完符禄了 姚大师搓着手走过去 讨好地看着秦征 这个符禄是你师父给你的吗 我自己做的有什么问题 姚大师叹了一口气 心想自己是把人得罪狠了 所以才不想透露师门给他 他得好好挽救这段关系才行 有一个能制作金光符禄的大佬做靠山 这个世界横着走都没什么问题 那可是传说中的金光符禄 导演 我觉得秦小友可以坐镇剧组 刚才你也看到了他的能力 有他坐镇剧组 剧组肯定不会发生意外 姚大师找到导演 主动提议道 秦征诧异地看了眼姚大师 没想到他会这么说 可是我们刚才不是谈好了吗 导演则是更加诧异 因为他和姚大师都说好了 连价钱都定下了 我突然来了个活 还是让秦小友来吧 姚大师微微一笑 反正我们价钱都已经谈好了 你就把那个价钱给秦小友 导演有些犹豫 刚才的事情 让他知道秦征有本事 可他不知道秦征和姚大师相比 哪个更厉害 他花了大价钱 肯定希望最厉害的那个人 帮自己办事 要有奶茶送来了 这个时候 有人突然说道 导演订的奶茶 不是都拿来了吗 怎么又有奶茶 门口有一个外卖员 手里抱着一个纸箱子 他回答说 今天我们店里搞活动 这是我们老板送你们的 秦征和姚大师的视线看过去 看到这个戴着帽子和口罩的外卖员 两人的眼神都有些变化 他们低头看向外卖员的脚 发现他的裤子很长 差不多都盖住了鞋子 还有部分裤腿拖到了地上 如果不仔细看 完全看不出 他的脚悬浮在空中 这个外卖员 根本不是人 第120章 朝奶茶里吐口水的缺德鬼 怎么还有这么多奶茶 工作人员诧异地走上前问道 外卖员低着头 闷声解释说 都是做活动送的 想到之前的奶茶都有阴气 工作人员先抱着箱子 朝秦征走过来 秦征 这批新送来的奶茶 有问题吗 有问题 别吃 秦征视线冰冷地 看着那个外卖员 手中的一张驱邪符 朝他飞了过去 俘虏飞出的瞬间 外卖员不自觉地露出恶鬼胸象 鬼气涌出 卧槽 有鬼啊 哎呀 快跑啊 鬼啊 他的身体是透明的 他不是人 剧组众人惊叫着乱跑 外卖员感觉到驱邪符上的恐怖气息 面色大变 半透明的魂体钻出衣服 身上的外卖符掉落在地 想要从门口逃离 砰的一声 姚大师冲过来关上了门 还在门上贴了符路 虽然他的符路威力不大 但足以阻止恶鬼穿门离开 没想到被你们发现了 恶鬼往后退了几步 身上一出浓郁的黑色鬼气 哼 他冷哼一声 突然出现在一个工作人员的背后 满是鬼气的手 从后面掐住了这个工作人员的脖子 将他从地上提起来 放我离开 不然我就杀了他 呜呜 工作人员惊恐地蹬了蹬脚 救救我 其他人看到恶鬼现身 早就吓得四散跑开 生怕这个恶鬼缠着自己 转眼间就只留下了秦征 姚大师和江瑶 导演也还在 急得团团转 大师快救救他 要是他的剧组闹出人命 后续肯定会多一大堆的麻烦 这是恶鬼 不好对付 姚大师脸色凝重 又扔了好几张符露出去 掏出一个尸门给他的罗盘 随着他启用罗盘 脸色都苍白了几分 我劝你束手就擒 不要再造下杀念 姚大师见恶鬼的力气这么重 苦口婆心地劝道 苦海无涯 回头是岸 你现在停手还来得及 要是杀的人越来越多 地府对你的惩罚也越严重 话未说完 姚大师就见秦征突然出现在恶鬼身边 还不等恶鬼反应过来 秦征就一拳将他揍飞了出去 然后把这个恶鬼搓巴搓巴 揉成了一个球 从剧组这边踹到了另一边的墙上 恶鬼的尖叫声传来 停下 快停下 哎呀 古奶奶 你别踢了 你快停下 哎呀 听到恶鬼的惨叫声 躲在剧组各个角落的人 这才敢弹出脑袋 他们看到秦征那个残暴的行为 突然觉得他比鬼还可怕 停下 秦征终于放了恶鬼 他身上的鬼气消散了不少 魂体变得更加透明 跪在秦征面前 那叫一个弱小可怜又无助 奶茶里的阴气 是不是你搞的鬼 秦征面无表情地问道 是我 看到秦征的眼神越来越冷 恶鬼咬着手指 眼泪汪汪地求饶 古奶奶 饶了我 我再也不敢了 我 我就是想搞个恶作剧 奶茶里的阴气 和鬼魂身上的携带的阴气不一样 不会随着时间流逝而消散 你根本就是想害死他们 你和我说这只是恶作剧 把我当傻子 秦征松了松手腕 这动作吓得恶鬼一个机灵 我说 我都交代 古奶奶 你 你别动手啊 恶鬼连忙解释道 这些阴气确实不是普通的阴气 进入普通人的体内 那些人都会在短时间内暴毙而死 听到这话 剧组的所有人都倒吸一口凉气 特别是那些喝过奶茶的人 完全没想到五万块钱 居然买回了他们的一条小命 你是怎么把阴气弄到奶茶里的 秦征皱着没问道 鬼魂碰过的东西都会留下阴气 不过鬼魂碰过奶茶的话 阴气只会留在奶茶表面 随着时间流逝还会消散 并不会进入人的体内 可秦征观察过那些奶茶 奶茶液体里面就有阴气 难道它是用什么冥界的植物 制作的奶茶吗 刚想到这里 恶鬼站起来 走到了那些奶茶的旁边 把阴气弄进去很简单 我演示一遍给你看 众目睽睽之下 恶鬼拿起一杯奶茶 撕开上面的薄膜 然后撅起嘴唇 对准了杯子里面的液体 恶鬼吐完口水之后 还用新红的舌头 舔了一下那一圈杯盐 然后把薄膜贴回去 奶茶恢复成没拆封的样子 秦征 姜瑶 其他人 就是这样 很简单的了 恶鬼演示完之后 转头看向其他人 就见他们一脸呆滞 你们没看明白吗 他以为自己展示的不够明显 然后就抬手一挥 桌上的所有奶茶盖子 全掀开了 他朝里面挨个涂口水 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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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到恶鬼疯狂吐口水的行为 喝过奶茶的几个人 只觉得胃里一阵翻涌 抱着垃圾桶就开始吐了 连晚饭都给吐了出来 这个鬼害人的方式 也太缺德了 让人吃他的口水 秦征看到恶鬼的行为 脸上的表情也有点古怪 你压得真是个人才 你们奶茶店的奶茶 都是这样制作的 那不是 这是你们的特殊福利 恶鬼恭敬地看向秦征 讨饶道 古奶奶 我也是受人胁迫 不得不这么做呀 我死了这么多年 一直都是个老实本分的好鬼 哦 受人胁迫 秦征眯了眯眼眸 抓住了恶鬼话中的关键 听到他的反问 恶鬼的动作一顿 眼神中流露出几分憎恨和畏惧 我本来住在前头的目的里 从没干过坏事 最多就是晚上出来吓吓小动物 可是前不久 我的家被一个人给占了 他还逼我给他办事 要是不帮他的话 他就会把我打得魂飞魄散 那个搭着绿棚子的目的 对 就是那里 恶鬼咬牙切齿地说 他就在那里 而且 话未说完 恶鬼脸上的表情 突然一阵扭曲 眼珠子往外突出 整个魂体如同气球一般胀大 眼见着要爆炸 是他 他 他要杀了我 救 救命 救救我 第121章 秦宇诺右左腰 伴随着恶鬼的惨叫 秦征看到恶鬼的眉心 有一缕与邪气一出来 这股邪气很熟悉 和他在墓地感受到邪气是同一种 他手中甩出符露 金光符露飞到了恶鬼的头上 没有触碰到恶鬼 将他身上的邪气吸收殆尽 即将要爆炸的恶鬼 渐渐地恢复原样 不愧是金光符露 简直太强了 姚大师看着秦征手中的符露 露出了羡慕之色 他就没见过 有人能够阻止魂魄的自爆 可秦征的金光符露却能阻止 秦征询问恶鬼 你说的那个东西是什么 好像是天师 恶鬼脸色惨白 瘫软在地上 他感激地看着秦征 幸好秦征出手救他 要不然他就得魂飞魄散了 不可能是天师 恶鬼刚说完 姚大师就反驳说 害人之事有损天师功德 正派天师不会这么做 你遇到的应该是邪术师 反正他和你们一样 会用这种俘虏对付恶鬼 恶鬼感激秦征的救命之恩 将自己知道的都说了出来 他刚来墓地的时候 身上都是血 受了很严重的伤 我本来想把他赶出去 可是没想到不是他的对手 后来看到你们要来墓地拍摄 他就威胁我 让我害你们说是引你们进墓地 可以用你们的性命来疗伤 听完恶鬼的诉说 秦征和姚大师 都肯定这是个邪术师 没想到墓地里躲着一个邪术师 姚大师复杂地看了眼秦征 秦小友 你之前就看出这个问题了吗 和我的猜测差不多 秦征微微点头 看了眼外面浓黑的天色 今天已经晚了 明天再去看看 秦征将恶鬼收到了聚魂灵里面 室内的鬼气消散 光线渐渐恢复明亮 姚大师朝导演走去 笑着对他说道 吼导 你已经见识过秦小友的本事 那可比我厉害多了 我就说 让他坐镇剧组 肯定不会发生意外 确实啊 之前姚大师推荐秦征 导演还有些犹豫 可是 刚才看到秦征暴力揍鬼的一幕 他的这点犹豫顿时没了 连姚大师都说 比较棘手的恶鬼 秦征却和打孙子似的 简直太强悍了 导演朝秦征一笑 接着又忧心地问道 不过 那个恶鬼还会回来吗 还有目的的问题 该怎么解决 我们还能继续拍摄吗 我已经收了那个恶鬼 他不会再缠着你们 秦征眯了眯眼眸 既然你请了我坐镇 我会帮你收拾掉目的里的邪术师 让剧组可以顺利开拍 拍摄的过程中 要是遇到什么问题 我也会出手解决 好的 那就麻烦你了 导演客气地说 对秦征的态度 变得完全不一样 之前是看姜瑶的面子 让秦征禁组 现在却有些庆幸 秦征在剧组 导演思考片刻 拉着秦征到一旁说 秦大师 刚才我和姚大师 谈的出手费是五百万 你觉得可以吗 秦征勾了下唇 可以 就五百万吧 本来秦征是想低价抢个活 比如姚大师觉得三百万不够 他用两百万拿下 可没想到导演死活不相信 现在却尚赶着加价 让他办事 秦征哪有拒绝的道理 虽然恶鬼被秦征收了 但今天的这些事情 还是给其他人造成了心理阴影 今晚大部分人都没有睡好 第二天清晨 工作人员在场内忙碌着 棚内搭建的绿幕拍摄点中间 放着一张长桌子 桌子上都是姚大师做法事的东西 昨晚的事情之后 导演做了一晚上的噩梦 梦到剧组接连出事 他就让姚大师在休息棚里面 也做一场法事驱邪 大师 我身上的邪气还有吗 秦宇诺走到姚大师身边 没有了 我昨晚就帮你解决了 姚大师看了他一眼 没在他的眉心 看到黑气 那我该付你多少钱 中邪这种事可大可小 幸好你及时找我解决 要是没解决 以后发展更严重 说不定你还会伤害你自己 这种救人性命的事情 我一般收费比较昂贵 但导演是我熟人 看在导演的面子上 我给你打个折 两百万吧 我给你转 秦宇诺根本不差这两百万 爽快地赚了钱 他哥哥秦师生 给他的银行卡里面 可是有好几千万的零花钱 大师 麻烦你想办法 找出那个让我中邪的人 秦宇诺转完钱 咬牙切齿地说道 那个人让我这么丢脸 我饶不了他 你要是能找出那个人 我给你转五百万 姚大师顿时有些心动 可以 我帮你想想办法 秦宇诺点点头 离开之前 他小声嘟囔着 终于不会摇花手了 昨天摇了这么久的花手 手臂都酸死了 离开绿木拍摄点 秦宇诺就看到 秦征从房间里出来 秦宇诺看着秦征的身影 暗暗地攥紧了拳头 他的眼里带了几分不甘心 奶茶有问题那是 竟然让秦征装疯卖傻 说中了 导演不仅没怪罪秦征 今天他提出要让秦征离开剧组 导演还故意转移话题 至于导演说秦征会抓鬼 秦宇诺压根就不信 虽然昨晚恶鬼现身的时候 他当场就吓晕了过去 但他知道 肯定是姚大师解决的 和秦征没有一点关系 导演敷衍他的理由 也太牵强了 秦征要是会算命 驱邪的话 早就和姚大师一样 赚得盆满钵满 怎么可能这么糊 都出道五年了 还没大红大紫 吃早饭了 秦宇诺看到工作人员 搬着箱子过来 给大家分发早饭 他看了看秦征 又看了看放早饭的箱子 眼里闪过一丝算计 他找到自己的助理 压低声音在他耳边说 昨晚下过雨 外面的地上都是湿的 你去外面地理 这样不太好吧 听完这些话 助理的表情有点恶寒 他不想去干这种恶心的事情 可秦宇诺抬眼瞪过来 最后他还是点了点头 秦家给他开的工资很高 他不能失去这份工作 大约五分钟 秦宇诺的助理 才从外面回来 工作人员在给大家分早饭 刚开始旁边围着的人比较多 秦征等人少了一点 他才过去认领自己的早饭 秦征吃这份吧 秦宇诺站在旁边 突然推开工作人员 递过来的卷饼 给秦征递了两个包子 这个纯肉包子也好吃 他们都抢的药 我特意给你留的 秦征看到他这么殷勤的模样 就知道包子有问题 我不喜欢吃包子 他朝工作人员抬了抬下巴 把那个粉丝卷饼给我 好的 工作人员把卷饼给秦征 还给他拿了豆浆 肉包子这么好吃 你居然不要 实在是太可惜了 秦宇诺看着秦征的方向 满脸的遗憾和可惜 秦宇诺的心里 却是冷冷一笑 他早就知道 秦征会戒备自己 所以他在包子和卷饼里面 都加了料秦宇诺 还故意把卷饼放在工作人员的手边 顺手就能拿给秦征 不管秦征怎么选 都逃不出他的手心 第12章 秦宇诺的心事表演 秦征看到秦宇诺拿着包子 满脸得意的样子 他眯了眯眼眸 眼底闪过一丝深色 肉包子这么好吃 你自己怎么不吃 我减肥啊 秦征扯了下唇 慢悠悠的说 昨天摇了好几个小时的花手 还不够减肥吗 今天连早饭都不吃 你是想受死 还是多吃点吧 免得下次摇不动 秦 征 秦宇诺瞬间变了脸色 面色扭曲的看着他 我不可能再做这种事 昨天那是意外 哦 是吗 秦征学着他的语气 那实在是太可惜了 看到秦征轻笑着离开 秦宇诺差点咬碎了牙 恨不得当场撕了秦征 他心里打定主意 必须要找出那个 让他中邪的人 秦宇诺转身去找姚大师 打算给他加点钱 让姚大师尽快想办法帮他调查 秦征手里拿着卷饼 来到了休息区的小桌子边 他坐下之后 并没有马上吃卷饼 而是先把卷饼打开 秦宇诺根本不会表情管理 哪怕嘴上说着可惜 但眼神还是一副 计谋得逞的嘚瑟样 秦征一看就知道 卷饼也有问题 看到卷饼里面的东西 秦征的眼神带了几分冰冷 卷饼里面裹着的粉丝馅料中 藏着一条蚯蚓 那条蚯蚓还会动 半死不活的样子 要是没注意 一口咬下去 估计能直接吃到爆将蚯蚓夹心 就知道你没安好心 秦真玩味地看着手里的蚯蚓夹心卷饼 重新把卷饼皮裹好 转身回房间 找人皮娃娃小妖说了几句话 他从房间出来的时候 正好看见江瑶从外面走进来 他身上穿着黑色的运动服 身姿修长挺拔 应该是刚晨跑回来 江瑶 你跑不去了吗 喝点水吧 秦宇诺也看到了江瑶进来 殷勤地走过去地况泉水 他的视线看着江瑶 带着些痴迷 感觉刚跑完步的江瑶 简直帅爆了 清冷干净 容颜俊美 穿着运动服 还有大学生的青春感 秦宇诺直接在脑海里 挠补了一部 他和江瑶的青春校园偶像剧 心想 下次让哥哥给他投资一部这样的剧 找编剧 专门给他和江瑶 写一份校园爱情剧本 等到秦宇诺幻想完这些 突然发现江瑶绕开他走了 江瑶 秦宇诺的表情僵了一下 连忙转身去追他 你喝水啊 刚跑完步喝点水比较好 江瑶面无表情 我对水过敏 秦宇诺 江瑶又绕开他走了 这次直接走到了秦宇的旁边 把手里的东西放在桌上 你吃早饭了吗 我多买了一份 还没 秦宇眨了眨眼睛 看了下他买的早饭 有两个鸡蛋汉堡 两盒蟹黄小笼包 二十几个尖角 还有好几个不同线的包子 你怎么买这么多 不知道吃什么 就都买了一点 江瑶淡淡地说完 起身去一旁放物料的地方 拿了两瓶矿泉水 还分了秦宇眨一瓶 不远处 秦宇诺看得咬牙切齿 怒火中烧 江瑶这不是能喝水吗 还帮秦宇那个小贱人 拿矿泉水 他哪里是对水过敏 他是对他送的水过敏 秦宇诺怒气冲冲地 走到姚大师身边 恶狠狠地瞪着秦宇的方向 大师 你有没有什么办法 让别人中邪 他要让秦宇在江瑶面前丢脸 这样江瑶就不会在里那个贱人 我不做害人的事情 姚大师拒绝 我给你五百万 那也不行 害人之事有损功德 一千万 这 姚大师犹豫了一下 你让别人中邪想干什么 让他在江瑶面前丢脸 那倒是可以 只要不是害人性命 秦宇诺指了下秦宇所在的方向 恨恨地说 你让他在剧组摇花手 摇一整天 当着江瑶的面油 姚大师顺着他手指的方向看过去 瞬间瞳孔地震 你疯了吗 这生意我不能做 你还是找别人吧 让他对付秦宇 这不是和找死差不多 秦宇诺的手里有金光浮露 背后还有影视高人撑腰 他宁可自己在剧组摇花手 都不敢算计秦宇好吗 我给你一千万 你也不做 秦宇诺不满地看着姚大师 刚才不是都答应了吗 不行 绝对不行 秦宇诺见姚大师如此坚定地拒绝 他的心里有点不服气 特别是 想到秦宇三番几次 用摇花手的事情嘲笑他 他也想让秦宇当众摇花手 尝一尝被人耻笑的滋味 看来 只能摆出他的身份 秦宇诺肯定知道寻真格的名头 寻真格做的是古董珠宝生意 经常会和一些摩金师 阴阳风水师打交道 大师 其实我是寻真格的大小贱 秦宇诺话说一半 突然给停住 像是被人按了暂停键 姚大师见他迟迟不说话 转头问了一下 你是什么 其实我是一只酒醉的蝴蝶 秦宇诺突然唱了起来 姚大师震惊地张大了嘴巴 你没事吧 我能有什么事 秦宇诺一把推开姚大师 爬上了做法师的暗桌 然后开始摇花手 他一边摇花手 一边高声唱歌 怎么也飞不出 花花的世界 原来我是一只酒醉的蝴蝶 你的那一句誓言 来得轻描又淡写 姚大师 剧组其他人 姚大师第一次亲眼看到 秦宇诺摇花手 他的内心受到了极大的冲击 以至于他过了很久 才反应过来 秦小姐 你冷静一点 姚大师心里纳闷 自己的驱邪怎么没用 但毕竟收了秦宇诺的费用 他反应过来后 还是尽力地去拉住秦宇诺 宇诺 你快停下呀 秦宇诺 你又在干什么 剧组的其他人也看到了 纷纷过来阻拦 特别是秦宇诺的几个助理 想要极力阻止他的奔放行为 哪料秦宇诺站在暗桌上面 一脚踢开这些阻拦他们的人 歌声突然激昂起来 你们给我死圆点 我要给大家表演助兴 宇诺 你快下来啊 你会后悔的 经纪人一脸复杂地望着他 秦宇诺冷哼一声 一边摇花手 一边高抬着下巴大喊道 姐才不会后悔 姐就是女王 自信放光芒 经纪人 姚大师和助理们 想要阻止秦宇诺 还被他直接一脚踹在脸上 在这之后 索性就没人来阻止他了 资源咔 谁得罪得起 最后摇花手摇了两个小时 还喊卖喊了两个小时 如果他不是寻真格的大小剑 导演真想用交代 把秦宇诺的嘴巴给封起来 哦不对 应该是直接把他从剧组扔出去 两个小时之后 秦宇诺从桌上下来 整个人泪瘫在桌边 饿了吧 吃点东西 秦宇诺走过来 好心地给他递了一个卷饼 因为没吃早饭 秦宇诺摇这么久 早就觉得头晕眼花 肚子咕咕的叫 谢谢 秦宇诺累得都没看是谁 直接拿过卷饼就开肯 第123章 自己做死却倒打一耙 秦宇诺吃的狼吞虎咽 大半个卷饼被他吃下肚子 他才发现身边的人是秦征 他的神色顿时戒备起来 你想干嘛 秦征笑眯眯地问他 好吃吗 听到这话 秦宇诺才注意到手里的东西 那是一张吃了一半的卷饼 卷饼里面包裹着粉丝馅料 而馅料里面有半截被他咬掉的蚯蚓 剩下的半截还会动 啊啊 震耳欲聋的尖叫声传来 秦宇诺扔掉手里的半张卷饼 扶着桌子狂吐不止 宇诺 你怎么了 经纪人和助理们连忙过来 快 快送我去洗胃 秦宇诺想到还有半截蚯蚓 被他吃进了肚子 他就一阵头皮发麻 脚趾发紧 整个胃部开始疯狂进卵 他吐得满地都是 旁边的工作人员都刻意离他远了一点 这个秦宇诺 导演看着秦宇诺的方向 鹅脚秃了秃 我真是受够了 如果不是看在秦爷的面子上 我要他有多远滚多远 这年头真是赚钱比吃屎还难 姚大师站在导演的旁边 神色复杂地 看着狂徒不止的秦宇诺 他到现在还是想不明白 为什么他的驱邪 没用秦宇诺身上的邪气 明明已经没了呀 秦征朝他们的方向走了过来 姚青是吧 我们去目的看看 秦征叫了姚大师的本名 姚大师乐呵呵地应道 好嘞 看到姚大师和秦征一起离开 导演诧意地看着他们 姚大师在娱乐圈颇有名气 哪怕是一些娱乐公司的大老板 都得尊称一声姚大师 根本没人敢叫他的名字 导演本来还担心姚大师会生气 结果姚大师应得那叫一个顺流 还跟着秦征走了 秦征慢悠悠地走在前面 姚大师小心地走在秦征的身后 颇有一种秦征跟班的感觉 两人一起来到墓地 直奔上次的地下公事 上次就是在这里感觉到了邪气 姚大师打开了公事的石门机关 他们的眼前出现往下走的阶梯 咦 没有邪气了 这次下来 姚大师没感觉到邪气 难道是我的俘虏有用 将那个东西吓跑了 秦征一直没说话 视线看着公事的墙面 原来姚大师贴过符路的地方 那八张符路已经全消失了 他转头看了看其他地方 公事的面积很大 但是很空旷 节目组的各种拍摄道具 还没有搬到这边来 地下公事一览无余 根本没有藏人的地方 他在公事里面转了几圈 依旧没有发现邪气的踪影 难道真跑了 秦征皱了皱眉心 将聚魂灵里的恶鬼放出来 你说那个邪术师霸占你的目的 他到底躲在哪里 这个地方有一个密室 恶鬼朝那面姚大师贴过符路的石墙飘过去 然后对着石墙吹了好几口气 阵阵冰寒的阴风 吹掉了石墙角落的厚厚灰尘 机关在这里 秦征伸手按下机关 眼前的石墙发出咔嚓咔嚓的声音 石墙往右侧一栋 露出了背后的漆黑密室 扑面来是淡淡的血腥味 密室里面放着一个石雕棺材 角落有不少大箱子 秦征还看到了残留的血气 没有人 难道真跑了 恶鬼进去飘了一圈 然后愤怒地蹬着那几个打开的大箱子 这些都是我亲娘给我准备的陪葬品 他居然全偷走了 一个铜板都没留给我 姚大师看着密室的几个空箱子 思寸地说 或许他早就知道你说出了一切 自知不是秦小友的对手 所以偷东西跑了 有可能他来这里 就是为了躲仇人疗伤 秦大师这么厉害 他又身受重伤 肯定知道不是秦大师的对手 恶鬼说完之后 抱着自己的棺材又哀嚎了起来 我怎么这么惨啊 后代一个比一个蠢 任别人当祖宗 千坟搬错祖宗骨头就算了 还要来个杀千刀的 把我的家产全偷没了 呜呜呜 秦征挑了下眉梢 诧异地问道 你是这个墓地的原主人 对吧 不然我怎么会在这里 恶鬼怨愤地说 我娘为了防止盗墓贼盗墓 给我的墓地设了一个密室 将我的尸骨安放在密室中 外面那个只是衣冠中 之前确实有个盗墓贼跑进来 结果被机关弄死了 正好掉进衣冠中 我的后代过来迁坟 以为衣冠中里的尸骨是我 把盗墓贼的尸骨 迁到了新坟 让那个盗墓贼的火儿住新房子 想到这件事 恶鬼就恨得牙痒痒 本想托梦去骂他的后代 结果邪术师闯进这里 不仅霸占他的家 还给他下邪术 威胁他去害人 恶鬼可怜巴巴地看着秦征 大佬 能不能带我去找我的那几个龟孙子 等我换了新房子 住上大别野 我把我的陪葬品分你点 你的家产不是都被偷了吗 秦征玩味地看着他 那些都只是毛毛雨了 我的那几个龟孙子 虽然比较蠢 但做生意是一把好手 所以才能给我换新房子 据说还给我准备了不少新的陪葬品 你帮我把那个 纠战雀巢的盗墓鬼赶走 我还可以让我的龟孙子给你钱 听到有丰厚的报酬 秦征才来了几分兴趣 那倒是可以 不过最近没空 得等我拍完电影 只要你肯帮我就行 秦征拿出巨魂灵 先将这个恶鬼收回去 然后征求恶鬼的意见之后 将他的尸骨处理成骨灰保存 到时候方便带着上路 我们先回去吧 秦征和姚大师从墓地离开 将这边的情况告诉导演 导演知道墓地已经安全 他顿时松了一口气 没事就好 我让人把道具搬进去 今天先布置场景 明天可以开拍吗 秦征微微点头 可以开拍 没什么问题 拍摄全程我都会在 遇到什么突发事件 我也会处理 导演 他们刚说完 秦宇诺带着人怒气冲冲地过来 本来他要去医院洗胃 但医生说 吃了半个蚯蚓没事 就当是补充蛋白质 不需要洗胃 他就又回来了 秦征在我吃的东西里面放蚯蚓 他想害我 秦宇诺让人拿着那半张卷饼 倒打一耙 陷害秦征 我们剧组怎么能有这种巨星叵测的人 他现在敢在我的东西里面放蚯蚓 以后就敢下毒 秦宇诺看到导演一脸不耐烦 他冷笑着说 我已经把这件事告诉我哥了 你最好让秦征给我赔礼道歉 然后让他滚出巨组 我哥说了 我要是再出事 寻真格就撤资 你们的电影也别想上架 第124章 土真符 听到秦宇诺搬出寻真格的秦爷 导演才变了脸色 秦征不可能做这样的事情 你是不是误会了什么 怎么不可能 秦宇诺指了指助理手中的那半张卷饼 你可以查一下监控 这卷饼是秦征给我的半个蚯蚓被我吃了 还剩下半个在里面 想到务实蚯蚓的事情 秦宇诺心里感到一阵恶寒 他深吸一口气 压下心底的那种恶心感 冷笑着说道 如果我要栽赃给他 不可能自己吃掉半个蚯蚓吧 这也太恶心了 我根本不可能做这样的事情 所以就是他想害我 谁知道呢 导演小声嘟闹 你的爱好这么独特 导演 秦宇诺没想到导演会这么护着秦征 心里越发不满 你最好给我一个交代 不然我个饶不了你 想查监控是吧 这个时候 秦征走上前说 那就查吧 看看是谁在搞鬼 既然秦征都这么说了 导演才带着他们去看监控 场地里面除了演员们的房间 其他地方都安装了监控 查监控的时候 众人又欣赏了一遍 秦宇诺的摇花手表演 秦宇诺脸色铁青的说 能不能跳过这一段 不是要看我有没有动手脚吗 跳过干什么 秦征慢悠悠的说道 要是跳过了 说不定会错过关键画面 秦宇诺根本没法反驳 只能让人继续放监控 哪怕他知道 秦征不可能动手脚 因为卷饼里的蚯蚓 就是他放的 他看着桌上摇花手的那个人影 垂在身侧的手紧紧地攥着 只觉得一阵头皮发麻 恨不得把当时的自己打死 不 这根本不是真实的他 姚大师不是说 他不会在摇花手了吗 竟然骗他 不过监控录像是快进查看 没几分钟就过去了 播放秦征给秦宇诺递卷饼的画面 导演你看 就是他把加料的卷饼递给我的 导演皱眉看着画面 可是秦征根本没去过外面 他从哪里弄的蚯蚓 放在卷饼里面呢 说不定他是回房间的时候 偷偷跳窗去了外面 听到秦宇诺胡扯的理由 秦征轻斥了一声 看完今早的监控录像 他已经弄明白 蚯蚓是怎么来的 工作人员送早饭过来的时候 秦宇诺拿走了两个包子 和一个卷饼 他的女助理去了一趟外面 接着女助理回来 秦宇诺和女助理回房间待了几分钟 出来又把包子和卷饼放回了箱子 这么看下来 应该就是秦宇诺的女助理 挖的蚯蚓 那个去挖蚯蚓的女助理 站在秦宇诺的身后 低眉顺眼的降低存在感 秦征就走到了女助理的背后 往他身上贴了一张土针符 贴完符录之后 秦征慢条斯理的说道 我可没这么闲 说不定卷饼里面本来就有蚯蚓 本来就有蚯蚓 那会是谁放的 导演问完 秦宇诺的表情出现了一些变化 有点心虚的感觉 但他很快调整好 看着秦征冷笑道 那些早饭都是批量订好的 能有什么问题还是说 你想甩锅给工作人员 不是工作人员的错 那个人估计是想害我 秦征意味深长地看着秦宇诺 只是姜瑶给我带了早饭 我就没吃卷饼 后来看到某个人摇花手摇得这么欢 肯定饿惨了 才会想着让他吃卷饼垫垫肚子 拿奖好心荡成驴肝肺被疯狗缠上了 你骂谁疯狗 秦宇诺的眼神带了几分怨毒 下定决心要把秦征赶出剧组 你说有人放秋影想害你 监控怎么没有拍到 就是你做的 你还找这么多借口 他扫了眼导演 眼神威胁 你不帮我试吧 等一下我就把监控录像发给我个 让我个给我做主 你们都得完蛋 这点小事 何必惊动秦也 导演脸色微变 一点都不想惹恼寻真格那位 如果就是撤资还好说 只是少点经费的问题 他怕的是寻真格那个疯子盯上自己 先前得罪过秦宇诺的娱乐圈人士 都没几个有好下场 看到导演的神色 秦宇诺就知道 他忌惮秦时生 他不由得意地抬了抬下巴 那你让秦真给我道歉 取消他的出演资格 导演看了看秦真 又看了看秦宇诺 神色为难 秦真还是他请来坐镇的大师 两方都得罪不起啊 秦真推开导演 对秦宇诺说 如果我能证明 蚯蚓不是我放的 你这样诬陷我 是不是得给我道歉 我可没诬陷你 明明是你 秦宇诺看到江瑶走进监控室 突然话语一顿 他收起那副咄咄逼人的态度 反而表现出一副善解人意的样子 不想又给江瑶留下坏印象 我吃了你给我的卷饼 在里面吃到蚯蚓 是个人都会生气 但我也不是无理取闹 随便诬陷别人的人 如果你真有证据证明自己的清白 我可以向你道歉 但同样的 你不能拿出确凿的证据证明清白 你就要向我道歉 并且主动离开剧组 可以 得到秦征的回复 秦宇诺微微一笑 她的眼神有些讽刺 她知道秦征拿不出证据 棚屋外面没有摄像头 根本没人知道 她的助理去挖过蚯蚓 秦宇诺心想 江瑶来的正式时候 可以亲眼看到秦征向她道歉 只要江瑶觉得 秦征是个心思恶毒的坏女人 以后肯定不会再接近她 你想怎么证明 可以开始了 秦宇诺开口说道 秦征走到了女助理的身边 发早饭的时候 你去了一趟外面 你去干什么了 听到秦征询问自己的助理 秦宇诺轻蔑地看着秦征 她身边的经纪人和助理 都是精挑细选的行业精英 出了名的嘴巴言时 秦征想从女助理的口中 问出什么 简直是痴人说梦 至于助理出卖她 绝对不可能 秦宇诺刚想到这里 身后却传来女助理的声音 我去挖蚯蚓了 秦小姐叫我去的 还让我必须抓个活的蚯蚓回来 说到这里 女助理的表情 还不受控制地翻了个白眼 表示她的内心 也对这件事感到无语 秦宇诺听到她的话 几乎是整个人僵在原地 秦征玩味地又问道 这里有两个秦小姐 你指的是哪个 当然是秦宇诺让我干的呀 女助理说完之后 她才反应过来 自己说了什么 我不是 我没有想说这些 她连忙捂住自己的嘴巴 就见秦宇诺面目猙獰 一副要吃了她的表情 可是她根本控制不住自己 接着又开口说真话 第125章 道歉 但不长记性 秦宇诺说 要把蚯蚓放在早饭里 恶心死秦征 谁让秦征每天这么嚣张 我真觉得 挖蚯蚓这是好恶心 但她是我老板 我没法拒绝 后来误打误撞 秦宇诺吃了 佳料的卷饼 她就打算倒打一耙 诬陷秦征害她 想把秦征赶出剧组 秦征满意地收回土真服 漫不经心地看向秦宇诺 终于真相大白了 向我道歉吧 不是我做的 她乱说 秦宇诺的脸色 一阵清一阵白 气得浑身发抖 恶恶狠地瞪着女助理 你知不知道 自己在说什么 我说的都是真话 女助理完全控制不住自己 继续说道 那个挖蚯蚓的小铲子还没洗 就放在秦宇诺的房间里面 那就去她的房间看看 江瑶率先说道 带着众人前往秦宇诺的房间 不行 你们不能进去 秦宇诺脸色惨白 慌张地想要阻拦他们 要是被他们发现房间的小铲子 那她就被捶得死死的 那你就直接道歉 江瑶冷冰冰地望着她 你的助理已经交代了 你不让我们进去查看 不就是心虚吗 秦宇诺咬着唇不说话 让她给秦宇诺道歉 简直比杀了她还要难受 见她不说话 江瑶直接推开她 先一步走进了秦宇诺的房间 她一眼就看到了 桌上那个沾着泥土的小铲子 证据确凿 道歉吧 秦宇诺还是不说话 江瑶又说道 刚才不是说了 会道歉吗 难道寻真阁的大小剑 就是这样的家教和人品 连最基本的信守承诺都做不到 我不是 接触到江瑶那冷冰冰的视线 秦宇诺不由觉得呼吸一致 特别是江瑶眼中的厌恶神情 让她的心里很难受 她还想和江瑶好好发展 不想让江瑶觉得自己是这样的人 秦宇诺看向秦征 深吸一口气 过了好久 她的脸色仗得通红 才对秦征大声道 发现完之后 她的眼眶一红 扭头就跑了 小姐 经纪人和几个助理担心她出事 连忙追着她出去秦大师 不好意思啊 导演有些心累的对秦征说 秦宇诺是资方塞进来的人 我们得罪不起寻真阁 也没有办法 她在剧组这么胡闹 只能请你多多包涵 没事 秦征倒是没放在心上 反而勾纯笑道 工作之余 还有人表演助兴不是挺好的吗 导演想起了秦宇诺的摇花手表演 她的眼角抽了抽 今天下午 秦宇诺都没有出现 大概是觉得丢脸了 不好意思出现在秦征面前 第二天开拍 秦宇诺才回来 昨天的那个女助理被她开除了 刚开拍的时候 秦征的戏份比较少 主要是江瑶和继琳的戏份 大概拍了五天 才轮到秦征的戏份 另外 剧组有秦征作证 姚大师就先离开了 不过 一个礼拜之后 姚大师又来了一趟剧组 因为秦宇诺要让她 给她退钱道歉 姚大师收了两百万 自然是不想退钱 又来继续解决中邪的事情 秦小友 姚大师看到秦征 态度客气地过来搭话 你见过秦宇诺摇花手 有没有发现 她身上有什么异样 发现了 干什么 秦征淡淡地瞥了她一眼 我看出她是中邪了 才会做出那样的事情 可我去除了她身上的邪气 她还是会被操控着摇花手 这到底是为什么 秦小友能看出 是什么问题吗 若是能把解决办法告知我 我可以将酬劳分你一半 秦宇诺给了你多少钱 两百万 这么少 那分她一半的话 才一百万哦 秦征淡淡地说道 上次她诬陷我 你觉得我还会帮她吗 我劝你也别忙活了 不是你能解决的 她眯了眯眼眸 又意味深长地说 秦宇诺仗着有寻真格撑腰 每天狐假虎威 说不定是她得罪了高人 你要是想办法帮她解了 岂不是也得罪了那个高人 听到这话 姚大师面色微变 如此看来 我还是把钱退给她吧 悬门中有不少能人 还有很多高超鬼术 连悬尸都防不胜防 姚大师自然不愿意 为了这点小钱 沾上大麻烦 秦征 该你上场了 有工作人员叫她 来了 秦征没再和姚大师继续聊 快步走进墓地的拍摄点 姚大师和她一起进去 要去给秦宇诺退钱 两人来到地下公式的拍摄点 突然觉得有点不对劲 这次来到地下公式 和上次很不一样 公式里面放了不少拍摄道具 还有很多拍摄需要用到的仪器 江瑶和其他主演所在的场中央 安置着好几具白骨道具 那些白骨在电影中 是惨死在墓中的考古人员 其中一个道具白骨上面 笼罩着一团浓郁的黑色鬼气 他们细看之下 有一只恶鬼 藏在白骨道具中 姚大师神色严峻 如灵大敌 他凑近秦征说 秦小友 你看见那团鬼气了吗 怎么又来了一只恶鬼 他藏在那里想干什么 放心吧 他翻不了风了 秦征看了一眼就收回了视线 神色淡定 像是没事人一样 对于他来说 恶鬼这种东西和街边的蚂蚁差不多 随手就能捏死 确实也没必要放在心上 两人走进拍摄点 有工作人员朝秦征走过来 秦征 这场戏你需要吊威亚 你做动作的时候 小心一点啊 秦征微微点头 跟着工作人员 来到拍摄的场景内 刚过去 就见秦宇诺站在他的那个威亚旁边 神色慌张地收起什么东西 急匆匆地退到了一边人多的地方 秦征的眼眸略深 多看了他几眼 好了 开始吧 等到所有人都准备好 导演示意他们开始拍摄 电影中 他们身上绑着绳索 是从石壁攀爬到下方的攻势 快要抵达地面的时候 寄灵饰演的角色 突然出声提醒他们 有吸血蝙蝠 大家小心 众人开始无实物表演 躲避对付吸血蝙蝠 救命啊 好多蝙蝠 好可怕 秦宇诺表演浮夸 双手乱挥 大叫着朝秦征撞了过来 秦征被他撞了出去 身上的那根威亚绳索 疯狂地颤动 刺啦一声 秦征身上的威亚绳索断了 第126章 当鞦韆表演 秦征眼神一冷 绳索断裂的瞬间 伸手就抓住了上方的绳索 只是秦宇诺撞得很用力 出于惯例的作用 他的身体朝石壁砸了过去 这要是砸到再掉到地上 估计得进医院 秦征 江瑶正好看到了这一幕 吓得脸色惨白 他所在的位置比较低 连忙解开威亚 跳到地面上张开双手 站在下面 想要接着秦征 不过秦征在撞到墙面之前 已经调转了身体姿势 避免撞到石墙 众人担忧之际 只见他那纤细笔直的长腿 正好踩在墙面上 随后用力一蹬 借力反方向甩回来 然后一脚踹在秦宇诺的身上 动作力索又漂亮 像是在拍武打动作片 秦宇诺被踹飞了出去 整个人在威亚上疯荡秋千 秦征那边松开手安全落地 没事吧 江瑶走过来 拉着他上下打量了一下 没有看到明显的伤痕 他又问道 有没有哪里不舒服 没事 秦征摇了摇头 看向上方的秦宇诺 他想到开拍前 秦宇诺鬼鬼祟祟地 站在他的威亚旁边 不知道干什么 江瑶见秦征没事 这才放下心 他转头看向工作人员 俊美阴沉无比 语气难掩怒意 威亚怎么会断 你们怎么做的检查工作 我们检查了好几遍 明明没有问题 工作人员弱弱地回答 被浑身带着力气的江瑶 吓了一大跳 秦宇诺的惨叫声又传来 垂头挨骂的工作人员 才反应过来 娜娜地对江瑶说 那个 秦宇诺还没下来 我们先把他弄下来 让他吊着 江瑶冷不丁地开口 工作人员的动作将在原地 别人没看见 但江瑶一直注意着 秦征的那个方向 他正好看到秦宇诺 朝秦征撞过去 然后秦征的绳索就断了 江瑶出门 都会带不少保镖 这些保镖正好都在这里 有他们在附近看着 工作人员想把秦宇诺放下来 也没办法 江瑶去查看秦征使用过的威亚 他捡起地上那根断裂的绳索 视线越发显得优良 断裂面这么平整 明显就是人为切割后才会断裂 今天要是查不清楚是谁做的 这部电影就给我别拍了 肯定要查清楚 导演第一次看到江瑶发火 连忙过来说道 摄像机一直开着 可以看看是谁碰过秦征的威亚 江瑶面无表情地走到摄像机旁边 秦正文言也走了过来 和他猜得差不多 工作人员检查之后 只有秦宇诺碰过他的绳索 不过秦宇诺背对着摄像机 没有拍到秦宇诺做了什么 要是秦宇诺极力否认的话 也不能把他怎么样 救命 秦宇诺的惨叫声又传来 他的经纪人见工作人员站着不动 本想自己过去把秦宇诺放下来 结果刚走到操作区 两个人高马大的保镖挡在他的面前 你们干什么 江少说谁也不能靠近这里 经纪人面色大变 再这么掉下去 得闹出人命 秦宇诺要是出事 寻真格的秦爷绝对饶不了你们 两个保镖恍若未闻 依旧如门神一般挡在他前面 经纪人还想强硬地闯过去 直接被拎起来扔在了地上 那么想过去救他是吧 这个时候江瑶走了过来 那双狭长的桃花眸漆黑幽凉 泛着冷力 俊美的容颜宛如地狱修罗 他扯了下唇 冷笑 让他过去 经纪人松了一口气 起身朝操作驱走去 还是江少拾去 毕竟得罪了秦爷 你也少不了一番麻烦 结果他刚说完 两名保镖按住了他的肩膀 几分钟之后 经纪人被吊在了秦宇诺的旁边 保镖拿着杆子戳了戳他们俩 他们俩在上面一起荡秋千 救 救命啊 秦征坐在导演的堂椅上 看他俩荡秋千 要是有西瓜就好了 可以一边吃瓜 一边看荡秋千表演 导演嘴角狂抽 额角渗满了冷汗 你还有心情吃瓜 能不能先把他们放下来阿伟 他真的很怕秦爷找麻烦 导演深吸一口气 小心翼翼地询问江瑶 江少 看在我的面子上 能不能放了他们 江瑶面无表情 去买个西瓜 导演 啊 听不懂人话 导演不知道该怎么反驳 只能派人先去买个西瓜 秦宇诺的几个助理 从外面进来 看到这一幕愤怒不已 你们敢这么对我们家小姐 不要命了是不是 江瑶淡淡地瞥了他们一眼 然后吩咐保镖 调上去 几分钟后 五个人在上面整整齐齐 保镖用杆子戳一下 最边上的秦宇诺 他就被绳子甩过去 直接撞在他的经纪人身上 经纪人被撞飞出去 又撞到了另一边的助理 让我来 让我来 秦征眼睛一亮 抢过了保镖手里的杆子戳他们 喷喷喷地撞击声 伴随着呀 啊呀的惨叫声 下方围观的导演和工作人员们 简直看得一阵头皮发麻 怪不得之前都传江瑶脾气古怪 娱乐圈得罪谁都最好别得罪他 这位大少爷 真是嚣张的眉边 连寻真格都不放在眼里 秦征 秦征在那边玩了半小时 江瑶突然叫了他一声 吃西瓜了 来了 秦征这才放下手里的竹竿 跑回来吃西瓜 江瑶抬头看了一眼 发现秦宇诺等人都不叫了 一脸绝望 怀疑人生的表情 还有两个助理晕了过去 让他们下来吧 江瑶收回视线 大发慈悲地说 听到他的话 导演和工作人员 总算是松了一口气 秦宇诺终于被放下来 双腿碰到地的时候 差点软倒在地上 有工作人员来扶他 他愤怒地一把推开 你们是死人吗 为什么不放我下来 呜呜呜呜 我要让我哥哥弄死你们 他们好心来扶他 见他不领情 索性也走开了 秦宇诺的双腿是软的 他们一走开 他直接摔在了地上 整个人趴在那具 满是黑色鬼气的 白骨道具上面 秦宇诺摔倒之后 感到身上一阵疼痛 他的心里 江瑶你眼瞎吗 他开始一边哭 一边怒骂道 你居然这么对我 呜呜呜呜 秦宇这种十八线的小胡咖 在娱乐圈为了上位 不知道被多少男人睡过 你还喜欢他 好好一个男的自沾堕落 老娘也看不上你 你再说一遍试试 江瑶冰冷的目光看过来 漆黑幽深的眼里 多了些杀意 说就说 我说秦宇诺是 秦宇诺冷哼一声 还想继续重复一遍刚才的话 结果眼前的骷髅头中 突然出现一双红色的眼睛 第127章 秃头老色鬼 咔嚓一声 骷髅头猛地张开嘴巴 直接咬住了秦宇诺的嘴唇 他的话戛然而止 然后骷髅头和他 来了一个激情热闻 闷闷乌 秦宇诺瞪大了眼睛 惊恐地看着眼前的骷髅头 啊 好在骷髅头没多久就放开了他 秦宇诺连滚带爬地弹开 脸上满是恐惧 鬼啊 那里有鬼咬我 什么 鬼 哪里有鬼 姚大师 快叫姚大师过来抓鬼 看到秦宇诺六声无嘱地跑过来 秦宇诺玩味地说 怎么可能有鬼 我和姚大师早就检查过这里 根本没问题 导演也跟着说道 是啊 他们昨天就检查过了 可是今天有个 姚大师欲言又止 他看了看白骨上的黑色鬼气 又看了看秦宇的方向 就见秦宇朝他眨了眨眼 姚大师轻咳一声 改口说道 嗯对 这里没鬼 不可能 秦宇诺恐惧又愤怒地吼道 我都看见了 他的眼睛是红色的 还咬我 这会儿 秦宇诺的腿也不软了 他靠在自己的经纪人身上 指着那具满是鬼气的白骨 可白骨却一动不动 那是道具白骨 能有什么问题 导演不耐烦地说 如果你非要觉得有问题 你可以离开剧组 明明就有问题 秦宇诺走到姚大师身边 把姚大师拉过来 大师你看这个白骨 里面藏着一只鬼 刚才他动了 没动啊 你是不是看错了 我没看错 他真的动了 还有一双红色的眼睛 秦宇诺指了指自己的唇 他还咬我 不对 他偷亲我 依你说 这还是个色鬼 秦争轻笑一声 那你让他再动一下试试 刚才我们都没看见 自然不会相信 秦宇诺抿了抿唇 小心翼翼地走到白骨旁边 喂 他轻轻地踹了白骨一脚 但白骨还是没有任何动作 根本不会动啊 这就是个道具 秦宇诺干什么呀 闹出这么多事情 还不够吗 真是服了秦宇诺这个资源卡 能不能消停点 秦宇诺听到其他人的抱怨 他的心里又委屈又害怕 他真的动了 肯定有鬼 你们为什么不相信我 肯定是你看错了 秦真好诚以侠地看着秦宇诺 你说他动了 还偷亲你 那你亲他一下 说不定他就动了呢 秦宇诺死死地盯着地上歪倒的白骨 一动不动宛如死雾 好像他刚才看到的画面 全部都是幻觉 不 不可能 这个白骨肯定有问题 为了证明自己的话 秦宇诺咬了咬牙 蹲下身朝那具白骨靠近 他一蹲下靠近那个白骨 骷髅头里面又出现了红色的眼睛 直勾勾地盯着他 然后白骨突然动了 他动了 动了 我就说有问题 秦宇诺面色大喜 结果白骨一把伸手按住他的肩膀 然后又咔嚓咔嚓地咬住了秦宇诺的嘴唇 眼洞里闪烁兴奋的红光 秦宇诺惊恐地挣扎 白骨却死死地按着他 隐约间 他还听到了一道猥琐的笑声 宝贝 又是你 我爱死你了 他还感觉一阵阵阴凉的鬼气涌进他的喉咙 哎呀 白骨会动 这里真有鬼啊 快跑啊 我的天 其他人也看到了白骨抱着秦宇诺 吓得转身就跑 嗯啊 秦宇诺挣扎不开 被白骨按在地上狂倾 他的耳边还传来一阵鼓掌声 秦征佩服地说 秦宇诺你好厉害啊 居然能和白骨道具表演吻戏 实在是太逼真了 我都不会呢 秦 征 你这个贱人 秦宇诺用力挣开白骨 气得脸颊通红 可是刚骂一句 白骨又缠上来轻他 白骨中的恶鬼现身 那是一个秃顶老色鬼 地中海头顶 只有倔强的三根发丝 苍老的脸上布满尸斑 狂放地甩着红舌头 宝贝 妈妈妈妈 哎呀 不要 秦宇诺发出一阵阵惊恐的惨叫 最后直接被吓晕了 看到秦宇诺晕了 姚大师才连忙甩出几张符路 贴在了白骨的身上 被附身的白骨道具动弹不得 老色鬼不善地看过来 我劝你们不要多管闲事 这可是我看上的小媳妇 不然我吃了你们 姚大师还想出手救人 但是秦宇诺拉住了他 你带走吧 秦宇一脸嫌弃地看着秦宇诺 记得看好你的小媳妇 哪料老色鬼看到秦宇 突然眼睛都看直了 秦宇五官名艳 气质冷淡 容貌气质比秦宇诺优秀许多 老色鬼陡然心生歹念 舔着舌头对秦宇说 哎呦 还有一个小美人 白骨道具上 鬼气越发浓郁 姚大师的几张浮露飘落在地 老色鬼从白骨上飘出来 突然出现在秦宇身后 像 真香啊 他绣着秦宇的发丝 撅着臭嘴靠近他 可惜他的嘴还没碰到秦宇 眼前出现一大片恐怖的降紫色火焰 铺顶老色鬼连一声惨叫都没发出来 直接被烧成了灰烬 姜摇垂在身侧的手动了动 降紫色的火焰在秦宇身边消失 阴暗的桃花眸中 闪过一丝丝冰冷的戾气 可惜了 秦宇转头看过来 看着老色鬼原来所在的位置 虽然他的眼睛没看到 但能感觉到发生了什么事情 你把他烧了干什么 秦宇对姜摇说 我还想让他继续吓下秦宇诺呢 姜摇皱了下眉心 语气微冷 看他不爽 那好吧 墓地里的其他人都跑了 只剩下姚大师在一旁 他听到两人的对话 看着他们的眼神越发的复杂 这俩人到底是什么来头啊 刚才姜摇的那个子火 看上去就很恐怖 你去把他们叫回来吧 秦征对姚大师说 好 姚大师恭敬地应下 没多久 导演和工作人员被叫回来之后 还有点胆战心惊 秦宇诺的经纪人和助理们 则是手忙脚乱地送他去了医院 姚大师也跟着去了 他打算帮秦宇诺 驱除体内的鬼气 这样就不用退钱了 没有秦宇诺在现场捣乱 后续的拍摄都很顺利 由于秦征的戏份比较少 差不多拍了三天就拍完了 他先带着牧主人的骨灰离开 还得去帮他牵心坟 这个牧主人叫周家德 周家是当地有名的家族企业 他家百年前就开始经商创业 发展到如今 说是地方首富也不为过 秦征抱着骨灰盒来到周家别墅 先见到了牧主人的曾孙子周宇 周宇大概二十几岁 一脸不耐烦地看着秦征 你说我们牵错了尸骨 你手上这个才是我曾爷爷 你骗谁啊 当我三岁小孩 这是你爷爷吧 想冒充我爷爷在地下享福 信不信我把他的骨灰扬了 周宇一把打在骨灰盒上 直接把秦征手上的骨灰盒打飞了 第128章 龟孙子被绿了 周家德那只恶鬼看到这一幕 气得鬼气狂涌 朝周宇扑了过去 你这个兔崽子 敢扬你爷爷的骨灰 啊 什么东西 周宇看到一片黑影扑过来 吓得跌坐在地上 还真是不孝的龟孙子 秦征及时接住了 即将要掉落的骨灰盒 又盯着周宇看了几眼 咦 不对啊 这好像不是你家的龟孙子 你说什么 周家德的动作一顿 转头看向秦征 啥玩意 他被绿了吗 不对 他孙子被绿了 秦征没说话 只是仔细地打量着周宇的面相 儿子 这个时候 周夫人正好从楼上下来 他看到周宇的异样 愤怒地望着秦征 你是什么人 对我儿子做了什么 我可没做什么 秦征神色冷淡地说 你们周家人眼瞎 颁错了祖宗不说 还当面冒犯祖宗 自然会受到长辈的惩罚 你放屁 周宇反驳道 我们周家的老祖宗 好好地躺在墓地 你突然拿个骨灰过来 说是我们家的祖宗 谁信啊 你这种招摇撞骗的道士 我见得多了 不就是想骗钱 秦征解释道 你们在原墓地搬走的那具尸骨 不是周家祖宗 以前有个盗墓贼进了原墓地 不小心死在衣冠种里面 你们搬走的是盗墓贼的尸骨 而周家祖宗的尸骨 则是藏在地下宫室的密室中 衣冠种 密室 这都什么啊 周宇转头看向周夫人 妈 原墓地有密室吗 我没听你爸提到过密室 看来就是你这个女片子瞎编的 周宇不善地看着秦征 赶紧滚出去 不然别怪我不客气 话语刚落 周宇的脑袋就遭到了一击重锤 哎哟 谁打我 周宇伸手捂住脑袋 愤怒地看着上空 模模糊糊地看到了一个诡异的黑影 瞬间把他吓得脸色苍白 鬼啊 妈 救救我 周宇躲到了周夫人的身后 周夫人却没看到周家德的魂魄 一脸疑惑地看着自己的儿子 儿子 到底怎么了 有鬼缠着我 秦征听到周宇的惨叫声 警告地说 你们最好快点把那个冒牌货拿出来 将真正的周氏祖宗供奉进去 要不然的话 你们祖宗心里不满 对你们家族的运势也会有影响 满口胡言 周夫人脸上的表情一阵变化 我们自己般的祖宗 能有什么错 看来真是个女骗子 妈 快把他赶出去 他身上有鬼 周宇还在大叫着 周夫人也懒得搭理秦征说了什么 他叫了别墅的保安过来 把这个疯女人给我赶出去 保安们挡在秦征面前 想将他拽出别墅别碰我 我自己会走 秦征扫了眼那对周家母子 扔下一张写着电话的纸条 这是我的联系方式 下次来找我的时候 记得带上礼物先道歉 听到秦征的话 周夫人狠狠地皱了下眉心 秦征走出周家别墅的大门 周家德在他身边追问 大佬 你说周宇不是我家的龟孙子 是什么意思 他和你没有任何因果关系 应该不是周家的种 周家德猛了一会儿 才爆出一声粗口 他奶奶的 我那孙子是猪吗 认错祖宗就算了 还给别人养儿子 别生气 多大点事啊 秦征转头看了眼周家别墅 慢悠悠地说 你放心吧 我肯定让他们恭恭敬敬地 把你请回去 话语刚落 秦征的手机铃声响了 江瑶的声音从电话那头传来 今天晚上休息 导演请我们去KTV玩 你要来吗 来 我正好没事 他们在外地拍的电影 虽然秦征已经拍好了他的戏份 但还没解决周家的事情 他今晚打算回剧组住 江瑶得知他要来 才同意和剧组的人一起去KTV 秦征收到江瑶发的定位 他先去商场车晚饭 然后直接打车去KTV 他来得有点太早了 剧组的其他人都还没到 秦征坐在前台的休息区 准备先等江瑶他们过来 结果却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 周宇和一群当地的富家公子哥 一起进了KTV 也看到了休息区的秦征 神色不善地上下打量着他 哟 这不是女骗子 周宇走了过来 讽刺地说道 原来本职工作是在KTV做台啊 你把口罩摘下来 让本少爷看看 长得怎么样 要是长得不错 本少爷倒是可以考虑点你一晚 秦征看着他 眼眸微微眯起 他轻吃道 如果你不是周家少爷 不知道还会不会这么风光呢 周宇的身后跟了好几个富二代 众人以周宇为主导 走进KTV的时候 也是让周宇走在最前面 因为周家是当地的首富 他带在家里多多少少得仰仗周家 周宇抬了抬下巴 他仰着眉毛 颇为自得 可惜没有如果 我不仅是周家少爷 还是周家继承人 你要是把本少爷哄高兴了 赏你几个钱玩玩也行 周宇说完之后 还伸手要来扯秦征的口罩 秦征一脚揣在他的膝盖上 周宇直接扑通跪在他的面前 他勾唇笑道 行这么大礼干什么 你 贱人 周宇的脸色胀得通红 眼里充斥着怒火 他挥着手要来打秦征 结果秦征还没动手 他突然脚腕上一紧 自己摔了个狗吃屎 周宇的脸色渐渐变得惊恐 想到了别墅中看到的鬼影 你给我等着 周宇慌张地爬起来 跑到了那几个富二代的面前 你们看到那个女的没有 看到了周少 周少 他居然敢对你动手 真是不要灭 周少你尽管吩咐 想让我们怎么对付他 周宇看了看秦征的方向 眼里闪过一丝忌惮 心想那个女人有点邪乎 得想特殊办法对付他 有没有什么办法 可以神不知鬼不觉地搞死他 有 身边一个公子哥 从口袋里掏出一瓶药给周宇 公子哥对他说 周少 我这料只需要一颗 就能放倒一头牛 只要想办法让那个女的吃下这个药 我们就可以对他为所欲为 周少想要用什么样的方式报仇 那都是不在话下 第129章 报音符 不错 周宇看着那瓶药 残忍一笑 我和这里的服务员说一声 到时候 你假扮服务员 把药放在饮料里面 给他送过去 好的周少 周宇派了一个人留下看着秦征 然后他带着其他人进了包厢丸 他们都没看到 刚才密谋的时候 有鬼魂在旁边围观了全过程 大老 他们想想要害你 周家德的鬼魂跑回秦征身边 气愤地说 秦征眼神微冷 突然问道 你的生辰八字是多少 周家德将生辰八字告诉秦征 疑惑地问 你要我的八字干什么 给你烧点东西 秦征的手中拿出一张符露 符露在他手中烧成灰烬 而周家德的魂魄手中 则是出现了一张符露 这是什么 报应符 秦征淡淡解释道 周瑜假冒你们周家后代 享受周家福音 可是对你这个祖宗不敬 自然得让他受到报应 你把符露贴在他身上 然后朝他吐一口鬼气 天道自会降下他的报应 好嘞 周家德眼睛一亮 朝周宇他们的包厢飘过去 没一会儿 秦征看到剧组的人来了 他从座位上起身 周宇留下的那个人 看到秦征和其他人进了包厢 他记下包厢号 跑回去告诉周宇 包厢中 那个公子哥 换上了服务员的衣服 他的手里还拿着一个托盘 托盘里面放着几杯饮料 周少 这些饮料都要下药吗 都放进去 多放几颗 周宇冷笑一声 把他的那几个朋友也要抖 到时候 神仙也难救他 那名公子哥拿出药瓶 正要把那些药放进饮料 呼呼 身边传来一阵阴冷的凉风 周宇突然感觉到 有什么东西 拽住了他的手腕 然后他就不受控制地伸出手 一把抢过公子哥手里的药瓶 不 不要 周宇震惊地看着自己的手 他的心里惊呼着 可是他却动不了 只能眼睁睁看着黑影拽着他的手 拿过了公子哥手里的药瓶 然后把里面的药 都倒进了他的嘴里 周少 周少 你怎么自己吃了 快吐出来 吃这么多会死的 身边众人的阻拦下 周宇才没把所有药丸吃掉 他们正要帮助周宇 把药丸吐出来 周宇的身体却突然一阵颤动 僵硬地抬高了脑袋 大张着嘴巴 好几颗药丸 从他的喉咙滚落下去 等到周宇恢复行动 他早就吃下了好几颗药丸 怎么回事 他的动作好奇怪 不会是中邪了吧 周少怎么自己吃了 不是给那个女的下药吗 富二代们精具地打量着周宇 只见他倒在地上 开始口吐白沫 他们面色大便 手忙脚乱地送周宇去医院 周家德趁机把报应符贴在周宇的额头 还对他吹了一口诡气 因为这张报应符 是秦征烧给鬼魂使用的鬼符 所以只有鬼魂能看到 其他人都看不到报应符的存在 周家德做完这些 他才去隔壁包厢找秦征 大佬 我收拾完周宇了 周家德在他身边搓搓手 你什么时候让他们请我去墓地 最晚三天搞定 秦征低声说完之后 将周家德的魂魄收进巨魂灵 然后听其他人唱歌 他来KTV之后 基本都不唱歌 疯狂炫果盘 江瑶也没唱歌 坐在秦征的旁边 和他有一搭没一搭的聊天 差不多完到凌晨一点多 他们才回剧组休息 第二天 江瑶他们还要继续拍摄 秦征倒是没什么事情 他在剧组晃悠到下午 然后就接到了一通电话 你好 请问是秦姑娘吗 周夫人打来的电话 语气很客气 什么事 秦征早就知道他的目的 但还是问了一句 周夫人对他说道 秦姑娘 那天是我多有得罪 请问 你手上的骨灰还在吗 今天能不能送过来 我没空 听到秦征的话 周夫人就急了 秦姑娘 老祖宗给我托梦了 我们必须赶紧把他请回去 如果再不请回去 我儿子可就完蛋了 你就帮帮忙吧 昨天晚上 周宇的父母做了一个梦 梦到了一个 说是他们老祖宗的人 老祖宗说 周宇对他有大不敬行为 所以要惩治周宇 如果想让周宇好起来 必须尽快将老祖宗的骨灰 迁入新坟 当初迁坟的事情 周董事长只在迁坟那天出现了一下 其他事情是周夫人在操办 他醒来就打电话质问周夫人 周夫人一口咬定自己没签错 结果他就接到了医院的电话 来到医院一看 发现周宇果真出事了 昨天周宇被送到医院洗胃 身体倒是没事了 只是今天醒来之后 周宇整个人都发生了奇怪的变化 不管别人和他说什么 周宇都只会阿巴阿巴阿巴的乱叫 还像狗一样在病房里乱爬 随地大小便周夫人看到周宇的诡异情况 他才想起秦征 既然是请我帮忙 你就电话上说说 是不是太没诚意了 秦征扔下这么一句话 直接挂掉了电话 周夫人很担心儿子的情况 又接连打了几个电话过来 秦征才把自己的地址告诉他 当天晚上 剧组外面开过来一辆豪车 周夫人带着礼物登门道歉 秦姑娘 上次是我误会你了 实在是对不起啊 能不能把老祖宗的骨灰还给我们 周夫人拿出一个礼盒 还带了一套珠宝给秦征作为礼物 可以 见他道歉的态度还不错 秦征才比较满意 秦征把骨灰盒拿出来 你们牵错了人 导致纠战雀巢 记得先把那个人的尸骨移出去 然后再把老祖宗的骨灰放进墓地 我知道了 周夫人伸手就要来抢老祖宗的骨灰 秦征打开他的手 又说道 你还需要付一笔报酬给我 这是你们老祖宗承诺过我的事情 那是应该的 今天的周夫人好像格外好说话 但他只是指了指桌上的礼盒 这就是我们的报酬 这套兵种翡翠钻石项链 可是价值八百万 我好不容易买来 准备收藏的 如今就当做谢礼送你 秦征对珠宝没什么研究 他看了眼那套珠宝 反正不是很喜欢 我不喜欢珠宝 你把它折现给我 秦姑娘 我们家的资金出了一点问题 暂时拿不出这么多现金 周夫人露出为难的神色 拿下手上的红玉手镯 这样吧 我手上这个红玉手镯送你 我花了两百多万买的 如果你不喜欢款式 我可以介绍一个珠宝公司给你 你拿去折现 那行吧 秦征勉强同意 这才把周家得的骨灰给他 周夫人离开之后 江瑶那边的戏份正好拍完了 他过来找秦征 看到桌上的贵重珠宝 江瑶不由多看了几眼 这是谁送的 我的一个雇主说 公司的资金周转不开 用这些珠宝抵报仇 抵多少钱 大概有一千万 江瑶拿起翡翠钻石项链看了看 微微皱起眉心 这套兵种翡翠钻石项链是假的 最多就值八十万 第130章 母子俩被赶出周家 秦征的眼角抽了一下 没想到周夫人敢这么糊弄他 他都还没把周宇的真实绅士 告诉周董事长 这俩人是嫌报应还不够吗 周家得 秦征把周家得的鬼魂放出来 骨灰已经被周夫人带走 但他的魂魄还在聚魂灵中 周家得身上的怨气比较重 秦征本打算超度掉他的怨气 再让他的魂魄去兴奋 那个周夫人敢用假珠宝糊弄我 我们也不用和他客气 他对周家得吩咐道 等到周家将你供奉进兴奋 你受到周家人的香火 你才可以给周董事长托梦 你就把周宇的绅士告诉他 周家供奉错了鬼 导致周家得成为孤魂野鬼 按理没法给周董事长托梦 周董事长还在外地出差 秦征也不知道该怎么联系他 而昨晚能托梦 是秦征的报应符发挥作用 但这种方式的托梦时间很短 还没来得及说出周宇的绅士 这个不用你说 我肯定会把真相告诉我孙子 周家得怒气冲冲地说 那个臭婆娘根本不配做 我们周家的媳妇 周夫人那边 她倒是老老实实地 将骨灰放到了新墓地中 还把之前的那具尸骨 给移出了周家得新墓 等到她做完这些 才算是解开周宇的报应 周夫人回到医院的时候 就发现周宇已经恢复了正常 但是陷入了昏睡 周宇连着昏迷三天 然后才慢慢地醒来 儿子 你可算是好了 看到周宇虚脱地躺在床上 没有阿巴阿巴乱叫 也没有像狗一样乱跳撒尿 周夫人总算松了一口气 妈 我 周宇一把抓住周夫人的手臂 瞪大了眼睛 我昏迷之前 又看到了那个鬼影 肯定是秦争那个 贱人害我 什么 原来是他害的你 周夫人面色大怒 亏我还给他道歉送礼物 真是浪费我的钱 幸好送的不是很贵 只有红玉手镯是真的 另一套兵种翡翠钻石项链 则是假的 他故意买来糊弄秦争 妈 给我报仇 报仇 周宇激动地说 气得剧烈咳嗽起来 周夫人连忙安慰他 那个贱女人敢这么算几年 我让他吃不了兜着走 安抚好周宇之后 周夫人拿出手机打电话 喂 警察局吗 有个女骗子搞诈骗 还偷了我一个 价值两百万的手镯 周夫人又把秦征的住处告诉警察 让警察过去抓人 他冷笑着对周宇说 反正我们已经拿到了老祖宗的骨灰 你的病也好了 只要让警察把他抓起来 他就再也不能害你 刚说完这些 门口突然传来一阵敲门声 医院的护士过来说 周夫人 高级VIP病房的费用还没缴纳 你来缴纳一下 要不然就不能继续住了 怎么可能没有缴纳 周夫人疑惑地说 我绑定了我的信用卡 你们医院这边直接扣钱就好了呀 你的信用卡被冻结了 好几次都扣钱失败 不可能 你带我过去看看 周夫人不相信 起身跟着护士去重新操作了一下 结果发现真被冻结了 他正要给周董事长打电话 询问信用卡被冻结的事情 结果听到一阵阵脚步声 周董事长带着一群人走过来 老周你不是下个月才回来 怎么今天就回来了 他诧异地走过去 又问道 我的卡怎么被冻结了 啪的一声 周董事长抬手就是一巴掌 贱人 我这么信任你 结果你做了什么 牵错人就算了 还敢动老祖宗墓里的东西 我 我没有啊 周夫人捂着脸 眼神带了些心虚 还敢说没有 周董事长抬手又是一巴掌 我今天都去看过了 全是假的 还有箱子里的金条 也都不见了 你怎么会知道 周夫人震惊地瞪大了眼睛 当初她就是想要用陪葬品换钱 所以才说老祖宗的目的不好 让周董事长出钱 她给老祖宗规划一个好目的 周董事长冷哼一声 没有搭理周夫人 带着人进了病房 这些事情 自然是老祖宗给她托梦说的 除了目的的异样 老祖宗还说了另外一件很重要的事 她现在要去确认一下 周董事长带的人里面 还有医生和护士 他们进到病房里面 按着周宇就取了她的一管血 你们干什么 放开我 周宇嚎叫着 这是我们周家的医院 我可是周家少爷 你们敢这么对我 信不信我让你们卷铺盖走人 你最好真是我儿子 周董事长从人群后面走出来 冷冷地望着她 等到周董事长带着离开 周宇都没反应过来 发生了什么 周夫人从外面冲进来 抱着周宇就是一顿大哭 完了呜呜呜 儿子 我们这下真完了 妈 到底怎么了 其实你 不是你爸亲生的 听到周夫人的话 周宇差点两眼一番晕过去 等到基因鉴定的结果出来 那已经是好几天之后的事情 周夫人和周宇都被周董事长赶出了周家 那天周夫人报警说 秦征是诈骗犯 警察带秦征去了一趟警察局询问情况 不过 秦征手中的那些珠宝 都是记在周氏名下的资产 后来周董事长出面解释 警察也没为难秦征 为了感谢 秦征帮了周家德 周董事长还给了秦征 一笔不菲的感谢费 处理好周家的事情 秦征先回了帝都 陶安说 最近有个国际电影节 让秦征去参加一下 可以趁机认识知名导演和制作人 秦征本想直接穿上次KW晚宴的礼服 但是陶安说 她是女明星 不能每次参加活动都穿同一套礼服 让她再去买一件新的 想到上次买礼服的价格 秦征阴谋了一小话 幸好最近的小金库比较充裕 他们来到了帝都最繁华的中心地段 陶安选了一家比较适合秦征的礼服品牌 两人进去准备挑选礼服 刚看完一楼的礼服 来到二楼的时候 他们却看到了 秦宇诺秦宇诺带着两个女助理 助理的手中拎着大包小包 都是知名奢侈品牌的购物袋 秦征看了她一眼 没有理会 她看到不远处 有一条黑色高雅的长裙 比较喜欢这种简约雅致的风格 她指了指那条长裙 陶安 我买那条吧 话语刚落 秦宇诺说 那是我定好的裙子 秦征皱了皱眉心 伸手指向另一条设计简约的长裙 那就这条 拿给我试一下 这也是我定好的 秦宇诺冷哼一声 不善地看向秦征 想买礼服啊 这里不欢迎你 你可以直接滚了 第131章 人傻钱多的冤大头 你这人怎么这样说话 陶安为秦征打抱不平 这家店又不是你开的 我们想买就买 和你有关吗 秦宇诺扬了扬眉梢 不好意思 还真是我家开的 准确地说 这家礼服店是寻真革名下的产业 秦宇诺冷笑着对秦征说 这可是高奢定制品牌 你不配穿 我还不稀罕呢 秦征的视线扫过礼服店的二楼 最后停在一件酒红色的长裙上 只见那条长裙上 笼罩着一股浓重的阴气 还有一道黑影从裙摆一闪而过 这些礼服可不吉利 说不定明天就倒闭了 秦征嘲讽地说 转身拉着陶安一起离开礼服店 我看你是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 他前脚刚走 秦宇诺后脚就跟了过来 买不起礼服 就只能诅咒别人的店倒闭 你这是无能狂怒 我从不说废话 秦征懒得继续搭理他 镜子走进了另一家 看着不错的礼服店 他看中一件礼服 试完之后都准备付钱了 秦宇诺突然过来对店员说 我出双倍的价格买这件礼服 试完之后 秦宇诺还朝秦征抬了抬下巴 眼神挑衅 秦征 真是阴魂不散 这条礼服的价格是三百多万 双倍的价格差不多是七百万 店员瞬间有点动摇 况且秦宇诺还把银行卡递了过来 秦征眯了眯眼眸 我出三倍 三倍价格将近一千万 店员倒吸一口凉气 忍不住提醒秦征 这位小姐 你真打算用一千万买下这条礼服吗 秦征看了眼秦宇诺 眼神不悦 我不差这点钱 但某些人要下我的面子 我绝对不能让他得逞 哼 我也不差这点钱 秦宇诺今天就是不想让秦征好过 他直接把银行卡拍在柜台上 豪气的说 我出四倍的价格 秦征语气懒淡 那我出五倍 我出六倍 店员震惊的瞪大眼睛 颤着声提醒 六倍价格就 就将近两千万了 你真的要用这个价格买礼服吗 还能有甲本小姐 也不差这点钱 秦宇诺抬着下巴 眼神高傲 我要让某些人看看 什么才是豪门千金 我想要抢的东西 谁也不能阻止 那你付钱吧 秦征收起对着秦宇诺的手机 我还真买不起 记得付两千万哦 这可是你答应人家的 秦宇诺神色一顿 他转头看向秦征 就见他一脸无辜 你故意抬高价格 宽我 秦宇诺反应了过来 对店员说道 我要这条礼服 但是我付两倍的价格 秦征轻斥说道 难道寻真格的人 就喜欢说大话 明明说好两千万 却付不出来 既然如此 就别装有钱 谁说我付不出来 我只是不想当冤大头 你刚才就是故意抬价 那你叫什么六倍价格 说了六倍价格 最后却只付两倍 你像话吗 信不信我把你 故意装有钱的视频 发到网上 秦征挥了挥手机 示意自己 刚才拍了视频有证据 你 秦宇诺磨了磨牙 他气得浑身发抖 秦征你这个贱人 你又算计我 谁让你脑子不够发达呢 秦征勾了下唇 赶紧付钱吧 秦宇诺这种人 最在乎的 就是面子和地位 他都没看秦征手里的视频 是真是假 咬牙付了两千万的礼服钱 好在他哥哥秦师生 前几天又给了他一笔零花钱 不然他今天已经买了很多东西 还真付不起这两千万 秦小姐 这是你的礼服 秦宇诺看到店员乐不可知的 拿着礼服过来 他的脸色一阵清一阵白 只觉得心里堵着一口气 不上不下的 该死的秦征 害他多花了两千万 助理上前对他说 小姐 秦爷还在东南亚处理事情 最近没法回来 他专门派了几个人来保护你 秦爷说你有什么事情 尽管吩咐他们 他们会帮您处理好 那些人是我哥手下的人 是 秦宇诺骤起眉心 他对秦师生身边的人 都有点发怒 秦宇诺刚被找到的时候 那些人带他去见秦师生 都是些亡命之徒 助理又说道 秦爷身边的手下 都是些厉害的人物 他们过来保护您 肯定不会发生上次那样的事情 好吧 等他们到了 我要让他们好好教训秦征和江瑶 秦宇诺想到上次的事情 他就气得不行 倒是不怎么怕那些亡命之徒了 恨不得他们能帮他搞死秦征 你们把这些东西拿到车上 我们先回去 这段时间 秦征已经在另一家店里买好了礼服 出来就看到寻真阁旗下的礼服店中 音气越来越重 随后一阵阵惊叫声传来 鬼啊 有鬼 那条裙子会自己动 快跑 两个女顾客从礼服店跑出来 路过的人听到动静 却停下脚步 好奇地过来看热闹 拿出手机 对着礼服店里面拍秦征看了一眼 没有理会 秦宇诺家的礼服店 他可没兴趣去抓鬼 蒸蒸 今晚回去记得开直播和粉丝聊聊天 陶安对秦征说 顺便和粉丝说一下你的新电影进度 还有新一期的巅峰挑战 也快要开拍了 知道了 这次回到帝都 秦征还和巅峰挑战 签了新合同 大概再过半个月 他就可以去拍摄第二期 晚上直播 秦征预告了一下自己的新电影和巅峰挑战 随后却不知道和粉丝们聊点什么 别人直播都聊什么 我不知道说点什么 不如给你们讲个鬼故事 或者 你们有没有遇到过灵异事件 我可以帮忙处理一下 直播讲鬼故事 我曾姐真是画风清奇 鬼故事有什么意思 我喜欢看真实的灵异事件 秦征你胆子这么大 能不能带我们去探索一些知名的灵异地点 对对对 这个好 现在还是晚上 那就更刺激了 我对那个礼服店的女鬼锁魂好好奇 但是我不敢去那个店 秦征你去看看嘛 带我们长长见识 哦对对 今天新闻爆出来 有个礼服店闹鬼 我也想看 寻真格的那个礼服店 秦征看了一下网上的新闻 有记者拍下视频说 礼服店有鬼 但是礼服店官方却不承认 秦宇诺也不承认 还发微博帮礼服店澄清 第132章 你家裙子很晦气 这家礼服店是寻真格收购的 当时秦师生把不少股权给了秦宇诺 让他每年都可以拿不少分红 秦宇诺V 网上的视频都是恶作剧 有人故意黑Cree 今天我还去过Cree的店里 根本没遇到奇怪的事情 如果那件事是恶作剧 店员为什么不阻止 视频里面的裙子 勒住顾客的脖子 差点把顾客勒死 这也是恶作剧 我是不相信 那个画面太诡异了 建议让秦征来看看视频 秦征不是会抓鬼吗 网友们对礼服店官方 和秦宇诺的解释不满意 纷纷跑去询问秦征 还有人把礼服店的诡异视频 私信发给他 秦征看完之后 确认是那个鬼 直接发了一条微博 秦征V 他家的衣服晦气 大家最好别买 秦宇诺V 你别在这里泼脏水 信不信我起诉你 秦征V 谁泼脏水 衣服有问题 还不让人说吗 你们家那个店 阴气这么重 谁穿你家的礼服 谁倒霉 Cree官方V 这位小姐 请你为你自己的发言负责 我们家的礼服 没有任何问题 根本不存在什么闹鬼的说法 如果你再诋毁我们Cree品牌 我们将会发出律师函 秦征V 那视频里的画面 是怎么回事 裙子里肯定藏着东西 网友上传的视频里面 有一个女顾客 从更衣室跑出来 她身后有一条红裙子 飞在半空中追着她 裙子的丝带 还缠着女顾客的脖子 如果不是有别的顾客帮忙 这个女顾客 差点被裙子丝带勒死 Cree官方V 那是短视频团队 在我们店里拍的短剧 裙子飞在半空的画面 是用道具做出来的 看到礼服店官方的牵强回复 秦征轻斥一声 今天他去过这个店 根本没看到什么 所谓的视频团队 估计是礼服店 为了压下舆论 故意找的借口 秦征在直播中说 既然你们想看礼服店的事情 我就带你们去看看 你们记得 别买他们家的礼服 普通人不能碰 闹鬼地方的东西 好耶 不过秦征你小心便 秦征不买我也不买 绝对不是买不起 HHHH 我也想知道 他们家的店 到底有没有问题 今天出事之后 官方都给了好几个 不一样的回复 明显就是找理由 躺索我们 那什么 我有个问题 为什么闹鬼地方的东西 不能碰啊 秦征看到直播弹幕的询问 他一边出门一边回答 闹鬼的地方阴气重 里面的东西 肯定会沾上阴气 如果没有专人处理阴气 普通人碰到这些东西 自然也会沾到阴气 阴气会影响你们的气韵 意思就是 穿了他们家的礼服 以后很可能会倒霉 那还真是晦气啊 我坚决不买他家的东西 秦征微微点头 气韵低的人自然比较倒霉 说不定喝凉水都塞牙呢 怪不得他们死活 不肯承认闹鬼的事情 估计也是怕那些买衣服的富婆 觉得不吉利 秦征快去看看 我真是好奇死了 要是真有鬼 直接把他们的脸给打中 哈哈 秦征走出小区之后 打车到帝都市中心 晚上十点多 商场没什么人 只剩下店员在清点东西 他来到Cree的店面 正好看到店长和一名店员 站在门口聊天 这名店员是晚上换班过来的 他不由问道 店长 今天那个事在网上闹得好厉害 我们店里真有鬼吗 怎么可能 你别乱说 店长瞪了他一眼 示意他别乱说话 肯定是有人搞恶作剧 想要败坏我们店里的名声 总公司那边的品牌部 会出面解决网上的舆论 不用太担心 那就好 两人说完之后 看到了门外的情争 店长连忙走过去说 你拿着手机干什么 我们这里不允许拍摄 今天下午出事的时候 就是路人拿手机拍照 放到了网上 网上闹得沸沸扬扬 又来了很多好事者拍照 现在店长看到手里举着手机的 都会让人赶走 什么不合适的画面 放到网上让人争议 我来买礼服 秦征暂时收起手机 朝店里走进去 看到他把手机收起来 店长的脸色才好了一点 询问道 那可以 您想要什么款式的礼服 红色的长裙吧 秦征看了眼礼服店 没有看到 那条有问题的酒红色长裙 他就问店长 我看到网上的新闻说 你们这里闹鬼 真的假的 当然是假的 这个世界上哪有鬼啊 这都21世纪了 我们应该相信科学 不能老是封建迷信 店长解释完 有些歉意的说 不好意思 店里的红色长裙 都有一些质量上的问题 下午都拿回总部去处理了 你有没有其他喜欢的颜色 红色的裙子都有问题 秦征发现 店里没有一条红色裙子 猜测是店里的员工 给处理掉了 是啊 都有问题 店长不想再讨论红色裙子 转移话题说 我觉得您很适合那种宝蓝色 宝蓝色特别衬肤色 款式也很优雅 我拿给您试试 那你拿过来给我看看 店长带着店员 去拿礼服给秦征选 秦征则是在店里转了转 这个礼服店有上下两层 还是挺大的 他转了一圈 都没看到过红裙子 也没看到那个 藏在礼服里的鬼魂 没多久 店长和店员 推着一排礼服走过来 店里的宝蓝色礼服 都拿过来了 您都要试一下吗 我就是这件吧 秦征选了其中一件礼服 转身去了试衣间 需要我帮您吗 店长询问道 试礼服不像是普通衣服 需要他人帮忙整理一下 秦征进了试衣间 把自己的手机藏好 只录出了摄像头的那一脚 不需要 我自己就可以 看到秦征准备试礼服 直播间的观众都一阵兴奋 这个主播他能处 他试礼服也给大家看 嘿嘿嘿 快试啊 感觉秦征超级适合这条礼服 你们别光顾着看秦征啊 这个试衣间不对劲 卧槽 秦征小心啊 有东西从隔壁试衣间过来了 妈妈呀 还真有东西躲在那里 吓死我了 手机的直播画面 对着秦征的背后 也就是十一间的挡板处 只见挡板上方 突然飘出来一条鲜红色礼裙 礼裙的红色丝带 从上方垂落 正好落在秦征的后脑勺处 下一秒 红色丝带突然舞动起来 想要从后面 缠住秦征的脖子 第133章 脸都被打成猪头了 观众们眼见着红色丝带 就要缠住秦征的脖子 忍不住平住了呼吸 秦征的背后 像是长了眼睛一样 还没转头 就一把拽住了红色丝带 然后把上空飞着的红色裙子 给拽了下来 就是你在做怪 秦征把红裙子拽下来之后 狠狠地甩在了对面的墙上 啊 观众们听到了一声 女人的惨叫声 还看到红裙子里面 有一个黑影 隐约能看清 裙子里是半透明的人影 我的天 还真有鬼 这个女鬼的表情好猙獰 妈呀 她的爪子好尖啊 秦征小心点呀 Cree还敢狡辩说 没鬼 这不是有吗 幸好我今天路过 没有去他们家买衣服 谁要是正好买了这条裙子 岂不是倒大霉 看到女鬼现身 观众们吓了一跳 特别是看到女鬼 朝秦征扑过来 他们都忍不住 为秦征捏了一把冷汗 结果秦征却把那条红裙子 按在地上一顿狂揍 手机摄像头没拍到他们 但是录到了女鬼的惨叫声 啊 饶命饶命啊 我不是故意的 我就是想吓吓你 饶了我 那什么 这是女鬼在叫吧 女鬼 到底谁吓谁啊 能不能给我一点面子 好像是的 秦征也太彪悍了吧 居然把女鬼做得哇哇叫 真不愧是我争解 YYDS 店长和店员在外面 等着秦征是礼服出来 却听到了一阵阵女人的惨叫声 两人不由都觉得一阵背脊发凉 请问 你是好礼服了吗 店长犹豫许久 终是开口询问 还没有 秦征回答了一句 停下了手中的动作 女鬼见她停手 穿着红裙子 就从试衣间的门帘底下钻了出去 啊 什么东西 外面传来了店长和店员的惊叫声 秦征掀开门帘出去 红裙子女鬼来到了店长的背后 从后面掐着店长的脖子 店长 就是这个裙子 店员颤颤巍巍巍的指着店长的身后 那个红裙子又出现了 她会飞 女鬼的红色丝带 也缠在店长的脖子上 导致店长呼吸不顺 脸色胀的通红 救 救救我 救命 你最好放开 秦征冷冷地看着女鬼 你别过来 不然我就杀了她 女鬼在店长背后缓缓现身 她身上的鬼气也越来越浓郁 几乎形成一团黑雾 把店长和店员笼罩在一起 他们根本无法承受这么浓重的鬼气 直接昏厥了过去 你可以试试 秦征把玩着手里的浮露 你要是敢当着我的面杀了她 我可以马上让你魂飞魄散 我凭什么不能杀她 她该死 女鬼的眼里涌出强烈的不甘 身上的怨气也越来越重 她做小三插足我和我老公之间的感情 害我流产之后 还偷偷杀了我 我死了之后 她和我老公结婚 两人倒是过上了好日子 凭什么 你告诉我 凭什么她可以活着 我却要死 秦征眯了眯眼眸 盯着店长的面相看了一会儿 刚才女鬼身上的鬼气很重 她倒是没看出来 女鬼和店长有因果关系 这就是你在这里作乱的原因 对 我要让她失去工作 失去爱情 然后再失去一切 女鬼看向秦征的神情 多了几分祈求 只要你能让我报仇 等我报完仇 你让我魂飞魄散也行 原来这个店长是小三啊 还害死了袁佩和孩子 怪不得女鬼要找她报仇 只能说这个店长活该 秦征 还是给这个女鬼一个机会吧 我觉得她好可怜 我觉得还是调查清楚比较好 女鬼说的也不一定是真的呀 对对对 先调查清楚他们之间的事情 秦征先把自己的手机拿了回来 看到了网友们发的弹幕 她对他们说 放心吧 我会调查清楚这件事 至于Cree店里的闹鬼传闻 我已经正式给你们看了 以后别来这里买衣服了 好的 保证不来买了 我可不想倒霉一辈子 他们家公关还一直不承认 把顾客当傻子 要是别人不知情来这里 被鬼缠上可怎么办 就问Cree的脸疼不疼 还说什么拍视频故意的 郑姐直接把你们的脸 给打成猪头 不少网友截取部分 秦征直播的片段发到网上 还atCree官方以及秦宇诺 直接让他们无力反驳 Cree的品牌口碑跌倒了谷底 礼服店里 秦征看向女鬼 你说店长杀了你 那为什么她还在这里 没被警察抓起来 她把我的尸体藏了起来 到现在都没人发现 你死了多久了 一个礼拜 你这么长时间没出现 家里人没报警吗 女鬼的脸上带了几分自愁 我老公就知道在外面乱玩 她都没发现我不见了 我家是外地的 嫁到这里一直做家庭主妇 也没有什么朋友 倒是个可怜人 秦征会算命 她看过女鬼和店长之间的因果 自然知道她没有说谎 你想让她失去一切 目前看来 她的工作肯定没了 秦征对女鬼说 如果你老公知道她杀过人 肯定也不会再和她一起 女鬼仔细想了一会儿 觉得秦征说的有道理 如果警察查到店长杀过人 这个女人肯定会被判重刑 下半辈子都要在监狱里度过 活得生不如死 这可比杀了她更好 那你能不能帮我报警 我带你去藏尸的地方 可以 藏尸的地方就在这个商场 女鬼对秦征说 商场顶楼有一个废弃水塔 那天她骗我去了顶楼 杀了我之后 把我的尸体扔到了水塔里面 秦征去顶楼看了一眼 那里确实有个废弃水塔 水塔外面笼罩着一层淡淡的阴气 她打了报警电话 说在这边发现了尸体 让警察过来调查 警察过来的路上 还联系了商场负责人 商场负责人率先来到顶楼 等警察的时候 见到了秦征 就是你报警说 这里有尸体 商场负责人不满地看着她 饭可以乱吃 话不能乱说 我们商场干干净净 不可能有这种事 她的眼神带了几分威胁 你最好和警察解释清楚 说你是闹着玩才报警 要是等会儿警察来了 什么东西都没发现 我们会找律师报你诽谤 既然我报警了 那就说明不可能没问题 秦征冷淡地看着她 丝毫不在意商场负责人的威胁 这人明显就是想稀释宁人 不想让事情闹大 对商场造成不良影响 你这丫头 怎么一点都不失去 商场负责人神色恼怒 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 把他给我抓起来 他带过来的两名男员工 神色不善地朝秦征走过来 第134章 Cree彻底凉凉 看到两名男员工 神色不善地朝自己走过来 秦征眯了眯眼眸 眼里闪过一丝冷色 你们想干什么 把他给我带走 商场负责人冷笑道 把他的手机也收起来 等到警察来了 就说是有人恶作剧 其中一名男员工 要来抢秦征的手机 结果刚把手伸过去 秦征就捏住了他的手腕 随后鼓裂声传来 啊 男员工痛苦地惨叫一声 脸上的表情有些扭曲 另一面男员工见了 连忙上前帮忙 抢夺秦征的手机 秦征把手机放到一旁 松了松手腕 没一会儿 顶楼天台传来一阵阵哀嚎声 两名男员工被他打趴下 躺在地上起不来 商场负责人看到这一幕 惊得冷汗直流 完全没想到 秦征的身手这么厉害 你 你别过来 看到秦征朝他走过来 他下意识往后退 正好退到了楼梯口 看到了好几名警察从楼梯处走上来 谁报的警 警察刚问了一句 商场负责人直接冲到了他们身边 大声哭嚎道 我要报警 这个女人无故殴打我们 你看我的那两个员工 都被他打得起不来了 看到不远处躺在地上的两个男员工 警察诧异地看向秦征 刚才电话报警的人是你 为什么打人 是我报的警 秦征解释道 我报警说这里有尸体 他过来就说不可能 还让我改口说我没尸体 人命关天的事情 我怎么可能改口 他就想让员工把我抓起来 他们先动手 我才会为了自我防卫而打人 这应该没事吧 如果是自我防卫 当然没事 警察看向商场负责人的眼神 多了几分冷练 我们让你过来配合调查 你做这种事干什么 冤枉啊 我真没有威胁他 我接到你们的电话之后 带着员工先过来 结果他冲过来就打人 还要诬陷我 警察皱着眉看着他们 有点没法分辨谁说的是真 最后只能让同事 先去调查顶楼天台的监控录像 听到警察的吩咐 商场负责人心中冷笑 顶楼天台的监控坏了 根本拍不到什么 只要他死不承认 那就是这个女人故意殴打他人 不用去看监控 秦征突然说道 刚才我开着手机直播 虽然没拍到他们 但是录下了 他威胁我的那些话 你 商场负责人面色大变 不敢置信地看着秦征 秦征走到警察身边 把手机录播给警察看 警察看完之后 直接让人先把商场负责人 和两名员工看管起来 你说的尸体在哪里 在这个废弃水塔的里面 秦征带警察 带来的废弃水塔的旁边 警察让商场负责人 去拿了大锁的钥匙过来 打开水塔的盖子之后 众人就闻到了一阵浓烈的恶臭 好臭 里面肯定有东西 那些黑色的是头发吧 下面应该有一具女尸 警察用打捞工具 在里面捞了一会儿 底下裹针服上来 一具长发女尸 秦征站在一边 他盯着商场负责人看了会儿 这家伙的面相有点问题 沾了些晦气 难不成也和这个案件有关 秦征想了想 开口对他说 你这么想稀释宁人 你是不是早就知道 这里有问题 所以不让我说 我什么都不知道 商场负责人的神色 有点闪躲 他看到尸体被警察 从水塔里弄出来 他的脸色更加苍白 浑身发软地靠在一侧的墙边 反应这么大 秦征好拯以侠地看着他 难道你就是凶手 不是 我不是 商场负责人说 那个女人才是 话说一半 他意识到 自己说漏嘴了 连忙又停下 看来他真的知道什么 秦征冷冷地望着他 现在都找到尸体了 很快就会抓到凶手 你知道什么 却藏着不说 到时候警察调查到 你就是包庇罪 先是威胁我 又是包庇凶手 够你在牢里蹲个十几年 但你要是老实交代 说不定还能减轻刑法 听到秦征这番话 商场负责人的神色 有点动摇 最后 他看到来顶楼的警察越来越多 还是咬了咬牙说 我确实知道凶手是谁 我可以全部交代 克里的店长杀人之后 商场负责人来顶楼检查设备 正好看到了全过程 本来他想报警 但是店长发现了他 过来说给他一笔钱 让他忘记这件事 商场负责人收下了钱 自然帮着店长隐瞒 他早就知道 水塔里面藏着尸体 所以知道有人报警 才会这么激动 他看到报警人 就是个年轻女孩 就想吓吓她 让她别报警 可没想到 秦征就是个硬查 根本不是她能对付的 警察发现了女鬼的尸体 又有商场负责人 作为证人指认凶手 克里的店长 直接就被警察带回了警察局 看到店长被抓 女鬼身上的怨气 才淡了一些 秦征就帮他超度了一下 然后联系英差苏锦来 把他带走 苏锦过来的时候 又给秦征带了一个地府特产 这次倒不是什么名字 奇怪的奶茶 而是直接给他带了一份 爆炸鬼脑花 百分百纯鬼脑 好吃得很 想到苏锦离开前说的话 秦征的嘴角抽了一下 虽然这份脑花里面 蕴含着极其浓郁的死气 但秦征还是没法下口 最后就把这份爆炸脑花 便宜了山肖 战斗机看到山肖再吃脑花 他也凑过来尝了几口 结果吃完就晕了过去 暂时没法承受这么强的能量 需要昏迷几天来消化 第二天上午 克里店长杀人的新闻上了热搜 之前 克里店里闹鬼的事情 让不少人关注着这个礼服品牌 所以 警方公布犯罪新闻的时候 很快就有人发现 这人还是克里的店长 怪不得店里会闹鬼 原来这个店长是杀人犯 我还去他家买过礼服 想起来真是后怕 杀人犯居然就在我旁边 秦征说的没错 他家的礼服真是会气死了 那是死者的冤魂吧 不做亏心事 不怕鬼敲门 别的地方没有鬼 偏偏克里店里有 说明克里就是有问题 接连爆出负面新闻 克里礼服的股价不断下跌 店里的生意也是越来越差 基本没人还敢买他家的礼服 后来秦宇诺看到店里的营收越来越差 连最开始的本金都没法回本 他简直气不打一处来 几天后 秦征去参加国际电影节 只是秦征没获奖 电影节对他来说很无聊 江瑶就说带他去玩赛车 江瑶倒是要领奖 但他不在乎那些奖项 所以让经纪人去领奖 两人来到赛车场地 正好遇到有车队在比赛 他们走过去 却看到一个熟人 被一群赛车手按在地上揍 第135章 不会 但可以陪你玩玩 江瑶 萧承宇被好几个赛车手按在地上 他看到江瑶过来 连忙朝他大喊 救救我 江瑶 哥 你是我亲哥 江瑶的嘴角抽了一下 但还是上前帮忙 他走过去 把那些人拎起来扔到了一边 他们爬起来想还手 直接被江瑶揍了一顿 其中一名赛车手躲到后方 不满地骂道 哪个兔崽子打我 这是二爷要教训的人 谁敢阻拦 你骂谁兔崽子 江瑶冷冷地扫过去一眼 那人看清江瑶的容貌 吓得脸上一抖 江瑶 你 你怎么在这里 江瑶认得这个人 他瞇了瞇眼眸 眼中多了些暗色 江赵在这里 是 那人发现是江瑶来了 连忙拉着同伴准备撤 他口中的二爷 就是江家二少爷江赵 也是江瑶的二哥 他们这些江赵的狗腿子 敢欺负萧晨宇 但没胆子 在江瑶面前放肆 虽然江瑶不是江夫人轻生的 但他是江老爷子最喜欢的孙子 看到那些人跑了 江瑶就把萧晨宇从地上拉起来 萧晨宇这才看见 走在江瑶后面的秦征 队长 你怎么也来了 江瑶说 带来我来开赛车 秦征诧异地看着他 你不是摇滚歌手吗 怎么在这里开赛车 还被人揍了 我的主要职业是摇滚歌手 开赛车是我的爱好吗 萧晨宇看了眼江瑶 我和江瑶就是在赛车比赛认识的 说到开赛车的技术 小爷我只承认江瑶比我厉害 至于今天这事 说到这里 萧晨宇一脸郁闷 那个天杀的江赵 输不起就别玩啊 今天我和他的车队有一场比赛 然后我赢了 江赵非要说我别他的车 违规开车才导致他输了 他输了不甘心 所以就找这个借口 让人收拾我 江赵 秦征觉得这个名字有点熟悉 他转头看向江瑶 是你那个二哥吗 我记得 你上次和我说过他的名字 对 就是他 江瑶皱了皱眉心 想到了上次的那幅古画 等会儿我带你去见他 你帮我看一下 是不是他换了我的命格 好 上次的古画 就是江赵送的 古画里的厉鬼 差点夺射江瑶的魂魄 所以秦征怀疑 江赵可能就是 调换江瑶命格的人 队长 萧晨宇来到秦征身边 小声问他 你这里有没有暗戳戳 能收拾别人的福禄 给我来一张呗 你要收拾江赵 对啊 萧晨宇指了指自己的脸蛋 你看他的狗腿子 把我打得多少惨 明面上我得罪不起江赵 可是我咽不下这口气 江瑶见他离秦征这么近 直接将他推开了一些 买什么福禄 等一下我帮你收拾他 江瑶的眼眸暗了暗 上次古画的事情 他还没找江赵算账 唉 这样也行 萧晨宇摸了摸脸上的伤口 轻丝一声 疼死小爷了 你们先过去 我去医务室上个药 晚点来找你们 江瑶点了点头 先和秦征一起去了 车队比赛的地方 他们刚过去 看台上的江赵 就看到了江瑶 他身边还站着几个赛车手 正是那几个被江瑶揍过的人 难得压江瑶 第一次见你 带着妹子来赛车场 江赵推开身边的赛车手 笑嘻嘻地朝江瑶走过来 虽然他笑着 但是眼神却让人很不舒服 带着刺一般 听说还是个明星啊 介绍给二个认识认识 江赵看向秦征 目光轻挑 突然伸手要去捏秦征的下巴 秦征一把捏住他的手腕 手上的力气渐渐加重 你 你放开 江赵的脸色越来越白 随着秦征的力道越来越重 他的额脚渗出一层薄汗 我让你放开 听不懂吗 江赵的语气也带上了几分怒气 眼神阴冷 哦 秦征冷淡地应了一声 他放开的时候 顺手往前推了一把 导致江赵没有站稳 整个人往后倒过去 二爷 江赵身边的那些个跟班 连忙过来扶他 但还是没有扶住 江赵非常难堪地 摔了一个屁股蹲 跌倒在地上 看到江赵的狼狈 江瑶勾了勾唇 二哥最近身体这么虚啊 怎么让妹子轻轻碰一下 就站不住了 这丫头的力气还真是大 看来是个泼辣性子 江赵的眼神冷了冷 垂在身侧的右手一阵阵发抖 本少爷就喜欢这种有性格的姑娘 江赵扯了下唇 皮笑若不笑地又说 听说你开赛车特别厉害 我最近正好迷上了赛车 你陪我开一拳 你要是输了 就把这丫头让给我玩玩 听到江赵的不当言辞 江瑶的神色有些不悦 她是我朋友 又不是什么物品 我不会拿她当赌注 哪怕她知道自己肯定会赢 但也不会答应这种要求 怎么 不敢啊 江赵清朝地说 不是说你拿过锦标赛的冠军吗 冠军就你这样 看来有不少水分 冠军当然没有水分 秦征冷声开口 只是江瑶懒得和你这种垃圾比 不如我和你开一圈好了 听到秦征的话 江赵的眼神陡然阴致 就你 你会开赛车吗 不会 但可以陪你玩玩 江赵大笑了起来 你不会你在这里说什么 不会还被我玩 小心死在路上 你别乱来 江瑶也在秦征身边低声说 开赛车和普通的车不一样 这边的比赛山道也特别危险 很容易出车祸 赢她不是问题 秦征快速对江瑶说了一句 然后看向江赵 难道你不敢和我比 那你可别在江瑶面前丢人显眼 比就比 江赵冷笑道 这可是你说的 到时候别吓哭了 你要是输了 离开江瑶作女朋友 江赵看过网上的一些绯闻 他以为秦征和江瑶是情侣关系 这种赌注有什么意思 秦征玩味笑道 你要是输了呢 你就跪下科三的响头 叫我一声姑奶奶 我输了同理 叫你一声爷爷 怎么样 美女给我下跪叫爷爷 江赵盯着江瑶看了会儿 见她眉心紧皱 一副想把秦征的嘴巴捂住的样子 江赵又得意地大笑道 好啊 就这样 让江瑶的女朋友当众给她下跪 也算是打江瑶的脸 第136章 那就都去死吧 这里这么多人看着 说了 你可别反悔 江赵对秦征说 到时候输了 就给我乖乖跪下叫爷爷 秦征冷淡地望着她 说不定是你输了 那你也别耍赖 我不可能说 江赵神色不屑地说 连你这个小丫头都比不过 我的脸往哪里搁 江赵转头又吩咐一名赛车手 你去准备一下 让那些赛车手都从车道上让开 顺便把石石根拍开起来 让大家看看 我是怎么赢的 看到江赵让人去准备比赛 江瑶将秦征拉到一边 你之前开过赛车吗 没啊 江瑶的表情慕了一下 盯着秦征看了许久 那你还说肯定能赢她 你都不会怎么赢她 还是让我来吧 我会开车啊 你和我讲一下赛车的规则就行 开赛车和普通汽车不一样 而且这个俱乐部的车道 还特别难开 以前还有几个赛车手 在路上出了意外 江瑶还想劝说秦征放弃 但秦征却定定地望着她 江瑶 你相不相信我 我 江瑶张了张纯 不知道该怎么说 她也想相信秦征啊 可是秦征根本没开过赛车 让她怎么相信她能赢 我不是不相信你 江瑶委婉地说 我只是不想你在路上出意外 如果你想参与比赛的过程 可以坐在我的副驾驶 秦征点了点头 可以 那你坐在我的副驾驶吧 江瑶 下化线 她不是这个意思啊 赛车不是教练车 副驾驶也没有副刹车 她坐在副驾驶有什么用 出现意外情况 也不能做什么 你先和我说说比赛的规则 见她这么执着 江瑶心中叹了一口气 只能先把比赛规则告诉她 你开我的车吧 我正好在这边有一辆赛车 好呀 秦征看了眼江赵的方向 就见她准备去挑选赛车 那你带我去看看你的赛车吧 我先试试手感 江瑶先带秦征去了存车的地方 她在俱乐部里面还买过一个车库 里面停着三辆贼拉库炫也贼贵的赛车 这些都是我自己改装的 比俱乐部的车好很多 江瑶打开车门对秦征说道 她想了想 又说 你要是有喜欢的 我可以送你一辆 我们慢慢练 可以等到熟练以后再和别人比赛 那今天呢 今天我替你去 你还是不相信我秦征轻横一声 我以前开过天上飞的战车 还得一边开车 一边和别人打架呢 这可比开赛车难多了 又胡说八道 江瑶使劲揉了下她的脑袋 之前秦征还骗她说她吃过鬼和妖兽 江瑶自是把这次的话也当做玩笑 她把车要是递给她 你先去试试赛车的手感吧 秦征试了一下三辆赛车 最后选了一辆叫做银翼的深灰色哑光赛车 赛车的造型充满了未来机械感 选完赛车之后 萧承宇过来找他们 正好看到秦征换上了赛车服 漠黑的长发砸起了高马尾 眉眼清冷 一身黑白相见的赛车服 单手抱着赛车手的头盔 阴气洒爽 让人移不开目光 队长 你要开赛车呀 这也太帅了吧 看到秦征穿着赛车服 萧承宇眼睛闪亮亮地盯着她 等一下帮你报仇 秦征拍了拍萧承宇的肩膀 我听到别人说 有人要和江赵比试 不会就是你吧 萧承宇不敢置信地看着秦征 没想到队长你还会开赛车 你也太全能了 你还有什么不会的吗 不会做饭 秦征对自己的短板 有非常清晰的认知 好在修炼之后可以避骨 她好几年不吃饭 也不至于饿死 我会做饭 我会 以后我给你做饭 你滚远点 江瑶走过来 一脚把萧承宇踹开 她看到萧承宇一脸小迷地的样子 有些烦躁地皱了下眉心 而秦征根本没听见萧承宇的大喊声 她已经戴上了头盔 坐进了驾驶座里面 准备再开一圈试试 江瑶推开萧承宇 也坐进了赛车的副驾驶里面 等会儿我和你一起 刚才她劝了半天 都没让秦征改变主意 所以只能跟着她一块上了 要是出现什么意外翻车了 还能帮忙把秦征从车里拖出来 秦征诧异地看了她一眼 当才她不是对于坐副驾这件事 很抗拒吗 怎么这会儿又愿意坐在副驾了 不过她也没多说什么 开着赛车朝车到起点去 他们抵达起点 秦征刚下车就听到江赵嘲讽地说道 这么久时间才过来 我还以为你们跑路了呢 秦征神色淡淡地看着她 什么时候开始 现在就可以开始 江赵看了眼副驾驶的江瑶 眼里闪过一丝暗芒 你还要带个人啊 那为了公平起见 我也带个人 免得你说了 说我欺负小姑娘 江赵随便选了一个手下 他们都坐进了各自的赛车 然后开始比赛 江瑶的赛车性能好 刚起步就把江赵给甩了下来 江赵看着超过自己的银翼赛车 情绪也没什么起伏 她开过这条车道好几次 早就对路线了如指掌 怎么可能会输给秦征这种 几乎碰过赛车的新手 而且 秦征还没在这个车道开过 可是时间过了三分钟 江赵的脸上 渐渐地出现了焦躁的表情 因为每次他想超车 秦征的银翼都会刚好堵在他前面 让他没法超过去 他居然还会卡别人 不像是个新手啊 江赵身边的手下 不自觉地感慨了一句 而且他觉得 秦征卡车的技术特别高超 每次都卡得刚刚好 江赵想撞他的时候 他又加速跑了 简直气死人 你不说话 没人当你是哑巴 江赵阴沉的声音传来 身边的手下不敢再多说什么 而江赵看着前方的银翼赛车 漆黑的眼睛越发冰冷 还带了点点阴狠的杀意 既然江瑶也在车上 那就都去死吧 不远处 他们正要经过一个极其狭窄的半山腰弯道 要是不小心撞到旁边的护栏 赛车都可能掉下去 秦征的银翼正准备过弯道 江赵突然加速猛冲了过来 自己的赛车都不打弯 不管不顾地撞向银翼的车体 银翼偏离车道 直接朝旁边的护栏冲过去 砰的一声 银翼赛车撞断了护栏 即将掉下山崖 江赵在另一辆车里看到这一幕 嘴角勾起一抹得意的笑容 第137章 磕头叫姑奶奶 比赛的过程有试试跟拍 终点的看台上 不少观众和赛车手 看到这么惊险的一幕 不由道西一口凉气 依照目前的形势 秦征的银翼被撞后 肯定会掉下山崖 我的天 怎么撞上了 江赵的车没转弯 明显是故意的 看来江家兄弟不合的传闻是真的 江赵恨不得弄死江瑶这个三弟 江瑶那个朋友也是头铁 招惹谁不好 非要去招惹江赵 众人讨论之间 秦征和江瑶所在的银翼赛车 爆发出一阵强大的能量 即将冲出围栏的赛车 像是被人按了暂停键 硬生生停在半空中 过了几秒钟之后 银翼赛车以众人不敢置信的方式 在空中转了一圈 硬生生开回了围栏内侧的车道中 然后直冲江赵的赛车 轰的一声巨响 江赵还没有反应过来 他的赛车就被撞飞了出去 撞到了不远处的山岩上 然后掉落下来 车体彻底翻转 呲呲呲的响声传来 赛车的引擎都被撞飞了 秦征开门下来 摘下了赛车头盔 山间的冷风吹在他身上 吹乱了他的发丝 秋水般的清冷眼眸中 裹挟着刺骨的寒意 他走到江赵的赛车旁边 打开驾驶座的车门 江赵的衣领 把他从车里拖了下来 扔在旁边的地上 见他想要爬起来 秦征直接一脚 踹在江赵的胸口 将他踹倒在地 你的车引擎都废了 看来赢不了了 不如现在就兑现承诺 不 我还没说 江赵死死地瞪着秦征 捂着胸口 想要起来反抗 但是刚才那一撞太猛了 他感觉自己有轻微的脑震荡 脑袋一阵炫愈 根本站不起来 没输 秦征上前一把薅住他的头发 将他如死狗一般 拖到车边 他指着轮子 都飞了一个的赛车冷笑道 这样的破车 你还想怎么开 看来是想反悔啊 秦征微微一笑 但是笑意却不达眼底 那姑奶奶来帮你磕头 他抓着江赵的头发 砰的一声 将他的脑门磕在地上 一个响头 砰的一声 秦征按着江赵的脑袋 像是拍皮球似的 又往下磕了一个 两个响头 江赵磕完两个响头 额头已经红了 还有鲜血渗出来 终点观众席的人都看呆了 萧承宇手里抱着一包瓜子 吓得全抖了出来 他第一次见有人敢这么对江赵 江赵他亲爹亲妈 可是帝都顶级世家出身 上面还有一个亲大哥护着 向来都只有他目中无人地欺负别人 哪有人敢这么对他 也就同样受到江家重视的江瑶 能收拾他一下 三个响头 秦征按着江赵磕完三个头 然后抓着他的头发 让他看向自己 终于磕完了 该叫声姑奶奶了 你 给我等着 江赵的眼睛充满了血 英智地看着秦征 眼里翻涌着愤怒 耻辱和仇恨 恨不得将秦征碎尸万段 这种话我听多了 真没有心意 不叫是吧 那就再嗑一个 秦征勾唇笑着 眼里却是一片冰冷漠然 冷风吹乱了他的碎发 背后的山顶是星红漫天的落日 让他的身上多了几分血腥的杀气 宛如杀神 砰的一声 他按着江赵的脑袋 又往地上重重地嗑了一下 你 你放开我 啊 江赵感觉眼前一片发黑 死在这个女人的手里 秦征恍如未闻 又按着他磕了两个头 江赵这才怒吼出声 姑奶奶 行了吧 停 你给我停下 没听清 秦征做事又要给他来一下 江赵下意识身体一抖 连忙又喊道 姑奶奶 你是我姑奶奶 行了没 秦征这才满意 以后见面 记得放尊敬一点 毕竟我是你长辈 他放开江赵 捡起地上的头盔 抬头就见江瑶愣愣地看着自己 秦征不由眨了眨眼 他自己说 要给我磕头的 平时我可是很温柔的 你别害怕 江瑶 下化线 你确定你很温柔吗 江瑶倒不是害怕 只是又一次被秦征的能力给震惊到了 他想破了脑袋 都没想到赛车可以停在半空中 秦征戴好头盔 坐到了赛车的驾驶座里面 江瑶也连忙坐进了车里 赛车一路急迟 很快就到了终点终点的那些看客 看到秦征下车 忍不住心里发颤 第一次见人这么开车 也是第一次见人敢按着江二爷磕头 这女人哪里是凶残 简直就是不要命 找死 秦征走过来 一大群人突然整齐滑衣地往后退 让秦征看得莫名其妙 队长 江瑶 萧辰宇抱着半包 瓜子跑过来 笑嘻嘻地说道 刚才江赵磕头磕得好想 真是一颗好头 可惜我没在现场 想到江赵的惨样 他都觉得自己身上的伤不痛了 秦征淡淡一笑 你开心就好 滴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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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护车的声音传来 朝江赵出事的地方而去 萧辰宇看到之后 收起了笑容 不过江赵毕竟是江家的人 他伤得很重嘛 我担心江家人找你麻烦 你当我死的 江瑶冷不丁出声 看着秦征说 不用担心江家的事情 我来摆平 我自有办法 让江家人追究不了 我就知道 你不会做事不管 那我就放心了 萧辰宇黑黑一笑 看了看江瑶 又看着秦征眨眨眼睛 萧辰宇看着他们俩的眼神 带着几分耐人寻味的暧昧 但秦征没看懂 你眼抽了 要不要去看一下医生 萧辰宇 这次的赛车事件后 江赵被撞得轻微脑震荡 又手臂还骨折了 江家众人大怒 特别是江赵的母亲江夫人 素来宠爱这个小儿子 是要找秦征算账 不过当天晚上 江瑶回了一趟江家 他只是在江老爷子的书房 待了半个小时 江老爷子后来就勒令江夫人 不准追究此事 江老爷子 还让江赵日后改改性子 别这么张扬跋扈 这件事就这么不了了之 江赵还得住院许久 半个月之后 江瑶和秦征要前往拍摄 巅峰挑战 萧辰宇也参加了第二期 除了他们之外 还有一个他们都意想不到的人物 第138章 求生综艺第二期 有人又作死 秦宇诺也要参加巅峰挑战 秦征看着手里的人员名单 微微皱起眉心 我之前怎么不知道 临时让他加进来的 据说是寻真格给节目组投了钱 陶安叹了口气 这女人真是阴魂不散 到时候 你小心一点她 该她小心我才对 秦征真不明白 秦宇诺是怎么想的 难道之前在剧组拍电影 受到的教训还不够 这次又上赶着找死 陶安继续对秦征说 先不管她 这一期的节目规则有变动 我和你说一下 这次不能带吃的喝的 和其他工具 每个人只能带一样防身的东西 这么严格 秦征有些诧异 如果连初始的食物和水都不能带 光是找食物 水源 生活这三样事情就能难倒很多人 节目组专门买了一个荒宝 这次的节目形式将会更加贴近荒野求生 所以限制也会更加多 而且他们还挖了两个国外的求生大佬 过来当嘉宾 要是难度太低的话 人家估计都觉得没意思 那倒也是 秦征点点头 他对这种难度没什么意见 毕竟对于他来说 那些求生技能都是小意思 参与的嘉宾总共有八个人 到时候会两两组队 以小队的形式进行竞争 最后获胜的小队会获得五千万奖金 至于竞争的形式和获胜的方法 节目组还没告诉我 等到开拍的那天 他们才会统一告诉你们 陶安差不多说完了第二期节目存在的变动 秦征的关注点都在五千万上面 这次节目组真是大手笔啊 秦征又算了算自己的小金库 要是能拿到五千万的奖金 说不定我能在玉京府买个小别墅了 他一直惦记着那边的别墅 最好能住到江瑶的隔壁 这样就能每天去江瑶家里蹭饭 顺便蹭一层他的死气 你要买玉京府的别墅 陶安惊诧地看着秦征 那地方的别墅 最便宜的都要两个亿呢 你的小金库有这么多吗 什么 得两个亿吗 秦征本以为上亿就够了 看来他还得多赚点 看到秦征没说话 陶安又把话题转到了巅峰挑战 上面 每人只能带一样防身的东西 你想带什么 这个东西有限制吗 没有 那我带鸡哥 哈 秦征过去把猫窝里的鸡哥抱起来 这家伙这段时间在家里不是吃就是睡 也该带他出去活动活动了 他转头看到陶安呆滞的表情 不由问道 节目组说不能带活物吗 那没有 带你的鸡算食物吧 我这是战斗鸡 不是食物 陶安服了服额 你说不算数啊 得节目组的人说他不算食物才行 参加节目的过程中 我不可能把他吃了 陶安见秦征 执意要带着大公鸡去综艺 只能妥协地说道 那你和节目组解释清楚 如果他们还是不让你带 那也没办法 第二天 节目组的保姆车过来接秦征去动员大会 由于上一期节目爆火 直接让节目火出圈了 所以这一期办得特别隆重 动员大会在帝都举行 还邀请了不少看综艺的粉丝来现场 秦宇诺率先抵达现场后台 他身边还跟着一个黑衣服的男人 男人的全身都是刺青 除了两条大花臂 还剃了个光头 连脖子和头顶上都有刺青 耳朵上戴着一个骨钉 他看人的眼神特别阴沉 一看就是个不好惹的家伙 邪龙 秦宇诺叫了他一声 伸手指向秦征所在的地方 你看那个女人 我身上的酱头术是不是和他有关 不是他 邪龙看了眼秦征 很快收回视线 他这么年轻 根本不可能制作如此厉害的酱头术 这种级别的酱头术 在我们国家 起码得是七十岁以上的老巫师才能制作 邪龙是秦宇诺哥哥 派来帮助他的东亚酱头师 最擅长神不知鬼不觉地给人下酱头 让人受尽折磨 痛苦而死 他见到秦宇诺的时候 就看出他是中了酱头术 我也觉得不是他 秦宇诺不信秦征能有这么厉害 那你尽快想办法 解掉我身上的酱头术 我可不想什么时候又突然摇花手 秦宇诺看着秦征的方向 眼底闪过一丝狠色 另外帮我收拾秦征 我要你用最恶毒的酱头术 让他受尽折磨 那当然没问题 邪龙看了眼秦征的方向 眼睛微微眯起 他拿出一顶鸭舌帽带上 然后低着头朝秦征的方向走了过去 他撞到秦征之后 什么话都没说 然后就走了 秦征回头看了他一眼 伸手摸了摸自己 披在肩上的长发 刚才他感觉到了 这个男人拽了他一根头发丝 如果是寻常 可能会是意外 可是这个男人身上有邪气 邪术师 不对 是降头师 秦征看着邪龙没多久 就认出了他的身份 但是他也没在乎邪龙 拿走他的头发 因为降头师对同行下降头 有一个很大的机会 那就是 必须确保自己的能力高于对方 不然就绝对会翻车 降头师翻车的结果 那可就惨烈了 比如上次的降头师于爷 可是连小命都没了 邪龙拿到秦征的头发之后 就去了后台的一个休息室 秦宇诺也来了这边 正在休息室的房间里面等他 你拿到了吗 准备用什么降头对付他 看到邪龙进来 秦宇诺激动地追问道 鬼将 这是最厉害的降头术 邪龙从口袋里 掏出一个血红色的鬼牌 咧嘴阴森森地笑 你不是想让他受尽折磨 我让这个老变态厉鬼去缠着他 这个老变态 生前就喜欢用各种恶心手段折磨女人 玩死了好几个女的 好 这个好 秦宇诺看到鬼牌上方 浮现一个丑陋的老年男鬼 他心里有点害怕 但想到秦征要倒霉 他又忍不住兴奋 让他使劲糟蹋秦征 邪龙把秦征的头发 缠着鬼牌上 开始施展降头术 老变态的鬼魂 从鬼牌飘出来 离开房间去找秦征 第139章 谁也不能阻止 我摇花手 动员大会还没正式开始 秦征和经纪人陶安 也在休息室中 他们带来的大公鸡 被装在一个猫袋里面 工作人员过来找秦征 等会儿动员大会开始 会让大家展示一下 自己要带的东西 你带什么呀 我能带这个吗 秦征把大公鸡抱了出来 工作人员的表情有点凝滞 大公鸡是食物 工作人员还没说完 秦征就反驳道 它不是食物 它是战斗鸡 上期节目中 它的表现就很不错呀 我去问一下导演吧 工作人员也知道这只鸡 还有不少观众 是为了看这只鸡 才看的综艺 所以 他没有直接回绝秦征 等到工作人员离开 秦征又问陶安 只能带一样防身的东西 难道连帐篷和衣服 都不能带吗 秦征倒是没什么问题 反正他可以使用净尘术 只是他记得 将咬有洁癖 这些节目组 会给你们准备 陶安说 虽说是荒野求生 但毕竟有一人参加 不可能让你们活得和野人一样 秦征点了点头 大公鸡扑通翅膀 朝着门口的位置飞了过去 正好把偷偷进来的厉鬼 一巴掌拍飞 找死 厉鬼的眼眸变得心红残忍 浓郁的鬼气 朝大公鸡包围而去 可厉鬼刚靠近大公鸡 又被大公鸡一翅膀扇在了脸上 陀罗式的360度转了一圈 随后 大公鸡一口咬在他的胳膊上 直接拽下来一条胳膊 竟然稀溜稀溜地 吃掉了厉鬼的这条胳膊 厉鬼这才变了脸色 震惊不已地看着他 你 你 咕咕咕 大公鸡吃完朝他飞过来 吓得厉鬼扭头就跑 秦征 你的鸡疯了 陀安看不到厉鬼 只能看到大公鸡在室内乱飞 还做出一些奇怪的动作 秦征倒是看到了 眼眸微微眯起 他对陀安说 你出去帮我看看江瑶来了没 我在这里休息一会儿 行 等到陀安出去 秦征对大公鸡说 把他带过来 如果不是秦征开口 大公鸡差点把厉鬼吃掉 上次大公鸡吃了爆炸脑花之后 修为一路飙升 厉鬼根本不是他的对手 大公鸡把厉鬼拽到了秦征的旁边 秦征发现了他身上的降头术 估计就是刚才那个降头师的手柄 秦征的眼里闪过一丝暗色 伸手按在厉鬼的头顶 原来如此 他对厉鬼使用了搜魂术 可以看到厉鬼的记忆 所以他看到了秦宇诺和邪龙站在一起的画面 秦征收回手 厉鬼的眼神渐渐变得呆滞 舌头从嘴里伸出来 还有口水流出来 阿爸阿爸阿爸 看到这一幕 秦征和大公鸡的神色都有些嫌弃 秦征不会轻易对鬼魂使用搜魂术 因为用完之后 鬼魂会变傻 就算以后投胎做人 也会是个傻子 不过秦征看出 这个厉鬼做了不少恶事 身上还背负着好几条人命 所以秦征就不管不顾地使用了搜魂术 阿爸阿爸阿爸 厉鬼呆滞着眼神 漫无目的地在休息室转来转去 秦征想到自己把人皮娃娃也带了出来 人皮娃娃上面有秦宇诺的头发丝 他拿了半截头发丝下来 然后用头发丝做媒介 下了一个新的鬼祥 去吧 秦征收起法术 唇角勾了一抹讽刺的笑容 等到痴呆的厉鬼离开 门口正好传来敲门声 陶安和江瑶一起出现在外面 动员大会开始了 我们过去吧 好 秦征抱着大公鸡出门 江瑶盯着大公鸡看了几眼 大公鸡非常不客气地瞪回去 咕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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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 看什么看 坏男人 大公鸡一直记得江瑶要吃他的事情 所以很不待见江瑶 江瑶眯了眯眼眸 眼底闪过一丝危险之色 你要带着他上第二期 对啊 秦征能帮我解决很多麻烦 江瑶点了点头 大公鸡能打能抗 无聊可以跳舞助兴 饿了还能冲击 确实很不错 他们来到动员大会的举办地点 台下坐满了节目粉丝 看到秦征和江瑶一起走出来 粉丝们爆发出一阵震耳欲聋的航风欢呼声 感谢大家来参加我们的动员大会 导演上台拿着话筒讲话 这一期的形式有很大的改动 保证比上一期更刺激 导演在上面讲话的时候 其他人都站在舞台下方 秦宇诺看到秦征和江瑶站在一起 不由暗暗地咬了咬牙 低声询问邪龙 你的鬼祥怎么还没发生作用 邪龙冷冷一笑 急什么 这不是还没上台 下面有这么多观众 让他当着观众的面丢脸才有意思 听到邪龙的解释 秦宇诺想想也觉得有道理 现在有请我们的参赛嘉宾 导演的声音从舞台上传来 秦宇诺激动地对邪龙说 可以了 让你的厉鬼过来缠着 秦征那个小贱人 邪龙没说话 只是从口袋里 拿出了那个红色鬼牌 外面徘徊的厉鬼受到感应 朝这边飘了过来 众人一起走上高台 导演站在前面挨个介绍参加的嘉宾 他介绍到一半 秦宇诺突然走上前一步 猛地将导演推开 导演 秦宇诺瞪大了眼睛 极力地想要控制身体 可是却控制不了 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举起双手 开始摇花手 阿爸爸爸 摇着摇着 他身边突然探过来一张丑陋猥琐的老年鬼脸 厉鬼眼神呆滞 嘴角还淌着腥臭的口水 张着嘴巴想要来轻他 哈哈哈哈 你不要过来啊 秦宇诺下的面色大变 身子灵活一扭 避开了厉鬼 然后在舞台上小不快走 并且摇花手 滚啊 你不要过来 啊啊呀 谁来救救我 其他人目瞪口呆地看着他 他们看不到厉鬼 只能看到秦宇诺 一边蛇行走位 在躲避着什么 一边摇花手 小姐 你先停下 我带你离开 邪龙走上前对秦宇诺说 他心里纳闷 这个厉鬼怎么没缠着秦征 反而缠上了秦宇诺 而且厉鬼的状态也不对 秦宇诺却一巴掌扇在邪龙脸上 继续摇花手 并且大喊道 谁也不能阻止 我摇花手 你也给我摇起来 第140章 你们对战斗机一无所知 邪龙的表情僵了一下 什么 让他也摇花手 他明显不乐意 但秦宇诺却怒气冲冲地瞪着他 你摇啊 你怎么不摇 我要告诉我哥哥 让他收拾你 想到秦爷那个残暴的性格 邪龙心里一抖 只能颤颤巍巍地举起自己的大花瓶 然后不情不愿地开始摇花手 两个人处在舞台中央 把其他人挡在后面 疯狂摇着花手 秦宇诺的嘴里还怪叫着 一边摇花手 一边躲避着那只厉鬼 这个画面简直让人无法直视 观众们都替秦宇诺和邪龙感到尴尬 真想用脚趾帮他抠出一座魔仙宝 他们不觉得尴尬吗 他不就是KW秀场上摇花手的富二代 没想到这么热爱摇花手啊 连参加综艺都要表演一下 秦宇诺那是什么魔鬼走位 他到底在干什么啊 救命 我的眼睛脏了 什么垃圾表演啊 表演可以接地气 但是不能接地府好吗 别侮辱地府 地府的鬼不喜欢当众摇花手谢谢 秦宇诺 你在干什么 导演的脸色难看至极 我知道你喜欢摇花手 但你能不能别不分场合的摇 秦宇诺 我让你停下 听到没有 秦宇诺 导演深吸一口气 最后只能让人把保安叫了过来 三四个保安一起按住秦宇诺 这才阻止他继续摇花手 并且把他带到了后台 不好意思啊各位 导演尴尬地看着满堂观众 只能硬着头皮解释 那是秦宇诺给大家准备的表演 庆祝节目开拍 观众们一阵无语 只觉得秦宇诺刚才的行为 实在是太拉眼睛了 好了 现在我们让嘉宾展示他们要带的武器 导演连忙转移话题 让观众们不再关注之前的事情 将腰带的是一把匕首 萧陈宇带的是电锯 秦宇怀里抱着一只公鸡 而其他人手里都是拿着匕首 砍刀 弓箭或电锯等等常规武器 秦宇难道要带那只鸡 鸡是食物啊 不能带吧 凭什么秦宇能带食物 其他人不能我觉得不公平 看过上期节目的 都知道鸡哥不是食物 那可是战斗鸡 众所周知 那还是一个跳舞鸡 我觉得没毛病 粉丝们议论纷纷 导演解释道 这只鸡是我们节目的老成员了 可能有人会说鸡是食物 但对于秦宇来说不是 这就是他的武器 如果拍摄过程中 秦宇把公鸡吃了 那么他就算违规 将会取消他的获奖资格 那还差不多 不过秦宇带一只鸡 有什么用啊 就是了 荒岛上又没有冰箱 就算秦宇把鸡当作食物 杀了吃了 最多就成三天 不是长远之计 我觉得还是带刀剑比较好吧 荒岛上面有树林 肯定会遇到猛兽 他们没有食物 也得去捕猎啊 虽说不少观众 见识过大公鸡的不一般 但也仅限于看到他会跳钢管舞 根本不知道这只鸡有多强 特别是吃了爆炸脑花的大公鸡 早就不是普通的战斗鸡 不仅是观众觉得 带一只会跳舞的鸡没什么用 参加节目的嘉宾 也觉得勤争疯了 居然带一只不能吃的鸡 这次参加求生的嘉宾有八位 不过我们的玩法有所不同 导演又开口说道 前往荒岛之前 嘉宾们需要选择一名队友组成小队 明天我们会派直升机 把四个小队分别降落在荒岛的不同位置 除了求生 每个小队还要收集我们 散落在荒岛上的铁令牌 一个月之后 哪个小队拿到的令牌最多就获胜 导演说完之后 让嘉宾们自己商量如何组队 秦征自然和江瑶一个小队 他们要在荒岛上待一个月 他还得指望江瑶的死气 而萧陈宇则是选了一位 人高马大的东北大汉当队友 除了他们之外 剩下两个人 就是节目组特意找来的国外求生大佬 那两人本来就是一个团队的 也不可能和别人组队 其他人都选好了 节目组默认 中途离场的秦宇诺和邪龙是一队 今天的动员大会也有现场直播 随着嘉宾们分好小队 节目主持人激动的声音传来 老成员秦征和江瑶组成一队 他们在上一期的节目中表现优异 可我们的其他小队也不是赤素的 二队的王魁 拿过全国射击比赛的冠军 还会拳击武术 武力值那是杠杠的 肖晨宇也有丰富的户外求生经验 四队的罗斯和瓦尔德 是国外超级热门的求生大佬 他们自己主持的求生节目 还有好几亿的粉丝 最后到底谁会获得冠军 敬请大家期待 三队是秦宇诺和邪龙 两人没在舞台上 就被主持人给掠过了 随着组队信息出来 节目观众开始疯狂发弹幕 我就知道 秦征会和江瑶一组 江瑶CP给我锁死 其他新成员好强啊 感觉秦征他们很难赢 特别是秦征还带了一只鸡 根本拍不上什么用场嘛 对啊 带宠物鸡干什么 估计还得拖后腿 要是有其他野生动物想要杀鸡 秦征不是还得救他 还不如像江瑶一样带个匕首呢 或者带绳索也好啊 我觉得一队肯定没希望 虽然秦征有那些神奇的俘虏 可是这次不能带俘虏 他还没有防身的武器 我押四队营 罗爷和德爷 这俩人就是狼面啊 求生节目谁玩得过他们 那我觉得二队比较有希望 王奎的战斗力这么强 可以从别人手里抢令牌啊 这一期的新玩法 如节目组所料的 引起了观众们的广泛讨论 当天晚上就让巅峰挑战 冲上了热搜 特别是秦征带了一只宠物鸡的行为 也让他的名字出现在了热搜上 几乎所有人都不看好他 带着一只鸡去荒岛抢令牌 明天嘉宾们就要前往荒岛 请大家及时收看节目 动员大会结束之后 嘉宾们来到后台休息室 准备前往机场 而秦宇诺终于恢复清醒 附近路过的工作人员 看着他的视线都有几分古怪 还有人当着他的面窃窃私语 小声议论着什么 这不由让秦宇诺感到崩溃 为什么会这样 他带着哭腔质问邪龙 那个厉鬼怎么缠着我 还有我怎么又摇滑手了 第141章 闭嘴 安静看争解操作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邪龙皱了皱眉心 将那只厉鬼招了过来 冷声问道 你怎么回事 不是让你去缠着秦征吗 厉鬼流着口水 阿巴阿巴阿巴 你别给我阿巴阿巴的 邪龙的脸上闪过一丝烦躁 我问你怎么回事 是不是秦征做了什么 厉鬼眼神茫然 阿巴阿巴阿巴 草 你傻了吗 邪龙的眼神满是怒火 扇了厉鬼一巴掌 本来就因为摇滑手而心生怨气 可是又不能对秦宇诺发作 阿巴阿巴阿巴 呜呜呜 七十几岁的老头子厉鬼 像小孩子一样扑腾着双手 大哭了起来 秦宇诺愣愣地看着这一幕 邪龙 你的鬼变傻了 听到秦宇诺的话 邪龙终于意识到这件事 他又对厉鬼说了几句话 但厉鬼都只会阿巴阿巴地回复 邪龙看着厉鬼傻样 他的呼吸声越来越重 眼里充斥着恼怒 心中憋着一股气 不上不下地十分难受 这可是他好不容易抓到的厉鬼 就这么变成了傻子 是不是秦征做的 秦宇诺猜测到 他会抓鬼 肯定也会对付鬼 可你不是说 这个鬼很厉害吗 他是厉鬼 邪龙咬着牙说 普通玄师根本不是他的对手 秦征一个没什么灵力的小丫头 怎么能对付 邪龙见过秦征 他只在秦征身上 感受到很微弱的灵力 所以断定他的实力不怎么样 把一只鬼变傻 可比魂飞魄散还难 秦征绝对不可能做到 邪龙想了想 或许是这里附近出现了什么大牢 将我的厉鬼收拾了 也有可能 秦宇诺冷笑道 这次算秦征运气好 但也不急在这一时 等到了荒岛上 我们有的是机会动手 那里可是海外荒岛 里面有充斥着危险 死个人也很正常 而且 他们这次参加巅峰挑战 都牵过生死状 如果发生意外死在荒岛 节目组不负任何责任 小姐 该上飞机了 秦宇诺的助理过来找他 两人这才去找其他人 半个小时之后 嘉宾们坐着节目组的保姆车 抵达帝都的一家私人停机坪 那里停着四架直升飞机 秦征坐在保姆车上 他要把其他东西 交给经纪人陶安保管 只能留下和节目组 报备过的那只鸡 人皮娃娃 也得让陶安带回去 不过 秦征的修为有所进步 并且和小妖的魂魄 建立了特殊的契约 他不需要带着人皮娃娃 也可以和小妖进行沟通 让他操控秦宇诺 等到了机场 秦征下车就看到了秦宇诺 邪龙站在他的身边 邪龙诺带的武器 是一个电棍 邪龙带的是一把 造型奇异的弯刀 上面缠绕着浓郁的血腥气 秦征看着邪龙手上的弯刀 不由微微眯起眼眸 这么重的血气 还是一件杀了不少人的凶器 见邪龙抬头看过来 秦征就收回了视线 就算秦宇诺带了一个 将头师来参赛 他也没把他放在眼里 至于其他人 也不过二 这五千万的奖金 他拿定了 所有人都到了之后 秦征和江瑶 坐上了同一架直升飞机 从国内帝都 前往荒岛附近的城市 需要好几个小时 两人都在飞机上睡了一会儿 节目组让他们 在附近城市住了一晚 第二天清早 给所有人发了个背包 然后让飞机 把他们送去荒岛 秦征和江瑶降落的地方 在海边 开局地点还算不错 海水不能喝 幸好这里有椰树 江瑶放下背包 对秦征说 你看这东西 我去摘几个椰子 好 秦征在原地等他 顺便看了看背包里的东西 里面有帐篷和换洗的衣服 以及一条很薄的毯子 还有一个定位手表 秦征拿出手表戴上 手表不仅可以拿来看时间 还可以显示其他人的位置 也能向节目组 发射求救信号 每个小队代表的颜色不一样 红橙黄绿 分别对应1234个小队 距离我们最近的是 黄色小点点 秦征思考了一会儿 才想起 黄色对应的三队 是秦宇诺和邪龙 原来是他们 真没意思 他关掉手表的屏幕 走到了旁边的一个大石头上面 这样能看到比较远的地方 不远处是一大片茂密的树林 树木长得很高 树林后面连绵起伏 可以看到好几座小山 秦征盯着那几座小山 微微皱起眉心 感觉不对劲 清晨阳光灿烂 那几座小山上面 却笼罩着淡灰色的雾气 让视线变得模糊 雾气中还透着些诡异的气息 这个荒岛也不简单啊 秦征收回视线 又看了下手表上的定位 所有参赛成员里面 倒是没有小队 直接降落在这几座小山上面 倒是挺幸运的 只是他们还得找铁令牌 估计还得去小山里探一探 刚想到这里 江瑶拿着两个椰子过来 等一下我们去抓鱼吧 再去那边的树林 找个零食的营地 想办法生火 你不是有火吗 江瑶神色一愣 幽明火 不过 我不知道 幽明火能不能烤东西 秦征朝他眨了眨眼 这样做 会算我们违规吗 到时候试试 应该不算违规吧 我又没用打火机 江瑶他先放下两个椰子 然后去一旁找合适的树枝 简单制作一下 可以用来插鱼 秦征蹲在地上 掀摆着小手 对着椰子比划了一下 他要开椰子吗 没刀怎么开 只能找江瑶借了 但是江瑶准备消树枝 匕首不能给他吧 早就说了带把刀 肯定比那只宠物鸡有用啊 没看上一期 弹幕一直叫针姐 说秦征多么多么厉害 有必要吗 光是他决定 带一只宠物鸡参赛 我就觉得他不靠谱 楼上闭嘴吧 安静看我针姐 操作行不行 区区一个椰子 需要用刀 秦征可是连野猪 都能一拳打死的女人 你们对针姐的能力 一无所知 笑死人了 你知道一头野猪多重吗 秦征能一拳打死 我是不相信 老残粉 别在这里尬吹了好吗 第142章 这只鸡变异了 好强啊 秦征用手笔划了一下椰子 他确实能一掌劈开椰子 不仅能劈开椰子 还能把椰子可劈成渣渣 可是这样的话 里面的椰子水就会洒出来 鸡哥 秦征从旁边地上 拎起呼呼大睡的大公鸡 刚才坐飞机过来 大公鸡有点晕机 所以下来就倒地睡着了 咕咕咕 大公鸡被秦征晃悠醒了 一脸茫然地看着他 你把椰子开个小洞 我去摘椰子做吸管 听到秦征的话 节目弹幕飘过满屏的问候 特别是一些心爱的观众 感觉秦征的行为不太正常 还以为他要开椰子呢 结果让一只鸡帮他开 搞笑吧 这种青椰子的可贼硬 用刀砍都得好半天才能打开 他让宠物鸡怎么开 用嘴啄开吗 郑姐 我觉得还是别为难鸡哥了吧 战斗机你清高你了不起 你想吃椰子 让我用嘴去硬开 我怎么觉得 秦征的精神状态有点问题 正常人谁会和鸡说话 他又听不懂 还让鸡去开椰子 观众们疯狂吐槽的时候 大公鸡已经踱步来到了椰子旁边 他还非常人性化的 用翅膀捧住一个椰子 把椰子固定在地上 随后 大公鸡的嘴巴对着椰子啄了一下 椰子上方就出现了一个小孔 一点都没撒 真不错 秦征拿着几片大叶子过来 看到大公鸡捧着椰子 不由夸奖了一句 咕咕 大公鸡骄傲地抬了下脑袋 秦征用叶子卷成吸管 插进椰子的小孔里面 就可以喝椰子水了 然后他让大公鸡 用同样的方法 开了第二个椰子 这个椰子给姜摇喝 节目弹幕又是满屏的问号飞过 这只鸡还真能开椰子 我服了 我感觉这只鸡能听董秦征说话 压得这只鸡成精了 请问那是铁嘴吗 怎么啄了一下就把椰子开了一个洞 我昨天在家里开椰子 时间半天都没打开 懂了 现在就去买只鸡 以后都让他帮我开椰子 楼上你做个人吧 普通鸡真的开不了椰子 我家乡下的 从小家里就养了很多鸡 我可以保证 秦征把椰子拿给姜摇 姜摇已经捡了好几根长树枝 并且把这些长树枝 都削减出了一个尖头 可以用来插鱼 谢谢 姜摇接过椰子 看到上面那个精准的小孔 他的眼里闪过一丝差异 没想到你的大公鸡还可以这么用 他的用处可多了 秦征看向不远处的海平面 对姜摇说 等一下你去抓鱼 嗯 抓点鱼当午饭 姜摇说完 微微皱了下眉心 刚才我试了一下 幽冥火不能拿来烤东西 他只会把东西烧成灰 那也没事 秦征朝他眨了眨眼 我有办法 你和大公鸡去抓鱼 我来生火 看到秦征的神色 姜摇想到了他会的那些法术 想必生火对他来说不是什么难事 他点了点头 那我去抓鱼 大公鸡听懂了秦征的话 也屁颠屁颠地扑腾翅膀 跟在姜摇的后面 秦征找了点枯枝烂叶堆在一起 然后盘腿坐在枯枝堆旁边 闭上自己的眼睛 双手在身前核实 秦征在干嘛呀 我之前看过罗爷和德爷的求生综艺 野外没有火种想要生火 只能钻木取火 或者找到碎石打火 他们没找到碎石 只能钻木取火 但我感觉秦征不会钻木取火 他把那些枯枝烂叶都堆在一起 下方空气不能流通 搓一辈子都不会有火 新来的能不能安静一点 怎么问题这么多 我就说有没有一种可能 秦征根本就没想钻木取火 他不钻木取火 怎么弄出火种 靠冥想祈求奇迹 秦征睁开眼睛 正好看到节目组的无人机摄像头对着自己 给了他一个特写镜头 他的眼里闪过一丝脚霞 重新闭上眼睛 神神叨叨的开口说道 天灵灵地灵灵 太上老君给我生个火 磁溜一声 枯枝堆的下方燃起一阵火光 然后火苗越来越旺 谢谢太上老君 秦征睁开眼睛 一脸淡定的往火堆里添柴火 而节目的观众们却不淡定了 满屏都是他们发的问号 和震惊的感叹号 哈哈哈哈 我们真姐是仙女 仙女才不需要钻木取火呢 这他喵的 秦征是不是作弊了 看过上一期的都知道 真姐的真实身份不是娱乐明星 而是抓鬼天师 天师用咒语生火 怎么能算作弊呢 又没有带违规的工具 我刚才在家也念了那个咒语 太上老君怎么没给我生火 骗子 疯了 主播和弹幕都疯了 这明显就是演的 世上哪有什么神仙鬼魂啊 我觉得 节目组把秦征生火的片段剪辑了 楼上大傻子 这是实时直播 直播怎么剪辑啊 不少新来的观众都觉得 秦征生的火有猫腻 完全不相信 他有那些玄乎的能力 直到大公鸡叼着一只 黄帝蟹从海边飞回来 没错 那只家养大公鸡 就是扑腾着翅膀 像鸟一样飞在半空中 那只黄帝蟹贼大 差不多比成年人的脑袋还要大 大公鸡把黄帝蟹扔下来的时候 黄帝蟹还想用夹子去攻击大公鸡 结果大公鸡轻拙了他两下 直接把他的两个大钱子卸了下来 那些说节目假的 说争解作弊的 自己过来看看 现实里的家养大公鸡 哪个能在天上飞这么久 还能抓黄帝蟹 震惊我一整年 家养大公鸡居然能在海里抓黄帝蟹 承认吧 争解就不是普通人 那只鸡肯定是争解养的灵兽 秦征的脑残粉 是不是小说看多了 上一期的抓鬼片段 节目组解释 说是找演员演的 都是作秀 秦征根本不是什么大师 那你怎么解释 大公鸡会费 杠精退 退 退 这个螃蟹好大 秦征拎起黄帝蟹的两个钳子 这俩钳子比他的手掌还要大 还很厚重 都可以当狼头使 等下烤着吃 绝对比鸡腿还鲜美 他正准备去烤蟹钳子 不远处的椰树林里 突然传来一阵嘻嘻嘻嘻的声音 有东西在朝他们这边靠近 第143章 他们都在求生 秦征在度假 秦征转头看去 看到椰树林里 有两个人影 往这边走过来 他本以为是三队的 秦宇诺和邪龙 结果发现 那是两个男的 随着他们走近 其中一个人还朝他挥手 秦征 肖陈宇看到秦征很兴奋 加快速度朝这边跑过来 他身边的那个高高壮壮的男人 是他的队友王奎 你们怎么来这边了 秦征有些诧异地看着他 他记得 刚才看手表的时候 肖陈宇所在的定位 还挺远的 我们第一次降落的地方 下面是个沼泽 差点掉里面 所以飞行员 又把我们接回了飞机上面 重新找了个降落点 肖陈宇嘻嘻一笑 下来之后 我发现你们在附近 我就过来找你们了 而且 你们在这里停留比较久 说明这里能找到食物 你还挺机灵的吗 我可是老成员 当然机灵了 抱着你们的大腿准没错 肖陈宇朝他眨眼 我没指望拿第一 跟着你们混个前三行不行 前三好像也有奖金 对 我可以把奖金分你 秦征正要心动 肖陈宇的队友去看了他一眼 冷不丁地说道 你别这么没自信 我们肯定会拿第一 王奎说完 看了眼秦征 又看了看不远处的江瑶 眼里充满了斗志 比赛的排名 以令牌数目为准 节目组没说 不能抢别人的令牌 既然能抢别人的令牌 那么每个小队的战斗力 也很重要 王奎根本没把一队 明星看着都身骄体弱 还要再荒岛求生一个月 等到后期 哪会是他的对手 肖陈宇深知秦征的能力 本来想抱大腿 混个好点的名次 可是王奎冷着张黑脸 明显就是不想和一对联手 他只能转移话题 看着地上的火堆和皇帝蟹说 你这么快就升起火了 我看那些求生综艺 基本都得拿木棍搓好几个小时 才会有点火苗 还有这么大一个螃蟹 吃起来肯定很带劲 等会儿分你一个蟹腿 秦征没把肖陈宇当外人 江瑶在那边抓鱼 你们也可以试试 可以用我的火堆烤鱼 不需要 我们自己可以生活 王奎又突然开口 还拉了一下肖陈宇 将他拉到旁边说道 虽然你和他们认识 但你们在不同的小队 现在是竞争关系 不要走这么近 等到后期抢令牌 估计还会撕破脸 我可不想因为前期的这点小恩小惠 后期对他们手下留情 肖陈宇一脸看傻子的表情 你确定是你对他们手下留情 秦征可是能一拳打死野猪的狠人 还精通各种奇怪的悬术 哪怕王奎会拳击柔道 也不会是秦征的对手 更何况还有江瑶 肖陈宇记得江瑶专业练过格斗 肖陈宇拍了拍王奎的肩膀 语重心长地说 不是我说的夸张 那俩货真不是普通人 说他们是狼面都是青浪 你还是谢谢吧 你是我的队友 还是他们的队友 王奎不满地拿掉肖陈宇的手 怎么助长他人志气 灭自己威风 我只是说实话 王奎懒得继续争辩 只是对他警告地说道 我为了奖金来的 你别拖我后腿 先把你的电锯拿出来砍树枝 等会儿去抓鱼 肖陈宇把包里的电锯拿出来 他带的是小型电锯 而且还可以太阳能充电 所以携带还挺方便的 他们准备肖树枝的时候 江瑶拎着两条大鱼走回来 江瑶看了眼肖陈宇和王奎 没多说什么 捡起地上的皇帝谢对秦征说 晚点我们去树林里面 看看有没有可以做香料的植物 好呀 秦征看到他在烤海鲜 他就坐到了另一边 拿过喝完的两个椰子壳 鲜白的小手对着椰子壳一批 直接把椰子壳批成完整的两半 可以用这个来当碗 王奎和肖陈宇砍完树枝 看到附近的椰子树 两人又去摘椰子了 所以没看到秦征徒手批椰子的一幕 他们没看到 观众们却通过摄像机看到了全过程 秦征还真能徒手批椰子 这里倒有点东西啊 有点东西 但是不多 批椰子又不能代表什么 表演一个徒手批椰子 刚刚我去试了一下 现在手骨折了 再叫救护车 我家的椰子还完好无损 铁铁 刚抓的海味就是鲜啊 皇帝蟹最鲜熟了 秦征吃了一个蟹腿 果真鲜美无比 就算没有放调料 也有一种海鲜自带的咸鲜 等到他们差不多吃好的时候 王奎和肖陈宇才摘到椰子并且打开 累得肖陈宇满头大汗 他们打开的椰子还洒了不少椰子水 只剩下了大半碗 这俩人怎么折腾半天 大概花了将近一个小时 两个大男人也太虚了 秦征和江瑶几分钟就搞定了 摘椰子开椰子 本来就很费力啊 王奎和肖陈宇待的工具也不顺手 只能说 征姐和江瑶太强了 我看其他小队的直播 他们都过得不怎么样 三队的秦宇诺只吃了点野果 四队的罗爷和德爷在挖虫子 其他人都在求生 只有秦征在度假 可能是征姐过得太轻松 给我的错觉 心号 咕咕咕 王奎看到大公鸡再吃蟹肉 忍不住说道 荒岛求生的时候 食物资源紧缺 人都不够吃 还得给鸡吃 我们够吃啊 秦征瞥了他一眼 淡淡地说道 你们今天运气好 抓到了两条大鱼 还有一只黄帝蟹 但荒岛上充满了未知 不可能每次都能找到 这么充足的食物 不用你操心这种事 秦征语气淡漠地说 他自己都不操心 轮得到别人帮他操心吗 萧承宇担心秦征不开 连忙把王奎拉开 我们先去抓鱼吧 我都要被烤鱼的香味馋死了 秦征却叫住了萧承宇 他想到那几座小山的异样 对萧承宇说 你带上我给的平安符了吗 这个荒岛的面积比较大 有些地方不干净 萧承宇脚步一顿 我当然带着你给的平安符 我每天都带在脖子上 这个荒岛真不干净吗 你别吓我呀 我骗你干什么 王奎看到萧承宇面色大变 不由问道 什么不干净 就是有脏东西的意思 你们是指 这个荒岛上有鬼 王奎一脸鄙夷地看着他 这都21世纪了 怎么还有人相信这种东西 你们真是太奇怪了 王奎叹了口气 他感觉萧承宇和一对的人 都有些不正常 镜子拿了树枝去海边抓鱼 结果刚走到海边 身后传来了萧承宇的怪叫声 第144章 我有飞机 你有吗 哈哈 沙子下面有个骨头 好像是人类的骨头 萧承宇下的原地跳起来 往后退了一步 结果脚下又踩到了什么 秦征听到动静 起身过来 他们用树枝 把沙子下的白骨全挖了出来 仔细辨认了一下 还真是人类的骨头 秦征看着沙子中露出的白骨 上面的阴气很淡 而且这具白骨泛着黄 看样子在沙滩下埋了很久了 这不是荒岛吗 为什么会有人类的骨头 萧承宇的脸色有些苍白 特别是想到秦征说 这个荒岛不干净 他莫名觉得背脊发凉 王奎不屑的声音传来 荒岛上没什么人 自然生态没有被破坏 有动物捕食吃剩的海骨很正常 萧承宇 你别大惊小怪的 快点过来抓鱼 这真是人类的骨头 也有可能是掉海里的人死了 尸体被冲到了海边 王奎拎着一个长树枝 已经走进了海水中 没把白骨的事情放在心上 你还不来抓鱼 等着饿肚子吧 秦征看了看沙子里的白骨 又转头看了看海平面 刚才江耀在抓鱼的时候 海面上还阳光灿烂 风平浪静 这会儿阳光就消失了 海浪起伏翻涌着 海水显得格外深沉 秦征对萧承宇说 有可能是王奎说的那种情况 不过你们还是得小心一点 别去水深的地方 好 听到秦征这么说 萧承宇才放心去抓鱼 他们去抓鱼的时候 江耀又去摘了几个椰子 让大公鸡打开 吃完午饭 秦征和江耀坐在沙滩边喝椰子水 顺便围观二队抓鱼 围观了大半个小时 二队连一条小鱼都没抓到 秦征看向身边斗鸡的江耀 疑惑地说 你去了十几分钟 就搞到了两条大鱼 他们怎么还是没收获 那边的鱼不好抓 特别机灵 江耀抬头看了一眼 而且他们就带了树枝 没有准备饮幼鱼的饵料 刚才你准备了 我去找树枝的时候 挖了几条蚯蚓做鱼儿 刚才江耀把蚯 切成好几段扔进海水里 没多久就有不少鱼儿游过来 他用树枝插了两条最肥的 江耀好聪明 长得帅 动手能力又强 谁能不爱 怪不得江耀抓鱼的时候 海边有鱼群 轮到萧尘宇和王魁 鱼群就不见了 只有几条路过的傻鱼 那几条路过的可不是傻鱼 反应可快了 萧尘宇和王魁到现在都没抓到 嘻嘻 怪不得他们是二队 现在看着向俩二货 下滑线 怎么这么难抓 萧尘宇夸着脸 头发都被海风吹得乱糟糟的 这里都没什么鱼 我们还是捡点贝壳和海螺吃吧 贝壳肉才多少 根本吃不饱 王魁的脸上满是汗水 但还是坚持地说 我们只是运气不好 等会儿肯定会有鱼群来这边 他们能抓到 我们也可以 我不想吃鱼 我想吃皇帝蟹 萧尘宇眼巴巴地 看向秦征的方向 想到皇帝蟹的大钳子 就流口水 要不是王魁阻拦 他早就舒舒服服地 抱上大佬的大腿了 你看着他们干什么 王魁不满地说 既然他们能抓到皇帝蟹 说明这里还有 我们也能抓到 萧尘宇累得不想说话 他就想当个吃好喝好的废物 怎么就这么难 那边秦征在椰树下躺着吹海风 吃饱了 有点想睡觉 他打了个哈欠 伸手把大公鸡捞过来当枕头 大公鸡 百分号草 他委屈巴巴地趴在地上 耳边传来秦征懒洋洋的声音 他们忙活这么久 也没见他们捡到螃蟹 你从哪里搞来的皇帝蟹 咕咕咕 大公鸡的身体动了一下 从秦征的脑袋下面费力地抽出自己的翅膀 然后指了指海岸边的一处高耸岩山 咕咕咕咕 秦征听懂了大公鸡说的话 他说皇帝蟹爬到了那个大岩石上面 他飞过去正好看见 然后把皇帝蟹逮了下来 陡峭的岩山下面是深不见底 波涛汹涌的海水 从他们这个位置没法直接过去 就算游过去也会被浪花拍死 连一只小螃蟹都没有 就几条破鱼 王葵又耗费半个小时 还是毫无收获 整个人的脾气都变得有些暴躁 我去看了一下直播回放 战斗鸡在悬崖的岩石上抓的皇帝蟹 我猜测皇帝蟹的主要生存地点在悬崖岩石群 那边距离这里有一处深水区 王葵他们根本没法过去 事实证明 有一只会飞的鸡是多么重要 王葵把事情想得太简单了 典型的四肢发达 头脑简单 刚才症结好心让他们用他的火种 王葵还拒绝 就算他们能找到食物 我倒要看看他们怎么生活 节目尽头从海边忙碌的两人 切换到了椰树林 秦征把大公鸡当枕头 靠在椰树下面睡午觉 江瑶还帮他盖了一个宝毯 然后盘腿坐在他旁边望天发呆 两边完全不是一个画风 海边抓鱼的两人 鸡肠碌碌 骂骂咧咧 椰子树下休息的两人 吃饱喝足 岁月静好 惨 太惨了 有些人在海边暴杀一小时 啥也没抓到 有的人在海边盖着毯子 已经睡起了午觉 萧陈宇 我真觉得秦征和江瑶是来度假的 看着好惬意啊 鱼群 终于有鱼群来了 安静惬意的画面中 突然传来了王魁的大叫声 秦征被吵醒了 他睁开眼看过去 天色比方才暗了许多 海平面上笼罩着一层薄薄的灰雾 海风呼啸 带来了一丝阴冷 这一丝古怪的阴冷 让秦征的表情有些凝重 连忙起身朝海边走去 哪有鱼群 萧陈宇站在靠近沙滩的地方 疲惫的用手撑着膝盖 盯着海平面下方看了许久 都没有看到鱼群的影子 这里 我脚边全是啊 王魁乐呵呵的说 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五颜六色的鱼 好多呀 够我们吃一辈子 萧陈宇抬头看向王魁 表情有点惊悚 你是不是出现幻觉了 这里根本没有鱼群 更别说是五颜六色的鱼 第145章 居然被一只鸡骂了 不是幻觉 全是鱼 这里都是鱼 王魁激动的喊道 还朝海水深处走去 他身边的灰色雾气越来越重 让周边的环境变得模糊起来 王魁 萧陈宇在后面大声叫他 你别往前面走了 那边的海水很深 可能会遇到海底的食肉动物 鱼呵呵 五颜六色的鱼 王魁却听不见萧陈宇的声音 整个人磨正了一般 不管不顾的朝海水深处而去 他还一头扎进海水中 想要用手去抓那些五颜六色的鱼 我的鱼 别跑啊 别跑 我要抓住你们 王魁在干什么呀 海水里根本没有鱼 对啊 一条鱼都没有 他还喊着说有五颜六色的鱼 这场景实在是太诡异了 他肯定出现幻觉了 刚刚不是好好的 到底怎么回事 海上起雾了 感觉好阴森 你们仔细听一下 好像有什么东西在唱歌 会不会是海妖 不是说 有些海妖会通过唱歌来迷惑渔民 别为言耸听 海妖就是个神话传说 那个声音不是有人在唱歌 而是海底的鲸鱼发出的声音 秦征来到海边的时候 正好看到王魁一头扎进海水中 海面上笼罩的雾气中 裹挟着浓郁的阴森鬼气 他眯了眯眼眸 手上掐绝 一道金光打入灰雾中 鸡哥 你去看看是什么东西 咕咕咕 大公鸡张开翅膀 朝王魁的方向飞去 王魁还在海里捞鱼 马上就要被海浪拍死了 脸上还带着幸福的微笑 好多鱼 这辈子都吃不完 他的眼里 五颜六色的鱼群 在他身边游来游去 还有一条圆滚滚的胖鱼 从海水里跳出来 跳进了他的手里 这是什么鱼 王魁疑惑地看着这条鱼 却见胖鱼突然张开了嘴巴 对他说道 我是你爹 沙比 王魁震惊地瞪大了眼睛 整个人傻掉了 鱼怎么会说话 还会骂他沙比 不对劲 太不对劲了 他的身上窜起一阵寒意 让他瞬间清醒了过来 王魁从海水里站起身 这才发现自己身边没有一条鱼 倒是有一只大公鸡飘在海面上 眼神鄙夷地看着他 咕咕咕 感觉到王魁的视线 大公鸡漫漫咧咧地叫了几声 你才是鱼 你全家都是鱼 哼 大公鸡骂完之后 他悠哉悠哉地扑扔着翅膀 从王魁身边飞过去 飞回到了秦征身边 刚才是不是有人骂了一句杀笔 秦征和萧晨宇都没说话 到底是谁骂的呀 骂呀 我出现幻觉了 我看到一只大公鸡在骂人 嘉一 你不是一个人 王魁清醒了吗 大公鸡是在救他 好神奇 癥解的战斗机才是最掉的 王魁看到大公鸡离开 他才意识到自己马上要进入深水区 只要有个大浪过来 他绝对会被卷入海里 怎么会这样 那些鱼去哪了 王魁疑惑地嘟囔一句 转身朝海岸边走去 这个时候 萧晨宇的高喊声传来 王魁 小心啊 王魁心里一惊 下意识看向背后的深海 海平面下方游过来一片巨大的黑影 海面上出现三角形的鱼鳍 卧槽 这是 虎精 王魁感觉一阵头皮发麻 加快速度往海边跑去 可没跑几步 他的脚腕一紧 整个人往前倒在海水里 救 救命 有什么东西紧紧地缠住了他的脚腕 隐约间 他好像看到身边有一道黑影飘过 伴随着咯咯咯的笑声 来陪我吧 来陪我吧 空灵诡异的声音在耳边响起 让王魁浑身发冷 眼前发黑 不 王魁爆发出强烈的求生欲望 挣扎着往岸边游去 可是他却怎么都到不了岸边 那道声音还在他耳边笑着 来陪我吧 来陪我吧 似乎有一双冰冷的手摸着他的后背 紧接着猛地收紧 将他往虎精所在的深海拽过去 不 我不要死 王魁目自欲猎 可是却根本没法控制自己的身体 直到萧承宇朝他跑过来 将他一把从水里拉起来 那边有虎精 你停在原地不动干嘛 萧承宇愤怒地大喊道 我 王魁不知道该怎么解释 他就感觉全身都被什么东西缠住了 完全没法动弹 差点被拉去深海区 眼下也不是解释的好时候 他们先急急忙忙地从海里跑上来 刚才不是我不动 两人气喘吁吁地站在沙滩上 王魁对萧承宇说 而是我动不了 好像有什么东西把我捆住了一样 可能是我太紧张了 身体不知道该怎么反应 他说完之后 感激地看着萧承宇 谢谢你来救我 要谢你 就谢秦征吧 萧承宇叹着气说 你出现了幻觉 发了疯一样要去深海区捞鱼 我猜是谁里有脏东西迷惑你 好在秦征及时出手 才让你清醒过来 脏东西 王魁表情一僵 想到了那些五颜六色的鱼 和诡异的女人笑声 海里有鬼不成 不可能吧 王魁还是有点不相信 他一直是无神论者 而且秦征怎么救的我 让那只鸡救我 王魁摇了摇头 嘟囔着说 不可能 那只鸡就是一只普通的家禽 又不是妖精 刚刚真有鱼群 估计是感应到虎鲸才跑了 至于他听到的诡异笑声 应该是虎鲸发出的叫声 让他听错了 话语刚落 秦征朝他走了过来 上下打量了一下王魁 你被标记了 冷不丁的一句话 让萧承宇变了脸色 王魁却一脸茫然 什么意思 意思就是 你被鬼盯上了 萧承宇解释了一句 焦急地问秦征 那该怎么办 你帮他解决一下 到时候 我们找到令牌都给你 不行 秦征还没说话 王魁就开口反驳 我们找到的令牌 为什么要给他 这世上根本就没鬼 又一个不信邪的 秦征抱着手 慢悠悠地开口 你撩开裤腿看看 你的脚腕上 是不是有个鬼手印 第146章 要是真有鬼 我倒立洗头 王魁撩起湿入的裤腿 他的右腿脚腕上 有一圈很明显的黑印 像是有东西 紧紧地抓过他的脚腕 这是鬼手印 他低头看了许久 还是摇头道 我看着不像啊 就是普通鱼青 应该是我抓鱼的时候 不小心撞到了石头 麻蛋 王魁是不是傻 谁的鱼青是黑色的 这肯定是鬼手印 明显有个手的印子 王魁这个二货 怎么就不信 郑姐说有鬼 从来不翻车 我也觉得不是鱼青 而且海里全是沙子 他能撞到什么石头 上一期的玄学效果 也延伸到了这一期 这也太假了 王魁脚上的鬼手印 肯定是节目组让人弄的 故意演戏 打造秦征的大师人设 好好的荒野求生 又弄抓鬼那一套 谁信啊 秦征是节目组亲女儿吧 节目组老是想招法 给他造人设 闭嘴巴小黑子 我家争解的人设 根本不需要节目组来打造 这一期荒岛直播 岛上除了参赛嘉宾 根本没其他人 王魁身上的鬼手印 又引起了观众们的争论 主要是他脚腕上的那个黑印 真的很像是有人用 涂满墨水的手抓了一把 节目组还有一个全景机位 可以看到 海边除了他们几个人 根本没别人 这一幕不可能是演的 说不定他们下飞机之前 王魁身上就先弄了手印 然后和秦征一起演戏 弄出闹鬼的感觉 我也不信有鬼 让那个王魁 用力擦一擦鬼手印 肯定是节目组用染料染的 用力搓一搓就没了 弹幕吵得不可开交 王魁却忧心忡忡地 盯着自己脚腕上的黑印 他用手碰了碰脚腕 又用力搓了搓 黑手印依旧留在脚腕上 只是他碰到脚腕 没有任何不适的感觉 一点都不疼啊 应该没什么事吧 王魁看向秦征 以及他身边那只 神情高傲的大公鸡 这只鸡看他的眼神 莫名让他觉得 鸡在鄙视他 刚才我的状态确实不好 感谢你们帮我 王魁放下裤腿 又说道 但我还是觉得 你们作为现代年轻人 不应该这么迷信 见他始终不相信 秦征也懒得多说什么 他拎起大公鸡 转身回到江瑶所在的椰树林 海上有很重的鹰气 江瑶对他说 秦征诧异地看了他一眼 你能看到鹰气 我不确定是不是鹰气 江瑶望着海平面 眼眸微微眯起 我就看到海面上 有一团奇怪的黑气 那确实是鹰气 而且浓度很高 也叫做鬼气 秦征思存着说 水下藏着东西 但每年死在海里的人 不知道有多手 也不知道这个东西 是什么来历 我们别去招惹就行 没必要没事找事 晚点直接去树林 江瑶点了点头 他也对海里的那个东西 没什么兴趣 小黑子们看到了吧 王魁用手搓 那个黑手印也没搓掉 肯定不是染料染的 难不成真有鬼 王魁被鬼标记了 那个鬼会来找他吗 说不定这是纹身贴弄的 普通揉搓也弄不掉 不就是想打造神秘刺激的氛围 小爷早就看透了 如果这节目 真能让我看到鬼 老子倒立洗头 秦征和江瑶 收拾了一下东西 准备转移地方 他们收拾好的时候 萧尘宇和王魁 抱着一堆贝壳过来 既然你们不用我的火堆 我就先熄灭了 秦征对他们说 没事 我们自己生活 萧尘宇看过不少求生综艺 他知道 钻木取火该怎么弄 他和王魁放下贝壳 两人在附近找了一些枯树枝和落叶 秦征提醒道 别在这里生火 先和我们一起去树林里 找避难所吧 我看了下天象 晚点会下雨 现在太阳这么大 怎么可能下雨 王魁看了眼太阳 刚才就阴天了一会儿 现在的阳光越来越毒辣 如果先去树林找避难所 又得花费不少时间 我们都快要饿死了 还是先把火升起来 吃点东西吧 萧尘宇有些犹豫 可以吃点椰子肉再撑一会儿 如果我们刚把火堆点燃就下雨了 那不是白费功夫 不可能下雨的 王魁笃定地说 今天我出门前看过天气预报 他坐在地上准备钻木取火 有些疲惫的又说 我现在就想坐下休息会儿 吃点东西 不想再动了 萧尘宇看到他脸上的疲惫之色 不免觉得有些奇怪 王魁可是拳击手 每天都锻炼 身体素质比他好多了 怎么这么容易就累了 他都觉得还能撑一会儿啊 哈欠 王魁搓着木棍 还打来个哈欠 他用手揉了揉眼睛 不解的嘟闹 昨晚很早就睡了呀 怎么感觉这么困 秦真看到他这模样 倒是觉得不奇怪 王魁在海水里被鬼缠着过 身上难免沾染鬼气 不须才怪呢 大概还有半个小时就会下雨 秦真对萧尘宇说 你要是不想凌晨落汤鸡 就跟着我们离开 好 萧尘宇连忙把贝壳都捡起来 伸手去拉王魁 我们先走 秦真不可能万说的 我累死了 我不要走 王魁不乐意 一把甩开萧尘宇的手 你不走我走 萧尘宇捡起王魁的包和弓箭 然后一脚踹掉他搭建的柴火堆 扭头就朝树林狂奔 你个狗崽子 王魁顿时清醒了过来 气怒地朝萧尘宇追过去 哈哈哈哈 萧尘宇干得漂亮 听真解的肯定没错 秦真还会关天像预测天气牛啊 感觉没有秦真不会的事情 天师会这个不是很正常 相信真解没毛病 天师的人设也敢乱说 秦真的脑残粉真有趣 让我这个学门人士看笑了 如果秦真真有本事 我也道理洗头 等下不下雨就好笑了 脑残粉在这里吹什么 全是一群杠精 第一期的表现都这么明显了 怎么还有人质疑争解 那几个发誓要道理洗头的 我记下你们账号了 到时候记得直播 直播就直播 小爷乃是正一派传人 从来不立假释 那个鬼手印是真是假还不知道 我等着那个鬼出场 我看过上一期 简直假的要死 秦真画幅做法的手法也不专业 这次预测天气 估计也是乱说 弹幕里出现了一个叫做 正一派快乐小天的账号 说自己是悬门弟子 以专业的角度 狂喷秦真的各种行为 第147章 今天垂死秦真这个假大师 看到快乐小天的发言 秦真和综艺的粉丝纷纷反击 那什么正一派快乐小天 要是下雨了怎么办 如果半小时之后真下雨 你就直播倒立洗头吧 说的这妖妞 你来抓个鬼试试 别躲在电脑后面说风凉话 正一派快乐小天 要是没下雨 也没鬼怎么办 那就说明秦真是在忽悠人 你们这群粉丝 就在弹幕上发秦真是傻叉 想完这么大事吧 我们也没在怕的 真姐不会让我们失望 可以 如果下雨而且遇到鬼 你就倒立洗头 并且在弹幕发小天是傻叉 给老子连发十天 你要是敢后悔 小心我们网报教训你 臭弟弟 正一派快乐小天 网报我 我好怕怕哦 今天我还就非要捶死 秦真这个假大师呢 网上的弹幕疯狂输出 有管理员注意到 粉丝们和快乐小天的争吵 还趁机在节目里面 搞起了抽奖活动 有抽奖活动的加持 节目热度一再飙升 不少吃瓜群众 涌进来看热闹 荒岛上面 一队和二队 已经来到了树林边缘 王魁的身体有点虚 导致他怎么都追不上萧晨宇 他跟着萧晨宇跑了一段路 跟着他们来到树林附近 呼呼 萧晨宇停下之后 王魁靠在树边大喘气 萧晨宇 你这个狗东西 老子不想走 你拿我东西干什么 我这是在救你 你没发现你变虚了吗 肯定是因为鬼手印 被鬼缠上的人会变虚的 你放屁 我没虚 那你怎么追不上我 节目组不是说王魁是拳击手吗 体能这么差就离谱 事出反常必有妖 王魁被鬼缠上了 肯定虚啊 我参加了节目的抽奖活动 半个小时到了 没怎么还没下雨 还有五分钟就到时间了 天上一片云都没有 肯定不会下雨 秦真的粉丝真搞笑 等着输吧 秦真慢悠悠地走过来 看到王魁脸色苍白疲惫 眼眸带了些深意 他转开视线 对江瑶说 树林里比较好找吃的 晚上我们吃什么 你想吃什么 江瑶刚问完 秦真发现 不远处有几只野山鸡 他正准备去抓野山鸡 王魁突然惊叫一声 我的手表呢 王魁左右看了看 又摸了摸身上 都没找到手表 他不由看向刚才的椰树林 应该是不小心落在那边 又要回去 王魁的神色有点崩溃 他只能对肖辰宇说 你跟我一起回去生活 我的手表落在那边 我不去 要去你自己去 肖辰宇把头摇的像波浪鼓 看到王魁靠近他 他还往秦真旁边躲了躲 秦真说 等会儿就下雨了 晚点再过去拿吧 不会下雨 王魁瞪着他说 天气预报 不得比秦真准一点 你看到哪里的天气预报 秦真突然开口问道 我们昨晚过夜的那个城市 那确实是距离荒岛最近的城市 但也有几十公里的距离 秦真倾笑 你确定天气预报会准 王魁皱了下眉心 没有说话 他还是不信秦真 转身自己往回走 结果没走几步 天色陡然变得阴沉 空中传来一阵闷雷声 哗啦啦的暴雨声突然传来 倾盆大雨砸在他的脑袋上 王魁的人都被砸傻了 整个人在大雨下 恍恍惚惚 下雨了 下雨了 那个什么小天滚出来 直播倒立洗头 哈哈哈哈 刚好半个小时 我就说 争解贼准 我们可以永远相信争争 正一派快乐小天 只是运气好 被他猜中了 那个什么鬼还没出现 你们急什么 垂死争扎罢了 等下看争解 把你的脸打中 麻蛋 居然真下雨了 王魁抹了一把脸上的雨水 心情有点复杂 但他还是硬着头皮 冒雨过去拿手表 这个手表可不能丢 手表不仅可以看时间和方向 也可以看其他人的定位 还可以看其他人 拿到的令牌数量 希望不会感冒 王魁默默在心里祈祷着 连忙跑到椰树林 找到落下的手表 他转身往回跑 结果却发现 秦征他们那片没有下雨 只有海边这片地方 下着瓢泼大雨 这他妈 这河里吗 老天爷玩他呢 王魁内心崩溃之际 他身后的一颗椰树后面 慢慢地浮现一个长发黑影 冒着红光的眼睛 直勾勾地盯着他 而长发黑影的头顶上 飘着一朵浓重的漆黑乌云 他身边的降雨 比其他地方还要猛卧槽 你们看那边的椰树 有一朵乌云跟着王魁 我也看见了 乌云下面还有红色的眼睛 妈爷 真有鬼 我就看到了乌云 哪有红色眼睛 我怎么没看见 刚刚红色眼睛一闪而过 好恐怖啊 WW 有点像第一期的那个水鬼 我记得秦征说 有些死在水里的鬼魂 不能直接来露地 除非修为强大到可以降雨 不然会被晒死 虽然有点吓人 但我还是想说 正义派小天 直播倒立洗头 快乐小天坐在自己的出租屋里 本来在快乐抠脚 然后就看到了这一幕 粉丝们纷纷发弹幕 让他道歉 他皱起眉心 死死地盯着屏幕里的那朵乌云 真有鬼 不可能吧 我擦 还真有个红色眼睛 王魁身边的黑雾都是鬼气 这鬼气能让摄像机拍到 说明现实里已经浓郁的不行 那绝对是个厉鬼啊 快乐小天看到弹幕还在骂他 他不由冷笑一声 拿起键盘打字 正义派快乐小天 道歉是不可能道歉的 我说 秦征有真本事 我才需要倒立洗头 真有鬼又怎么样 你们知道这是什么鬼吗 这可是厉鬼 正义派快乐小天 鬼魂杀上十几个人才会变成厉鬼 而这个厉鬼能降雨 鬼气化形 肯定还是厉鬼中的大凶之辈 见人就杀 别说是这个王魁 连秦征他们都得死在厉鬼手中 他都快要死了 我道歉干什么 区区厉鬼 我征解还没放在眼里 你等着看吧 秦征连绿毛僵尸都能打过 何况是厉鬼 小意思了 正义派快乐小天 笑了 秦征手上什么都没有 他想怎么抓鬼 抓鬼需要用到不少道具 比如陶木剑 符禄 八卦盘等等 秦征一样都没有 你们说他能怎么抓鬼 第148章 妈妈问我 为什么跪着看直播 快乐小天这话一出 弹幕有一瞬间的沉寂 粉丝们这才反应过来 秦征上综艺 就带了一只鸡啊 根本没带什么驱邪道具 第一期可以大杀四方 秦征可是带了一杯包的驱邪用品 巧妇难为五米之吹 这次不会真要玩球了吧 海边的鬼气越来越浓郁 阴风吹得树木沙沙作响 白昼恍如黑夜 乌云下的长发女鬼渐渐现身 粉丝们不由把心都提到了嗓子咽 这下完了 争解什么都没带 不好抓鬼啊 要不还是算了 小命比较重要 别管这个王奎了 我也觉得 其他人快跑吧 王奎拿到手表 快步往树林的方向跑去 身周越发阴冷 牙齿在打颤 双腿如灌了铅一般沉重 他的速度越来越慢 越来越慢 双腿提不起力气陡然间 他的肩膀一沉 王奎转头一看 看到一只惨白青灰的手 搭在他的肩膀上 身后传来阴凉的笑声 哥哥哥哥哥 跑什么 来陪我呀 啊 鬼啊 王奎看清女鬼的脸 吓得爆发出一声惨叫 他一把打开女鬼的手 拼尽全力往前跑去 却被什么东西绊倒在地 救命 萧陈宇 救救我 他这才想起自己的队友 求救的目光 看向树林方向 萧陈宇一直关注着这边的情况 看到女鬼出现 他也很着急 秦征 能不能帮帮他 我们可以用令牌作为报酬 可以啊 秦征刚好抓了一只野山鸡 文言就咔嚓拧断了野山鸡的脖子 鲜血哗啦啦的从他的手上流下来 战斗鸡 随后 秦征摘了一片较大的叶子 用手指上的鸡写在叶子写下符咒 用力将叶子甩了出去 叶子碰到雨水中的鬼气 亮起一阵刺眼的金光 金光将王奎护在保护罩中 叶片把雨中女鬼劈成两半 哎呀 女鬼不甘地惨叫刺透耳膜 天上阴霾退去 大雨将歇 阳光照射下来 王奎感受到阳光的温度 如是重负地坐在地上 宛如心生 他震惊地看着秦征的方向 许久许久都没回神 啊 好帅啊 这什么法术 好想学 妈妈问我 为什么跪在电脑屏幕前面 我和妈妈说了 现在妈妈和我 一起跪在电脑面前 看争解的节目 只有我觉得大公鸡好惨嘛 刚才秦征杀野山鸡的时候 大公鸡吓得从天上掉下来 哈哈哈哈 战斗机 他以后不会这样对我吧 秦征用树叶也可以画符 太强了 这就是随笔成符吗 正一派快乐小天看到了吧 希望你信守承诺 快乐小天一直在看直播 想看秦征等人被厉鬼 吓得慌乱逃窜 结果没看到逃跑 却看到了这一幕 秦征随手画了一个金光符录 还是画在树叶上 这怎么可能啊 快乐小天怀疑上一期节目造假 就是因为秦征出手 全是金光符录 他们悬门中人都知道 金光符录是传说中的存在 门派老祖都画不出来 可是这一次 快乐小天却亲眼看到 秦征画出了一张金光符录 他把直播反反复复地看了好几遍 最后不得不承认 秦征画的那个符录是多么完美 几乎就花了一秒钟就画完了 而他画那样的驱邪符 却需要耗费好几个小时 画出来的还只是最低级的白光符 难道秦征比那些上百岁的门派老祖还厉害 这怎么可能啊 快乐小天越想越觉得离谱 忍不住想要打字辩解 结果他接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电话 备注叫做姚清师叔 小天啊 你怎么在秦晓友的节目里面乱说话 他可是世外高人的关门弟子 那位高人是世上唯一能化金光符录的大能 你赶紧去道歉 免得破坏我们正义派和秦晓友的关系 快乐小天面色大惊 师叔 你认识秦征 对啊 我之前还和秦晓友一起抓过鬼 所以不是作秀造假 快乐小天想到 刚才秦征那一手随笔成福 心中一阵复杂 没想到是他没见识 这世上还真有金光符录的存在 他不由烦躁地揉了揉头发 同是二十几岁的年轻人 怎么区别这么大 地府让小爷投胎来凑数的吗 秦征这种人 简直就是现代玄门的妖孽之才 放在哪个宗门都要被供起来的程度 正义派悲伤小天 别骂了别骂了 我来道歉了 秦大佬对不起 晚点我就在全网直播道里洗头 大家可以监督 正义派悲伤小天 小天我就踏马就是个傻叉 哈哈哈哈 这哥们还真说到做到 我扶你是条好汉 信守承诺真不错 那就饶你一马 以后在征结的节目说话 别这么嚣张 OK 发完那些弹幕 悲伤小天拿着手机去浴室 直播道里洗头 荒岛上 秦征出手救下王魁 王魁看到他们朝自己走来 他盯着秦征看了许久 愧疚地说 他活了这么多年 真没想到世上有鬼 还是第一次见 不用说对不起 秦征淡淡地说 记得把令牌给我 萧辰宇走上前 解释了一下他答应秦征的事 王魁犹豫了一会儿 我可以给你一半的令牌吗 不能全部给你 我参加这个节目 是为了给我妈妈赚药费 如果全部给你的话 我们小队就是最后一名 一分钱都没有 第一名是每人五千万奖金 第二名有三千万 第三名则是一千万 总共四个小队 店底的那个小队没有奖金 这次节目的比赛 奖金很丰厚 所以每个人都没有片酬 哪个小队得了最后一名 就是免费参加节目 可以 秦征看了下王魁的面相 知道他没有说谎 谢谢 真是太谢谢你了 王魁感激地说 秦征 我肯定会用尽全力找令牌 让你们能拿到第一 让自己能拿到名次 秦征微微点头 他低头看了一下手表 代表四队的绿色点点 上面写着一个三 说明四队找到了三块令牌 代表三队的黄色点点上面 也写着一个二 他们怎么找得这么快 秦宇诺那一队 也找到了两块令牌 而且三队的定位就在不远处 第149章 请你们原地结婚 之前在海边的时候 秦征就让大公鸡在附近 转有许久 检查了很多地方 但是连一块令牌都没找到 如果不是为了寻找令牌 他们也不会在海边逗留 一下午我们分开找吧 这样比较快 秦征对肖辰宇和王魁说 等到五天之后 不管找到多少令牌 我们在那边的第一座小山 下面集合 好 他们对他的安排都没有意见 这个荒岛特别大 节目组用直升飞机 往下扔的铁令牌 令牌掉落的地方很分散 两队分开找 才能提高效率 秦征又摘下几片树叶 用剩下的鸡血客 画了几张萤火符和驱邪符 这些符录给你们 秦征毫不吝啬地 将这些树叶符录给他们 他们现在算是和二队联手 二队拿到的令牌足够多 也能增加秦征获胜的几率 这是什么 王奎疑惑地看着那些树叶符录 他完全看不懂上面的血色符文 这四张是萤火符 这三张是驱邪符 看到他们收下符录 秦征又把符录的使用方法告诉他们 他又画了一张萤火符 当场念完咒语 手中的符录就自燃了起来 随着符录燃烧成灰烬 王奎把嘴巴张成了一个大大的O型 这不是和打火机差不多 太牛了 我的天 还有萤火符 这他压和开挂有什么区别 第一肯定稳了 秦征压的就是个人形外挂 大佬的符录好强啊 能不能开个网店卖符录啊 我真想买几张 对哇对哇 我也想要那些符录 特别是驱邪符 我就说得包大腿吧 萧辰宇伸手拖住王奎的下巴 把他的嘴巴给闭上去 早点相信我的话 你刚才就不用被女鬼追了 是我没见识 王奎叹了一口气 看向秦征的眼神充满了敬佩 你们一整天没吃东西 先生火吃点东西 秦征又对他们说 我们要去找避难所 好的好的 两个大男人点头如小鸡灼米 乖巧的不行 秦征手上闪过淡青色的灵力 他手上的鲜血就消失殆尽了 然后拎着野山鸡和江瑶 往另一个方向走去 咕咕咕咕咕 大公鸡飞在前面 突然转身飞回来 对着秦征叫了两声 秦征听懂了他的意思 你说前面有个山洞 咕咕 对 那你带路吧 咕咕大 大公鸡在前面带路 机灵的小眼睛还时不时环视四周 观察附近的环境 寻找隐藏在树林中的铁令牌 快要抵达山洞的时候 还真让大公鸡找到了一块铁令牌 掉落在茂密的灌木里 不仔细看 还真看不见 终于找到了 秦征拿过大公鸡叼过来的铁令牌 欣慰的笑了笑 真厉害 江瑶摸了摸大公鸡的脑袋 笑眯眯的说 晚上奖励你吃一个烤鸡腿 大公鸡 百分号 你礼貌吗 啊 江瑶你是魔鬼吗 看战斗机的眼神 我感觉他在心里骂江瑶 自信一点 把感觉去掉 他就是在心里骂江瑶 战斗机还是侦察机啊 藏得这么深的铁令牌都能找到 怪不得秦征要带上他 这只机简直比人还激烈 他们来到了山洞 山洞不是很大 只能容下一个帐篷 所以秦征决定和江瑶睡一个帐篷 他和江瑶说的时候 江瑶自然没有意见 反正他们上一期节目也是睡一起 只是耳间微微的发烫 摄像头正好拍到这一幕 屏幕上突然出现江瑶那放大的俊脸 耳后的肌肤泛着一层薄红 观众们疯狂尖叫 特别是秦征和江瑶的CP粉 狂喊着让他们原地结婚 秦征完全不知道这些事 镜子蹲下处理野山鸡 江瑶放下双肩包 开始在山洞里搭建帐篷 江瑶搭好帐篷 过来对秦征说 我想去摘一些调味的香料 顺便找找附近有没有水源 我和你一起 让鸡哥看家 好 两人从山洞里走出来 外面天色渐黑 已经是黄昏 这片树林的树木高大茂盛 树林的光线有些昏暗 没走多久 江瑶突然停下脚步 你有没有觉得不对劲 秦征点了点头 太安静了 刚才我们过来的时候 还能听到几声鸟叫 现在却一点声音都没有 嗯 小心一点 江瑶犹豫片刻 伸手拉住了秦征的手 他的薄唇微微的抿着 似乎是有点紧张 过了一会儿 发现秦征没有甩开 他的唇角才微微的放松 哎呀 我死了 第一次见江瑶主动拉女孩子的手 错 这不是江瑶的第一次哦 他上次拉女孩的手 是在上一期节目 拉的也是秦征的小手手 嘿嘿嘿 江瑶是紧张了吗 啊 江瑶居然也有这么一天 原来顶留男神千喜欢的人的手 也会紧张 我把明正局搬到荒岛 你们给我立马结婚 不远处 躲在灌木丛中的秦宇诺 也看到了这一幕 怒火冲上脑门 他差点冲出去 把他们两个拉开 别动 邪龙低雅的声音传来 发怒的雪豹还没离开 我们根本对付不了 你想出去送死吗 秦宇诺想到 那两头发狂的雪豹 他连忙停下动作 刚才他们过来的时候 看到了两块铁令牌落在一起 激动地过去捡起来 却不小心踩到了雪豹的宅子 正好让两头成年雪豹看见 他们直接追了他们一路 要不是邪龙有点本事 在身上 秦宇诺就被雪豹扑倒吃掉了 喝吃喝吃喝 雪豹的呼吸声传来 他们寻着味道 往这边过来 秦宇诺通过遮挡的树枝 看到两头成年雪豹 明显还是处在极度愤怒中 估计看到人就会扑过去 咬死他 又看了看另一个方向的秦征 眼里闪过一丝恶毒 秦宇诺捡起地上的一块石头 直接朝秦征那边砸了过去 喝吃喝吃喝吃 雪豹们的脚步一顿 紧接着朝秦征那边奔跑过去 隐约间看到两道人影 他们以为是弄伤孩子的两人 眼神越发凶残 第150章 求求你了 别开枪 有雪豹 我们爬到树上去 秦征率先看到了奔跑过来的雪豹 把江瑶往一边的大树拉 他们都会爬树 很快就爬到了上面抱着树干 依照秦征的战斗力 对付两个发怒的雪豹也没问题 只是他看到了砸过来的石头 察觉到灌木丛中 有人故意把雪豹引过来 秦征看了一下手上的手表 发现秦宇诺和邪龙就在附近 看来躲在灌木丛那边的人 就是他们俩 想算计他 也不看看自己几斤几两 秦征看向下方徘徊的两头雪豹 唇角扯了一抹冷笑 他的口中念了几句咒语 沟通小妖的契约 随后手中闪过一道金光 金光穿过树林 落在秦宇诺的脑袋上 灌木丛中 秦宇诺正得意地盯着那两头雪豹 希望他们把秦征咬死 只要秦征死了 那就没人和他抢江瑶了 他再和邪龙出去救江瑶 必定会让他感恩戴德 那两个人把雪豹引走了 我们从这边离开 邪龙也注意着雪豹 看到雪豹走了另一个方向 他心中松一口气 可是他起身准备离开 秦宇诺却一直蹲着没动 小姐 邪龙拍了拍秦宇诺的肩膀 还拽了一下他的衣服 示意他赶紧起来 拿料秦宇诺一把打开他的手 大声地咳了两声 他清完嗓子之后 突然高声唱道 怎么也飞不出 花花的世界 原来我是一只 酒醉的蝴蝶 你的那句誓言 来得轻描又淡写 邪龙听到雪豹的奔跑声 倒吸一口凉气 小姐 你在干什么呀 你快住嘴 雪豹要回来找我们了 秦宇诺看到雪豹 也是震惊地瞪大了眼睛 可是他根本没法控制自己 反而更大声地唱起来 怎么也飞不出 花花的世界 原来我是一只酒醉的蝴蝶 唱着唱着 他的脸上还露出了沉醉的表情 好了好了 知道你是蝴蝶 邪龙忍无可忍 用力把他拽起来 快跑啊 还愣着干什么 怎么也飞不出啊 雪豹已经找到了他们 秦宇诺发出一阵阵尖叫 跟着邪龙拔腿狂奔 救命啊呀 怎么也飞不出 啊呀 花花的世界 原来我是一只啊 酒醉的蝴蝶啊 秦宇诺一边尖叫一边狂奔 别吃我呀 我是酒醉的蝴蝶 这个秦宇诺疯了吗 有点怀疑他的精神状态 下滑线 哈哈哈哈 这个富二代在搞什么呀 M原来秦争脚边的石头 是他扔的 既然他想引开雪豹 为什么突然开枪唱歌 秦宇诺疯了没不知道 但是他队友快要疯了 感觉他队友想打死他 小姐 别唱了 邪龙简直要崩溃 幸好他找到一个地洞 拉着秦宇诺躲进去 我求求你了 你千万别发出声音 我也不想啊 秦宇诺一副快要哭出来的表情 刚才我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控制不住我自己 那我把你的嘴巴捂起来 见他没有拒绝 邪龙连忙捂住他的嘴巴 实在是怕他又开枪 两人紧张地 缩在黑漆漆的地洞里面 雪豹失去了他们的踪影 但依旧在外面不断地徘徊 还用爪子刨地 似是绝地三尺 也要把他们两个找出来 大概过了半个小时 两头雪豹才有离开的意思 邪龙终于松了一口气 泪滩在树洞里面 他低声对秦宇诺说 小姐 我们可以把这个地洞当避难所 等会儿我出去找吃的 你一个人 话说一半 秦宇诺一把拿掉他的手 突然开始喊卖 一人我饮酒醉 醉把家人成双对 谁是谁非谁相随 荣马一声为了谁 草 看到雪豹回头找过来 邪龙低骂一声 拉起秦宇诺就狂奔逃跑 你能不能别唱了 别逼我跪下来 求你闭嘴 哎呀 我控制不住我季节 哎呀 谁来救救我 妈的 老子真是倒了血眉 两人越跑越远 消失在镜头中 但是秦宇诺的歌声还在传来 一人我饮酒醉啊 醉把家人啊 成双对啊 救命 看节目的观众们 直接看呆了 酒酒都不能回神 秦宇诺是不是喝了假酒 邪龙 我真是拴Q 谁能告诉我 秦宇诺到底想干嘛 我要是他队友 直接把他推出去喂雪豹 下滑线 雪豹 唱得真难听 还是让我吃了吧 怪不得秦宇诺喜欢摇花手 他的曲库挺妥啊 狗头 秦宇诺把雪豹引走了 秦真和江瑶那边彻底安全 两人从树上下来 江瑶看着秦宇诺离开的方向 神色复杂 他脑子没事吧 可能有点是 秦真轻声一笑 我们去找水源和香料吧 天黑了不好找 江瑶点点头 两人继续之前的计划 他们的运气还不错 没多久就找到了一条山泉 还有一些香料 回去路上 秦真又逮了两只肥瘦的野兔家餐 吃完晚饭之后 大公鸡窝在山洞口睡觉 顺便帮他们守夜 江瑶 我们睡觉吧 秦真钻进帐篷里 对江瑶说 江瑶的耳朵又红了 他看了眼山洞外面的无人机摄像 快速地钻进帐篷 然后拉紧拉链 江瑶 有本事 你别拉上 我们要看你们睡觉 别拉上 我可是你的五年老粉丝 都是自己人 让我看一下 我也要看我也要看 我要看帅哥美女睡觉觉 他们连着两期睡在一起 最后不结婚 很难收场 哦 虽然两人睡在一个帐篷里面 但是有各自的宝毯 分开盖的毯子 可是睡着睡着 后半夜 江瑶就感觉身上一众 有一种呼吸不过来的感觉 他睁开眼睛一看 秦真像的八爪鱼一样 踏在他身上 还睡得流哈喇子 江瑶 漆黑漂亮的桃花眸中 多了几分无奈 江瑶帮他 拉了一下毯子 然后重新闭上眼睛 他本想继续睡 可是怎么都睡不着 第二天清晨 秦真率先醒了 他发现自己的睡姿好奔放 心绪的连忙坐起来 秦真偷偷地看了几眼江瑶 发现他还没醒 像是没察觉 倒是松了一口气 先离开帐篷 他离开的那一瞬间 江瑶就睁开了眼睛 眼底一片清明 只是俊脸上带着几分困倦 毕竟一晚上没睡着 江瑶本想再睡一会儿 结果听到了秦真愤怒的声音 我的鸡呢 谁把我的鸡偷走了 第151章 剑兮兮的战斗鸡 秦真走出帐篷一看 大公鸡没在山洞里 昨晚他给大公鸡搭建的 简易鸡窝上 还残留着一丝邪气 鸡不见了 江瑶从帐篷里面 探出脑袋问他 嗯 秦真微微皱起眉心 山洞外面有他的脚印 估计是自己走出去的 就是不知道跑去了哪里 他看着鸡窝上的邪气 想了想又说道 也有可能是遇到了什么东西 你在这里等我 我出去找找他 我和你一起吧 江瑶从帐篷里钻出来 秦真却说 带着东西 找机太麻烦了 你留下看着我们的背包 我很快就回来 江瑶抿了抿唇 没有说话 蒸蒸带上 我们江瑶一起吗 他看上去想和你一起 江瑶 老婆不要我了 哦 我不管 我不管 你们俩要一起 可以让江瑶背着包 啊 你们给我锁死 江瑶沉默的样子 好像有点委屈 带上他会怎么样吗 观众看到秦真离开山洞 恨不得钻进屏幕 把他拽回来不过 秦真并不知道 观众们莫名其妙地刻起了CP 他满脑子都是他的大公鸡 是不是遇到了什么危险 机哥 好在他和大公鸡有契约 隐约能感觉到 大公鸡的大概位置 咕咕咕 秦真眼前有一片山谷 他从山谷下面 听到了大公鸡传来的叫声 咕咕咕咕 机哥 你在下面吗 秦真顺着斜坡往下走 他就看到 大公鸡朝自己这边飞过来 爪子上还抓着一条贼肥的鲑鱼 你去干什么了 鸡窝上的邪气是怎么回事 秦真忍不住问道 咕咕咕咕咕 大公鸡对着他叫了几声 然后把鲑鱼扔进秦真的手里 嘴巴上还带着些血迹 像是刚吃完什么东西 你说昨晚有脏东西过来 但是被你打跑了 往这边跑过来 咕咕咕咕 大公鸡朝秦真点了点头 用翅膀指向自己过来的地方 表示那个脏东西朝那边跑过去 你抓到他没 咕咕咕 大公鸡用爪子刨了刨地面 表示那个东西钻到了地底下 他抓不到 没抓到也没事 秦真摸了摸他的脑袋 我看到山谷下面有个小湖泊 所以你在湖边吃了早饭 还给我带了一条大肥鱼 咕咕咕咕 是大 大公鸡昂首挺胸 眼神嘚瑟 一副要表扬要摸摸搭的样子 真觉了呀 其他队每天都要为了吃得忙碌半天 秦真的鸡居然还能帮他带走饭 战斗鸡可太聪明了 快送孩子去上学 再穷不能穷教育 再苦不能苦了孩子 好羡慕 我也想要一只战斗鸡 让他帮我写作业 嘿嘿 不错不错 等会儿可以弄个石锅煮鱼汤 秦真夸赞地看了眼战斗鸡 我们先回去找姜瑶 转身正要离开 嗖的一声 耳边传来石子破空的声音 秦真往旁边躲避了一下 石子飞行的速度极快 然后狠狠地穿透了一棵大树的树干 小贼 终于找到你了 斜坡下面走上来一个鸡肉扎实的外国男人 他的手里拿着一个自制弹弓 恶狠狠地瞪着战斗鸡的方向 这是四对的罗斯 他钓了一晚上的鱼 都被这只鸡霍霍完了 罗斯追了这只鸡一早上 满眼都是怒火 原来是你的鸡偷了我的鱼 那是我们三天的食物 你把那只鸡给我 嗯 秦真把某只肇事逃逸的鸡拎起来 感情里的鱼是偷来的 我还以为你专门为我抓的鱼呢 咕咕咕咕 大公鸡有些心虚的扑扑翅膀 就吃了一点点 秦真只好把桂鱼还给罗斯 并且问道 他吃了你多少鱼 我喊你好了 这么大 两桶 罗斯用手比划了一下具体有几条 十多条 都有这么大 罗斯举着手里的桂鱼 让秦真看 表示他钓的鱼都有这么肥 我努力了一晚上 全被他吃了 秦真 哈哈哈哈 大公鸡偷撤了十几条肥鱼 就给秦真留了一条 战斗鸡 晚上追脏东西 不累的吗 吃几条鱼怎么了 狗头 秦真 我看你像条鱼 哈哈哈哈 我看过罗爷那边的镜头 罗爷真的好惨 他为了钓鱼 昨天一晚上都没睡 天快亮的时候 发现一只鸡隔一会儿 就来他的桶里 叼走一条鱼 我看那只鸡有点眼熟 没想到真是战斗鸡 然后呢 然后呢 楼上快说说 后来罗爷起来追着鸡 打了一个多小时 以为他终于走了的时候 回来发现 那只鸡蹲在他的桶里 把鱼吃完了 Excellent等于 Omicron 星号 哎 哈哈哈哈 对不起 虽然罗爷很惨 但是这鸡可太贱了 哈哈哈哈 笑死我了 秦真 晚点让江瑶 安排一下鸡的一百种吃法 秦真拎着大公鸡的力道 用力了不手 皮笑肉不笑地看向他 这就是你说的 只偷吃了一点点 大公鸡缩着脑袋 不敢出声 秦真深吸了一口气 对罗斯说 你在哪里钓鱼 我会把那些鱼还你 或者我抓一些别的猎物送你 我只要鱼 我和我的队友 需要优质的蛋白质 罗斯打量了秦真一会儿 见他细胳膊细腿的 忍不住怀疑 你会捕练 他吃了将近四十斤的鱼 你需要还我这么多 让你队友过来帮忙吧 你搞不定的 不需要我队友过来帮忙 秦真淡淡地说 今天早上就能搞定 他拎起缩着脑袋的大胖鸡 朝山谷的湖泊走去 罗斯还站在原地 看着那道鲜兽的背影 眼里带了几分烦躁 他根本不指望 秦真能搞到这么多鱼 昨晚铁定是白忙活了 他们来到山谷的小湖泊 那里还放着罗斯的东西 山谷的另一面 是灵巡的岩壁 最下面有一个小山洞 隐约能看到山洞里置着帐篷 那是你们的临时避难所 秦真指了指岩壁的方向 对啊 罗斯和队友沃尔德分开行动 他负责食物储备和搭建避难所 队友沃尔德则是外出寻找令牌 由于战斗机闯祸了 秦真出于愧疚就好心提醒他 那是一处被扬面的断崖 常年不见日照 还临近湖泊 风水极其不好 你们还是换个避难所吧 风水 罗斯一脸不屑 那都是你们华夏人乱编的 见他不相信 秦真微微皱起眉心 那本就是个阴地 谁也属阴 形成极阴之地 恐怕早就滋生邪恶 第152章 玄学钓鱼大法 即阴之地邪恶 罗斯听着听着 哈哈大笑起来 我学中文的时候 学过一些你们的神话传说 难道你是指那边有妖怪 他抱着手 玩味地看着秦真 这位美丽的小姐 你真是太可爱了 不过 我觉得 你还是赶快钓鱼 尽快尝还我的四十斤鱼肉比较好 虽然我觉得 你不可能在一天内 钓到四十斤鱼肉 但你都说了还给我 到时候能钓到多少鱼 就还我多少吧 自然能钓到全部 秦真走过去 拿起罗斯自制的钓鱼杆 能不能借我用一下 可以 但只能借你一早上 罗斯忙活一晚上没睡觉 现在累得厉害 也没心情继续钓鱼 他打算休息一早上 下午接着钓鱼 他也不指望 秦真能在早上有什么收获 说不定还能更快还你 秦真摆弄了一下鱼杆 朝罗斯笑了笑 四十斤鱼 也不是很有难度 罗斯盯着他看了一会儿 好整以侠地说 你让我想到了 最近学的一句滑下话 你知道是什么吗 什么 你看那边的天上 有好多牛在飞 是你吹上去的吗 秦真 臭老外 刚学的滑下话 不要乱用好吗 又一个不幸争解的 难道我争解看上去 就这么弱吗 好想让这个罗斯 也见见鬼 刚才秦真说 既我有邪气 是不是和那个 极音之地有关系 其实不能怪罗斯 看清秦真 你们知道 一晚上钓到四十斤鱼 是什么概念吗 普通人能钓到十多斤 都得笑死了 虽然秦真有本事 但是钓鱼这方面 肯定没罗业专业 意思一下得了 罗业估计也没指望 秦真能钓到这么多的鱼 我比较好奇 那个极音之地 秦真去探一探呗 秦真让战斗机 找了一些鱼儿过来 然后拿了个木棍 在脚边的湿泥处 画了一个看上去 有点复杂的符号 画完之后 秦真双手掐绝 开始自言自语 罗斯本来想去休息 正好看到了这一幕 不由问他 你在干什么 我在和那些鱼讲道理 让他们自己跳上来 罗斯 好了 我已经和那些鱼讲好了 秦真睁开眼睛 然后把鱼钩甩入湖中 站在原地如老僧入定 罗斯 这么漂亮的一个美女 怎么脑子不太正常 罗斯想到秦真扔鱼钩的手法 忍不住扶了扶额 你以前没钓过鱼吧 我觉得 你可能一条都钓不上来 不如就把那只鸡送我抵战 说到这里 他又瞪了一眼 某只闯祸的大公鸡 秦真却突然说 别说话 有鱼上钩了 怎么可能 罗斯不相信 但是秦真手中的鱼杆 却一阵抖动 明显是有东西 咬住了鱼钩秦真手上 微微用力 直接把那条鱼甩了上来 精准地甩在罗斯的脚边 也是一条活蹦乱跳的大胖鱼 你的运气真好 罗斯的神色呆滞了一会儿 忍不住感慨道 这可不是运气 秦真对他说 是我给自己开挂了 什么挂 秦真看了眼脚边的符号 我在这里画了一个集挂 可以改变这片小区域的风水 让湖里的鱼都来这边 又是风水 罗斯轻斥一声 还是认为他在胡言乱语 第一条鱼 只是你的运气比较好 我不信你可以一直上钩 这条鱼或许是你今天唯一的收获 话语落下 秦真的鱼杆又抖了一下 他力索地甩上来一条鱼 这么快 你的运气也太 罗斯的嘴角抽了一下 不知道该怎么形容 结果话没说完 秦真又甩上来一条鱼 这条鱼的尾巴上 还咬着一条鱼 第二条鱼的尾巴上 也咬着一条鱼 所以这一竿 直接钓了三条鱼 罗斯 哈哈哈哈 罗爷傻眼的样子 好好笑 鱼 我带着我全家来了 事实证明 秦真就是个挂笔 让这个老外感受一下 我们滑下的玄学钓鱼大法 是多么恐怖 你们看湖水下面 我感觉事情要逐渐离谱 甚至到失控了 哈哈哈哈 眼前的湖水下面 可以看到鱼儿一群一群的游过来 还在水面上探头探脑 还有几条傻鱼直接蹦上来 落在秦真的脚边 游过来的鱼越来越多 像是几滴铁似的 不少鱼就被挤出了水面 所以自己跳上岸的鱼 也越来越多 你愣着干什么 把鱼捡起来啊 秦真一脸淡定地拿着鱼竿 转头看了眼罗斯 就见他整个人像是石化了一样 傻愣愣地僵在原地 我的上帝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过了好久 罗斯才反应过来 连忙将地上的鱼 捡到他自制的木桶里面 我改了风水之后 这些鱼喜欢这个地方 自然都过来了 秦真慢悠悠地说 你捡走二十条鱼 剩下的都给我 好好好 罗斯蹲在地上疯狂捡鱼 很快就捡到了二十条 但还是有鱼不断地跳上来 疯了 这些鱼都疯了 哎呀 太多了 秦真也发现场面有点失控 连忙用脚 把湿泥上的极怪给抹了 哈哈哈哈 这才几分钟啊 不仅还清了罗斯的鱼 还多出好多呢 这也太爽了 华夏玄学 YYDS 秦真的鱼杆都快要断了 是不是钓到了大鱼 罗斯捡好二十条鱼 然后也发现了鱼杆呈现 不正常的弯曲弧度 湖水下面似乎有什么大东西 咬住了鱼沟 有个大东西 你不会钓到了几十斤的大鱼吧 作为一个资深钓鱼佬 罗斯激动地过来帮忙 让我来让我来 你的力气比较小 可能拉不上来 你确定 秦真稍稍地松了下手 罗斯差点被下面那个东西 拖进湖水里 我的天 这么重 罗斯被秦真拉上来之后 看到秦真一脸淡定地握着鱼杆 他的嘴角抽了一下 那个东西好像不止几十斤 只见湖水下面 那些鱼群已经离开了 多了一个巨大的黑影 罗斯看到这道黑影 面色大变 秦真 快把鱼杆扔了 快跑啊 第153章 我们华夏的鸡都会功夫 不用跑 这可是个好东西 秦真看着湖水下的东西 微微眯起眼眸 他用力想要把鱼杆提上来 但是这次却没法把鱼甩上来 不仅如此 鱼线还被那个东西往下拉扯 你不要命了吗 罗斯渐渐地看清那个东西 吓得脸色惨白 不自觉地往后退了几步 你再不跑 我要跑了 那是 那是 到底是什么啊 居然把罗斯吓成这样 依照我多年钓鱼的经验 能把鱼杆拉扯成这种恐怖的弧度 秦真这次钓到的鱼估计有上百斤 不是普通鱼 你们看鱼杆的抖动规律 如果是普通大鱼被钓到 肯定是甩钩往外跑 可是这条鱼一直往下沉 然后又被秦真拉上来 这让我想到了一种鱼 水下贼猛也能在陆地爬行 湖泊河流头号捕猎者 遇上的都得完蛋 秦真快逃命吧 什么 到底是什么啊 你们别打雅弥了 快说啊 不会是鳄鱼吧 鳄鱼 草 随着秦真拉扯鱼钩 那条黑影缓缓地爬上湖泊 露出灵循猙獰的灵片 森森白牙在阳光下泛着冷光 森冷的绿色眼睛 还真是鳄鱼 鱼线锤在鳄鱼的嘴边 应该是勾住了他嘴里的软肉 所以秦真怎么都拉不上来 鱼竿还会被他拉得往下沉 我的上帝 真是鳄鱼 随着鳄鱼出现 螺丝放下手里的木桶 扭头就狂奔逃命 秦真 快跑啊 秦真却站在原地没动 大公鸡也没动 还和那只鳄鱼大眼瞪小眼 秦真快跑啊 还愣着干什么 老天爷 青青 您的饿了么外卖一送打 他就在鳄鱼眼前 现在跑也来不及了 秦真要是一动 鳄鱼肯定会发起攻击 最好爬到旁边的树上躲避 这也来不及吧 野外鳄鱼的反应很快 我建议先把战斗机扔出去 吸引鳄鱼的注意 然后再逃跑 对 只能先把鸡扔出去 战斗机 我真谢谢 你们这群火炎王 观众们为秦真着急的不行 但是秦真本人却没什么反应 还对战斗机说 鸡哥 你看这个鳄鱼漂不漂亮 咕咕咕 还行吧 正好缺个鳄鱼皮包 咕咕咕咕咕咕 那给你整一个 一人一鸡聊着天 观众们完全听不懂 看得一脸猛逼 就见大公鸡突然张开翅膀 瞬间飞了起来 大公鸡一动 鳄鱼也动了 他显然看不上这只胖鸡 直接朝秦真冲了过来 看到鳄鱼迅猛的速度 观众们都替秦真捏了一把冷汗 只见秦真冷静的一脚 揣在鳄鱼的脑袋上 把一百多斤的鳄鱼踹飞了出去 力道大道 令人择舌不已 大公鸡紧随其后 飞到鳄鱼的头顶 然后用力啄鳄鱼的眼睛 鳄鱼的眼球瞬间破裂 两行血泪流了下来 疯狂地甩动身体 呈现出暴怒状态 蛮横地攻击身边的所有东西 砰砰砰 大公鸡都被鳄鱼甩飞了 还有地上的鱼儿 几乎被鳄鱼一脚踩扁一个 秦真捡起鱼竿 用纤细的一头 狠狠地刺进了鳄鱼的嘴里 他手中的灵力 也涌入鳄鱼体内 将鳄鱼的内脏炸得粉碎 手中的鱼竿化为灰烬 这就死了 我的天 讨厌 把我的眼球都震惊掉了 幸好我自己安了回去 我想不通秦真的力气 为什么这么打 居然能踹飞上百斤的鳄鱼 正常成年男人 都很难有这种战斗力 他能一拳打死野猪 踹飞鳄鱼算什么 原来秦真刚才不是自言自语 而是在和战斗机讨论战斗方案 秦真 我来救你了 罗斯的大喊声传来 他刚才逃跑之后 发现秦真没跟过来 他就去石洞拿了武器 罗斯拿着砍刀 激动地跑回湖边 看到鳄鱼一动不动地趴在地上 附近全是血 他整个人呆愣了一下 鳄鱼怎么不动了 难道是秦真杀死了 不可能吧 把你的刀给我 秦真的声音传来 罗斯这才回神 你别过去 罗斯把刀递给秦真 见他要朝鳄鱼走去 有些动物在重伤的时候 会装死迷惑敌人 说不定鳄鱼还没死透 我杀的 死没死透我不知道 秦真淡淡地瞥了他一眼 就见罗斯大张着嘴巴 又一次石化在原地 看到秦真开始解剖那只大鳄鱼 罗斯说话的声音都有些哆嗦 你 你杀的 这么大一只鳄鱼 你怎么杀的 华夏功夫 你不懂 哈哈哈哈 如果我在现场 应该和罗爷一样的表情 等一下罗爷参加完节目回去 到处说 华夏人会用功夫杀鳄鱼 这下洗不清了 外国人本来就以为我们会功夫 我也想和郑姐一样这么强啊 可惜实力不允许 秦真利索地解剖完鳄鱼皮 还分了一半的鳄鱼肉给罗斯 吃过鳄鱼肉吗 给你尝尝 真的吗 谢谢 谢谢 罗斯有些受宠若惊地接过鳄鱼肉 他盯着秦真看了会儿 忍不住问道 你们华夏人是不是都会功夫 你能不能教教我 我不会啊 秦真眨了眨眼眸 一脸都无辜 他可没兴趣收徒弟 刚才你不是说 你用华夏功夫杀了鳄鱼 那是我的机会功夫 秦真煞有其事地说 刚才能杀鳄鱼都是鸡的功劳 罗斯 哦 哈哈哈哈 秦真一本正经 忽悠外国佬 鸡 你猜我为什么叫战斗鸡 没错 我们华夏的鸡都会功夫 明天就让我奶奶家的鸡叫我 秦真将地上完好鲜活的鱼儿捡起来 然后用完整的鳄鱼皮包裹起来 正好是个豪华鳄鱼皮小包裹 鸡哥 你把鱼运回去 战斗机用爪子抓起鳄鱼皮小包裹 起飞回山洞 秦真手里拎着清洗干净的半只鳄鱼肉 朝罗斯挥了挥手 我先回去了 你记得和你队友换个避难所 那个地方不吉利 好的 罗斯连连点头 站在原地看着起飞的战斗机 又恍惚了很久 没多久 他的队友万尔德回来 罗斯 你没事吧 万尔德闻到浓重的血腥味 忍不住担忧的大喊 我没事 罗斯从石洞走出来 满脸激动的对队友说 万 你肯定不知道我今天经历了什么 我和你说 华夏人都会功夫 好厉害 华夏的鸡也会功夫 还用功夫杀死了一条鳄鱼 万尔德 第154章 那只鸡真的会功夫 看到罗斯激动的样子 万尔德露出疑惑的表情 华夏的鸡会功夫 还杀死了一条鳄鱼 罗斯你疯了吗 这怎么可能 Yes Yes 那只鸡会功夫 罗斯手舞足蹈地说 他偷走了我的鱼 然后他的美女主人找了过来 用华夏的风水树掉了好多鱼 然后我们遇到了鳄鱼 他杀死了鳄鱼 他和他的功夫鸡杀死了鳄鱼 华夏的风水树 一只鸡杀死了一条鳄鱼 万尔德震惊地看着罗斯 不断地摇头 你知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我怀疑你的精神状态出了一些问题 罗斯 你肯定出现了幻觉 观众们看到这一幕 忍不住捧腹 我作证 罗斯说的都是真的 战斗机又有了一个新外号 Omega 罗爷手舞足蹈的样子好好笑 他是真的很想 让他队友相信这件事 哈哈哈哈 如果我的朋友回来和我说 他看到了一只机会功夫 还用功夫杀死了一条鳄鱼 我也怀疑我朋友疯了 不不不 我没有出现幻觉 罗斯还在尽力解释着 他突然想起带回来的两桶鱼和鳄鱼肉 他走进山洞里面 将鳄鱼肉拿了出来 你看 这就是他们杀死的鳄鱼 秦征还分了我半条 瓦尔德看着半条鳄鱼肉 许久都没有说话 那个人真会功夫 对 他真会功夫 他的鸡也会 瓦尔德的神色突然变得严肃 纠正罗斯说道 罗斯既是不会功夫的 他们只会出现在我们的餐桌上 他真的会功夫 还会飞 罗斯大声强调 唉 瓦尔德推开罗斯 先拿着东西进去 我又找到了两块令牌 目前我们是第一 只要我们继续保持下去 肯定会拿第一 明天我继续去找令牌 你制作一个篱笆 挡在石洞外面 如果晚上有野兽来这边 可以阻拦一下 他们打算在这里待一段时间 等到探索完附近的地区 然后再换地点 有固定的避难所 不仅比较安全 也可以保存实力 瓦尔德说完 罗斯从外面走到他身边 神秘兮兮的凑到他耳边 瓦尔德 他真的会功夫 瓦尔德没理他 弯身去看木桶里的鱼儿 你钓了这么多鱼 比我想象的多 我们可以晒成鱼竿 这些不是我钓的 他们自己从湖里跳上来的 瓦尔德 救命 我要笑死在屏幕面前了 这个瓦尔德的表情好好笑 好像那个地铁老人 看手机的表情包 老万好像很嫌弃他的队友 瓦尔德 完了 我队友傻了 我一人血书 让瓦尔德也见识一下 玄学钓鱼大法 陈复义 还有功夫剑 瓦尔德沉默片刻 拍着罗斯的肩膀见一道 兄弟 或许你应该去看一下心理医生 可现在不是个好时候 话而言之 你在这样胡言乱语 我怀疑我们拿不了第一了 你为什么不信 罗斯大叫一声 有些烦躁地揉了揉自己的头发 对了 秦征说 我们要赶快离开这个地方 这里的风水不好 不安全 他想起秦征离开前的叮嘱 我们快收拾东西 这是好不容易找到的 为什么要离开 瓦尔德不同意 我们现在离开 再找一个这么好的避难所 很困难 这里风水不好 罗斯 我看你是疯了 什么风水 什么功夫剑 瓦尔德忍无可忍地说 你是不是被那个华夏女人 用美色迷惑了 所以胡言乱语 不想和我一起拿第一 罗斯一脸严肃 我承认她很美 是我见过最漂亮的华夏女人 但我还是不得不说 我没有被迷惑 她和那只鸡 真的会划 下 功 服 瓦尔德一脸看神经病的表情 你疯了 你真的疯了 我绝对不会离开这里 哈哈哈哈 我要笑晕了 这两个老外太好玩了 琴真快让瓦尔德 见识见识华夏功夫 罗燕 实在不行 你带她去找琴真吗 罗斯和瓦尔德争吵了很久 瓦尔德就是不相信风水不好的说法 不肯挪窝 罗斯也只能先留下来 琴真带着大公鸡回到了山洞 江瑶看到这么多鱼 惊讶了许久 这么多鱼可以吃很久 我们把它们晒成鱼干 江瑶对琴真说 可以啊 琴真看了看周围 想到四对采用的策略 江瑶 我们这几天先住在这里 然后找一找附近的令牌 平凡挪窝太消耗我们的体力了 赞同她的提议 布罗窝 那他们岂不是还要继续睡一起 嘿嘿嘿 江瑶巴不得布罗窝吧 要是不拉帐篷拉链就好了 想看他们一起睡觉觉 观众们还在响入飞飞 琴真已经走到山洞外面 挑选了一块比较合适的大石头 徒手劈开了这块石头 琴真找了块碎石 在大石头内部挖了一个凹槽 就这么劈开了 我人傻了 石头 啊 我裂开了 除了牛批 我真不知道说什么 江瑶 可以用这个石锅煮鱼 琴真把石锅拿进去 好 刚才琴真出去找战斗机 江瑶砍了一根大竹子 然后切断可以拿来做容器 他们所在的山洞附近还有山泉 可以用竹筒去取山泉 中午 琴真和江瑶喝了一锅暖暖的鱼汤 他们休息了一会儿 让大公鸡留在山洞看家 两人一起出去找令牌 找了一下午 就找到一块令牌 还在这个树林里 发现了几种比较危险的野生动物 截止目前 一对 两块令牌 二对 一块令牌 三对 两块令牌 四对 五块令牌 天色渐黑 树林的光线越发昏暗 晚上不好找令牌 还会遇到野兽和邪物 琴真和江瑶就先回去了 刚走到山洞附近 结果就看到两道鬼鬼祟祟的人影 那两人是逃走的琴宇诺和邪龙 邪龙的一件衣服没了袖子 手臂上用布料包扎着伤口 琴宇诺的脸上手上有擦伤 涂着绿色的药草汁 虽然雪豹没吃到他们 但他们也受了一番苦头 哥哥哥 琴宇诺学着鸡叫声 山洞外面铺了一路的植物种子 他在故意引诱大公鸡出来 看到大公鸡站起来准备出来 琴宇诺冷笑道 琴征选了一只鸡作为武器 如果节目结束 这只鸡不见了 或者死了 那琴征就是违规 取消获奖资格 只要我们骗走这只鸡 绝对能让他们输个彻底 第155章 浅浅地假装一下弱鸡 昨天琴宇诺和邪龙被雪豹追赶 好不容易逃生 他们在另一个方向转了一圈 结果又回了这片地方 琴宇诺看到山洞里有帐篷 外面还有一只鸡 猜到这是琴征和江瑶的避难所 就算他们继续留下 也不一定能赢 邪龙骤起眉心 他懒得费心思对付一只鸡 我不管 我就是要让琴征提前出局 琴宇诺看着山洞里的唯一帐篷 咬牙切齿地说 哥哥哥 哥哥 琴宇诺继续模仿着鸡叫声 邪龙盘腿坐在旁边 一副事不关己的模样 经历昨天的那些事情 他心里早就对琴宇诺不耐烦 要不然怕琴宇诺出事后 琴爷怪罪于他 他才懒得管他 只见琴宇诺学鸡叫学了半天 大公鸡都只是在山洞口走来走去 眼神高傲 完全没有要过来的意思 草丛里躲着谁 琴宇诺 上次谋害琴征不成 这个小壁池又想干什么 偷琴征的鸡 战斗机 我看起来像是会上当的那种机 学得一点都不像 战斗机明明是咕咕咕的叫 节目组的摄像机发现了琴宇诺 但他们躲得隐蔽 琴宇诺说话的声音也很轻 所以没录到说话的内容 哥哥哥 琴宇诺又学了几声 大公鸡还是没过来 他气得瞪圆眼睛 将手里的一个浆果 朝大公鸡砸了过去 大公鸡飞快地避开了 不爽地看向琴宇诺的方向 咕咕咕咕 草 敢打你大眼 观众们就见大公鸡盯着琴宇诺看了会儿 然后慢悠悠地迈着步伐走了过来 时不时吃几口地上的植物种子 大公鸡朝琴宇诺走了过来 有戏 琴宇诺脸上表情一喜 他从衣服口袋里 拿出早就准备好的藤腕 对邪龙说 你帮我一下 知道了 邪龙不耐烦地看向大公鸡 心想正好抓回去当个晚饭 随着大公鸡走到琴宇诺面前 他们正要出手 琴宇和江瑶突然出现 琴宇诺 你干什么 琴宇冷冷地看过来 邪龙 快把他抓过来 琴宇诺大叫道 邪龙直接飞快地用藤腕绑住攻击的两只脚 琴宇 看来你要离开了 琴宇诺得意一笑 只要这只鸡死了 你就失去了比赛资格 哦 是吗 琴宇看了眼无人机摄像头的方向 摄像机就在这里拍着 大家都知道是怎么回事 我又没违规 对呀 只要琴宇能证明 不是他自己把鸡当实物 琴宇诺是不是傻 看上去脑子不太聪明 笑死我了 他们真以为他们能抓住战斗机 那只鸡连鳄鱼都能弄死 何况是这两只菜笔两角兽 经过琴宇的提醒 琴宇诺终于意识到了这个问题 邪龙 那怎么办 他低声问身边的队友 邪龙很想给他一个白眼 他实在想不明白 琴爷那种心机深沉的人 怎么会有这么蠢的妹妹 邪龙捏住鸡的两只爪子 倒拎起大攻击 对琴宇说 把你们手上的令牌交出来 不然我就杀了这只鸡 你杀吧 琴宇抱着手 满脸无所谓 这只鸡每天吃的嘎嘎多 还去偷别人的吃的 害我要去赔礼道歉 给别人还债 还不如被人吃了 说实话 我现在很后悔 带一只鸡上节目 他们都没想到他是这个反应 琴宇诺连忙说道 别啊 这是你养了很久的鸡 你肯定都养出感情了 你不能不管他的死活 琴宇笑眯眯地看着 某只大胖鸡 你知道这种胖鸡怎么做最好吃吗 用荷叶包起来 外面裹上一层泥 然后扔进火堆里烤一烤 拿出来绝对香死你 江瑶补充 其实炭烤也不错 最好用竹炭 大公鸡 咕咕咕咕咕咕咕 你们还是人吗 啊 我感觉战斗鸡骂了一串的脏话 哈哈哈哈 江瑶 我早就想这么做了 去把战斗鸡 把秦宇诺他们吃穷了再回来 秦征 用一块令牌 换一只鸡太亏了 我直接把鸡免费送你 哼 既然如此 那我们今晚就吃烤鸡 邪龙见秦征和江瑶一唱一鹤 分明就是故意逗他们 他的眼里带了一丝脑溢 手里的弯刀出手 正要割断大公鸡的脖子 咕咕咕 大公鸡怪叫一声 用力啄了一下邪龙的手背 然后张开翅膀 飞在半空中 邪龙只感觉一阵剧痛 不得不放开大公鸡 他低头看去 手背上竟然多了一个血洞 什么玩意 邪龙震惊地瞪大了眼睛 咕咕 大公鸡朝他俯冲了过来 还想要啄他 邪龙知道他的威力连忙避开 但还是被大公鸡咬住了衣服 撕下一大片衣白 邪龙 你杀了他呀 怎么还怕一只鸡 秦宇诺在旁边叫着 完全就是站着说话不腰疼 你杀一个试试 邪龙阴沉着眼眸说 我来就我来 秦宇诺撸起袖子去抓大公鸡 大公鸡直接撞在他的身上 将他撞倒在地 手臂上也被大公鸡啄了一下 两个人完全不是一只鸡的对手 被一只鸡打得落花流水 陡然间 秦宇诺感觉自己的口袋被拉扯着 他连忙宝贝式地捂住 走开 你走开啊 大公鸡一脚将他的口袋扯烂 然后抓住两块掉落的令牌 张开翅膀飞到秦征旁边 咕咕咕 送你 大公鸡把令牌放到秦征的手里 哈哈哈哈 论秦宇诺妄图抓鸡威胁秦征 结果却被偷了两块令牌这件事 战斗机 我就假装一下 你们还当真了 秦征想把他送人 他却带回来两块令牌 战斗机他真的 我哭死了 好感动 秦征 你居然让鸡抢我的令牌 秦宇诺从地上爬起来 顶着个鸡窝头 愤怒地望着他们 你这是违规 我要举报你 哦 那你去报警吧 秦征朝他翻了一个白眼 然后带着鸡就走了 你别走 把令牌还我 秦宇诺试图去把令牌抢回来 结果还没靠近秦征 战斗机飞过来 扬起翅膀 就给了他一个大瓜子 啊 秦宇诺当场就被扇晕了 还是邪龙把他扛走的 等到他醒来的时候 已经是半夜 邪龙 我要杀了他 啊 我一定要杀了他 秦宇诺撕心裂肺地大喊 帮我杀了秦征 你不帮我杀了他 我就告诉我哥哥 你欺负我 邪龙擦拭着手里的银白弯刀 冷冷地看了他一眼 弯刀上面 缠绕着一缕缕黑气 黑气形成一团诡异的鬼影 今天晚上 秦征必丧命 第156章 不小心就扑倒了 这是什么 也是厉鬼 秦宇诺看到半透明的鬼影 不免觉得有些害怕 往邪龙身边躲了躲 不是 他只是恶鬼 邪龙瞇了眯眼眸 不过 他不是一般的恶鬼 他会的一样技能 可以让他在荒野中 杀人于无形 什么 邪龙没说话 只是朝恶鬼抬了抬下巴 示意他展示一下自己的技能 此时夜深 外面时不时传来 几声猫头鹰的叫声 咕 咕咕 恶鬼模仿着猫头鹰的叫声 咕 咕咕 仔细听 还能听到一些虫鸣鸟叫声 这只恶鬼也能模仿得唯妙唯肖 这就是他的技能 秦宇诺面露不屑 那不是和鹦鹉一样 只会学动物的叫声 有什么用 看到秦宇诺那无知的样子 邪龙有些不满 但他还是解释说 这里是荒岛 又不是城市 荒岛上有很多群居的野兽 可以用同类的叫声吸引他们 还有那些凶猛的独行野兽 也可以用他们幼崽的叫声勾引过来 人类要是在野外同时遇到狼群 黑熊 豹子攻击 邪龙的话没说完 秦宇诺终于反应了过来 你是想让这只鬼 去吸引野兽对付秦征 对 秦宇诺眼睛一亮 这才来的点兴趣 两人在帐篷里密谋着 看节目的观众 不知道他们聊了什么 就听到秦宇诺愤怒地大叫着 要杀了秦征 小壁驰又想干嘛 就他还想动我征检 秦宇诺就是来搞笑的 如果没有他那个队友 早就淘汰出局了 战斗机 听说有人想动我的女人 如果真有人死在岛上会怎么样 单纯就是好奇 没有诅咒谁的意思 据说嘉宾们都签了生死状 如果出现意外死在岛上 和节目组没有一毛钱关系 观众和节目组 都没把秦宇诺的话放在心上 以为他只是情绪过于激动 口不择言地乱喊 节目镜头转到秦征那边 他把玩住手上的令牌 玩味地说 我们自己去找令牌 游入大海捞针 不好找啊 还是抢别人的快 战斗机偷了两块令牌 一对的令牌总数为四块 目前排名第二 咕咕咕 赞同 战斗机叫了几声 还举着翅膀 颇有在去抢几块令牌的架势 秦征按住他 这样太缺德了 他一脸责备地看着战斗机 他们都打不过我 我去抢他们的令牌 那不是强凌弱吗 我是那样的人 咕咕咕 战斗机狐疑地看着他 难道你不是吗 秦征收起令牌 慢悠悠地说 养猪讲究一个养肥了再宰 这才几块令牌啊 抢回来还得继续抢 我们先休息休息 等猪肥了再说 不愧是你 我觉得 其他人确实不是秦征的对手 夺损呢 但是我喜欢 说个题外话 你们有没有听到 什么动物在叫 好像是熊 呜呜呜地在哭 难道是小熊宰子 感觉这个避难所不是很安全 明天还是换个地方吧 抢令牌之前 起码得保证自己安全活下来啊 有熊叫 江瑶把晒了一下午的鱼杆收起来 熄灭地上的火堆 然后拉过灌木遮住洞口 以免晚上有野兽注意到这里 他又仔细听了听 有些辨认不出哪个方向 江瑶钻进帐篷对秦征说 今天下午找令牌的时候 我们看到那种一大堆的粪便 应该就是熊的 我们还没去熊的领地那边看过 明天要过去找找令牌吗 可以啊 你们确定要去熊的领地 别找死啊 野外的棕熊可是堪比老虎 狮子之类的大型捕食者 哪怕秦征会捂术 两个人也对付不了棕熊 不一定是棕熊 如果是体型比较小的黑熊 秦征还是能对付的 我不觉得秦征能对付 虽然秦征能打死野猪 抓捕鳄鱼 但是熊和这两个动物 完全不是一个量级 秦征看向自己身上的宝毯 今晚的温度有点低 空气里的湿度也高了很多 过几天估计会降温降雨 免得感冒 那你呢 我不盖没事啊 它有灵力护体 能有什么事 不行 江瑶看到秦征把宝毯递过来 它没有接 你还是盖着吧 你不盖也会感冒 我不会 你会 你怎么默默唧唧的 秦征直接把毯子甩了过去 整个裹在江瑶的身上 结果一用力 不小心将它扑倒在地 让你盖着就盖着吗 明艳慈白的小脸蛋 直接对到了江瑶的眼前 江瑶愣住了 傻呆呆地看着它 白皙的耳后 慢慢地染了一层飞红 江瑶你愣着干什么 秦征都把你扑倒了 江瑶 你给老子扑回去 然后把秦征按在地上清 嘿嘿嘿 你们可以一起盖两条毯子呀 绝对超级饱满 科普一个冷知识 睡觉的时候 把衣服都脱掉 会更加暖和哦 呲溜呲溜 今晚别拉帘子 我要看得饱 我 江瑶抿了抿唇 声线沙哑了一些 我真的不冷 上期节目你就生病了 还是多盖一点吧 秦征坐起来 用两条毯子 把江瑶裹成毛毛虫 然后抬头去发现 他那俊美的脸蛋红了一片 狭长漆黑的桃花眸 微微地脸着 没有看秦征的方向 眼烧也是红红的 容色多了些妖野的感觉 你发烧了 秦征连忙伸手 叹了叹他的额头 没有 江瑶轻咳一声 转身背对着他 我先睡觉了 那你睡吧 秦征转头看到 洞穴里的无人机 一直闪烁着红外线光芒 他就拉上了帐篷的拉链 别拉上 江瑶 你就这么睡觉了 你这个血气方刚的年纪 你怎么睡得着的 天气降温啊 珍宝不可以不盖被子睡觉 这样我们会担心的 所以你就钻到江瑶怀里一起睡吧 听说江瑶有八块腹肌 这不得确认一下 这节目好多女色狼 好可怕 男孩子出门 记得保护好自己 秦征盘腿坐在帐篷里面 准备修炼一晚上 明年的小脸蛋 那是一脸的云淡风轻 没有任何世俗的欲望 江瑶辗转反侧好几次 就看到秦征如老僧入定般坐在他旁边 秦征 江瑶的侯节动了动 嗓音音哑 你不睡觉 我要偷偷修炼 卷死他们 结果刚说完 山洞外面传来轰隆轰隆的震动 整个地面都在颤动 似有什么庞然大雾朝山洞这边靠近 秦征的身子一个不稳 倒头就栽进了江瑶的怀里 第157章 死一个还是死一窝 啊 秦征的身体僵了一下 江瑶刚才把毯子掀开了 所以他现在是直接和江瑶贴在一起 还下意识用手撑了一下 他的手就按在江瑶的腰腹处 好像有 腹肌 哎 想当初他还在仙界的时候 也有腹肌马甲线呢 秦征的思绪放飞了一会儿 手上不自觉地摸了摸 怀念自己那具仙体的腹肌马甲线 然后被江瑶逮个正招 摸够了没 江瑶一把抓住他的手腕 声音带了些玩味 我 秦征的脸上一阵发烫 他这才发现自己和江瑶贴得好近 刚才还把手伸进了江瑶的体恤里面 摸他的腹肌 卧槽 好尴尬 他怎么会做这么流氓的事情 太黑了 我都看不清 秦征坐直身体 心虚地朝左右看了看 这地面还挺软的 摔倒了 都不疼 就是有几块石头比较硬 江瑶挑了下眉梢 漫不经心地说 你摔在我身上 当然不疼 秦征朝他看了一眼 只见江瑶慵懒地撑起上半身 衣服半撩挂在腰上 可以看到腰腹的肌肉线条非常完美 那衣服就是犯罪证据 秦征撩开摸的 他收回视线 装作一个瞎子 伸手朝江瑶摸索过去 那你没事吧 有没有被我砸到 秦征先在空气中摸索了一下 然后趁江瑶不注意 飞快地帮他把衣服拉好 再盖上毯子 你继续睡吧 我出去看看怎么回事 他拉开了帐篷的拉链 溜之打击 江瑶的眼里闪过一丝无奈 他听到外面的动静越来越剧烈 也掀开毯子 钻出了帐篷 吼 外面突然传来一阵吼叫 地面还在一颤一颤地抖动 秦征走出来一看 山洞不远处 有个巨大的黑影 目测身高两米以上 浑身毛茸茸 狂躁地撞着山体 成年黑熊 秦征快跑呀 好壮的黑熊 好可怕 感觉能一巴掌拍死我 这只熊在干什么 他想把这座山打碎吗 他明显是被什么东西激怒了 不然不会在大半夜 闹出这样的动静 吼 看到秦征出现 黑熊停下了撞击的动作 迈着沉重的步伐 朝秦征走过来 大半夜的 干什么呀 秦征看到他那庞大的体型 他就远离了山洞几步 以免打斗损坏山洞里的东西 本以为黑熊会追着过来 可是黑熊看到他走了 又转身回去 继续撞山体 还时不时用爪子 刨掉山体上的土块 吼 吼吼 耳边时不时传来另一道熊叫声 像是从山体里面传来的 吼 这道熊叫声比较轻 而且还奶乎乎地带着哭腔 像是小熊的哭声 轰隆 轰隆 随着哭声传来 黑熊越发用力撞击山体 这只熊在找孩子 秦征疑惑地看着狂躁的黑熊 这个时候 小熊的哭声却戛然而止 狼叫声传来 吼吼 吼吼 秦征附近的树林里 嘻嘻嘻嘻的声音响起 多了好几双幽绿色的眼瞳 有狼群朝这边跑了过来 吼吼 吼吼 野兽们的叫声此起彼伏 群狼不断地朝这边靠近 怎么回事啊 来了一只黑熊就算了 还来了一群狼 完了完了 秦征和江瑶不会有危险吧 他们俩又没做什么 这些动物来这里干什么 感觉刚才的小熊哭声很奇怪 像是故意把黑熊引过来 第一声狼叫也是 秦征看着这些野兽 眼里闪过一丝思索 他正准备回到山洞里面 不远处偷偷靠近他的一只狼 迅猛地扑了过来 这一只狼动了 其他狼也纷纷扑上来攻击秦征 秦征 咕咕咕 江瑶和战斗机及时赶到 本想出手帮忙 结果秦征纵身一跃 跳到了体型最大的那只狼的后背上 他的手里拿着江瑶的匕首 力索地割断了头狼的喉咙 秦征踩着头狼的尸体 用他的毛发擦了擦匕首上的鲜血 视线冷冷地看向那群狼 红唇微土 滚 那群狼像是能听懂人话似的 一溜烟就跑了 这群狼来搞笑的吗 这就跑了 我还以为他们要立战狼群呢 狼 哈哈 我来了 哈哈 我又走了 秦征杀的那只是头狼 野外遇上狼群的话 想要脱身就得杀掉头狼 群狼看到你的实力自然不敢招惹 而且狼很聪明 头狼还起到指挥的作用 头狼死了就是一盘散沙 狼群 死一个还是死一窝 我心里还是清楚的 那只头狼死亡之后 血腥味刺激到了黑熊 黑熊不再撞击山体 朝秦征的方向走了过来 我把他引开 秦征攀爬到一棵树上 对江瑶说 你把狼的尸体处理一下 我很快就回来 他还顺手摘下一片叶子 朝黑熊甩了过去 携带凌厉的叶片刺伤了黑熊 黑熊记恨上了秦征 怒火滔天地追过来 吼吼 大约十多分钟之后 秦征完好无损地回来 还有野兽过来 嗯 山洞外导致一只雪豹的尸体 他引走黑熊没多久 这只雪豹就来偷袭江瑶 然后被江瑶帅气反杀秦征的脸色有些凝重 这么多野兽来这里 太不对劲了 江瑶的眼眸未暗 我感觉有东西在模仿动物的叫声 故意吸引这些野兽过来攻击我们 秦征看了看漆黑的树林 最后 他的视线停在山洞附近 吼吼 那些动物幼崽的叫声 就是从山石内部传来的 金色的光芒亮起 秦征伸手掐绝 硬生生将躲藏在山体中的恶鬼揪了出来 原来是你在搞鬼 不不 我没有 恶鬼看着秦征手中的金光 面露恐惧 我没有害人 哼 秦征懒得和他废话 按着恶鬼的脑袋就进行了搜魂 果真是他做的 用口技模仿各类动物幼崽的叫声 将那些野兽引到这里 这么想让我死 秦征通过恶鬼的记忆 看到了秦宇诺和邪龙密谋的画面 那就看看第一个死的人是谁 秦征的唇角勾了一抹讽刺的弧度 他打算给秦宇诺准备各大惊喜 第158章 难道秦征死了 秦征在干嘛呀 怎么对着空气自言自语 别傻愣着了 快换个营店 那什么 你们没发现秦征和江瑶 多了两张厚实的动物皮毛吗 可以当被子 也可以做衣服 过几天降温就不冷了 让我们谢谢抱抱和狼狼 由你们温暖了四季 雪豹 头狼 这福气给你要不要 秦征搜魂的时候 由于恶鬼的能量气场不是很强 所以摄像机没拍到 江瑶在旁边用匕首 把雪豹的皮包了下来 当然也没忘记那头狼 他对秦征说 你想吃这些肉吗 不想吃我就烧了 这么重的血腥味 可能会吸引更多的野兽过来 不用烧 秦征看着山洞前的满地鲜血 眼眸微微眯起 把这些留在这里 我们换个营地吧 秦征先用法术 把皮毛都处理了一下 去掉上面的血腥和雷坠的皮肉 然后折叠起来用藤腕打包 山洞外面一地狼藉 遍地都是动物的碎肉和骸骨 洞口的灌木丛上 也见了许多鲜血 秦征怎么没反应 没发现东西掉了吗 观众们一阵着急 但是秦征和江瑶却一直没回头 越走越远 山洞的画面渐渐消失在镜头中 现在才晚上九点多 野外的时间过得真慢 秦征指了个方向 对江瑶说 我记得那边有一处矮坡平地 我们可以在那里扎帐吗 好 江瑶手里抱着灰狼的皮毛 战斗机飞在半空中 嘴里叼着一根藤腕 藤腕下面绑着叠好的血豹皮毛狼皮 可以拿来当被褥 肯定很暖和 秦征摸着下巴想了想 是不是可以找一些植物当针线 把血豹的缝制成衣服 这样江瑶就不冷了 眼下是秋季 他们又是在海岛上 要是降温降雨 他们身上的这些衣服 肯定扛不住突来的寒潮 明天我们去找找 没多久 他们就到了秦征所说的那处平地 江瑶把自己的帐篷搭好 犹豫了话 询问秦征 然后才看着江瑶眨眨眼 我们先休息吧 明天再弄那些东西 秦征先钻进了帐篷 江瑶则是站在原地没动 过了一会儿 观众们以为他要进去了 结果他在附近左右看了看 又绕着帐篷走了几圈 就是不钻进帐篷 俊美清冷的脸上 眉心微皱 让人不知道他在想什么 最后 他停在帐篷门口 蹲下身逗弄大公鸡 你怎么还不睡 江瑶揪了一下大公鸡的翅膀 咕 滚 大公鸡睁开眼睛 愤怒地瞪了他一眼 这个人是不是有猫兵 他都睡着了 江瑶 有没有一种可能 鸡哥已经睡着了 但是被你吵醒了 你在干嘛呀 乱转什么 进去抱着秦征睡觉啊 TNND 秦征都这么主动了 江瑶你这个木头能不能开窍 我真服了 江瑶会不会谈恋爱 我都想自己上了 就是说 真是急死我了 又不是没睡在一起过 现在怎么不敢进去了 你他压是不是怂 帐篷里传来秦征的声音 江瑶 你怎么还不进来睡觉 这里可以看到星星爱 我们可以开着帐篷睡觉 好耶好耶 我同意 这样我们也能看了 看星星好啊 好有氛围 野外不会有蚊子嘛 我觉得 还是拉上比较好 楼上快闭嘴 平地上有月光照下来 帐篷的帐子没有拉上 江瑶隐约能看到 秦征那鲜兽 曼妙的身影 盘腿坐在帐篷里面 江瑶的神色顿了顿 来了 刚进去 秦征突然脱掉了外套 还把外套扔了出来 正好挂在无人机摄像头上 导致摄像头掉在了地上 我们要睡觉了 你们不准偷看 黑色的冲锋衣外套 盖着摄像头 屏幕前一片漆黑 江瑶正要说点什么 秦征猛地凑上前 捂住了他的嘴巴 我要出去一下 秦征轻声对他说 等会儿你别说话 假装我们已经睡着了 温热清雅的气息包围着他 让他的身体温度逐渐上升 漆黑的桃花眸 笼罩了一层暗色江瑶 悠悠地盯着他 见他松手要离开 江瑶突然伸手揽住了他的腰 将他拖了回来 他低声问 去干嘛 去收拾人 刚才的野兽 是有人故意引过来 江瑶感受到手间的温软 他的手臂微微收紧 声音低哑了一些 什么时候回来 很快 嗯 他应了一声 但是却没放手 紧紧地揽着他那纤细的腰肢 秦征疑惑地看向他 你放开啊 江瑶抿了抿唇 这才放开 秦征悄无声息地离开 他来到原来那个山洞附近 怀里还抱着一个毛茸茸的东西 将这个东西放进了山洞里 放完之后 秦征就回去了 大约过了一个小时 又有两道身影 鬼鬼祟祟的来到山洞附近 好重的血腥味 秦宇诺捏住鼻子 朝远处看过去 地上全是血 难道 他的眼神一洗 秦征死了 邪龙也看到了这幅画面 看来战况很激烈 当时我听到了熊的嘶吼声 狼群的叫声 还有雪豹的声音 这么多野兽一起攻击他们 两个人绝对不是对手 现在那些野兽已经走了 我们快过去看看 血腥味会吸引其他野兽 我们还是要小心点 邪龙谨慎地说 两人靠近山洞的位置 地上是零碎的动物骨架 还有满地的碎肉 像是被动物啃食过一样 邪龙缓缓说道 那些野兽 把受伤死亡的同类也吃了 如果秦征和江窑死了 估计也被啃得不成样子 他们的尸骨呢 秦宇诺朝附近看了看 都没看到人类的尸骨 难道在洞穴里面 他朝山洞走去 正好看到洞口掉落的 那块铁令牌 秦宇诺兴奋地走过去捡起来 他们的令牌都掉在这里 肯定是死了 这就是和我作对的下场 秦宇诺得意一笑 伸手拉开洞口遮挡的灌木 走进山洞找秦征的尸骨 山洞里怎么没血 好干净啊 秦宇诺和邪龙走进山洞 神情都有些疑惑 刚说完没多久 秦宇诺不小心踩到了什么东西 啥玩意 他踩完之后 又用脚踹了一下 地上的那个东西动弹了下 然后爆发出一阵 高昂惨烈的哭喊声 好呜呜呜 第159章 他想用摇花手打败黑熊 好呜呜呜呜 秦宇诺定睛一看 吓了一跳 这里怎么有个熊仔 小熊仔被踩到了脚 还被秦宇诺踹了一脚 哭声越来越大 小熊 是我 惊不惊喜意不意外 刚才秦宇诺的表情 看上去好兴奋 难道野兽攻击秦征和他有关 不可能吧 秦宇诺这种智障 能有这种本事 邪龙脸色一慌 他的哭声会引来熊妈妈 我们快走 秦宇诺看了一下定位手表 有一个红点在远处 有一个就在山洞里 他不甘心地环顾山洞里面 可是秦征呢 秦征的尸体呢 他肯定死在这里 他的定位还在这里 这里面都没血解 能有什么尸体 说不定他早就跑了 邪龙不耐烦地说 现在不是管这么多的时候 我们得赶紧跑路 地面微微颤动 黑熊越来越近 轰隆 轰隆 远处有一道巨大的黑影奔跑过来 伴随着愤怒的怒吼声 快跑 邪龙大喊一声 秦宇诺却看着黑熊过来的方向 站在原地没动 你傻站在哪里干什么 黑熊马上就要到了 我们根本对付不了他 快点给老子过来 我要找到秦征 话说一半 秦宇诺的眼里 有一抹金色的印记浮现 稍顺即逝 他脸上的不甘心表情 渐渐地消散 变成了一片兴奋 突然间 秦宇诺将手举过头顶 对着黑熊的方向 摇起了花手 他还对着黑熊的方向 大喊道 你过来啊 邪龙 节目观众们 卧槽 从未想过的结局 他想用摇花手 打败黑熊吗 救命 他在干什么 怎么随时随地摇花手 他以为他是秦征 这时候站着不跑 难道还想反杀 摇花手反杀黑熊 对不起 我笑了 兄弟们 看到这里我真绷不住了 这是哪来的绝世小傻叉 小熊 妈妈 这里有脏东西 快打死他 好 黑熊越发快地狂奔过来 秦宇诺的大喊声 以及他那浮夸的摇花手动作 瞬间激怒了黑熊 以为这个瘦弱的两脚兽 是在挑衅他 看到黑熊猛冲过来 秦宇诺的意识 才清醒了一丢丢 救命啊 邪龙快救救我 他一边摇着花手左右躲避 慌张得如同热锅上的蚂蚁 你不是很能吗 你自己对付黑熊 切齿地说 他懒得再管秦宇诺这个傻缺 转身就独自跑路 不 你等等我 啊呀 秦宇诺摇着花手 迈开双腿朝 邪龙的方向追过来 砰砰砰 后方传来 黑熊一边奔跑 一边砸树的声音 邪龙咬牙加快脚步 你别过来啊 你去黑熊面前摇花手摇个够 你想扔下我独自逃跑 我告诉你没门 我要是死了 我哥哥也会杀了你 你逃到天涯海角都逃不掉 邪龙还真犹豫了一下 他看向不远处的一棵大树 想着要不要带秦宇诺一起爬上去 这个时候 身后却传来一阵歌声 怎么也飞不出 花花的世界 原来我是一只 酒醉的蝴蝶 你的那句誓言 来得轻描又淡写 邪龙转头看去 就见秦宇诺站在黑熊面前 扭腰跳舞 哦 黑熊都给看愣了一下 然后仰起后视的熊掌 对着秦宇诺的脑袋 就是一拍 直接把秦宇诺拍飞出去 不知道说什么 单走一个溜 黑熊 你没事吧 黑熊 跳的什么脏东西 我来净化你的心灵 论怎么把自己作死 这个富二代 是钱多太闲 活够了 找死之前 倒是把钱送我了 他是不是有精神病 正常人根本做不出这种事 本来黑熊还要再来一击 但无人机摄像机下方出现一个弹头 直接朝黑熊的方向 发射了好几管麻醉剂 秦宇诺这才保住一条小命 不过 黑熊拍过来的一掌很用力 秦宇诺受了很重的伤 节目组连夜派人来了岛上 将他送到了海上邮轮中的急救室 然后又转去了陆地的医院 一日清晨 秦宇诺从帐篷里钻出来 望着出生的昭阳伸了个懒腰 他看了一下地上的摄像头 走过去把外套捡了起来 拿开外套 无人机又飞到了半空中 咦 我的手表呢 秦宇眯了眯眼眸 诧异地看向自己的手腕 看到江瑶从帐篷里出来 秦宇问他 里面有我的手表吗 昨天发生太多的事情 我忘了把手表放哪儿了 帐篷里没有 是不是落在山洞 有可能 他拍了下脑袋 我这记性真不行 估计是昨天换地方换的匆忙 天色还黑 都没看清落了什么东西 我们再过去一趟吧 看看还有没有什么东西落下 好 两人离开 留下大公鸡守着营地 看着秦宇离开的背影 大公鸡翻了个大大的白眼 坏女儿 我就安静地看着你装 昨晚 你明明是故意摘下手表 放在山洞里地 两人来到山洞 秦征捡回自己掉落的铁令牌和手表 看到手表里的各个成员定位 他诧异地说道 黄色少了一个 昨晚有人出局了吗 江瑶没说话 他悠悠地看着秦征许久 特别是看到 他脸上的诧异之色 他的眼里带了几分细血 你这么看着我干什么 秦征一脸无辜 没什么 江瑶移开了目光 自然地牵过他的手 准备回去 他慢条思理地说道 野外的夜间很危险 说不定三队遇到了没法解决的事情 所以被淘汰了一个成员 以后你晚上不要一个人行动 最好和我一起 我昨晚没有一个人行动呀 江瑶转头看向秦征 我是指 引开黑熊的时候 我也可以去引开他 啊 江瑶终于开窍了 知道关心征征了 其实你俩谁去引开都没什么问题 反正都很强 江瑶还单杀了雪豹 江瑶这头猪终于会拱白菜了 老娘表示很欣慰 那你不就是一个人行动 秦征一脸严肃 江瑶 做人不能太双标 秦征这话一说 两人间的以你气氛瞬间没了 江瑶沉默了下来 握着他的手微微收紧 他心里闪过很多复杂的想法 但是却不知道该怎么表达 他们相处了这么久 两期节目都住在一起 网上到处都是他们的绯闻 所有人都觉得他们是秦律 秦征 江瑶纠结半想 决定说点什么 我觉得我们之间 他停下脚步 转头看向秦征 话说一半 结果却刚好看见秦征旁边的树叉间 出现一双森冷的树桶 第160章 什么功夫接 明明是烤拳机 他停下脚步 转头看向秦征 话说一半 结果却刚好看见秦征旁边的树叉间 出现一双森冷的树桶 小心 江瑶面色微变 连忙将秦征拉进怀里 树枝上垂下来一条蛇 他刚把秦征拉开 秦征的脑袋后面 却像是长了眼睛一样 反手就抓住了那条蛇 将它从树上拽了下来 这是一条有毒的金环蛇 不过秦征抓住的手法很巧妙 直接捏住蛇的头部两侧 等一下可以喝蛇汤了 秦征微微一笑 这才看向江瑶 你刚才要说什么 江瑶揽着他的腰 突然忘了自己想说什么 他思考了片刻 这是毒蛇 我处理一下再煮汤 好 秦征这个女人真是恐怖如斯 那条蛇一动不动 是不是已经死了 蛇 兄弟们 我还没反应过来 就被嘎了 剃剃 江瑶刚才是不是想表白 哎呀 该死的蛇 等一下 不是应该躲在江瑶怀里 然后大喊 哥哥保护我吗 江瑶 好机会 可以展现一下 我的男子汉气感 我要好好保护秦征 秦征 老娘不用看 也能嘎蛇 牛不牛 我突然觉得 这俩人进展这么慢 不是江瑶一个人的锅 秦征和江瑶回到营地 江瑶先处理了一下金环蛇 而秦征 则是去取了一些山泉水 没多久 他们就喝上了蛇汤 除了蛇汤 他们的早饭 还有鱼干和烤鳄鱼 等到吃饱喝足 秦征和江瑶收拾东西 准备离开 虽然收获了不少东西 但带上路的东西却不多 除了两个背包和动物皮毛 鳄鱼肉已经吃完了 鱼干也没剩下多少 他们收获了二十多条肥鱼 如今就剩下了五条鱼干 大半部分都进了大公鸡的肚子 你是真能吃啊 秦征拎起大公鸡 发现他又肥了一圈 这要是放在菜市场 绝对是大爷大妈最喜欢的鸡 每天吃那么多 还不干活 今天最少要帮我找到一块令牌 不然你没得吃 剩下的鱼干都充公 咕 咕咕咕 就这 小问题啦 大公鸡扑轮了一下翅膀 主动叼住那张裹着鱼干的鳄鱼皮 上一个洞穴附近 几乎已经被他们找遍了 都没找到剩下的令牌 四队罗斯和瓦尔德的避难所 也在那片地方 估计不会有新收获 他们也确实该离开了 秦征观察到几天后会降温降雨 所以他们还得找一个 有遮挡的避难所 二队那边的进度还不错 我们直接去小山那边 秦征看了下手表 二队已经有四块令牌 他们朝约定好的地点靠近 顺便观察附近有没有适合躲避风雨的地方 将近步行一整天 大概黄昏的时候 总算让他们找到了 那是一个岩洞 洞里 还有水流声 这里不错 洞里的水是地下水 我们可以直接用 这里的位置也绝佳 外面有安树林 遮挡大型动物 那边还有一条小路通往山上 秦征点了点头 我们先在这里附近找令牌 顺便等萧承雨他们过来 江瑶放下背包 准备搭建帐篷 这次的岩洞 比上一个山洞大 可以容纳下两个帐篷 不过 这次他没问秦征 只搭建了一个帐篷 秦征收拾完东西 就发现大公鸡在偷吃鱼竿 你还没完成今天的任务 秦征把他低溜起来 扔到了一边 咕咕咕 大公鸡不满地叫了几声 但也不敢反抗 他垂头丧气地迈着小步子 准备出去找令牌 把这只鸡弄走 秦征和江瑶 就可以过二人世界了 嘿嘿嘿 星号 星号 秦征你是人吗 居然奴役一只鸡 狗头 鸡哥 啊对对对对 我去找令牌 你们两个甜甜蜜蜜 秦征并没有让大公鸡独自离开 他也准备出去 找找新的食物 顺便找令牌 既然江瑶负责做饭 他当然要提供食材了 鸡哥 你去那边找 我去这边 秦征指了个方向 和大公鸡分道扬镳 昨天我好不容易找到一块令牌 但是被一只袋鼠抢走了 瓦尔德懊恼地说 那只袋鼠的肌肉很发达 还跑得特别快 等会儿我们找到他 我去吸引他的注意 你用弹弓远程攻击他 罗斯点了点头 然后打了个哈欠 他的眼下 有很重的黑眼圈 昨晚都没睡好 你看上去很没精神 等会儿能行吗 瓦尔德看向他 当然没问题 罗斯说完 又想到说 昨晚你有没有听到什么动静 我感觉 有人在下面 砰砰砰地砸地板 导致我一晚上都没睡着 没有啊 瓦尔德一脸疑惑 我们那里可是山洞 地下哪有东西 你不仅出现了幻觉 难道还出现了幻听 不可能 罗斯你没说到 秦征说那里不干净 我们还是离开那里吧 你真是魔障了 瓦尔德叹了一口气 可能是这几天太累了 但是没有摄取充足的碳水 让你精神恍惚出现了幻觉 昨天我弄了一点眼麦子回来 我们可以磨成粉做饼吃 罗斯没说话 难道真是他听错了 罗斯 是袋鼠了 我们快躲起来 瓦尔德拉住罗斯 两人躲在旁边的草丛中 匍匐着准备靠近袋鼠 咕咕咕咕 不远处传来了动物打斗的声音 袋鼠双手握拳 耳朵高高竖起 不断地挥拳出击 愤怒地攻击一只大胖鸡 可是每次都没打中那只鸡 还有一只鸡 瓦尔德眼眸一亮 好肥的鸡啊 今天的晚饭有着落了 罗斯却是愣在原地 那好像是勤征的 功夫机 那是功夫机 什么功夫机 我看是考拳击才对 瓦尔德冷哼一声 他又对罗斯说 你准备好弹弓 我先去吸引他们的注意 记得用弹弓打袋鼠的脑袋 不能让他跑了 虽然罗斯选了砍刀做武器 但是他很擅长用弹弓 之前还用弹弓 打穿过动物的头颅 看到瓦尔德冲出去 罗斯连忙在地上趴好 用弹弓对准袋鼠 瓦尔德直奔胖鸡 五指成爪 迅速地攻击大胖鸡的喉咙 他的想象之中 猛地抓住大胖鸡的脖子 掐断他的脖子弄死他 然后再和罗斯打配合 放倒袋鼠 拿走袋鼠口袋里的令牌 第161章 你动他一下试试 可惜 想象很美好 现实很骨感 瓦尔德刚靠近大攻击 他就反应了过来 转身一爪子挠在他的手背上 然后又一巴掌扇在瓦尔德的脑袋 将他扇倒在地 功夫鸡 就这 不愧是功夫鸡 真灵敏 哈哈哈哈 那只袋鼠都看待了 袋鼠 这个人类不行啊 我 万尔德 荒野求生之王 今天居然被一只鸡揍了 剃 剃 万尔德震惊地看着大攻击的方向 没想到一只鸡能把他扇倒在地 他不甘心地爬起来 又朝大攻击的方向扑过去 别跑 大攻击鄙夷地看了他一眼 然后 阿达 他张开翅膀 抬起爪子 一脚踹在了万尔德的脸上 万尔德直接摔了一个狗吃屎 咕咕咕 大攻击又朝袋鼠飞过去 万 罗斯看到万尔德受伤 连忙从暗处跑出来 将他从地上扶起来 阿达 咕咕咕 喷喷喷 旁边传来巨大的响动 罗斯把万尔德扶起来的时候 就见袋鼠鼻青脸肿地跪在地上 掏出令牌 献给大攻击 等到大攻击拿走铁令牌 袋鼠就一溜烟地跑了 这只该死的鸡 瓦尔德露了露袖子 今天我必须把他抓回去 顺便拿到令牌 别这样 万 罗斯劝说道 那是勤征的功夫鸡 你打不过他的 你不是看到了 他真的回功夫 连袋鼠都不是他的对手 那只是意外 瓦尔德辩解道 我没想到一只鸡的动作这么灵敏 所以才会被他偷袭成功 你把手上的弹弓给我 罗斯看着瓦尔德额角的鸡爪印 眼角抽了抽 你确定只是意外 功夫鸡 瓦尔德抢过罗斯手里的弹弓 冷笑一声 华夏功夫就是个笑话 哪里比得上我们西联邦的柔术 即便是他的主人来我面前 也不是我的对手 何况是一只家养大公鸡 万 你别冲动 罗斯的身手不如瓦尔德 没有专业练过什么 而瓦尔德来自西联邦 从小就练习柔术 一直以他们国家的柔术为荣 可即便如此 罗斯觉得 瓦尔德也不一定能打得过鳄鱼 柔术起最早起源于扶桑忍术 而扶桑的东西 大家都知道的 很多起源于华夏 柔术中也包含了不少华夏功夫的技巧 所以 爹在这儿呢 这个瓦尔德在叫唤什么呀 瓦尔德连袋鼠都打不过 还想打过战斗机 做梦吧你 哪来的小傻叉 快给老子把他铲出去 机哥 给他一点教训看看 让他知道 华夏功夫机的厉害 瓦尔德根本不听罗斯的劝告 用弹弓对准大公鸡 咕咕咕 石子破空的声音 他转身避开 回头就看到 瓦尔德拿着弹弓 咻 又一颗石子飞过来 大公鸡再度避开 咕咕咕 大公鸡生气了 直接扑通翅膀 朝瓦尔德飞了过来 看到大公鸡如炮弹一般冲过来 瓦尔德就地一滚 躲过这一击 又用手里的弹弓 打出去一颗石子 这颗石子 正好打在大公鸡的一个爪子上 导致令牌掉落在地 瓦尔德走过去 要捡令牌 大公鸡自然不能让他得逞 想要用嘴啄他的手 哪料瓦尔德目标 根本不是令牌 而是大公鸡 他手臂上青筋突然抱起 一把捏住大公鸡的脖子 小样 还不是抓到你了 瓦尔德轻蔑一笑 咕咕 大公鸡还想用嘴去啄瓦尔德 但是瓦尔德的力气很大 差点捏断他的喉咙 大公鸡感到浑身无力 根本没法去攻击别人 冰死之际 远处飞来一张叶片叶片 带着破空的声音 若是被打中 绝对能让瓦尔德见血 他不得不松开大公鸡 但他的手背上 还是留下了一道血痕 不远处的树后 先受冷淡的身影走了过来 咕咕咕 大公鸡头晕眼花地飞起来 但是却扑通栽倒在地上 瓦尔德还想对他伸手 你动他一下试试 冰冷的女生传来 带着淡淡的杀意 哼 瓦尔德不屑一笑 没准备停手 但又是一张叶片飞过来 瓦尔德下意识避开 然后发现 这张叶片切断了后面的一根树枝 他瞇了瞇眼眸 这才有些重视走过来的秦征 咕咕咕 大公鸡委屈巴巴地蹭着秦征的腿 无精打采的样子 秦征把他抱了起来 摸了摸他 啊 秦征好帅啊 我也好想被秦征抱在怀里 姜瑶 你就想想吧 磨刀印 刚刚吓死我了 战斗机差点被嘎了 呜呜 秦征 他欺负战斗机 快帮战斗机报仇 打死他 你就是他的主人 瓦尔德上下打量着秦征 目光有些不善 把令牌给我 大公鸡离开的时候 还没望拿走令牌给秦征 我的令牌 为什么要给你 秦征将令牌收进了冲锋衣的外套中 眼眸淡漠地望着瓦尔德 我可不想对女人动手 瓦尔德不悦地说 不过现在是特殊时期 为了名字也没办法 你最好识趣一点 不然别怪我不客气 秦征 这都是误会 罗斯突然上前一步 将瓦尔德拉开 你把令牌拿走吧 谢谢你送我的鳄鱼肉 罗斯并不想和秦征发生冲突 可是他这么想 他的队友不这么想 凭什么 瓦尔德又推开罗斯 我就吃了几口鳄鱼肉 大不了抓一只还给他 这块令牌 很有可能是决胜的关键 不能让给他 罗斯看了看秦征 又看了看瓦尔德 神色有点为难 那你想怎么样 我们打一架 秦征放下机 松了松手腕 都是朋友 不要打架 罗斯低声对瓦尔德说 这可是华夏的直播综艺 那么多华夏人看着 你好意思欺负女人吗 一点绅士风度都没有 瓦尔德皱了皱眉心 这才想起 这是华夏人举办的节目 好 我不欺负他 瓦尔德看着秦征手里的令牌 陈生说道 我不想和你动手 但也不能把令牌让给你 我们来比一场怎么样 如果你输了 那就把令牌交出来 秦征挑了下眉梢 玩味的说 那要是你输了呢 第162章 从不翻车 我输了 那令牌就让你拿走 瓦尔德扬着下巴 神色傲慢 他觉得自己根本不可能 会输对付这个瘦瘦的女人 那不是简简单单 这有什么意思 秦征轻斥一声 令牌是我的鸡拿到的 本就是我的令牌 既然我输了 我需要给你一个令牌 那么你输了 也要给我一块令牌 你还想从我的手里拿到令牌 瓦尔德仿佛听到了什么笑话 哈哈大笑起来 哈哈哈哈 我真是第一次见你 这么不识好歹的女人 在这个荒野的世界 雄性才是绝对的实力掌控者 你不过就是一个娱乐女明星 你拿什么赢我 话语落下 瓦尔德还右手握拳 捶了捶自己胸口的肌肉 彰显自己的力量 嘲讽秦征的不自量力 你还没说比什么 怎么就知道你肯定赢 秦征抱着手 好整以侠地看着他 不过呢 不管比什么 你都不可能赢 就喜欢征姐的自信 不管怎么样 一定要赢他 那什么 如果瓦尔德和征姐 比做饭怎么办 楼上你是魔鬼吗 M 瓦尔德 应该不知道这个弱点吧 快闭嘴 别让外国人知道 征姐的弱点 那就这样 瓦尔德轻蔑地说道 自信是好事 自信过头就是笑话 看在你是女人的份上 我就不和你比格斗了 免得你在节目上哭出来 刚才你扔叶片的手法不错 我们来比试远程攻击 这已经是最小科的玩意了 如果你还是赢不了 那就没办法了 你必须把令牌交出来 哦 我扔叶片 你也扔叶片 扔叶片可不是随便扔扔 叶片柔软 扔出来需要极其强大的尽力 但又不能过度 这个尽力的恰到好处 不是一般人能够掌握的 我不扔叶片 我用弹弓 瓦尔德说 切 用弹弓有什么好牛的 你不会用叶片就直说 用叶片进行远程攻击 需要很巧妙的尽道 弹弓能有什么技术含量 和弹弓完全不是一个概念 就是啊 这个瓦尔德要不要脸 嘴上说着绅士风度 结果在比试上占勤征便宜 勤征笑了笑 普通人可没法把叶片当成武器 我觉得你就不行 你是不是因为不行 才不和我比啊 谁说我不和你比 我只是想让你 让你用最擅长的东西做武器 瓦尔德思考片刻 既然如此 那我们都用弹弓 他看着勤征冷笑道 既然你想要公平 我们就用一样的武器 勤征骤了骤眉心 有点纠结 我都没怎么用过弹弓 紧接着他红唇微钩 玩味地看着瓦尔德 不过呢 可以陪你玩玩 你非要找死 那就开始吧 瓦尔德转头看向罗斯 你去再做一个弹弓 动作快点 罗斯皱了皱眉心 有些担忧地看着勤征说 勤征 你不该同意的 我看你用叶片挺好使的 没事 帮我做一个吧 罗斯叹了口气 以为勤征真不会弹弓 但罗斯还是认真去找材料 帮勤征制作一个比较好的弹弓 不仅罗斯担心比赛结果 看节目的观众也有点担心 他们从未见过勤征使用过弹弓 认为他太冲动了 等到罗斯做好弹弓 瓦尔德说了一下规则 罗斯会站在指定安树的附近 我们需要射中那棵安树的树干 总共比三场 分别是50米 100米和200米 开始吧 罗斯先站到了50米外的安树旁边 朝他们挥了挥手 瓦尔德自信地开始 用弹弓对准罗斯旁边的那棵安树 石子飞速地弹出去 完全陷入安树的树干 So easy 他看向身边的秦征 得意地耸了一下肩膀 秦征瞥了他一眼 对大公鸡说 鸡哥把我眼睛遮起来 咕咕咕 大公鸡飞到秦征的脑袋后面 用翅膀遮住他的眼睛 瓦尔德的表情愣了一下 这个女人在搞笑吗 喂喂 他对秦征说 你只有一次机会 如果这次没有打中安树 那么这一局你就输了 我知道 秦征冷淡的声音传来 他举起手中的弹弓 对准了不远处的安树 没多久 石子破空的声音传来 他居然 直接打穿了树干 卧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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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穿了 闭着眼睛打穿了 刚刚我正想发弹幕说 秦征装备要翻车 幸好我还没发出来 这也太牛逼了吧 怎么做到的 为什么闭着眼睛也能打准 闭着眼睛都能打准 唯有熟练至极能做到 秦征是不是有什么隐藏身份 他可能是那种常年玩枪的人 要么就是玩过很多年的弓箭 难道 秦征是那种人 对对对 就是那种 世界顶尖杀手 隐藏身份 混娱乐圈 勾搭顶流男神 哈哈哈哈 我要被网友的弹幕笑死了 不仅观众们看傻眼了 万尔德和罗斯也傻了 万尔德还专门跑到那棵树旁边 观察秦征打穿的树干 万 我就说他不简单 罗斯拍了拍万尔德的肩膀 给了他一个好自为之的眼神 这肯定是运气 万尔德的脸色长得通红 他想到自己之前放得很画 颇有些恼羞沉默 后面还有两场 怕一个女人能有什么力气 估计连树皮都摸不到 结果打脸来得很快 秦征依旧蒙着眼睛和他比赛 一百米和两百米外的树干 都被他打穿了 而万尔德打两百米外的树干 只是让石子碰到了树干 连树皮都没擦破 明显是后面力道不够 秦征走过去看了一眼 对他笑道 这就是荒野上的雄性力量吗 连树皮都打不穿 你是不是虚啊 哈哈哈哈 就是了 万尔德这么瞧不起女人 结果连女人都没比过 岂不是虚得要死 事实证明 万尔德就是个戏狗 脸挺疼的吧 万尔德的脸色一阵轻一阵白 欲言又止 不知道该怎么反驳的样子 让华夏的观众们 看得十分解气 把令牌给我吧 令牌没在我身上 晚点拿给你 万尔德几乎是咬牙切齿地说 看到他这副模样 秦征的眼神越发玩味 你是不是不甘心 不过也是呢 毕竟弹弓不是你最擅长的东西 我们再比一场怎么样 如果我输了 你不用给我令牌 如果你输了 你再给我一块令牌 加起来两块 万尔德正在气头上 他飞快地追问 比什么 第163章 修仙是骗骗小孩子的 秦征把玩着手里的弹弓 红唇微翘 神色漫不惊心 还是由你来决定 看到他这副姿态 万尔德冷笑 你也太自负了 刚才是我让你 故意选了较为简单的远程攻击 进行比试 若是让我和你比体能或格斗 你肯定不是我的对手 废话别多说 秦征看着他开口 那你这是同一比试了 比就比 万尔德看了看附近 想到安树林旁边有一处峭壁 我可不想打伤你 免得华夏观众 说我欺负女人 我们就来比一比徒手攀岩 万 他刚说完 罗斯就大叫道 那边的峭壁很高 我都不一定能徒手爬上去 男女体能有天然的差距 秦征肯定会更加吃力 就算你赢了 你也是胜之不武 万尔德皱了下眉心 这可是他说的 让我来决定比试的内容 我不和他比这些 难道和他比试化妆绣花吗 没事 就比这个 秦征淡淡一笑 罗斯担忧地看了他一眼 但转念想到 万尔德赢了 他们可以不用失去一块令牌 他就没再多说什么 他们来到了安树林旁边的峭壁 这处峭壁距离岩洞不远 江瑶看见了他们 你怎么和他们一起 江瑶直接走了过来 他想和我比试 以令牌为赌注 秦征简单地解释了一下 比什么 比徒手攀岩 江瑶看了眼那处峭壁 算不上特别高 但徒手爬上去 依旧很费力气 若是以前没觉醒幽冥火的他 估计只能堪堪爬山终点徒手攀岩 如果在过程中没力气继续爬 可是很危险的事情 瓦尔德活动了一下筋骨 对秦征说 你现在认输还来得及 为你的不自量力而道歉 我可以原谅你 到底谁不自量力啊 这个瓦尔德真是普通又自信 刚才说了的人是谁 就是啊 还没营救在这里避避 瞧把你能的 不过他说的也有道理 如果秦征爬到一半没力气了 肯定会从峭壁上掉下来 他们都没做安全措施 很有可能丢掉小命 好高的石壁 我看着都害怕 秦征真要爬上去吗 我觉得征爬心里有数 如果他不行的话 应该不会答应比试 对 相信征爬肯定能行 你还记不记得 上次比试之前 你也是这么说的 秦征玩味的看着瓦尔德 结果呢 你可是输了一块令牌 瓦尔德眯起眼眸 冷笑道 你这么有自信 难道你会滑下功夫里的轻功 想用轻功飞上去 要不然的话 真不知道你该怎么赢 瓦尔德又说道 除非你能飞 像你们华夏的古人一样 修炼过仙术 轻功那是传说中的东西 现实根本不存在 秦征笑了笑 至于修仙这种事 那都是骗骗小孩子的了 那就开始吧 话语落下 瓦尔德率先朝峭壁跑去 秦征慢吞吞地走过去 瓦尔德已经往上爬了好几步 秦征才将手按在一块岩石上 然后脚尖轻点 直接窜到了三米高 紧接着 他全程背着手 闲散懒淡 如履平地 没踩中一块岩石 就往上飞好几米 五秒内抵达峭壁终点 瓦尔德 罗斯 观众们 我都没看清 秦征就到了山顶 这还不是轻功 这明显不是轻功啊 轻功哪有这么厉害 秦征你是不是背着我们修仙 秦征说修仙是骗骗小孩子的 然后他飞到了山顶上 踢 踢 求瓦尔德的心理 卧槽面积 哈哈哈哈 灵气化形 徒步踏飞 起码得是金丹老祖的修为 狗头 那秦征是不是还会遇见 好酷啊 好想学 征解收不收徒弟 秦征站在山顶往下看 万尔德才爬了五米高 连峭壁的一半都没倒 他就跳了下来 观众们灯时下出一阵尖叫 哦 秦征却依旧如履平地 每一下刚好踩中突出的小岩石 安稳落地 江瑶 想吃烧烤 好 他们去树林里逮了几只野味 然后在下面架了一个火堆烤肉串 秦征你能不能做个人 万尔德爬得这么累 你居然下来吃烧烤 就是 太过分了 我提议去万尔德旁边吃 征解你可以育空暂停吗 直接停在万尔德旁边吃烧烤 夺笋啊 全世界的笋都被你们这些网友夺走了 等到江瑶烤好 秦征手里拎着一只烤兔腿 又轻松地飞上了峭壁 万尔德还在苦逼地攀岩 他的脸上满是汗水 表情猙獰 秦征路过他的身边 带来一阵烤肉的香味 他还鼓励他加油鸭 马上就到了 这一句鼓励的话 差点让万尔德气到喘不上气 从峭壁掉下去 好在他及时稳住 又苦逼地继续往上爬 征解好贴心哦 还鼓励万尔德 嘻嘻嘻 哈哈哈哈 万尔德气死了 他的表情想杀人 爬了这么久 肚子饿了吧 江瑶烤的兔腿 看上去贼好吃呢 珍宝 你到底还有多少惊喜 是朕不知道的 等到万尔德爬到山顶 已经累得说不出话 整个人摊在地上 秦征站在他的旁边 刚刚又吃完了一只烤鸡 这 这就是华夏功夫 万尔德看着秦征 瞳孔震战 你说了 记得丢两块令牌 万尔德没说话 他摊在地上 望着蓝天白云 最后叹了一口气 原来华夏的电视剧里面 华夏古人会非是真的 等到他们从峭壁下来 万尔德也得走不动 需要罗斯扶着他 两人带秦征去避难所 准备将令牌给他 你们还住在那个地方 秦征看了眼这俩人的面相 虽是问句 眼神却很笃定 他们根本没听他的劝告 是啊 罗斯回答说 不过没发生什么意外 就是我晚上没睡好 总觉得地下有东西 发出喷喷喷的声音 你们在那里待的时间太久了 秦征微微皱起眉心 看着他们的面相 可以看到 他们的眉心有一缕黑气 那个东西已经盯上了你们 他想了想说道 我可以帮你们解决 但你们需要给我一块令牌 作为报酬 有什么东西 瓦尔德皱眉问道 邪碎 这是秦征的初步猜测 鬼魂骂 瓦尔德不自觉露出不屑的表情 但突然想到 秦征会飞檐走壁 他收敛了一下神情 就算真遇到了鬼 又能怎么样 鬼魂哪有大型野兽吓人 这不值得我们付出一块令牌 秦征没说话 他突然停下脚步 看向不远处的石洞 他快速地捕捉到 漆黑的石洞里 有一道身影一闪而过 第164章 那只鸡朝你竖了个中指 好凉快 进到石洞里面 瓦尔德直接坐在了帐篷边的地上 让他感觉很舒服 这是两块令牌 罗斯从背包里拿出令牌 有些不舍地交给秦征 瓦尔德心里也是一阵不甘 先前他寻找这些令牌 可是费了不少功夫 你们还有四块令牌 秦征诧异地看了一下剩余的令牌 没想到瓦尔德找令牌找得这么快 这可不能再给你 罗斯连忙捂住自己的背包 如果不是这场比试 四队总共有六块令牌 遥遥领先其他人 不过现在 领先的是秦征所在的一队 他总共有七块令牌 只需要再给我一块令牌 就可以解决邪碎哦 秦征笑了笑 戏谑地看着他们 你们遇上大型野兽 或许有机会逃走 若是被邪碎缠上 那可是没法逃的 你们走到哪 他会跟到哪 你别想再骗我的令牌 瓦尔德突然开口 这个时候 他算是反应过来了 第二次比试 秦征就是故意用激将法激他 让他又赔进去一块令牌 这哪是骗啊 我是救你们的小命 秦征轻则一声 将手上的两块令牌收起来 没事 你们还会来找我的 他笃定地说 我就住在安树林旁边的岩洞 来找我的时候 记得带上令牌 说完这些 秦征转身就走了 瓦尔德瞪着他的背影 对罗斯吐槽说 这个华夏女人 真是太狡猾了 我都说了 不要和她比试 她的华夏功夫很厉害 你自己非不听 罗斯叹了一口气 距离求生结束还有二十多天 节目组总共扔下来 一百多块令牌 现在只是失去两块令牌 倒也没事 后续得防着点秦征 免得他从我们手中抢走令牌 瓦尔德没有说话 他的神色有些阴沉忌惮 显然认同罗斯的看法 他也认为 秦征是个很难搞的对手 咦 我们的鱼呢 罗斯站在木桶旁边 突然开口惊到 昨天拿到那些鱼 他没有全部晒成鱼干 而是留了好几条活鱼 养在木桶里 打算这几天吃活鱼 可是现在 木桶里只有水 所有的鱼都没了 难道是动物偷走的 瓦尔德走过来一看 本就阴沉的脸色 更难看了 如果有动物闯进来 门口的栅栏会被破坏 我们刚才回来的时候 栅栏还是好好的 挡在洞口外面 这里地上 也没留下动物的毛发 罗斯皱起眉心 如果不是动物偷走 难道是人类 他在洞穴里转了转 接着又出去 在石洞附近转了一圈 可是都没发现什么线索 不仅没有动物经过的痕迹 也没有人类出没的踪影 罗斯走过来 嘟囔囔 真是太奇怪了 到底是什么东西 偷走了我的鱼 他回来走进洞穴 鼻尖却闻到一阵血腥味 罗斯停下脚步 仔细闻了闻 顺着血腥味 看向了帐篷里躺着的万尔德 刚才万尔德徒手攀岩 耗费了极大的体能 罗斯出去 查看情况的时候 他就在帐篷里睡着了 帐篷的拉链没拉上 万尔德的两条腿 还伸在帐篷外面 万 罗斯钻进去帐篷一看 灯石下的脸色苍白 只见万尔德脸色安详地 躺在在帐篷里面 他的脖子上有一条活口 往外伸着鲜血 罗斯连忙去探万尔德的呼吸 还活着 万 快醒醒 罗斯推散着万尔德 好半天才把他给叫醒 怎么了 万尔德睁开眼睛 茫然地看着身边的罗斯 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你的脖子上有伤口 罗斯指了指他的脖子 神色惊恐 你一点感觉都没有吗 刚才谁来过 没人来过呀 万尔德说完 顺手摸了一下脖子 果真摸到了满手鲜血 我去 他灯石筋里弹坐起来 然后钻出帐篷 用木桶里的水照了一下自己 他的脖子上 有一条鲜红的血线 看到这条血线 他才感觉到疼痛一点点袭来 我的脖子上怎么会有伤 我怎么一点感觉都没有 万尔德脸色难看 转头看向罗斯 刚才你去哪了 我去外面转了一圈 但没发现任何动物 或人类闯进来的线索 你没在这儿 也没人进来过 我的脖子怎么会 万尔德语气微顿 莫名觉得背脊一阵发凉 难道是勤征说的那个东西 罗斯压低声音说 我们还是赶紧离开吧 这里太邪乎了 两人对视一眼 都觉得身上起了一阵鸡皮疙瘩 连忙开始收拾东西 急急忙忙的 从这个洞穴离开了 万尔德先去找了一些草药 把脖子上的伤口包扎了一下 好在伤口不是很深 只是表层的皮肤受损 我太累了 没走多久 万尔德就停下了脚步 气喘吁吁的 靠在旁边的树干上 贪言消耗完了我的体力 我们休息一下吧 不行 我们要快点离开这个山谷 罗斯脸色凝重地说 刚才的事情太古怪了 这里肯定有什么脏东西 万尔德摸了摸脖子上 缠着的布条 心想 罗斯要是没有叫醒他 那他脖子上的伤口 会不会越来越大 直到他的动脉断裂 流血而死 他越想越心惊 最后还是咬牙撑起身子 和罗斯继续步行离开山谷 两人走的是安树林这边的路线 没多久 路过勤征居住的岩洞 岩洞外面的石头上 铺晒着一些鱼杆 大公鸡趴在石头边睡觉 看到他们路过 大公鸡睁开眼睛看了一眼 突然一溜烟跳了起来 对着他们那边 咕咕咕地叫个不停 他在叫什么 万尔德皱眉对罗斯说 这只鸡很有灵性 估计是认出了我们的身份 在和我们打招呼 罗斯朝大公鸡挥了挥手 你好 功夫鸡 大公鸡看向他们 抬起翅膀 并朝他竖了一个中指 杀笔 大公鸡冷哼了一声 然后趴回原来的位置 继续睡觉 罗斯 万尔德 下化线 哈哈哈哈 这俩歪国人傻了 没想到我们华夏的鸡 还会骂人吧 原来这只鸡真的会骂人 上次我没听错 这鸡太没礼貌了 怎么骂人呢 狗头 快多骂几句给爷听听 大公鸡是不是看到了什么 我们看不见的东西 刚才他咕咕叫的时候 看的方向是万尔德的身后 不是万尔德 对对 后来罗斯朝他挥手 他才看向他们树中指的 好诡异啊 万尔德背后到底有什么东西 第165章 好像不是鬼 难道是活魂 这只鸡是在朝我们树中指吗 他好像还骂了一句杀笔 万尔德和罗斯满脸震惊 诧异地望着大公鸡的方向 不可能吧 鸡怎么会说话 难道我们都幻听了 两人倒是没有生气 万尔德看了眼岩洞里的帐篷 他对罗斯说 我们在这里休息会儿吧 我实在是累得不行 走不动了 一队的人都在这里 这里应该没什么危险 可以 罗斯点了点头 他看向身边的万尔德 只见万尔德的脸色格外苍白 额角甚至细密的汗珠 嘴唇毫无血色 并且有些干裂 可是前不久 万尔德才喝过水 万 你是不是生病了 你的状态看上去很不好 罗斯扶着万尔德坐在树下 没事 我只是太累了 万尔德朝罗斯摆摆手 靠着树干闭目养神 听到外面的动静 秦征从岩洞走出来 他第一眼就看到 万尔德和罗斯所在的地方 笼罩着浓重的阴气 不过 他没说什么 既然他们离开了那个石洞 说明他们已经察觉到了不对劲 这俩人就在他家门口 他们迟早会来找他帮忙 秦征 这边哪里有水源啊 罗斯朝他走了过来 万尔德好像生病了 我们在这里休息一下 晚点再离开 岩洞里有地下水 可以喝 秦征带罗斯去了岩洞里 让他用自制的竹筒水杯 咬了两杯水 回来的时候 罗斯发现 万尔德的脸色越发白了 从苍白变成了青灰白 嘴唇发黑 像是那种死人脸的颜色 而万尔德脖子上包着的布条 竟然散落了下来 脖子上的伤口比刚才大了一些 从右侧不断地流泄下来 可奇怪的是 万尔德的衣服上没血 万 快醒醒 罗斯面色大害 用布条按住万尔德的脖子 想要将他叫醒 可是这次不管他怎么叫 万尔德都没反应 万尔德 罗斯不在的时候 万尔德脖子上的布条 自己掉了 附近没人 他脖子上的伤势 却越来越严重 卧槽 好恐怖啊 万尔德莫名其妙就嘎了 你们没发现吗 虽然万尔德的脖子一直流血 可是他的衣服上却没血 连衣领上都没沾到血迹 是啊 他流出来的血去哪了 被鬼吃了 不仅罗斯吓了一跳 看节目的观众们 也是一阵心惊 罗斯用手探了探万尔德的呼吸 比刚才弱了很多 他等了很久才感觉到 秦征 快帮帮忙 罗斯跑去岩洞找秦征 万生病了 我怎么叫他都不应 秦征和江瑶从岩洞里走出来 江瑶淡默地说 如果你们撑不下去 可以呼叫救援 让节目组的人带你们离开 这 罗斯的身体将在原地 如果这么离开的话 万尔德就失去了比赛资格 他就会少一个好帮手 很可能没法撑到一个月后 节目结束 想让我出手 可以 秦征见他在纠结 开口说道 给我两块令牌 之前我就提醒过你们 你们没听 现在就不是那个价钱了 他这个情况 就算你们离开荒岛 去医院也就不了 为什么 罗斯张大了眼睛 不敢置信地看着他 秦征 你是不是知道 他身上为什么会有伤口 刚才根本没人攻击他 可是他身上却出现了伤口 确实不是人 秦征看向万尔德 只见他身边蹲着一个黑影 那个黑影正挫在万尔德的脖子旁边 咕噜咕噜地喝着鲜血 让你看看也无妨 他的指尖闪过一道金光 然后指尖点在罗斯的眉心 啊 罗斯看到了那一幕 他吓得往后倒退好几步 那个东西感觉到了他的目光 停下吸血的动作 阴冷地看过来 瞳孔是怪异星红的颜色 他的身边缠着浓重的阴气 如黑雾一般 让人无法看清具体的模样 隐约能看到一张东方人的脸庞 这 这是 鬼 差不多吧 秦征拧眉看着那团黑雾 从他身上感觉到了浓重的阴气 可是却没感受到死气 一般来说 阴气和死气将会同时存在鬼魂身上 然后统称为鬼气 除非是活魂离体才不会有死气 难道不是鬼 这无人的破岛上 还能有活魂 秦征的心中一阵疑惑 这个时候 罗斯的声音传来 我给你令牌 快救救万 罗斯的嘴唇哆嗦着 身体感到一阵阵恐惧发了 早点决定不就好了 秦征勾了勾唇 从口袋里拿出之前画好的几张驱邪符 他将驱邪符甩出去 轻而易举的把那个东西打得魂飞魄散 金光闪现在节目镜头中 观众就看到 万尔德身边浮现一团黑雾 黑雾中有一张东方脸庞扭曲挣扎 最后没发出一声惨叫就消散了 摄像头只捕捉到了一瞬间的画面 很快就没了 不过节目的热度很高 还是有不少观众捕捉到了这个画面 妈呀 大白天吓得我头皮发麻 有东西凑在万尔德脖子上喝血 那是鬼吗 我看到了一团有人脸的黑雾 怪不得战斗机一直咕咕叫 他是不是早就看见那个东西了 又变成了灵异直播间 太刺激了吧 幸好有秦征在 不然万尔德就赶了 我也想要一个秦征这样的朋友 呜呜呜 我最近老是做噩梦 有时候睡觉 还会有鬼压床的感觉 咧 秦征将那团黑雾打得魂飞魄散 本以为没事了 可他看向万尔德和罗斯的面相 却又察觉出一丝古怪 咦 他盯着万尔德看了看 怎么还是横死的面相 树荫下面 那团黑雾散去之后 万尔德终于醒了过来 可是他却虚弱异常 感觉嗓子一阵火辣辣的疼 出口的声音也是沙哑的 罗斯 我这是怎么了 你刚才被鬼缠上了 什么 万尔德愣了一下 接着去摸自己脖子上的伤口 又摸到了满手鲜血 我都上药了 怎么还有血 我可是找到了上好的止血草 伤口又变大了 有一只鬼在吸你的血 罗斯对他解释 幸好秦征出手帮忙 不然你就死了 万尔德面色微变 不过你别太担心 秦征已经除掉了那个鬼 罗斯安慰地对他说道 还没除掉 秦征脸色凝重 我需要去 你们住的地方看看 那个东西有点棘手 第166章 敢动吗 不敢动不敢动 还没除掉 罗斯疑惑地问道 可是刚才 你不是把他打散了吗 打散并不代表消失 秦征简单地解释了一句 转身去岩洞里 拿了几样东西 让他留在这里 将咬你看着他 秦征指了一下万尔德 随后带着罗斯 前往他们之前居住的石洞 来到石洞附近 秦征发现 这里的阴气更重了 说明那个邪灵 吸射万尔德的鲜血 变得更加强大 他们进到石洞里面 温度骤然冰冷 好冷啊 罗斯冷地打了个哆嗦 摸了摸手上的鸡皮疙瘩 我们离开的时候 这里还没这么冷 秦征在石洞里面看了一圈 都没看到阴气的来源 他蹲下身 将手里的竹筒放在地上 然后用树枝 沾取竹筒里装着的鸡血 在地上画了一个阵法 这是他们处理完野位 秦征特意让江瑶留下的野鸡血 画幅曲斜的时候可以用到 画完阵法之后 秦征将一块上圆下间的条状石块 放在阵法的中间 这是在干嘛 那个鬼还没死吗 鬼 鬼还没消失 可能是跑了 秦征 这是在干什么 观众们看得好奇 罗斯也是 他便开口问道 嘘 别说话 秦征没解释 只是低头看着地上的阵法 突然间 地上的长条石块 微微悬空 疯狂地转动起来 这是探灵阵 秦征这才开口解释 随着他说完 转动的石块停下了 石块的尖头指向一个方向 看到这个方向 罗斯脸色煞白 浑身僵在原地 石块尖头指向的地方是 他的身后 无人机摄像头 也拍到了石块的指向 为了给节目观众 更好的观看体验 摄像头开始慢慢地转动 开始转到罗斯的身上 刚才那个趴在 瓦尔德脖子上 吸血的魂魄 又出现了 他在罗斯的身后 对罗斯的脖子 张开了嘴巴 那张阴森的东方脸庞上 露出两颗尖利的獠牙 哈哈哈哈 我草 吓得我把手机砸了 秦征不是把他打死了 怎么又出现了 这个东西 不会打不死吧 罗斯你回头看一下 其实不吓人 Omega 明明很可爱 我都想凑上去亲一口 罗耶你回头看呀 多损啊 你们能不能做个人 罗斯都快吓死了 鬼 罗斯 敢动吗 罗斯 不敢动不敢动 那个东西 正要咬住罗斯的脖子 秦征手中的叶片浮露 就飞了出去 驱邪腹的金光 又将他打散消失 可是秦征知道 他肯定没有魂飞魄散 为什么呢 秦 秦征 罗斯的声音传来 他还是僵硬地站在原地 一动不敢动 脸上的表情都快哭了 那个东西还在吗 虽然他没转头 但是他能感觉到 自己身后有东西 石块指向他的时候 他只觉得 身周越来越冷 特别是脖子这一块 像是要结霜了 暂时被我打跑了 秦征说完 见他还是一动不动 便又说道 你可以动了 要是害怕的话 可以站到我身边来 罗斯连忙走到秦征身边 秦征继续用树枝沾着鸡血 在地上画着阵法 过了好一会儿 他的脸上才露出恍然大悟的表情 原来在地底下 秦征用手掌按住地面 灵力渗透下去 他的神石也跟着下去探查 潺潺的流水声传来 他先是在下方看到了暗岛 接着看到了流动的地下河 而这片流动的地下河 就是石洞阴气的来源 本想用灵力破开岩石 可是下方中空 若是贸然震碎地面 可能会引起石洞坍塌 将它和罗斯埋在下面 那条地下河 也不知道通往何处 要是通向大海 那可就麻烦了 秦征收回手 对罗斯说 那个邪灵的本体 隐藏在山石下面的地下河中 我们没办法接触到他的本体 那可怎么办 罗斯的嘴唇微微颤抖 难道我和瓦尔德死定了吗 当然不会 秦征安抚地看了他一眼 既然我答应了你们 自然会保住你们的性命 他抬手挥了挥 地上的两个阵法都消失了 地面变得很干净 秦征用树枝沾取鸡血 开始重新化阵法 虽然我们不能下去铲除它 但是我可以把它封印在下面 只要他的魂魄出不来 自然不能对你们造成伤害 那就好 罗斯松了一口气 谢谢你 秦征 等到秦征画完阵法 罗斯能明显地感觉到 石洞的温度上升不少 没有先前那种阴冷刺骨的感觉 只是比外面凉爽一些 好了 我们回去吧 秦征看向罗斯 他的面相已经发生了改变 两人返回安树林的岩洞 罗斯拿了两块令牌给秦征 秦征还帮他们驱除了体内的阴气 瓦尔德的身体状况好了一些 只是相比之前 还是会虚弱一点 夜幕降临 秦征盘腿坐在帐篷里 思考着那个地下河中的邪灵 方才江瑶摘了些野果和香料 他在帐篷边煮一汤 瓦尔德和罗斯的身体还没恢复 所以他们在岩洞外面扎了帐篷 暂时和秦征他们一起住在这片地方 众人不曾察觉之际 一条大船停泊在荒岛的另一头海岸线上 船上下来几个人影 其中有一个身材苗条的女人 她看向夜色下的荒岛 咬了咬牙 秦征 我看你这次怎么逃 这个女人正是秦宇诺 她说完狠话 将脖子上带着的一个玉坠拉出来 对着玉坠亲了一口 好宝贝 不愧是爹妈留给我的 关键时候能救我一命 上次她被黑熊一掌拍晕 正常人肯定成脑震荡 得在ICU住一段时间 可是秦宇诺却没什么事 第二天就活蹦万跳了 受伤之前 秦宇诺的玉坠从衣领掉出来 她看到玉坠发出一阵绿光 保护着她的身体 当初她被人找到的时候 那人说她是秦家后寺 还把这个玉坠交给她 说是她亲爹亲妈留给她的护身符 只是那人叮嘱她 需要对秦爷说玉坠一直留在她身边 她从小就带着 不能说是别人给她的 秦宇诺心中有些奇怪 刚开始以为那人是骗她 让她去假装秦师生的妹妹 可是基因鉴定的结果出来 她和秦师生确实是兄妹小姐 秦宇诺身边的几个人朝她行李 打断了她的回忆 为首的男人穿着黑衬衫 带着大金链子 她说道 小姐 你想神不知鬼不觉地弄掉那个女人 那就不能让人知道我们上岛了 我让他们把船开走 然后我们先去岛上找个赞助的地方 好 按照你的意思来 秦宇诺冷笑一声 今早她就让哥哥派来的人都赶了过来 还租了一条船带他们上岛 这些人都有大本事 除了邪龙这个响头师 还有一名鲜罗的黑袍阿赞 绝对能让秦征死无葬身之地 第167章 不一定是无人荒岛 一日清晨 秦征醒来看了一下手表 他们一队的令牌总数为9块 二队令牌总数为4块 三队令牌总数为1块 四队令牌只剩下2块 一队的令牌数遥遥领先 后续估计也会保持领先的趋势 三队的秦宇诺退出之后 邪龙还留在岛上继续求生 没有秦宇诺在身边 他反而过得更加舒坦了 沿东外面 罗斯和万尔德在帐篷里住了一晚 万尔德脖子上的伤口倒是结痂了 但他的身体精力还没恢复 罗斯昨天受到了惊吓 整个人也奄奄的 哇 我们还要继续吗 罗斯有些茫然地问 他想起昨天见到的那些事 心中还有一阵后怕 我们以前求生的时候 都没遇到过鬼怪 没想到这个世界上 真有这种东西 下次要是又遇上 我们怎么办 沃尔德摸了摸脖子上包着的布条 思索着说 我们活了这么多年 昨天是第一次遇到那种东西 那种东西 又不是岛上每个地方都有 你不用这么害怕 而且 你不是说了吗 勤征已经封印掉了那只鬼 获得第一名的奖金 可是每人五千万 加起来就是一个亿 工作一个月就赚一个亿 哪个网红团队能做到 哪怕他们在全网 有好几个亿的粉丝 都不曾有过这么高额的收入 所以 沃尔德不甘心 就这么放弃退出 现在连一个礼拜都没到 我们就想着退出 那也太丢人了 华夏有句古话 叫做 富贵险中求 沃尔德看向罗斯 继续说道 我们还是要试试 虽然秦征抓鬼很厉害 但是在野外找东西 还是我们比较内行 如果又遇上这种怪异的意外 大不了我们找秦征帮忙 他不会免费帮我们 只要我们有足够的令牌就行 沃尔德想了想 拿出最后剩下的两块令牌 他来到严栋找到秦征 用令牌和他换了四张树叶驱邪符 哟 这个沃尔德终于长脑子了 居然知道先用令牌换服录保命 如果后续都没遇到鬼 这两个令牌岂不是亏了 沃尔德估计觉得他们找到两块令牌很容易 所以宁可用令牌换个保障 如果我是他 我也会选择这么做 最后就算拿不到第一 狗到第二也有三千万呢 要不然参加个求生节目 死在鬼怪手里也太亏了 楼上正解 不过这波情争 躺赢也太爽了 手上直接有十一块令牌 其他人估计很难追上这个差距 错了 应该是十三块令牌 二队的令牌还要分一半给秦征 你们说他们会不会继续遇到鬼怪 然后一直找秦征帮忙 找他换服录 秦征就可以一路躺赢 哈哈哈哈 就一个没人的破斗 哪来这么多鬼啊 应该不会再遇到了吧 平时我们在城里都遇不上几个 也对哦 想要遇到鬼 这里以前起码得有人吧 弹幕谈论之际 秦征走出了岩洞 他看向不远处的小山 之处阴云环绕 相比他第一次观察的时候 阴气更加重啊 差不多每天都在变浓郁 乌黑的阴云之中 还藏有几分杀戮血气 这种杀戮血气 需要死亡多人才能形成 死者基本是被人为杀死 最常见于战场 自然死亡和意外死亡 都不会产生这种血气 地处阴脉又有杀戮血气滋养 恐怕有诸多变故 秦征皱了皱眉心 脸色凝重 什么杀戮血气 江摇过来的时候 正好听到秦征的喃喃自语 秦征对他解释了一下 他诧一道 难不成和上次一样 那里也藏着一只鬼罗刹 可是节目组说 这里是无人荒岛 就算有鬼罗刹 他能杀谁 节目组为什么能断定 这是无人荒岛 江摇沉音片刻 说道 他们派直升机 在海岛上空转了好几圈 都没发现居住的房屋 如果真有人 可能是一些躲在山中的古老部落 不曾搭建房屋 秦征点点头 有可能 两人去洗漱了一下 我们很久没吃蔬菜和碳水了 这样对身体不好 还要在这里待上大半个月 饮食需要注意营养均衡 不然后期撑不住 今天去找找野菜 和一些能提供碳水的植物 他们吃完早饭 打算去附近转转 赵立士留下大公鸡 在此处看家 等到下午两三点的时候 秦征和江摇才回来 没看到严冬外的帐篷 罗斯和万尔德已经走了 急着去找令牌 和新的避难所 倒是找到了野菜和野生红薯 但我们的运气也太倍了 今天一块令牌都没找到 秦征把鳄鱼皮带里的东西倒出来 叹了一口气 江摇笑了笑 我们的收获已经够多了 今天没找到令牌也没关系 他们居住的盐洞里面 有地下水流过 江摇捡起地上的野菜和野生红薯 拿到了盐洞里面 清洗了一番江摇洗后 拿出来放在岩石上 对秦征说 我想洗得走 你先别进来 好 洗澡 秦征不进去 我们可以进去看看吧 可嗨嗨 我去帮秦征看看 我也要看 为了秦征的幸福着想 不行 珍宝咱就彻 天下男人千千万 长得帅 也不能当饭吃 摄像机 你该懂事点了 快点飞进去拍江摇 江摇 你们这群老六 看到观众们的弹幕 节目组像是跟他们作对似的 偏偏不让无人机飞进岩洞 就在外面拍秦征切野菜 观众们气得一阵骂娘 叫唤着切野菜 有什么好看的 秦征 直到岩洞里传来江摇的惊叫声 还带着一丝慌乱 节目的弹幕先是暂停了一会儿 接着充满了屏幕 秦征冲压 江摇需要你 建议进去 先把江摇的衣服扔了 然后再救他 羞涩 我赌一包辣条 江摇身上什么都没穿 秦征快上呀 好刺激 我喜欢看 秦征连忙放下野菜和匕首 冲进了岩洞里面 怎么了 江摇的手臂搭在河岸边的石块上 俊脸苍白 湿漉漉的碎发往下滴着水 眉眼睛至妖野 透着几分玉气 他声音沙哑 有东西拽我 第168章 白捡一个小目标 我先把你拉上来 秦征伸手握住江摇的手 手里一用力就把他拽了上来 因为他的力气很大 把江摇拽上来之后 江摇整个人扑在了他的身上 不小心将他扑倒在地上 而江摇脚上拽着的东西 也显露了出来 居然是一架白骨 哇 江摇没穿衣服 借 江摇居然穿着内裤洗澡 可恶 怎么会有人穿着内裤洗澡澡吗 明 虽然有点可惜 但是看到了八块腹肌 江摇的身材真好啊 好羡慕秦征伍伍伍伍 白骨 你们能不能关心一下我 难道主角不该是老子吗 谁要看你个臭白骨 又没有八块腹肌 当然是江摇比较好看了 严栋里 江摇迅速地爬了起来 把脚上的白骨扯了下来 他拎起地上的外套 直接扔出去 将摄像机盖了起来 观众的屏幕瞬间变黑屏 只能听到说话声音 秦征那边转开视线 等着江摇把衣服先穿好 他才问道 你没事吧 江摇眉心紧皱 看向脚腕上的黑手印 刚才在水里的时候 有一股冷气钻进身体 然后就动不了了 应该是阴气入体 等到江摇穿好衣服 秦征转头看过来 看到了他脚上的黑手印 我先帮你驱除阴气 秦征让他坐在河边的大石块上 然后蹲下身 温热的掀手握住了他的脚腕 将上面的黑手印 一点点驱除 好了 秦征起身准备去查看 那具拉上来的白骨 白骨上面有淡淡的阴气 却没有看到白骨主人的魂魄 而白骨的左手紧攥着 里面似乎抓着什么东西 秦征想要将白骨手中的东西拿出来 可是白骨却死死握着 怎么都打不开他的左手 他手中用力 直接把白骨的左手骨捏碎 取出了他手中的那个东西 这么做不会让死者有怨气吗 鬼魂找上门咋办 楼上你觉得秦征会怕 暴力开箱 狗头 秦征 给我看看 我劝你别不是好歹 这什么东西 秦征拿在手上看半天 看不出是什么玩意 就知道应该是青铜材质 小版的青铜月 江瑶看着秦征手里的东西 神色怪异 这里不是海外荒岛吗 怎么会有我们华夏西周时代的青铜制品 或许是仿制的 有可能 月是用于斩杀的刑剧 后来又演化成为权力的象征 古代王者出师 手中会持月为武器 国内出土的青铜月都很大 可是这个才巴掌大小 那肯定是假的 哪有人的武器会这么小 秦征正要将这个东西扔到一边 还是留着吧 江瑶对他说 如果真是青铜制品 这种小型月太罕见了 估计能卖上千万或上亿 秦征连忙揣进了兜里放好 他想到 这个青铜月是江瑶带上来的 秦征又对他说 真能卖钱的话 我们一人一半怎么样 都给你 我不需要 嘿嘿 秦征美滋滋的拎起白骨 去外面找了个地方 把他给埋了 兄弟 谢谢了 他在挖坑的时候 江瑶煮起了野菜汤和烤红薯 两人吃饱喝足 处理了一下今天找到的食物 天色也渐渐的黑了 本以为晚上会有不干净的东西来严冻 毕竟地下盒里面拉上来一具白骨 但是这一碗过得相当平静 第二天清晨 他们还没出发去找令牌 二队的肖辰宇和王奎就找了过来 秦征 江瑶 肖辰宇很兴奋的冲过来 你怎么这么臭 江瑶一脸嫌弃的把他拉开 免得他臭到秦征 好几天没见 肖辰宇的衣服变得有些破烂 头发也是乱糟糟的 还没刮胡子 看上去像个流浪汉 王奎的情况和他差不多 那么多天没洗澡 还每天累死累活地找食物和令牌 怎么可能不臭啊 野外求生就是这样的啊 你们 肖辰宇的话语突然停下 他发现秦征和江瑶没什么变化 身上的衣服干净整洁 你们怎么这么干净 我每天洗澡 见他一脸不敢置信 秦征说 严冻有流动的地下河 水流干净 让他和王奎先去洗漱 洗漱完出来 肖辰宇想起自己要对秦征说的事情 他着急忙慌地跑到秦征旁边 连上衣都没传 秦征 我们在那边的山上 发现一个古墓 看上去有点阴森 我和王奎不敢进去 你要不要一起去看看 古墓 哪边的山上 肖辰宇指了一个方向 秦征顺着他的方向看去 正是地下河的上游位置 还很靠近那处阴气中的小山坳 难道那具握着青铜月的白骨 是从古墓那边冲下来的 秦征顿时来了点兴趣 我和江瑶还没吃早饭 等我们吃完过去看看 好呀好呀 古墓 海外荒岛上怎么会有古墓 如果这座岛距离陆地不远 千百年前说不定还不是小岛 有可能存在古墓 秦征手里那个 不会真是青铜月吧 那起码得是千年前的古墓 随便拿一个东西出来 就能卖上大价钱 哪有这么小的月 我觉得 纺织品的可能性比较大 而且 这里可是国外 怎么可能会有西周时代的古墓 或许是国外有人喜欢华夏文化 让人仿制了一个青铜月的工艺品 这个岛虽说是国外海岛 但是就在安南国的海域 安南国在华夏旁边 古代还是华夏领土 有可能发现我们祖宗的东西 要到墓了吗 这可太行了 我想看 如果是老祖宗的东西 那可得带回来 不能便宜安南人 不仅秦征感兴趣 看节目的观众们也是一阵兴奋 还有专门学习考古的观众科普 说秦征手里的青铜月 不一定是纺制品 古人会制作小型的乐器作为权力的象征 不仅有青铜月 还有石月 玉月 作用类似于虎符 玉玺 如果青铜月是真品 那座古墓高低得是个诸侯王的规制 吃完早饭 他们就上路了 萧尘宇在山脚发现了一个地道 他带着他们进去 那座古墓的面积极为广阔 站在地道尽头看过去 几间墓室一览无余 所有墓室的石门都大开着 你们开的门 秦征诧异的看向萧尘宇和王魁 没想到他们有这么大的能耐 那些王侯将相的陵墓 不是都有很厉害的机关吗 不是啊 第一次来的时候就开着 萧尘宇的表情迥了一下 不然我咋知道是个古墓 不是他们开的 那会是谁 第169章 来帮我抓小偷 封你做大将军 墓地本来就开着 难道岛上还有其他人 我猜可能是盗墓贼 总不可能是自己开着的吧 怪甚人的 墓主人 我家大门常打开 欢迎进来坐坐 这个墓也太空了 什么东西都没有 而且也没看到光过 秦征环顾了一下四周 发现古墓比所见的还要大 除了开着石门的那几间墓室 石壁后面还隐藏着不少空间 来都来了 进去看看吧 他们站在地道尽头 秦征率先朝墓中走去 啪哒一声 身后突然传来一阵响动 谁 众人连忙转头看过去 地道的光线很昏暗 看不太清远处的景象 只有附近石壁上的几根蜡烛 呼闪呼闪 这些蜡烛本来就在石壁上 他们进来的时候点起来的 好像有人跟着我们 萧陈鱼脸色微白 不自觉地往秦征身边靠近了一点 哪有啊 你是不是看错了 王奎揉了揉眼睛 使劲往昏暗的地道看过去 都没看到什么人影 那条地道一路笔直 也没有能藏人的地方 是这个东西掉了下来 王奎看向他们脚边的地面 连接着无人机的微型摄像头 掉在了地上 他走过去将摄像头捡了起来 无人机摄像头上面 有一盏小灯在一直闪烁 江摇拿过来一看 解释道 这里没有信号 而且摄像机也没法对外发射信号 所以节目组不能操控摄像机 他就掉了下来 被这里的磁场干扰到了 萧陈鱼想到自己看过的一些恐怖电影 莫名觉得背脊一凉 脏东西出现的地方 会让磁场发现变化 这里的磁场确实有古怪 沉默许久的琴征 从附近收回视线 看向其他人说 你们还想进去看看吗 我也不太确定会遇到什么 不过我可以肯定地告诉你们 这是个大幕 应该有好东西 我们这是不是算盗墓 萧陈鱼眼眸一亮 说不定能挖到价值连城的宝贝 比节目组发的奖金还值钱 那我们可就赚大发了 听到他这话 王奎也是一脸的激动 我们快进去看看 你们想多了 江瑶给他们泼了一盆冷水 就算是大幕 也是被盗墓贼挖过的大幕 石门旁边有炸药使用过的痕迹 角落还留着一些工具 石壁也被产得面目全非 盗墓贼早就把这里搬空了 连墙上的壁画都没放过 怪不得空荡荡的 萧陈鱼一阵失落 秦征却说道 虽然明面上的东西都被带走了 但是这个墓地 还有几个没被发掘的地方 眼前的几间墓室互相对称 陈设简单 未见棺果 说明都不是主墓室 我们可以找到主墓室去看一看 萧陈鱼打起精神 我们去探一探 找到东西可以卖了一起分钱呀 既然他们都同意去探一探 秦征就带着他们进去看看 随着他们查看墓室 最外侧的石门突然轰的一声 自己给关上了 紧接着 咔嚓咔嚓的机关转动声传来 莫名让人心里一紧秦征 秦征 门关了 我们出不去了怎么办 萧陈鱼从隔壁墓室跑过来找秦征 急什么 秦征却没当回事 从地上捡起了一个东西 咦 这里怎么有个WiFi的电力猫 鬼魂也上网冲浪啊 萧陈鱼诧异地看着秦征手里的东西 这是信号屏蔽器 江瑶有点无语地解释道 萧陈鱼倾壳着说 这俩东西长得太像了 这里又这么黑 我没认出来也情有可原吗 秦征关掉信号屏蔽器 无人机摄像头又飞了起来 这里的磁场虽然有异常 但还没到干扰摄像机信号的程度 秦征瞇了瞇眼眸 屏蔽器估计是盗墓贼留下的 萧陈鱼好奇道 盗墓贼为什么要用屏蔽器 爷回来了 这个目的到底有什么 刚才怎么看不见画面了呀 小语这呆瓜是想笑死我吗 牧主人 喂 警察局吗 我家被偷了 警察 你谁 你家在哪 牧主人 我是西州诸侯王 赶紧来抓小偷 抓到封米做大将军 哈哈哈哈 弹幕能不能正常点 萧陈鱼感觉到了 秦征和江瑶不怎么想理他 他就没再说话 过了会儿 王葵的声音传来 你们快过来 这里有个通道 秦征把屏蔽器收起来 连忙朝王葵的方向走去 牧室内寂静一片 只有他们的脚步声 机关转动声早就停了 王葵站在一块 坑坑洼洼的石壁面前 这里本来没通道 我听到刚才的机关声 出去看了一眼 回来就发现 石壁旁边多了一条通道 那边出去的石门被关上了 说不定从这里能出去 秦征看着漆黑的通道 眼眸深了深 进去看看 他率先走进去 其他人也跟着他一起进去 通道里一片漆黑 江瑶在外面的地上 捡了一根蜡烛点燃 他们才能看清附近的情况 路上倒是没遇到什么危险 可是他们走了许久 都没看到出口 也没看到其他的墓室 这个通道好像的迷宫啊 怎么走不到尽头 肖臣于吐槽道 确实是地下迷宫 秦征拿过江瑶手里的蜡烛 仔细地观察附近的石壁 我们刚才来过这个地方 现在又绕回来了 通道里有机关 江瑶笃定地说 嗯 秦征让他们放慢了前进的速度 他一边走一边用蜡烛照着附近的石壁 找了好半天 终于找到了石壁上的机关 随着秦征按下机关 咔嚓咔嚓的石轮转动声传来 他们的视线中出现微弱的光亮 眼前视野广阔 竟然有一个足球场大小的厅室 秦征正要走进这个大厅 耳边又传来刺拉一声 像是有什么尖利的东西 划过石壁 突然间 石门上方突然倒掉下来一个黑漆漆的东西 张牙舞爪地朝秦征扑过来 第170章 你能不能表现得害怕一点 妈呀 啥玩意儿 不会是怪物吧 萧辰宇和王魁吓了一大跳 连忙举起手里的武器 秦征却神色不变 一把掐住那人的脖子 瞬间让他哀叫连连 放 放开 我是人 不是妖怪 他将那人从石门上方拽了下来 是一个比较矮小的男人 大概只有一米六多一点 被秦征悬空拎着 男人的脸色胀得发紫 呼吸不上来 这男人身材矮小 棚头垢面 衣衫褂褛 身上还有一股臭味 见他快要断气 秦征才松手 将他扔到一边 你是什么人 男人大口的喘气 抬起眼睛看向秦征 眼里全是忌惮 看到秦征有几分不耐烦 他连忙说 我就是个盗墓贼 没想害人 我以为是仇家来了 所以才会爬到石壁上躲着 你是盗墓贼 萧辰宇追问道 你是不是还有同伙 墓里的宝贝去哪了 当然是被人运出去了 盗墓贼丧气地说 虽然我找到了这个西州公子墓 但是安南那边的杂种黑吃黑 把东西都抢走了 还杀了我的同伴 我好不容易才逃跑躲起来 不敢出去 你们进来的时候 没遇到那些人吗 没有 萧辰宇看向盗墓贼 又问道 你是华夏人 他点了点头 我叫做干相 你们叫我老干就行 老干从地上爬起来 既然那些安南人走了 你们也快离开吧 这个墓地邪门急了 不少盗墓贼和安南人 折损在这儿 不宜久留 他做事要从通道离开 秦征却把他拽了回来 一来一趟怎么能空手而回 秦征看向老干的视线 带了几分审视 冷淡的目光颇为锐利 莫名让他心里一紧 哎呀 你们几个小年轻 怎么就不听劝 老干急道 我可不是随便唬你们 这地方四面环海 地势巨鹰 里头藏着一个上千年的大墓 千年来早就成了个巨鹰盆 古人智慧巧妙 极为重视生死 王侯贵州的灵寝 不只是为了安息 也为了死后能全是滔天 或是重活一事 所以这墓里有诸多阵法机关 巨鹰会谐 危机重重 你们别看外面那些门开着 那可是我们和安男人 费了不少力气才打开 期间差不多死了几十个兄弟 安男人带了不少厉害装备 将我们全给坑杀 但他们还是撤了 肯定是遇到了对付不了的东西 他说完 萧陈宇和王奎变了脸色 秦征和江瑶还是无动于衷 江瑶问道 你在这里躲了多久 两个礼拜 老干的肚子咕噜噜地叫了起来 他轻咳一声说 不好意思啊 饿了太久了 能不能丢点吃的 这地方还没被安男人发现 藏着一些宝贝 你们可以都拿去 秦征瞥了他一眼 推开他进去查看大厅的情况 江瑶也没将吃的给他 这个目的又不是老干家的 大家想拿东西都靠本事 凭什么要用吃的和他交换 萧陈宇心思单纯 好心说道 我身上也没多少吃的 包里就一些野蘑菇 可以给你煮个蘑菇汤 好好好 谢谢啊 喝点蘑菇汤暖暖身子也行 他们在空地上坐下 萧陈宇从背包里拿出野蘑菇 和一个自制小石锅 然后找了点废木头点火 看到他拿出树叶绘制的萤火符 老干的眼神闪了闪 广阔的地下大厅 四角摆放着怪异邪气的镇木兽 镇中有一处祭坛 上面有不少泥塑的小人 或跳或舞 似乎在庆祝着什么 石壁边有很多木架子 挂着青铜制作的长明灯 长明灯的烛火很微弱 一闪一闪的 像是马上就要熄灭了 其他木室或多或少 大厅旁侧有几间耳饰 耳饰的石门上 都雕刻着古朴的壁画 秦征打量完 视线停在长明灯上 他发现长明灯的灯油不寻常 烛火上冒着黑色的邪气 老干注意到他的视线 开口说道 这些长明灯亮了上千年 乃是老化中的四大邪之一 其他三邪是什么 萧陈宇好奇地问 节目的观众们也好奇不已 斗鸡眼的镇木兽 淡香不散的奇楠木 千年不烂的黑棺材 灯油不干的长明灯 这四样就是四大邪 老干指了指祭坛四角的镇木兽 你们看那镇木兽 是不是斗鸡眼 放着长明灯的架子 就是其南木 所以这里会有南木箱 四大邪有三邪 这地方绝对是邪中之邪 若是东家的棺材 还是阴沉淮目 通身乌黑 那就是四邪齐聚 活人难走 死魂难闭 东家就是墓主人 萧陈宇如同一个好奇宝宝 那他的棺材是什么颜色 你当我说说呢 老干瞪了他一眼 我是让你们知道 这里有多危险 别乱走乱探 你们就庆幸 还没找到主墓室吧 要是真遇上非棺材 我们全得死在这儿 遇上四大邪会怎么样 墓主人诈尸吗 萧陈宇被他说得有些害怕了 王魁看着那斗鸡眼的 睁獰镇木兽 也觉得身上一阵毛毛的 总觉得那个斗鸡眼青铜兽 雕刻得栩栩如生 下一秒就会活过来一样 诈尸 老干冷笑一声 这算什么 比这恐怖多了 萧陈宇听完正声退役 琴镇的声音突然传来 你在这躲了两个礼拜 怎么没被饿死 祭坛那边的墙角有个暗道 通向地下暗流 我在那河里 抓鱼吃了一段时间 但那暗流直通大海 没法从那出去 老干带他们去看 那个暗道上面有个石板挡着 拿掉石板 老干还率先爬下地道 带他们去看了一眼地下暗流 在这吃了两个礼拜的鱼 我都要吃兔了 河流旁边的岸上 还放着老干的背包 地上有一堆鱼骨头和碳灰 说明他确实在这里生活了一段时间 倒是没说谎骗他们 上方大厅中 废木头柴火 噼里啪啦地烧着石锅 吱吱吱地叫声传来 有一只老鼠抱着一朵 长着人脸的怪异蘑菇 靠近石锅 然后把蘑菇扔进了石锅里 第171章 黄薄老脸 这老鼠成精了 居然给秦征他们加餐 那个蘑菇看上去不像的好蘑菇 顶上的皱纹像是一张老人脸 有点恐怖 我家祖上也是干盗墓行当的 我爷爷和我说过这种蘑菇 有些墓中会故意放上摆墓 用于培育黄薄老脸 就是为了搞死盗墓贼 黄薄老脸释放的香味 会让盗墓贼出现幻觉 从而自相残杀而死 若是吃了黄薄老脸 毒性会更加强 老鼠 给爷死 老鼠 大郎 该喝药了 两只队伍都在大墓中 所以墓里有两个无人机摄像头 有一个跟着秦征等人下去拍暗道 还有一个留在上面的大厅 正好拍到了小老鼠扔蘑菇的这一幕 蘑菇汤可以喝了 众人从暗道走上来 萧陈宇发现蘑菇汤沸腾了 他又从包里拿了两个竹筒 可以用来装蘑菇汤 他们看不到节目的弹幕 所以不知道蘑菇汤被老鼠夹料了 秦征 你们要不要喝点 不过没有多余的竹筒了 如果你们不嫌弃我的话 可以和我用一个 我嫌弃 姜姚面无表情的开口 还对秦征说 男女瘦瘦不轻 你也不要喝了 如果你想喝 等会儿回去 我给你煮 荒野求生 哪还在乎这么多 秦征毫不在意地说 秦征 姜姚一字一顿地叫了她的名字 眉心紧重 不过我刚吃完早饭 暂时不想吃东西 秦征说完剩下的话 转头看向姜姚 怎么了 叫我干嘛 没事 姜姚神色微顿 转开了视线 心中莫名松了一口气 别喝 大家都别喝 这锅汤被老鼠下毒了 他急了他急了 秦征要和其他人 用一个竹筒吃东西 姜姚急了 秦征和你用一个杯子的时候 你怎么不说 男女瘦瘦不轻 姜姚你吃醋就直说 找什么借口吗 郑姐大侄女实锤 这都没发现姜姚不对劲 秦征和姜姚都没喝蘑菇汤 萧尘宇和王葵喝了一些汤 然后把锅里的大部分蘑菇 都留给了老干吃 老干正要吃 却发现 飘在最上面的黄薄老脸 他脸色微变 看向他们说道 你们知道 什么是黄薄老脸吗 不知道啊 其他人也是一脸不解 看到他们的神色 老干心像锅里的这一株黄薄老脸 难道不是他们放的 如果不是他们想要害他 那会是谁 老干解释道 黄薄老脸是一张毒蘑菇 长在阴师墓的黄柏墓上 关顶皱纹如同一张老人脸 一而被人叫做黄薄老脸 他说完之后 秦征等人的脸色 还是没什么变化 老干的眉心皱得更紧了 起身在大厅里面转了转 我们这不是毒蘑菇 可以吃大 萧承宇以为他觉得蘑菇有毒 还对他说 我都吃了好几天了 老干没说话 依旧在大厅里面查看着什么 但没什么发现 老干 你怎么不喝 特意给你煮的蘑菇汤 萧承宇和王葵喝完蘑菇汤 发现老干还没吃那锅蘑菇 突然想起来 我对蘑菇过敏 老干咧嘴一笑 在这里待了这么多天 记忆都出问题了 他的视线看向 琴针脚边跟着的大公鸡 那只鸡能给我吃吗 出去抓一只还你们 咕咕咕 丢你雷老母 大公鸡跳起来 差点给老干一巴掌 幸好老干躲得比较快 哎哟 你们带的这只鸡可不得了啊 那是秦正仰的神兽 你别惹他 小心他扇死你 萧承宇警告地说道 老干眯了眯眼眸 也发现了这只鸡的不寻常 倒也没再招惹他 行了 此地不宜久留 我们赶紧离开这里吧 老干对众人说道 近来的石门关上了 我们出不去了 我知道有一条路能出去 我带你们过去 真的吗 萧承宇脸色一喜 秦正 我们要不要先出去 秦正和江瑶正在观察那处 摆着陶永人的祭坛 陶永人的脚下铺着一堆沙子 用匕首扒拉能挖出不少东西 有白骨 金线和玉珠 那玉珠的成色极好 大概就比婴儿拳头小一些 呈上兼下缘的锥形 王魁也看到了这些东西 激动地拿了几个玉珠放进口袋 总不能空手回去吧 这些是千年前的古玉 肯定能卖好价钱 不错 老干肯定地说 这种西州时代的古玉 国内市场价能卖几十万一个 如果是国外的地下黑市 有些价格能卖到上百万一个 我去 这里有好多 咱们都拿走卖了就发了 听到王魁的惊呼 萧承宇也连忙凑过去 扒拉沙堆里的玉珠 秦正却突然说 死人的有些东西太脏 还是别拿了 玉能养人 这有什么脏的 王魁说道 而且我们拿出去卖了 又不是自己放在家里收藏 这可都是钱 萧承宇有些犹豫 作为一个富二代和娱乐圈歌手 他倒是不差这点钱 但谁能嫌钱多呢 这里有那么多玉珠 随便挖一挖就是 估计有几十克 这要是都卖了 那就是好几千万的钱啊 王魁激动的声音又传来 还不等他们一起开挖 门口传来一声冷笑 把那些古玉都放下 那都是我的 方才他们进来的 那条通道门口 出现了一群人 其中一个人 拿着信号屏蔽器 导致两架摄像机停工了 秦宇梦 秦正诧异地看着他 我有的是办法回来 秦宇诺得意地说 现在担心担心你们的小命吧 你们已经中了黄薄老脸的毒 等会儿就要发病了 这墓里的宝贝都是我的 哪有黄薄老脸 当然是你们喝的那锅蘑菇汤里面 我让人放了一株黄薄老脸 什么 萧陈宇和王魁面色大变 秦宇诺见秦争还是一脸淡定 他又说道 你们没喝又怎么样 黄薄老脸被煮熟之后 香味会越来越浓 毒性会顺着空气扩散 而我们早就吃了解药 秦宇诺带着人走到了祭坛旁边 轻蔑地看了眼秦征 他身边的几个手下 手里还拿着枪对着秦征等人 最好都别动 不然现在就送你们去见阎王 看到那些枪支 其他人吓得脸色惨白 秦征倒是站着没动 只是玩味地看着秦宇诺 把那些玉珠都挖出来 这么多 那不是将近一个亿 秦宇诺和手下们一起挖玉珠 总共挖出八十多颗玉珠 他们的背包都被装得老沉 等到拿完古玉 秦宇诺本想直接弄死秦征 可是又想到黑袍阿赞说 黄薄老脸的毒性 会让人产生幻觉 自相残杀到死绝为止 他觉得 让秦征死在江瑶的手里 才是对秦征最好的惩罚 至于江瑶 既然他非要喜欢秦征 那也去死吧 秦宇诺得意地带着人和东西离开 离开时还把石门关了 想让他们没法从里面离开 真是便宜他了 其他人都是一脸愤怒和不甘心 秦征却云淡风轻地说 又不是什么好东西 让他拿走就拿走吧 他看向萧辰宇 你有没有感觉哪里不舒服 萧辰宇这才想起他们中毒了 没有啊 秦宇诺骗我们的吧 秦征骤起眉心 发现萧辰宇的眉心 有一缕黑气 估计是还没到毒发的时间 萧辰宇才会没感觉 嗨嗨 老干清可几声说道 其实我看到了锅里的黄薄老脸 以为你们想害我 所以我才没喝那锅蘑菇汤 我知道解毒的办法 你们运气好 这里正好有解毒的东西 什么办法 黄薄老脸鼠阴尸之物 用智阳之物压一压就好了 鸡血就是智阳之物 所以天师倒是喜欢用鸡血画符 煞时间 所有人的目光都聚拢在了大公鸡身上 眼神都直勾勾的 像是一群抠脚大汉 盯上了没穿衣服的少女 咕咕咕 咩呀 大公鸡叫着跳起来 你们能不能别这样看着老子 吓死鸡了 还不等他们有所动作 大公鸡直接飞了起来 躲到了那些楠木架子后面 鸡哥 鸡哥 帮帮忙 萧承宇追着他 结果他越追 大公鸡跑得越快 最后飞到了镇木兽的头顶上 让萧承宇根本碰不到他 秦征 王魁也喝了蘑菇汤 他不由看向秦征 能不能让你的鸡帮帮忙 只需要一点血 应该不会伤害到他的性命 秦征还没开口回答 另一边的萧承宇突然怪叫一声 啊 有鬼啊 他扭头跑回来 惊慌失色地躲到了江瑶的身后 江瑶看了看四周 却没看到什么异样 镇木兽上面趴着一只小鬼 萧承宇指了指大公鸡的位置 其他人看过去 可是那只有一只大公鸡 根本就没有什么小鬼 啊 萧承宇又叫了一声 他看着江瑶的眼神 陡然变得更加恐惧 整个人往墙角缩过去 怎么这么多鬼 秦征 江瑶 你们在哪 快救救我 谁来救救我 秦征古怪地看着他 我就在这 秦征朝萧承宇走过去 萧承宇却叫得更加凄惨了 连滚带爬地跑到了另一边 捡起地上的石锅 朝秦征砸来 别 别过来 别吃我 萧承宇一边啊啊的尖叫 一边在大厅里面狂奔 像是在躲避着什么 他出现幻觉了 是黄渤老脸的毒性发作了 快给他解读 不然 他会一直把我们看作假想敌 到时候会攻击我们 老干的声音传来 秦征转头看向王奎 发现他的眼神也渐渐地变了 他倒是没有大喊大叫 而是直接挥拳 朝江瑶攻击过来 不过江瑶捏住了他的拳头 将他放倒在地 王奎却不依不饶 爬起来继续攻击江瑶和老干 眼眸赤红 秦征连忙朝大公鸡走去 鸡哥就用一丢丢 他朝大公鸡比了一下小拇指 咕咕咕 不行 大公鸡有些炸毛 二十条鱼 咕咕咕咕 不行 三十条 咕咕 大公鸡犹豫了一下 最后才勉勉强强地同意 秦征就用匕首在鸡腿上割了一个口子 取了一些新鲜的鸡血 老干说解毒需要服下鸡血 不过需要的鸡血并不多 每人几滴就够了 你们俩按住他们 秦征让江瑶和老干按住毒发的两人 往他们的口中滴入攻击血 虽然江瑶和老干没有出现异常 但秦征也让他们服下鸡血 服下鸡血之后 萧尘宇和王奎就昏迷了过去 大约过了十分钟左右 这两人才渐渐清醒 萧尘宇一个机灵从地上爬起来 心有余悸地说 刚才你们去哪了 我看到好多鬼钻出来 这里就剩下我一个人 吓死我了 这里没有出现鬼 秦征对他解释 我们一直在这里 你是毒发出现幻觉了 所以把我们都看成了鬼 这样吗 萧尘宇疑惑地皱眉 转头询问王奎 奎哥 那你看到那些鬼了吗 我没看到鬼 王奎揉了揉太阳穴 不过 我见到了生平最讨厌的死敌 和他打了一架 可是他根本没参加综艺 怎么会出现在这里 估计是我出现的幻觉 原来是这样 萧尘宇感受到口腔中的血腥胃 心想肯定是秦征用了攻击血救他 他对着大攻击说 谢谢鸡哥 你是我的救命恩鸡 等以后离开这里 我送一个豪华鸡窝给你 别平了你 我们先想办法出去 秦征好笑地看了眼萧尘宇 紧接着问老干 从里面怎么打开这个石门 机关在祭坛旁边 老干走过去 弯身用手按住一只镇木兽的右脚 然后用力往下一按 石门旁边传来咔嚓咔嚓的机关滚动声 好了 我们走吧 看到石门打开 众人准备收拾好东西离开 这个时候 祭坛上方的陶勇人 飘出一缕黑气 一道鬼气森森的身影 出现在祭坛的上方 直勾勾地盯着他们 第173章 傻缺 那不是幻觉 那道鬼影从祭坛上飘了下来 跟着他们从石门离开 咕咕咕 萧尘宇抱着他的救命恩鸡 走在最后面 怀里的大攻击突然叫了起来 还很不安分地动来动去 吉哥 刚才你放了那么多血救我们 现在虚弱得很 你别乱动 我抱着你走 咕咕咕咕咕 傻缺 你旁边有个鬼大公鸡继续大叫 挣扎着要起来 萧尘宇却死死抱着 别动了 咕咕咕咕咕 你是不是饿了 晚点我抓鱼给你吃 咕咕咕咕 萧尘宇看到身边多了个鲜兽的身影 以为是秦征 他好奇问道 秦征 吉哥真能吃鱼 吉不是吃素的吗 对方没有回复 大公鸡也没有继续叫了 心累地躺在萧尘宇怀里 发现没人搭理自己 萧尘宇就转头看了一眼 他身边那人确实是个女人 穿着红白相间的西周济服 长发用玉簪挽了一个发际 乍一看还挺美的 可是他转头看过来 幽怨的黑眸闪动着红光 那张脸惨白 下半张脸还全是血 细密的金线将他的嘴巴缝了起来 萧尘宇呼吸一致 连忙把头转回来看着前方 怎么又出现幻觉了 可能是毒还没解干净 直到一阵金光亮起来 秦征甩了一张驱鞋服过来 萧尘宇这才发现自己 一直在原地走动 走了半天还站在石门外面 秦征等人站在距离很远的通道拐角 萧尘宇快跑啊 秦征的声音传来 你身边有只鬼 你还愣在那里干什么 驱鞋服落在了女鬼的额头上 可是金光却没有将他打得魂飞魄散 只是让他飘动的动作停了一下 萧尘宇爆发出一阵惨叫声 抱着鸡拔腿狂奔 秦征 救命啊 他还没跑几步 女鬼的尖指甲就勾住了他的后衣领 幸好大公鸡反应过来 飞起来啄在女鬼的手上 女鬼松开了手 但是大公鸡的公鸡没对他造成伤害 反而惹怒了他 让他一巴掌将大公鸡拍飞了出去 咕咕咕咕 大公鸡呈抛线的弧度飞出去 飞得比萧尘宇还快 秦征看着女鬼那凝食的魂体 脸色越发凝重 魂体凝食恍如真人 身上的衣服颜色鲜亮 宛如食物 这西周殉葬女鬼 竟是一只鬼匠 还是一只修炼千年的鬼匠 鬼匠可以凝食魂体 使用术法 装作活人混迹人间 实力极其强横 假以时日 鬼匠还能修炼成鬼王 为祸一方 秦征对其他人说 那是鬼匠 我的俘虏没用了 赶紧撤 众人在通道中一阵狂奔 过了好半天 王魁想起来说 这里是个迷宫啊 我们之前找半天 没找到回去的路 现在乱跑怎么离开 老干 你知不知道怎么出去 我也没出去过 我怎么会知道 我都不知道 这是个迷宫 体力最差的萧尘宇 好不容易才追上他们 休 休息会儿 我实在跑不动了 我的腿要断了 他们刚停下 拐脚处又出现了 那个女鬼的身影 他甩了甩手中衣袖 袖子里飞出两条白色绸缎 分别卷住了萧尘宇 和王魁的脚腕 想要将他们拖过去啊 救命 江瑶连忙扔出两团幽冥火 烧断了空中抖动的白仇 幽冥火顺着白仇 朝女鬼蔓延过去 女鬼停在原地 有些忌惮地看着幽冥火 果断地用指甲割断了白仇 江瑶 秦征从包里掏出几张营火符 我用营火符 你把营火混在里面 好 秦征将营火符全部启用 火焰就化作一条火龙 上头携带着一团紫色幽冥火 朝女鬼冲去 陡然间 但如花香的南木香传来 众人凝神看去 那女鬼从宽大的袖子里 取出一盏长明灯 另一只手拿着一个长木条 木头放在长明灯上面 渐渐烧成灰烬 南木香越来越重 长明灯上飘出一股股浓郁的黑气 黑气形成云团 如同盾牌一般挡在女鬼的身前 这只鬼会法术 还会用法器 老干精道 埋在地下千年 长明灯竟然成了她的法器 她手中的木条是南木 我就说碰上四大鞋没好事 她说话之间 秦征咬破手指 蹲在地上画着阵法 你们先走 秦征 快点 别在这里妨碍我 众人脚步慌乱地往前方离开 只有江瑶留了下来 不远处的幽冥火 渐渐地被黑雾云团所吞噬 而女鬼手中的长明灯 也因此灭了 她发出一声震怒的奸笑 走 看到女鬼扑过来 秦征起身拉着江瑶就跑 与此同时 地上泄震的光芒亮起 将女鬼困在了阵法之中 其他人还没有跑远 秦征和江瑶很快就追上了他们 秦征 那只鬼咋样了 解决了 听到秦征的话 老干盯着她看了许久 你确定 那只女鬼可是鬼匠 手里还有两大鞋当做法器 不幸拉倒 秦征轻斥一声 她都用了自己的鲜血画阵 怎么可能解决不了一只鬼匠 你画的什么阵法 江瑶担忧地看着她 发现她的脸色有些苍白 上缘灭魂阵 秦征伸手抱住江瑶的手臂 汲取她身上的死气 补充体力 你估计没听说过 反正就是很厉害的阵法了 就是比较费灵力 她点了点头 还走得动吗 我背你 没事 秦征神色微顿 突然想起来说 对了 我让你们别拿那些玉珠 你们放回去没 没 还有几颗在我包里 萧陈宇老实说 我也拿了几颗 没被秦语诺他们发现 王奎说 赶紧扔了 秦征想到那只女鬼的模样 有些想起了玉珠的来处 这玉珠不是一般的脏 或许还会招鬼 我去 原来是因为这个 萧陈宇和王奎 连忙把包里的玉珠拿出来 结果刚拿出来 不远处出现了另一群人 正是秦语诺等人 秦语诺正好看到他们手里 捧着好几颗玉珠 好啊 你们 背着我藏了这么多颗 我都说了 都是我的 她气势汹汹地走过来 看到他们安然无恙 又差一道 不对啊 你们怎么都没事 她冷笑一声 居然解了毒 算你们有几分本事 差点让你们跑了 英荣 送他们几个上西天 秦语诺身边的那些手下 瞬间用黑洞洞的枪口 对准了他们 秦语诺还一把 抢过他们手中的玉珠 第174章 后翘珠 秦语诺捧着那些玉珠 发现这些玉珠的品质特别好 其中有一颗奶白圆润 表面一层还雕刻着纹路 看上去像一只蝉 这是西州的玉蝉 秦语诺神色一喜 我听哥哥说过 千年前的玉雕不管大小 随便一个 就能卖上千万 或者好几亿 这下真是赚大发了 他如痴如醉地望着手中的玉珠 喃喃自语道 白玉珠真好看 还可以自己收藏 说不定以后会升职 你还我 萧尘语文言 伸手过来想抢回去 玉珠是我先找到的 还你 你配吗 秦语诺一把推开他 他身边的手下 用枪抵在了萧尘语的脑袋上 现在是我的了 秦语诺得意一笑 还捧着玉缠亲了一口 幸好你们跑出来了 不然我就拿不到这个白玉缠了 那些玉珠夹起来 都没这个白玉缠之前 不过现在 你们可以上路了 他抬了抬手 示意手下们开枪 千军一发之际 石子破空的声音传来 啊 那些人痛苦地捂住手腕 手中的枪支掉落在地上 咕咕咕 大公鸡机灵地飞了过去 叼起地上的一把枪 就飞到了秦诚的身边 都站着别动 秦诚扔掉手里的石子 拿过枪就对准了秦语诺 你们要是动一下 我就打死他 别 那些手下面色大变 捡枪的动作停在原地 大公鸡看到这一幕 静悄悄地又贴着墙壁走过去 然后用爪子 抓住地上的另外两把枪 准备飞回来 你这只该死的鸡 英容正好看到 伸手要将大公鸡抓住 结果直接被大公鸡一巴掌 拍在脑袋上 英容向后砸倒在地上 哎呦 荣哥 荣哥你没事吧 快抓住那只鸡 他们这才发现 大公鸡又偷了两把枪 纷纷过来抓鸡 直到两声枪响传来 秦征开枪打中一个人的大腿 咕咕咕 大公鸡安全飞回来 秦语诺那边 有一个手下倒在地上哀嚎 秦征 秦语诺气急败坏地大叫 让一只鸡偷东西 你算什么好汉 有本事你就开枪打死我 砰的一声 秦征还真开枪了 子弹朝秦语诺的胸口飞去 秦语诺灯时吓傻在原地 没想到秦征还真敢开枪杀人 小姐 手下们慌作一团 眼见着子弹要打中秦语诺 她的胸口突然浮现一道淡青色的光韵 帮她挡住了子弹 我的宝贝玉坠 秦语诺拎出脖子上戴着的玉坠 心想 神秘人给她的这个传家宝真厉害 哈哈哈哈 秦征 你再来啊 我看你怎么打死我 秦征眯了眯眼眸 没想到秦语诺身上戴着法器 她收起手枪 对他们说道 让开 别在这里挡路 秦征的视线扫过秦语诺脚边的那袋玉珠 那就饶她一次 到时候 自有东西会收拾他们 就不让 怎么样 秦语诺毫无畏惧地挡住他们 把枪还给我们 不然别怪我不客气 你们有枪也没用 又打不死我 砰的一声 子弹正中其中一名手下的眉心 那人的身体直挺挺地倒下 如果他们都死了 你觉得你能安全离开这里吗 秦征把玩着手枪 漫不经心地看向秦语诺 秦语诺 我有的是办法弄死你 你最好别给脸不要脸 小姐 英容拽了一下秦语诺 低声对她说 黑袍阿赞去找出口了 没在我们身边 我们先不要和他们起冲突 秦语诺咬了咬牙 不得不带着人推到一边 看到秦征等人从拐角离开 秦语诺不甘地说 要不是黑袍阿赞不在 我绝对不会这么轻易地放过秦征 她低头看向手上的东西 又松了一口气 不过还好 白玉禅没被他们拿回去 她美滋滋地说道 秦诺那群傻蛋 居然忘了最值钱的东西 拿走枪有什么用 她越看玉禅越喜欢 秦语诺碍不释手地把玩了一会儿 又亲了好几口 这可是西州的玉禅 到时候让人做成项链 绝对会成为全场最夺目的存在 秦诺从拐角处走回来 正好看到这一幕 玩味地说道 既然你这么喜欢 不如我和你科普一下玉珠的用处吧 你 你怎么回来了 秦语诺以为她要回来抢玉禅 连忙把玉禅藏进衣服口袋 秦诺抱着手 好征以侠地说道 上古时期的诸侯国 王侯贵族身死有殉葬的习俗 后翘塞珠 金线缝嘴 乃是一种封印 可以让侍女死后 继续忠诚地侍奉主人 这种封印残忍至极 让人在墓中活活疼死 死后生出极重的怨气 你们拿的玉珠 就是塞在他们后翘的珠子 上古时期 仙界和人间没有结界 人神共存天地之间 秦诺曾经游历过人族地区 见识过这种殉葬仪式 方才看到女鬼的样貌 他就想了起来 也想起了玉珠的来处 怪不得那个女鬼的嘴巴上 有金线缝着 其他人也跟着秦诚回来了 肖辰宇好奇地问道 不过 后翘是什么地方 老干倾壳一声 对他解释道 蹲坑用的那个地方 老干古怪地看着秦语诺 小姑娘 爱好挺独特呀 别人拿到后翘珠 最多就是放在家里收藏 你还拿嘴镜 什么 他居然亲了别人 塞在后门的珠子 哦 秦语诺的脸色一阵扭曲 突然觉得一阵恶寒反胃 但他还是哽着脖子说 你们就是 想要抢回白玉珊 别想骗我 骗你干什么 你喜欢就给你好了 我们没这种独特的爱好 你 秦诚细血一笑 准备离开 当 当 当 突然间 沉闷的编钟声传来 地下通道里 形成一阵阵回音 听的人一阵头晕目眩 忍不住伸手捂住脑袋 秦诚停下脚步 转头朝来时的那条路看过去 只见他们来时的那条路 渐渐地蔓延过来一阵黑雾 黑雾之中 有一道黑影缓缓走来 萧尘与呼吸一致 颤声说道 怎么回事啊 难道又是那个女鬼 不可能 秦诚笃定地说 区区鬼将 不可能摆脱我的上缘灭魂阵 那会是什么 随着黑影靠近 他的样子渐渐地清晰起来 第175章 千年不烂的黑棺材 那个人裹着黑袍 乃是先前和秦语诺等人同行的黑袍阿赞 这让秦语诺面色大喜 英荣朝他走去 阿赞大人 你可算是回来了 有没有找到出口 黑袍阿赞没说话 直挺挺地站在原地不动 阿赞大人 当 当 当 编中的响声又传来 黑袍阿赞突然吐出一口鲜血 身体朝英荣倒过来 他用别角的中文说道 快跑 因 因兵戒道 什么因兵戒道吗 秦语诺走上前 用力地摇晃着黑袍阿赞的身体 你别晕过去啊 快帮我对付秦证 阴风呼啸而来 黑雾之中 灯影绰绰 又有东西过来了 身穿红白相见 祭福的侍女们 一排排的提灯而来 他们和刚才那只西州殉葬女鬼 长得差不多 只是身影变成了半透明 手里都提着一盏千年不灭的长明灯 好多鬼匠 众人面色大变 秦证却觉得不对劲 仔细观察之后说道 他们不是鬼匠 这些侍女只有厉鬼的修为 虽然道横不深 但这些侍女鬼数量众多 乍一看有几十只 整齐的排成两排飘过来 宛如阴兵出行 侍女鬼的视线盯着秦语诺 特别是看到那一代玉珠 他们眼里的怨气 越发浓重凶利 秦争眯了眯眼眸 猜测道 这些女鬼不是朝着我们来的 我们先走 他转身从另一个方向离开 其他人连忙跟着他 看到他们离开 那两排侍女鬼果然没什么反应 依旧提灯慢行 快跑 秦语诺等人也准备跑路 可是他们一动弹 视女鬼突然加快速度飘了过来 黑雾将他们笼罩 冷白的长明灯照在他们的脸上 没多久 惨叫声不断传来 秦语诺跌坐在地上 被眼前的这一幕幕吓得尿裤子 她的眼前是满地的鲜血 那些手下被女鬼活生生地撕烂了嘴巴 然后女鬼又用针线将他们嘴巴缝了起来 流进鲜血 活活疼死 女鬼们看向秦语诺 秦语诺下的浑身乱颤 两眼一翻晕了过去 而女鬼们看到她身上的淡青色光芒 眼神有些忌惮 其中一只女鬼拿起那袋玉珠 然后在地上摸索着什么 摸索了大半天 她都没找到白玉蝉 星红的眼里迸发出阴冷的胸光 嘴唇缝隙里流出来的鲜血越来越多 有人偷偷拿走了白玉蝉 死 女鬼抬起头 用腹枪发出一声淒厉的奸笑 随后朝着秦诚他们离开的方向追去 秦诚他们顺着通道一直跑 期间碰到了一处机关 然后躲到了一间墓室中 可以让他们暂时休息 所以刚才那个鬼将追着我们 是因为我们拿了后翘珠 萧晨宇靠着墙气喘吁吁地问道 应该是的 秦诚想到秦语诺得意的样子 讽刺笑道 现在玉珠都在秦语诺的手里 那些女鬼估计不会放过他们 这儿有青铜器 王奎突然叫道 其他人朝他的方向看过去 只见他的手上拿着一个蜡烛 光线很微弱 但能看清他的脚边放着一个木架 木架上都是青铜兵器 西州时代的青铜兵器 王奎眼睛发红 激动地说还没被安南人拿走 难道这里就是主墓室 有可能 老甘意味深长地说 我和安南人确实还没来过这个地方 你们的运气真好 随便进一个墓室就是主墓室 这句话刚落下 王奎还没来得及继续兴奋 手里的蜡烛突然灭了 怎么灭了 墓室突然陷入一片黑暗 伸手不见五指 众人心里一紧 当 当 当 边中的响声传来 漆黑的墓室中 有一面墙突然亮起一盏长明灯 不过 这盏灯不是本来就固定在墙上 而是有一只手从墙里伸出来 手里提着长明灯 墙面上慢慢地浮现一道人影 接着灯影越来越多 两排穿着祭服的殉葬是女鬼 提着灯穿墙进来 那一双双心红的眼睛 怨气森森地盯着秦征他们 怎么又是他们 萧陈宇脸色惨白地说 我们不是把玉珠都给秦宇诺了吗 他们来找我们干什么 只有一个可能 秦征冰冷的声音在墓室中响起 他的视线扫过身边众人 那就是 有人偷藏了玉珠 我没有啊 我的玉珠都被秦宇诺拿走了 萧陈宇连忙解释 王魁也跟着说道 我也没拿 那东西招鬼 就算能卖大价钱 我也不敢要啊 死 还不等秦征说什么 女鬼的奸笑声传来 两排女鬼将他们包围了起来 他们一只手提着长明灯 另一只手中 用鬼气晃化出穿着金线的银针 准备对他们施行凤嘴的酷刑 小心 江瑶站在秦征的身前 有一只女鬼率先扑向他 找死 银针还没碰到江瑶 女鬼就被他一把掐住了脖子 漆黑幽冷的桃花眸中 闪过一道降紫色的暗芒 他的手中涌出一片紫色幽冥火 火海瞬间将厉鬼吞噬 紫色的火海不可控制时的 在牧师中蔓延 不仅将女鬼们烧成灰烬 还将牧师中的东西也烧毁大半 江瑶快把幽冥火收起来 这里还有青铜兵器 秦征连忙出声提醒 江瑶这才试着收敛幽冥火 不过也晚了 青铜器被烧毁大半 呼 吓死我了 幸好还有江瑶的幽冥火 其他人顾不得青铜器被烧毁 虚脱的摊坐在地上 刚才女鬼们扑过来 他们差点就要被银针穿嘴 而江瑶过量使用幽冥火 脸色变得苍白 身体原地亮呛了一下 秦征连忙扶住他 没事吧 江瑶摇了摇头 随后将脑袋靠在他的肩上 低声说道 先找内鬼 嗯 秦征轻应一声 视线一次看过萧辰宇和王魁 最后落在老干身上 他瞎了瞎眼眸 正想说点什么来试探老干 突然间 嘖嘖嘖的信号连接声音传来 摄像机好像可以用了 萧辰宇打开背包 包中的两台无人机摄像头飞了起来 摄像头上面装了太阳能灯源 工作人员远程帮他们打开了 墓室里面变得明亮起来 里面的陈设都能看得清清楚楚 啊 终于能看到画面了 你们没事就好 怎么换地方了 刚才怎么回事 突然就变黑屏了 黑屏的时候 我好像听到了秦语诺的声音 墓室中间的那个长方形黑盒子 是棺材吗 棺材上面雕刻的花纹好精美啊 历经上千年都没腐烂 千年不烂的黑棺材 卧槽啊 这里四大鞋都有了 第176章 搏一搏 单车便飞机 不仅观众们看到了棺材 秦诚他们也看到了 不是吧 萧辰宇看着那口棺材 面如死灰的哀嚎 好不容易摆脱三大鞋 怎么真有千年不烂的黑棺材 秦诚皱了皱眉心 上前打量棺材上面的雕纹 雕刻的都是一些人和动物 仿佛在举行什么大型活动 还真是阴沉怀目 对 老干肯定了他的话 哈哈哈哈 老干突然大笑了起来 神色癫狂 我盗墓这么多年 从没见过四大鞋齐聚的地方 今天九死一生来到这里 不开关看看 那就是孙子 哦 你不是说 遇上四大鞋很危险吗 秦诚瞥了他一眼 富贵险中求啊 姑娘 难道你们不想看看吗 老干激动地说道 而且三大鞋已除 只剩这一些 有什么好怕的 棺果上面雕刻的是 西州时代的祭祀活动 和部落大战 雕刻工艺精美 比博物馆同时代的文物 都要精致 牧主人的身份肯定不一般 这个老干说的有道理 黑棺材怕个屁 能遇上千年不烂的黑棺材 那就说明 这里宝贝也多啊 感觉像开盲盒 好刺激 搏一搏 单车便摩托 那些青铜兵器就价值不菲 如果棺材里面 还有西州公子的随身陪葬品 子孙十八代都不用愁吃喝 这可不是单车便摩托 而是搏一搏 单车便飞机 我们一起开关吧 怎么样 我们这里有五个人 到时候开出来的东西 处理掉之后 每个人分两成 老干又看了看四周 不远处还剩下两三个 没被烧毁的青铜器 青铜器拿到海外的拍卖场卖了 也就大几千万 如果黑棺材里面的东西保存良好 价值比青铜器还要高 难不成能卖好几亿 老干拍了拍棺材板 指着上面的雕纹说道 我盗墓多年 就没见过西州墓内 有这么精美的雕纹 光是这个棺果搬出去 就能卖个上亿 何况是里面的东西 开 王葵被老干说得眼热 我们都到了这个地方 有幸见识千年不烂的黑棺材 哪有不开的道理 要是真有好货 我王葵都有机会 成为亿万富翁 这辈子也值了 萧辰宇却突然犹豫 盗墓犯法的 摄像头还在那里拍呢 我们回国之后 会不会被抓起来 你都说了回国 还没意识到这是海外 华夏的法律管不到这里 老干看了眼摄像头 你实在担心的话 就把那两个摄像头砸了 他正要动手 秦征去上前阻拦 要是贸然砸了 我们几个需要赔付违约金 秦征又转移话题说道 按照你的意思 墓里的东西 我们五个人平分 这可不公平啊 平分怎么不公平 你们能活着来到这里 多亏了我和江瑶 要是没有我们 你们有机会见识 这个千年不烂的黑棺材吗 什么也没做 一路就知道喊救命 你们也好意思和我们平分 听到秦征的话语 萧辰宇和王葵感到一阵羞愧 老干神色微顿 问道 那你想怎么分 秦征故意狮子大开口 我和江瑶拿八成 剩下的你们分 王葵抬眼说道 我们三个人加起来 只能分到三成 他的眼里有些不甘心 可秦征轻飘飘地看了他一眼 王葵的心中感到一阵畏惧 又低下脑袋没说话 行 老干却异常爽快地说道 你们俩出力最多 我们能活下来都靠你们 给你们八成是应该的 这样总藏了 我们开关 开吧 秦征看着老干爽快的样子 心里瞬间肯定了一些猜测 不过 他没有立刻揭穿老干 而是另有打算 严格说来 这是一口棺果 我们先把这层有雕纹的果拆开 注意别损坏上面的雕纹 老干从自己的包里翻出工具 对着外面那层果 轻敲了一会儿 然后让其他人帮忙 把有雕纹的果拆下来 顺利拆完之后 里面的棺材 依旧是漆黑的颜色 你们过来帮我抬棺盖 好嘞 老干把棺材上的钉子都拔了 队伍里的四个男人 分别抬住棺盖的一脚 使了半天劲 才把棺材盖打开 真沉啊 他们将棺材盖 放到一边的地上 看向棺材中的东西 所有人不由倒吸一口凉气 这 空中的摄像机飞了过来 拍到了棺材中的画面 里面是一个七八岁的小孩尸体 可尸体却有些古怪 妈呀 这是木乃伊吗 怎么过了上千年 尸体都没烂 虽然看着有点干扁 像个瘦猴子 但是可以看出皮肤很有弹性 感觉好假呀 这真是死了上千年的尸体吗 那个什么新追夫人 不也没烂 只能说古人保存尸体的方法真牛 牛个毛啊 这根本不是保存尸体 而是养尸 楼上好像懂得很多 给我们详细说说呗 新追夫人虽然没烂 但也没保存这么好 连五官形状都能看清 明显就是千年聚阴地养出的阴滋尸 阴滋尸的尸体不仅不会烂 还会随着时间变长 渐渐地重新生长 你们仔细看尸体的毛发和指甲 是不是和活人差不多 卧槽 还真是 阴滋尸是什么呀 僵尸吗 不会榨尸吧 差不多吧 但是阴滋尸吸入人气后 比一般僵尸牛多了 阴尸嘴张半寸 咒服夜出 祸乱一方 阴尸嘴张一寸 虫柱身骨 寸草不留 阴尸嘴张三寸 飞天入地 堪比鬼神 这句阴滋尸的嘴巴张到了三寸 我只在古迹中 见过这种情况 如果不是节目组作的道具 我只能说 自求多福吧 我擦 飞天入地 那不就是子不语中的不化骨 不化骨逐渐修炼 还能出入阴阳二界 上游九天 下游幽冥 成为超脱六道存在的游诗 假的 肯定是假的 子不语 就是古人编撰的智怪小说 怎么可能会有这妖牛皮的僵尸啊 人类还活不活了 阴滋尸 不仅有观众认出 这具尸体的身份 秦征也看出来了 只不过他们离得近 看到的东西比观众还清晰 这句阴滋尸大张的嘴巴里面 还放着一枚铜钱 你居然知道阴滋尸 老干诧异地看了眼秦征 他笑着说道 不错 这确实是一句阴滋尸 还不曾吸入人气苏醒 就被湘西赶尸人用铜钱封住了 若不是这没铜钱 我们这这么多人 开关的瞬间 他就跳起来了 阴滋尸 只有吸入人气才会苏醒 苏醒必定见血 老干的眼神骤然阴狠 飞快地伸手 拿走阴滋尸口中的铜钱 老干 你干什么 肖尘宇惊恐地看着他的动作 第177章 青铜月发烫 老干早已退开好几步 按下石壁上的一处机关 老干 你想害死我们 肖尘宇愤怒地冲过去 想要抓住老干 但是晚了一步 石壁上出现一道小门 老干的身影瞬间消失 小门紧紧关上 石壁后方传来老干的大笑声 哈哈哈哈 忘了告诉你们 其实我根本不是什么盗墓贼 而是湘西御室门的传人 我因缘巧合发现 这句完美的阴滋尸 所以留在这里等他苏醒 眼下只差最后一步 你们就助我一臂之力吧 什么 是你 肖尘宇恍然大悟 咬牙质问道 偷偷留着玉珠的人 是不是你 你故意引来侍女鬼害我们 是我 老干站在石壁外面 继续说道 那些侍女鬼 都是西州公子的陪葬女鬼 因为死法残忍 魂魄积怨不散 又有三大邪公娘 最后成为鬼兵 还诞生了一只鬼将 没想到 你们有人能对付鬼兵鬼将 倒是有几分本事 不过可惜 你们进了这养师弟 最后还是难逃一死 我看你们几个面相上家 气运不错 想必能让英姿师满意 草 肖尘宇恨不得砸碎石壁 出去把老干揍一顿 可惜他的实力不够 只能在脑海里这么想想 秦征 现在我们该怎么办 肖尘宇往后退了几步 不自觉地远离那口黑棺材 王魁也是 脸上一片惨白 身体已经退到了石壁旁边 紧贴着石壁 戒备地看着黑棺材的方向 两人紧张得不行 姜瑶也皱着眉头 秦征却很淡定 让他先得一会儿 他的眼里带着几分讽刺 早就猜到了老干的目的 至于他为什么没有阻止老干 自然是为了探究一些事情 秦征的眼里闪过一丝暗色 他把手伸进裤带 从里面取出一样东西 是那个青铜月 青铜月入手微烫 在秦征手中轻微地抖动 青铜表面变成了淡红色 进到牧室之后 他就感觉到青铜月在不断地发烫 他猜测可能和黑棺材有关 所以他才没有揭穿老干 想看看这个牧室到底有什么秘密 青铜月又有什么用 你们看这是什么 萧辰宇的声音传来 他惊恐地看着殷滋师上方 秦征收起青铜月 看了一眼那个方向说道 他在吸收人气 距离苏醒还有一段时间 只见那具殷滋师大张的嘴巴上方 有一缕缕灰白的气体 被他吸入口中 这就是他们几个人产生的人气 随着殷滋师吸入人气 又黑又皱的肌肤 似乎变得白了一些 越发接近人类的肌肤 把他的嘴巴盖住 减少他吸入的人气 可以暂缓他苏醒的时间 秦征把自己的外套脱了下来 盖在殷滋师的脑袋上 其他人也纷纷脱下外套 往殷滋师的脑袋上盖了好几层 紧接着 秦征开始打量墓室石壁的情况 刚才进来的时候 他还发现墓室四周的石壁也有问题 如果在殷滋师苏醒之前 找到机关离开墓室 说不定还有一线生机 刚才是我眼花了吗 我看到殷滋师的嘴巴上面 飘着一团白雾 尸体的皮肤似乎更加光滑了一些 那是殷滋师在吸收人气 殷滋师的皮肤和毛发 会继续生长迭代 修为越强 尸体越像真正的人类 卧槽 那不就是长生不老 赶紧拿去给国家研究啊 要是研究出相关药物 我们都能长生不老 楼上傻缺嘛 僵尸可是要吸人气和人血的 他咬你一咬一个嘎嘣脆 带回华夏 必定引起动乱 僵尸 你猜我一口吃几个研究员 尸体还能逆生长 这节目真是越来越离谱了 感觉是故意找人眼的吧 趁着殷滋师还没苏醒 我们快找机关出去 萧尘宇看到秦征摸索着石壁 以为他是在找出去的机关 他也在石壁上一阵摸索 老干往这儿跑的 机关肯定在这里附近 萧尘宇主要在老干离开的 那片石壁寻找 王魁也过来帮他 可是找半天 他们都没发现开门的机关 秦征 过来这里找呀 萧尘宇看向牧师另一边的秦征 老干从这里离开的 机关肯定藏在这边 萧尘宇的声音传来 秦征才朝他走过去 找不到机关也没事 不急着出去 刚才老干在外面说话 我们都能听清楚 说明这个石门不厚 秦征把手按在石壁上面 眼眸微微眯起 出去简单 只需要把石门震碎就行了 而且他还在外面 老干确实站在外面没走 还听着他们的对话 他等着殷滋师苏醒吃掉这些人 然后趁机驯服千年殷滋师 他听到秦征说他能震碎石门 脸上不由轻蔑一笑 这可是千年前的陆河土 坚硬无比 除非用炸弹炸开 不然很难认为强行破开 除了面露思索的江瑶 其他人也不信秦征能破开石门 你说的容易 凭借我们四个人 怎么把石门打碎 性命攸关的时候 王奎有点着急 所以说话语气很重 我一个人就可以打碎 又没指望你们 秦征轻飘飘地看了他一眼 目光有些不悦 王奎神色一僵 那你快打碎啊 我们赶紧离开 还没到时候 秦征在说什么呀 这可是石门 他要是能一掌拍碎 我直接把电脑吃了 虽然他能批断大树 但石门能一样吗 别说大话 害死别人 僵尸马上要醒了 还不出去在这里等死 就是啊 这时候就别装逼了 赶紧和他们一起 找机关 碰 碰 碰 突然间 他们所在的墓室一阵摇晃 两面石壁传来砸墙声 怎么回事 萧陈宇的身子一个亮墙 神色紧张地说 难道是那个老畜生 想把墓室砸塌了 把我们埋在这里 不会 他的视线看向黑棺材 老干躲在这里 就是为了这句英姿诗 怎么舍得让他埋在地下 那这动静是为什么 话语落下 碰碰碰的砸墙声越发大 几乎掩盖了他们的说话声 轰得一阵巨响 墓室中有两面石壁 出现好几个大洞 一双双漆黑尖利的手 从石壁大洞里面伸出来 石壁上的洞越来越大 好几道人影从洞里跳出来 第178章 僵尸醒了 但是爱上唱歌 僵 僵尸 看到他们青面獠牙的样子 萧辰宇和王魁 吓得腿肚子一阵哆嗦 这些僵尸的身上 还穿着西周时代的青铜盔甲 身上毛发完整 皮肤没有腐烂 嘴巴大概张开一寸 露出了尖利的獠牙 可是这些僵尸 从石壁的暗洞中跳出来之后 却没有攻击他们 只是一动不动地 站在大洞外面盯着他们 卧槽 这不是第一期出现过的毛僵吗 上一期的绿毛僵尸贼厉害 秦征和僵尸对付好久才弄死他 这里居然有十几只 这下完蛋了 僵尸 吃袭了 跑也跑不掉 打也打不过 这可怎么办 秦征还在那里装逼 现在傻眼了吧 这么多僵尸 看你们怎么跑 不要啊 我最爱的节目 不能就这样终止了 大家都不能有事啊 等等 这些僵尸跳出来之后 怎么站着不动 M 或许可能他们在思考 先吃哪个 僵尸们动了动鼻子 闻到了人气 他们张着的嘴巴旁边 似乎流出了口水 眼巴巴地看着肖尘鱼等人 明显就是很想把他们给吃了 他们却没动静 只是站在原地 眼珠子转来转去 扫尸着他们 僵尸不动 他们也不敢动 生怕他们一动 僵尸就扑了过来 两方站在原地干瞪眼 僵尸许久 他们怎么不动 僵尸率先走动了一下 那些僵尸还是站着不动 不知道啊 秦征挠挠挠后脑勺 从自己的裤袋里 拿出那个青铜月 青铜月竟然像是被烧红了一样 表面全变成了红色 发散着一阵淡淡的红光 可他拿在手里却不烫 扑通 扑通 眼前传来怪异的动静 秦征抬眼看去 那些僵尸 居然直挺挺地朝他跪下了 咋回事啊 这些僵尸 怎么给秦征跪下了 我还以为僵尸要吃席了 怎么见面 就情这么大的脸 僵尸 不知道吃哪个 先行个礼再说吧 哈哈哈哈 莫名觉得好好笑啊 所以 到底为什么 难道这些僵尸 真是节目组找人演的 你们看秦征手上的东西 肯定是因为青铜月 他们才跪下的 青铜月在西州时代是权力象征 相当于虎服的存在 这些僵尸身上穿着西州的盔甲 莫不是西州将士 死后还要听令于青铜月 我的天 这么酷吗 那秦征岂不是有一只僵尸大军 越来越像拍电影了 感觉一点都不真实啊 秦征手里的青铜月会发光 哪有文物会发光的 肯定是道具 好无语啊 这节目真是越来越让人眉眼看 观众们不敢相信这一幕 怀疑节目组故意找人扮演僵尸 就连牧室中的队友们 也觉得这是离谱 秦征 你咋收买这些僵尸的 我没有啊 秦征有点哭笑不得 他看着眼前跪在地上的 十几只西州毛僵 又看了看手里的青铜月 心想这青铜月 难道有号令僵尸的作用 秦征想了想 开口对着僵尸们说道 起来吧 盔甲碰撞的声音传来 僵尸们还争起来了 他们在他面前整齐地排排站 嘴巴大张着 吸取着空气中的人气 视线贪婪地望着他的队友 英姿师苏醒变成真正的僵尸 需要补充极大的能量 所以才会说英尸嘴张一寸 寸草不生 意思就是把附近的活物都吃了 可是现在 他们不敢当着秦征的面吃人 只能吸取一些空气中的人气 来补充能量 对于僵尸来说 这和捡垃圾吃没什么区别 但总比没得吃药好秦征 看着僵尸们大张的嘴巴 脑海里莫名冒出一个想法 正好可以验证 他们是不是听了于青铜月 石壁外面的通道中 老干用脑袋贴着石壁 想要听牧师里面的动静 怎么没叫啊 那么快就都死了 他没听到惨叫声 也没听到打斗声 心中不免觉得疑惑 上次和安男人过来 那些安男人死在毛江的手里 都没撑几分钟 勤征他们几个小年轻 估计更不行 其实发现这个大幕的时候 确实发生了黑吃黑的事情 只不过不是安男人赢了 而是老干弄死了所有安男人 用他们唤醒了毛江将军们 他用御师门的秘术 唤醒毛江 可以操控他们的行动 而他将毛江峰 在主牧师的石墙内 就是想要借着 这个极好的养尸地 让毛江将军们的实力 越来越强 等到西州公子 那句上等英姿师苏醒 毛江们还可以帮他收服 应该是完事了 进去看看 牧师里面 有这么多毛江将军 还有一句口张三寸的英姿师 老干根本不觉得 勤征他们能够活下来 毛江将军们苏醒的时候 足足吃了九九八十一个安男人 还嫌不够呢 西州公子这句英姿师苏醒 想必吃得更多 也更加凶利 老干正要去开石门 牧师里面却突然传来一阵 雄壮豪迈的歌声 大河向东流啊 天上的星星参北斗啊 嘿嘿 参北斗啊 生死之交一碗酒啊 老干震惊地呆愣在原地 牧师里面只有僵尸 怎么会有歌声 难道是僵尸在唱歌 这怎么可能 老干不敢置信地掏了掏耳朵 继续踢耳听去 果真又听到了歌声 说走咱就走啊 你有我有全都有啊 嘿嘿全都有啊 谁里活里不回头啊 路见不平一声吼 随着歌词的最后一个吼字落下 十几只僵尸的齐声大吼 老干眼前的石门裂开了 最后碎成了好几块 不过石门不是僵尸吼碎的 而是琴征拍碎的 他笑眯眯地看着老干说道 喜欢听歌 在外面听干什么 来里面听现场吧 千年僵尸就是聪明 他没交几次 就会用腹枪唱歌了呢 神 什么 老干看着牧室里的场景 双腿都在发抖 脸上血色消失 十几个毛江将军 整齐地站成两台 直勾勾地盯着他 嘴巴大张着 发出奇奇的啊呀声 最令人毛骨悚然的是 队伍最前面 还站着一个瘦小的身影 嘴巴长得有三寸大 嘴里笨拙地发声 大河 大河相动 恩东流啊 天 天上帝 星星参北端 黑棺材里的千年英姿诗 好汉哥 你对他们做了什么 老干惊恐地看向秦征 完全不理解 眼前这诡异的荧幕没什么呀 我让他们唱歌给我听 他们就学着唱给我听 秦征又指了指 那个最前面的瘦小身影 这小子听见了 还从棺材里爬出来一起唱呢 难道你也会御师秘书 你到底是什么来头 老干戒备地看着秦征 把衣服里藏着的祖传法器拿出来 这件法器 就是让他成功操控毛江的关键 他施法对毛江们吼道 你们快别唱了 把他们给我吃了 第179章 人家只喜欢漂亮姐姐了 老干手里的祖传法器是一个铜锣 咚咚枪 咚咚枪 阵阵铜锣的响声传来 毛江们的眼神渐渐地变了 本来他们盯着老干 这回齐刷刷地看向秦征 表情猙獰 露出獠牙 差点让你这个小姑娘唬住了 老干冷笑道 我早就为他们吃下了御师门秘宝 他们只会听我指挥 就算你会御师之术 又哪里比得上我们御师门的千年秘书 咚咚枪 铜锣声有节律地响起 随着老干打着拍子 牧师中的毛江们 齐齐地跳动起来 有一只直接跳到了秦征的面前 秦征一脚踹飞那只僵尸 江瑶也动作马里地 踹开身边的僵尸 江瑶 帮我挡一下 秦征拿下背包 在背包里面翻找着什么 好 江瑶挡在他前面 每次都一脚踹飞一只僵尸 这些毛江身体极其坚硬 犹如铜墙铁壁 踹飞之后还会扑上来 卧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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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萧尘于手上拿着小型电锯 他大叫着砍下一只僵尸的胳膊 王魁配合地将僵尸踹飞出去 僵尸不知疼痛 飞出去的断臂僵尸 还能爬起来继续发起攻击 秦征 咋吧 我们迟早会被他们耗死 再撑一会儿 秦征拿出几张符露 金光形成一圈保护罩 将他和队友们保护在里面 张牙舞爪的僵尸被挡在外面 有金光罩的保护 他们才有片刻的休息时间 砰 砰 砰 毛将们用坚硬的身体 撞击着金光保护罩 尖利的爪子挠在保护罩上 发出刺拉刺拉的恐怖声响 飞在半空中的树叶浮露 不断地颤抖 金光渐渐地变得暗淡 刚才那些僵尸 不是很听话吗 怎么现在又攻击我们 萧尘于惨白着脸色说 还有老干说的 御尸门是啥玩意 秦征看向拿着铜锣的老干 眼眸微微眯起 湘西赶诗人知道吗 简单说来 御尸门就是赶诗人的 进阶加强版 上古时期就存在的人族大门派 现代不曾听闻过 估计是早就没落 但这个老东西运气好 老干手上铜锣是个好宝贝 那个铜锣材质特殊 可能是上古留下的材料 所以才能让他控制毛疆 江瑶思存地说 青铜月可以控制毛疆 但威力还不如他的铜锣 只有破坏他的铜锣 我们才能脱身 我们离开金光照 那些僵尸就会扑上来 根本没法接近他 这个时候 那边的老干 已经停下了敲锣的动作 他拎着铜锣 好整以暇地 看着金光里面的众人 大笑道 别再垂死挣扎了 就算你们能接近我 也不可能破坏我的铜锣 实话告诉你们 我的铜锣 乃是上古云铁所住 坚硬无比 连金刚石都没法切开 越来越觉得 像是在看电影 不过这些僵尸 做得也太逼真了 这妖妞 如果是真的 能不能说我为徒 没想到老干才是最后boss 如果秦征他们死在这里 这个节目是不是就没了 不要啊 我 我科的CP还没结婚 怎么能死在这里 牧师中 秦征没说话 视线看向角落的小僵尸 刚才老干 操控毛僵对付他们 黑棺材里跑出来的小僵尸 就直挺挺地站在原地 一点动作都没有 小东西 老干也注意到了 一动不动的小僵尸 他从怀里 拿出一颗夜明珠 朝小僵尸的方向走过去 吃了我浴室门的夜明珠 以后就跟着我混 他得意孝道 小东西苏醒后 就是千年不化骨 稍加培养 日后就能成长为 上天入地的游师 这人间还能有 谁是我的对手 自古以来 玄门各大派 就看不起我们御师们 嫌我们和尸体 打交道会起 以后老子要让他们 跪下给老子填脚 哈哈哈哈 小僵尸的嘴巴还张张 老干将夜明珠 放进了他的嘴里 随后 老干用手 按在小僵尸的下额处 让他闭上嘴巴 吞下夜明珠 夜明珠是御师门 特制的秘宝 僵尸吞下 就可让他用铜锣操控 哈哈哈哈 闭上了 老干看到小僵尸的嘴巴闭上 神情癫狂的大笑 他仿佛已经看到自己 带着不化骨大杀四方的样子 那些名门正派给他跪地填脚 可惜他还没得意多久 呵 扑通 小僵尸的嘴巴又张开了 直接把夜明珠吐了出来 漆黑的眼珠子动了动 悠悠地 看向老干身后的方向 怎么吐了 老干神色一顿 顺着小僵尸的视线看过去 正好看到了金光照中的琴针 他手里举着那枚青铜月 小僵尸站着没动 只是盯着琴针 老干连忙从地上捡起夜明珠 又往小僵尸的嘴里塞进去 还不等小僵尸吐出来 老干就敲响了铜锣 不化骨 吃了它们 老干眼神阴狠地吩咐道 小僵尸听到铜锣的声音 歪了一下脑袋 然后抬起了两侧的手臂 双手的指甲 以肉眼可见的速度生长 咚咚枪 咚咚枪 老干敲着铜锣 大笑道 去吧去吧 它们都是你的食物 把他的铜锣抢过来 陡然间 冰冷的女声传来 小僵尸脑袋一转 直接一爪子挠在老干的手臂上 血痕深刻见骨 老干爆发出一阵惨叫 啊 你 小僵尸见老干拿不稳铜锣 伸手就一把夺过他的铜锣 砰 砰 砰 小僵尸蹦蹦跳跳地来到金光照旁边 附近的其他毛将看到他 恐惧地退后好几步 那 给 给你 小僵尸捧着铜锣递给琴征 磕磕斑斑的吐字 我人傻了 为什么这个综艺的剧情走向 总是这么奇葩 老干 我也人傻了 哈哈哈哈 我真的要笑死了 这个老干得吐血吧 小僵尸 人家只喜欢漂亮姐姐 死老头走开 小僵尸 嘿嘿 把传家宝送给漂亮姐姐 Omega 你个臭僵尸 没有自己的传家宝吗 干嘛抢别人的 狗头 老干 我真的是拴Q 我的传家宝 看到秦征拿过铜锣 老干简直目自欲裂 怒法冲关 你 你慢 你这个没良心的不化骨 亏我为了让你苏醒 费尽心机 你却背叛我 你们该死 我得不到 你们也都别想得到 老干发了疯一般的冲向非棺材 掰开棺材的夹层 按下棺材里的一个机关 地下牧师开始疯狂颤动 第180章 萌萌的贴心小僵尸 牧师要他了 快走 老干看到他们准备离开 眼睛冲血颠狂 满脸都是同归于尽的狠色 想走 没门 我已经启动了牧师的自毁装置 十分钟内 牧师就会坍塌 你们就和我一起死在这里吧 别理他 我们快出去 地下牧师的晃动越来越剧烈 上方的石壁 渐渐地出现裂痕 众人面色大变 纷纷从牧师跑出去 牧师外面是迷宫通道 他们之前一直没找到出口 现在短时间内 估计也没法找到 就剩下十分钟 现在找出口 肯定来不及了 江瑶转头对秦征说道 还记得那个大厅吗 我们去那里 记得 秦征点了点头 那里通向地下暗河 我们从河里离开 他率先跑到前面 带着众人返回那个地下大厅 那边的石门还开着 还有三分钟 秦征转头看向其他人 你们把平安符拿出来 如果在水下遇到危险 平安符可以保护你们一段时间 萧辰宇担忧地问道 那条暗河通向哪里啊 如果一直没法从水里出来 暗河会经过我和江瑶住的岩洞 青铜月就是从河里捞出来的 我们可以从那里上岸 那就好 大厅的一角已经踏了一大块 地面的抖动越来越厉害 他们不敢在原地多留 连忙走下祭坛边的岸道秦征 准备跳下暗河的时候 回头看了一眼 发现队伍后面多了一道瘦小的身影 是那个小僵尸 小僵尸接收到他的视线 歪了歪脑袋 有点看不懂他们在干什么 而他的手里 还拎着老干的那个祖传铜锣 他怎么跟着我们 江瑶看到了小僵尸盯着秦征 不由微微皱起眉心 那 小僵尸感受到他们的视线 直接跳了过来 把铜锣塞进秦征的手里 塞完之后 小僵尸转身就跳走了 轻轻一跳就回到了上方的大厅 刚才你忘了拿铜锣 他是来送东西的 萧辰宇诧异地说 我还以为千年不化骨是凶神恶煞 吃人不吐骨头的怪物呢 没想到是个贴心的小可爱 应该是吧 秦征看着手里的铜锣 眼神有点复杂 牧师就要他了 他还回去干什么 怎么不和我们一起离开 萧辰宇说 我觉得我们可以带他一起离开 来不及了 我们先走吧 秦征收起铜锣说道 僵尸被埋在地下不会死 我们可是会死的 而且这里是他家 说不定他不想离开 也是哦 上方传来轰隆隆的坍塌声 秦征等人连忙跳进暗河中 顺着暗河流动的方向离开 小僵尸回到上方大厅 然后蹦蹦跳跳地准备回去 路上不断有石块掉下来 他都能非常精准地避开 等到他回到主墓室 主墓室有大半面积 都被石块掩埋了 毛浆被埋在了石块下面 扒拉着石头要出来 小僵尸也上前扒拉石块 寻找着什么东西 过了几分钟 漆黑的眼里 迸发出一阵红色的戾气 黑棺材不见了 有人偷了他的床 窝 窝的床满板 小僵尸磕磕绊半地大叫一声 愤怒地狂砸石块 地上的那些石块 都被他砸成了粉末 还有好几只毛浆的脑袋 被他一拳砸成江湖 半个小时后 秦征他们上岸了 但他们还在地下 只是没有在水中 有了大半个小时 萧辰宇和王奎实在撑不住了 秦征看到暗河附近有洞穴 他就带着众人先上岸休息 萧辰宇把摄像机从包里拿出来 他们借着摄像机的灯光 正好能看清洞内场景 这里有熄灭的火堆和破旧的衣服 难道有人在洞里住过一段时间 有可能 秦征顺手点燃了熄灭的火堆 然后用灵力烘干自己的衣服 小江湿的墓地被盗空了 之前肯定有不少盗墓贼和安男人来过这里 或许就是那些人留下的 那个老东西真狠 萧辰宇不由恨得牙痒痒 他的话都不能信 什么安男人黑痴黑 我觉得肯定是他杀了其他人 你才反应过来 江瑶瞥了他一眼 轻吃一声坐到秦征旁边烤火 萧辰宇又有一种被鄙视的感觉 江瑶就不能对他友善一点吗 他们好歹也是经历过生死的好兄弟 刚刚顺手抓了之鱼 江瑶对秦征说 烤鱼给你吃 好 秦征本想用灵力帮江瑶烘干衣服 结果却发现他的衣服本来就是干的 咦 你的衣服这么快干了 江瑶私存地说 我感觉幽冥火吞噬掉利鬼之后 我体内的能量更强了 可以操控那些能量 做一些事情 这是不是就是你说的灵力 对啊 秦征将手按在他的手腕上 探查他体内的情况 依旧有两股力量在互相牵制 但随着幽冥火强大 封印有松动的趋势 我感觉你的身体也好了很多 秦征看着江瑶说道 从他的脸色和面相就能看出来 是 看来幽冥火的逐渐强大 有利于你续命 不过还是得找出偷换命格之人 这样才能解开你身上的封印 封印中的力量 让秦征都感觉有些忌惮 肯定不属于这个灵气贫瘠的世界 秦征有些期待解开封印之后 江瑶会变成什么样 说不定这股神秘的力量 还能帮他重回先见 说到调换命格的事情 江瑶想到一件事 我让人调查了一下江赵 发现他接触过一个悬门大师 那幅有问题的古画 就是问那个大师买的 等我查清楚 你和我一起去见那个大师 看看他有没有问题 好 秦征想都没想就同意了 江瑶的唇角微翘 盯着他看了许久 昏暗的光线中 火光映在他的脸上 明艳娇美的脸庞 像是镀了一层光芒 莫名让人移不开视线 秦征 江瑶还想说点什么 萧承宇突然怪叫一声 破坏了隐匿的气氛 啊 那是什么 萧承宇站起来 指着河面喊道 你们快看那里 水里有个东西飘过来 看上去像是人头 漆黑狭长的桃花眸 微微眯起 江瑶危险地看了一眼萧承宇 这才把视线转到河面上 琴针也看了过去 有个黑黑的圆球飘过来 随着水波浮沉 飘在水面上的一片黑色 像是头发 第181章 嘿嘿 我又来送死了 黑色的圆球 慢慢地靠近岸边 突然又沉了下去 河道内光线昏暗 萧承宇和王魁 都没看清是不是人头 应该不是人头吧 王魁对萧承宇说道 你别自己吓自己 估计只是河里的垃圾飘上来了 秦征走过来 神石探入河水中 他的神色渐渐变得凝重 萧承宇没看错 水里还真有一颗人头 他望着河水表面 有一层淡淡的灰色雾气蔓延出来 而且这里的阴气重了很多 什么 王魁变了脸色 担忧地说道 难道河里有水鬼 等一下我们还得从河里离开 要是水鬼攻击 我们怎么办 刚才我们游下来的时候 还没在河里遇到脏东西 这个东西估计是刚飘下来 说不定等一下就飘走了 秦征转身坐回火堆旁边 看了下手上的手表 外面已经天黑了 这地方死了很多人 晚上有邪碎出没不奇怪 我们在这里休息一晚 等天亮再离开 好吧 反正现在我也不敢下水了 王魁叹了一口气 然后和萧承宇靠坐在一起 他们的衣服还湿着 刚才把衣服脱了下来 架在火堆旁边烤火 两人光着膀子 坐在火堆边瑟瑟发抖 盖个毯子吧 秦征把包里的宝毯扔给他们 他在水下游动的时候 身上的背包扔给了大公鸡 大公鸡抓着背包飞在河面上空 所以他的背包没湿 谢谢 萧承宇和王魁一起裹着宝毯 终于感觉没这么冷了 经历一天的惊险逃生 两人的精神都有些疲惫 他们裹着毯子坐在火堆旁边 我手里的烤鱼递给秦征 还不等秦征接过 大公鸡就咕咕咕地叫了起来 跳起来想吃那条烤鱼 别闹 江瑶把跳动的大公鸡拍回了地面 这不是给你的 咕咕咕咕咕 我的鱼呢 说好给我的三十条鱼呢 大公鸡看到秦征吃上烤鱼 眼神颇有些优怨 分你一点 秦征撕下一些鱼肉喂他 剩下的鱼出去之后给你 咕咕咕咕咕 我也要吃烤鱼 生吃不香 秦征的神情顿了一下 看向江瑶说 晚点出去 能不能帮我烤三十条鱼 你要吃这么多 给他吃 江瑶瞥了眼大公鸡 眼神冷漠 没有说话 咕 大公鸡莫名感觉脖子凉嗖嗖的 忍不住抱住了秦征的脚腕 哈哈哈哈 江瑶明显不乐意 他只会给秦征烤鱼 江瑶 我看你像的烤鸡 突然想起来 大公鸡用鸡血帮他们解毒 秦征答应给他抓三十条鱼 给他吃 看给孩子乐的 哈哈哈哈赞同 大公鸡太机灵了 还会说人话 就应该送他去上学 让他体验一下人间疾苦 你们是魔鬼吗 哈哈哈哈 笑得我狂拍桌子 一不对 桌子上怎么有作业 T T强烈建议送鸡哥去上学写作业 秦征吃完烤鱼 也和江瑶靠在一起休息 无人机摄像头飞在半空中不过 上面的灯光变得暗淡了许多 有时候还一闪一闪的 导致画面特别模糊 也不知道是不是没电了 洞内陷入一片寂静 四个人的脸上都有疲惫之色 眼睛闭着养神休息 虽然他们在休息 但观看直播的观众依旧很多 话说那个西州公子的大幕 就这么被埋了吗 今天真是太刺激了 我都没看够 虽然很刺激 但有点不真实 这是灵异直播 上一期遇到的事情也很诡异 这有什么 可是好看啊 管他是不是演的 好看就完事了 我觉得比电视剧还好看 摄像头是没电了吗 感觉光线暗了好多 有点吓人 你们看河里 那个黑色人头又浮上来了 卧槽卧槽 我也看见了 他的眼睛睁着 好像还是活的 是不是谁里有个人啊 没死的盗墓贼 或者安男人 秦征别睡了 有东西盯上你们了 观众们看得胆战心惊 但是秦征他们都闭着眼睛 没有醒来的去世 河里的人头 飘到了洞穴旁边 观众们不由平住了呼吸 想看看这是个什么东西 结果他又沉了下去 就在观众们松一口气的时候 河边出现一道黑影 朝洞穴里面飘过来 飘 飘过来的 鬼啊呀 秦征快醒醒 有东西要来害你们 他们怎么睡得这么死 这种情况下也能睡着 狗笔节目组 想个办法叫醒他吗 嘀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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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突然间 无人机摄像头上 传来一阵警报声 节目组的工作人员 在后台看到了这一幕 他们也不清楚 秦征等人为什么不醒来 所以开启了警报声 听到警报声 那道黑影停下动作 朝摄像头看过来 阴冷的眼神 让众人吓了一大跳 他的嘴边还流淌着烟红的血迹 警报声并没有把他吓走 反而他突然出现在王葵的身边 嘴巴张到三寸大 正要一口咬在王葵的脖子上 将要咬到之际 他的身后亮起一道金光 驱邪符飞了过来 找死 秦征不知何时醒了 冷眼望着恶鬼消散的地方 他收回扔出福禄的那只手 抱着手靠在江瑶身边继续休息 所以秦征当才是装睡吗 吓死我了 呜呜 郑姐好帅啊 我就说秦征怎么没动静 有这样的队友好有安全感 咕咕咕 观众们刚放松了一阵 大公鸡突然叫了起来 戒备的盯着河边 直播的画面中 刚才那个男鬼又从河里飘了上来 这一回 他恶狠狠的瞪着秦征的方向 我擦 这东西怎么没死 不对啊 秦征的驱邪符 怎么没把他打得魂飞魄散 鬼 嘿嘿 我又来送死了 秦征 有点东西 但是东西不多 男鬼的身上涌出浓郁阴森的鬼气 渐渐的形成黑雾 煞时间 洞穴内变得暗如黑夜 男鬼隐藏在黑雾中 五指成爪朝秦征攻击而来 第182章 这辈子没见过这种要求 男鬼的爪子正要碰到秦征 他陡然睁开了眼睛 一把抓住男鬼的手 手中的灵气变成烈火将男鬼包裹 啊 男鬼发出一声惨叫 身影被烈火烧成灰烬 随后 秦征挥了挥手 洞穴中的雾气渐渐散去 其他人终于被男鬼的惨叫声吵醒 怎么了怎么了 好浓的雾 我听到有人在惨叫 咋回事 萧尘宇和王魁从宝毯钻出来 外头阴风阵阵被冷的一个哆嗦 我去 好冷 两人又缩回了宝毯里面 紧张地看着秦征的方向 秦征 刚才怎么回事啊 还不等秦征回答 暗河方向传来一阵阴森的笑声 结结结结 紧接着又是一阵黑雾蔓延 那只男鬼从河里飘出来 恨恨地盯着秦征 小丫头年纪轻轻 灵力却如此旺盛 正好我在这里饿了许久 别白费力气了 你们这种水平可杀不了我 结结结结 秦征看着眼前的男鬼 眼眸微微眯起 觉得他有些眼熟 你就是那个 缠着罗斯和瓦尔德的鬼 不错 男鬼冷冷一笑 如果不是你插手 我早就将那两个外国人吃了 也不需要在这里困这么久 今天我定然不会让你离开 上次秦征帮罗斯解决邪灵的事情 也是发现那只鬼打不死 最后设了一个阵法 将他封印在地下盒 秦征淡漠地望着他 想吃了我 你尽管试试 黑雾又将洞穴笼罩起来 男鬼隐藏在漆黑浓重的鬼气中 一时间让人难以分辨在何处 这一次 他迟迟没有发起攻击 而是在暗处发出古怪的笑声 结结结结结结结 结结结结 音森的笑声环绕在众人耳边 萧尘宇和王魁 看不清附近的情况 吓得暴躁一团 有本事你就出来啊 躲在暗处算什么好汉 萧尘宇大喊道 结结结结结结 装神弄鬼 秦征的眉眼闪过一丝不耐烦 他抬手又挥掉黑雾 男鬼躲在萧尘宇和王魁的身边 打算先把这两个菜鸡吃了 啊 萧尘宇吓得一阵惨叫 手里的俘虏疯狂往男鬼身上扔 男鬼直接被俘虏的光芒炸死了 我 我还会回来 过了片刻 他还果真又从河里钻出来 得意说道 我不介意和你们继续耗下去 你们的俘虏迟早有用完的一天 能把你们吃了 秦征和江瑶宁没看着他 两人的脸上的都多了些凝重 而萧尘宇和王魁的脸色惨白 鬼气入体 导致他们越发虚弱 萧尘宇咳嗽一声 有些虚弱的说道 他说的对 如果我们一直除不掉他 迟早会被他耗死 结结结结 男鬼得意的大笑起来 你们知道就好 还不如放弃挣扎 乖乖让我吃了 我倒是可以让你们死个痛快 秦征的眼里闪过一丝冷色 右手倾抬 指尖闪现法术的金光 看到秦征的动作 男鬼的脸色有点忌惮 虽然他不会魂飞魄散 但法术打在身上的痛感 却很真实 看到金光飞过来 男鬼连忙钻进了河水中 过了一会儿 他又钻出来 嘿嘿 打不着 他嘚瑟地说 就算你打中我 也打不死我 秦征又抬手 他又连忙钻进河水之中 过了会儿 他钻出来 来打我呀 打不着吧 结结结 这一下是江瑶忍无可忍 直接扔了一团幽冥火过去 幽冥火瞬间将男鬼的身影吞噬 哎呀 浩强的火焰 这是什么火 男鬼爆发出一阵惨叫 好厉害好厉害 哎呀 我要死了 快救救我 幽冥火将他的身影烧成灰烬 连点渣都没留下 大约过了十分钟 他都没再出现 其他人不由松了一口气 还得是江瑶的幽冥火呀 萧陈宇刚感慨一句 结果男鬼又从河里钻上来 结结结结 骗你们的了 大傻子 他的嘴角挂着得意的笑容 血淋淋的脸上露出阴森森的两排大白牙 来打我呀 我就说打不死 男鬼又钻入河水中 然后跳出来 哎 我又跳出来了 来打我呀 我又跳回去 我又跳出来 打不着吧 气死你们 到底是为什么 之前一张符录就能搞定 这个鬼怎么除不掉 他压的 这鬼可真贱 我都想打他一顿 既然打不死 那就把他抓起来 让他去经历人世间最痛苦的事情 打工 秦征盯着男鬼看了许久 又看向涌动的河面 突然有些明白原因了 他抱起大公鸡 低声在大公鸡耳边说了几句话 说完之后 他又对其他人说 别理他 我们做自己的事情 其他人也发现了 他们越理这个鬼 他越得瑟 与其如此 还不如把他晾在一边 他暂时也没法伤害他们 他们坐在火堆边烤火 男鬼见他们真不理自己 也从河边飘了过来 你们怎么从上面游下来 难道去了那座西州古墓 男鬼好奇地问道 但没人理他 他看到秦征手边的浴室门铜锣 当时瞪大了眼睛 这不是浴室门那个老东西的传家宝吗 怎么在你手里 还是没人理他 男鬼的眼珠子转了转 伸手就要拿走铜锣 秦征一把掐住他的脖子 想死 呵呵 他冷笑 你又杀不死我 你杀一个看看 有本事打死我呀 咕咕咕咕 这个时候 偷偷跳进河里的大公鸡回来了 嘴里叼着一个男性头颅 放开我 放开我 那个人头大叫着 秦征身边的男鬼面色大变 魂体被吸到了头颅旁边 我的头 他刚开口 其他人就涌了上来 对着他的头 就是一阵群殴 哎呀 别打 别打了 男鬼的魂魄越发虚弱 发出一阵阵痛苦的惨叫 秦征等人围成一团 直接把他的头颅 踹成一个大猪头 不是让我们打你吗 现在就满足你 娘的 老子活了二十多年 就没见过这种要求 打成猪头了 满意了没 男鬼慌张地抢回自己的头颅 怒火滔天地看向他们 要不是 飞头将练到了最后一重 把我的头练成了铜墙铁壁 差点被你们打死 哎呀 我的脸都被打肿了 都怪你们 我要杀了你们 只见他怀里的头颅 突然腾空飞了起来 张着血盆大口 朝秦征要去 第183章 这就是传说中的送人头 可惜男鬼的头颅 还没碰到秦征 就被他一脚踹飞了出去 不过 秦征踹出去之后 男鬼的头颅又蹦了回来 结结结结结结结 想不到吧 我还有铁头弓 他发了疯一般 又朝秦征扑过来 你居然敢把老子这张风流 倜傥的脸打成猪头 我一定要弄死你 咕咕咕 这个时候 大公鸡突然挡在了秦征的面前 用翅膀按住飞过来的头颅 用坚硬的嘴巴 啄了一下他的脑门 磁溜 鲜血喷溅的声音传来 只见那颗头颅的脑门上 多了一个血洞 一束鲜血哗啦啦地喷出来 那个头颅脸上的猙獰表情 有一瞬间的凝滞 他的铜墙铁壁般的头颅 怎么破了一个洞 啊 我的头 男鬼连忙抱起自己的头 伸手按住脑门的血洞 转身就要 跳回河里 我让你走了吗 冰冷的女生从身后传来 秦征一把将他的头拽了回来 他转头看去 就见秦征和他身边的三个男人 对他一阵摩拳擦掌 你 你们想干什么 男鬼哆哆嗦嗦地问 身体不自觉地往后退 铁头弓 这妖牛 秦征拽住他的头发 把男鬼手里的头颅扔在地上 众人对着他的头 又是一阵狂踹群殴 男鬼撕心裂肺的惨叫声传来 渐渐地变成了求饶声 住手 别打了 我错了 我真错了 大哥大姐们 饶了我 不知道为什么好好笑 这个鬼太逗了 明明是很恐怖的场景 愣是变成了喜剧 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送人头 友情建议 各位以后死后变成鬼 不要节节节地笑 鸡哥 铁头弓 这就给你的脑子开个瓢 要是我死了变成鬼 看见秦征我就绕到走 狗头 又是一阵群殴之后 男鬼的头颅被揍得不成样子 他跪在秦征的前面 抱着自己的头颅 阴阴阴的哭泣 大佬 我真错了 我再也不敢了 你就放我走吧 阴阴阴阴阴阴 秦征看着他手里的那个肉球 终于明白他就剩下一个头 为什么还能活着 而且魂魄还能离体骇人 酱头术中有一种极为神秘莫测的术法 叫做飞头匠 酱头师利用符咒对自身下降 让头颅能离身飞行 从而提升自己功力 上古时期 酱头师练飞头匠增强功力 最后成为人不人鬼不鬼的存在 飞头墙总共分七个阶段 七个阶段练成之后 酱头师就能不死不灭 而在练功的过程中 必须持续吸食鲜血 才能保证头颅存活下来 你的飞头将练了多久 秦征眯了眯眼眸 冷声询问道 呜呜呜没多久 男鬼抽掖着回答 我是迫不得已 才修炼飞头匠 当初我们跟着干象一起来寻宝 结果那个狗东西算计我们 想用我们喂养僵尸 其他人都死了 我也被他砍下头颅 我试着修炼飞头匠才能活下来 躲到了主牧师的暗房 什么 主牧师还有暗房 听到男鬼的话 其他人不由大惊 对 那个暗房挺大的 男鬼畏惧地看了眼秦征 如是说道 入口就在黑棺材的下面 秦征 江瑶骤起眉心 神情凝重地说 老干或许没死 当时他发现 千年不化古厅里命令 自知自己不是我们的对手 可能故意装作同归于尽 萧辰宇和王奎也反应了过来 对啊 当时他就站在黑棺材的旁边 他是不是早就知道 黑棺材下面有暗房 故意做出同归于尽的样子 让牧师坍塌引我们离开 秦征许久没说话 过了片刻 他才看着男鬼问道 除了黑棺材下面的入口 暗房还有没有别的出口 有 男鬼点了点头 暗房有一个水池 水池通向地下暗河 我就是发现了这个出口 才能从古墓里面出来 所以 还可以从这条河去暗房 可以是可以 男鬼疑惑地看着秦征 大佬 你要过去吗 他神色纠结了一会儿 又说道 我很久没回去了 一直住在河里 担心甘相发现我的行踪 如果你想过去 我可以给你带路 只不过我给你带路 你需要答应我一件事 你还敢讨价还价 男鬼 他瑟瑟发抖地抱着头颅 我就是 就是想让你放我一马 没有别的要求 殷殷殷殷殷 说着说着 又小声哭了起来 别哭了 秦征一脸烦躁地说 这是晚点再说 看我心情 你先带我去暗房 我和你一起 见秦征要去确认 老干是否死亡 江瑶表示 也要一起前往 不行 秦征没同意 你和他们留在这里 如果遇到别的意外 他们可能解决不了 我带上鸡哥就可以了 江瑶抿了抿唇 没有说话 有些执拗地盯着他 带路吧 秦征对男鬼说道 正准备动身离开 却发现江瑶拽住了他的衣角 秦征 他转头看向他 神色有些无奈 乖了 我很快就回来 要是他们俩死在这里 巅峰挑战 这个节目就得凉了 这样 他岂不是不能继续赚钱 那可不行 线长默黑的眼睫微微低垂 俊美清冷的眉宇间 似乎多了些郁闷之色 江瑶抿着唇 闷闷地说 那你注意安全 好 我死了 江瑶这副样子也太猛了 窝草 没想到我这辈子 能看到江瑶这副样子 江瑶 老婆不要我了 QAQ 带他去 秦征听到没 带上我们家摇仔呜呜 他好可怜 秦征带着大公鸡 跳入了暗河中 男鬼在前面带路 他们离开之后 江瑶就一直站在暗河旁边 望着黑沉沉的河面发呆 江瑶 好饿啊 萧承宇走到他旁边说 刚才你怎么抓到鱼的 叫叫我 江瑶 滚 萧承宇 哈哈哈哈 为什么受伤的 总是我们鱼子 江瑶 我老婆没了 我那么大的老婆不见了 呜呜 谁也别理我 江瑶 你吃屁个鱼 我老婆没了 你知道吗 我好不容易找到的老婆 江瑶怎么这么粘人 男人过了二十岁 就要学会独立了 狗头 观众们喜滋滋地望着江瑶 难得见他 为了女人这样坐立难安 而秦征大边 游了半个小时 来到了暗房的水池 他刚探出水面 就对上了一双阴邪的斗鸡眼 铿锵的青铜撞击声传来 两尊巨大的镇木兽 朝他挥掌拍来 第184章 这女人恐怖如斯 你小子阴我 秦征躲避攻击钻回水里 一把拽过男鬼的头颅 不是 我没有啊 男鬼大叫道 我离开这里的时候 还没有镇木兽 呵呵 秦征冷笑一声 直接先把男鬼的头颅扔了出去 吸引镇木兽的注意 他惨叫着飞出去 斗鸡眼的镇木兽 果然被吸引注意 抬起青铜制作的大掌 对着空中的头颅攻击而来 秦征在水下看到镇木兽被引走 他才重新钻出水面 来到了暗室中 除了水池 暗室中还放着一口黑棺材 棺材外层有精美的雕纹 正是先前在瞩目室的那口棺材 只不过先前那口棺材被打开了 现在棺材的盖子却盖上了 让人看不清里面的情况 秦征的眼眸深了深 朝那口棺材走去 他能感觉到里面有东西 这个东西先前放在主墓室 现在为什么会在这里 只有一个可能 那就是古墓坍塌之前 黑棺材通过暗房的入口 掉落到了这个地方 而某些人躲在黑棺材中 就可以借此逃过被埋的命运 难道老干就躲在黑棺材里面 砰的一声 正在攻击难鬼的镇木兽 突然转头攻击秦征 整个庞大的身躯朝秦征砸过来 似是要阻止他靠近黑棺材 秦征脚尖轻点 轻松地躲开镇木兽的攻击 一脚踩在镇木兽的肩膀上 反而将他给踹飞了出去 撞到了另一只镇木兽 砰砰砰 两只青铜镇木兽撞在一起 发出一阵阵巨响 由于秦征的力道极大 其中一只镇木兽的胳膊还掉了 不过这算是机械兽 哪怕断了一条胳膊 还能继续站起来 发起攻击 小心 难鬼大声提醒秦征 镇木兽断开的手臂洞口 突然射出来一只细小的毒箭 秦征神色一冷 抬手就抓住了这只毒箭 手上裹着一层灵力 将这毒箭震成粉末 西周镇木兽 秦征看着眼前的两只青铜兽 眼底闪过一丝沉思 现代所说的西周 距离现在过去三千多年 推算起来就是上古时期的末法时代 那个时候的仙界和凡间 逐渐出现壁垒 后来人族惹怒神明 大量仙法秘籍被销毁 人族开始慢慢没落 而西周的一些东西 其实还留有上古术法的痕迹 比如眼前的这个青铜镇木兽 用了仙法中的铸器之术 才能让它们如机器人一般 受人操控 攻击他人 只是比只仙界铸器术 这东西还是差了许多 哗啦啦的水声突然传来 只见另一只镇木兽的头顶 出现一根铜管 铜管转动了起来 里面如现代喷泉一般 涌出哗啦啦的水流 暗房中像是下雨了一样 咋回事 还有喷泉表演啊 看到镇木兽站着没动 男鬼的头颅 砰砰砰的跳到了秦针的旁边 大佬 西周人挺有意思啊 那时候就发明了喷泉 秦针瞥了他一眼 淡淡的说 这不是水 而是油 你没感觉你的脸上很黏糊吗 男鬼愣了片刻 啥 他费力的眨了眨眼睛 有点睁不开 哎呀 我刚才被你们揍成了一个大猪头 脸上全是血 眼睛本来就睁不开 感觉不到黏不黏糊 这家伙有点画牢的前置 又说道 真是油吗 镇木兽喷油干什么 当然是烧死你啊 见他脸上的肉抖了一下 秦针又说 我乱说的 就是吓吓你 大佬 你可真幽默 男鬼松了一口气 我就说 西周人不可能这么聪明 这些油藏在青铜兽的肚子里 可以上千年不干 但是火种怎么可能不灭 这里又没有火源 不可能起火的 哈哈哈哈 突然间 男鬼的笑声戛然而止 只见那只断臂的镇木兽 张开了鹰嘴 里面也伸出来一根铜管 火光从他口中喷涌而出 碰到外面的油 瞬间变成一片火海 草啊 怎么真能喷火 男鬼的头颅 吓得遍地乱窜 最后看到大公鸡 跳到了水池里 他也连忙跳了进去 大佬 快跑啊 整个暗室基本都是 镇木兽喷出来的油 要是继续留下 绝对被烧成灰 西周人推歹毒了 秦针却站在原地没动 他身上有一层灵力罩子 漫天的火光对他没用 两只镇木兽护着的黑棺材 发现这个黑棺材 真是个宝贝 居然还不怕火烧 他眯了眯眼眸 下一秒身影出现在 两只镇木兽的背后 碰 碰 两道沉闷的东西 砸地声传来 男鬼和大公鸡 发现外面的火光没了 他们从水池里钻出来一看 就见秦针徒手拧下 两只镇木兽的脑袋 扔在了地上 卧槽 好可怕的女人 咕咕咕 赞同 处理掉镇木兽之后 秦针来到了黑棺材的旁边 抬手一拍 就打开了棺材 煞时间 一阵浓郁恶臭的 深绿色雾气涌出来 是尸毒 大佬小心啊 秦针却无视尸毒 身上的灵力罩子 比什么都有用 徒手就把黑棺材里面的 那道身影给拎了起来 就知道你躲在这里 他挥散尸毒 却见眼前的身影 不是老干 而是一个穿着 老干衣服的腐烂尸体 秦针皱眉扔掉尸体 视线环顾暗示 隐约听到了机关的声音 想跑 他神色一冷 连忙朝机关声音 传来的地方走去 那是一面石壁 声音是从石壁后方传来 秦针一掌拍碎石壁 吓得难鬼和大公鸡 在水池水面上抖了抖 眼前光线突然亮了起来 暗房里面 居然有个通道通向地面 秦针还看到了一个 落荒而逃的身影 正是躲在这里许久的老干 老干来在这里之后 却发现 这里有人活动过的痕迹 所以就启动了镇木兽 然后还在棺材里面 放了一具有适毒的尸体 果然没多久 他在暗道中 听到了秦针 和某个该死之人的谈话声 他想等着秦针死了 从他手里拿回铜锣 却没想到 秦针竟如此彪悍 西周最后一些镇木兽 也对他没用 还想跑 跑得了吗你 秦针瞬间追上逃跑的老干 闪身挡在老干的面前 你 老干面色大变 眼里的神情阴暗不定 想着逃脱的法子 秦针准备直接动手 彻底解决这个老祸害 反正这里没有摄像头 结果却看到 老干的背后 出现一道黑影 第185章 小僵尸一口一个嘎嘣脆 看到瞬间出现的黑影 秦针心里一惊 因为他先前 根本没感觉到他的存在 什么东西 话语落下 秦针就见那个东西 抬起尖利的爪子 从后面一把拧下了 老干的头颅 然后又一口咬在 老干的肩膀上 咕噜咕噜地吸着血 冷白的月光照射下来 小东西蹲在地上 抱着尸体吸血 这画面诡异又恐怖 秦针这才看清他的面容 瘦小干扁 轻面獠牙 正是那只小僵尸 不画骨 秦针轻轻地叫了一声 他抬头看向他 惨白清灰的脸色 变得红润磁白 干扁的身体 受到鲜血的滋养 也渐渐地变得圆润 小僵尸圆圆的小脸蛋上 还带着几分婴儿肥 眼睛滴溜溜的 像是黑葡萄 五官精致 粉雕欲灼 像羊娃娃 唉 小僵尸看到秦针愣了一下 然后小心地 拖着老干的尸体 把他的尸体藏到了身后 顺便把老干的头颅 一脚踢远 最后他看着秦针 傻憨憨地咧嘴笑 姐 姐姐吼 秦针的嘴角抽了一下 小僵尸那模样 好像在说我没有在吃人 我好乖的哦 结果脸上却是一脸血 咧着一嘴大白牙 其中两颗虎牙特别尖 笑得贼甚人 你吃吧 秦针走上前 摸了摸他的小脑袋 不吃人 还叫僵尸吗 但是只能吃坏人 不能乱吃人 知道吗 嗯 那安啊 小僵尸乖巧地点头 还用脑袋蹭了蹭他的手心 Omega 小僵尸继续蹲在地上 吃老干的尸体 顺便把他的魂魄抽出来 也给一并吃了 连一声惨叫都没发出来 床板板 哼 小僵尸一边吃 一边不满地哼哼唧唧嘀咕咕 嘀咕着什么 秦针听得有些奇怪 问他 什么床板板 他偷了窝的床床 Om 小僵尸愤怒地说 顺便一口咬下老干的一条手臂 吃得嘎嘣脆 秦针这才恍然 怪不得这个小僵尸追着老干 还把他杀了 原来是老干带走黑棺材 惹怒了小东西 黑棺材 就是小僵尸的床 这个床对僵尸有多重要呢 这么说吧 只有特殊打造的棺材 才能结合地势 培养出千年阴姿诗 棺材相当于僵尸诞生的母胎 时不时躺在里面吸收日月精华 这样也能更快地修炼棺材 野芬好坏 有些僵尸醒来 发现自己的棺材不咋样 还会去抢别的僵尸的棺材 而小僵尸的这个西周雕纹黑棺材 显然是上等的养尸棺材 所有僵尸看了都得行动 他自然得宝贝式地护着 哥 小僵尸吃饱了 男鬼的头颅和大公鸡 出来找秦征 大佬 你抓到老干了吗 男鬼刚问了一句 然后就看到小僵尸 诧异地说道 哪来的小娃娃 长得真俊啊 这样貌也就比我差一点点 来 叫生叔叔 叔叔给你糖吃 男鬼抱着自己的头颅 过去逗弄小僵尸 结果小僵尸一把 抢过他手里的头颅 然后一口咬下他的一只耳朵 听到他的惨叫声 秦征才轻飘飘地说 他的年纪都可以当你老祖宗了 还叫叔叔 你叫他一声 爷爷还差不多 救 救命啊大佬 男鬼慌张地 看着小僵尸啃耳朵 不能吃我的头 吃了我的头 我就真死了 大佬 看在我立功的份上 救救我 银银银银 秦征贴了他一眼 这才对小僵尸说 别吃了 留他一条狗命 好搭 小僵尸这才停下动作 又打了一个宝格 然后随意地把头颅向后一扔 秦征的指尖 闪现一道金光 打入头颅的眉心中 看在你立功的份上 留你一命 但是日后不能乱吃人 如果故意残害他人 我的禁术 会让你的头颅瞬间自保 不信的话 你可以试试 试试就是试 我猜不是 男鬼连忙把头摇得像是波浪鼓 惊具地盯着秦征和小僵尸 哦 小僵尸突然嚎了一嗓子 他们脚下一阵摇晃 然后土里 蹦出好几道高大威猛的黑影 蹦跳着来到小僵尸的身边 他们的肩膀上 还扛着一口棺材 正是小僵尸的那口西周刁纹黑棺材 卧槽 这么多毛僵 还有黑棺材 塌塌塌 男鬼盯着小僵尸 眼神越发恐惧 难道他是黑棺材里的那句千年鹰之诗 你才发现 秦征淡淡地看了他一眼 一脸看傻子的表情 然后就见小僵尸 朝他挥了挥爪着 姐 姐姐 拜拜哦 拜拜 小僵尸跳进了棺材里 然后其他毛僵扛着棺材跳走了 去到了大山深处 不知道他们去干什么 秦征带着大公鸡 回到了暗房之中 跳下水池 游回了江瑶他们所在的山洞 没事吧 看到秦征从水面游出来 暗边的江瑶眼睛一亮 没事 已经解决了 秦征走上岸 对其他人说 我们可以从暗房离开 那边有一个通向地面的暗道 你们休息好了吗 休息好 我们就一起过去 好 休息的差不多了 其他人听到秦征的话 开始收拾东西 准备离开 再不回来 江瑶就要成望七十了 哈哈哈哈 江瑶的表情笑死我了 从持续阴谋 转变到开心就一瞬间 秦征没在的江瑶 谁也别来理我 好伤心好难过 人生没有希望 看到秦征回来的江瑶 哇 世界真美好 秦征 你找到老干了吗 萧辰宇收拾好东西 好奇地问道 找到了 那你可得好好教训他 我们差点被他害死 秦征没说话 只是先跳入河水中 看到他跳进去 其他人也连忙跟着进去 摄像机被放到了背包中 所以画面出现了一段时间的黑屏 安全回来就好 不过 我也有点好奇老干的下场 我也是 秦征杀了他吗 老干算计他们 差点把所有人害死 我觉得杀了他也不为过 有点想看直播杀人 这种画面不能播吧 虽然这里不是华夏境内 但播出去也影响不好 到时候 又有人说秦征是杀人犯 秦征没回答 是不是就是杀了 但是不方便说出来 弹幕一阵猜测纷云 等到画面恢复的时候 秦征等人已经来到了地面上 他们便别了一下现在的位置 准备回安树林的岩洞 啊 正要走出眼前这片树林 众人突然听到一阵痛苦的叫声 从树林里面传来 啊 好痛 哇 我是不是快死了 第186章 防不胜防的牛皮匠 是罗斯和瓦尔德 秦征和江瑶互视了一眼 他们怎么了 难道有人受伤了 肖尘雨好奇地问道 我们去看看 他们正要走过去看看 瓦尔德的声音又传来 罗斯 你再唱一会儿 我去找草药 难道今天吃的东西 里面有寄生虫 可是寄生虫 怎么会让你的肚子 突然变成这样 树林里有一处空地 上面扎了两个帐篷 这是四对的休息处 罗斯躺在帐篷的外面 只见他的肚子长大成一个球 如同怀胎五月的孕妇 他捂着自己的肚子 不断地哀嚎 秦征仔细看去 还发现他的肚子 有继续变大的趋势 哦不 哇 我快撑不下去了 罗斯的脸上都是冷汗 浑身发抖 脸色痛苦至极 实在不行的话 只能退散了 瓦尔德咬牙说道 这个情况太奇怪了 得让他们送你去医院看看 送医院没用 秦征隐约看出端倪 走上前对他们说道 秦征 瓦尔德和罗斯看到他 神色都有些差异 你们怎么在这儿 路过 秦征简单地说了一句 然后走到了罗斯的身边 伸手按在他的肚子上 感受着肚子里面的情况 果然如他猜测的那般 罗耶这是怎么了 这肚子怎么和怀孕一样 显然不是怀孕 昨天还好好的 肚子突然大了起来 之前我看过他们这边的直播 也没发现原因 就是突然带起来的 是不是吃了什么不干净的东西 有一个纪录片说 有些人的肚子里有寄生虫 会导致肚子渐渐变大 寄生虫影响到人的身体 也要有个过程啊 起码得过几天吧 罗耶的肚子 是今天晚上突然大起来的 说不定是前几天 吃了不干净的东西呢 这俩人刚下飞机 就生吃虫子 观众们都觉得 罗斯是生吃虫子 才导致肚子变成这样 好痛 啊 我的肚皮要破了 罗斯又喊叫了起来 他的手捂着肚子 微微地颤抖 大家都发现 他的肚子比刚才大了一些 这是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在胀大 节目组 我们需要医生 瓦尔德荒的步行 起身就要朝摄像机挥手 但是秦征却拉住他 说道 他这是中了邪术 就算送到医院 医生也没法解决 而且 依照现在的情况 他估计撑不到去医院 邪术 瓦尔德脸色惨白地看着秦征 那你知道该怎么解决吗 有点麻烦 秦征将一张驱鞋符 贴在罗斯的肚皮上 他的肚子才没继续变大 罗斯的痛苦得到缓解 整个人泪晕在地上 知道牛皮想骂 他的肚子里有一张牛皮 随着他喝下水 牛皮会慢慢地胀大 直到撑破 他的肚皮而死 又是酱头术 萧尘宇惊呼 这个牛皮酱也太恶毒了 只是一张牛皮这么大 他怎么吃下去的 牛皮酱可以把一张完整的牛皮 缩小成粉尘大小 掺杂在食物里面 普通人根本没法察觉到问题 那该怎么办 瓦尔德这次没有怀疑秦征的说辞 眼神祈求地看向他 秦征 请你救救罗斯 他是我最好的朋友 我不能让他死在这里 十块令牌 好 事关队友的性命 瓦尔德想都没想就同意了 解决牛皮酱的方法很简单 缩小成粉尘大小 然后让他排出来就可以 秦征看向江瑶说 江瑶 帮我抓一只野山鸡 我需要鸡血画符 好 江瑶淡淡地扫了眼某只大公鸡 这才转身去抓野山鸡 捏呀 干嘛这样看他 大公鸡不自觉地抱住秦征的小腿 胖嘟嘟的身躯瑟发抖 哈哈哈哈 江瑶这一眼是几个意思 江瑶 我看这只鸡就挺眼 鸡哥我当时害怕极了 我猜江瑶就是吃醋 秦征刚才带着鸡哥去冒险 不带着他一起 狗头 没几分钟 江瑶就抓了一只野山鸡回来 他还亲自放好血 把装着鲜血的竹筒递给秦征 秦征用鸡血画了一张解除牛皮酱的符露 然后将符露燃烧成灰 符灰混在水中 让罗斯喝下符水 随着罗斯喝下符水 他的肚皮以肉眼可见的速度 扁了下去 罗斯醒了过来 虚弱地看着秦征 秦征 是你救了我吗 谢谢 他们可能无故沾上 你们今天遇到了什么人 那个有纹身的男人 瓦尔德突然说道 我忘了他的名字 就记得他的手臂上都是纹身 好像也是参加求生的队员 今天他逮捕了一头野牛 送我们一大块牛后腿肉来换取弹弓 罗斯制作弹弓的技术很好 随时可以制作一个 而野牛的战斗力很强 不容易捕捉 所以他们就交换了东西 瓦尔德脸色难看地说 难道是他做的 他想害死我们 他叫邪龙 听到瓦尔德描述 秦征就知道是谁了 他确实是一位匠头师 之前我见过他使用匠头术中的鬼匠 我去 邪龙好歹毒 不仅瓦尔德脸色不好 萧尘宇和王魁也神色微变 为了赢比赛 不择手段骇人性命也太过分了 秦征眯了眯眼眸 眼底闪过一丝冷色 降头术诡秘难缠 防不胜防 你们以后遇上邪龙 最好躲远一点 更不能接受他的任何东西 不过 我也吃了牛肉 我怎么没事 瓦尔德突然说道 而罗斯的身上却没带着平安符 因为你带着我的平安符 秦征询问罗斯 罗斯 我给你的平安符呢 怎么不带在身上 我下午去河里抓鱼 担心平安符弄湿 所以放在包里 以后不要把平安符拿下来 有邪龙这个人在 你们要多加小心 我知道了 瓦尔德连忙将包里的平安符找出来 帮罗斯带在脖子上 由于四对手上还没有十块令牌 所以 他们先欠着秦征 过段时间再给他 解决万罗斯的事情 秦征等人终于回到了严栋 今天经历的事情太多了 他们钻进帐篷 就死死地睡了过去 等到醒来的时候 已经是第二天的正午 秦征钻出帐篷 正准备找点吃的 结果发现 严栋外面洒了一圈淡黄色的粉末 粉末上面有淡淡的邪气 这是 吸引邪碎的阴虫粉 哪个兔崽子干的 敢害他 第187章 黄鼠狼 抽空学了点外语 秦征的手上弹出一团灵火 将地上的阴虫粉燃烧殆尽 烧完 正好看到江瑶和王奎走回来 两人的手上拎着猎物 他们急得早 所以先去打猎了 我还摘了点野果 你先吃点野果垫垫肚子 江瑶走过来 将手里的一包野果 塞给秦征 嗯 秦征拿起个咬了一口 酸甜爽口贼好吃 他含糊地说 刚才我出来看到 地上有阴虫粉 你们没遇到什么意外吧 阴虫粉是什么 江瑶蹲下身 开始架火堆 顺便处理抓来的猎物 准备给秦征做午饭 就是沿洞外面的那一圈 淡黄色粉末 江瑶动作一顿 原来那是阴虫粉 我早就看到了 但没遇到什么意外 他思索片刻 又说到 阴虫粉哪来的 昨天晚上 我没感觉有人过来 江瑶觉醒幽明火之后 武士也变得异常灵敏 如果有危险靠近 他瞬间就能警醒 可能不是人 秦征眯了眯眼眸 紧接着冷笑一声 悬门的手段 虽然诡秘莫测 但都不过耳 我倒要看看 能引来什么 会不会是邪龙 江瑶猜测到 他用牛皮翔 对付四队的人 明显就是想弄死他们 如果再除掉我们 他就可以获胜 拿到奖金 有可能 秦征摆弄了一下手表 查看三队邪龙的位置 发现他的定位就在不远处 或许真如江瑶猜测的一般 对了 秦征突然想到 一件事情 昨天我们从主牧室离开 跑回大厅的路上 遇到了秦宇诺那几个手下的尸体 但是却没看到秦宇诺的尸体 秦宇诺偷拿后撬珠 结果被那群西州侍女鬼盯上 手下们都被侍女鬼杀了 死状凄惨 还让萧陈宇和王奎吓了一大跳 那些尸体死状恐怖 当时他们还急着逃生 所以也没仔细看 如今细细回想 秦征确认 自己没看到秦宇诺的尸体 难道他跑了 他的手下都死了 他一个菜鸡 怎么跑出去的 可能是有人搭救 江瑶想到寻真阁的营生 对秦征说道 寻真阁不是一般的势力 明面上说是从事古董珠宝的生意 暗地里做的都是一些灰色产业 我后来又了解到 寻真阁和国内外的悬门势力有联系 如果寻真阁派了能人过来 还真能救他出去 原来是这样 秦征皱了皱眉心 有点不开心 那只凡人的苍蝇 讨厌死了 不对 不应该说是苍蝇 秦宇诺就是个蟑螂 猜得要死 但是生命力贼顽强 怎么做死都能活下来 咕咕咕咕 看到江瑶开始制作午饭 大公鸡蹦跳着过来 刷存在感 咕咕咕 鱼 我的三十条烤鱼 看到大公鸡 秦征这才想起答应他的事情 他对大公鸡无奈笑道 知道了 下午就去给你抓鱼 然后让江瑶烤鱼给你吃 放心吧 不会来账的 咕咕咕咕 那还差不多 秦征乖巧地 坐在江瑶旁边等吃饭 但他左右看了看 发现只有王奎在 你队友呢 小雨去那边割野麦子了 我们想吃点碳水 秦征顺着王奎手指的方向看过去 想起那边确实有一块地长着野麦子 之前他和江瑶就去割过野麦子 上次他们去割麦子 那边没有任何问题 这次秦征看过去 却看到那片地方的上空 笼罩着淡淡的阴云 阴云中透着几分邪气 那地方有点问题 我去找他 萧尘宇带着一个双肩包过来 他割了不少野麦子 双肩包都装满了 等到割完起身 他才发现这边的天色暗了许多 怎么天黑了 现在不是中午吗 萧尘宇疑惑地抬头看去 看到了天上的阴云 有乌云 难道要下雨 他收拾好东西 准备先回去 下雨就麻烦了 不好找令牌 萧尘宇刚嘀咕完 耳边突然传来一阵吱吱吱的叫声 他转头看去 就见旁边高高的草丛里面 走出来好几只肥瘦的黄鼠狼 没错 这些黄鼠狼如同人类一般 站直身体 萧尘宇的大腿处 好大的黄鼠狼 萧尘宇震惊惊了一下 等到那些黄鼠狼都从草丛里走出来 萧尘宇还发现他们的肩上扛着一块木板 木板上还做了一只黄鼠狼 那只黄鼠狼的身上 穿着一件破旧带血的人类体恤 大概是从尸体上扒了下来的 这是在做轿子吗 妈呀 黄鼠狼成惊了 萧尘宇这次震惊地张大了嘴巴 本来还想再感慨几句 却见那些黄鼠狼 抬着木板轿子来到了他的面前 木板上的那个黄鼠狼头头 胆了胆一脚站起来 然后摸了摸下巴上的胡须 尖声开口对他说道 黄毛小儿 你看本座这衣裳如何 是否像你们人类 萧尘宇吓得往后跳了一步 卧槽 这里不是海外吗 你这个黄鼠狼怎么会说中文 萧尘宇 明显你遇到妖精了 先跑路啊 哈哈哈哈 我要被鱼子笑死了 现在是关注这个的时候吗 黄鼠狼 不错 俺就是滑下那嘎达逃过来的 抽空学了点外语 黄鼠狼眉心微皱 拽了拽身上的衣服 厉声呵斥道 小子 回答本座的话 本座乃是镇守此地的黄大仙 日后飞升仙界 可助你运势长红 本座再问你一遍 本座穿这衣服 可像你们人类 跟着情争见识多了 看到会说人话的黄鼠狼 萧尘宇震惊了会儿 也没怎么害怕 哈哈哈哈 他还大笑了起来 你向他傍着呀你 我可是见过 能变成人类的蜘蛛精 是曾经的黄大仙 黄大仙拦路问话 询问穿衣是否向人 是为了吸取人类气韵 助自己修炼 如果人类说是 气韵就会被黄大仙夺走 从此倒霉无比 如果人类说不是 黄大仙会恼羞成怒 发起攻击 萧尘宇小心啊 完了 萧尘宇这傻缺惹怒了黄大仙 他估计没法安全离开 萧尘宇 你压的才是个棒拳 快跑啊 傻愣着干什么 黄鼠狼发出一声尖笑 萧尘宇也终于意识到了不对劲 臭小子 你竟敢戏弄本作 本作要你的命 木板上的黄鼠狼 眼睛陡然变成了血红色 两个爪子的指甲疯狂变长 猛的一跃 朝萧尘宇扑了过来 第188章 物理打不过 那就放魔法 我去 那黄大仙扑过来的速度极快 眨眼间就到了萧尘宇的眼前 他吓得跌坐在地上 去死吧 黄大仙的脸上露出 极其人性化的凶恶之色 手上的利爪冒着黑气 飞快地朝萧尘宇的脸上挠去 啊 萧尘宇爆发出一阵惨叫声 但是预想中的疼痛却没有来临 脖子上挂着平安符微微发烫 他的眼前突然出现一片金色的光亮 将凶狠的黄大仙打飞了出去 平安符 萧尘宇连忙把衣服里的平安符掏出来 脸上闪过一丝喜色 嘿嘿 果然 秦征的平安符才是最屌的 萧尘宇从地上爬起来 看着倒头砸在地上的黄大仙 可恶 你这老鼠咋还 急眼了呢 老鼠就是老鼠 本来就长得不像人 你 黄大仙从地上爬起来 他对萧尘宇脖子上的平安符有些忌惮 可是他却咽不下这口气 这个臭小子敢这么羞辱他 黄大仙的眼睛微微眯起来 眼里闪过一丝算计 你居然有这么厉害的俘虏 看来是个高人啊 他跳上其他黄鼠狼举着的木板上 对着萧尘宇拱手说道 刚才是我眼拙 有眼不识泰山 竟是得罪了高人 小仙再次特向高人赔罪 还望高人不要计较 哎呦 萧尘宇惊奇极了 你这老鼠有点意思 还会拱手道歉呢 既然这样 那小爷就原谅你了吧 听到老鼠两字 黄大仙的眼里带了几分杀意 他是狼 不是说 能嗷嗷吃人的那种狼 黄鼠狼一族比那老鼠聪明多了 哪是那些蠢老鼠可以比的 他还是修炼上百年的黄鼠狼精 假以时日必定能修炼成仙 他竟敢这么称呼他 找死 高人真大度 黄大仙收敛杀意 谄笑着说道 方才差点伤了高人 小仙的心里实在过意不去 小仙知道 此地有一处藏宝地 想告诉高人已赔罪 藏宝地 对 其实就是那些外面来的盗墓贼的藏宝地 黄大仙摸着胡子 煞有其事地说 此处有一上千年的古墓 不少盗墓贼到了宝贝出来 但是却被人坑杀再次 他们没机会将宝贝带出去 所以找了个地方偷藏起来 我知道那个古墓 萧承宇顿时兴奋起来 本来以为盗墓贼把宝贝运了出去 没想到还在这里 那地方在哪里 你带我去看看 高人你赴尔过来 我只能偷偷告诉你 黄大仙神神秘秘地说 还戒备地看了看四周 我担心有精怪再次偷听 到时候去那个地方把宝贝偷走 这 萧承宇没有马上凑过去 有点担心 这个黄鼠狼又挠他一爪子 但摸到脖子上的平安符 他心中又有了点底气 好吧 黄大仙站在木板上 高度大概到萧承宇的腰间 他弯身凑到了黄大仙的眼前 大肥叔你说吧 那个藏宝地在哪里 黄大仙发出一阵磨牙的声音 但最后还是没有用爪子挠他 只见他转身 用屁屁对着萧承宇的脸蛋 朝他放了一个奇臭无比的屁 节目的直播镜头中 甚至拍到那个屁 呈现一团浓郁的浑黄色 嗨嗨 好臭 萧承宇被臭得两眼一番 竟然直接晕倒在地上 萧承宇似不似傻 黄大仙这种东西贼记仇 你还一口一个老鼠地叫人家 这下被报复了吧 黄大仙 虽然我挠不死你 但是我能放屁臭死你 有点好奇这批事有多臭 一个大活人能直接撅过去 楼上想试试 试试就试试 黄大仙这种成精的妖怪 放的屁有毒 有毒的 那我们鱼子怎么办 秦征快来救救这个傻娃子 呵 臭小子 黄大仙跳下木板 朝萧承宇走过去 眼睛又变成了血红色 伸手就想挠死萧承宇 送他上西天 可是他的手碰到萧承宇 又被一阵金光打飞出去 黄大仙这才终于意识到 他根本没法伤害萧承宇 怎么会这样 黄大仙苦恼地皱了皱眉心 然后又看向了严冻的方向 算了 那边还有好几个人 还是承仙比较重要 黄大仙对着几个手下叫了几声 那几个黄鼠狼就放下木板 然后分别抓着萧承宇的衣角和裤腿 把他拖到了草丛里藏着 黄大仙则是捡起萧承宇的背包 背在了背上 然后理了理自己的衣服 大摇大摆地朝安树林走去 秦征正好过来找萧承宇 但他还没走出安树林 然后就看到萧承宇背着包过来 你割好麦子了 是啊 萧承宇看到他 加快脚步走过来 忙了这么久 我都饿死了 赶紧回去吃东西吧 看到他来到面前 秦征盯着他多看了几眼 觉得他的走路姿势有点奇怪 走过来的时候 萧承宇摸着下巴上的胡渣 还背着手走路 一副装模作样的老头姿态 小美人 阿布 秦征 萧承宇的视线在秦征的脸上打转 眼里有惊艳之色 他收起背在身后的手 搓着手期待地问他 你觉得我帅吗 像不像人 怎么说呢 秦征沉阴片刻 我觉得你的鼻子长在眼睛下面 眼睛长在鼻子上面 嘴巴长在鼻子下面 都长得刚刚好 萧承宇的嘴角抽了一下 这是什么回答 根本和没回答一样吗 秦征小心啊 这是黄大仙变得 不是真正的萧承宇 哈哈哈哈 秦征的夸奖好特别哦 听君一席话 如听一席话 这黄大仙看上去不太聪明的样子 哪有人类会问别人 自己长得像不像人啊 郑姐是不是发现了黄大仙 故意逗她完呢 萧承宇的眼珠子转了转 又开口问道 那你觉得这样像正常人吗 问完之后 她的心里一喜 心想 自己这个问题 真是天衣无缝 这个小美人 是那小子朋友 肯定会回答像正常人 或者是正常人 那就中了她的法术 然后她就可以偷取她的器语 萧承宇微微眯起眼睛 用神通去观察秦征的器语 不过这一看 却把她吓得脸色惨白 怎么会这样 这个女人塌塌塌 第189章 我把你当兄弟 你瞧我老婆 只见秦征深舟的运势 竟然是一团粘稠浓郁的血云 其中紫金色的雷光不断闪现 可怕的血煞之气 和紫金贵气交杂在一起 这种凶煞和贵气并存的运势 在华夏古代 起码得是个 宰了几十万人的开国大将军 她直接看呆了 而这个时候 秦征转头过来 朝她微微的一笑 你当然像正常人啊 你怎么这样问 难道你不是人 我是啊 我就是人 看到秦征的笑容 萧承宇的眼皮子一抖 莫名觉得头皮发麻 虽然秦征回答了像 他的目的达成了 但他却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急死我了 这是黄鼠狼 不是真正的萧承宇 秦征怎么回答像了 秦征怎么这时候犯蠢 没看出来 这是黄大仙吗 完蛋了 黄大仙要偷取秦征的气韵了 观众们都急得团团转 担心秦征会吃亏倒霉 但是秦征一脸淡定 他看着萧承宇的眼里 还多了几分玩味 萧承宇拧眉思考了话 又抬眼看去 却发现秦征身边那团诡异的血云不见了 什么气韵都没看见 古怪 实在是古怪 那只萧承宇揉了揉眼睛 盯着秦征看了几眼 这回只看见几缕细薄的红光 就是比较普通的上等气韵 难道刚才他看错了 有可能 祖上留下的古迹中说 那种拥有血煞和紫荆贵旗并存运势的人 基本都是牵连国运龙脉之辈 不是名垂千古之将相 就是手握生杀大权之帝王 每个朝代只会出现一两个这种人 有些小国家或者华夏比较差的朝代 可能连一两个这样的人都没有 这妖妞的大佬 怎么可能来这种荒无人烟的小岛上 对 刚才肯定是他眼花看错了 他在心里松了一口气 呵呵呵 萧承宇尴尬一笑 学着那小子的语气说道 小爷就知道 我帅得惊天动地 小美人 你可愿意做我女朋友 就在秦征思考之际 萧承宇背着手施法 准备偷取秦征的器语 萧 臣 雨 还不等秦征回答 一道阴沉冰冷的声音传来 不远处 骑场挺拔的身影瞬间来到面前 一把将秦征拉到了身后 忧尘的桃花眸中浮现浓重的戾气 你想死 姜瑶出现在节目镜头中 俊美的脸上脸色阴沉 眼下的泪志红的惊人 宛如一头发怒的小狼狗 啊 修罗场 姜瑶居然这个时候来了 鸭的 这只黄鼠狼臭不要脸 居然看上了我针姐 你配吗你 嘿嘿 我就喜欢修罗场 姜瑶打死他呀的 姜瑶 我把你当兄弟 你被地里瞧我老婆 姜瑶 这兄弟没得做了 嘎了他算了 他急了 他急了 吃素的小狼狗真带感 嘶哈嘶哈 可惜是勤征的 呜呜呜 我好羡慕征姐啊 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 姜瑶冷冷地看着他 一字一顿地问道 冰冷的语气中满是压迫感 你 萧陈宇看到扑面而来的紫金龙气 吓得浑身一抖 以至于他的法术中断 扑吃一口鲜血吐了出来 卧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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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紫金龙气 这人什么来头 难不成是哪个国家的国王 萧陈宇脸色惨白 他擦了擦唇角的鲜血 转身就要逃跑 你什么意思 说清楚 姜瑶眼神越发冷 眉眼间竟是不悦 将他一把拽了回来 美女谁不喜欢啊 你你快放开我 哼 刹时间 姜瑶身上的紫金龙气 竟是化作一条诡异的黑色巨龙 浑身都是可不得力气 朝萧陈宇扑了过来 啊 吱吱吱 他爆发出一阵凄惨的叫声 直接显出原形 口中狂吐鲜血地趴在地上 下化线 看到萧陈宇变成了一只又肥又大的黄鼠狼 姜瑶的表情愣了一下 身上的力气也渐渐地收敛了起来 秦征 他 姜瑶看了看黄鼠狼 又看了看秦征 俊脸莫名觉得一阵发烫 那是黄大仙变的 他想托我的器语 秦征对他解释 随后 他疑惑地看着姜瑶 你这么生气干什么 哦 我知道了 你是不是看出他有问题 怕他伤害我 安啦 黄鼠狼要是敢偷我的器语 只有反噬的份 说完之后 秦征又拍了拍姜瑶的肩膀 看来 你进步不少嘛 现在连黄鼠狼的伪装都能看出来了 姜瑶的表情目了一下 有点不知道该说什么 其实他没有看出黄大仙的伪装 他会这么生气 是因为看到萧陈宇向秦征表白 心里就有一股无名火烧起来 如果他解释的话 秦征会不会觉得他很菜 以后不带他一起玩了 姜瑶拧了拧眉 最后点头说 对 我看出来了 大哥 你不应该趁机表白吗 你对什么对 今天我家下雨了 姜瑶你知道是什么雨吗 是我对你的无语 请问 你们俩是对恋爱过敏吗 啊 CP粉要疯了 一个是母胎单身二十多年的木头呆瓜 另一个是比钛合金还硬的铁织女 我真不知道他俩要怎么在一起 那什么 两期节目这么多天 他们都睡在一起 不会是一直盖着被子纯聊天吧 什么都没发生 我惊呆了 喂 萧陈宇去哪了 秦征踹了一脚地上的黄大仙 黄大仙发出一阵虚弱的吱吱吱叫声 现在居然连人话都说不出来 姜瑶身上那紫金龙器 只是吓唬了他一下 没把他咋低 却直接把他三百年的修为吓没了 不过也多亏紫金龙器救了他一命 如果偷取秦征的气韵 黄大仙的结局就是当场暴毙而死 吱吱吱 黄大仙畏惧地看着江瑶 哆哆嗦嗦地指了一个方向 带我们过去 黄大仙连忙从地上爬起来 走在他们前面带路 带他们来到了安树林外面的草丛 可是秦征和江瑶找了半天 都没找到萧陈宇在哪 你不是说人在这里吗 怎么没有 秦征质问他 吱吱吱 就在这里啊 看到秦征神色不悦 黄大仙顿时就慌了 他自己钻进草丛找了一通 结果也没找到萧陈宇的踪影 第190章 傻乎乎地错过几个意 吱吱吱吱 怎么不见了 他就在这里啊 黄大仙从草丛里面钻出来 对着秦征手舞足抖 表示自己真没弄死萧陈宇那小子 是吗 秦征眯了眯眼眸 黄大仙感受到一股危险的气息 吓得他浑身一抖 连忙又吱吱吱地大叫起来过了一会儿 有两只小一点黄鼠狼 从草丛里面钻出来 吱吱吱吱吱 吱吱吱 吱吱吱吱吱 竟然是加密语音 哪个爱卿来帮朕翻译一下 回黄桑 这俩黄鼠狼 应该知道萧陈宇那小子的下落 原来如此 多亏爱卿翻译 朕派你去和黄鼠狼一族联姻 赏你一只美老鼠 黄桑 微诚能和人联姻吗 微笑 哈哈哈哈 网友都是什么奇葩物种 每次看这个节目 很难不怀疑弹幕网友的精神状态 这两只黄鼠狼对着黄大仙乱叫 黄大仙也吱吱吱地回应着他们 终于问到了萧陈宇消失的原因 吱吱吱吱 黄大仙转头看向秦针 伸出爪子指向一个地方 刚才他的小弟们说 他变成萧陈宇离开不久 萧陈宇那小子就醒了 但是草丛上突然起了一阵怪物 还传来奇怪的声音 你说萧陈宇往那个地方去了 吱吱吱吱吱 有一个金怪吸引他过去 吱 看到黄大仙点头 秦针和江瑶的脸色都有些凝重 具体去了什么地方 你们在前面带路 吱吱 黄大仙命令那几个小弟 他们连忙乖巧地走在前面带路 带着秦针和江瑶 离开野脉子所在的草丛 爬过一座矮山 大约过了一个小时 他们来到了另一头的山林里面 正是秦针先前察觉有问题的群山所在 那金怪怎么跑这么远去勾引萧陈宇 秦针望着四周的环境 脸上的神色有些疑惑 吱吱吱 黄大仙捶着脑袋 对秦针一阵乱叫 他的家本来也在这里 但是在安树林那边 感受到了一股奇怪的引力 他感觉过去就能碰到好机缘 结果机缘没碰到 还被江瑶吓掉了三百年的修为 可把他毁得要死 难道是因为鹰虫粉 秦针听懂了黄大仙的叫声 眼神冷了几分 难道是有人故意在严洞门口放鹰虫粉 引这些金怪来对付他 联想到罗斯身中牛皮翔的事情 秦针越发觉得邪龙可疑 如果不是邪龙 那就是这个荒岛上还藏着悬术师 姿姿 黄鼠狼的叫声又传来 提醒他们说到地方了 萧陈宇来了这个地方 本来黄大仙带了四只小弟抬轿子 但给他们带路的黄鼠狼就两只 那是因为另外两只跟着萧陈宇 他们一路跟着萧陈宇 还在路上留下了自己的尿液 让其他同伴可以找到他们 他们来到的地方是一片竹林 竹林中蔓延着薄雾 视线穿过薄雾 秦针看到竹林中的一块大石头 有个人坐在石头上背对着他们是萧陈宇 秦针看清那人的衣着和身形 率先朝竹林中走过去 摄像头能拍清画面 随着秦针过去还录到了一阵声音 你说那边有西州虎头痣 那是什么东西 喝酒用的酒杯能卖好几个亿 你吹牛呢吧 刚才就有一只黄鼠狼想骗我 我差点信了 帮你个忙 你就把虎头痣送我 不行不行 你肯定是骗我 我可是经历过盗墓的老玩家 你们这些盗墓的贼心黑 我机灵着呢 谁也别想骗我 摄像头录到了萧陈宇的说话声 他像是在和谁说话 可是画面中 只有他一个人坐在大石头上 萧陈宇在和谁说话 还是在自言自语啊 这明显不是自言自语 你们看石头旁边的地上 有两个影子 卧槽 萧陈宇不会忧于鬼了吧 他在和鬼聊天 萧陈宇的身边 确实还有一个东西 秦针和江瑶能看到 摄像头拍不到 因为有灵体的灵域在干扰 萧陈宇 秦针叫了他一声 但萧陈宇还是没反应 像是不知道秦针在附近 他身边那个是鬼吗 江瑶看着大石头上 那个半透明的身影 微微皱了皱眉心 那东西看上去像鬼 但是身上却没有阴森的鬼气 好像对萧陈宇也没什么恶意 不是鬼 秦针开口说道 盯着那东西 仔细地看了看 他长得和鬼差不多 半透明 双脚不着地 还是个小老头 可是眼神清澈 附近还有些灵气一出来 萧陈宇身上 本来中了黄大仙的毒 也因为这股灵气给解开了 他是千年精怪 暂时应该没有伤人的意图 那你叫萧陈宇的时候 他怎么没反应 他掩住了陷入了金怪的领域中 听他们的对话 那只金怪是想找萧陈宇帮忙 说不定还是好事 有些金怪找人类帮忙 不会有害人的心思 如果人类妥善帮了 祝金怪成仙 也算是在积累功德 金怪成仙后还会报答人类 江瑶点了点头 那我们在这里等他清醒 嗯 秦针继续听金怪和萧陈宇的对话 顺便翻译 那金怪的意思是 让萧陈宇去找西州虎头志 将西州虎头志从地下挖出来带走 西州虎头志是别人埋在这里的 几千年前的物件一直在抢夺他的灵气 说到这里 秦针轻责了一声 萧陈宇这个呆瓜 愣是不相信金怪的话 他觉得金怪是个盗墓贼 和老干一样想要害他 听到秦针的话 观众们也弄清楚了事情原味 镜头中又传来萧陈宇的叫声 小爷我精明得很 谁也别想骗我 我才不去挖呢 你是不是想骗我挖宝贝 然后把我杀了埋在这里 我告诉你 我早就看透了一切 你休想得逞 刚刚上网查了一下 普通的西州志都能卖两个亿 虎头志好像更高级一点 娘的 萧陈宇真是傻人有傻福 不想挖让老子来啊 萧陈宇 我不听我不听 我才不会上当呢 萧陈宇 我精明得很 哈哈哈哈 他娘的 这家伙真是个人才 我真是看不下去了 秦针江瑶你们去挖出来拿走吧 不仅观众们看不下去了 秦针也看不下去了 他直接弹出一道法术 拉着江瑶进了这只金怪的淋浴中 西州虎头志在哪 我帮你挖出来 萧陈宇 第191章 多少带了点醋味 秦针江瑶 你们怎么在这儿 萧陈宇看到他们 眼睛一亮 连忙站起来 我知道了 你们是来救我的对不对 这里有个盗墓贼 把我困在这里 不让我离开 他怎么还不信 秦针快去把宝贝挖出来 别便宜萧陈宇 萧陈宇你 差点错过好几个亿 你知道吗 萧陈宇 小爷我精明得很 精明得错过几个亿 哈哈哈哈 他不是盗墓贼 秦针简单地解释 又问那只精怪 西周虎头志在哪 我帮你 精怪狐疑地看着他们 你们为什么 能进我的领域 这样才说明 我们有本事帮你 不是吗 也是 精怪看了眼萧陈宇 大概是对他很无语 不由轻轻地叹了一口气 我带你们过去 精怪站起身 飘在前方带路 萧陈宇这才发现 他是飘着的 惊叫出声 秦针 他他他他是鬼 他不是 秦针把精怪的事情 和他解释了一下 萧陈宇这才反应了过来 他的表情默了一下 所以他没有骗我 这里 真有西周的虎头志 不然呢 啊这 哎 萧陈宇尴尴尬地咳嗽几声 他看了看秦针 又看了看江瑶 那到时候挖出虎头志 我们三个平分呗 江瑶视线幽良地 看着他没说话 莫名让萧陈宇 感到一阵头皮发麻 他弱弱地又说 我 我可以少拿一点 给我一成 就一成行不行 这本是你的机缘 我们三人平分吧 秦针开口说道 你们俩去慢 秦针你真好 萧陈宇激动地说道 还往秦针的旁边凑过去 看到这一幕 江瑶的脸色就阴沉了下来 一把将萧陈宇拉开 哈哈哈哈 江瑶这动作 多少带了点醋味 郑姐真好 如果是我 我就让萧陈宇知道 什么叫人性险恶 萧陈宇就是一个傻白甜 不过傻人有傻福 让他抱到了两个大腿 就我比较好奇 萧陈宇遇到的是个什么精怪吗 萧陈宇的性格大大咧咧的 也没注意江瑶的行为有什么不对 转而走在江瑶身边 他说虎头智就是西州人喝酒用的酒杯 这种东西能卖多少钱呀 萧陈宇美滋滋地说 如果卖得多 这次求生没拿到奖金也值了 智确实是古人饮酒用的器皿 形似尊小 有些有盖子 有些没有 但夏商周时期的人 对于器皿的用法规定很严格 智盛行于商晚期和西州初期 只有王 侯和贵族可以用 普通人不能用 根据礼记 礼器 记载 宗庙之计 尊者举智 卑者举角 江瑶缓缓解释道 我之前在黑市拍卖行见过青铜智 但那个青铜智很普通 乍一看像个点香的小炉 但是也拍出了一亿八千多万的高价 那个金怪说虎头智 大概是得雕刻虎头的西州青铜智 恐怕不是普通王侯用的智 刚才他告诉我 虎头智是两个盗墓贼埋在这里 盗墓贼埋的时候 说过能卖好几亿 萧陈宇嘿嘿一笑 我还以为他慌我 没想到是真的 到了 这个时候 金怪突然开口 他在一处深潭的树边停下 东西就在这里 你们快将他挖出来带走 秦征的视线在四周打亮了会儿 感慨地说道 你这地方倒是个宝地 怪不得能诞生你这样的千年金怪 这个地方在山脉深处 附近的树木都长得格外高大 附近的那汪深潭 幽兰神秘 也慢着浓郁的灵气 如果不是可以吸收江瑶身上的死气 秦征都想留在这个地方修炼 快些吧 金怪对他们催促道 我没法将他弄出去 若是再晚一些 他吸光我的灵气 也要成精了 那就很难将他弄出去 我们这就开挖 肖陈宇兴奋地说 从包里拿出刚才割麦子的小电锯 秦征和江瑶的手上没带工具 所以就让肖陈宇去挖了 反正东西也没埋得很深 肖陈宇把电锯当做铲子铲土 没多久就挖出一个小坑 怎么还有个木头棍子 他挖出来一个木棍 然后发现青铜虎头痣 就埋在木棍的旁边 嘿嘿 找到了 肖陈宇拿掉爱手的木棍 随手往外一扔 宝贝似的拿起青铜虎头痣 这个虎头痣上的雕纹这么精美 肯定是大人物用的东西 就是盖子上的虎头 怎么看上去有点呆萌 肖陈宇胆掉虎头痣上的泥土 仔细观察了一下 西州的虎头是这样 看上去萌萌的江瑶说 两人在讨论着这个青铜虎头痣 看节目的观众们 也觉得虎头痣不错 看上去就能卖个大价钱 但秦征却觉得一阵不对劲 肖陈宇猛逼了一会儿 突然间 他们听到身边 穿来气怒的喘息声 呵吃 呵吃 他们转头看去 就见那个精怪小老头红着眼睛 怒气冲冲地瞪着肖陈宇 小子 我好心送你宝贝 你竟这样对我 精怪突然发狂了 身上满是力气 你恩将仇报 你该死 精怪小老头 淒厉地尖叫着 身上涌出一阵阵灵气 他们耳边传来嘻嘻嘻嘻的声音 附近的大树旁边 伸出来好几根藤腕直接把肖陈宇倒掉在树上 啊 救命 藤腕开始抽打他 肖陈宇惨叫着喊道 什么恩将仇报 我什么都没做啊 你是不是弄错了 秦征连忙用灵力割断藤腕 先把肖陈宇救了下来 附近有越来越多的藤腕出现 犹如蛇群将他们给包围了起来 你们是一伙的 都不是好人 我要杀了你们 性格温顺的精怪小老头 这会儿眼睛血红 身上满是力气 这只精怪刚刚还好好的 怎么会突然这样 姜瑶做出防备的姿态 但心里疑惑不已 肯定是肖陈宇做了什么事情 惹怒到了他 秦征你没说到 第192章 劝你耗子为之 秦征看了看附近 正好看到肖陈宇扔出去的木棍 从草丛滚落到深潭 他开口对精怪说道 他不是故意的 肖陈宇刚挖到虎头痣的时候 秦征就发现 那个木棍上面有很浓郁的灵气 断定那个木棍不是繁体 如今看来 那个木棍 很有可能是精怪小老头的本体 哼 不是故意 我凭什么信你们 精怪冷笑一声 身上涌出绿色的灵气 附近的大树根部 窜出来无数藤腕 张牙舞爪地围绕在他们的旁边 当然是因为 不幸就没好果子吃 秦征看着包围自己的藤腕 脸上依旧是一片淡定之色 虽然这个木棍经有上千年的修为 但并不是什么凶残的妖怪 所以很好对付 他根本没把他放在眼里 大言不惭 精怪不懈地看着秦征 然后转头看了一眼 正好看到木棍飘在潭水中 渐渐地往深潭的中间飘去 随着木棍远去 他能感觉到身上的灵力越来越弱 他脸上的怒意越发重 精怪小老头的四肢 也变成了藤腕 朝秦征他们扑过来 你们就是想害死我 我要让你们给我陪葬 则 秦征叹了一口气 一把抓住精怪的一根藤腕手臂 然后猛地往地上一杂 啊啊啊 你你 精怪爆发出一阵惨叫 震惊无比地盯着他 完全不明白 精怪小老头反应过来 秦征又拽着藤腕一甩 然后直接把小老头甩上了天 挂在了大树的树梢上 哎呀 放开我 都说了不是故意的 你还不信 我信 我信还不行吗 你快放我下来 老头子我恐高 哼 秦征这才一把将精怪小老头 从树梢上拽下来 随手扔在地上 精怪发狂的时候 摄像头也终于拍到了精怪的样子 所以观众们都看到了 秦征暴揍精怪的场面 哈哈哈哈老东西 劝你好自为之 非不听是吧 秦征 算了 懒得解释 还是打一架吧 下滑线 话说这老头到底为啥生气 妖怪都这么奇怪吗 动不动就发狂 秦征 不好意思 专制不听话的妖怪 精怪小老头从天上掉下来 有些虚弱地趴在地上 他看向秦征的眼神 满是恐惧 你 你到底是什么人 虽然他不是什么凶残的精怪 但他毕竟修行了上千年 修为摆在哪里 即便是黄大仙见到他 也得给他恭恭敬敬敬的行礼 结果眼前这人 一招就能制服他 难道是什么影视宗门的弟子 我是社会主义接班人 秦征的声音陡然传来 现场两人一腰三脸猛逼 精怪 江瑶 萧晨宇 哈哈哈哈 又是被秦征笑死的一天 可不就是社会主义接班人 我们华夏人最喜欢降妖除魔了 我也是社会主义接班人 所以我等于征解 嘻嘻嘻 过了片刻 这两人一腰才反应过来 非常同步地嘴角抽了一下 萧晨宇看着精怪 皱起眉心说道 我根本没对你做什么 害你一说 现在你把话说清楚 谈及刚才的事 精怪愤怒道 我让你把虎头痣挖出来带走 你为何要将我的本体扔了 萧晨宇一愣 哈 你的本体是那个木棍 什么木棍 精怪小老头一脸悲愤 我乃千年黑铁木 千年不腐不烂 上古时期可是玄师们轰强之物 原来如此 萧晨宇看向不远处的潭水 正好看到木棍飘在上面 既然是这样 你好好说不行吗 我们也不是不讲理的人 萧晨宇做事要脱衣服 准备去潭水中捞木棍 这事是我不小心 我去帮你把本体给捞回来 你以为这么好捞吗 精怪小老头看着那片潭水 幽兰神秘 他的眼里闪过一丝恐惧 要是不小心惊动下面的东西 你们三个都得死 我也会被他吃了 我去 听到这话 萧晨宇脱衣服的动作停了下来 那下面有什么啊 我不知道 不知道你怕什么 因为我没见过水下的东西 但每次有什么小动物 掉进潭水中 都会瞬间丧命 然后沉入水底消失 之前有一只两百年的小妖掉下去 也这么离奇消失了 而且 你们可以在水边看看 潭水里面没有一个活物 秦晨和江瑶走到潭水旁边 朝潭水中看了看 确实一条鱼都没看到 甚至连一个小虾米都没有 幽兰的潭水最深处漆黑一片 肉眼根本看不清最底下有什么 那咋办呀 萧晨宇看了看四周 想到了一个办法 这里有很多藤腕 秦晨你可以甩藤腕过去 把木棍卷上来吗 木棍已经飘到了潭水中间的位置 距离岸边有点远 萧晨宇感觉自己力气不够 没法把藤腕甩过去 只能试着询问秦晨 我可以试试 秦晨看着潭水的方向 秋水般的眼眸微微眯起 他通过神识 倒是看到了水下的东西 这个地方的灵气比较浓郁 有妖怪在这修炼也很正常 水下藏着的那只妖怪有点厉害 他也不太想惊动它 我帮你选择藤腕 这个可以吗 萧晨宇脸色一洗 连忙蹲在地上去捡藤腕 我来吧 萧晨宇选好 一根比较合适的藤腕 正要递给秦晨 江瑶却伸手接过了 唉 你行吗 江瑶冷冷地瞥了眼萧晨宇 反正比你行 萧晨宇 哈哈哈哈 来人不能说不行 江瑶加油 江瑶 找机会在老婆面前表现一下自己 江瑶 他不行我行 秦晨你找男朋友 眼睛亮一点 第一次见江瑶这么主动帮萧晨宇 但是莫名闻到一股醋味 江瑶大呆瓜终于开窍了 知道在秦晨面前表现自己了 还知道对潜在秦敌 妈妈粉表示很欣慰 江瑶拿过藤腕 朝着潭水中间甩了过去 正好勾到了藤腕 他还在藤腕的尽头绕了一个圈 那个圈套在木棍上 可以用藤腕把木棍拖回岸边 整个过程都很顺利 江瑶把木棍拉过来之后 萧晨宇就去捡了起来 拿到了 萧晨宇拿着木棍 准备埋回原来的地方 江瑶扔掉藤腕 从岸边走回来 就在两人转身之际 岸边的水面下 突然出现一道巨大的长条阴影 小心 哗啦啦的水声 伴随着勤争的叫喊声 江瑶和萧晨宇 突然看到地面上出现 一道巨大的长条阴影 有东西从水里钻出来了 而且就在它们背后 第193章 这条大蛇看起来不太聪明 它们的身影不由自主地停在原地 萧晨宇的脸色变得煞白 这什么呀 江瑶 我们跑不跑 先别动 江瑶发现它们停下了动作之后 背后的东西也一直停着 嘶嘶 嘶 身后传来蛇类土性子的声音 阴凉的气息一阵阵地扫过它们的颈迫 让人的身上不由起了一层鸡皮疙瘩 秦晨面对着它们 倒是看到了那个东西样子 那是一条通身血红的大蛇 直立起来的部分有两米高 水下还有身躯霉露出来 说是大蛇 但是它的头却长得像雄鸡 头顶还有机关 看清这玩意儿 秦晨瞳孔微缩 脸色极为凝重 我的天 这是机关蛇 机关蛇是上古时期才存在的妖兽 现代早已灭绝 各类动物百科书籍都没有这种蛇的记载 只有上古怪物之中有记载 这么大的机关蛇 感觉比森然还要粗壮了 太恐怖了 江瑶和肖晨宇还站着不动干什么 赶紧跑路啊 跑不掉的 机关蛇是上古时期的妖兽 传说能直立上身 还能腾空飞行 攻击时 机关状物会由红色变成紫色 会像眼镜蛇那样喷毒液和毒物 如果它们现在动一下 机关蛇会马上发起攻击 那怎么办 难道死定了吗 观众们担忧之际 机关蛇那新红的树童 直勾勾地盯着江瑶的后脑勺 头上的机关 正在渐渐地从红色变成淡紫色 秦征也认出了这是机关蛇 而且还是修炼上千年的机关蛇 看到机关的变化 秦征连忙喊道 跑 江瑶和肖晨宇听到他的话 飞快地迈腿狂奔 根本顾不得身后的东西是什么反应 也不敢回头去看 他们两人一动 机关蛇的树童中就闪过一丝杀意 他张开血盆大口 尖利的毒牙中 喷出一大片白色细腻的毒物 捂住口鼻 秦征的声音又传来 然后他拎着一根藤腕 月身跳到了一棵大树的树梢上 他看到机关蛇从潭水中游上来 用力挥动藤腕朝机关蛇的脑袋甩去 啪 啪 藤腕连着两次打中机关蛇的脑袋 裹挟着极其浓郁的灵力 秦征的力气很大 这次还有灵力加持 却没将机关蛇的上半身打歪 只是在他的脑袋上 留下了一道灵力灼烧的痕迹 秦征皱了皱眉心 握着藤腕的右手 虎口微微发疼 这东西修炼了上千年 而他的修为没恢复多少 不好对付 卧槽 秦征的力气能一拳打死野猪 打在这个机关蛇上面 就留下几道黑痕 节目组快放麻醉大 还愣着干什么 机关蛇是上古时期的物种 这体型绝对修炼了好几百年 甚至上千年 你们觉得麻醉弹有用吗 玩球了 这次真要BBQ了 不管怎么样 节目组快帮忙救人啊 节目组的工作人员 也没见过这种蛇 看到弹幕讨论才知道 机关蛇有多么可怕 他们立马用无人机发出广播 秦征 目前监测到 你们遇到致命危险 是否需要救援 是否需要救援 由于担心他们的情况 工作人员还急促地问了两遍 不需要 同意节目组的救援 就意味着他们三个人退赛 秦征 你们遇到了超大型野外生物 而且还是未知物种 具有极强攻击性 我需要告知你 比赛还可以再参加 但是生命救一次 请问是否需要支援 对啊 比赛可以再参加 生命救一次 秦征快同意救援啊 而且 江瑶和肖晨宇也在这里 事关三条命 现在可不是逞英雄的时候 我是悬术师 可以很清楚地告诉你们 这么大的机关蛇 绝对有八百年以上的修为 就算来二十个悬术师 都没法对付 我现在就担心 节目组的麻醉弹也没用怎么办 别吵 秦征烦躁地开口 然后用藤蔓 把无人机摄像头抽飞了出去 观众们 节目组 秦征看着底下的机关蛇 握着藤蔓的右手 在微微发抖 刚才抽打机关蛇的几下 有点用力过度了 不过就是个千年小蛇 如今对付起来都这么麻烦 看来他的修炼速度 还是太慢了 嘶嘶 机关蛇受伤了 冰冷的树桶 涌现狂怒之色 注意力从江瑶和肖晨宇身上 转移到了秦征的身上 嘶嘶 找死 他看到秦征站在树梢上 微微弯曲上半身 庞大的身躯纵身一跳 秦征又用力抽了机关蛇一下 这次把机关蛇抽回了地面 机关蛇是吧 他扔掉藤蔓 打算不和这个东西动武 皮糙若厚得太费劲了 看来只能智取 上古时期 机关蛇这种蛇类 不仅因为头掌机关而得名 也因为它们性格和大攻击一样 好胜斗勇 那些还未诞生神志的机关蛇 看到人类就喜欢和人类比试跳高 若是跳得比人高 它们就会攻击人类 若是跳得没有人高 它们就会对人类心生畏惧 转头离开 而修炼几千年的机关妖蛇 能够腾空飞行 则是喜欢和人类修饰 比谁飞得更高 秦征看着眼前的那只机关蛇 慢悠悠地说道 听说机关蛇会腾空飞行 你怎么还不会 看来你不行啊 机关蛇刚才那一跳 秦征就知道 它还没修炼到腾飞的程度 上古时期能腾飞的蛇类 基本都是修炼了大几千年 或者上万年的 你说谁不行啊 机关蛇直立着上半身 瞪圆了眼睛 竟然吐出了人话 你呀 秦征慢悠悠地说道 你不仅不会飞 跳得还没我高 可不是不行吗 谁说我跳不高 机关蛇看着秦征所在的树梢 轻蔑道 我轻轻一跳就能比过你 你在那等着 我这就跳不来吃你 哦 那我们就来比比谁跳得高 不自量力 看到机关蛇低头弯身蓄力 秦征先是脱下一只鞋 然后在鞋子上贴了一张扩音符 我先跳了 你快来追上我吧 秦征把鞋扔了出去 然后又给自己施展了隐身的法术 我来眼 机关蛇抬头纵身一跳 就发现秦征已经变成了一个小黑点 高空之上 还传来秦征的声音 哈哈哈哈 你个垃圾蛇 我都跳到天上去了 你来超过我 机关蛇震惊地瞪大了眼睛 这个女人居然一跳 就跳上了高空 第194章 小蛇蛇 服不服 哈哈哈哈 我都要碰到云朵了 你碰得到吗 秦征的声音继续从高空传来 我 我也碰得到 机关蛇眼见着那个小黑点 钻入山顶的云层中 然后消失不见 它不由咬了咬牙 越发伸长身体往高空窜去 可是它的弹跳已经到了极限 身体开始渐渐往下坠落 啊 机关蛇发出不甘的喊叫 但身体还是掉落在了地上 我 说了 它呆呆地看着天上的云层 星红的树桶中 出现一阵郁闷的挫败之色 一条蛇居然能跳这么高 简直和飞在天上差不多 难怪是上古时期就存在的物种 果然很强悍 虽然很强悍 但是在针姐面前还是弟弟 秦征的鞋 今天我立大功 哈哈哈哈 这条上古大蛇 为什么会同意和秦征比跳高 看上去脑子不太好使的样子 可是这样赢了 有什么用 还不是打不过机关蛇 秦征自己倒是跑了 姜瑶和肖辰宇他们怎么办 无人机摄像头飞在半空中 刚才正好拍到秦征扔鞋的一幕 紧接着 秦征的身影就在镜头前消失了 不仅摄像头在寻找秦征 姜瑶和肖辰宇也在寻找他的身影 秦征呢 难道被那条蛇吃了 肖辰宇担忧地说 他们跑到一半回头看 就发现秦征不见了 只留下那条红色大蛇盘在原地 垂着脑袋好像陷入了自闭 不可能 姜瑶的神色微冷 转身就朝机关蛇所在的地方回去 姜瑶 你怎么回去了 小心啊 我去找秦征 唉 我 我和你一起 肖辰宇看着那条巨大的红色机关蛇 虽然心里有点发怵 但也很担心秦征 所以跟着姜瑶一起跑回去 他们刚走回来 就见有一道身影 从潭水旁的石壁上跳跃下来 跳跃下来的人正是秦征 小蛇蛇 他直接跳到了机关蛇的眼前 唇角微钩 怎么样 服不服 机关蛇看到他 当时又竖起脑袋 但神情显得有些忌惮 你那根本不是跳高 你会飞对不对 算是吧 机关蛇的眼神变得一阵惊惧 喃喃自语道 千年前有人和我说过 人类修士能做到玉空飞行 起码得是金丹修为 我才千年修为 金丹真人 长我如沙虫 如今灵气稀薄 我好不容易修炼到这个境界 绝不能就此死了 砰的一声 机关蛇的大脑袋 突然砸在地上 扬起落叶万千 结实地给秦征克了一个贼响的响头 金丹尊尚 我 我不是有意得罪 还请尊尚饶命 方才下到尊尚的朋友 实在是小蛇不该 只要尊尚愿意 小蛇愿意为尊尚献全马之牢 请尊尚饶小蛇一命 观众们 江瑶 萧陈宇 他们才离开这么一会儿 这蛇怎么就磕起头了 秦征对他做了什么 我擦 这他妈也可以 如果他知道 飞在天上的是一只鞋 会不会气死 笑死了 秦征是不是早就看出 这条蛇智商不行 秦征的鞋 以后 你们都得把我供起来 所以秦征到底是不是金丹 话说现代悬门中 好像都没金丹的修为 那得是老祖宗级别的人物了吧 肯定不是啊 秦征真能欲空飞行 他就不需要扔鞋了 网友们猜得不错 秦征的修为 确实还没恢复到金丹 暂时只能借物飞行 还不能做到 独自飞行在空中 嗨嗨 秦征倾咳两声 然后故意放出自己的威压 虽然修为还没恢复 但是战神的威压还在 他只放了一丢丢威压 就吓得机关蛇面色大变 整个庞大的蛇区趴在地上 越发肯定秦征的修为很强悍 他带着哭腔说 尊上 小蛇我真的错了 饶命啊 秦征慢悠悠地说 知道错就好 你的道歉也算诚恳 如今修行不义 你能有这样的修为 斩了倒是可惜 嗯 机关蛇连连点头 乖巧如同一条宠物蛇 今日可以饶了你 日后你居于深潭之中安心修炼 不可出来作乱 伤害无辜之人 若是让我知道你在害人 我必然斩了你 说到后面 秦征的眼神骤然冰冷 浑身微压全数释放出来 机关蛇呼吸一致 连忙又用大脑袋砸在地上磕头 砰 砰 砰 他连磕好几个 恭敬地说道 尊上放心 小蛇我以后肯定不会轻易离开深潭 看到人类就绕道而走 绝不伤害他们 你且牢记今日之言 秦征弹目地说道 朝着深潭抬了抬下巴 现在滚回去吧 是 机关蛇趴扶在地上半天 这才敢抬起脑袋 神色小心地往后方游去 然后钻进了深潭之中消失了 这是有多怕啊 哈哈哈哈 这条大蛇也太怂了 你遇上金丹真人 你不怂 上古秘录中记载 金丹秀为能徒手披衫 自然也能一掌 把蛇腰披成渣渣 魂飞魄散的那种 关键是 秦征没有金丹秀为啊 哈哈哈哈 这真是个美丽的误会 不管怎么样 秦征他们得救了就行 真是吓死我了 看到机关蛇离开 江瑶和萧陈宇都松了一口气 躲回黑铁木中的金怪 也重新钻了出来 你居然吓退了机关蛇 金怪震惊地看着秦征 心想这女人实在是太恐怖了 幸好刚才他急事求饶 不然就被他打死了 秦征走过去 捡起地上的黑铁木棍 和青铜虎头痣 这个打狗棍不错 秦征颠了颠手里的黑铁木棍 感觉可以用来锻造个武器 他正好没有衬手的武器 之前他在网上买的桃木剑 根本没法承受他的灵力 这千年不腐不烂的黑铁木 倒是可以 大佬 我不是打狗棍 金怪弱弱地开口 秦征只是淡淡地瞥了他一眼 他连忙缩起脑袋不说话 算了 大佬说他是什么 他就是什么吧 呜呜呜 哈哈哈哈 同是千年妖怪 这个木棍精也好耸啊 木棍精 我很想反驳 但是我不敢 其实我觉得 可以把大蛇蛇也收了 有这么大一只蛇蛇当作驾 肯定很威风 第195章 为女人插兄弟两刀 那不行啊 如果大蛇发现 秦征是装的金丹大佬 到时候把他吃了咋办 楼上说的有道理 千年蛇药太危险了 还是不要带着比较好 木棍精 不说他收我 就欺负老实人呗 若说收下机关蛇当个小宠物 秦征倒是有很多办法 只是他觉得这蛇推丑 所以根本没想收他当宠物 而且还傻乎乎的 都没他家机哥聪明 以后肯定丢他的脸 秦征带着黑铁木 和青铜虎头痣离开 算是满载而归 他拎着黑铁木 挥打树枝 对江瑶和肖晨宇说 到时候卖掉虎头痣 你们俩把钱分了吧 我就要这个打狗棍 我不需要这点钱 江瑶说 还是我们三个平分吧 肖晨宇说 如果不是秦征出手 我们都不能安全 拿走青铜虎头痣 我也不差钱啊 就这么决定了 秦征随手把虎头痣扔给江瑶 他觉得黑铁木的价值更高 他拿的黑铁木 已经是占便宜 大佬们瓜分几个亿 都这么随意吗 我流下了极度的眼泪 呜呜呜 我也想要这样的朋友 您吗 从现在开始 我宣布江瑶和肖晨宇 是我的情敌 我劝你们时续一点 把秦征这个好朋友让给我 秦征劳粉好欣慰 终于有越来越多的人 喜欢秦征了 这说明什么 总是做死的偶像不要扔 说不定他按措措是修仙大佬 好的 这就去把偶像打死 谁让他修仙不带我 楼上的偶像 听我说谢谢你 有你是我的福建 秦征他们回到了严栋附近 这么一来一回倒是花费不少时间 阳光越来越晒 快要将近正午 咕噜咕噜 肖晨宇的肚子叫了起来 他才想起来 我都没吃早饭 饿死我了 我们也没吃 姜瑶不嫌不淡地瞥了他一眼 肖晨宇顿时不敢嚎了 都怪他不小心中了妖怪的渣 才会让秦征和姜瑶 没吃上早饭 早饭肯定都冷了 等下我重新做 姜瑶对秦征说 没事 热一热还能吃 秦征没这么多讲究 而且不喜欢浪费食物 姜瑶了解秦征的性子 淡淡地说道 冷得给肖晨宇吃就行 二次加热的菜口感不好 有些可能还有毒 肖晨宇的嘴角抽了一下 那我被毒死怎么办 那我们就少个雷拽 这兄弟还能不能做了 哈哈哈哈 心疼于子一秒钟 姜瑶果然还是那个毒蛇 毒死人不偿命的姜瑶 虽然哈哈哈哈 但是姜瑶说的还挺有道理的 姜瑶 为女人插兄弟两刀应该的 肖晨宇忍忍吧 自家兄弟还能咋地 套麻袋打死不成 关键你也打不过姜瑶啊 狗头 姜瑶 如果表白的不是黄鼠狼 今晚就把你尬了 还在这挑什么 秦征同情地看了一眼肖晨宇 他也是今天才发现 姜瑶这么嘴毒 他觉得姜瑶没对他嘴毒 应该是他比较强 姜瑶怕挨揍 而且姜瑶每天这么贴心给他做饭 肯定是为了让他能吃饱干架 然后保护好他 这说明什么 这说明不管在哪个世界 实力都代表一切 拳头才是终极奥义 他一定要努力修炼 让姜瑶追不上他 不然姜瑶就不会给他做饭了 还会嫌他是累赘 我们快回去吧 秦征握紧手里的黑铁木 加快回去的脚步 准备吃完饭就修炼 今天对战机关蛇 也让他觉得自己的实力有点不够 这个世界 还有很多神秘的存在 他们来到安树林旁边的岩洞 岩洞外面没有一个人 大公鸡也没在鸡窝里面 先前姜瑶和王葵架起的柴堆散了 放在火堆旁边的烤肉都没了 地上还有个大洞 不对劲 秦征的视线扫过柴堆旁边的地洞 眼里闪过一丝暗色 他在洞内感觉到了一抹邪气 你们别过去 他停下脚步 顺便拦下身边的两人 紧接着 秦征的视线又看向不远处的岩洞 洞里飘来一股血腥味 你们在这里等我 我去看看 萧辰宇本想叫声王葵 看到秦征的神情如此凝重 他也不敢出声 他和姜瑶互视一眼 先去拿了帐篷里的武器 然后戒备地看着岩洞 如果发生意外 立马出手帮秦征 秦征走进岩洞 他就看见帐篷后方有鲜血蜿蜒出来 空气中的血腥味越来越重 还有微弱的喘息声 王葵 秦征看清帐篷后面的人 连忙把他扶了起来 只见王葵奄奄一息 身上的衣服都是血 他用手捂住肚子 脸色苍白至极 眼睛微微闭着在强撑 秦 秦征 他听到熟悉的声音 邪龙 邪龙来了 偷了 你们的令牌 对不起 我没拦住 你先别动 我帮你止血 秦征在他身上的几个穴道点了一下 然后撕下他的衣服 将他肚子上的伤口缠紧 这个时候 江瑶和萧晨宇也从外面进来了 奎哥 谁打伤你的 萧晨宇看到王葵的惨样 顿时愤怒不已地冲过来 而王葵没回答他的话 已经晕了过去 他因为失血过多 早就撑不住了 完全是硬撑着 一口气等秦征回来 医生 快派医生过来啊 萧晨宇慌得不行 对摄像头大喊 医生已经在来的路上 摄像头里面 传来节目组的广播 如果医生过来把王葵带走 他就算是退赛了 秦征说 秦征想到 王葵是为了阻止邪龙 偷取他的令牌 所以才会受伤 他忍不住又说 不能让王葵退赛 他还得拿奖金 支付妈妈的医药费 可是 他伤得这么重 会没命的 看到队友满身是血 萧晨宇的眼里 多了些泪光 不能再继续下去了 如果我们拿不到名次 我可以帮他付医药费 反正卖了虎头痣 我还能赚一笔 秦征的眼眸冷了冷 该退赛的是邪龙 不是他 他的手按在王葵的腹部 体内的灵力 涌入他的身体里 帮他缓解伤势 我能帮他疗伤 不需要节目组的医疗对过来 摄像头露到秦征的话 观看的网友们 却觉得一阵不现实 我承认秦征很强 但是你又不是医生 怎么帮王葵治疗 就算是医生也没办法 王葵伤得这么重 荒岛上没有对应的药品和仪器 巧妇难为五米之吹 刚才我看过这边的直播 邪龙是用枪打伤王葵的 王葵的体内有好几颗子弹 这种程度的伤势 必须得上手术台 也不知道医疗队来不来得及 秦征别拖大了 免得害死人 第196章 大佬 想修仙 求带带 医疗队过来还要多久 秦征抬头看向摄像头 询问节目组的人员 大概半小时 他不一定能撑到那个时候 还是我先试试吧 秦征转头看向另外两人 萧辰宇 你把帐篷里的东西整理干净 我来给王葵动手术 江瑶的匕首借我一下 好 萧辰宇连忙钻进帐篷一东西 江瑶重新升起火堆 先用火烧灼匕首消毒 才给秦征 秦征真要给王葵动手术 别把人给玩死了 不是 不懂医术别乱来啊 有没有懂法律的小伙伴 如果王葵因此死了 秦征要负责任吗 应该不用吧 这里是海外 不归华夏馆 只是打过几个小妖怪 秦征真以为自己无所不能 我感觉要出事 估计从今天开始就翻车了 几个小妖怪 你确定那是小妖怪 小黑子别在这里说大话 有本事你去打个试试 别到时候吓尿 郑姐总是会给我们惊喜 依旧相信郑姐 医疗队还没过来 秦征先试着救人怎么了 难道做事不管吗 因为秦征的行为 看节目的网友们炒作一团 秦征根本不知道这些事 他把王葵搬起来 放进帐篷中 准备用匕首帮他挖子的 秦征不是专业的仙衣 但他修炼上万年 救个凡人能有什么问题 就算王葵只剩下一口气 他也能把他从鬼门关拉回来 你们俩在外面等我 秦征让萧尘宇和江瑶离开帐篷 顺便把帐篷的帘子拉起来 谁也看不到里面的情况 他撕开王葵的衣服 可以看到他的腹部血肉模糊 但因为他用灵力缓解伤势 伤口倒是没有鲜血流出来 秦征的指尖掐出一道法术 金光将王葵笼罩起来 随后 他用匕首把腹部的子弹挖出来 王葵全程没什么反应 挖出子弹之后 王葵身上的金光都涌到了他的腹部 伤口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愈合 最后只剩下一条小缝 好了 秦征从帐篷里钻出来 脸色比刚才白了不少 好了 这么快 嗯 江瑶和肖晨宇都诧意不已 观看节目的网友更是觉得不可能 才二十分钟 他就治好王葵了 怎么可能啊 就算国内最厉害的医生过来动手术 都得好几个小时 挖子弹不得要时间 缝合伤口不得要时间 秦征只有一把匕首 他怎么缝合伤口 难道把人弄死了 他也没有麻醉剂 挖子弹的时候 王葵怎么不叫 他又不是铁人 只有一个可能 王葵已经死了 只有死人才不会叫 报警吧 秦征算是故意杀人 等医疗对过来 王葵还有活下来的可能 他却非要在这里乱搞 满屏弹幕飘过 都是质疑 谩骂秦征的话语 突然间 帐篷里传来几声咳嗽声 王葵从帐篷里面钻出来 不敢置信地看着外面的几个人 我 我的伤好了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他身上披着一件外套 说完就要撩开外套 给他们看腹部的伤口 但是江瑶却突然按住了他的动作 秦征帮你治好的 既然好了 你先在帐篷里休息会儿 江瑶走到他旁边 又低声说 至于其他细节 别和别人乱说 你应该不想被人拉去做研究吧 嗯 好 王葵愣了一下 随即觉得江瑶说的有道理 他的腹部中了好几颗子弹 现在却只留下浅浅的几道伤疤 他还能活蹦乱跳 简直就是现代医学奇迹 王葵连忙把衣服遮好 感激地对秦征说 谢谢 没事 伤得也不是很重 看到江瑶朝自己走过来 秦征不由伸手抱住他的手臂 有些贪婪地吸取他身上的死气 虽然治好了王葵 但是他的灵力损耗比较多 导致身体虚弱了不少 还好吧 嗯 他轻硬一声 但把他抱得更紧了 这一次 江瑶能看到自己身上的灰色死气 往他身上转移 猜测他是灵力损耗过度 才会这样 他皱眉对他说 下次还是别帮人治疗了 让医生来也没事 有时候 展现的能力太强 也不是好事 这么短时间 救救好一个冰死的人 能力太逆天了 比秦征之前做的事情都要夸张 江瑶担心别有用心的人会盯上秦征 你觉得有人会对付我 秦征抬头看了他一眼 猜到了他的言下之意 这个世界上 有的是位高权重 却不敢死亡的人 你能把人从鬼门关拉回来 自然有人会寄予你的能力 那正好 我又可以赚钱了 江瑶无奈一笑 你有这么缺钱吗 缺 很缺 谁让江瑶隔壁的别墅卖这么贵 他到现在都没存够钱 卧槽 这就治好了 难道秦征用了仙术 二十几分钟就让重伤的人活蹦乱跳 神医都做不到 神医能和神仙比吗 秦征明显不是普通人 我就说秦征在修仙 救个凡人还不是简简单单的事情 瞧瞧大佬带我一起修炼 加我一个 我也想修仙 肯定是演的 说不定王奎重担也是装出来的 这个节目实在是太浮夸了 剧本痕迹太重 我也觉得 看得我尴尬死 救个人算什么 本玄师告诉你们 玄门多的是厉害之辈 你们没见过 只能说明你们平时接触不到 现代华夏玄门有乌衣一脉 可以起死人而肉白骨 哪怕是已经死了的人 他们都有可能就回来 我擦 好牛啊 秦征肯定是影视玄门的大佬 又过了十几分钟 节目组的医疗队终于到了 他们想要检查王奎的情况 但王奎没让他们检查 说自己没事 还说他是故意装受伤测试队友 这些话显然很假 但节目组拿他没办法 只能让医疗队先回去 我们该去找人算账了 秦征看了下背包 里面的令牌都被邪龙偷走了 他的大公鸡也不见了 估计被邪龙用邪物引开了 邪龙的定位消失了 江瑶看着手表说道 应该是把手表关了 我知道他在哪 秦征看向柴堆旁的地洞 将里面残留的邪气引出来 然后施展寻踪终 找到了 秦征眼眸微冷 直接动身去找人 江瑶跟着他一起 两人都有灵力在身 赶路的速度很快 没多久就找到了邪龙的躲藏地 邪龙正好抓住大公鸡 准备把大公鸡处理掉 他听到脚步声 抬头看向秦征 眼神阴朗 本来想留你们一命 还赶来找我 那就送你们和这只鸡一起上西天 邪龙冷笑着一掌拍向地面 一股阴寒诡异的气息 从地底钻出来 还伴随着阴阴阴的古怪婴儿哭声 第197章 猛逼树下你和我 地面上漫出一层黑雾 阴森的气息不断地窜出来 秦征没理会 他有些担心大公鸡的情况 鸡哥 你放开我的鸡 邪龙此时正握着大公鸡的翅膀 防止他逃走 大公鸡却有些晕乎乎的 脑袋没精神地搭拉着 听到秦征这个主人的声音也没反应 呜呜呜 战斗鸡怎么了 快救救战斗鸡 鸡哥 晕鸡了 晕鸡了啦 悬门小知识科普达人我 又来了 邪龙脚边的小花是幽香紫罗 香味奇特有毒 毒素对野兽有迷幻作用 但对人类没用 放开你的街 邪龙陡然大笑起来 哈哈哈哈 先担心担心 你们自己吧 要不是秦宇诺那个废物拖累我 你根本没机会打伤我 等到剩下我一个人 奖金都是我的 节目又没规定不能杀人 邪龙疯了吗 这里还有摄像头拍着呢 战斗机千万不能有事啊 邪龙 我劝你善良一点 不然我们网抱你 邪龙这样的人 估计也不会在乎网抱吧 看着就像是法外狂徒 找死 秦宇看到邪龙要伤害大公鸡 直接冲到了他的面前 他一掌将邪龙拍飞出去 把大公鸡抢了过来 这个时候 地底下漫出来的黑雾越来越多 摄像机拍摄的画面变得模糊 音音音音 音音呜呜呜 诡异的婴孩哭声从地底下传来 秦宇的脚下 突然伸出来一截脸偶式的小胖手臂 像是婴儿的手 但是有尖利的指甲 一把抓住秦宇的脚腕 扑吃 秦宇低头看去 另一边也伸出一截手臂 又抓住了他的另一只脚腕 他眯起眼眸 灵力朝地下的那截手臂打过去 灵力正要碰到手臂的时候 那手臂及时缩回了地洞中 过了一会儿 又伸出来抓住秦宇的脚腕 哈哈哈哈 动不了了吧 就你们几个小年轻还想和我斗 邪龙得意地笑道 他伸手擦了擦嘴角的血迹 看向秦宇的眼底 闪过一丝杀意 刚才秦宇的那一掌 差点让他重伤 幸好他的弯刀法器放在胸口 帮他抵挡了一下 去死吧 邪龙从袖中掏出一把枪 对准秦宇的心脏 就开了一枪 开完枪之后 邪龙冷冷地看着秦宇 被困在原地 等着他重弹倒地 可是预想中的画面却没发生 只见秦宇把大攻击 塞进江窑怀里 猛地挥动手里的一根黑色木棍 咻 飞到眼前的那颗子弹 被他精准地用木棍打中 然后打飞到了天上 那木棍也是奇怪 碰到高速飞射的子弹 居然没丝毫损坏 连一丝弹痕都没留下 邪龙 啥玩意 子弹还能打飞 哈哈哈哈 这个黑铁木果然是个好东西 连子弹都能打飞 邪龙猛逼 我也猛逼 猛逼数下你和我 子弹 886 我上天了 哈哈哈哈 每天笑死在屏幕前 这求生综艺比喜剧电影还好玩 邪龙看着秦宇手里的木棍 举着枪的手莫名发抖 他咬了咬牙 又扣下扳机 这次连开四枪 他就不信了 还有人能用冷兵器对付热武器 事实证明 秦宇还真行 咻 咻 咻 他使了一套眼花缭乱的棍法 直接把四颗子弹都送上了天 邪龙傻眼之际 江瑶看向抓着秦宇脚腕的小鬼 将他揪了出来 用幽名火给烧了 那小鬼连一声惨叫都没来得及发出来 就魂飞魄散了 秦宇看了眼江瑶 心想 他用幽名火用得真是越来越熟练了 以后不会又觉醒什么明界的神秘力量吧 到时候就得超过他了 那可不行 秦宇的胜负欲一下子就上来了 收起木棍 抱起机就往回走 走了走了 我要回去修炼 哦 不过离开之前 两人还记得拿回他们的令牌 看到他们拿走令牌 邪龙将在原地没动 完全不敢阻拦 生怕秦宇给他来一棍子 等到秦宇走了 邪龙才终于松了一口气 他到底是什么身份 邪龙的各种强悍行为 让邪龙有些怀疑人生 难道是华夏影视悬门的弟子 邪龙皱起眉心 紧接着他又冷笑自语道 天赋好又怎么样 还是太年轻了 连斩草除根都不知道 他毁了我这么多宝贝 我岂能饶他 他最擅长使阴招 这次正面刚没打过 以后暗地里有的是机会 刚想到这里 邪龙突然感觉天上有东西掉下来 他不由抬头看去 结果看到了五个黑色小点 五个黑色小点 以正常人无法理解的速度 飞快掉落 朝着他砸过来 子弹 邪龙不敢置信地瞪大了眼睛 他不理解擒针打飞的子弹 为什么会从同一位置 齐齐掉落下来 难道他还能操控这些飞走的子弹 邪龙正要躲避 可是却来不及了 子弹已经到了他的眼前 高空坠落的子弹 伴随着极快的加速度 精准地砸在邪龙的脑袋上 煞时间脑花鲜血四溅 邪龙的身体轰然倒地 他的眼睛依旧瞪得老大 里面充斥着震惊和恐惧 卧槽 邪龙被子弹砸死了 这他妈太玄化了吧 而且五颗子弹都砸在他身上 很难不怀疑 这是和秦征有没有关系 我刚想说秦征太圣母 居然放过这个亡命之徒 小心以后被报复 结果 看来是我太天真了 杀人犯法的罢 虽然这里是海外 但是 但是个屁 你哪只眼睛看见秦征杀人了 子弹自己掉下来 把邪龙砸死 和秦征有什么关系 就是了 和我争结有什么关系 说话要讲证据 秦宇诺退赛 邪龙死亡 三队算是彻底没了 秦征和江瑶回到严栋 他们身后的摄像机 就发出一阵广播 邪龙意外死亡 目前还剩下三个队伍 请嘉宾们继续努力 死了 江瑶诧异地问 怎么死的 工作人员娜娜的回答 被掉落的子弹砸死了 江瑶看向身边的秦征 就见他也是一脸震惊 太太倒霉了吧 这告诉我们什么 不能老是做坏事 会有报应 江瑶轻声一笑 对 江瑶这一笑也太酥了吧 他看着秦征的视线 舔死我了 难道真不是秦征做的 那也太巧了 五颗子弹居然都砸中邪龙 江瑶 我老婆说的都对 不管是不是邪征做的 那个邪龙确实该死 本身就不是什么好货 对 他之前还想害死四队的人 也该有人除了这个祸害 我去给你做吃的 你先休息会儿 江瑶对秦征说 好 秦征抱着机巢岩洞走去 刚进去就发现 萧辰宇和王奎 直挺挺地站在墙边 恐惧地指着他的帐篷 请 秦征 别过去 第198章 再先忽悠小僵尸 秦征感觉到帐篷里有东西 他的神色顿时戒备了起来 先用神识试探了一下 他才朝帐篷走过去 小心啊 里面有老火 萧辰宇和王奎都准备悄悄地跑路了 却看见秦征要走上前 死的 秦征一把掀开帘子 果然看到一个硕大的虎头 但是身体只有一张干净的皮毛 里面的血肉都被处理干净了 啥 萧辰宇凑过来一看 这才发现 这只是一张带着虎头的虎皮毯子 吓我一跳 但是哪来的 秦征和江瑶去找邪龙算账的时候 萧辰宇和王奎在严洞外面做饭 他们离开严洞之前 都没看到帐篷里有虎皮毯子 有没有人来过 没有啊 萧辰宇和王奎一脸茫然 不知道虎皮毯子怎么出现在这里 咕咕咕 秦征怀里的大公鸡醒了 他突然从秦征的怀里跳下来 然后朝严洞外的安树林跑去 这是老虎肉 秦征伸手接住那块干净肥厚的肉 差一极了 这块肉还清洗好了 附近没有水源 总不能是大公鸡用口水清洗的吧 到底是谁 这么好心给他们送的虎皮毯子和老虎肉 我的天 其他人也是一整个震惊住 老虎不是森林霸主吗 那么大一只老虎就这么被包皮杀了 王奎猜测说道 难道是万尔德和罗斯他们 秦征救过他们好几次 所以他们特意送东西来感谢 他们没能力斩杀老虎 江瑶说 而且他们要送东西 没必要偷偷摸摸的 这块肉没问题 我们晚上就吃老虎肉吧 他们讨论的时候 秦征检查了一下大公鸡带回来的肉 随后 他摸了摸大公鸡的脑袋 谁给你的 咕咕咕咕 没看见 大公鸡就是感觉到了有吃的 所以才跑出去 好吧 秦征思存着说 反正对方没恶意 我们就收着吧 距离日落还有两个小时 江瑶在思考怎么做老虎肉 秦征则是带大公鸡去了一趟湖泊 抓了三十条鱼回来 我也好想吃老虎肉 不知道是个啥滋味 国内捕老虎犯法的哦 小心牢底坐穿 不知道这个岛上犯不犯法 不犯法 刚才我去查了 这个小岛距离安南国比较近 但不是安南国的领土 属于没人管的无人去 到底是哪个小可爱送的 岛上就这么几个人 如果不是四队的人 难道是节目组 我觉得不可能吧 节目组哪会这么好心 江瑶做完老虎肉之后 还得帮大公鸡烤鱼 每次烤完一条鱼 他都会冷嗖嗖地看一眼大公鸡 吓得大公鸡躲在秦征怀里瑟瑟发抖 等到烤完鱼 天色就黑了 晚上倒是没发生什么 他们终于能安稳地休息一会儿 第二天 两支队伍分开找令牌 大概是这岛上的妖邪 都被秦征教训了个遍 所以 后面几天都没遇到古怪的事情 三个队伍都在忙着找令牌 四队在野外找东西的能力很强 十多天后 就找到了五十多块令牌 但是他们还欠着秦征十块令牌 秦征和江瑶指找到了二十几块令牌 但他们手里本来还有十多块令牌 二队和四队都欠他们一笔债 最后加起来 秦征总共有六十多块令牌 四队有四十多块令牌 肖辰宇和王魁所在的 二队只剩下十块令牌 明天终于可以回去了 秦征看着手表上的令牌技术 满意地伸了个懒腰 这次参加求生综艺 差不多是收获满满 不仅有一等奖 还有黑铁木 先休息吧 江瑶从帐篷里钻出来 明早就会有飞机来接我们 估计还要早起 好 秦征钻进帐篷 又看到了里面的虎皮毛毯 他们把虎头拿掉了 因为不方便携带 但是留下的虎皮毯子贼舒服 比秦征之前做的雪豹毯子舒服多了 还不知道是谁给我们送的东西 不只有虎皮毯子 他们还经常在住的帐篷外面 看到处理好的食物 有动物的肉 也有好吃的浆果 我觉得可能是 江瑶的心里有一个猜测 他正要说出来 余光却撇到帐篷外面有人影 他停下话语 神色变得戒备起来 谁 不远处的人影 瞬间来到了他们的帐篷外面 瘦小的身子钻进帐篷 蹲在地上 眼巴巴地看着秦征 姐 姐姐 不画骨 小江湿的脸色变得红润不少 粉雕玉珠的小脸带着婴儿肥 眼眸清澈 乍一看还以为是个人类小朋友 你 要走了吗 小江湿伸手拽了拽秦征的衣角 小脑袋搭拉着 依依不舍的模样 秦征没回答 反而问道 那些吃的是你送我的 嗯嗯 秦征摸了摸小江湿的脑袋 又捏了捏他的小脸蛋 好可爱 江湧皱起眉心 他看向小江湿 拽着秦征衣角的手 桃花眸微微眯起 眉宇间多了几分不悦 他不动声色地 将小江湿的手拿开 意味深长地说 想不想和我们一起出去 我可以送你去上学 上学 那似石墨 小江湿茫然地看着江湧 江湧说 你现在连普通话都说不标准 当然要去上学啊 上学可以让你学到知识 知识就是力量 会让你成为最厉害的僵尸 那欧要上学 小江湿的眼睛闪亮亮的 哈哈哈哈 江湧在线 忽悠小僵尸 你的良心不会痛吗 你们看江湧笑得多开心 这家伙肯定是故意的 上学他好 就好在他耗个屁 小江湿还是太单纯了 等到你去上学 你就知道上学有多痛苦 话说我姬哥呢 姬哥这么聪明 也得送去上学啊 就是说不定小僵尸 还得抄姬哥的作业呢 陈副义 送他俩去上学 不能让我一个人受上学的苦 看到小僵尸如此期待 江湧的脸上 带着淡淡的笑意 好 明天就送你去上学 保证送你去最好的寄宿学校 永远没放假的那种 谢谢 见他傻乎乎的 江湧脸上的笑意 更深了一点 直到 小僵尸非常不客气地 躺进帐篷里面 还躺在他和秦征中间 他的脸色顿时黑了 第199章 叔叔你可以走了 江瑶 哈哈哈哈 小僵尸还想和他们一起睡觉 江瑶的表情笑死我了 什么叫瞬间变脸 今天可算是见识了 江瑶 谁要和你在一起 除了秦征都管好吗 小僵尸 你敢送我去上学 我就抢你老婆 根据笑容守恒定律 笑容不会消失 只会转移 所以 江瑶脸上消失的笑容 转移到了我的脸上 哈哈哈哈 看到乖乔躺在毯子上的小僵尸 江瑶的鹅脚秃了秃 连忙把小僵尸拽了起来 你不能睡在这里 为什么 小僵尸歪了下脑袋 疑惑地看着他 僵尸又不需要睡觉 可是 我 我想和姐姐一起 小僵尸拧了拧眉 粉雕玉拙的小脸蛋上 带了几分失落 那你就睡这里吧 秦征顿时就被萌化了 忍不住伸手戳了戳 小僵尸的婴儿肥 你跟我回家 以后都和我一起好不好 只要我有一口吃的 就饿不着你 你想去上学 我就送你去上学 嗯 小僵尸的眼睛一亮 开心极了 姐姐真好 姐姐是这个世界上最好的人 江瑶狠狠地皱起眉心 莫名有一种危机感 帐篷里的空间有限 我们三个人挤在这里 会很难受 也是 秦征看了看 狭小的帐篷空间 突然灵光一闪 对了 我还有一个帐篷 江瑶 我们把那个帐篷搭起来吧 江瑶的眉心这才松开 立马起身去搭帐篷 你的那个帐篷都没用过 他估计还能睡得舒服一点 你坐着别动 我去搭帐篷就行 好 江瑶飞快地搭好帐篷 生怕小僵尸和自己抢床位 等到搭好之后 他叫了秦征一声 秦征抱着雪包的毯子 进了新帐篷 但是小僵尸也钻进了新帐篷 谢谢江瑶 秦征和小僵尸非常同步地躺下 然后一起拉着小毯子 带住身体 晚安江瑶 秦征朝江瑶挥挥手 小僵尸也朝江瑶挥了挥爪着 叔叔 你可以走了 哈哈哈哈 他娘的 给爷笑吐了 江瑶忙半天 本以为保住了自己的床位 结果是把秦征拱手让人 是 叔叔 你可以走了 我要和姐姐睡觉了 Omega 叔叔 哈哈哈哈 为什么叫秦征是姐姐 叫江瑶是叔叔 江瑶 瞬间起了杀星 江瑶 狗僵尸你就说吧 你想要哪种死法 那一瞬间 江瑶的拳头硬了 确实还起了杀星 眼神冷嗖嗖的 但是感受到秦征的视线 他不由深吸一口气 平复了一下自己的心情 秦征 他看着秦征 有点欲言又止 过了好一会儿 江瑶才想到该怎么说 这个帐篷是给他搭的 我知道 但是他想和我一起吗 秦征说 小朋友孤单上千年 想要朋友的陪伴很正常呀 江瑶 唇角警敏 还是没有离开 你今天不修炼了 你不想用我的死气了吗 桃花磨微微眯起 脸住了其中的幽暗之色 明天就要离开了 下次见面 都不知道是什么时候 对哦 秦征又突然坐了起来 他还得努力修炼 防止江瑶超过他呢 等到节目结束 可就不能每天吸死气修炼了 他的进度会大幅度下降 秦征就这么被江瑶拐了回去 不过离开前安慰了一下小僵尸 说明天早上就来看他 他和江瑶回到一个帐篷 盘腿修炼了一晚上 早上江瑶起床的时候 秦征还在修炼 他没有打扰秦征 先出去做早饭 结果一出来就发现 某个小兔崽子蹲在帐篷外面 看到有人从帐篷出来 眼睛就亮了一下 但发现是江瑶 小僵尸的眼神就暗了下来 失落地说 叔叔 怎么是你呀 江瑶的鹅脚秃了秃 别叫我叔叔 叫秦征姐姐 叫他叔叔是几个意思 他有这么老 你活了上千年 年纪比我都大 那我叫泥石墨 江瑶没理他 看到这个小兔崽子就糟心 绕开他走了 但小僵尸却蹦到了他的身边 孙子 我是你爷爷 忍无可忍 反正秦征也还没出来 江瑶一把拎起某只小僵尸 重萝卜似的 把他塞进了沼泽地 咕咕咕咕 大公鸡作为唯一的见证鸡 大叫着控诉江瑶的恶行 咕咕咕咕咕咕咕 坏男人 欺负小朋友 我要去告状 下一秒 沼泽地里多了一只鸡 秦征出来的时候 外面一团乱 地上都是沼泽地的尸泥 你们干嘛呢 他 坏鸣 小僵尸愤怒地瞪着江瑶 一副想要和他干架 但又忌惮着什么的样子 刚才他从沼泽地出来 就和江瑶打了起来 但是江瑶手上有幽名火 那古怪的火连千年僵尸都能烧 着实有点吓到小僵尸 带他们玩泥巴 江瑶眯着眼眸 慈爱地看了一眼小僵尸和大公鸡 你们说是吗 小僵尸气呼呼地不说话 秦征就对他说 怎么弄得这么脏 先去洗个澡 不然等下都不能上飞机 听到秦征的声音 小僵尸的怒气才缓和一些 乖乖地跟着他去洗澡 有秦征在场 两人一击倒是再没有闹别扭 大概早上十点多 节目组派来的直升飞机就到了 他们带着小僵尸一起离开 直升飞机先送他们去临近的城市 休息一晚 第二天才回国 回国之后有颁奖典礼 到时候还会有不少粉丝来现场 典礼现场还会直播 就在嘉宾们回国的路上 节目组的高层却被人找了 主要原因是 秦征在两期节目中的非正常表现 你们说秦征的行为都是剧本 那么这期节目中出现的鬼怪 都是你们找的演员 荒岛上的西周公子墓 也是你们人为搭建的场地 是的 导演抬头看向眼前那个西装革履的男人 对方身份特殊 身上的压迫感极强 莫名让他身上渗出冷汗 对方懒散地坐在沙发上 双腿交叠 又说道 饰演鬼怪的演员签过合同的吧 把合同拿来给我看看 场地搭建之前 也应该会有设计图纸 都拿给我看看 这 导演顿时不知该怎么回答 他哪有那些啊 那些鬼怪可都是真的 秦征也真会学门法术 导演心里慌得一批 节目不会要被封了吧 第二百章 你来抓僵尸的 你别紧张 对方倒也没有咄咄逼人 而是好言说道 实话告诉你 我们是灵灯局的人 灵异直播向来被禁止 你们却能播出这么久 难道没想过为什么 我不会为难你们 现在我要问一些 关于秦征的事情 你如实回答我 灵灯局 那是什么 导演神色疑惑地问道 从未听说过这个组织 对于一些超自然的事情 华夏有专门处理的组织 而灵灯局就负责这些事情 原来是这样 导演恍然大悟 难道他们节目能顺利播出 是因为得到了灵灯局的同意 想到这些 导演对眼前之人越发恭敬 钟离先生你问吧 只要我知道的 我都会如实告诉你 钟离静就接着问道 你可知道 秦征师从何处 我不知道 导演神色愧疚 秦征没和我们说过这些事 钟离静微微皱起眉 突然想到一个人 你们节目有寻真格的注资 秦征和寻真格的秦时生 是什么关系 没什么关系 导演如实地说道 寻真格注资 是因为秦时生的妹妹 秦宇诺是嘉宾 那个秦宇诺一直不喜欢秦征 还总是让寻真格的人为难秦征 钟离静没说话 陷入沉思 和寻真格没关系 倒是件好事 那秦征是什么来头 秦征在节目中表现出的能力 已经远超大部分悬尸 哪怕是修炼几十年的老悬尸 都不一定是他的对手 这般厉害的人物 绝不可能是泛泛无名之辈 特别是秦征制作的福禄 那可是传说中的金光福 钟离静还想继续问 门口却传来一阵敲门声 导演看了眼钟离静 钟离静示意他去开门 导演才去开门 导演 嘉宾们抵达江城了 粉丝也都就位 颁奖典礼可以准时开始 你们先过去 我晚点就来 导演关上门准备回来 却见钟离静已经起身 现在就去现场吧 我和你一起 还得亲自和秦征聊聊 是 导演和钟离静来到颁奖典礼 钟离静和粉丝一起坐在了观众席 而导演则是要上去主持典礼 钟离先生 我先过去了 去吧 导演刚离开 钟离静就接到了一个电话 对方的语气有些凝重 钟离 你是不是在江城 江城出现一个C级案件 到目前为止 该事件已经死亡7人 我们怀疑背后有邪术师在操控 要么就是鬼罗刹以上级别的鬼祟 老大让你去支援一下 分布的人搞不定 钟离静皱了下眉心 叹气道 我刚处理完一件C级案件 这才有空去找人 怎么又来事了 没办法呀 对方无奈 自从鬼王之乱后 人间的灵异事件越来越多了 还有些不安分的悬尸 趁机作乱 最近新招来的几个好苗子 都还没出尸呢 人手远远不够 你要是能招几个 本就厉害的悬尸 进来就好了 老大说 待遇不是问题 这不是正在找 你把那个C级案件的资料发给我 我晚点去处理 OK 那个案件的代号 叫做人头气球的诅咒 知道了 钟离静看到秦征出现在舞台上 他就先挂了电话 视线紧盯着秦征 主持人笑着问秦征 秦征 上一期节目表现最优异的嘉宾 是你 这次你和江瑶又荣获第一 你有什么想说的吗 秦征手里拿着一块大牌子 做成了支票的样式 上面写着一等奖五千万 江瑶手里也有这样一块牌子 他抱紧怀里的支票牌子 谢谢大家的支持 这都是我应得的 主持人 粉丝们 现场沉默了许久 然后爆发出一阵笑声和鼓掌声 秦征 不愧是你 怎么会有人获奖敢言说这种话 还得是我争解 实锤了 秦征就是个搞笑女 虽然她自己可能不觉得自己搞笑 看到秦征一脸实声的样子 我突然不知道该说什么 但她说的 好像也有点道理 主持人听到粉丝们的讨论 这才反应过来 秦征说的对 确实是你应得的 你在节目中的表现 一次比一次优秀 没有人比你更适合第一 主持人又采访了一下其他人 然后还拿了几件节目周边 让人气最高的秦征和江瑶进行签名 这些周边都是送给粉丝的礼物 其中有江瑶和秦征的明信片 暴枕挂坠 还有大公鸡的卡通版暴枕 他们签名的时候 下面还有好多粉丝大喊着问 第三期什么时候开始 纷纷催促 让节目组尽快筹备第三期 搞快点知道吗 也都没综艺看了 只看这一个综艺 就是啊 以后求生节目没秦征 我都不看 还有我鸡哥 必须带上鸡哥 还有江瑶 算了 这次我选小僵尸 对哇对哇 这次带回来的小僵尸超可爱的 能不能让他也上第三期 好想看小可爱和江瑶争宠啊 看到粉丝们这么激动 导演连忙出面说道 大家放心 我们会尽快筹备第三期 也会接受大家的意见 你们可以在 巅峰挑战的微博下面留言 导演留下继续应付热情的粉丝 嘉宾们先退场了 秦征来到后台 正要去休息室 有个穿着西装的男人走过来 给他递了一张名片 你好 可以聊聊吗 嗯 我叫钟离静 你可以叫我钟离 钟离静笑看着秦征 你带回来的那只千年不化骨 就在休息室里吧 这种程度的僵尸 在华夏会被评为 A级以上的超危险鬼祟 需要进行特殊关押或铲除 本来秦征没把钟离静放在心上 哪怕他的名片上 写了灵灵局诸鹊部副里士几个字 但听到钟离静的后面那些话 他不由骤起眉心 他是来抓僵尸的 秦征问道 灵灵局是专门管玄学事件的组织 不错 进来说吧 秦征决定把小僵尸带回来 其实也想过 有人会注意到这件事 从而来找他的麻烦 但他既然收下了小僵尸 就绝对不会让人类欺负他 好 钟离静跟着秦征 先进了休息室 但他却没看到小僵尸的踪影 那只小僵尸呢 钟离静问道 我还没见过千年不化骨 能否让我见见 能啊 秦征见他每句话都不理小僵尸 看来真是来抓僵尸的 他的眼里闪过一丝冷色 他躲在那儿 你去那儿看吧 钟离静朝他手指的方向走去 那里有一排柜子 秦征趁机拿起行李箱上的黑铁幕 然后对着钟离静的后脑勺 就是狠狠一棍子 钟离静 第201章 两个都是危险分子 你 钟离静震惊地转头看向秦征 不仅震惊秦征突然出手揍他 更震惊的是 他居然对此毫无察觉 他好歹也是灵能局的高手 可惜还不等钟离静说点什么 他就晕倒在了地上 等到他醒来的时候 已经被五花大绑 房间里多了个贼可爱的小朋友 躲在秦征的身后 对他探头探脑 姐姐 他似坏迎面 小僵尸眨巴着眼睛 小舌头还舔了舔嘴唇 钟离静从那双清澈的眼睛中 看到了一种对食物的渴望 差不多吧 秦征说 小僵尸突然蹦跳到了 钟离静的身边 一口咬在他的脖子上 姐姐说不能乱吃人 但是可以吃坏人 等会儿 秦征把小僵尸拎了起来 虽然僵尸吃人喝血很正常 但是你到了外面 就咬人家 嗯嗯嗯 钟离静的嘴巴被胶部贴起来了 疯狂地点头表示赞同 哦 小僵尸乖乖地站好 擦掉嘴角的血迹 然后礼貌地朝中离静一鞠躬 话语你好 我要刺掉你了 你就开心地上路吧 秦征 钟离静 开心地上路 他开心不起来好吗 秦征的嘴角抽了一下 见小僵尸又要咬下去 连忙阻止他 你还不能把他吃掉 我有事要问他 好啪 小僵尸垂着脑袋 奄奄地退到了秦征的身后 钟离静顿时松了一口气 心想他果然没有看错秦征 秦征不仅实力强大 而且年纪轻轻 还心性坚定 三观端正 实在是可造之才啊 等到我问完再给你吃 要不要煮熟吃 生的吃了会不会闹肚子 哦哦哦 小僵尸兴奋地手舞足蹈 烤肉肉烤肉肉 你想吃熟的 好 晚点我买个烤全羊的机器 钟离静 他们要吃烤 烤全羊 啼 啼 钟离静突然觉得秦征好像比小僵尸更危险 这两个都是危险分子 秦征撕掉钟离静嘴巴上的交代 正要问点什么 钟离静却率先开口说 我真不是坏人 你当我傻吗 坏人又不会说自己是坏人 秦征一脸看傻子的表情 钟离静连忙又说 我知道 秦征你有自己的原则 不会让千年僵尸在外作乱 我来找你 并没有恶意 而是想邀请你 加入灵能局 我们不仅会给你封后的报酬 还可以帮你掩盖千年僵尸的事情 以免学门其他人盯上你们 听到钟离静的话 秦征的眼眸微微眯起 陷入一阵沉思 过了片刻 他才问道 除了你之外 还有谁知道千年僵尸的事情 你们参加了综艺节目 上一人都知道 你收了一只千年僵尸 但只要我们出面解释 说这只僵尸是节目组找来的演员 那就不会有人怀疑这件事 至于灵能局内部 大家都在怀疑 巅峰挑战的真实性 如果我出事消失 灵能局肯定还会派其他人来调查你们 钟离静要是突然消失 秦征肯定会有源源不断的麻烦 哪怕他能打得过那些人 但肯定没法过正常人的生活 不能吃了 秦征拍了拍小僵尸的脑袋 小僵尸郁闷地蹲在地上画圈圈 钟离静终于保下小命 他再接再厉地又说 灵能局是个讲道理 讲实力的地方 每一位三观端正 实力优秀的玄尸 都是华夏宝贵的财富 只是千年僵尸的身份有些特殊 如果贸然曝光出去 将会引起普通世界的恐慌 哪怕你们没做什么 也会有人来讨伐 我建议你们加入灵能局 没有人能比我们更方便掩盖小僵尸的身份 而且他在人类社会生活 得有身份证吧 我可以帮你们搞定 钟离静说的有道理 小僵尸想在人类社会活动 肯定需要一些证件 不然都不能上学了 秦征沉吟着问道 那加入灵能局之后 我们需要做什么 如今人间多了很多灵异怪事 需要灵能局的人去处理 和你平时抓鬼驱邪差不多 而你加入灵能局 试用期就有月薪两万 转正后月薪五万 解决C级以上的案子 还有任务奖励 秦征恍如大悟 原来有专门的组织抓鬼 抓鬼还有钱 拿他突然觉得自己亏了一个亿 之前抓了那么多鬼 都没拿到灵能局的钱 我可以加入你们 秦征说道 但作用在钟离静身上的威压很凌厉 不过你们最好安分点 别给我使什么坏招 不然别怪我不客气 钟离静莫名有一种 全身血管都要爆开的感觉 让他难以说出一个字 似乎下一秒就能去地府见阎王 这股威压 居然比他们朱雀部的老大还要强 钟离静看向秦征的眼神 不由带了几分惊惧 他到底是什么修为 直到秦征撤走威压 钟离静才感觉自己活了过来 整个人大汗淋漓 像是从水里捞出来一样 他有些无奈地说道 我们哪敢对你使坏招啊 灵能局正确认去解决那些鬼碎 你要是能力出众 我们老大都得把你供起来 那就行 秦征上前帮他解开绳子 啥时候能弄好我家小僵尸的身份证 我还得送他去上学 等会儿我就让人去办理 钟离静摊在地上 手机滴滴滴地响个不停 他拿起来一看 是灵能局的同事给他发了消息 所以他赶紧去处理江城的那个C级案件 说是有人又要遇害了 我有个紧急案件要处理 钟离静对秦征说 要不你和我一起去 我们边走边聊 好 秦征先带小僵尸去找江瑶 让他帮忙看顾一下 然后才和钟离静一起出门 大攻击倒是跟着他 他们打车过去的路上 秦征好奇地问了一句 什么案件啊 C级案件 代号叫做人头气球的诅咒 我还没看相关文件 你想了解的话 我可以转发给你一份 C级案件 那我和你一起处理 我有奖金吗 第202章 小飞棍来了 有 当然有 钟离静看着同事发过来的资料 感觉这次的案件有些棘手 我先把资料发你 如果能解决这次的C级案件 可以让你直接通过试用期 我还会帮你申请奖金 好 秦征加了钟离静的微信 他把资料发了过来 你先看资料 我要休息会儿 钟离静摸了摸自己的后脑勺 能摸到一个贼大的包 他感觉自己的脑瓜子 还嗡嗡的 心累 招个新人 结果被新人揍了 他估计是灵能局第一人 秦征的声音传来 被人头气球盯上的人都会自杀 他看着文件中的案件描述 不由产生了一些兴趣 简单说来 这个C级案件和一种酷似人头的气球有关 不久前 江城大学举办了手工大赛 有三个学生制作了微妙微笑的人头气球 气球上的肖像就是那三个学生 可是气球参展之后 三个大学生却接连死亡 有一个死在宿舍 一个死在家里 还有一个死在学校旁的酒店 虽然死在不同的地方 但是这三个人都是上吊死 钟离静看了眼秦征的手机 这三个学生死了之后 江城大学的后山上 又出现了新的人头气球 这个人头气球和江城的另一个人 长得一模一样 然后那个人也上吊死了 他死了之后 第二天又出现一个人头气球 没有例外 那个和人头气球长得一样的人 也上吊死了 到目前为止 已经死了七个人 三个是江城大学的学生 其他四个不是学生 和那三个学生也没什么联系 他们现在要去的地方 就是江城大学的后山 那里还飘着八个人头气球 没错 现在是八个人头气球 因为今天又出现了一个新的人头气球 说明又有人要死了 刚开始是警察 在调查这件事 但是飘在天上的气球很古怪 根本打不下来 他们就联系了灵能局 在江城的分部成员 分部的人去调查了 还是没什么收获 甚至都没查到后来出现的气球 到底是谁制作 又是怎么出现的 他们眼见着死的人越来越多 不得不向总部求助 没多久 两人到了江城大学 分部的人早就知道他们要过来 所以早就等在学校门口 门口站着两个中年人 一个穿着老式西装 那是江城大学的校长 另一个穿着一件黑色长风衣 那是江城分部的小队长刘淑 钟离先生 两人看到钟离静 态度很恭敬 随即看到秦征 见他脚边站着一只家养大公鸡 手里拿着一根破木棍 他们的神色不免有些古怪 这位是总部的新学员 秦征 钟离静感觉到他们的视线 简单地介绍了一下 你好 刘淑 穿着黑色风衣的中年男人 朝秦征微微汗手 校长和秦征浅浅地握了个手 他们的态度都不是很热络 钟离先生这边请 两人的注意力都在钟离静的身上 显然觉得钟离静才是重点 没把秦征这个小萌新放在眼里 事情紧急 我先带你去后山 他们走进校园 正要去后山看人头气球 钟离静却突然停下脚步 哎呦 我头晕 钟离静伸手按住秦征的肩膀 虚弱地说道 刚解决一个C级案件过来 我要去校长办公室休息会儿 让秦征先帮你们去看看吧 秦征瞥了他一眼 心想他刚刚不是还好好的吗 不过 钟离静的脸色看着确实不怎么好 难道是他那一棍子太猛了 秦征开口说道 你不去的话 不能和我分奖金 你要是能一个人解决 那就都是你的钱 钟离静笑眯眯地说 如果解决不了 你可以打电话向我求助 秦征明白了 这家伙是想试探他 看看他的实力有多少向你求助 秦征悠悠地看着钟离静 你的头不疼了 钟离静 能不提这事吗 哎呀 疼死了疼死了 钟离静嘴角一抽 揉着脑袋就直接走了 然后留下刘叔 校长两人和秦征 大眼瞪小眼 钟离先生 你不能走啊 他们还想去劝他回来 结果却被秦征给拦下 喊他回来干什么 他又没什么用 小姑娘 这次可是C级案件 其中的危险 不是你这种新人可以想象的 刘叔不满地说 总部的人也真是的 怎么一点都不负责 自己就这么走了 留下一个黄毛丫头来送死 你别废话这么多 OK 先带我去后山看看 哼 带你看看又何妨 刘叔冷笑一声 不知道你处理过几次案件 到时候别被吓到 我还在试用期 这是第一次 刘叔和校长都一阵无语 可是他们转头去找钟离境 已经看不到他去了哪 找不到就算了 刘叔对校长说 我们先去后山 其他人还在那里 既然总部的人靠不上 只能我们自己解决 也只能这样了 两人朝学校后山的方向走去 秦征拎起大公鸡跟上他们 学校后山早就被封了 每天都有灵能局分部的成员 在这里看守 但他们至今没找到 放出气球的人 刘队 总部的人哪 他们刚到后山 就有几个分部成员过来询问 刘叔朝秦征的方向抬了抬下巴 钟离境说他身体不舒服 让这个实习生来处理 什么 这可是个C级案件 实习生怎么处理啊 总部的人怎么这样 我们分部这么多精英 都拿那些人头气球没办法 一个实习生能干什么 这个案子死了不少人 到现在都没进展 眼下发现 总部来的人不靠谱 不少分部成员忍不住抱怨 刘叔早就料到了这个情况 他指了指天上的八个气球 对秦征说 看到那些人头气球没有 我们想尽办法 都没能把他们打下来 你要是有本事打下来 我可以让你跟我们一起扒 要是连这都不行 你就别想解决这个案子了 哪来就回哪去 说话间 刘叔拿出一把特制的灵能枪 朝着气球的方向开了一枪 天上的人头气球像是有意识一般 飞快地往高空飞了一段距离 竟然躲开了子弹 就这 秦征看到这些人望着气球 愁眉苦脸的样子 不免觉得有些好笑 就这 你来试试看 没本事就别 别挡着 还不等刘叔把话说完 秦征一把推开它 将手里的木棍 朝高空扔出去小飞棍来了 第203章 在座的各位都是小菜狗 刘叔的嘴角抽了一下 我看你才二十几岁 修炼没多久吧 你身上的那点灵力 估计连气球的边都摸不到 其他人看着秦征扔出去的木棍 也是一副看笑话的态度 秀 结果 木棍还真飞到了高空上 眼见着就要打到上方的人头气球 众人惊诧 但又忍不住吐槽 力气倒是挺大 但是木棍能碰到气球又怎么样 难道木棍还能把人头气球给打下来 就是啊 这些人头气球有自己的意识 还会逃跑 就算木棍打中了 也只能把气球往更远的地方打过去 刘队用枪都打不下来 何况是木棍 他还指望木棍打碎气球不成 议论之间 木棍还真打中了一个人头气球 但是气球往另一个方向弹飞出去 根本没有掉下来 我就说吧 别白费力气了 刘叔看到这一幕 冷吃着说道 小姑娘还是多回去练几年 这个案子你解决不了 那种没什么危险的一级案件 才比较适合你 勤证淡淡地瞥了他一眼 你再看看 身边突然传来同事们的惊呼声 刘叔皱了下眉心 这才又抬头看向后山的高空 那个木棍还没从空中掉下来 又追着人头气球打过去 人头气球还想跑 木棍中突然甩出好几根藤腕 那些藤腕一把缠住人头气球 将他们从天上拽了下来 看到木棍后面扯着七个气球 然后朝勤征飞回来 所有人都傻眼了 哦 这他娘的 一个破木棍居然能飞 还真是小飞棍 勤征看到木棍带回来七个人头气球 少了一个 他的眼眸微微眯起 跑了一个 不过也没事 他走上前查看那些人头气球 远看确实和人头很像 但是近距离观察 做工都比较粗糙 而且用的都是很普通的牛皮纸 和丙系颜料 斯拉一声 勤征扯坏了一个人头气球 发现里面别有洞天 人头气球的里侧牛皮纸上 用鲜血化满了古怪的符文 他将其他人皮气球撕开 里面都有这种古怪的符文 看来这上面的符文 就是操控人头气球的关键 这是什么灵气 勤征查看完起身 就见刘叔一脸怪异的看着他 特别是看到他手里的木棍 眼里流露出几分嫉妒 队长 这种可以改变形态的灵气 是不是上品灵气啊 他一个实习生 凭什么能有上品灵气 我们分布的理事长 都只有一个中品灵气 刘叔身边的手下小声嘀咕道 毕竟是总部的人 刘叔看了眼身边的手下 和我们哪能一样 这世道真不公平 家里有背景 什么人都能进总部 还能有上品灵气 听说那些影视家族的传人 刚出生就有高手指点修炼 家族的天才地宝随便用 真是人比人气死人啊 刘叔的语气没怎么说话 但心里也是不甘得很 秦正一个黄包丫头 连一个正经案子都没办成过 居然能拥有这么厉害的上品灵气 而他加入灵灵局好几年 工作十年才领到一件下品灵气 你那是什么灵气 刘叔忍不住又问了一遍 能不能给我看看 现在这个世道 出现一个下品灵气 玄师们都得打得不可开交 何况是一个上品灵气 刘叔都不曾见过 真正的上品灵气 可以啊 秦正把木棍递给他 我这叫打狗棍 刘叔拿到木棍 入手就感觉到 一股沁人心脾的灵气 从掌心钻进来 他对这个木棍越发爱不释手 甚至都不想还给秦正 打狗棍 怎么叫这么俗的名字 刘叔的眼里闪过一丝异色 他喃喃自语道 若是我的灵气 我定要给他改个威武一点的名字 上品灵气在秦正手里 就是浪费 还不如给他 那么整个江城 就没人是他的对手 刘叔的心里 闪过好几种计划 可他手里的木棍 却突然颤动起来 像是有意识一般 从他的手里飞了出去 碰 啪 木棍飞在半空中 对着刘叔的后脑勺 就是一闷棍 啊 刘对 刘叔被打倒在地上 秦正连忙把他扶起来 歉意地说 不好意思啊 我这个打狗棍就喜欢打狗 看到狗他就控制不住自己 秦正说完 发现刘叔和其他人 对他怒目而视 他不由伸手捂了下嘴 我是不是说错话了 对不起啊刘对 我不是说你是狗 我的意思是 在座的各位都是狗 感觉到自己可能会被群殴 秦正连忙又解释 我不是指你们是狗 我的意思是 你们都是小菜狗 我只有对亲近的人 才会在称呼上面 加一个小字 大公鸡 其他人 你还不如不解释呢 玄师都是心高气傲之辈 煞时间都木火冲天 撸袖子要和秦正干架 你以为你有灵气了不起啊 我早就看你不爽了 一个实习生嚣张什么 敢骂我们是狗 信不信我们把你打成狗 别忘了这是江城 我们的地盘 信不信我们让你走不出江城 众人叫嚷着 朝秦正包围而来 结果天上的木棍 突然砸在了他们的脸上 一个一棍 全部打飞了出去 有人试着爬起来 小飞棍 直接狠狠一下一个补刀 救命 别打我 哎呦喂疼死我了 后山广场上传来一片哀嚎声 现在知道安分了 秦正默然地望着他们 懒得继续和他们装样子 不想再挨打的话 那就好好配合我办案 你 分部的成员倒在地上 看向他的视线带了些畏惧 刘叔从地上爬起来 眼神明暗不定地盯着秦正 看到秦正在仔细查看 人皮气球里的符文 他的眼里闪过一丝暗芒 眼神显得有些阴质 刘队 不好了 突然有个年轻悬尸跑过来 又死人了 第八个人死了 第204章 神让你马上死 什么 小华死了 所有人都惊了一下 刘叔的脸色也不怎么好 不是让你们24小时看着他吗 怎么死的 我们是看着他啊 小华上厕所的时候 我们还让他把门开着 我们站在外面守着 可还是出事了 他的死法和前七个人一样 在房间的厕所上掉了 当时我们就在外面 不仅没检测到鬼气 也没看到可疑的东西 他们口中的小华 长得和第八个人头气球一模一样 第八个人头气球出现的时候 分部的人就立马找到了小华 把他保护了起来 可没想到 还是没防住 先去现场看看 刘叔连忙带着人去小华的住处 秦征也跟着他们一起过去了 虽然小华也是大学生 但是他已经在外实习 所以住在学校旁边的出租屋里面 他们抵达现场 现场倒是不血腥 地面上没有鲜血 只有一具尸体 尸体的脖子上挂着一卷细麻绳 脖子上的瘀青很重 明显是生前被麻绳给勒死 你们就在外面 没听到什么异样的动静 没有 保护小华的分部成员说 我们听到了冲水声 以为他马上就出来了 可是等了半天都没见他出来 过了几分钟 我们进来一看 他就已经死了 刘叔从怀里拿出一个罗盘 然后拿着罗盘 在出租屋走来走去 这个罗盘是灵灯局特制 可以检测出异常的磁场波动 哪怕鬼怪已经离开 也能检测出残留的气息 另一名队员手中 也有一个这样的罗盘 他对刘叔说 队长 没用的 我们全程监控现场 罗盘都没出现警示 说明没有脏东西进来 如果不是脏东西 难道是人做的 你们就在厕所外面 厕所的窗户也关着 人类作案不可能没有任何动静 刘叔收起罗盘 我们再把出租搜查一遍 不能放过任何角落 是 刘叔带着人继续找线索 秦征却一直留在厕所 他在查看小华的尸体 能看出小华确实中了诅咒 诅咒其实就是一种 控制人的邪门法术 运行规则和鬼降差不多 而诅咒的媒介 就是那些人头气球秦征 把小华的衣服都脱了 在他身上找了一圈 都没找到可疑的痕迹 难道不在体外 而是在体内 秦征难难自语 有些诅咒的媒介 可能需要受害者 吃入体内才能生效 比如降头术中的古降 还有西夏时代的古术 就是利用毒虫毒草 制作药物媒介 然后想办法让受害者吃下 秦征将手掌 按在尸体的心脏 手中的灵气涌入尸体之中 过了片刻 尸体的额头 慢慢地浮现 一道血红色的符纹 这是什么 有人发现了秦征的行为 诧异至极地 看着那道血色符纹 看着像是符纹 但是这种蚊子好奇怪 从未见过 难道是甲骨蚊 能用甲骨蚊画幅射咒 绝非等闲之辈 恐怕是个难搞的邪术师 也有可能是鬼 说不定是活了上千年的鬼岁 众人猜测纷 心情沉重 这个案件比他们想象中还要棘手 上千年的鬼岁 即便是钟离境这个总部副理事 都不一定是对手 他们慌张之际 秦征却突然开口说道 这不是甲骨蚊 那是什么 其他人不由松了一口气 刚才他们见识过秦征的能力 现在没有人敢质疑他的发言 这是比甲骨蚊还要早的蚊子 秦征还未成仙的时候 人间和鲜明两界都没有壁垒 各族混居 鬼术昌盛 他们用的蚊子就是这种 比甲骨蚊还要早 那不是有五千年以上的历史 这么久的时间 即便是一只小恶鬼 都得变成凶悍的鬼王了吧 秦征看到他们脸色惨白 就知道他们在想什么 怕什么 如果真是五千年以上的鬼碎 至于这么偷偷摸摸的吗 而且符文上面的字 也说明不是鬼碎作恶 鬼不敢用这种内容画符 上面写的什么 赤铃死 听到这几个字 所有人的脸色都有些古怪 这符文也忒嚣张了 玄师们绘制的符录中 开头两个字就是赤铃 用上这两个字 代表下界众弟子 敬请诸天众神赐下法力 让弟子可以施展符文威力 赤铃死 翻译过来的意思就是 请神力取耳命 神让你马上死 装神弄鬼 秦征冷笑一声 收回尸体上的手 空中的符文也消失了 这可不是什么神明降下的神力 而是心怀不轨的人在作乱 这时候 刘叔带着人回来 他们检查了一下附近 但还是没什么发现 听说秦征这里有进展 他们就先过来了 刘叔正要询问秦征 突然听到有人问道 难道是有人用符文 操控这些受害者自杀 那小滑上掉的绳子 是从哪里来的 我们检查过厕所 之前这里根本没绳子 刘队 那卷绳子 刘叔身后的一个手下 有点欲言又止 刘叔却抬手阻止那名手下 继续说下去 看向厕所里的人问道 你们发现了什么 秦小姐发现 死者尸体上 有一种古怪的符文 我们怀疑 这种符文和受害者自杀有关 有人解释了一下 刘叔眯起眼眸 意味不明地盯着秦征 看了好一会儿 哦 什么样的符文 让我看看 你看了有用吗 你还不是抓不到凶手 秦征轻斥一声 起身对他说 带我去看看 其他受害者的尸体 我要确认一件事 你 刘叔的眼神暗了暗 我要保证那些尸体的安全 不能随便让外人接触 除非你让我看看你的发现 证明你是有明确目的 而不是胡来 秦征没理会刘叔 突然看向了客厅的大门 他轻笑道 看来不用去了 很快就能知道真相 门外传来说话声 你们是谁啊 在我家干嘛 所有人都愣了一下 紧接着眼神变得悚然 小 小华 他不是死了吗 第205章 姐姐 我想你呀 小华的尸体 就在他们的脚边 门口去传来他的声音 这不由让所有人的心里 一个咯噔 不过 大家都是灵灯局的人 见多了灵异事件 倒是很快就平静下来 应该是死者的魂魄 有人说道 他们发现小华的尸体之后 一直没找到他的魂魄在哪 我们出去看看 刘叔率先带人出去 秦征也跟着他们出去了 他们来到客厅 发现有个小孩子站在门口 手里还拽着一个气球 姐姐 小僵尸手里扯着一个人头气球 本来站在十米之外 轻轻一蹦就来到了秦征的身边 他还没学会走路呢 秦征诧异地看着小僵尸 然后又看了眼他手里的人头气球 你怎么来了 其他的人头气球都被秦征撕毁了 这个气球长得和小华一模一样 正是那个在后山逃走的第八个气球 这个气球和其他气球不同的是 他长得唯妙唯笑和真人差不多 眼珠子会动 嘴巴还会说话 刚才小华说话的声音 就是人头气球发出来的 我来抓你呀 小僵尸把气球上挂着的绳子递给秦征 乖乖地说 上面有姐姐的气息 我揪就抓到姐姐了 秦征接过气球 哑然失笑 你为什么要来抓我 我想你呀 那你应该说 你来找我 不是来抓我 唉 小僵尸茫然地挠了脑脑袋 旁边的刘叔突然一把将他推开 哪来的小屁孩 人头气球怎么在你手里 刘叔眼神危险地看着小僵尸 他身边的手下还拿出灵能枪 指着小僵尸 普通小孩哪能跳这么远 还能拉住人头气球 我看他根本不是普通小孩 而是一只鬼祟 说不定那些人都是他害的 他是我弟弟 秦征不满地看着他们 颠了颠手里的木棍 我弟弟从小就比普通人聪明 会一点法术很稀奇吗 看到他的动作 其他人想起 刚才被木棍暴揍的事情 身上还疼得很 煞时间 没人敢为难小僵尸 哼 对于刘叔把他推开的事情 小僵尸也是感到很不满 他对着刘叔的屁屁踹了一脚 直接把刘叔踹飞了出去 他重新站回秦征身边的位置 刘叔就这么毫无防备地 被一个小孩子踹出去了 而且砸穿了一面墙 墙上突然多了一个人形的大洞 现场的所有人傻眼了 愣愣地看着小僵尸 他们完全没想到 这个长相精致的小朋友 居然能一脚踹飞他们的队长 那可是分部的队长 也算是灵灯局的小高手 刘队 快把队长扶起来 好半天 他们才反应过来 连忙冲过去找刘叔 可嗨嗨 好在刘叔是个悬尸 身体素质比普通人好很多 砸穿一面墙也没受重伤 只是脸上多了不少擦伤 内在灵力一阵混乱 死小孩 他咬了咬牙 恶狠狠地瞪着秦征和小僵尸 眼里多了几分杀意 秦征没有再理会他 他在研究那个人头气球 他发现小华的魂魄 被锁在这个人头气球里 喂喂喂 你们回答我的问题啊 为什么在我家 人头气球又大叫起来 你已经死了 你不知道吗 秦征悠悠地看着他 我死了 我明明好好的呀 小华不敢置信地说 秦征就拉着气球进了厕所 让他看尸体 卧槽 我怎么死了 我怎么会死呢 到底发生了什么 对 我想起来了 小华刚想对秦征说点什么 他的声音突然变得痛苦 还发出惨叫声 啊 秦征手中的人头气球 突然发散出一阵古怪的红光 隐约可以看到 里面有红色的符文在闪动 人头气球的眼睛 渐渐变得心红 小华猛地张开嘴巴 露出一嘴尖利的牙齿 嘴里还冒着森森鬼气 吃 我要吃了你们 他被符文控制了 小华看向秦征身边的小僵尸 眼里满是阴森的杀意 人头气球化作一道残影 出现在小僵尸的身边 张开血盆大口 就咬在了小僵尸那纤细的脖子上 棒 那种牙齿嗑到金属的声音传来 人头气球抬起脑袋 嘴里的牙哗啦啦地掉在地上 啊 我的牙 呜 其实只是指作的牙齿 只是人头气球 和小华的魂魄绑定在一起 气球上的牙掉了 魂魄的牙也会掉 痛得他呜呜的大哭 也让他清醒了过来 怎么帮应的 我以后还怎么做帅哥 秦真好心提醒他 你已经死了 你现在只是个气球 那我也要做个帅气球 呜呜 别哭了 小僵尸戳了戳人头气球 非常贴心的说 我帮你把牙齿都拔掉 就不难扛了 秦真 其他人 啊呀 不要啊 你不要过来啊 看到小僵尸要来拔牙 人头气球 吓得满屋子乱飞 小华知道 魂魄要是没了牙 以后投胎会一直没牙齿 不要闹了 我问他一点事情 秦真连忙把小僵尸拉回来 小僵尸才乖乖地站在他旁边 你过来 秦真把人头气球拽了回来 指尖朝气球的眉心倾点 金光化解了气球中藏着的符纹 人头气球上的诡异红光 也渐渐地消散了 他冷声问他 小华 你还记得死前的事情吗 记得 我想起来了 那你为什么自杀 我不是自杀 小华激动地说道 当时他们在保护我 但是上厕所这种隐私的事情 我没让他们在旁边盯着 他们就在门口等我 等到我上完厕所起来 我就 就看到窗边有一个东西 什么东西 有一个人头气球 和我长得一模一样 他穿过窗户飘了进来 然后用绳子把我勒死了 等到小华死了 他的魂魄就莫名其妙地 进到了人头气球里面 这种绳子 不对啊 秦真看了眼手上的绳子 那是一种塑料制作的绳子 而勒死小华的绳子 是细麻绳 先前他把天上的人皮气球打下来 则是没看到 上面有绳子 这是窝打 小僵尸说 塔要跑跑 窝不让球球跑 虽然小僵尸不太会说普通话 但秦真明白他的意思 小僵尸说 这个绳子是他找来的 故意拴着人皮气球 防止他逃跑 小华说道 当时我看到的人头气球上面 没有绳子 那勒死你的麻绳 是哪来的 第206章 有内鬼 所有人恍然大悟 人头气球 可以穿墙杀人 但是气球上没有绳子 那就只能是凶手放的绳子 只要知道 是谁给的绳子 那就知道 谁是凶手 小华 你快想想 那个绳子是从哪来的 顺便查一下附近的监控 也可能是凶手藏在你家的 人头气球上的表情 一阵扭曲 小华努力地回想当时的事情 绳子 哪来的绳子 好像有人给我的 谁给你的 他 人头气球的眼睛变得鲜红 愤怒地 看向刘叔身边的一个队员 就是他 他把绳子给我的 小华的脸色越发扭曲 朝那个队员飞了过来 一口咬住他的胳膊 是你 你把绳子给我的 你害死我了 啊 我不是 所有人的视线 都聚集在了这名队员身上 他的脸色一阵慌张 刘队 救救我 我没有想害死他 明明是 队员跑到刘叔的旁边 手臂上全是鲜血 人头气球 咬着他的手臂 不放 成武 刘叔却突然打断他的话 蹲下身 一把扯开人头气球 语气严肃地说 我就问你 绳子是不是你偷偷塞给小华的 成武愣了一下 刘队 绳子确实是我给他的 但这不是 这就够了 砰的一声 刘叔掏出灵能枪 对着成武的脑门 就是一枪 你 成武瞪大了眼睛 身体歪倒在地上 眼睛里满是震惊和不甘 刘叔擦拭着手上的灵能枪 痛心疾手地说 没想到我管理的队伍中 会出现这种害群之马 实在是耻辱 那就由我来亲自解决这个败类 都是我的错 没察觉到他的行为 才会让这么多人遇害 其他人看到刘叔无脸自责 不由上前安慰他 队长 都怪成武掩藏太好了 和你没关系 是啊 我也没察觉 他肯定是在调查的时候动手脚 简直防不胜防 哎 真没想到啊 成武的性格 虽然比较容易激动 有时候好大喜功 但做任务很积极 我还以为他本性不怀 刘叔伤心了好一会儿 这才捡起地上的人头气球 他沉痛地说道 这个案件终于告破了 多谢总部同僚的帮助 秦小姐年纪轻轻 就有这般实力 还真是后生可畏 刘叔还朝秦征笑了一下 但皮笑肉不笑 似是因为成武的行为太伤心 笑不出来 哪里哪里 秦征眯起眼眸 看着刘叔的视线 多了几分意味深长 比不上刘队长 刘叔又说道 我们会处理收尾工作 你就回去休息吧 那这个人头气球 看到秦征要过来 拿走人头气球 刘叔拽着气球避开他 这种邪恶的灵异物品 我们都要进行统一处理 分部有专门销毁的地方 不麻烦秦小姐带回总部了 好吧 秦征耸了一下间 没有非要拿走人头气球 刘叔另外找了一名队员 非常客气地 让人送秦征回学校找钟离境 和刚开始 对秦征的态度截然不同 秦征牵着小僵尸的手手 准备带他先离开 但小僵尸却站在门口没动 求求不说话了 小僵尸回头看着刘叔手上的人头气球 苦恼的拧了拧眉 求求目有牙齿了 所以不说话吗 秦征看向刘叔手里的人头气球 他的神识可以感受到 小华的魂魄还在气球里面 他在里面和鬼吵架 不错 人头气球里面多了一个新的魂魄 就是刚死的成武 里面的两个魂魄吵得不可开交 还动手互殴对方 可是人头气球没有任何反应 外面的人也听不到动静 秦征又看向队员手中的罗盘 罗盘也没反应 像是没检测到魂魄 看来人头气球 不仅能操控魂魄去杀人 还能将魂魄关在里面 隔绝仪器的探测 怪不得人头气球杀人的时候 分布的成员没有任何察觉 成武死亡的那一瞬间 魂魄也没出现 替死鬼啊 秦征轻轻一笑 看向刘叔的视线多了几分信尾 这次的C级案件 确实是灵灯局的内鬼所为 只是这内鬼不是成武 而是另有其人 他暗中掐绝 使用了追踪术 浅淡的一缕金光 钻进人头气球里面 悄无声息地做完这些 秦征才带着小江氏离开 客厅的房间中 刘叔转头看向他们离开的方向 眼里带了一抹嘲讽 总部的新人 不过如此 如果不是手里有上品灵气 这个秦征什么都不是 还不是被他给耍得团团转 刘叔看着手里的人头气球 眼里多了几分满意之色 加上成武的魂魄 总共就凑齐了九个人魂 到时候 他的修为就会大涨 成为江城最强的巡师 如果秦征还没离开江城 正好可以把东西抢过来 那么强的上品灵气 在秦征手里就是浪费 给他才是锦上添花 那边秦征来的校门口 他就看见钟 离境急匆匆地从里面走出来 脸色很凝重 秦征 你没事吧 我能有什么事 钟离境的脸上浮现一抹目意 我刚收到消息 江城分布出了一个内鬼 之前好几次的D级案件中 那个内鬼就害死了不少分布成员 总不怀疑这次的C级案件 也和那个内鬼有关 所以分布一直查不出线索 今天终于调查到了内鬼的痕迹 刘叔是吧 钟离境文言表情呆了一下 怒气戛然而止 我还没说完呢 你咋知道 秦征轻斥 他就在我眼皮子底下作妖 我能不知道 他在哪 我们去抓他 不急 秦征拉住钟离境 你们怀疑刘叔有问题 收集到证据了吗 刘叔看着有点蠢 但作案手法却很谨慎 如果没有确凿的证据 灵灯局也不能随便处置他吧 没有证据 钟离境的表情一垮 总部的同事只是梳理了一下 那几个死伤惨重的地级案件 刘叔的一些行为有点可疑 我们才会怀疑他 那不就好了 情争淡淡地说道 人头气球上的诅咒 就是一种邪术罢了 邪修使用邪术 基本都是为了牺牲他人性命 助长自己修为刘叔 凑够九个人魂 能够借此修为大掌 他肯定等不及了 不一定吧 钟离境思索着说 总部的人还在江城 刘叔行事谨慎 肯定不想被我们发现 这次案件让他躲过了 他应该不会轻易出手 我们还是先把他抓起来 然后再慢慢找证据比较好 抓个现行不是更好 秦真玩味地挥了挥手里的黑铁幕 想到刘叔对黑铁幕的兴趣 他的唇角勾了一抹笑 我保证 他今晚就会有所行动 第207章 今晚得含泪吃烤鸡了 夜深人静 郊外的废弃工厂外 出现了一道黑影 快速地钻进废弃工厂最里侧 搬开地面上堆积的杂物 露出一个地下室的铁门入口 这道黑影的手里 还抱着一个圆球状的东西 啪哒一声 他管好地下室的铁门 打开灯 看向不远处的祭坛 只见祭坛上方 漂浮着一个微妙微笑的人头气球 这个人头气球 竟然和陈武长得一模一样 正好九个 刘叔微微一笑 扔出手里的小滑样子的人头气球 人头气球飞到了祭坛上方 里面钻出来一道愤怒的魂魄 刘叔 我这么信任你 你为什么要害我 陈武的鬼魂飞出来 满身都是怨气 伸着双手 想要掐死刘叔 啊 他的身后 却突然出现一股奇怪的引力 将他的魂魄拽回祭坛上方 然后那个 和他长得一模一样的人头气球 张开嘴巴 将他吞了进去 陈武的人头气球 吃掉他的魂魄 慢慢地张开了眼睛 刘叔 他还是愤怒地瞪着刘叔 可是什么都做不了 刘叔这才慢悠悠地说 因为我需要第九个人 也需要一个替死鬼 第九个人头气球是我 陈武瞪大了眼睛 你早就做好了人头气球 你早就想害死我了 对不对 不错 刘叔慢慢地走上祭坛 脸上是一片 静在掌握的神色 我故意放出八个人头气球 就是为了让你参与调查 然后在调查的过程中 将所有的事情 都嫁活给你 这样我不仅能得到 第九个人魂 还不会被总部的人怀疑 怪不得 陈武目自欲裂 怪不得你让我偷偷 把绳子给小滑 还说什么引蛇出洞 用这种方法 引出背后之人 你一直在算计我 亏我这么信任你 把你当做我的好大哥 刘叔却没理会 成武的喊叫 他走到了祭坛旁边 那里有一张大桌子 桌子上面 放满了做手工的工具 他要重新做 七个人头气球 先前的七个人头气球 都被情争毁了 他不得不重新制作 只有将魂魄 放入人头气球 他的阵法 才能启用好在 情争毁坏气球之前 他先把魂魄放了出去 等到昨天处理好案件 他用符文 把那些魂魄抓了回来 叮咚叮咚 做到一半 刘叔的手机响了起来 他拿起来一看 原来是他同事说 钟离静和秦征 明天就要离开江城了 询问他 要不要去送一下他们 这么快就走了 刘叔皱起眉心 越发快速地 制作七个人头气球 他必须在今晚完成限计 提升修为 将秦征手里的 上品灵器抢过来 要是秦征走了 以后可没这么好的机会 遇到上品灵器 刘叔的手上 还有那几个人的照片 而且他已经做过 好几个人头气球 手艺越发熟练 所以制作起来很快速 终于好了 凌晨两点多 刘叔终于做完了 最后一个人头气球 哈哈哈哈 等到明天天亮 我就是江城最厉害的悬尸 如果还有上品灵器的帮助 总部的人 也不一定是我的对手 看到祭坛上方 飘着的九个人头气球 刘叔畅快地大笑起来 砰的一声 身后的铁门 突然被人一脚踹飞 刘叔的笑声戛然而止 戒备地 看向门口的方向 当看到秦征和钟离境走进来 他的瞳孔缩了一下 你们 怎么会在这里 那就要问你了 秦征玩味地 看着祭坛上的九个人头气球 那些人头气球里面 都关着一个魂魄 正是案件中死亡的九个人 他的视线 停在小华的人头气球上 不是你带我们来的吗 刘叔看了看小华样子的气球 又看了看秦征 不敢置信地道 你对这个人头气球做了手脚 你居然会追踪术 还不算太蠢 秦征颠了颠手里的木棍 你是打算乖乖跟着我们回去认罪 还是我揍你一顿 拖着你去认罪 认罪 刘叔冷笑一声 不可能 我只是为了强大自己 我有什么错 你们这些影视家族出身的小屁孩 从小就有好资源 我什么都没有 杀几个人怎么了 而且 这些都是普通人 根本不能对社会 创造什么大价值 还不如死了 让我变得强大 才能消灭更强大的鬼祟 刘叔 你这是什么歪理 钟离境怒斥道 作为灵灯局的人 我们的职责就是保护普通人 你怎么可以这么想 你别在这里站着说话不要疼 刘叔不屑地看着钟离境 如果你不是钟离家的子弟 你以为你能进总部 你们这些世家弟子 占尽好处 还有脸来说我 这个世界本来就是弱肉强食 没背景没实力 就要受人欺负 你们这些大世家 不是一直这么做的吗 把内部的好资源 都给自己人 既然如此 我利用那些普通人 提升自己 又有什么错 钟离境不悦地道 那只是少部分人这么做 任何地方都有好人和坏人 你不能因为个别人而否定 所有只要你有实力 行得端坐得正 灵灯局不可能不奖励 别和他废话那么多 这家伙在拖延时间 等着阵法启动 秦征拍了拍钟离境的肩膀 示意他站到自己后面 钟离境 你这个小萌新 在做什么呀 让上司站你后面 现在才反应过来 晚了 刘叔讽刺地看着钟离境和秦征 然后一掌拍向地面 祭坛出现九道血柱 连接到了九个人头气球上 九个人头气球中的魂魄 发出一阵惨叫 血光将刘叔笼罩 他身上的灵力节节攀升 气势越来越强 你们来得正好 刘叔盯着秦征手里的木棍 本来我就打算去找你要上品灵气 既然你自己送上门 我就不客气了 哄的一声 刘叔又一掌打向祭坛 他整个人凭空飞起 五指成爪 狠力地朝秦征攻击而来 秦征 小心 钟离境心里一紧 正要推开秦征去对付刘叔 结果却发现 推不动秦征 秦征 你来吧 秦征一脸淡定 根本没把刘叔放在眼里 甚至都懒得出手对付他 啊打 两人的面前 突然飞出来一只大胖鸡 只见大胖鸡抬起鸡爪子 一脚踹在刘叔的脸上 这不是秦征的宠物鸡吗 钟离境心想 这下完了 这只鸡要牺牲了 看来今晚得含泪吃烤鸡了 这只鸡这么肥 他一定含泪吃五碗饭 第208章 就说是我们儿子 钟离境的想法就在瞬间 下一秒 他就看到那只大胖鸡 把刘叔踹飞了出去 砰的一声巨响 地下室扬起一片墙灰 钟离境隐约看到 刘叔砸在了远处的墙上 可嗨嗨 钟离境挥散粉尘 就见刘叔确实砸在墙上 刘叔整个人嵌在了墙体里面 抠都抠不下来的那种 下化线 钟离境看了看大胖鸡的细爪子 又看了看刘叔 脸上的表情渐渐的呆滞 这只鸡 好强 虽然他看过一点综艺 知道这只鸡很厉害 但没想到这么厉害 刚才刘叔身上爆发的能量 让他都感到一阵忌惮 他都打算好了 挡在秦征前面抗下这一击 哪怕身受重伤也没关系 那秦征就会认可他这个上司 全心全意为灵灯局办事 结果 秦征的一只鸡都比他强 还让不让人活了 过了好久 钟离境看到秦征朝刘叔走去 他才回过神 连忙跟着秦征过来 刘叔被踢晕了 他被踹飞的时候 阵法涌进他体内的能量 被大公鸡打断 然后就反噬了刘叔 导致他受了很重的内伤 钟离境试着拽了拽刘叔的四肢 愣是没法把他弄下来 抠不下来啊 这一脚的威力也太猛了 咕咕咕 大公鸡飞了过来 高傲地看了眼钟离境 然后飞到刘叔的旁边 又一脚踹在他的下身 将他从墙上踹下来 哦 刘叔被踹到命根子 直接疼醒了 痛苦地捂着下身 在地上打滚 你这鸡怎么这么损呢 钟离境的嘴角抽了一下 看到刘叔那痛苦不堪的样子 同情他一秒钟 只能同情一秒 多半秒都不行 这是他作为灵能局员工的操守 咕咕咕 大公鸡听到他的话 慢悠悠地从钟离境身边飞过 并且朝他竖了一个中指 钟离境 干 他这是被一只鸡鄙试了吗 钟离境不知道该说什么 脑海中有一万头草泥马跑过 他总不能为了争一口气 对着一只鸡树中指吧 这有失他的身份 直到秦征的声音传来 钟离境这才回神 你把他带回去吧 记得帮我申请奖金 至于这些亡死的魂魄 我会送他们去投胎 行 我先把他押去分布 分布的人已经知道他是内鬼 钟离境一边说 一边拿出灵能局特制的铁项圈 扣在了刘叔的脖子上 这种特制的项圈 可以让犯人没法使用灵力 如果犯人攻击灵能局的人 还可以进行奠击惩罚 秦征撇了掩铁项圈 一眼就看出这种材质 能抑制灵气在体内的流动 而且上面还刻画了镇压符纹 看来现代的灵能局中 还是有不少厉害人物 秦征用木棍 把空中的人头气球打了下来 撕毁人头气球 将里面的魂魄放出来 他在超度的时候 钟离境联系了分布和总部的人 他会先把刘叔关押在分布 然后等总部的人一起过来 把刘叔带回总部进行处置 你们会怎么处置他 秦征询问道 灵能局有专门关押悬尸的监狱 也有另外的法律进行制裁 依照刘叔的罪行 应该会判处死刑 立即执行 秦征点了点头 看来华夏对这方面管得也很严格 这样倒是能威慑到心术不正的悬尸 才能更好地保证普通人的安全 等到处理完这件事 两人就分道扬镳了 离开之前 秦征还提醒了一下钟离境 让他尽快把小僵尸的身份证办下来 他叫什么名字 户口上哪里 钟离境问了一下基本信息 结果看到秦征一脸茫然 你还没想好 钟离境无奈福 没事 你慢慢想吧 想好发我微信 我还得先把刘叔送去关押 哦 秦征愁眉苦脸地走了 他回到节目组安排的酒店 刚到房间门口 隔壁房间的门开了 姜瑶正要一脚 把某只僵尸踹出来 但看到秦征 姜瑶默默地收起大长腿 对小僵尸微笑 大晚上闹腾什么 你姐姐不是回来了 姐姐 小僵尸扑了过来 秦征不在房间 就从窗户跳进姜瑶的房间 坐在他身上 把睡着的姜瑶硬生生摇醒了 追问秦征去了哪里 看到小僵尸黏乎乎地 抱着秦征的细腰 姜瑶的脸色瞬间黑了 漂亮的桃花眸 闪过一丝危险之色 你过来 姜瑶把小僵尸拽走 于众心长地说 你是僵尸 他是人类 不能老是抱着他知道吗 老是抱着他 对他的身体不好 姐姐身体不好就会生病 生病就会死掉 你就没有姐姐了 呜呜不要 姐姐不能死掉 哦哦 那你就要和他保持距离 好吧 秦征在想小僵尸的户口问题 所以也没仔细听他们的对话 过了好半天 他就见小僵尸很伤心 心想 他肯定是因为还没有户口 不能去上学 所以才这么伤心 他要尽快办好 小僵尸的户口和身份证 让他可以开开心心地去上学 姜瑶之前说 他小时候很喜欢上学 人类小朋友最喜欢上学了 姜瑶 给他取个什么名字呢 他要上户口 上户口 你要把他放进你家户口本 嗯 姜瑶沉思片刻 我觉得可以上我家的户口 以后我家老头子死了 还能一起分家产 秦征 姜瑶你这么孝顺 你爹知道吗 呃 姜家能同意吗 秦征记得陶安说过 姜家的总资产有好几百亿 就算平均分给每个子弟 每个人都能分到几十亿呢 姜家又不是傻子 哪能让外人白票这么多钱 就说是我儿子 姜瑶刚说完 小僵尸就问到 家产是什么 就是钱 好多好多钱 那窝要把钱钱都给姐姐 秦征 所以 小僵尸分到家产 等于他分到家产 这买卖一点都不亏啊 嘿嘿那好呀 上你家的户口 秦征挠了挠后脑勺 又问道 那他叫什么呀 跟你姓还是跟我姓 第209章 姜瑶在套路他 姜瑶笑了笑 说道 跟你姓吧 是你捡来的 跟我姓秦 秦征疑惑 那能上姜家的户口吗 可以 名字不是问题 秦征您问您没 又要开始想 小僵尸的名字叫什么 想半天想不出来 取名字真难 他叹了一口气 突然灵光一闪 要不叫秦大和 第一次见面的时候 他就会唱大和向东流 好耶好耶 我有名字了 小僵尸非常捧场地鼓掌 姜瑶看到他傻乎乎的样子 最后还是有点于心不忍地说 直接叫秦和吧 哪有小朋友叫秦大和的 都行 秦征最讨厌取名字了 以前他的那些兽宠 他都是怎么方便 怎么叫秦征回到房间 把小僵尸的新名字 发给钟离静 还说了小僵尸要上 江家户口的事情 钟离静诧异了好一会儿 然后说 江家户口不好操作 让江瑶先把户口上好了 他才能办理小僵尸的身份证 秦征把聊天记录发给江瑶 江瑶表示 他回帝都 就马上办这件事 第二天 他们就启程回帝都了 陶安坐在秦征身边 激动地说道 第二期的综艺播完 你的热度越来越高了 微博粉丝 涨到了好几千万 你们在岛上拍摄的时候 就有很多人找过来 想和你合作 我都得仔细挑一挑呢 以前是别人挑我们 现在是我们挑别人 那你好好选一选 秦征勾了下唇 这次参加第二期 他很满意结果 秦征想了想 又对陶安说 不要给我安排太多的工作 第三期综艺开拍之前 我还有其他事情要办 现在他加入灵灯局 偶尔还得去解决 灵灯局发布的任务 我知道 我会给你选一些有品质 适合你的工作 那些乱七八糟的 咱们就不做了 陶安说完 看向秦征旁边抱着iPad 看宝宝巴士的小僵尸 他 他真是僵尸 陶安有点怕 小心翼翼地询问道 对啊 秦征提醒他 你对外别说 他是僵尸 节目组会解释 说他是小演员 不然会引起恐慌 我知道了 陶安点点头 他叫什么呀 秦和 秦和 跟着你姓 陶安苦恼地皱眉 那别人问起来 我们说他是谁的孩子 总不能说是你的孩子吧 你现在还是事业上升期 绝对不能传出私生子的绯闻 就说他是姜瑶的儿子 看到陶安一脸猛逼 秦征还拍了拍他的肩膀 放心吧 有姜瑶背锅 如果网友不信 就让姜瑶晒户口本 那你有没有想过 姜瑶的儿子 为什么要跟着你姓 陶安的嘴角抽了一下 他感觉他家一人 被姜瑶套路了 是啊 姜瑶的儿子 为什么要姓秦吗 这不是明晃晃告诉别人 这小孩和他也有关系 可是 小僵尸本来就是他家的 为了分家产 才上姜家的户口 不然他才不会 把小僵尸让给姜瑶呢 如果别人问小孩的妈妈是谁 姜瑶打算怎么解释 陶安语气严肃地问 秦征的表情目了一下 过了许久才说 虽然节目组会出面解释 小僵尸是演员 但大部分人应该不会信 他们都知道 小僵尸从哪来的 不会乱怀疑的吧 也是 陶安想想也有道理 但还是觉得 姜瑶有点腹黑 姜瑶不会是 想套路秦征和他绑定在一起吧 可是让小僵尸上秦征家的户口 陶安又担心被有心人士做文章 说秦征未婚生子 不检点什么的 而姜瑶爆出有儿子 对他也没什么大影响 何况 他和秦征的CP话题这么热门 秦征带着小僵尸回到家里 他休息了一会儿 想着问问姜瑶有关户口的事情 如果还没上户口的话 上他家的户口也没事 结果消息刚发过去 姜瑶说 今天就能弄好上户口的事情 好快 秦征愣了一下 发现姜瑶的电话打了过来 喂 我把户口本偷出来弄好了 姜家的人过几天才会发现 我就说 有女人偷生我的孩子 秦征许久都没说话 秦征 姜瑶叫了他一声 有点摸不准他的反应 或者他说 小孩的母亲是他也行 哦 秦征这才反应过来 你真聪明 这个理由太棒了 姜瑶 他沉思片刻 对他说道 过段时间是老头子大寿 既然让秦和上了户口 我打算带他见见老头子 可以啊 我带他过去 听到秦征说他带小僵尸过来 姜瑶的唇角勾了一下 好 姜瑶挂掉电话之后 用微信把举办寿宴的时间和地点 发给了秦征 时间在下周五 在这之前 秦征都在家休息 期间还去拍了一个广告 钟离静也终于让人办好了 小僵尸的身份证 用快递寄了过来 周五的早上 快递正好到了 秦征的银行卡 还收到了一笔五十万的转账 这是他解决留书的奖金 除此之外 他也算是正式入职灵能局的猪雀部 下午的时候 秦征带着小僵尸出门买了一套比较贵的礼服 然后前往姜家的寿宴 姐姐 腊里有好刺的 出租车开进停车场 小僵尸坐在出租车的后座 眼巴巴地趴在窗户边 指着窗外的一个方向 秦征转头看过去 看到了一个有点眼熟的身影 这个人的怀里 还抱着一个阴气很重的陶罐子 小僵尸说的好刺的 就是那个陶罐子里的东西 等到那人转过身 秦征看清了他的样貌 是姜瑶的二哥姜赵 姜赵之前被秦征暴揍一顿 轻度脑震荡 外加手臂骨折 经过一个多月的恢复 脑震荡和骨折都好了 而在姜赵的身边 还站着一个 穿着塘装的白须老者 秦征的出租车 路过他们旁边 正好听到姜赵说 这是五百年前的逃魂舱 里面还藏着一个厉鬼 好的很 最好把他吓成失心疯 秦征轻责 姜赵这个傻缺又想害谁 第210章 真是哄堂大笑了 秦征看着姜赵手里的逃魂舱 然后又看了看 姜赵身边的老者 这个老者的身上有灵力 肯定是悬门中人 之前姜赵送给姜瑶的 那幅厉鬼古画 难道是问这个人 买的秦征思考片刻 给钟离境发了一条消息过去 秦征 遇到一个人卖邪气害人 邪气里面藏着厉鬼 钟离境 藏有厉鬼的邪气 钟离境 厉鬼比恶鬼凶多了 一般玄师都对付不了 何况是把厉鬼藏入邪气 操控厉鬼去害人 这个邪修肯定不一般 你先别轻举妄动 我马上过来帮你对付他 秦征 你别来帮倒忙 你就告诉我 抓了他有没有奖金 钟离境 你礼貌吗 秦征 下话线 钟离境 有奖金 但要看级别 按照你的描述 没有意外是C级案件 抓到就是50万奖金 你记得把邪气也带回来 可以作为证据定级 秦征 缴获的邪气都得上交 钟离境 归个人所有 定级完就还你 但不能拿去害人 如果你想换钱 也可以卖给灵灯局 秦征 哦 看到钟离境的回复 秦征心想 灵灯局的规定还蛮好的 毕竟驱邪搅惑的邪气 也是法器 有时候他也用得上 而他用不上的一些东西 也可以卖给灵灯局换钱 转头再看向江赵身边的老者 秦征就觉得 他是会移动的50万 眼神都兴奋了一些 到了 出租车司机停下车 秦征带着小姜师下来 江瑶的电话就打了过来 到了吗 我在外面等你 嗯 刚说完 站在台阶上的江瑶 就看到了他们 朝这边走了过来 秦征来得比较早 举办宴会的庄园外面 还没什么人 只有灵星几个 和江家比较亲近的市郊先到了 看到江瑶亲自出来迎接秦征 那些人都诧异地投来目光 特别是看到秦征手里 还牵着一个小奶娃 他们就更加震惊了 江家小少爷 有娃了 他不是还没结婚吗 连他大哥都没娃 江瑶就有娃了 那不就是江家的长孙 感受到那些人的目光 秦征握紧了小姜师的手 低声对江瑶说 你们家的人会不会不喜欢秦和呀 会不会欺负他 以后他就是我儿子 还是江家的长孙 谁敢欺负他 江瑶扫了眼那些人 视线冰冷压迫 当时没人敢继续看着他们 他轻斥一声 摸着小姜师的脑袋说 如果有人欺负你 随便揍 揍死了算我的 就算是江家家主 也不用放在眼里 秦征 江瑶你这么孝顺 你爸爸肯定很感动吧 两人带着小朋友先进了庄园 秦征把刚才看到的事情告诉江瑶 你小心一点江赵 他可能会把逃魂仓送你 好 听到他的提醒 江瑶莫名心情很好 唇角微微翘起 江家主的生日宴会还没有开始 江瑶就先带秦征和小姜师去了休息室 他还得去找老爷子一趟 作为江家主最小的儿子 生母不是江夫人 江瑶能在江家拥有很大的权利 而且连江家主都管不了他 都是因为老爷子罩着他 当初江家主把江瑶从外地带回来的时候 老爷子就对他格外喜欢 说江瑶的性格最像自己年轻的样子 所以特别偏宠他 江瑶离开之前 还让庸人给秦征拿了一大盘的小吃和甜品 担心他在这里饿着 好测 外面真好玩 小姜师坐在沙发上 甩着小短腿 满足地捧着一个小蛋糕狂啃 他的旁边还躺着人皮娃娃 正是秦征的乌骨娃娃小妖 小妖在家待了一个多月 太无聊就跟着他们跑了出来 可惜人皮娃娃吃不了东西 小妖有点无聊地打了个滚 秦征和小僵尸依旧在狂炫好吃的 秦征还喝了好几杯果汁 突然有点想上厕所 他对小僵尸说 我去下洗手间 你在这里等我 不可以乱跑 不然我会找不到你的 嗯啊 小僵尸乖乖地点头 看到秦征离开休息室 人皮娃娃小妖连忙跟上他 想要出去玩 咦 你怎么出来了 秦征先去上了个洗手间 出来就看到人皮娃娃在外面 他捡起人皮娃娃 塞进兜里 小妖 你别乱跑 这里有个玄尸 小心被他抓走 好吧 小妖扒拉着秦征的口袋 向外张望着 秦征没有马上回休息室 他在外面转了一圈 看看白发老者在哪 然后找机会把他抓起来 结果找了一圈 都没找到这个白发老者 倒是看到了江兆 江兆手上的逃魂仓不见了 不知道他放到了哪里 逃魂仓可是证据 秦征就朝江兆走了过去 悄无声息地扯下一根他的头发 绑在人皮娃娃的脖子上 小妖 你操控一下这个人 让他说出逃魂仓的去处 弄好了 从荒岛回来之后 秦征修改了人皮娃娃身上的符文 人皮娃娃变得更加厉害了 可以同时操控两个人 秦征 你怎么在这儿 这个时候 江兆正好看到秦征 仇视地瞪着他 他的那个眼神 像是要撕碎了秦征 仿佛和他有不共戴天的仇恨 我来参加生日宴 秦征转头看向他 兜里的人皮娃娃飞出来 江兆脸上的表情就顿了一下 逃魂仓去哪了 秦征刚问完 江兆就不受控制地回答 放到我房间的礼盒里了 等一下送给我爸 秦征的嘴角抽了一下 为什么要送给你爸 江兆冷笑一声 我没有这样的爸 如果不是他 我们家也不会多出江瑶这个野种 他早该去死了 让我大哥成为家主 秦征 怎么又一个大孝子 江家主这是多招人恨啊 秦征没想到 这个逃魂仓不是拿来害江瑶的 但是用来害江家主 那他也没必要出手 有意思 他轻则一声 准备回去找小僵尸 但是没走几步 他就遇到了那位招人恨的江家主 他本来不想理会 可是这位江家主却认识他 还将他拦了下来 秦征是吧 江家主一脸冷色 来者不善 你就是那个 总是和江瑶闹绯闻的女明星 我劝你作风简点一点 别总是缠着江瑶 不管传言怎么样 哪怕江瑶真喜欢你 我们江家也不会让你这种 不入流的人进门 第二11章 秦征才是我爸爸 秦征满脸问候 他什么时候想进江家了 这位江家主的脑子还好吗 他看了一下江家主的面相 只见江家主满脸的晦气 不仅家宅不宁 小人作怪 不久还有血光之灾 两个儿子都惦记着他早点死 能有什么好面相 秦征不由吃笑道 谁稀罕进你们江家 江家主有空管江瑶的事情 还不如管好自己 说不定什么时候 这家主的位置就换了人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江家主对他怒目而逝 作为一个后辈 你就是这么对长辈说话的 就是真没家教 这个时候江赵突然走了过来 他已经清醒了 讽刺的对秦征说 怪不得是孤儿院出身 没父母的孩子就是没教养 江瑶邀请你参加江家的宴会 那是你的荣幸 你连基本的礼貌都不懂 啊对对对 我没有礼貌 秦征抱着手 好整以侠的看着江赵 哪像你啊 孝顺又贴心 给亲爹买了个逃魂仓 想让他被吓成失心疯 江赵一愣 他怎么会知道这件事 江赵连忙去看江家主的表情 发现江家主一脸疑惑 明显不知道逃魂仓是什么东西 他松了一口气 阴狠地看向秦征 你在乱说什么东西 信不信我撕烂你的嘴 江赵转头看向不远处 管家 让保镖们过来 这里有人要在宴会上闹事 听到江赵的声音 管家连忙带了七八个人高马大的保镖跑来 这些人朝秦征包围了过来 江家主看到 也没有多说什么 显然也是 想让保镖教训一下秦征 然后把他从庄园扔出去 看到保镖们都来了 江赵的心里越发有底气 上次他被秦征揍就是个意外 哪怕秦征会武术 也不可能是七八个保镖的对手 江赵撸了撸袖子 朝秦征走过去 上次的事情 我还没找你算账 你自己送上门找打 那就别怪我了 敢把我打成脑震荡 本少爷今天就把你打成脑炭 江赵冷笑一声 抬起手朝秦征挥去 想要给他狠狠一巴掌 先把他打在地上求饶可视 那巴掌还没碰到秦征 他的身体突然不受控制地颤抖起来 紧接着 扑通一声 江赵直挺挺地跪在秦征的面前 眼里闪过一道金色的光芒 他又不受控制地朝秦征磕了一个头 大喊一声 爸爸饶命 江家主 管家 保镖们 所有人都待住了 愣愣地看着江赵的奇葩行为 秦征唇脚微钩 乖儿子 给爸爸再磕一个 好嘞爸 砰的一声 江赵又给他磕了一个响头 管家和保镖简直傻了 二少爷这是在演哪一处啊 不是让他们来收拾这个女的吗 还是江家主率先反应过来 连忙把江赵拉起来 阿赵你在干什么 你疯了吗 我才是你爸 你给他磕头干什么 是不是这个贱人 对你做了什么 爸爸绝对饶不了他 大胆 江赵扭头就甩了江家主一个大耳瓜子 你居然敢对我的爸爸不敬 你才是贱人 你全家都是贱人 你 你 江家主被江赵这一下打懵了 气得浑身都在颤抖 你这个逆子 你在干什么 谁是逆子 我爸都没说我什么 你这个贱人也配说话 找打 江赵又一拳打在江家主的眼眶上 直接把人打晕了过去 二少爷 家主 快叫医生过来 管家和保镖们连忙把江赵拉开 然后把江家主扶起来 放开我 我要打死这个贱人 二少爷你冷静一点 他是家主 你的亲爸爸 你放屁 我爸爸才不是他 秦征才是我爸爸 他娘的 二少爷是不是中邪 他知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呀 大厅乱作异团 而秦征早就走了 他手里捏着人皮娃娃 满意地笑道 小药 你的能力太好玩了 哼哼 人皮娃娃傲娇地哼唧两声 犹豫了会儿 问他 那我是立功了吗 你能不能想个办法 让我吃到人间的食物 刚才看到秦征和小僵尸 狂血美食 他差点要被馋哭了 做鬼太难了 连人间的美食都不能吃 那简单 我画个符就可以了 不过今天没带工具过来 回家帮你画 然后给你点一大桌子的外卖 为什么不是你给我做呀 秦征的嘴角抽了一下 别问 问就是不会做 小妖 秦征带着小妖回到休息室 小僵尸把东西吃完了 躺在沙发上呼呼大睡 他们就没吵醒他 让小僵尸继续在这里睡觉 直到僵尸发消息给秦征 说是宴会快开始了 秦征才走到沙发旁边 用手指戳了戳小僵尸的脸蛋 要去参加宴会了 哦 小僵尸揉着眼睛 迷迷糊糊的醒来 秦征今天刚戴他里的短发上 立着两根呆毛 看上去呆呆萌萌的 你的黑棺材呢 秦征看到小僵尸呼呼大睡 这才想起他的非棺材 僵尸可不能少了一口好棺材 睡在好棺材里面 有助于僵尸修炼 被抢 抢了 说到这件事 小僵尸瞬间醒了 气得眼睛都红了 不气不气 秦征摸摸他的脑袋 过几天 我给你买个更好的 以后遇到抢棺材的人 在房间里跳来跳去 小僵尸已经学会了走路 但有时候 还是喜欢蹦蹦跳跳 好了好了 别跳了 秦征拉住小家伙 带着他出去参加生日宴会 刚出去 江瑶就走了过来 我先带他去见江家人 你要一起吗 江瑶询问秦征 不了 你带他过去就行 秦征刚和江家父子发生矛盾 他不太想见到他们 而且 江瑶也没说 孩子母亲是他 他还是不落连比较好 好 我晚点来找你 江瑶先带着小僵尸离开 秦征又去大厅炫吃的了 还没吃多久 他就看到江家的人 出现在二楼 江家主走在最前面 顶着一个淤青的熊猫眼 尴尬地说 欢迎大家来参加我的生日宴 江瑶牵着小僵尸走在后面 弯腰在小僵尸耳边说着什么 这一大一小的神情都很严肃 一副搞大事的模样 第212章 寿比昙花 浮如水沟 等下就这么喝寿 记住了吗 江瑶在小僵尸耳边说 记住了 小僵尸歪了歪小脑袋 江瑶挑了下眉梢 以后有人过生日 你就这么和他说 哦 两人在后面嘀咕着 站在前面的江家主 对宾客们说了一大堆 感谢大家赴宴 还说了些自己这次过生日的人生感悟 大家都没听江家主的发言 而是看着他右眼上的那道淤青 议论纷纷 江家主的脸怎么了 说不定是被老婆打了 有可能 江夫人可不是什么善茶 江家主年轻的时候 喜欢在外面玩 江夫人就总是去逮她 在外面大打出手 都是常有的事 或许是江瑶打的 之前江家开董事会 宣布江家主接任董事长的位置 江瑶就冲进办公室 揍了他爹一拳 因为江瑶不是江夫人生的 江瑶的妈妈 是江家主外面的女人 江家主这个人渣 为了江市集团董事长的位置 抛弃了江瑶的妈妈 则则 怪不得江家三兄弟不合 原来都是老爸的风流寨惹的祸 不少人对着江家主指指点点 暗地里嘲笑他眼睛上的淤青 江家主隐约听到了 表情一僵 他暗暗地瞪了眼身边的江照 我刚才魔障了 完全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肯定是秦征对我做了什么 不然我怎么可能动手打你 还叫他爸爸 那个女人心机深沉 手段狠毒 绝对不能让他进我们江家 江家主的眼里闪过一抹深思 他觉得江照说的有道理 江照是他的亲儿子 向来对他尊敬有加 怎么可能这般冒犯他 反倒是秦征那个女人 看上去就神神叨叨的 十分可疑 莫不适合什么害人的邪术 刚想到这里 江照突然大叫道 江瑶 你身边这小孩是谁 他们终于注意到了小僵尸 江瑶就牵着小僵尸上前 说道 这是我儿子 你儿子 你什么时候有的儿子 江家主瞬间回神 古怪地看着江瑶身边的小僵尸 我也不知道 反正就有了儿子 江瑶漫不经心地说 我找人验过了 确实是我们江家的种 江家主神色不满 真是胡闹 哪有不结婚就生子的 江瑶淡默道 向您 江家主顿时不知道该说什么 他年轻的时候 也是先勾搭江夫人未婚生子 后来又引婚和江瑶母亲一起 江家主叹了一口气 不知道生母是谁也没关系 反正都是我们江家的孙子 这孩子叫什么名字 秦和 听到这个名字 江家主和江赵的脸色都不怎么好 这孩子怎么姓秦 难道是江瑶和秦征的孩子 秦和 给爷爷喝寿 江瑶看向小僵尸 示意他可以说喝寿词了 好搭 小僵尸走上前 正要说寿词 江家主却黑着脸色说 我刚才说错了 未婚生出来的孩子 就是个野种 我不承认 你是江家的孙子 你给我立马滚出去 怪不得秦征赶来江家赴宴 原来是偷生了江瑶的孩子 他想借此上位 成为江家的少奶奶 做梦 因为刚才的事情 江家主对秦征越发不满 他一想到秦和是江瑶和秦征的孩子 他心里就窜起一阵怒火 我还没喝寿 小僵尸委屈巴巴地说 我不需要你喝寿 滚 可是姐姐 让他来喝寿的呀 还说他要好好表现 要是没有喝寿 他就走了 姐姐会不会生气啊 小僵尸苦恼地皱起眉头 而台下的宾客们 看到这一幕都不由心疼小僵尸 江家主这是干什么 未婚生子是大人的错 又不是孩子的错 怎么把怒火发在孩子身上 孩子是无辜的 这孩子看上去都快哭了 真可怜 江家主本来就是个人渣 这么对待一个小朋友 也不奇怪 江瑶也不满地看着江家主 他正要说点什么 结果就见小僵尸 跳到了江家主面前 砰的一拳 小僵尸一拳打在江家主的左眼上 让江家主有了一双对称的熊猫眼 啊 死小孩 你在干什么 江家主被打懵了 反倒是身边的其他人涌上来帮忙 小僵尸一拳一个 非常轻松地把他们全部打倒在地 小僵尸满意地看着他们躺在地上 他可以说受词了 爷爷好 小僵尸礼貌地弯腰 我是来给你助受打 我还没有说受词 不可以离开 不然姐姐会说 我没有礼貌打 祝爷爷生日快乐 寿笔昂花 俘如水沟 子孙满堂 全靠兄弟帮忙 江家主 其他人 这小孩真涌啊 他是故意来找茬的吧 江家主颤颤巍巍地爬起来 保镖呢 保镖在哪 赶紧把他扔出去 其实保镖早就赶了过来 但是被江瑶给拦下了 看到保镖迟迟不过来 江家主伸手就要去推小僵尸 你这个没教养的小野种 和你妈一个样 快滚 砰的一声 小僵尸直接把他打得眼冒惊心 躺在地上起不来 你没有礼貌 小僵尸不满地说 我给你喝瘦了 你都没有说谢谢 他和叔叔学了好久 才学会那句祝寿的贺词的 那么长的贺词 要学好久 你 江家主愤怒地瞪着小僵尸 就见小僵尸挥了挥小拳头 他吓得浑身一个哆嗦 旁边的其他江家人 也是战战兢兢地看着小僵尸 这哪是小孩啊 身怀怪力 移动速度极快 分明是个小怪物 江瑶肯定是故意的 故意找个小怪物来砸场子 很显然 他们猜对了 江瑶就是带小僵尸来砸场子 不想让他轻跌过一个顺遂的生日宴会 说谢谢 小僵尸做事又要打人 吓得江家主连忙说 谢 谢谢 哼 小僵尸这才满意 转头蹦蹦跳跳地走了 完成任务就去找姐姐 秦征就在大厅的人群里面 本来还想帮小僵尸教训他们 没想到小僵尸一拳一个 很快就解决了 他就没出现 江家主的生日宴变得一团乱 其他宾客纷纷在看笑话 江家主和其他江家人听到议论 恨不得找个地洞钻进去 看到秦征牵着小僵尸离开 江家主咬牙对江赵说 快点报警 把秦征和那个死小孩抓起来 还有江瑶这个逆子 从今天开始 我没有这个儿子 他们竟敢公然来江家捣乱 真是不把我们江家放在眼里 我不会就这么放过他们 第213章 女人和小孩能有什么威胁 我这就报警 江赵神色狠辣地说 今天现场这么多证人 我看他们还怎么狡辩 上次秦征打我的那件事 也不能这么算了 刚拨通报警电话 江赵的身边就伸出来一只手 拿走了他的手机 江赵转头看去 发现是江瑶 他不由怒道 你干什么 看看你干的好事 把爸的生日宴搞成这样 你们是想报警抓江家长孙 谁说他是江家长孙 我不承认 江家主说 江瑶 你到底有没有把我这个爸放在眼里 今天要不是你带他们过来 也不会让我们丢进脸面 你不承认没用 江瑶玩味地说 老爷子已经承认了秦和的身份 连户口都上了 老爷子一直想报曾孙子 如今愿望达成 你们却报警抓秦和 让老爷子的面子往哪 江家主沉默了下来 脸上的神色一阵清一阵白 江家主最怕的人就是老爷子 虽然老爷子已经退休了 但是还管着江氏集团的事情 集团里的那些董事 都是老爷子的老手下 只要老爷子对他不满 分分钟就能把他这个董事长撤了 什么 爷爷居然承认他是长孙 江赵不满的声音传来 江家长孙应该是大哥的儿子 怎么能是江瑶的儿子 我要去找爷爷说理 江赵正要离开 江夫人却把他拉了回来 并且朝他摇了摇头 你们自己好好掂量吧 江瑶冷眼望着他们 如果敢找秦征和秦和的麻烦 别怪我不客气 说完这么一句 江瑶转身就走了 准备去找秦征 逆子 看着他离开的背影 江家主气得呼吸急促 早知道他是这个性格 我就不该把他接回帝都 老公 还是先让宾客们离开吧 江夫人说道 下头还有不少看热闹的人 今天江家算是丢脸丢大发了 你来办吧 我要上去缓缓 江家主难受地捂着心脏 刚才被小僵尸揍了好几拳 他还有点晕乎乎 浑身都难受 让医生来我书房 嗯 江夫人先让宾客离开 转头看见 江赵鬼鬼祟祟的要上楼 他朝自己的小儿子走过去 阿赵 妈 江赵看到江夫人 就想到了刚才的事情 你为什么要阻止我去找爷爷 长孙的地位不一般 绝不能让江瑶占了便宜 你还不明白吗 老爷子的眼里 只有江瑶这个孙子 以前他看中我这个媳妇 但有个高人给老爷子算过命 说江瑶的存在 能让老爷子长命健康 还能忘江家事业 老爷子从此之后 就格外重视江瑶 连你大哥都比不上江瑶的地位 如今老爷子承认 秦和是长孙 你去说里有什么用 妈蛋 那高人怕不是江瑶请来的神棍骗子 江赵愤愤的说 我们母子三人的美好前途 都被这个破高人给毁了 本来江家的这些基业 江瑶连一点边都沾不着 江夫人的脸色也不怎么好 但他比江赵沉得住气 不急 今天发生这些事情 你爸估计对江瑶寒心不已 现在 你爸是董事长 只要我们和你爸凝成一鼓声 让你爸渐渐把权力转给你大哥 等到老爷子以后走了 赶走江瑶不是分分钟的事情 高人说 长命健康 老爷子那满身毛病的身体 难不成真能活上百岁 这根本不现实 江赵听完这些话 也觉得自己亲妈说的对 而且他大哥比江瑶聪明一百倍 等到大哥拿到权力 就是他们收拾江瑶的时候 那就让他们嚣张一会儿 江夫人点点头 你不是给你爸准备了礼物 去送给他吧 他正在气头上 你可以趁机哄他开心 他就知道 哪个儿子才是好的 行 我先把礼物拿给爸 想到自己准备的礼物 江赵的眼里闪过一丝暗色 他爸那个风流鬼 谁知道在外面 还有没有其他的孩子 指望亲爹 还不如指望自己的亲大哥 要是老爷子挂了 他爹也挂了 自然就是大哥继承江家 江赵冷笑一声 然后去自己房间 拿了那个装着逃魂仓的礼盒 不过离开房间之前 他给白发老者打了一个电话 刚才白发老者把逃魂仓给他 就先离开了江家的庄园 季老 我还要和你做一笔生意 什么生意 帮我处理掉两个人 江赵恶狠狠地说 晚点我把信息发你 不管你用什么办法 反正给我弄死 我先给你转五百万订金 完成后 我再给你两千万 本来江赵就想让季老暗中 处理掉秦征 但是他和江瑶去了荒岛参加综艺 不太方便去找他的行踪 现在他知道 秦征已经回来 还带了一个江家长孙 他就准备把一大一小都处理掉 秦征和他有救怨 那个小的站着长孙的名头 迟早会成为大哥的绊脚石 还是一起处理掉比较好 江二少这次下血本了呀 老者在电话那头笑道 你把信息发我 这单生意我接了 没会儿 看到江赵发过来的照片和信息 老者不又愣了一下 就是一个女人和一个小孩 这能有什么难度 用得着出两千五百万吗 老者微微一笑 心想江家果然有钱 不愧是帝都大豪门 短短几分钟的时间 他的心里已经想好一百种 可以悄无声息地弄死那俩人的办法 秦征离开了大厅 但没有回家 他带着小僵尸 在花园转了一会儿 他在找那个五十万呢 找半天没找到 刚才参加宴会也没遇到 难道已经走了 秦征叹了一口气 好可惜 虽然抓到老头只有五十万 但是钟立竞说 灵灯局每年都有评奖评优 表现良好 又有一笔丰厚的奖励 这就调动了秦征的驱邪积性 谁能拒绝抓几个菜机 一充业绩拿奖金 姐姐 石墨 是野种呀 突然间 小僵尸奶乎乎的声音 从旁边传来 小家伙的反应慢了一排 这才想起 江家父子一直这么叫他 但是他不知道什么意思 也重就是小可爱的意思 秦征摸了摸小僵尸的小脑袋 不想让他不开心 哦 小僵尸没心没肺地 继续蹲在地上摘花花玩泥巴 秦征的眼里 却闪过一丝冷色 他抬头看向江家的庄园别墅 正好看到江照进了江家主的书房 江家主的书房 有一面很大的落地窗 秦征能看清里面的场景 只见江照将一个满是阴气的礼盒 递给江家主 江家主拆开后 看到桃魂苍很开心 父子俩一副辞自笑的模样 小妖 帮个忙 秦征把人皮娃娃拿出来 看着江照一阵冷笑 那个桃魂苍可是个好东西 不知道江家主知道真相 会是一副什么样的表情 第214章 父子护殴 笑出强大 别墅书房中 江家主把桃魂苍放在书桌上 仔细地观察着 笑道 阿照 还是你孝顺啊 费这么大力气 给我弄来这个古董 我看上面的这些痕迹 这得是好几百年前的东西吧 对 那可是五百年前的大墓里挖出来的 江照也笑着说道 我知道爸喜欢收藏这种冷门的古董 那天偶然看见 我就立马拿下了 虽然花完了我的零花钱 但是能让爸开心 我就满足了 你真是爸的好儿子 江家主感动地说 江摇那个逆子 和你比都不能比 那肯定 江照揣着手 乖巧地站在书桌旁边 爸 就是我最近手头有点紧 你能不能再给我一点零花钱 江照的用度向来就很大 还要花钱找白发老头 去处理掉秦针和小僵尸 小金库都没剩多少钱了 行 江家主收到江照送的礼物 心情好了一点 立马写了一张支票给江照 嘿嘿 爸真好 江照舔着笑脸 结果江家主给的支票 但看到上面的数额 他的笑容就凝质了 老东西 五百万打发谁呢 打发叫花子 好歹也是江市集团的董事长 这点钱也好意思 江照死死地盯着手里的支票 完全没发现 把心里话说了出来 江家主坐在座位上 正好听见 脸色瞬间黑了 江照毫无察觉 继续吐槽道 真探娘扣 都不够小爷买一辆新车 老东西怎么还不去死 大哥随便给的零花钱 都是这个的好几倍 等他死了 大哥继承江家 我就有大把钱可以花了 江照 江家主气得浑身哆嗦 你知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 你总是花钱大手大脚 我少给一点 是为了锻炼你 江照一惊 诧异地看着江家主 爸怎么知道 他心里在想什么 难道是他的表情不够自然 让爸看出来了 不是 爸 江照连忙笑着说 我没有意见 我知道你是为了我好 嗯 江家主这才输了一口气 抬手让他先出去 你先出去吧 我要休息会儿 江照转身朝门口走去 嘀嘀咕咕的声音又传来 锻炼个锤子 扣扣嗖嗖的也好意思找借口 老子买桃魂仓就花了五百万 这点钱就够老子回本 算了算了 总比老东西什么都不给要好 等到桃魂仓发挥作用 花五百万送老东西上西天 也算是值了 以后大哥继承江家 要什么没有 江家主的脸色又是一变 江照却还在继续嘀咕 希望桃魂仓里面的厉鬼给力点 直接吓死老东西 吓死就能吃息了 然后大家一起分家产 美滋滋 砰的一声 后面砸过来一个茶杯 直接砸在了江照的后脑勺上 逆子 原来你送我的礼物不是什么好东西 江家主对江照怒目而视 气得脸色都红了 我这心脏大喘气 江摇气我就算了 你居然还想着让我死 我告诉你 不可能 我才不会便宜你们 你大哥别想继承江家 怎么会这样 我怎么又把心里话说出来了 江照转头看向怒火冲天的江家主 整个人傻了 本来他的心里还有点慌 后脑勺却突然传来一阵巨疼 江照摸了摸后脑勺 结果摸到了满手的血 老东西 你想砸死我 江照的怒火也上来了 他直接冲到亲爹的眼前 一拳打了过去 他骂得给你脸了 老子好心给你送礼物 你还想砸死我 就知道 你不是什么好货 江家主伸手抵挡那一拳 然后扇了江照一巴掌 你还有理 哪有你这样 谋害亲生父亲的儿子 江照随即就抄起桌上的电脑 朝亲爹砸过去 让你当我爹 我还嫌晦气 两人你一拳我一拳 竟然就在书房扭打了起来 打着打着 江照还把江家主书房里的 贵重古董全砸了 楼下花园 秦征正好通过落地窗 看到书房里的混乱场景 他的唇角微微勾起 狗咬狗 真有意思 秦征 江摇找到了秦征和小僵尸 看到小僵尸蹲在地上 把江夫人那昂贵的玫瑰花谱 摘得秃鲁皮了 他的嘴角不由抽了一下 小僵尸编了一个很漂亮的花环 蹬蹬蹬地跑到秦征的旁边 姐姐 那 送给你 好漂亮 秦征伸手接过 谢谢 看到小僵尸的行为 江摇的脸色顿时黑了 他走上前 拿过秦征手里的花环 对他说道 这些玫瑰花不好 还是别要了 我可以给你送更好的 嗯 秦征和小僵尸疑惑地看着他 怎么不好 江夫人拿来泡脚的 你要把别人泡脚的东西带头上吗 秦征 江摇转头看向小僵尸 这个花环就不要了 改天我买点玫瑰花送到你家 再让小家伙帮你编吧 也行 不过 秦征还是没舍得扔掉 小僵尸摘了好久的 我可以把这个拿回去泡脚 扔掉怪可惜的 小僵尸兴奋 我也要泡脚脚 我要和姐姐一起泡脚脚 好呀 晚上回去 我们一起泡脚 江摇 幼崽什么的 真讨厌 为什么老是粘着秦征 这么粘人的幼崽 就该送到学校去上学 下滑线 江摇沉默了片刻 你给他选好 学校了吗 要不要我帮你选 可以啊 我对学校什么的不了解 你帮他找个好点的 全托寄宿学校怎么样 什么是寄宿学校 可以让小朋友住在学校 有专门的老师照顾他们 每个礼拜回家一次 如果家长比较忙的话 也可以让小朋友一个月回家一次 寄宿学校还有一个好处 可以长时间和同学相处 提升小朋友的社交能力 让他交到更多的人类朋友 琴征听完 感觉还不错 他现在身兼数职 忙着赚钱 有时候可能没时间照顾小朋友 小僵尸说来人类世界 确实也需要交一些朋友 看到他有点心动 江瑶又说 如果你没空的话 每礼拜周末 我可以帮你去接他 你不忙吗 不忙 名下公司的分红就够用了 接工作一般都看心情 琴征好羡慕 他也想当股东 啥也不做也能赚钱 等到他有钱了 他就把自己签约的娱乐公司买下来 让现在的老板给他打工 自己不用上班也可以分钱 琴征说 那你帮我办吧 到时候我请你吃饭呀 好 江家又乱成一团 江瑶就先开车 送琴征回去了 一日清晨 琴征去公司聊工作上的事情 小僵尸留在家里 他闲着无聊 就去了小区花园玩泥巴 小朋友 你在干什么呀 看上去和蔼可亲的白发老者 突然在小僵尸身边蹲下他 仔细看了看小僵尸的样子 确认 这就是自己要对付的小孩 老者心想 不过就是杀掉一个小孩 应该很简单吧 第215章 铁锅炖僵尸 老者就是江赵找来对付琴征的玄尸 叫做纪阳 纪阳可不是正派玄尸 他手段狠辣 杀害过很多无辜的生命 江赵的这个任务 算是他遇到过最简单的任务 只需要对付一个漂亮的女人 和一个手无腹肌之力的小孩子 窝仔挖土土呀 小僵尸一边玩泥巴 一边回答纪阳的问题 呆萌可爱 对谁都不设心房的样子 挖土有什么好玩的 纪阳微微一笑 从口袋里拿出一个木雕小鸟递过去 爷爷这里有个很好玩的玩具 你想不想玩 小僵尸停下动作 转头看向纪阳手里的木雕小鸟 这只小鸟还会说话哦 纪阳举着木雕小鸟 对小鸟说了一句 小朋友你好 小鸟立马学着发出声音 小朋友你好 哇 好厉害 小僵尸被木雕小鸟吸引了目光 纪阳就把小鸟塞到了他的手里 爷爷看你有缘 这个小鸟就送你了 真的吗 小僵尸开心地玩着手里的小鸟 他说一句话 小鸟就学着他说一句 真好玩 小僵尸感激地看向纪阳 真诚地说道 爷爷你真好 你真是个老野种 纪阳 他的脸色瞬间黑了 眼里闪过一丝杀意 可他仔细观察小僵尸 却发现小僵尸好像没有在骂他 难道他不知道爷爷总是骂人的词 纪阳疑惑地看着小僵尸 就见小僵尸爱不释手地玩着玩具 小鸟好可爱 要是可以刺就好了 小僵尸对木雕小鸟左摸摸又摸摸 还张开嘴巴 咬了咬小鸟的脑袋 纪阳心想是个好机会 连忙拉了下小鸟后面的一根羽毛 小鸟的嘴巴喷出一道细物 雾化的迷药瞬间钻进小僵尸的体内 小鸟刺起来苦苦的 小僵尸把木雕小鸟从嘴巴里面拿出来 脸蛋微微皱起 不好刺 纪阳笑眯眯对他说道 小朋友 你困不困 困的话就睡觉 爷爷在这里陪着你 我不困呀 纪阳等了大半天 愣是没见小僵尸有晕倒的迹象 这不由让他怀疑自己买的迷药 是不是假货 怎么连个小孩都迷不倒 纪阳皱眉想了想 又拿出一颗糖果给小僵尸 小朋友 爷爷这里有糖果 你想不想吃糖果 窝窑要刺 小僵尸眼巴巴的看着糖果 爷爷你真是太好了 你是世界上最好的老野种 小僵尸手里的木雕小鸟 学着他说 你是世界上最好的老野种 纪阳 这小孩到底知不知道野种的意思 还是说 他在故意耍他 纪阳看着小僵尸 熬屋一口吃掉了加料的糖果 他越发觉得 这小孩傻乎乎的 很可能不知道野种的意思 看起来很好对付嘛 等下小孩晕了 他就先把小孩带走杀了 再把那个女人骗过来 纪阳神色满意地 看着小僵尸玩尼巴 从早上八点 等到了日上三干 还没等到小僵尸晕过去 纪阳疑惑极了 他掏出口袋里剩下的糖果 暗自嘀咕道 难道这也是假货 那个卖迷药的怎么回事 竟卖假的给我 纪阳的心里涌起怒火 想着晚点 要好好教训那个卖药的 爷爷 你还有糖糖啊 小僵尸玩饱了 脏兮兮地站起来 看着纪阳手里的糖果饭馋 对 纪阳收起糖果对他说 爷爷带你去个好玩的地方怎么样 那里有吃不完的糖果 很有意思的哦 有蛋糕吗 有 那我要去 小僵尸主动牵过纪阳的手 老野中你真是个好鹰 等我姐姐回来 我也让姐姐给你买东西刺 纪阳 能不能别一口一个老野种 他真的会险 纪阳带着小僵尸离开小区 开车来到了郊外的一座老别墅 老别墅外面有一个暗室 里面放满了制作邪器的工具 还有不少制作好的邪器 所以暗室里面的阴气很重 可小僵尸是置阴之物 来到这里却觉得很舒服 小朋友 你最好别哭 纪阳关上门 阴森森地看向某个呆萌的小可爱 纪阳本以为他会吓哭 结果他兴奋地挥着手 这里真是个好地方 我好喜欢这里 爷爷你搬出去吧 纪阳 他古怪地看着小僵尸 觉得他有点奇怪 不像是普通小孩 这胆子也太大了 不过 没关系 等下有他哭的时候 他可不会因为他是小屁孩 从而手下留情 反而他最喜欢用小孩做怨灵 这种怨灵格外凶悍 纪阳把小僵尸抱起来 扔进暗室中心的一口大铁锅里面 然后又往里面扔了几十种 带着灵气的毒药材 紧接着倒上水 开始铁锅炖小孩 这样将小孩活生生炖死 将会让他痛苦至极 死后产生极强的怨气 纪阳又拿了一把锤子过来 准备敲开小僵尸的脑袋 取出脑髓 临死前小孩的脑髓 对他而言可是大捕之物 邦的一声 锤子敲在小僵尸的脑袋上 小僵尸的脑壳没裂开 锤子却瘪了 纪阳 这锤子怎么回事 难道是用久了老话了 纪阳不信邪 又拿了一把大菜刀 对着小僵尸的脑袋劈了下去 砰的一声 他的大菜刀裂开了 纪阳揉了揉眼睛 不敢置信地看向地面 菜刀确实断成了两截 他惊悚地看着小僵尸的后脑勺着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过了许久 纪阳颤抖着伸手 将手掌按在小僵尸的胸口处 你 你怎么没有心跳 心跳是什么 小僵尸疑惑地回头看向他 可以吃吗 纪阳没有说话 现在他有点怀疑人生 需要缓一缓 这个时候 手机弹出消息 纪阳拿出来看了一眼 发现是将照发来的 上面写着勤征的联系方式 算了 先把那个大的骗过来 纪阳拿起手机 对着铁锅和小僵尸拍了一张照片 然后发给秦征 如果不想你儿子有事 那就带上五百万来这个地址 你一个人过来 别告诉其他人 不然别怪我不客气 随后 他拿过锅盖 盖上大铁锅 打算让铁锅一直煮着 这个小孩确实有点古怪 用什么武器都劈不开脑壳 但用大火炖上几个小时 不可能不死吧 这个铁锅不是繁物 而是他制作的法器 不仅可以用来炖人 还可以用来炖妖怪 不管这个小孩有什么古怪 今天都难逃一死 第216章 吃光上千万的药材 秦征收到寄阳的消息 立马往这边赶了过来 不过 他看到照片里面的画面 倒不是很担心小僵尸的情况 那个铁锅看上去不是繁物 但小僵尸是千年不化骨 拥有铜墙铁壁一般的身体 炖上千年都不会烂 关键的是 照片里的小僵尸 还挥舞着双手 很兴奋很激动的样子 像是遇到了什么开心的事情 秦征打车前往郊外 路上接到了桃案的电话 蒸蒸 回去记得开直播 虽然巅峰挑战暂时结束了 但是粉丝们都很想看你开直播 我们也可以通过这个赚取流量 提升你的名气 以后巅峰挑战不做了 你的直播还可以继续营业啊 知道了 今天秦征去公司开会 就是商量以后的工作发展 现在网上的粉丝都觉得 秦征是影视学门的弟子 公司就想让他接相关的工作 比如开灵异直播 出演一些灵异网剧电影之类 秦征挂掉电话 然后就打开了公司让他下载的直播软件 今天正好遇到了特殊事情 那就直播一下吧 先前公司就帮他认证好了账号 所以秦征登录上就可以直接使用 直播间还得有标题 秦征拧了宁眉 想了许久才想出一个标题 铁锅炖小僵尸 想迷糊了 秦征用手机开的直播 公司给他发了一个自拍杆 所以他就把手机按在自拍杆上 然后对着自己的脸 直播平台的流量很大 没多久就有几百人进来围观 只是进来随便看看 没想到是个大美女 这是在播什么 难道是直播抓僵尸 可是僵尸在哪呢 感觉主播小姐姐好眼熟 好像在哪里见过一样 征解贴贴 我居然发现了征解的宝藏直播间 秦征 卧槽 真是秦征 小僵尸是那个从荒岛带回来的小孩吗 不是说他是演员 节目组故意演示 不想被人找麻烦才这么说 谁信谁是大傻子 我要看小僵尸 快给我看一眼 随着秦征露脸 有粉丝认出了他的身份 还去其他平台宣传 导致过来看秦征直播的人越来越多 没多久 直播间的人数 就从几百再看 冲到了两万人同时再看 秦征看到很多人都在问小僵尸 他就解释道 那个小家伙被坏人抓走了 我现在去救他 谁敢抓僵尸宝宝 秦征快去弄死他 给宝宝报仇 什么坏人 不会是鬼吧 那会不会很危险 秦征和僵尸宝宝要小心啊 小家伙可是千年僵尸 感觉抓他的人才危险吧 随后 秦征还上传了秦阳发给他的那张照片 秦阳说不能带其他人去找他 那他把照片发出去 没什么问题吧 目前在锅里顿着呢 莫名好笑怎么回事 他看上去好开心啊 秦征还真是轻骂 这样都不担心 哈哈哈哈 这有什么好担心的 那是千年僵尸 十几个学门大师 都不一定是他的对手 我也感觉 他好像没什么危险 抓僵尸的那个人 才是个憨货 出租车开了两个小时 终于抵达秦阳所在的郊外 那地方特别偏僻 虽然坐落着几座别墅 但是别墅都很分散 秦征来到秦阳的别墅外面 他想了想 先把自拍杆给收了起来 用手拿着手机 进来吧 门边的话筒 传来秦阳的声音 别墅的铁门自动打开 秦征进到里面 然后就看到了客厅的秦阳 他不由眼神一喜 那个五十万 昨天他还觉得有点可惜 让这个五十跑了 没想到今天 自己送上门 你就是秦征 秦阳看着秦征 视线有些阴沉 他没有对容貌进行遮掩 他根本没想 让秦征活着出去 对 那个小孩呢 钱带来了吗 我需要先见到他 看到他安全 才能把钱给你 秦阳冷笑一声 眼里闪过一丝不怀好意 我现在就带你去见他 秦阳站起身 带着秦征 往楼上暗示走去 秦征把手机 放到了口袋里面 虽然画面都黑了 但是直播间的观众 能听见声音 小家伙这是被绑架了 秦征需不需要 我们帮忙摇人 感觉不用吧 秦征这么强能有什么事 等会儿 那好像是 御师门的季家 双军之一 完了 他们可是悬门的两大魔头 兄弟俩都是贼狠的邪修 楼上悬门人是咩 是不是知道什么内幕 这些东西不能多说 我只能告诉你们 这个老头是悬门大佬 杀了很多人 连灵灯局都抓不到他 秦征肯定要完蛋了 不是吧 呜呜 秦征今天才开播 千万不能有事啊 秦征跟着秦阳来到暗示 他刚进去没多久 身后的门就自动关上了 看来时间差不多了 秦阳看到铁锅 冒着浓郁的热气 顿时有些激动 你不是要找那个小孩吗 他就在这里面 呵呵呵 秦阳阴侧色的低笑起来 走过去掀开锅盖 现在他估计变成了一锅浓汤 要不要和我一起尝尝 哗啦一阵水声传来 小僵尸从水下钻出小脑袋 腮帮子鼓鼓的 嘴里叼着一根千年血身 老叶忠你回来了 谢谢你请我吃大餐 这些药真好吃 嘿嘿哥 秦阳看到他活蹦乱跳 气色还比刚才更好了 他整个人如遭雷击 你怎么会没事 秦阳扔掉锅盖 又看了看铁锅里面的情况 里面居然只剩下了清水 那些他珍藏许久 花了上千万的灵质和毒药材全没了 秦阳不敢置信地看着小僵尸 难道药材全被这个小兔崽子吃了 啊 秦阳心痛如刀脚 我的上好药材 没了 全没了 他抬起大掌 手里灵气汇聚 朝小僵尸天灵盖打下去 你给我去死吧 五十万 你敢伤他试试 那一掌还没碰到秦阳 秦阳冲过来就把他一脚踹飞了 虽然那一掌碰到了也没事 最多就是秦阳骨折 你 你们 秦阳震惊地看着他们 这才反应过来 他们不是普通人 姐姐 你们为什么打架啊 小僵尸疑惑地看着他们 老也重很好的 他给窝吃好多好次的 秦阳神色一顿 他感觉到秦阵身上的灵力 那种威力 让他有些忌惮 再加上那个打不死的小怪物 他可能不是对手 秦阳看着小僵尸 傻乎乎的单纯模样 突然心生一计 第217章 奖金超级加倍 他连忙对秦征说道 姑娘冤枉 我没想伤他 而是看到有个毒虫 爬在他的头上 所以想拍死那只毒虫 哦 是吗 你们看 这就是那个毒虫 秦阳走上前 让秦征看自己手掌心的一个 已经瘪了的死虫 小僵尸也挥舞着双手说 对压对压 他真是好赢 他给窝吃了好多好次的 看到小僵尸兴奋的手舞足蹈 秦阳的脸色一阵扭曲 心里又在滴血 秦阳深吸一口气 平复了一下自己的心情 他必须让他们连本带力的还回来 不然难以咽下这一口气 那这条短信是怎么回事 秦征冷眼看着秦阳 用手机调出了他发过来的短信 这不是我发的 秦阳否认道 肯定是有人故意拍下这张照片 想要污蔑我 我看这个小朋友有缘 特意请他回来做客 刚才我是想让小朋友泡药语 这个药语对身体很好 那你刚才还和我说 要把小家伙给煮了 秦阳善善说道 泡药语的样子有点像煮东西 我就和你开来的玩笑 秦征眯了眯眼眸 没有说话 他看到秦阳眼里的算计 就知道他在说谎 不知道又想着什么坏招 还是直接抓起来比较好 秦征正要动手 秦阳却又说 姑娘 你是学门中人吧 你身边这个小朋友 也是不同凡响 小小年纪就练成了铁头功 你们的天赋这么好 修炼起来肯定很费灵草灵药 我正好认识一位药师朋友 他常年住在山中 种植灵草灵药 我可以带你们去找他 他最喜欢机灵可爱的小朋友 经常会送一些灵草灵药给小朋友 秦阳说了一大堆 秦征听在耳朵里面 却自动翻译成 还能再抓一个奖金加倍 他不动声色地说 居然有这种好事 你赶紧带我去看看 要是能拿到灵草灵药 我会好好感谢你 天色上早 我这就带你们过去 秦征玩味地又说 不过 你怎么处处为我们着想 难道别有图谋 到时候拿到灵草灵药 你们给我一些跑路费就行 我这人从小就心地善良 最喜欢做善事机功德 秦阳微微一笑 看上去像个和蔼可亲的老爷爷 这样啊 秦征笑眯眯地说 怪不得我家小清禾 吃了你这么名贵药材 你都不生气 还想带我们去问别人拿药材 你真是大度 刚才进来的时候 我看到小家伙的嘴里叼着血身 品质很不错的样子 光是那根血身就要几十万吧 秦阳的表情僵了一下 他吃的那个血身 其值几十万 那可是千年血身 秦阳有些咬牙切齿地说 他也是偶然遇到这种血身 花了好几百万买的 平常想要买上千年的血身 有钱都不一定买得到 除了千年血身 铁锅里面还有其他珍稀药材 有的价值上百万 有的价值几十万 全被小屁孩吃了 秦阳简直想吐血三声 不过 他吃了就吃了吧 秦阳勉强挤出笑容 这些对我来说不算什么 我见他有缘 乐意让他吃 先不说这些了 我带你们去找我朋友 天色黑了 山路不好走 秦阳说得很大度 心里却对他们 越发恨得牙痒痒 好 你那位朋友叫什么名字 他叫白红女 也算是悬门中的修炼者 只是不常出现在人前 喜欢在山中隐居炼药 看来还是个隐士的高人 也可以这么说 秦阳带着秦征和小僵尸出门 心中一阵冷笑 白红女可不是什么好货 那是一只千年白红精 最擅长用幻术杀人 可以让人死得神不知鬼不觉 不仅如此 白红女的地盘 还养着许多厉鬼 连他都不敢随意闯入 白红女的地盘 他带秦征和这个小屁孩过去 绝对让他们有去无回 秦征和小屁孩 那张漂亮的脸皮 还会被白红女包下来 做成灯笼 我开车过去 你们坐后面 他们来到别墅外面 秦阳开了自己的车过来 秦征和小僵尸坐到后座 秦征就把手机 重新装在了自拍杆上直播 天上没有掉馅饼的好事 这个老头肯定不安好心 那可是技家双军 御师门的大魔头之一 秦征怎么就相信他了 刚才这个老头 是真想煮了小僵尸吧 然后僵尸煮不烂 哈哈哈哈 我感觉征姐就在故意耍他 就是 秦征怎么可能看不破 这种拙劣的谎言 这么坏的老头 没人来抓他 普通人要是遇到 不是死定了 普通人遇到就是死 专门管理悬门的灵灯菊 倒是一直在抓他 但御师门有逃跑的秘法 总是让他跑了 姐姐 这是什么啊 小僵尸好奇地 看着秦征手里的自拍杆 精致的小脸蛋 对到了镜头面前 顿时蒙翻了直播间的一众网友 这是手机和自拍杆 秦征见他一脸期待 又说道 你想玩吗 我可以让你来拍 好呀好呀 秦征把自拍杆递给小僵尸 让他来举着直播 季阳透过后视镜 看到这一幕 不由狠狠地骤起眉心 他没想到秦征还在直播 那不是曝光了他的样貌和行踪 灵灯菊的人可一直在找他 如果让灵灯菊的人找到 又是一番大麻烦 看来要尽快把这两个人处理掉 然后嫁祸给白红女 他再脱身离开 季阳猛地踩下油门 飙车进了郊外的一座大山 然后在山中的空地停下车 带着秦征前往更深处 到了 他们眼前出现一条锁道 而锁道的尽头 竟然有一座古代样式的楼宇 层楼蝶蝶 碧瓦珠萌 华美至极 楼宇的最上方 还有一道七彩红光灰洒下 越发趁的楼宇富丽飘渺 宛如仙境 季阳转头看向秦征说 这就是白红女的住处 漂亮吧 那女人靠着麦灵之灵药 可是赚了不少钱 秦征没有说话 她一眼就看出 这是精怪的幻术 在她的眼里 那些雕梁化洞 层楼蝶都是一座座 能制作这么唯妙唯肖的幻境 肯定是个修为强横的妖怪 而且幻境中充斥着浓郁的鬼气 说明这个妖怪 害过不少人灵灵菊 应该收妖怪的吧 越厉害的妖怪 是不是钱越多 她真想立马打个电话 过去问问 喂 钟离静吗 灵灵菊收妖怪不 能卖几个钱 秦征忍住打电话的冲动 免得把季阳和里面的妖怪吓跑了 她得一锅端了 才能拿到最多的钱 她一把抓住季阳的手臂 快带我进去看看 好 我这就带你进去 季阳以为 她是被眼前的华美场景吸引到了 急着进去参观 季阳的嘴角扯了一抹得意的弧度 这么容易就上钩了 小丫头还是太年轻了 等着栽根头吧 白红女做人皮灯笼的手艺 可是一绝